一招穿书 竟成了修仙界里的工具人 而且还是名副其实的大冤者 为了改变悲惨炮灰命运 他不惜连夜下山 火速跳槽新宗门 而夜俏人送外号夜浪浪 思前想后 拍手决定长明宗是个好去处 不是为了一天能吃上五个馒头 主要他这个人就喜欢去热闹的宗门 不想原以为找了个新宗门 就能混吃等死 却惨被师父收为清传弟子 夜浪浪喜极而泣 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这也太悲惨了 怎撂入了长明宗 却发现一切都跟他想的不一样 原本丧气厌世的大师兄 见到他 突然就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而有人欣喜 有人忧天才难陪二师兄 只想专心沉迷修炼 却被他祸祸得烦不胜烦 唯独三师兄是个例外 早在先前就幻想过 若是宗门能有个小师妹 他一定勤劳恋丹疯狂投尾 提到四师兄 简直一言难尽 虽然总是愿意陪着一起风批捣乱 可过程中时不时会发生意外 图万人民女主获获 从此便决定代理师兄逆天改命 这边刚穿越的 他正跪在冰寒刺骨的石板上 面对月清宗云恒先军的强大气场 不禁被赶压过 恭恭敬敬海的师父 云恒语气冷淡应了一声 比起弟子 他更在欧 此次出行可有江湖油草妥善待会 叶朗朗响来 浮游草生于墨渊崖低 乃是治愈受损精神石海的灵药 三界之中 无人不知那里封印了无数魔族 万幸捡了一条信物 但刚回到宗门 满身鲜血淋漓 却无人问津 就连九五之尊的师父 都不曾多看他眼 全然只关心 浮游草藏在何处 还不赶紧拿出来给人治病 本以为川敬修真界第一大宗门 会被师父腾施凶爱 可命运悲惨的炮灰体质 注定只能成为别人路上的垫脚石 当夜浪浪浑身是伤 从摩原崖底捡回一条小命回到宗门 可月清宗里所有的人 都不关心伤势 全都在劝他 赶紧把灵药浮游草交出来 只因现在的身份 是一个不受宠的小角色 原本熬夜写稿子 却一觉睡醒 传进看过的沙雕小说 自幼就是孤儿好心 被云本师父从山脚下捡到后 便传授各种 齐门遁甲不正化妇的反觉 就算他天赋很差 也毫不嫌弃 并在师门排行老二 此后在宗门 虽然日子过得算不上千娇百娇 但也还说得过去 直到师父从凡间带回女主后 一切都变了 素来不尽人情的师父 居然肯为了此人处处破裂 甚至毫无灵根 也愿意收女主为徒 而万人迷女主人设身交替 若一言不合 就红着眼睛扑散 因此 还一度成为 各位大佬疯狂迷恋的爱慕对象 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离谱 以至于夜浪浪在宗门 逐渐沦为成了女主的工具 凡是万人迷被责怪他 就得站出来挡刀 若是万人迷看上了他的灵根 就得拱手相让 就连处处掏心掏肺 最后还是落了个 一件穿心的凄惨下场 与此同时 作为女主侵入者的大师兄 严林满是笑容 既然你好端端地回来 那还不赶紧把浮游草交出来 相信身交体弱的万人迷 得到灵药加持过不了多久 便能下床活动 师尊听闻此话 一向不苟言笑的脸上 也浮现些许柔和 催促快点把浮游草交给药阁 也好练之好了 送到芙蓉院 叶浪浪觉得很可笑 从始至终都没人问过他的意义 难道在这群人眼中 就连说个不字的资格都没 那他今天 偏要当众忤逆所有人 既然你们如此偏心 就别怪他不仁不义 没人疼没人爱的 悲惨女佩敬感 当众忤逆师父 结果被打得心灰意冷 连夜下山跳槽到了新宗门 堂堂九五之尊的宗门长老 怎么都想不到 弟子胆敢出言不逊 而一切的起因 只怪他偏袒不公 处处维护爱徒 却含了其他弟子的心 只听叶浪浪开口表示 从未说过 要将浮游草拱手让人 他之所以拼死跑到魔云寻耀 本就打算留着突破修为所用 此话一出 作为万人迷的爱慕者 十一片刻 诉说你天资平平无奇 就算用了灵药 也纯属浪费 云恒也出言表明态度 眼下阿雀身体较弱 若是能有浮游草加持 必定百利而无一害 至于你提升修为 也不必急于一时 大不了等日后宗门大笔开启 再让师兄去远古战场 给你带一只回来 叶浪浪看着手中伤痕 且不说浮游草百年难运 即便是远古战场里的秘境存有 但数年一次的宗门大笔 乃是群英慧翠师傅 又平时能么保证 一定抢得到 明摆着偏心偏过头了 他不禁冷笑嘲讽 万人迷身交体若就有理 而他就活该 死在魔云部回来 云恒看着平日里 唯命是从的弟子 今日胆敢出言顶撞 感受到被冒犯之余 上手就是一巴掌 丢下一句 天生反骨不知尊卑 便动动手指 从储物空间里 抢走独有草 既然如此不听从命令 那就罚你在月清中闭门不出 若是胆敢在行事不知分寸 就别怪他这个 当师父的不念情面 叶浪浪擦了擦嘴角 被打出了鲜血 没想到在九死一生的 魔云牙堤都没受什么大伤 却回到宗门 都怪他向师父通风报信 说你得到了灵药 才会因此被责罚 日后若是有机会 一定要好好弥补 不过你刚才说的话 也太任性了 毕竟阿雀身体娇弱 你怎么都不能让着点呢 叶浪浪忍不了了 挥起拳头就要揍舔狗 一群人大意凛然 说什么身骄体弱 难道就能因此 来抢别人拼了命 才得到的东西 他被气得冲昏了 喉合着月清宗 能有今天地位 全都是靠折抢劫 发家致富 不想对方 却觉得他是在无理取闹 叶浪浪干脆选择烂 既然你如此在意你家阿雀 那还不赶紧去当田狗 反正他已经决定 从此以后 跟月清宗再无瓜葛 按照原书句 请也该下山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不料 成人不被卷钱跑路的叶浪浪 突然听到有人 在身后目骂废物 他扭头一看 既然被发现了索性 干脆承认算了 强装笑意夸赞师兄说的 针对他就是个废物 所以觉得 贵宗门高攀不起 才会拾去地拍拍屁股离开 这个操作都把师兄给整猛了 看着能代表在修真界 至高身份的腰牌 被随手一扔 顿时认为师妹一定是疯了 堂堂宗门长老 却要为了爱徒 抢夺腐游草 只因怨重炮灰 誓死不从 就将人打成重伤 叶浪浪为了摆脱 替人挡刀的工具人 当即决定和月清宗断绝来往 从此与宗无瓜 下山走到位于 五大宗门正中央的云中城 难免被眼前的一片繁华景象 迷了眼睛 虽说随便走在街上 都能遇到个非富极贵的大佬 但在寸土寸金的地方 物价也都贵得离谱 当夜浪浪路过商饭摊 前文道香味 就不安理智 为了吃上一口包子 强装镇定借口说 住击之后才能避骨 反正原主的身子 也不过才炼气三层 安耐不住饥饿的肚子 不争气出声 询问老板的包子 多少钱一个 当听到需要三块中品零食 来换他 顿时觉得打扰了 摸摸袋子里 为数不多的零食 不仅要衣食住行 还得在物价贵得离谱的云中城 待上一段时间 现在总算明白 为什么原主在宗门 都混得当了工具人 也不愿下山 果然一穷毁 所有做事 还是不能太冲动 夜浪浪思前想后 若想欺身立足 恐怕只有搞钱来的实在 想来修真界里 最赚钱的职业 除了扶修 就是单修 而四大宗门之一的月清宗 就是凭着以此实力雄霸一方 虽然原主先前是个剑修 丝毫不沾边 他也从没画过符纸 派不上用场 但坐吃山空 终究于事无补 好在有个过目不忘的本领 也能尝试一下 客栈之中 夜浪浪摒弃名神 因为是第一次学着画符 只能全凭记忆 按照在宗门所见过的符文落笔了下 当笔尖刚接触到符纸 就感觉隐约刺痛 想来迈出第一步之余 随着越画越熟练 并能跟伏修的技术媲美一二 世人都知道月清宗乃是万宗之首 却不知道师父爱徒如命 全然不顾炮灰女配的死活 夜浪浪被打得心灰意冷 果断下山谋条出路 可在寸土寸金的云中城里 却连一个包子都贵得惊人 于是为了搞钱 他不得不使出看家本领 凭借过目不忘的天赋 轻轻松松画出符纸 意图赚钱 本以为离逍遥快活 只差一步 可拿着符纸打量一看 够大的血珠从上低落 果然还是他想得太过简单 夜浪浪发觉笔血直流 顿时有些心态崩了 虽然画符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可想到一瓶如洗的钱袋 干脆一鼓作气 继续用灵笔在纸上游走 他就不信凭着天赋 还能有办不到事 结果画了没几张 就因为神石透之东的一声 拍在桌子上昏死过去 而苏醒之后 夜浪浪拼死不服输 咬着牙醒来就画 画了就晕 晕了还画 来回折腾的样子 就连他自己都被感动得喜极而起 总算折腾一场 还有些收获 虽然拼死画出了最低级的下等符号 再足够稳稳地赚上一瓶 夜浪浪听闻 贴了疾风符的人 跑起来嗖嗖的快 他只肩捏起试探性 将符纸贴在身上 想要体验一把 稳如疾风 快如闪电的感觉 而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等贴上之后 似乎无事发生 并没有什么卵用 他迟疑了三秒 努力说服自己 要振作起来 毕竟在记忆中 不是随随便便的尝试 就能成功 终究凡事 不能太高估实力 可等他准备将疾风符 私下重新画 还不等反应 整个人瞬间不受控制般 给墙上撞了一个人自行的大窟窿 尽管肉体上疼痛不已 可精神上的喜悦 早已碾压一切 迫不及待跑到黑市上 贩卖辛苦赚来的不易成果 不料奈何自身修为实在太低 根本没人愿意光顾生意 正当叶浪浪 见着隔壁卖小黄叔的生意豪 准备改行之际 却突然遇上一伙 不速之客 准备拔刀仗势欺人 与此同时 红衣少年凭空出现 以姿势帅气拦住歹人 语气不善告知五大宗门脚下 禁止任何人拔剑行凶 歹人眼见此人 乃是长明宗亲 转弟子目中膝下的撒腿就跑 叶浪浪虽然被仗义相助 可并不领情 只因此人脚踩扶纸 他不耐烦 还请道友挪挪脚丫子 别害的东西卖不出去 离开宗门的叶浪浪穷的 连饭都吃不起 无奈凭着过目不忘的本领 摆起了地摊 但天不遂人愿还没开张 就被仗义出手之人踩了扶纸 他好里好气 麻烦道友挪挪脚丫子 踩到了别人的东西 可是很不礼貌的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 都恨不得当场扯住对方 让赔了钱再走 沐仲熙愣神过后 连忙挪开脚 表示纯属意外 还请道友切莫怪罪 叶浪浪听着说话语气 还算客气 他义正言辞 揪紧衣服诉说 虽然不是很想怪罪 但你的行为 令人感受到了心灵上的严重创伤 沐仲熙没想到 仗义出手道 把人整个心灵脆弱 看着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 顿时有些于心不忍 既然如此 他愿意陪上一颗上品 临时聊表心意 还请道友务必收下 叶浪浪眼含金光 欣然收下 好在少年财大气粗 又有心无脑 低头把散落的符纸 捡起 就当此时算了 沐仲熙连忙 帮着一起捡好奇 询问道友难道是个扶修 叶浪浪懒得跟他解释 含糊着声音 嗡了一声 与此同时 身旁围观了一群吃瓜群众 议论单看服装 恐怕是长明中的清传弟子 应该是个见修 而且修为 起码在筑机以上 叶浪浪此时还没意识到 目中西是个福星 只顾着低头捡符纸 顺便听听八卦 只见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目光也被符纸吸引 想来 能跟长明宗清传弟子 扯上关系的人 一定不一般 秉镇宁可搞错 也不愿放过的心态 纷纷上前询问 都有什么符纸要卖 叶浪浪看着 多半是散修 在开口询问心想 这次绝对能发一笔横财 毕竟散修走南闯北 多年修为大多一般 对于他们来说 低等的符纸 再合适不过 穷修女孩摆摊卖符纸 原本一张都卖不出去 不想半路沾了福星的光 没几分钟就被抢够一空 这让叶浪浪初次体会到 有个宗门庇佑的感觉真好 更加坚定了 要暴涨民中大朗为师 正当开心到飞起 准备拍拍屁股走人之际 却被目中吸出言叫住 不是说 心灵受到重疮 需要补偿吗 怎么轻易就要走 叶浪浪被问得很是费解 明明刚才已经赔了一颗上品零食 不想穷重西一脸真诚都说了 是心灵受了伤 怎么可以就要这么一点补偿 原本就是随口一说的话 居然被当了真 叶浪浪想不通 怎么会有如此离谱的傻白甜 还是说长明宗弟子 都是这般天真 可按理说长得帅的 在小说里绝对身份不一般 不禁开口询问你叫什么西来着 我叫穷重西 叶浪浪顿时倍感吃惊 难怪总觉得名字有些耳熟 原来他就是元书中为了女主自毁道心的大冤主 看着少年一脸天真 他神色变得有些复杂 从一开始觉得不太聪明 转变成了些许怜悯 穷重西一头问号 不知突然变了脸色 所谓何意 叶浪浪也意识到情绪转变太过明显 刻意掩饰般倾可出声 都说你是长明宗的清传弟子 不知道宗门待遇怎么样 提起此话 穷重西神色略显复杂 实话说宗门好像挺穷的 记着十岁刚入门那会儿 天天啃馒头 说起来在家中怎么说 也是吃穿不愁的少女 所以那时候总觉得上当受骗 还私底下带着师兄们一起逃跑 后来被宗主看到死气百猎 追在屁股后面不让走 害得他们鞋都跑掉了 还被抓了回去 叶浪浪总觉得离谱 敢问你师兄都叫什么名字 当听到一本正经回答薛鱼 和明玄的名字后 他不禁感叹真是好得很 原书中的舔狗男配和备胎男配都聚齐了 当沙雕小师妹下山 想拜新宗门 刚一开口就被舔狗男配节节逼退 奈何云中城内物价太贵 叶浪浪只想找个好宗门过上狗活的躺平弟子 按耐不住想知道 天下第一的问剑宗待遇如何 他们伙食总该不会太差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按时吃饭 提起问剑宗穆仲熙 有些匪夷所思 大家都知道 天下第一宗不努力就会被超越 以至于天不亮就要起床打坐 当然练剑外加实战 一样都不能少 叶浪浪可卷不动 急忙询问成风宗怎么样 穆仲熙对此宗门都避之不及 因为掰着手指都数不清 里面有多少人妖 而且一向凭着相貌丑陋之人不配入门 说到此处 他不禁忽然凑近打量一番 好言相劝 虽说你长相很是不错 可他们却只收男的弟子 叶浪浪很是无语 都是修仙之人 还搞什么男女骑士 穆仲熙摇头解释 他们的宗门心法比较特殊 所以不太适合女弟子修炼 说起吃饭 必水中弟子人数最多 但他们因为要准备大笔 全身心都放在修炼之上 以至于只吃屁股丹 维持日常所需 叶浪浪都被说得绝望了 没想到修仙界居然卷得如此离骨 干脆只问了最在意的问题 只求道有能告知哪个宗门 既能吃饱饭又能睡好觉 提起这个穆仲熙瞬间来了精神 要问宗门待遇 绝对是长明宗首排第一 不光伙食好 而且每顿都有五个馒头 叶浪浪当即拍手 决定要拜长明宗为师 就算不图师兄多单品每顿五个馒头 也值得一去 叶浪浪为了五个馒头 当即决定要上山拜师 只是不知宗门到什么时候才能收徒 穆仲熙思索一顿 依稀记得下山之时 宗主还哀声叹气说 想招收几个好苗子 算算时间 报名的日期 好像就截止在今天晚上 这可是出了名的大事 你难道不知道吗 叶浪浪神色有些惊讶 光顾着埋头画符 居然孤陋寡闻到五大宗门之一 要收徒的大事都能不知 所以现在是什么时辰还来得及吗 穆仲熙对此人印象颇好 若是能收入宗门城的小师妹 一定会很好啊 当骤然反应过来 扯着嗓子大喊 还有机会 只不过半个时辰之后就要结束 再慢 可真的来不及了 为了节约时间 只见手中长剑一抛 伸出手 就要带着一起遇见飞行 叶浪浪想来 能遇见的修为 起码在筑机椅上 但眼前的少年看上去也一般大 竟然会如此厉害 他也不在矫情伸出手眨眼间的功夫 长剑便顿入云霄 虽然体验到了一把飞一样的感觉 可速度实在快的有些惊人 就连周围的风景都晃得人头晕眼花 穆仲熙比他还要着急 因为要是在关门之前 赶不回宗门 必然会被赵长老抓住暴走一顿 而催动剑决加速之际 叶浪浪居然有些恐高 生怕一个不小心掉下去 成了馅儿 不由得拼死扯住对方头发 哀嚎开得这么快 是要敢去投胎吗 穆仲熙被拽得成功裂开 只顾着疼得嗷嗷叫 能不能别拽小爷头发 可叶浪浪都快被晃吐了哪 还顾得上什么头发不头发 眼下越是越害怕 就拽得越紧 不想两人一度极限 拉成穆仲熙腾的遇见飞行 都有些不 恰好对面羞的一声 有个方舟朝着屎来 急得叶浪浪只抱粗口 你个大少爷 要是再不躲开 两人都得玩完 天空一声巨响 小师妹帅气登场 不求动作 要快姿势要帅 只求天黑之前赶到宗门 因为下山之后 穷得离谱的他 想到常明宗拜师学艺 安详晚年 薛宇眼看收督大会即将结束 无奈叹气诉说 赵长老的天才弟子 恐怕招收无望 世人都知道 常明宗百年以来 每次举行比试 都稳居倒数第一 而且 待遇资源一向都跟不上 但凡有点资质的 都明智选了其他宗门 赵长老屡屡屡须 虽然挑也没得挑 可十年一次的宗门大选 总要换换新鲜血液 尽管没抱什么太大希望 但若碰碰运气 说个天赋出众的弟子 也说不定 对了 沐中西那个臭小子 还没回来吗 眼见弟子默不作声 还一直摇头 想来又是偷偷跑到 黑市不务正业 不禁冷哼一声 原本宗门就靠着几个 吊廊当的青传弟子 撑个脸面 可指望他们能赢得 明年大比第一 还不如把希望寄托在 找个好苗子上 随着天色越来越暗 赵长老正打算 带着众人打到回府 不料薛鱼突然对着天上大喊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掉下来 只听一声惨叫 瞬间两个大活人从天掉 还伴随着出了名的卧槽 原本观望的众人 正准备吃瓜 可烟雾逐渐散去 好像身影越发眼熟 失去重心的前一秒 叶浪浪迅速翻转身体 完全不出意外的帅气落地 而沐中西也凹好造型 毕竟是回门大事 怎么可以脸先着地 况且 他一向都把面子看得很重 只是两人落地的动静太过炸裂 硬生生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目中西余光偷偷扫拾一圈 显然得说点什么才能化解尴尬 于是趁着情绪高涨 大喊一声卧槽太刺激了 你看我刚才的姿势 像不像荆棘独立 叶浪浪竖起大拇指 不得不佩服他的临场发挥 要是不夸点什么 都对不起遇见飞行 搭了一场顺风车 一代长老苦于收不到得意弟子 怎料跟从天而降的奇葩 有着不解之缘 今天赵长老也是开了眼啊 十年一度的收徒大会 竟然有人敢当众砸场子 而且还是清传的不孝徒 带着打了头阵 目中西深知师傅脾气 不由地尴尬一笑 赶紧招呼着从坑里出来 赵长老气的血压飙升 指着两人的手都颤抖得不行 本以为会把宗门各大戒律 搬出来训斥一遍 不想却说了一句 修补地面的板砖 可是很贵的 叶浪浪有些看不懂 目中西勾肩搭背 觉得没必要如此客气 反正就一个大坑而已 他师傅 才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赵长老强压着 把想喷出来的脏话 都忍了会去 不想继续搭理这个胳膊肘 往外拐的糟心玩意儿 转眼深吸一口气 反问坑里的叶浪浪 不请自来 到底所谓何意 那还用说 当然是来拜师的 说话间连忙合手叩拜 已表此次前来的决心 还望您一定要慎重考虑他 绝对满肚子真诚 赵长老从没见过 如此特别的说话方式 就连初次见面 就这么令人火冒三丈 他气得掐紧人终生 怕一个白眼翻了过去 坦白来说 看着拜师早像是假的意图 气死长民中长老 才是真实目的 围观弟子 眼见如此明场面 没忍住直呼牛逼 虽说同事前来拜师学艺的人 可为什么 人家偏偏说了没几句话 就能被德高望重的长老 刮目相看 果然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想来他们争前恐后 想被记住名字的方法 实在太过频频无奇 可薛鱼对放荡不羁的性格 很是欣赏 能在报名的五千弟子当中 一眼被人熟知 想必也是个厉害人物 若是他能入了师父的眼以后 就可以小师妹相称 那就再也不用为整日里 无聊道报发愁 此前想后 就决定要做点什么 当即拍了拍师父的胳膊 暗示此人真相是个火宝 难道师父就不愿意考虑一下吗 这是哪里来的火宝 真有意思 师父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眼见赵长老眼神示意 他立马说声你好 我叫薛鱼 身份乃是长明宗清传弟子之一 这个牌子可要拿好一个月后 还要凭他进行天赋测试 看上去的确像个好人 叶朗朗没想到 原来此人就是元书中的暖男备胎 薛鱼交代东西之际 目光扫向目中西 意味深长询问你 是从哪里进来的小伯宝 呀 此话这是何一说的 人家都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你也别多想 他也是意外从黑市上偶遇 又说了想拜师学艺 就顺带路烧回来 本以为薛鱼会胡思乱想 谁知道拉到一边突然蹦出一句 你这个显眼包 他不是傻吧 确定穿着清传弟子的长袍 不会被歹人利用 才不是呢 小火宝多可爱 怎么会像你说的那样 别有所图 你这分明是自己内心阴暗 还别人想的一样阴暗 好小子真是个棒准 既然不听兄弟言 那就吃了亏 把牙打碎了 往肚子里咽 只见目中西撅着个小嘴 依赴你能把我怎么样 叶浪浪也不知 两人在说什么悄悄话 不过 刚才还是谢谢你 若不是遇见飞行从天而降 也赶不上这次的收徒大会 哼 果然不出我所料 才说没两句话 就已经开始攀关系了 叶浪浪除了头上有一缕胎毛 还算特别 浑身上下都没有能拿出来感谢的东西 那个我很穷 我没钱 我就大恩不言谢了 你可别急着走啊 反正在黑市 靠着他的人气赚了点小钱 看在你这么穷的份上 不如就把零食拿出来三七份 二八分可以接受 没想到你 居然连这么一点零食都想他 不行不行 这可是靠着生活的命根子 转眼带着哭腔 就开始哭穷求放过 就这么一点钱 至于哭哭嗖嗖 还临场发挥演个戏吗 算了他不要了 哈哈 你真的不要了 那我就不给了 毕竟画幅的纸也挺贵的 本来就是薄利多销 薛鱼彻底被雷到了 本以为作为修饰最基本的脸面 还是要的 可换作别人早就羞愧难当的事情 他居然可是做到这么不要脸 想来担心他会涂点什么 眼下真的是多虑 不愧是自带人气的叶浪浪 刚入宗门 就成了弟子议论的对象 哦 原来就是他呀 才刚上山 就把长明宗德地板 砸了一个大洞 可看样子 不过就是一个 哗众取宠的泛泛之辈 居然也能被赵长老铭记在心 面对指指点点夜浪浪 索性脸皮后到底 对 我就是哗众取宠 你们能拿我怎么样 哎呀 这人可真是脸皮后到家了 可别跟他扯上关系 不然指不定有多会气呢 哼 不搭理我最好 等他找到宗门分配的独处院子 迫不及待 想要轻点赚到的零食 可突然冒出一个不长眼的打听 你可认识沐中西 认识 不熟 你想怎样 哈哈 我就是有些好奇 清传弟子 怎么可能会和外门弟子扯上关系 对了 我叫杜纯是个见修 你呢 我叫叶翘 人送外号叶浪浪 憋死了娘没了 从小就是个孤儿 嗨嗨 这小脾气倒还挺能噎人的 呃 那个 明日有早课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也算有个照应 哦了 不就是想找个陆搭子吗 你早说啊 反正大家都是人生地不熟的两个人 总比一个人好 叶浪浪没想到 常明宗不是一般的卷 顿时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沐仲熙这家伙 说好的有馒头 可也没说要上休克呀 虽然无非就是规见练剑学见诀 可他昨夜化了一晚上的福祉 实在困得只想打瞌睡 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实操 但这些人练剑的姿势 怎么千奇百怪 不管了刚才睡觉偷懒没看剑法 现在赶紧看也还来得及 果然全身心投入就是不一样 没看几页就凭着天赋领略到了剑法精速 叶浪浪仿佛感觉 有好多小人在脑海里舞动挥剑 就像是进入了玄幻世界 妙不可言 哇 这修修的剑法也太逼真了 恍惚间锐气逼人就要划破天光 等叶浪浪回过神后才发现 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 如此无形出众 该不会是他天赋一笔吧 嘿嘿嘿 你在抽什么风 一会儿坐着发呆 又一会儿大呼小叫的 听着杜唇的调侃 叶浪浪满脑子都是刚才的小人 下意识点头又接着摇头 总觉得书里的剑法像是会了 但又没有完全学会 他自带天赋 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 可看了修炼剑法 总觉得有点懂 但又说不出哪里不懂 杜唇劝解 一定要想开点学不会也很正常 听说宗门里 有好几个大市家的旁支 咱们做人还是低调些为何 叶浪浪觉得说得挺对 若是太过出众 就受人排挤 那还不如低调做事 混吃躺平 记得干饭的食堂 就在这边 要是不积极点 都赶不上第一个楼 可安耐不住的脚步 却突然被沐仲熙叫住 还说要带着去飞尸逛逛 叶浪浪目光 全被腰间长剑吸引 听文件的材质都很可疏 就算是普通的 也重的力量 不知道你的长剑手感如何 沐仲熙的这把剑壳宝贝的 不仅在灵器上排行第三 还是师父送的剑面 要是真的有这么力 那他必须得摸一下 哪怕就一下也行 不行 这可是我的老婆剑 不能轻易给人摸呢 叶浪浪一脸坏笑呢 我能摸摸你的老婆吗 虽然话说得很不礼貌 可明摆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沐仲熙由于片刻摸吧 但是只准摸一下 本以为会很特别 可手刚触碰到剑底的那一刻 除了透心凉 总觉得没有传闻中的那么行 之所以会感觉冰凉 是因为这把剑的材质 还是千年含冰 不过老婆剑既然没有攻击 你也很知情 要在平常谁碰他 可是会被弹飞的 有什么好奇怪的 只准你管他叫老婆 就不准他喜欢上别人吧 沐仲熙被说得很吃福气 可吃包子就好好吃 非要两手都拿着包子 左边抗完抗 右边难不成 还怕我会跟你抢吗 那倒也不是就是太恶了 这话说的 确实没办法反驳 但你明明是个剑修 为什么还会画符 总不会是两道双修吧 叶浪浪吃得有些叶的荒 喝了口水 还简是说 随便画着玩的 不料画音刚落 就遭到同堂嘲笑 连正规扶书都没见过 全凭记忆瞎胡话 根本就算不上是个扶修 沐仲熙随口指了条明路 想要画符找明玄请教就好 不过他是八大世家 唯一清传的扶修 性格也高于顶级男相处 平日里 也只和三师兄的关系最好 叶浪浪记得 此人就是袁书中的反派二号 后来因为无法破镜生初心魔 最终坠入魔道成了领头的少主 不过还是对女主一见钟情 从没变过心 最后的结局 完全是命中注定 自寻恶骨 可沐仲熙自毁到心 沦为成了普通人 还不得善终 就很可惜 叶浪浪本想找个人学习画符指 可八大家的清传弟子 却是个仿派二 沐仲熙好严肃说 师兄不光一身傲气 而且还极难相处 若是有求于他 恐怕会难上加难 听闻此话 叶浪浪顿时觉得 这画符不学也罢 明知此人会坠入魔道 还是夺远点没有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 他平日在宗门里 只要能按时练剑 其余时间 就算是睡大觉 也没人会 可还没睡醒 就被杜唇的敲门生成了心法 算算日子 今天应该是两位师兄 挑选外面弟子 进入内门的时间 怪不得才大早上 就火急火燃 把人吵醒 叶浪浪虽然表面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可暗地里 又偷偷练习了一招办事 总体来说 懒人也有懒人的修炼方式 反正修真界的土纳心法 万变不离其宗 无非就是调动灵气 进入内门 成为清传弟子 可他修炼 只求能混吃躺平 别因考读不过关 被赶出宗门就好 与此同时 姗姗来迟的两人 正拼了命地往人堆积 杜唇不为别的 只为目睹一眼 传闻中手拿折扇 还看上去 火风骚的明玄师兄 叶浪浪虽然听慕重夕提起过此 可今日一见 似乎眉眼见多了几分俊敬 听着围观人群 为明玄欢呼呐喊 杜唇也跟着有点伤 他真的好帅 怪不得有很多女修都想嫁给他 叶浪浪一副看破不说破的架势 还让道友脑子清醒点 说不定万人膜拜的师兄 哪天就因为心境不稳 而走火入魔了 万人膜拜的师兄 要挑选外门弟子进入内门 可备受吹捧之时 却突然听到 弟子中有人说他心境不稳 叶浪浪原本只是小声议论 不料会被修为高的明玄有所察觉 续于看着他也来了 就迫不及待跟师兄介绍 此人就是前不久 提起把地面砸出一个大坑的隐居师妹 哦 就是那个矮个子 还长得像土豆 续于有些无奈 虽然确实不高 可师兄这样讲人家 总觉得有些不灵旺 明玄冷笑出声 就许他诅咒 日后练功会走火入魔 就不许我说他爱 本以为师弟会跟他组一战线 不想续于去一脸认真诉说 小师妹就是拿来宠的 如果师父也收个女修做清传弟子 那关系都这么清了 他一定会把修炼的东西 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明玄对此表示无感 不过很好奇 此人怎么会知道他心静不稳 于是没忍住询问 矮个子修的什么道 长老文生看去有些不紧 一向冷傲的人 怎么会突然注意起了不显眼的弟子 他平日里考核成绩算不上多好 但也差不到哪里去 值得一提的 在宗门里是出了名的爱睡觉 明玄听着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如此不上进的弟子 又怎么会知道他心静不稳这件私生 而叶浪浪并不知道 因为随口一说的话 会被人铭记于心 他此时只想着怎么溜下山 把画好的符纸卖掉 换在私房间 另一边两人挑好弟子 已经回到长明宗主封报道 可身为一宗之主 勤范范却急得来回夺步 神色哀怨 听说岳清宗那边 最近收了个极品的水系灵根 作为清传弟子 原本说是云横从凡间带回来的 可半路就被岳清宗掀下守卫墙给拐走了 你就说气人不气人 话说这几日 其他的宗门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你们这两个家门排面 能不能给老夫长长脸啊 可面对师父一番数落 徒弟两人完全听不进去 秦范范想来 虽然宗门不缺天才 但年年大笔都排不上第一 整日里 穆仲熙又跟明选不对付 动不动就要搞起个内讽 而大弟子周行云 作为众人当中 修为最高的一个 却不死不活的 仿佛下一命就要离开这个世界 一番对比下来 也只有薛瑜 还算比较正常 一宗之主 整日里哀声叹气 只因别人家的弟子 不是极品 就是极品中的极品 而他的弟子不是在内讧 就是在内讧的路上 正当秦范范在气头上发着牢骚 不知情的倒霉蛋 已经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了进来 抬头瞥见两个师兄 站在一旁默不吭声 一时没忍住 还唏嘘 今天怎么这么热 秦范范看见他就来气 你这个小兔崽子 能不能少给老夫惹点事 天天就知道 跟那个不上镜的外门弟子 往山下跑 沐仲熙被说得一脸委屈 他除了夜浪浪 也没人陪啊 师父又不是不知道 这两个狗男男 一天到晚的成双成对 而周师兄整日里神出鬼没 根本见不到人影 更别提其他的外门弟子 都忌惮他的亲传身份 就只有夜浪浪 没有半点畏惧 对谁都一副无所调位的态度 秦范范被噎得无言反驳 没想到小兔崽子还挺委屈 随即干咳两声 缓解尴尬 现在距离大笔 只剩下九个月的时间 其他宗门都开始全力以赴 而他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弟子 既然一个个都这么靠不住 那他准备再招收一个亲传弟子 你们觉得意下如何 沐仲熙双手双脚提出抗招 师父想招弟子 他没意见 但能不能招收一个女弟子 你看别人在的东门都有小师妹 就连问剑宗那群不解风情的剑修 也有小师妹 林璇不屑一笑 好一个不解风情说的 就跟你不是剑修一样 沐仲熙才不管 他就要小师妹 一直事不关己的薛宇也突然表态 是该找个小师妹 可别再找个像他一样 连大黄狗都嫌烦的人 那样一点都不可爱 沐仲熙虽然感觉被人阴阳怪气 可他却看在目标一致的份上 丝毫不起 秦范范觉得说的有些道理 毕竟他都说了四个大男人 还个个都是臭脾气 眼下也该考虑收个女弟子 还能活跃宗门里 死气沉沉的气氛 只因徒弟羡慕别人家的宗门 都有小师妹 而他们身为亲传弟子却没有 宗主一听 觉得此话有理 可眼下弟子众多 该选谁进入内门当清传好的 那还用说 当然选夜浪浪 血于不知为何总觉得 此人若是能当他们的小师妹 那宗门一定会变得热闹起来 沐仲熙表示赞同 因为他也正有此意 明玄醋了醋眉 反正小师妹都是团宠般的存在 只要你们说喜欢那他也就没意见 秦范范听后 有些惊讶 没想到三个弟子会一致认同 选一个不上镜的外门弟子 可据他所知 此人天赋并不算太高 还没有半点当羞逝的自觉 整日里除了成天摆烂睡大觉 就是没日没夜的本山下宝 沐仲熙看着师傅还在犹豫 干脆直接耍起了无赖 对 就是那个不上镜的外门弟子 反正咱们宗门的大笔 常年都排不上第一 我看今年也没什么希望 既然选谁都改变不了 那为什么不选他呢 那就草率地定下来了 秦范范本来就不抱什么太大希望 眼下若是徒弟都认可此人 那听你们的就是了 而小靴子一丢 正打算上床睡觉的夜浪浪 突然被矿矿敲门声吵的心烦 他还疑惑 明明就是一个小喽啰 怎么会突然被宗主召见 于是怀着忐忑不安的情绪 连夜拖着疲惫的身体 前往主婚参见 可山峰高耸 入云时接更是长达九百层之多 他又不会遇见飞行 只能边走边安慰 前面路那么长总有一步能走完的 不知过了多久 夜浪浪满脸困意 强撑着身子向宗帝问 不知都这么晚了 叫弟子前来所为何事 秦泛泛一看到他就有点后悔 刚才所做的决定 晚上明明是灵气最浓郁的时候 而这么宝贵的时间 他竟然好意思浪费 果然跟传闻中说的一点没错 不光不思进取 还昏庸无独 堂堂宗主上一秒还表情严肃 下一秒居然变了脸色 不光笑得一脸猥琐 还一本正经询问 想不想做老夫的清传弟子 夜浪浪原本十分困意的身躯突然一震 他怕是造了什么孽 要被选去做清传 秦泛泛看着他沉默不语 该不会是激动的话都说不出来 不过也不至于太过紧张 反正老夫的四个弟子 你都已经见过了三个 夜浪浪抬头看着沐仲西别提有多无语 说好的没事一起玩 却愣是惨当他的师兄 既然如此 那就这么定了 收拾收拾 明天赶紧搬进内院住 听闻此话 夜浪浪自知失命不可为 于是笑起来 鼻孔还难看地说着 弟子遵命 秦泛泛没想到 此人天赋虽然不高 但也总算有点礼貌 不就是荣生成了清传弟子 但也不至于感动的都快哭了 夜浪浪是有点想哭 但绝对不是被感动的 如今躺在床上 满脑子都头疼得不行 想来日后 不仅要参加明年的大币 就连平常的修炼 更是不可避免 当初听说沐仲西 总在课堂上挨打 于是还虚伪地安慰了几句 没想到风水这么快就轮流转 日后委屈得泪流满面的人 怕就是他了 当得知夜浪浪要搬去内门 整个外面的弟子都炸开了 最震惊的莫过于 一直想去却没机会 可他整日里除了吃饭就是睡觉 要是换做宁师姐成为清传 他们也不至于如此气费 这边杜淳满心欢喜 帮忙收拾行李 别说不声不响进了内门 他还有些不太习惯 可多少人都求之不得的身份 你怎么还拉胯着脸像是不太高兴 哎 他看着手里的符纸 以后应该是很少从主峰上下来 毕竟光是九百层的阶梯 睡觉的时候贴在床上 不用来回动就能帮助你修炼 杜淳满脸不幸 只是躺着不动就能长修文 若是真的有用 那他岂不是捡到宝了 叶浪浪觉得挺有用的 但对你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 可他收拾好东西 刚走出房门 突然就被锋利无比的长剑抵住脖子 一言不合便张口质问你 凭什么可以进入内门成了清传 难不成跟沐仲西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命 这怕不是叶浪浪最欠揍的一次 别人挤破了头皮 都当不上的清传弟子 而到了他这里 却根本不稀罕 话说宁师姐能别用长剑抵住人家的脖子吗 咱们有话好好说 何必拔剑了 宁琴直接懵了 我都生气得这么明显了 你怎么连一点害怕的反应都没有 只听叶浪浪轻探出声 眼神还带着一丝忧郁 大家根本不知道 我有多羡慕你事情 羡慕我什么 羡慕我当不上清传 对啊 我可太命苦了 好端端在外门讨名不香吗 莫名其妙就得登上主峰 去当什么清传弟子 宁琴只觉得 这人怕不是有毛病 跟他在这里废话 别提有多慧气 叶浪浪总算逃过 被嫉妒成了双眼的尸姐刁纳 此时 一个身穿皱皱巴巴的灰袍手 拿一朵鲜花把玩的男人 吸引到了他的注意 若是猜想的没错 此人应该就是神出鬼没的周星云 于是小心上前试探性 喊了一声大师兄 叶浪浪只听那人恩了一声 果然跟原书中写的一颖一样 周星云算是名副其实的桑系帅哥 还每天都在想去死的边缘 反复蹦打 最后遇见了万人名女主 被他救赎之后 不出意外地加入到了 女主的后宫之中 佛系的周星云 看到小师妹头上的一笔胎毛 很势不爽 果断伸出手 想把那作毛给压下去 可惹人讨厌的胎毛 依旧屹立在风中不等 还被吹得来回晃走 他心里烦躁不安 抬起颤抖的手 想再一次尝试 把那作毛给压下去 不想手刚松开 拼弹般的声音 他又跟人做对般 弹了起来 此时的周星云 已经被折磨得炸了毛 要不是叶浪浪及时制止 恐怕今天都别想上主风报道 大师兄我看 实在压不下去就算了吧 想必时候也不早了 要是再这么耽误下去 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周星云转眼将人带上主风 看见沐仲熙 随手就将叶浪浪丢下 当请甩手掌柜 麻烦快点把你喜欢的小师妹带走 恐怕我多看一眼 都想把那作毛给削掉 沐仲熙看着快步离开的身影 还没搞清楚状态 只觉得大师兄的遇见 飞行速度又变快了 叶浪浪反了半天才回过神来 转眼就被三师兄带进竹林 想让他领略一下主风的景色 话说当了长明宗的清传弟子 连收徒典礼都没有吗 没有 至少我们几个弟子都没有 叶浪浪想来 其他的中文就有 光是女主被月清宗收徒的时候 那阵仗说是声势浩大 也不为过 看着小师妹沉默不语 血域安慰应该是经费不够 所以就一切从简了 叶浪浪呜了一声 说白了就是穷背 在修仙界里 最赚钱的就是扶修和担修 想来长明宗这些弟子 本就寥寥无几 自然也比不上其他宗门有钱 血域散着步 还不忘提醒 只有两节个需要上 不过不需要太过担心 反正都会有长老在身边 若是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当然巴不得你去问长老 叶浪浪被说的 都想趴到地上哭两声 不知道造的什么涅裁 会刚逃出一个不靠谱的宗门 又转眼跳到另一个火坑 突然一阵浓郁的灵气扑面来 他差点被吹得喘不上来气 血域感觉小师妹刚开始 可能还有所不适 但只要服下顾灵丹 就会舒服许多 叶浪浪拿着一看 果然是个好东西 记得元书中要丹能稳定灵气 若是根基不稳 可以通过此物迅速打好基础 像三师兄这样的大神 用了三年的时间 也才练出了三分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作为女主的头号脑男 最后都把顾灵丹献给了明确 叶浪浪没想到 才刚当上小师妹 三师兄就愿意把三分之一的灵丹 让给了他 这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有师兄的温暖 不禁抿了抿嘴 说着你可真好呀 血鱼看着小师妹的可爱劲 喜欢得不得了 在他眼里 果然人人都有灵风 偏偏那个只知道 张口索要灵丹的目中西 就是个棒子 当叶浪浪正开心地吃着 突然看到天空中飞了人影 一时没忍住 激动大喊 有个鸟人飞得好快 可随着砰的一声 落地才发现 死人不正是目中西吗 突然从天空划过一个吊人 可把叶浪浪给惊到了 但等人落地了一看 那人不就是目中西吗 岂有此理 明轩是不是想打架 不知道把人 从那么高的地方撞下来 是会死人的 明轩面对师弟 呲牙咧嘴出口挑衅 随手掏出几张符纸 你觉得我会怕你吗 叶浪浪煞时间 只觉得气氛有些剑拔弩张 好奇师兄私底下 该不会都是这么相处 薛鱼却一脸淡定 显然已经见怪不怪 小师妹不用担心 他俩都恨不得 给彼此捅两刀 不过每次也不会 闹出什么大动静 无非等两人打一架就好 叶浪浪怎么听着 还有点小激动 真想看着师兄赶紧打起来 光是想想 都觉得很是刺激 薛鱼看着小师妹的眼神 为什么会感觉甚到慌 话说 你是不是有点开心过头了 叶浪浪突然意识到 他刚才失去了表情管理 瞬间一改脸色 变得悲痛万分 才会说得过去 面对小师妹的虚情假意 薛鱼算是全看透了 转头拉住两位师兄 可别打了 若是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就去训练场吧 那里人多热闹 这边长明宗长老光 往眼前一战 就把夜浪浪下的话都不敢说 可尽管如此 段玉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也不顾身形巨大的体格 上去就跟青传弟子打个招呼 而小菜鸡 一下子就被胡子拉叉的长老 拍倒在地 段玉人都懵了 我不就是想跟你认识一下 也不至于这么不抗揍 木仲熙也顾不上跟名玄买者 上来就让长老下手轻点 毕竟小师妹才刚入门 你可别把人家给吓跑了 夜浪浪总算听她说了一句暖心的话 也不枉费两人相识一场 段玉被说得呵呵一笑 既然这么不抗揍 那就先学学心法吧 这本踏青风可是人手一法 你的师兄都早已贯通了心领神会 若是你一个人 拖了整个宗门的后度 那她当长老的 三天两头就要查你的功课 而且别怪没把话说在前面 就算是女弟子 她也很舍得用脚踹 夜浪浪很是福气 没想到学不会还要挨揍 可长老口中说的用脚踹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姿势 为什么她会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从不吃亏的小师妹 这次却碰上了很角色 只因长老莫名就对她感兴趣 还说要三天两头查功课 夜浪浪一脸不可置信 按理说她成了小师妹 不该被团宠了 怎么才刚开始就遇到不懂 连相惜欲的巨型状态 段玉看着小身板这么不扛揍 若是犯了错 就用脚踹吧 反正对其他弟子都踹习惯了 突然来个女弟子 难免一时也改不掉 听到用脚踹 身材娇小的夜浪浪 竟有些好奇 原本以为是什么稀罕脚粉 可她很快就见识到了 什么才叫真正的粉 只见沐仲熙 看着长老殷沉的脸 就知道要挨揍 此时段玉的眼神变得更加凶狠 不自觉的脚 就朝着屁股狠狠踹去 原本目中心挨打习惯 本就不想多嘴 可当着小师妹的面 长老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下一刻 目光凶狠的段玉眼里 更加透着杀气 朝着小兔崽子的屁股 就矿矿踹了几脚 夜浪浪看到这一幕脸都下掠了 这下子 总算见识到什么叫做人 话不多 她虽然很喜欢摆烂 可最讨厌被人踹屁股 于是为了逃过这一劫 在今后的三天时间 她拼了命 把长老交代的所有东西 都一一学会 夜浪浪总算意识到 临时抱佛脚 也不是全没卵 毕竟学会了踏青峰这本心法 在被长老追着打的时候 还能闪躲得快 沐仲西显然已经被踹得都习惯了 她甚至 还能一边跑一边拉小师妹 夜浪浪还是头一次这么忐忑不安 因为两人一前一后 明知稍作休息 就被狂踹屁股 所以 谁都不敢停下脚步 只能拼了命地往前冲 入了宗门之后 夜浪浪却没高兴过一天 整日里不是被长老怒骂 就是差点被痛扁一顿 还踹了屁股 而身为扶修 不用经历这种糟心事的明玄心理 别提有多庆幸 甚至还在他们被长老疯狂追赶的时候 忍不住幸灾乐祸说上两句 这么一看 小师妹果然是个矮个子 难道家里人是舍不得给你口饭吃吗 本身就是毒蛇的夜浪浪呢 受得了 被人这么嘲笑 想来成天不是被追着踹 就是被欠揍的二师兄吐槽 这闹心的清传弟子 他是一天都不想当了 但说归说闹归闹 夜浪浪强压着火大的脾气 只劝自己能想开点 当刻苦修炼两个月后 他本以为糟心的日子能够得好点 可为什么 每次上心法科长老 都会让他站出来回答问题 但顾得不承认 自从有了断育折磨人的修炼 外家主风本就浓郁的灵气加持 他居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就从炼器五层达到了惊人的九层 看着唯一的女弟子 上课又不专心 一向不讲情面的长老 就让他赶紧回答刚才的问题 夜浪浪心态崩了 想来不就是在收徒当天顶撞了几句 也不至于每次都对人刻意刁难 还说什么答不上来 就要受罚去扫藏书阁 正在他支支吾吾答不上来之间 忽然发现明璇都困得在打哈欠 既然先前被嘲讽的那么惨眼下 所些缺德事儿也算是对方活该 于是 秉着想坑二师兄的心态 转头报告长老明璇说 这替他会 是吗 既然你这么想表现 那就站出来给小师妹立个榜样 明璇一脸猛逼看着眼前的罪魁祸首 目光错愕之际 像是在表态 你怎么没事的 成为亲传弟子的小师妹 不受宠就算了还天天被二师兄欺负 叶浪浪在面对长老提出夺命连环论 他果断决定坑师兄一步 当听闻一向冷傲的明璇 竟抢着要表现 那为师就给你一个出尽风头的机会 听闻此话 明璇满脸愕然 可罪魁祸首却表现得格外乖气 叶浪浪眼见师兄瞪大了眼 全是怒气 可他却说你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反正师兄就是拿来吼的 谁让你叫人家矮个子 还说长得像土豆 说实在的 面对长老冷福丁提问 明璇也是一脸猛逼的站起来 又一脸猛逼的走心 不出意外的被训斥了一顿 可作死一时爽 一直作死一直爽 叶浪浪一上新法课 眼皮就开始忍不住打架 明璇眼看着昏昏欲睡的小师妹 这报仇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于是趁机不备 他在耳边小声说了一句下课 叶浪浪对啥都提不起兴趣 唯独对干饭情有无忠 一听下课了 瞬间从桌子上 跳起着急忙慌 就要跑去干饭 明璇看着小师妹 磕在骨子里的生物闹钟 急忙拉着胳膊声 怕人还没跑出门 就会被长老拍死 果不其然 此时的长老已经低气压 浑身颤抖 血鱼跟目中西 看着被甩在一边的桌子 猛逼得不能再努逼 不想叶浪浪 还沉浸在干饭之中 无法自拔 不得不说 他的条件反射弧 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原本强压情绪的长老 还在等他低头认错 可看着丝毫不为所动的弟子 直接被弃得血压飙升 怎么 你突然踹翻桌子跳起来 是对我的授壳方式不满意 所以想站起来 扭两下注注心 明璇看着小师妹的表情 好像很紧张 只不过天理 朝朝只怪他报应不说 不料上一秒 还偷着乐的明璇 下一秒就被当众抓包 一声怒斥 就让两个棒锤都滚出去 打扫藏书阁 明璇突然一愣 天真的眼睛 写满了关我啥事 可看着小师妹欠缓的表情 她被隔音的笑容瞬间消失 听到有人做伴夜浪浪 倒是一脸哭笑 我的好师兄 你看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自从明璇遇到小师妹之后 不是在背坑 就是在背坑的路上 她明明可以清闲享受生活 却偏偏被连累的一起受负 当藏书阁的预管室 看见老熟人来了 也是丝毫不客气 反正你都知道 工具放在哪里 自觉地拿着扫把去干活吧 夜浪浪一脸生无可恋 自从上了新法课后 她的脸在藏书阁都混熟了 可凭什么同样是过来受罚的二师兄 却可以悠闲自在地坐在那里看书 于是生着闷气 有意无意扫到脚下 麻烦你挪挪脚行骂 没看见人家 再扫 明璇忍着气 默默挪开脚 反正别人生气他不气 气出病癌 没人替 可我是长明宗唯一的扶修弟子 又是你的二师兄 矮个子 怎么连最基本的尊重人都学不会 哦 你可真厉害 明璇有被冒犯到 看着小师妹敷衍又百难的心 目光直视之际 像是闪着火花带闪电 谁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找着 就摆明了 要跟人作对 不料预管是突然出现 既然两人这么闲 那就把你们扫过完藏书阁 不许吃饭 夜浪浪不满的发泄情绪 甩手就把扫帚扔到一边 总之 这不过得谁爱扫谁扫 反正他是不扫的 明璇顿时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不作妖了 话说 现在都过去了一个小时 你饿吗 反正我饿 被师兄这么一说 夜浪浪好像也饿 那怎么办 不如我们快点扫完去吃饭 夜浪浪表示同意 拿起扫帚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 预管是看着行动起来的两人 也算没白费他的一番口心 至少他们达成了共识 以后总不至于三天两头 跑到藏书阁授法 可没想到 小兔崽子伯还没干完 趁其不备 就想偷偷溜走 预管是 看着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剩的棒嘴 不禁对旁边角落里站着的人 询问这个小丫头 真的是你说的好苗子吗 听说二师兄不好相处 可夜浪浪却偏不幸 只因在他的认知里 就没有降服不了的人 当预管是数落弟子 是个不成器的棒嘴 段玉竟当面反驳 他看人的眼光不会太差 就凭夜浪浪记忆力超强 谈成过目不忘 就是修仙界里 难得一遇的好苗子 预管是则认为 只知道睡觉干饭的本性 正是修炼成才道路上的绊脚石 话虽如此 可像踏清风这样难学的心法 就算饶有天赋的沐仲西 也足足花了十多天才学会 而那个家伙 居然在短短的三天之内 已经学得熟悉于心 坦白说 他不止一次向赵长老提议 让伐夜浪浪打扫藏书阁的时候 拂促着多看凯书 可他倒好 必是金长嫂 但活一干完 转头就跑 若是再这样下去 如此可贵的天赋 岂不是白白浪费了 预管是不语 如果此人真的像你说 有过目不忘的文明 那怎么在外门考试的时候 还会那般平平无奇 话说至此 断育也有些费劲 难不成他一向 没看错过人的眼光 也会出现偏差 又或许只是此人运气好 转眼吃饱饭的夜浪浪 干劲十足 想来只差两层 就能每次回去睡觉了 明轩余光一瞥 也不知道怎么会遇上这么的玩意 别人在的小师妹 没吃两口就说饱了 可他接连吃了五个馒头才说 刚刚好 夜浪浪让少说点废话 要知道 吃饱饭肉嘟嘟的女孩子 才显得最可爱 你有嘴碎吐槽的功夫 受罚的两层楼都打扫完了 等到两人上楼一看 不得不说藏书阁的名号 不是白起 光是随手拿出其中一本 都是个稀罕心脏 明轩脸上露出一副 没见过世面的嫌弃 据说这里的每本书 都是从师祖那一辈流传下来 可谓是修仙界里 难得一遇的孤本 而且只有宗门里的清传弟子 才能进入此地 单凭外门的身份 根本没有资格踏入一步 这话说的 不禁勾起了夜浪浪的好奇心 不知书上的浴火符 是怎么画的 看上去好像还挺值钱 明轩一阵狐疑你一个 没有实力的剑修 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难不成准备改行做符修了 谁知话刚说完 夜浪浪就开吹捧彩红屁 虽然他是个剑修 但对天才二师兄 似乎有种特别的好感 尤其在睡觉的时候 总会幻想你画符纸的样子 一定很帅 面对小师妹 突然投来仰慕的神色 明轩表面显得毫无波澜 可内心早都已经乐开了花 光是晚上幻想 怎么能有现场发挥的样子帅 说着就要展露一首 小师妹 你可看好 为兄画符的样子 可是很迷人的 受人崇拜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明轩已经试过 虽然过程中很爽 可结果很惨 当他被小师妹迷之操作 吹捧得分不清西北 一时兴起 迅速在宣纸上 提笔写出了御服 叶浪浪连忙鼓掌都没停过 表面夸在二师兄 可真厉害 我都以你为傲呢 实则暗地里 一笔一话都记了下来 要不是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还真记不住 如此狂野的笔法 明轩的一集了 看在小师妹 这么崇拜他的份上 若是态度能再热情点 说不定他愿意 交个一心半点 多谢师兄好意 不过应该不需要了 叶浪浪说话间 看似有意无意 实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仅凭几句话 就将不好相处的人 骗得连裤衩子都不省 想来全宗门 恐怕也只有他能做的 转眼叶浪浪 就把御伙服模仿得七七八八 虽然灵气低微 可燃气得微弱的火苗 也是奇迹般的存在 明轩看着悠悠火光 在小师妹指尖游走 没想到业余的家伙 竟然只试了一次就成功了 叶浪浪激动不已 努力运转灵力 让火苗在符纸上转动表演 脸上还露出卖弄的清澈眼神 像急了在等着被夸赞的小可爱 看着小师妹玩得正开心 原本明轩也并没有在意 可随着火苗越转越快 她才惊慌阻止 继续转下去 是会出事的 叶浪浪听着一声怒吼 被吓得心惊肉跳 可此时才知道 后悔已经为时太悪 只见转着转着火苗 就不受控制般飞了出去 随着羞羞几声 整个藏出阁 才避免一场悲剧发生 这边两人才刚闯口气 那边御管师就闻声赶来 看到眼前满地狼藉 一拾气的胡子都翘了起来 真是棒锤中的棒锤 居然敢在藏书隔完火 难不成 还想把师祖留下来的遗迹 都烧没了才买 你俩要是真的对老夫有意见 大可当真面明说 无必在这里营火自焚地搞事情 明轩被骂得有些心虚弟子 怎么敢呢 烈浪浪作为罪魁祸首 也唯唯诺诺弟子不敢 御管师都气笑了 说了不敢 还把书都烧成了炸 那要是赶了 岂不就要反了天了 对于这件事情 叶浪浪表示非常抱歉 抱歉有个毛用 你看看至少十几本遗迹 都被烧得破烂不堪 你知不知道此时 老夫的心都在底细 这可都是唯一的古本了 叶浪浪良心不安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听闻如此贵重的物品 都会有留影时记录 故知可否拿出来一用 御管师气的都想翻白眼 你要留影时能有什么用 更何况那东西不仅贼贵 而且还只能看一次 谁能保证 看一眼 就能把所有古本都复原出来 叶浪浪说他能 反正破罐子破摔长老 若是信得过他 就将留影时交出来 弟子肯定能一字不落地 抄录下来 只因他想学鬼话 扶正点钱花 不料玩火自焚 还烧了藏书阁 正当叶浪浪想补救之际 却被突然赶来的御管师 改个正着 此时的气氛 显得十分尴尬 作为帮凶之一的明璇 也陷入了沉默 他偷瞄了御管师 正在吹胡子瞪你 不如就把刘影时拿出来 好让他能将功补过 一时间 所有人的视线 都会聚在叶浪浪身上 明璇心想他没事吧 御管师看着态度还算诚恨 但你真的能把烧毁的遗迹 全都抄录下来 叶浪浪连连点头诉说他可以 只希望刚才玩火烧出的意外 你能大人不计想不过 御管师冷哼一声 早就提醒过你 整日里嬉皮笑脸 没个正行 迟早要闯过 这下好了 连尸祖的遗迹都给烧了 若是老夫拿出了刘影时 你却做不到的话 就等着被宗门长老批斗了 叶浪浪委屈巴巴接过东西 虽然错是他闯的 但怎么挨骂的 就只有我一个 不想下一秒 御管师看到沉默 不语装无辜的明璇 就气不打一出来 当即羞愤转身 让两人一起去近地发钞 发得错的小兔崽子 一个都别想跑 本以为能躲过一劫的明璇 看来是想多了 但小师妹遇事 是真上的精神 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御管师屡屡屡须 回想起刚才那家伙 一脸认真的表情 该不会真的像口中所说 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转眼消息 就传到了断玉耳中 听说了吗 那个小师妹又作妖了 还把藏树阁的孤本给烧了 可看着毫无反应的周行云 你倒是说句话 听说他还是跟明璇一起烧的 你就说厉害吧 周行云端着茶杯 看着对方几眉弄眼 叙述叶浪浪的所有恶行 别说这个沙雕小师妹 虽然人不在外 云游四海 但做出的传奇事迹 很怕早已传遍了整个修真剑 光是火烧藏书阁 短短几刻钟时间 就已经传遍了 长明中的各门各户 断玉眉头紧皱 这家伙第一次登门入宗 便将地面砸了个大坑 眼下又干出这种缺的事 可真乃神人意 周行云面无表情陷入深思 所以 长老到底是收了个小师妹 还是招了个祸害回来 能左腰的小师妹 一言不合 就被流放到后山境的受讽 没想到在里面 还偶遇到了同命相连的三师兄 此时叶浪浪并不知道 火烧藏书阁的英勇事迹 已经在长明中里出了名 还自顾自走在通往 禁地领伐的路上 当他踏入山林水秀 沉淀着神秘古运的风水宝地 不得不说 若是在这里修炼 恐怕是个难得一遇的灵气圣地 明璇好像不止一次 在他脸上 看到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告知此处 乃是祖师爷的非生之地 据说还遗留了不少宝物 所以才因此被列为禁地 当然在修真界里 危急和机遇 一向都是病情 叶浪浪一听 都不敢过多幻想 他只是来这里抄个书 还不至于冲昏头脑 再寻个宝 当两人来到禁地里的石壁之处 发现已经有人抢先站了一个位子 等他定睛一看 此人不正是几天没见的三师兄吗 原来是跑到这受罚了 薛鱼尽管知道 此地乃是青传弟子 专属面必思过之地 若是犯了一般的过错 是进不来的 可还是热情招呼着 没想到你俩难兄难妹也进来 叶浪浪一点都笑不出来 或是兄的红服小师妹 我把藏书阁烧了 薛鱼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也跟着一零哭响 转头看向明璇用手指的询问 那他呢 我俩一起烧得厉害吧 薛鱼听后再也不淡定 这俩一个比一个能搞事情 要是牵扯在一起 还得把人给逼放 他缓了半天才强装镇定 你俩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难不成何管事的有仇 叶浪浪思前想后 也没找到能说的出口的理 于是选择正面回答问题 深仇大恨倒是也没有 完全就是怕玩火自焚 自找的 薛鱼听到他承认在藏书阁玩火 才会被罚到这里 也确实活该 可不得不说 小师妹的做事风格是真的有 这个宗门是怎么了 居然进出些丧心病狂的弟子 不是把物以细为贵的金书烧了 弟子独岛了 原本明璇还好奇询问老三 你是怎么被罚禁地的 可听闻做出如此呼呼人的缺德事 也真有你 叶浪浪为了身心健康 还是决定不跟这个疯子搭话 赶紧抄写经书为好 明璇也是这么认为 反正从百草原到三位书 她已经被罚得习惯了 被迫营业的叶浪浪 就算不为了别人 权威自己早日出去 也只能拿出流影实干起大事 果然全神贯注幻想在神石世界 就没有她记不住的钻 只是过目不忘的本领 虽然很强 可上千页的一记 全凭手抄也是没谁了 血鱼在旁边哪里 见到过这么叹为观止的场面 可小师妹鬼话服的样子 到底是在干什么 明璇眼见奇迹的一幕 就发生在眼前 果然小师妹过目不忘的本领 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不过 无论她抄书再怎么厉害 都是罪有因德暴灵不爽 谁让金书被她烧了 为了平息此事 不得不在御管事面前 答应将一记抄写的一字不落 这话让血鱼听得很不爽 不用想此事 也二哥脱不了关系 不然好端端的你 怎么也出现在这里 叶浪浪落笔有劲 只要抄不死 就往死里抄 可时间都过了这么久 她实在头晕目眩 手指发麻的不想动 明璇怎么可能轻易 放过小师妹 这要是半途而废 刚才的努力 岂不是全白瞎了 实在不幸为凶 给你捏捏胳膊揉揭 无论如何 你可一定要撑下去 叶浪浪小手一伸 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能不能轻易放弃 你俩快点扶震起来 震还能抄 可她刚说出口的话 才坚持了半个小时就打脸 无论如何 震都不抄了 赶紧让震死了算了 明璇急了 只要小师妹撂挑子不干 那她肯定得为这件货事 背锅跑不了了 实在不行 让老二把练出来的丹药 全都拿出来补身体 你也一定要挺过这一关 叶浪浪好感动啊 抬手抹了抹灵气 后费流出来的鼻息 听你一番话 震觉得又行吗 身为丹修的三师兄 靠着同门弟子 以绅士药才换来的小药丸 竟被人送外号 叶浪浪的小师妹 给吃得渣都不上 可吃着吃着 她怎么觉得浑身抖擞这种感觉 就像是要成功破镜 明璇听着无心之言惊的 拿扇子的手都在颤 是个人都知道 同极破镜乃是极难突破的可 可你话说的这么随意 很容易招来同门极度的 血鱼陷入深思 有没有可能 小师妹是超数魔症 才会靠着鬼话 可单修要依靠炼丹 剑修要依靠炼剑 她一个剑修化了几个灵符 竟然也能突破修为 明璇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小师妹是个修炼奇才 可她明显两道双修 又有着超乎常人的领悟努力 叶浪浪闭眼吸气 感受着神识之间的灵气游 看来她被罚到禁地超书 也不全是一件坏事 至少一边靠着吃药 一边维持体力 再加上一剂服务加持 确实因此 过宽了原本寥寥无几的诗海 两日后 玉管是暗示跑到后山禁地查探情况 没想到男如登天的事情 还真被这家伙做到了 好在将功补过他满意的笑容 只是其他无关紧要的人 可以先行离开 唯独你这个纵火主谋 要单独留下 叶浪浪看着没良心的师兄 跑得一个比一个快 真是玻璃琴声说碎就碎 你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还不快点跟上老师的脚过 上了藏处阁三楼 玉管是像在翻掌极为重要的东西 当拿出破旧残卷的那一刻 叶浪浪就知道 还没恢复好的体力 又得过度消耗 玉管是开口直奔主题 既然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不如帮个忙怎么样 看着泛黄的纸叶又脆又薄 不禁嘴角一抽 他实在不想抄了 若真有这个功夫 回去睡觉 难道不香吗 玉管是当然知道 对付捣蛋鬼 根根不能按常理出牌 你看这卷残卷 已经存留了数百年 上面不仅记录了上古单方 更是师爷留给后辈学习的一番心血 难道身为长民宗弟子一员 你真的对于此事 能无动于衷吗 叶浪浪满脸拒绝抄写一记 都已经够累的 更何况还是上古残卷 此物一旦打开 就连祖师炼丹时的场景 也能映入眼影 可正因如此 才会极其耗费灵力 搞不好他的十海都得被炸干 玉管是听出言外之意 所以你想怎么样 好说好说 想要他抄写残卷 那得是另外的价钱 长民宗的祖师爷 要是知道他人都死了百年 以后还会被弟子挥探神识 估计打死都不愿说出 半点有失身份的 当玉管是亲眼见证 弟子过目不忘的本领 不是空有虚名 于是百般讨好 想让他凭着真本事 复原残卷 叶浪浪看透了 用人在前不用人在后的嘴脸 干脆把话 抄明了说超书可以 但他的睡眠时间 可是很宝贵 玉管是老脸一黑 难得对这家伙刮目相看 可他现在却连半点 宗门情面都不讲 明知道长命中 都穷得揭不开锅了 怎么能好意思要钱呢 实在不行 身为管事 兼职炼丹阁负责人的舞 送给你一瓶丹药 叶浪浪一听 就觉得划过来 才给一瓶丹药 还不够他补充耗费的灵力 更别提另外 对睡眠时间的补偿啊 看着一身反骨的家伙 说走就走 玉管是咬牙 忍着痛在家两瓶最多 你小小年纪 做人可要是好歹 叶浪浪伸了身懒腰 怎么突然困得不行 与其在这里浪费时间 还不如早点回房间 睡觉算 玉管事急了 连忙揪住辫子 你别走呀 实在不行 咱再商量商量 看着对方面目表情 他干脆准了小兔仔 放荡你了 只要老夫交代你的残卷 能够按时补全 那炼丹阁的灵丹妙药 随你可挑 叶浪浪想来 铁公鸡也是出了大手笔 这才笑嘻嘻表示成交 你要能早这么爽快 说不定他早就完成任务 回去睡觉了 虽然成功把对方说服了 可遇管事 怎么总有种别人摆布的感觉 而且还觉得 一切顺理成章里外 说不出那里出了问题 叶浪浪拿着上股残卷 脆弱的外表下 使得他也不敢轻易展开 若东西还没开始 超旧残的吊渣了 那就真的得不偿失 思前想后片刻 还是觉得 用神识窥探的方式最为稳定 转眼陌生 也不完全陌生的画面 映入眼帘 虽然跟如今的藏书阁 差别不大 可处处都显得寒酸不堪 更是跟别人家华丽的宗门外表 没法相比 等他走近 一看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头 坐在炼丹炉前 嘴里还一直絮絮叨叨说些什么 哎 老夫的配方放进去几个了 怎么宁幽花还拿在手里 随着噼里啪啦的火声传来 长明宗的祖师爷又开始暴力 真是气死老夫了 宗门里的狗都快饿死了 他还不得不坐在这里炼丹 等有一天他有钱了 还不如早点回家养猪 还能吃狗猪肉 叶浪浪没想到 长明宗的祖师爷 竟是个不在乎外表 只在乎内在还挺有想法的老头子 要不是条件不允许 他倒觉得归隐山林养娘老母猪 也没什么不好 可祖师爷抱怨归抱怨手里的动作 是一刻都没闲着 只见不到半盏茶的功夫 就将一炉子丹药练化的金光闪闪斜呢 叶浪浪用神识窥探完后 只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要是现在不开始提笔抄袭 恐怕再过一会儿 刚才的画面 就晃得他头晕目眩 倒递不起 浴馆饰演都瞪直了 没想到这家伙办起正事 还挺靠谱 没多久 便将残卷补血的整整齐齐 话说都流鼻血了 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 可别晕倒在藏书阁 竟给老夫添麻烦 叶浪浪伸手接过钥匙 还顺带手扶用了薛鱼送的大门 这幸福简直来的 不要太突然回房睡觉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眼下抓紧时间 跑到炼丹阁好羊毛 才是正经事 本应该人见人爱的小师妹 如今却成了 封批诚信的鬼剑筹 这边才刚弄来炼丹阁的钥匙 就打算悄悄潜入房中大捞一顿 可只知道吃得夜浪浪 知道哪里的东西最好吃 却偏偏对炼丹制药了解的不多 思索了好一阵 猛然将主意打在了三师兄身上 既然他不懂 但他可以找懂的人帮忙 反正多少给点好处 像这种送上门的好事 应该没人会拒绝的 于是 血鱼瞅见鼻子上 还有血迹的小师妹都被吓了一跳 突然登门拜访不知道的他 还以为大半夜的看见鬼了 平日里 明明睡觉最积极的人 今日怎么变得如此反常 夜浪浪听后 满不在乎 擦了他鼻血 手里还嘚瑟地转着钥匙圈 狱管是说了 为了感谢他超出功不可没 勉强英语进入炼丹阁 只要是他看上的丹药 都可以随便拿 可眼下吃了不识货的亏 只要三师兄愿意指点一二 那得来的好东西 咱俩可以平半步 血鱼没忍住嘴角一抽 小师妹居然能在铁公鸡身上拔毛 可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既然盛情难却那为兄 岂能扫了一番美意 不过他负责带路 狠狠载一笔的同时 也不能亏待他 夜浪浪自然说到做到 转眼愉快的决定后 两人撒腿跑到练丹阁 还专挑跪的 尤其能捕灵七致伤口的丹药 更是拿到手软 没想到满载而归的三师兄 还真挺识货 果然选择带你出来 是个最明智的决定 看着一路哼着小曲悠闲离去的身影 站在门后的丹丰丰主 都快气得吹胡子瞪眼了 要不是看在他们有钥匙 又是清传弟子的份上 肯定一脚 把两个贪得无厌的小兔崽子 踢出门去 见前眼开的小师妹 吃着馒头还站不住嘴 一听到炼丹能赚钱 就被诱惑到手里的馒头都不香了 这边督促小师妹修炼的薛鱼 刚开始还疑惑 好端端的房间 怎么贴得乱七八糟 可待了一会儿 居然发现 看似平平无奇的福祉 居然能将灵气聚集 跟后山禁地的相提并论 叶浪浪还不想暴露 他底子并不停 又偷偷与睡懒觉 实则躲在房间努力的另一 无奈面对三师兄的疑问 只能有意无意地敷衍着 薛鱼看着不思进取的小师妹 有些担忧 如果现在不倾家苦练 那等到半年之后的棕门大笔 可该怎么办 难不成站到台上说 你不行 让他们手下多留点气 叶浪浪点头回应 虽然他也很想做师父眼中的得意弟子 但生物中却在告诉他 应该上床睡觉 看着小师妹掀开被子说睡就睡的架势 屈于也是恨铁不成钢 难道刚才苦口婆心说了那么久 居然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 他本想把人叫起来 再啰嗦两句 可听着呼噜声都传出来了 还是拾去的赶紧离开 可别扰了小师妹的好梦 转眼到了干饭时间 就属叶浪浪最为积极 难得今天跑得快抢了四个馒头 应该能吃得满意地打个宝 突然耳后传来嘀嘀咕咕的声音 被他听得清清楚楚 听闻那个不干正经事的小师妹 跑到单峰 搜刮了好多值钱的东西 而且还得到了预管室本人的亲自允许 若咱们也有那个富贵命就好了 只可惜 凡事都得靠自己 叶浪浪本来听到这里 还算一切正常 可忽然听到 有一个人刚刚练好了两颗药丹 如果能趁着师兄不备 偷偷溜下山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到时候 大鱼大肉全都有谁 还坐在这里肯馒头呀 叶浪浪听后 整个人激动地原地跳起 凑上钱本不该偷听两位道友说话 可你们刚才说 成为单修 只要好好练丹 就能挣到好多钱 是真的吗 只见两人点头回应 理论上可以这么说 但凡事都要分个品级 只要修为达到一定高度 便能轻而易举地练出回灵丹 那东西可老值钱了 叶浪浪想来 所有人都知道剑修球 那他为什么不偷偷试着 练出丹药拿到山下去卖呢 原本剑前眼开两道双修的小师妹 已经离了大步 不料刚从口中听说 练丹能赚大钱 又急着跃跃欲试 敢问道友能告诉一个丹炉 大概卖多少钱吗 我也好看看 口袋里的预算够不够 只听那人回答 也不怎么贵吧 反正我们买不起 小师妹若实在想买 准备一万颗上品零食 应该能买个差不多的 叶浪浪一下子愣住了 嘴巴也进得合不拢嘴 就算把他所有的家里 都拿出来 也凑不出来啊 但只要是他下定决心 想做的事 就没有做不成的 实在不行 就去找管饭的大爷 要搞大锅 反正怎么练 拿什么练不都能练 转眼叶浪浪准备好的大铁锅 已经烧得咕咚冒泡 没想到无意间 在藏书阁看到的上谷单方 竟然这么快就派上用场 只是他练剑画符 都是一个半点 不知道突发奇想 能不能练出个杰作 拿出去卖钱 看着伙食越烧越旺 叶浪浪迫不及待 把搜刮到手的灵草 一补脑全都放了进去 眼下也分不清顺序 哪个应该先放 哪个需要后放 反正都是难得一件的好东西 只要丢进去 要笑应该都差不多吧 而且 学着祖师爷练单手法 再加上补单方跟着照做 相信 最后练出来的东西 应该也会大差不差 没过多久 整个练单的环节 即将进入尾声 正当叶浪浪施展单印的时候 却突然提醒 需要给整体味道定的香药 看着五花八门的标注这玩意儿 它也是第一次见 与其拿不定主意左右为难 不如达破常规 选择一个自己最了解的螺丝粉香 可满怀期待 掀开锅盖映入眼灵的单药 怎么跟预想的不太一样 按理说 就凭刚才放进去的灵草 至少能练出来九颗好东西 但现在好像九九归一 变成了一大坨 叶浪浪猛然愣神 尽管有些大失所望 但好在算不上光滑饱满 至少能看出来 是个圆不溜秋 还好大一颗的无敌灵丹 只见他盯着十里飘香 还黑屈屈的东西 实在下不去走 不如就把这个营养过剩的宝贝拿去 让擅长炼丹的三师兄 试一下口感如何 别人都是用丹炉炼丹 可到了小师妹这里 却用铁锅大乱炖 而九九归一无敌灵丹一经问世 他就迫不及待 想找人试担 此时还在传授炼丹经验的薛鱼 还没意识到 封批小师妹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正自顾自以身是法 告知弟子炼丹当中 最忌讳心态不明 只有心平气和 才能避免过程当中失败的可能 从而炼出品级超高的稀有灵丹 正当那门弟子 对三师兄膜拜的一拜徒弟 非要尝试一下炼丹的滋味 手拿无敌灵丹的夜浪浪 突然一脸坏笑 踹门而入 血雨原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当第一眼看到飞蛆蛆的灵丹 还在疑惑 小师妹捧了一坨什么东西 可臭味迅速扩散的速度 瞬间熏着她 有点措手不及 三师兄 你怕什么啊 这可是费精力气倒过了好一阵 才练出的东西 她明明挑的专属螺丝粉 口味十里飘香 怎么看你的样子 像是不太喜欢呢 看着臭疯疯的东西 一直在眼前晃你 血雨直接让小师妹 把令人作呜的东西拿远点 难道你没听到这一坨东西 都把大家熏得嗷嗷叫唤吗 夜浪浪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 直接炸崩了 愣在原地发呆的悲催熏鱼 直接一秒被崩成了爆炸 没想到小师妹练的得意之作 竟会有如此够量 难不称你还想自学成词吗 夜浪浪显得有些茫然无措 她对三师兄的遭遇 实在非常抱歉 可你就尝一口吧 说不定真的很好吃 血雨愁眉不展 根本就不想搭理 竟会过活人的小师妹 想她练丹这么多年 虽然被炸过很多次 但这么好的炉子 还是第一次被熏炸 练丹着了魔的夜浪浪 一时兴起 练了个螺丝粉口味 本以为练丹别有风味 却被长老嫌弃 跟公然拉是有什么区别 其实她本来不想笑的 可一看到三师兄形象全无的损样 实在憋得没忍住 不禁边笑 便用手拍了拍炸毛的头发 这坨练丹虽然看起来丑了点 但浓缩了大把灵草精华 看在小师妹的面子上 三师兄你就吃一口吧 血雨满脸拒绝 实在找不出什么词 来形容又臭又难看的东西 让不下之时 忽然砰个一声 房门被白胡子长老一脚踹开 抬手便指着鼻子破口大骂 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的棒锤 竟然敢在课堂上公然拉屎 老夫之前就觉得 众位清传弟子当中 就属你最不误正念 可没想到 才过了几天没被责罚 就已经疲养到了如此病 看着一本正经 不问缘由便责怪人的长老 夜浪浪默默抱着灵丹 麻烦你不爱可以 但请别伤害弟子的幼小心灵嘛 怎么说 都是他大费周章 参照上古单方练出来的宝贝 而你身为宗门长辈 怎么能说出如此不文明的话呢 此时的气氛 一时难以用言语形容 当长老意识到 小兔崽子 拿大铁锅练出的臭东西 拿了长明宗的招牌 直接挥动着双手语气不善 赶紧带着你的宝贝 从这间屋子滚出去 恐怕再多待一秒 老夫就得去见祖师爷了 这恐怕是夜浪浪 有史以来 受过最憋屈的一种气 临走之时 还不忘将灵丹一分为二 嘱咐三师兄 就算可怜他 也要将东西吃下 给个平价 血鱼看着头也不回的小师妹 陷入了两难之地 若是不吃 恐怕会含了这家伙的心 可要是吃了 恐怕会恶心一辈子 还得留下摆脱不掉的阴影 爱搞事情的小师妹 拿着十里喷香的灵丹 都快哭了 因为她跑遍了整个长明宗 也没愿意吃一口 而血鱼本以为 整日里沉迷恋丹 传授经验 就能摆脱某些人的魔者 可经过丹炉被炸毁一室 彻底看清了 无论怎么躲 都逃不过被祸祸的事实 正在郁闷之际 一路哼着小曲的慕仲熙 出现在了眼前 或许是血鱼不愿面对 一下子变得脑袋 领光了 尽管知道 残害同门 是一件十分令人可耻的事情 但要么被熏死 要么被师弟打死 相比之下 还是果断选择了后者 慕仲熙看着三师兄在干嘛呢 怎么一直都在来回搓手 赶紧过来 小师妹练了几颗宝贝 我偷偷摸摸分泥点 一听到有宝贝天真的慕仲熙 跑的你谁都积极 可怎么刚才听说是小师妹练的 那玩意儿能吃吗 只可惜 还是反应迟了一步 还没等他出言拒绝 已经被不怀好意的薛鱼 将灵丹塞入嘴中 面对突如其来下的黑手 都把慕仲熙折磨出了一脸补像 只觉得 嗓子好像被一坨东西堵住了 而且还臭臭 煞时间 他被噎得喘不上起来 还是来回更搭着跳 但用手抠 才口吐彩虹全吐了出来 薛鱼眼泛红光看到这个结果 他也就放心了 转眼扭头就跑 不然多待一秒 都得被打成六亲不认 转眼在明玄的院子里 夜浪浪手拿了另一半灵丹 又把目光盯上了二师兄 你别看这个宝贝味道独特 可据说有增强灵气的功效 若是现在肯吃上一口 恐怕不用修炼体内的灵气 就能被增强两倍 明玄还以为 薛鱼练出了什么毒化武器 想要借着小师妹的手来霍霍他 直接满脸抗拒的不留欲力 果断拒绝 夜浪浪听着二师兄的无情发言 真的很想哭 连忙解释 这是小师妹亲手为你练的 要不是怕师兄整日画幅 神识透支过度 他才不会被拒绝的这般委屈 明玄一听立马画风突变 想要出演补救 也难怪这个灵丹的造型 会如此奇特 光是薛鱼那家伙 肯定练不出这么大的东西 夜浪浪这才嘴角一笑 脸哄带骗 让二师兄浅尝了一笔 不料 一股难以下咽的臭味直冲天灵干 明玄怎么都没想到 会在有幸之年 吃到了如此倒胃口的东西 专爱坑人的小师妹 看着师兄都换上了青传长袍 虽然骚礼骚气 能迷倒万千少女 可他就是开心不起来 这边那门长老 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而争论的话题是 怎么样才能让炸了炼丹炉的 小兔崽子安分 段宇认为这家伙只是太过贪玩 不如打着下山历练的借口 让几个师兄带着他进入秘境里 掌掌见识 身边满腔怒火的长老举 双手双脚都表示赞同 要是这个棒锤再不赶紧离开 恐怕老夫真的会忍不住坐扁他 一宗之主总算听明白 这家伙 祸乱宗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如就让这几个熊祸赶紧下山去吧 但愿经过一番历练 能磨一磨身上的体性 白胡子老头八百个新颜子 都在暗自庆幸 一中之主捕真英语 眼下终于能把 禁给人添乱的小兔崽子赶跑了 血鱼刚一听到这个消息 就迫不及待讲给小师妹听 与其整日里除了睡觉 就是霍霍人 倒不如下山历练一人 想必你也听说 云中城地下 有一处极其隐蔽的秘境 往年都被月清宗 和问剑宗瓜分的毛都不剩 不过都是一群眼高于鼎的家伙 应该正忙着在别的地方打怪兽 短时间内 恐怕顾不得这处秘境 也会在里面收获不少的上品人工 不过记忆中五大宗门 好像除了月清宗 都没有人去这个秘境 眼下宗门长老 竟然打着历练的旗号 想把他打发出去 难不成是因为他推动了整个剧情 不过不去白不去 谁不想得到秘境里的宝物呢 正当全都收拾好东西 准备下山 叶浪浪看着青衣色的红 也不用如此招摇吧 明玄还嫌弃 小师妹真是不识货 这可是入手冰凉 用千年冰残丝制成的料子 而且还水火不清呢 叶浪浪看着烧包师兄 平常在宗门里低调的不行 可一刀外出历练 倒一个比一个打扮的光鲜亮 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们是长明中弟子一样 穆仲熙笑着说人手有份 小师妹快点去换上呀 可别耽误了时辰 叶浪浪哭丧着脸 根本不想穿 这也太显眼了 不如你们去换一身 便服穿得越普通越好 为什么 该不会嫌弃宗门的青船长袍不好看吗 我告诉你 可别不识抬卷 叶浪浪咧嘴一笑 借她几个胆子 也不敢公然批判师兄们的眼光不好 只是等她想坑人的时候 岂不是不用张嘴 就已经自爆家门了 这个小师妹有个独特癖后 那就是专门整治恋爱呢 不光告知心中无女神拔剑自然神 还劝戒剑谱第一页 先斩一中人 好不容易重获自由的叶浪浪 本以为脱了江的野马 终于可以祸害持绳修仙剑 可令人一言难尽的青船长袍 可不可以不穿 宠师妹的大肚师兄 不得已换上了俗吊渣的素衣段子 这一下总该没意见了吧 身穿小屁肩腰上 还带着配件 像急了小侠式的叶浪浪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快到了云中小城 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人群 好像要比先前更热 或许是秘境开启的缘故 只要有散修在的地方 不出十米之内 就一定有叫卖灵服的小贩 而且都自卖自夸 溜须拍马 身穿变装的师兄几人 在人群中 显得格外不起眼 明璇歪着脑袋 一看 没想到传闻中睡觉 都能提升灵气的福祉 竟然真的有人在叫卖 听说名字 是叫聚灵服 不如我们也买几张回去 躺着不动看看 会不会真的有那么神奇 叶浪浪急忙拉着胳膊 让师兄小心上当 据说越是吹嘘厉害的东西 就越是没用 明璇为了满足好奇心 还是特别想买 反正又不贵 就随便买几张试试呗 叶浪浪气得直吐许 因为聚灵服就是他一手年创的 师兄竟然说他不贵 他倒是想方设法 把人往客栈里拽 还说动作再不快点 就没得住了 沐仲熙看着小师妹 非要替师兄省名字 可突如其来的关心 真的没意外吗 看着倒卖盗版聚灵服的小贩 叶浪浪内心堪鼻鼓没轰底 他本想偷着下山 套卖福祉 赚点零花钱 但没想到 聚灵服一经问世 竟被抢够一通 由于长明宗归森严 害怕太火了 会引不上身 为了不因此 被关入后山禁地 所以才不得不痛心收手 可他退出黑市 隐居于山之际 竟成了倒卖盗版的崛起之势 不光聚灵服的火爆程度 丝毫不减 而且还在价格上 被恶意抬高了十倍 明宣眼看 拗不过小师妹的酱脾气 这才不甘心就此作罢 当站在云中客栈的门头 虽然会猜到 民生在外的风水宝地 会一房难求 可也不用被人为的水泄不通 眼光毒辣的沐重西 一眼就认出 那不是月清中的云雀师妹吗 今日一见还真是美若天仙 长了一张迷死人的脸 叶浪浪瞧着围观大女主呼声一片 心想 原书中最会当舔狗 还被玩弄于鼓掌之中的人 飞目中西所属 若不再说点什么 舅舅这个傻袍子 估计只因回眸一笑 就会彻底沦陷 当叶浪浪扭头看着眼珠子 都瞪直了的四师兄 干脆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一语中的 你看见远处那个身影了吗 该杀 小师妹下山历练 竟会冤家路窄 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 可就算弃势跑路改头新踪 傲娇大女主 也依然看不起她 目中西只因在人头涌动的街上 多看了别人家小师妹一眼 就被叶浪浪说 那人该杀 如此无脑发言 一时都把她说的 不知该如何接话 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 该不会因为吃醋 被酸的魔争了 小师妹就算不为别的 是不是要为头上的那座胎毛考虑一下 你来回抽风蹦大的时候 那东西随风摇摆就没停过 话说有时间在这里胡说八道 还不如赶紧去抢一房南球的风水宝地 听说客栈掌柜不仅贪 还最擅长坐地起架 是才如命的夜浪浪 怎么能不明白其中道理 只是一时不忍看着师兄越陷越深 想要劝谨回头是岸 才会耽误了不少工作 当好不容易从人群里挤了一条出路 他却突然犹豫了 师兄你说 咱们四个人怎么订房 才能最省钱 转眼云雀打量起嘀嘀咕咕的两人 总觉得其中有一个身影 很像之前宗门里不受宠的狮子 只是印象里备受冷落之人 怎么看都没有眼前之人嫌疑 与其自顾自猜疑 还不如上前试他 不知道有是哪个宗门里的小师妹 竟会如此眼熟 似乎跟叛离宗门的一个故人 长得特别像想 夜浪浪看见假人假意 就会装委屈的人 就想起曾经遭受过的屈辱 一副无所屌位般 随意摆了摆手 区区小派布置一体 听闻此话 一向走到哪里 都备受宠爱的云雀 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敷衍 不仅抿了抿嘴角 总有种莫名的憋屈 却又说不出来 看着小师妹自讨没趣 身穿一袭蓝衣长袍的宋寒生 上前提醒 跟他们没什么好聊的 我们该走了 话已至此 云雀也不想武力师兄 虽然心里十分不爽 却只能暂时咽下这口恶气 当长民宗弟子下山历练 遇上了亿万美男的梦中情人 目中西饭花痴的笑话 明玄眼都快瞪掉了 似乎只有薛鱼 还算头脑清醒 而面对云雀主动搭讪叶浪浪 却不爱搭理 自认清刀的宋寒生 都没睁眼瞧他 就让小师妹别一般见识 原本身为二师兄的明玄 瞧着自家人 被这么阴阳怪气 理应关怀一下 送上温暖 可他非但没察觉 叶浪浪阴沉着脸 全程目光都停留在大女主身上 听闻月清宗 出了个极瓶水系灵灯的天才弟子 该不会就是他吧 可摸着下巴 思索片刻 也想不出 身旁盛世灵人的家伙是谁 目中西也觉得很奇怪 至今为止 好像没听说过 这么一号人物 竟会比爱装逼的二师兄 还要能装 被这么一次级明玄双手一拍 该不会是月清宗理 头号神秘人物 首席清传弟子 说的就是他吧 叶浪浪一听 千算万算 没算到神秘大老 竟会陪着大女主 一起前往秘境 可什么时候出了 这么个厉害人物 他之前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只是人家首席弟子都出山了 我们这边却没叫上大师兄 要是真的在抢林姑的时候 打起来 我们这几个人 完全占不上优势 另一边看热闹的月清宗弟子 早已聊得水深火热 你说几个金丹修为的人 带着一个练气的小弟子 会是什么身份 凡事都爱攀比的云雀 听闻此话 心里有些不平衡 竟没想到 好人厌的家伙身边 也会有这么多金丹修为的师兄维护 若还想住店的客观 只能选择上等房了 而且经济实惠 才只要一百两零食 就可享受全天供应的热水 沐仲西一跳而起 南部城市 打着风水宝地的旗号 开了非电 若这么缺钱 怎么不上街去抢呢 不料 一副谁都不服的气势 差点没被月清宗弟子的 兔墨星子给淹死 出来混的 自然住上品房 才能配得上身份 可只因一百两就跳起来 想打人 真是有损风范 明璇被说得羞愧难当 不禁用胳膊肘捅了捅师弟 怎么这么能丢人 原本还心里不爽的云雀 看着几人穷酸地出镜阳相 瞬间优越感爆棚 试问哪家的清传弟子 会出来这么丢人现影 想来都这样了 一定不是什么名门正派 小师妹真是倒霉 原宗门让他吃尽苦头 没想到改头新宗 又穷得只剩寒酸 刚到城中匿境 就被师兄告知 此处雾霾甚重 若一不小心吸入鼻中轻 则头晕目眩 重则昏迷不醒 看样子 没有隔绝雾霾的法器 恐怕是进不去了 叶浪浪一脸兴奋 那还等什么 赶紧拿出法器进去吧 血鱼连连摇头 我们太穷了买不起 咱们宗门没有气修 也没有人会练气 所以 每次都得花大价钱 从城峰中收购 叶浪浪哭笑不得 眼看好不容易走到秘境洞口 却连门都进不去 说好的下山历练 未免也太随意了吧 记得大女主每次历练 不是有师兄陪着 就是有一堆法器牺牲 怎么轮到我们长明东弟子 就变得这么刻着 明璇倒是有一个好办法 既然雾霾太重 那憋着气就好了 再不计拿着东西捂住鼻子 只要不跟人打架 岂不是什么都好说 那要是想跟人打架呢 听着小师妹 漫不经心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明璇嬉闭笑脸 恐怕你开始动手 自己就先躺下了 夜浪浪沉默不语 想来只是雾霾而已 师兄说的不吸气 也不代表一口都不能吸 煞世间灵光一现 只见他从虚拟戒指 逃出各种修补工具 随着搜搜挤下一顿倒露 没过多久 一堆四象飞象的口罩 就在夜浪浪手中凭空出世 如此先进的东西 都把众位师兄看得目瞪口呆 虽然很像那么一回事 可这模样 未免也太古怪了些 听闻此话 夜浪浪率先360度 无死角演示了一遍 相信比他的节奏 堪比法器还厉害 重要的是省钱呀 师兄们还犹豫什么呢 快点戴上 准备出发吧 只见几人匪夷所思的神色 有些一言难尽 尽管碍于面子 觉得有损形象 可还是架不住 小师妹撒娇装可爱 他们戴上就是了 怎料 前脚刚踏入秘境 后脚就冤家路窄 碰上了死对头 看着几人整整齐齐 说不出来的奇怪形象 未免有些太过引人注目了吧 他们不懂欣赏 夜浪浪不怪他们 可看着熟悉的身影 怎么像是苏卓也跟着来了 原本以为首席大弟子 陪着大女主 是在情理之中 只是一个男配 都算不上的舔狗 也跟着瞎凑什么认 苏卓醋眉一瞥 察觉谁家不入流的小弟子 竟敢一直亏计我家小师妹 虽然长得很美 已成事实 可也不许你这么盯着人家看 夜浪浪很是无语 我都站在你面前 却眼赛驴毛看不见 好不容易看见了 竟连昔日的老熟人都认不出来 真没想到 被大女主迷惑心智的傻袍子 遍地都是 只可惜 苏卓舔来舔去 充其量 只是一个中犬备胎而已 娇蛮大女主阴阳怪气 还说小师妹为了卖惨 低声下气 若不是里外都透着穷酸样 谁才会稀罕 挣那撒瓜俩枣钱 当夜浪浪出镜秘境 就遇见连名次 都提不上的大舔狗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直接用防毒面罩 把能挡的地方都给挡了 不想素酌前脚 刚骂完我家小师妹好看着呢 你个臭不要脸的 看什么看 后脚就舔着大脸 询问修世代的东西好奇怪 该不会是从乘风中 买来的新型法器吧 只是不光看上去丑到爆了 又没有灵气加持 不知能起个什么用 面对脑子不灵光 还不会说话的渣渣废柴 夜浪浪懒得 跟他一般见识 我这是独家清创的防毒面罩 虽然看起来比不上一般的法器 可只要戴上了它 保证能在雾霾浓重的秘境里 畅通无阻 怎么样 想不想要 月清宗弟子眼都看直了 此话可当真 绝对保证 都是同道修仙之人 保证人不骗人 夜浪浪 似乎从这些铁憨憨清澈的眼中 发现了赚一笔小钱的商机 显然财大气粗的修士 也不满门皆是 说到底 光着脸金融秘境的人 还是没钱的散修最多 只见他猛然跳起 站上最显眼的地方 卖力腰和手中的防毒面罩 可是亲测好用的省钱法器 只要五颗下品临时效果 保证令人满意 而且买到就是赚到 现在绝对是最亲民的一口价 听他这么一说 简直就是穷修仙者的福利 凡是兜里有钱的 就算挤破了头皮 也非要买一个 带在脸上装个逼 沐仲熙看见商业鬼才这么能干 都怀疑小师妹 到底来秘境是干嘛的 怎么还没开始历练 就先摆起地摊 发了笔小财 薛鱼一脸淡定 恐怕就数他能这么不顾脸面 当众叫卖 要是让清高二师兄出马的话 恐怕一个都卖不出去 自己还能被气绊死 远处围观的苏卓 无语地简直没眼看 说起来还是有名的月亲中弟子 怎么能一个比一个没出息 云雀想必那个家伙肯定穷疯了 只不过没钱 也不用这么丢人现眼吧 可看着卖力吆喝的样子 怎么突然觉得他很可怜呢 鬼点子多的小师妹 只是剪了几块小肺布 就成了几破头皮 也要买来装个逼的稀罕法器 眨眼间看着小师妹赚的钱 鼓鼓囊囊一袋子 沐仲熙别提能有多羡慕 果然有他在的地方 就会有赚钱的引路子 叶浪浪被夸得都合不拢嘴 这只是个小意思 他能赚钱的法子可多着呢 明璇看着说不上三句话 都离不开提前的两人 废话也是真多 话说倒是走快点 一直站在那里 摸摸叽叽干嘛呢 没看到秘境洞口就在眼前 别人可是争抢着 要进去寻找宝物呢 转眼刚踏入秘境深处 一股稀稀苏苏的声音传来 有些胆小的散修 难免会心生惬意 沐仲熙看着烟雾缭绕 只觉得寒气刺骨饼 可不得不说 小师妹研究的防毒面罩 真的能隔绝毒气 想不通人小鬼大的脑袋瓜 怎么会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鬼点子 叶浪浪沾沾自喜 实在懒得开口解释 因为说多了 他也听不懂 说少了 好像又显得他很不专业 血雨小脸一红 看着小师妹古灵精怪的样子 真是越看越喜欢 原本他都已经准备好了臂器单 想着实在不行 就拿出来凑合着用 没想到有小师妹出马 看来他完全是多虑 对比脸戴面罩的普遍现象 反而头顶莲花法器的几人 在暗淡无光的洞穴里 显得格外刺激 苏卓眼看灵气被法器稀释的消耗过度 不知从哪来的优越感 瞬间消失殆尽 看着省钱又好用的东西 不如舔着脸过去买点 可之前嘲讽装逼的话都说出去了 眼下实在有些拉不下脸 不如就请大师兄亲自出马讨要几个 其实 就算他不说宋寒生 也早有打算 虽然莲花法器 用来净化空气 足以所向无敌 可越是好用的东西 就越消耗来之不易的灵力 与其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如随便拿五颗零食买一个便是 不知这位道友手里 可还有剩余的防毒面罩 我和几位头顶白脸的弟子 都想要 眼见傲骨大弟子 竟肯虚尊将贵 叶浪浪 还有点说不出来的小激动 只不过 今时不同往日 你想要的话 可是另外的价钱 只要心也路子大 叶浪浪什么都不怕 别说是首席大弟子 就算是你师父来了 也要涨价 宋寒生一脸不耐烦 早就知道 你们这些小门小派的弟子 一向喜欢趁火打劫 所以 你要多少钱 叶浪浪笑容满面 就喜欢爽快人 眼下一个只需要100颗上品零食 就可将好用的防毒面罩 任你挑选 话音刚落 宋寒生整个愣住 还是脸皮后的苏酌怒气冲天 这价格未免也太离谱了 你该不会是故意看人下菜碟 哎 你要是没钱买 那就干脆算了吧 谁让我们这些小门小派 一个个竟会见钱眼开呢 叶浪浪表面 惺惺作态 装腔卖惨 实则故意想出一口 在月清中里受的恶气 想当初抢走 不由草不说 又被师父打成重伤 这些不堪回首的过往 他可都记着 转头目光一瞥 准备再添一把火 既然月清中弟子 都这么看重脸面 自然也不缺这一点点的零食 反正我就是趁机敲诈了 也就是口中所说的不要脸 可我有防毒面罩在手 你们到底有没有钱买 苏卓听着刻意 从牙缝里挤出的月清中弟子 难不成这家伙 想要故意抬高 他跟师兄的身份 逼得几人 不买都不行 可他们虽然很有钱 但也不是很有病 眼下都已经明摆了要额钱 老子怎么可能会让 居心叵测的小人 兼计得逞 等等 周围众人目光灼灼 都在等着看笑话 若舍不得用购买一瓶单药的钱 拿来买不值钱的东西 恐怕真的 要打宗门的脸了 苏卓左右为难之际 干脆默不作声 等着师兄表态 反正他是首席大弟子 就算要丢脸 也是先丢他的脸 宋寒生被议论的 一枪怒火也不敢发 恐怕只要再多说一句 就会颜面扫地 不就是一百颗上品零食 大不了给他就是 果然在脸面这一块 师兄永远最为看重 既然有人都发话了 苏卓只能不耐烦丢出零食 自认倒霉 夜浪浪稳稳接住 这钱赚得简直不要太爽 若各位以后 还有需要大可屈尊开口 说不定他心情好了 还能打个折呢 嚣张修仙界的风云人物 竟被夜浪浪唬成了冤大头 可他还嫌不解气 总想着怎么报复 才能最过瘾 明玄本以为小师妹 是个只想干饭的闯祸精 可才进入秘境没一会儿 不得不对他的聪明头脑刮目相看 血鱼听闻此话 也随声附和表示赞同 话说越往深处走 危险系数就会越增加 作为最有经验的人 别怪他没提醒路边的奇怪花草 不要用手碰 尤其要注意脚下 不仅有许多会动的邪性律直 还具有极强的攻击能力 说不定一个不留神 就会被偷袭遭了殃 慕仲熙一向很听话 毕竟听人劝吃饱饭 还是很有道理 若不幸在这里惹是上身 恐怕真的会很肉疼 夜浪浪看着不远处 月清中的冤大头 在四处张望上的 看起来也不像是在寻宝物 倒像是找些什么人 薛鱼要是猜得不错 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 应该再打些歪主意 搞不好会跟在 实力较强的散修后面 只要等到时机成熟 怕是仗着人多势众 要来个伤人强宝 记得先前跟大师兄 出山历练的时候 就被宋寒生拼过一次 明明是他们费尽心机 先找到绝世稀有的奇异灵草 却被不要脸的月清中弟子 说是他们先看到了 可那群人 又打不过守护灵草的神兽 只好顾服气灰溜溜地离开了 不料大师兄前脚刚拼尽力气 把妖兽斩杀 宋寒生后脚 就带着众位弟子 趁其不备 将东西占为己有 目中西一听 不禁有些令人担忧 虽然如今能在秘境里 又遇上这群人 也只能怪运气不好 可万一好不容易 打半天的怪兽 最后得来的宝物 被他们盯上了 岂不是人气人气死人 明显想来 非要硬拼 一定费力不讨好 只会落个两败俱伤 还不如快点走出他们的视线 别倒霉被盯上了 叶浪浪被扯住胳膊拉走之际 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看着师兄有事就耸的样子 也不像平常的做事风格呀 他不理解 为什么被人恶心了 非但不报仇 还唯恐避之不及 难道我们在实力上没有胜算 就不能来个秩序以牙还牙吗 三师兄当上清传弟子这么多年 唯独被叶浪浪刷新了三冠 今天他实在忍不住 难道身为正道弟子 不应该坦坦荡荡 怎么到了小师妹这里 专想着坑蒙拐骗 明璇也跟着点了点头 虽然鬼点子多 是有目共睹的 可非要叫人干坏事 是可耻的 都被人欺负了 还不想着礼尚往来还回去吗 叶浪浪对师兄一条路 走到黑的想法 也很是福气 再说了 我们这种行为 叫正道之光都说得过去 向月亲宗弟子 做出卑鄙之事 就应该有不服气的人 站出来灭灭他们的威风 薛鱼眼见小师妹 一心只想报复 也是纠结得不得了 一边要碍于清传弟子的身份 生怕做出缺的事 砸了宗门的颜面 一边又气不过诡计多端之人 动不动就想不费一丝力气 做收渔翁之力 叶浪浪搓搓小手 所以沉默不语的三师兄 是同意了吗 不如事不宜迟 赶紧把隐藏秀为的灵丹妙药 拿出来用 看着小师妹激动的表情 甚至都比见到前还要兴奋 薛鱼似乎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 东西倒是有 可隐蔽单一般人都看不上你 毕竟出来混的 谁不想让外人知道 她的实力很强 不知小师妹 为何突然偏要反其道而行 叶浪浪摆摆手 让师兄不该问的别问 总之想要以牙还牙这个丹药 一定必不可少 你只管拿出来服下便是 薛鱼总算领悟了 小师妹不过是个练气喳喳 当然用不上这东西 原来前面说了那么多 无非是想让几个有实力的人 变成干啥啥不行 看起来还很弱的废 叶浪浪果然跟几位师兄都混熟了 怎么现在不管说什么都没人信 可这次真的只是想跟月轻宗 那几个家伙有好交流一下 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 也许还有点可信度 只不过一到小师妹的嘴里 就算真的没什么 也莫名会变味 林璇总算听明白了 不就是几颗隐蔽单 以至于扣扣嗖嗖嗖半天 不舍的吗 反正这回 她决定要站小师妹这边 早就听闻月轻宗首席大弟子 能有多厉害 实际上却是一件好事 都不干的泛泛之北 既然小师妹非要为名除害 她还真有点小期待 这边宋寒生进入秘境之后 目光所到之处 不停打量有实力的散修 表面看似想跟在屁股后面 趁机夺宝 实则一切都是 为了帮助最疼爱的云雀师妹 成功突破铸击 小师妹你尽管放心 虽然她这么做 会遭受万人吃笑 可只要是为了你 就算用尽手段 得到天灵地宝 又何妨 云雀脸颊泛红 听到师兄一心只为她好 真的特别感动 就算日后遭受 所有人出言唾弃 她也一定会不离不弃 暗想师兄天赋最高 家世更好 又有首席大弟子的 清传身份加持 恐怕放眼全宗门 也没有一个人会拒绝吧 苏卓看着两人的甜蜜互动 好像他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堪比遭受一万点暴击伤害 还要难受 正当这边眉来眼去 聊得水深火热 那边夜浪浪 已经带领几位师兄 刻意压低生命 想要有意无意 来个引人上钩 宋寒生忽然听到 不远处 似乎有些弟子 在小声议论什么 没想到小师妹这么厉害 竟然发现了 极其罕见的误道术 听闻此物的叶子 可是能帮助身处低谷之人 突破瓶颈的好东西 若是修为高的弟子试了他 说不定可以帮助修饰入定呢 夜浪浪故意压低生意 让师兄小声说话 虽然我是几人 当中修为最高的 可要是被别人听到了动静 非要跑过来 跟咱们强壳怎么办 听闻此话苏卓满眼深情 紧紧握住小师妹的手 我一定要帮你把好东西占为己有 让那群不懂得弱弱强识的蠢材 见识到什么 才是真正的人间险恶 这个虚伪假面的牛掰师兄 刚描上别人手中的稀有宝物 就燃起火球 差点把人打得半身不随 殊不知 眼前看似软弱可气的散修弟子 实则他们根本惹不起 因为身穿斗篷遮遮掩掩之人 正是夜浪浪故意乔装 若一心非要过去招惹 可是会倒大霉的 当宋寒生听到 可帮助突破瓶颈 进修入定的误道液 就在他们手中 激动之余 警告实相地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不然 他可就要不客气了 听闻此话 夜浪浪迅速跟三师兄 来了个眼神对视 下一秒 仿佛细精附体 你们别过来 我们真的好怕怕 苏卓瞪着眼睛很是嚣张 认耸装委屈谁不会啊 本来你们可以将如此上等宝物收入囊中 要怪就怪太会张扬了 也怨不得我们摆明了要抢呀 夜浪浪目光对视之际 看着对方冷漠的脸 不禁有些默然失神 这群讨人厌的家伙 实在心态了 只要是想得到的东西 竟然在背地里用尽手段 所以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他也要阻止师兄 败倒在大女主的石榴裙下 宋寒生阴沉着脸 看着磨磨叽叽 不愿交出宝物的弟子 很是不耐烦 小妹妹看到我手中燃起的火焰了吗 要是还不肯乖乖就范 可别怪他把最在意的师兄 打成了废物 薛瑜看着刺眼火光搜的一声 飞了过来 虽然毫无违和感 但为了演戏 也得装成被打得很惨的样子 夜浪浪都惊呆了 让他演戏 也没让他突破眼界 就凭恰到好处的吐血 外加面目猙獰的表情 要是不知道的人 还真的以为他快死了 看到痛苦呻吟的反应 宋寒生笑得满意极了 只不过随手一丢 想吓唬吓唬 却没想到 区区散修 竟会这么不抗住 劝你如果不想继续看着他受罪 还是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夜浪浪眼见时机成熟 不就是想要误到夜吗 大不了给你就是 反正就在盒子里 你只要肯放我们离开 解除静止的口诀 自然告诉你 宋寒生接过盒子 原本还担心其中有诈 可看着设计精美 就连灵力都破解不开 想必打造此物之人 肯花这么大的力气 说明里面装着的东西 一定没有乾坤 夜浪浪看着对方 深信不疑的样子 莫名觉得很好笑 既然如此 久久惩罚表 我可就只被一遍 若是你们自己记不清楚 可就别怪他没说了 宋寒生听着鸡里咕噜 一大堆 突然有种被人耍了的冲动 夜浪浪大喊冤枉 这可是祖传的口诀 只要等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在心里默念一遍 就可将盒子打开 把里面的东西占为己有 宋寒生看着凄惨的两人 想必也不敢在他面前 耍什么花样 不过可别怪他 没把丑话说前面 若是日后这东西还是打不开 你可就要小心了 看着月清宗弟子终于走了 口吐鲜血的薛鱼也不装了 怎么样 刚才我演的演技小师妹 你可还满意 也不等夜浪浪开口说话 明璇已经表达了他的看法 不得不说 师弟平常 看起来挺像一个正经人 可怎么干起不正经的事 看比小师妹还疯批呢 没想到 便单一把手的三师兄 还是一个显眼包 居然能在小师妹的热情吹捧下 害羞的脸红心跳 薛鱼黑黑一笑 猜不到之前顺手摘的果子 还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他也只是先把果子吃到嘴里 等嚼了个稀碎 变成果浆再喷出来而已 目中心喊着三师兄 真是顶呱呱的牛逼 就凭刚才 惊天地气鬼神的风批表现 恐怕除了小师妹 别人还真比不上你 薛鱼原本没觉得 还有这么厉害的隐藏演技 要不是被小师妹逼得激发出来 谁又能知道 只是 你给月清宗弟子的盒子里 到底装的是什么 记得不过是一个与平常无异 拿来装草药的小木盒子 而且一到固定时间 就会自动打开 根本不需要用到什么法诀 怎么会神神叨叨 把诡计多端的宋寒生都给骗了 起初夜浪浪也想不出情急之下 塞了什么东西进去 但回想了一下 好像是还没吃完的半张大饼 还是嘎嘎硬的那种 林玄再一次被小师妹的骚包操作 惊得无语呆住 实在想不通 别人家的弟子 进入秘境都带法器 而你穷的什么都不带 也能说得过去 为何非要带半张大饼 这么让人难以理解 夜浪浪摸摸肚子满脸无辜 怎么能为这点小事 戳了他是穷逼的痛处 况且修为不够也没避骨 所以会饿也很正常啊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除了小师妹之外 全都愣了三秒 虽然他说的有理有据 也让人无法反过 可也没见过报复人 还送半张饼的 果然不光侮辱人 还特么损到家了 夜浪浪无嘴一笑 自我感觉还挺良好 别说放到盒子里的大饼 应该能保存很长时间 也不知道 是哪个幸运弟子 能有口服吃的 这么个好东西 林璇除此之外 还很疑惑 所谓的法觉 总不会是子虚乌有吧 毕竟听起来 还算顺口 比平常的好备多了 夜浪浪被这话 问得没了刚才的底气 要是我说 在家里人人都耳熟能详 是不是也还算说得过去 转眼到了秘境深处 抬头看去 似乎灵气越发浓郁 像是被某种 不寻常的东西 聚集在了此处 等血鱼好奇冲上前 想要一探究竟 没想到 物以细为贵的青心草 竟然在极其隐蔽的地方 茂密丛生 夜浪浪光闻着味道 都能感觉身体一阵清明 若将这些宝贝 全都炼制成丹药 岂不是一下子赚大发了 血鱼更比小师妹 懂得此物珍贵 还不等几人反应过来 已经率先开始收入囊中 若是将青心草的草根保留完整 说不定回到长明宗 还有幸能一伙几株 可正当夜浪浪摘的望乎所以 突然发觉 一阵凛冽的福祉 瞬间急速朝他袭来 等扭头看去 怕不是哪个宗门的下流弟子 眼红摆明了想抢宝啊 男人以为他想抢的东西 绝对没人敢阻止 便专挑最好欺负的小师妹 趁其不被搞偷袭 不想表面看起来最好惹的人 往往都最不好惹 就在福祉习风而来 即将重伤小师妹 多亏明雪眼疾手快 在请客间 挥出了反击的福祉 才镇压了攻击 然而有意挑衅的好戏 也才刚刚开始 当明璇阴沉着脸 眼见烧到一半缓缓落地的福祉 竟然是威力巨大的爆炸福 他若不是反应灵敏及时阻拦 恐怕这东西 一旦落到小师妹身上 就算不被炸死 也会被炸飞出去 宋寒生满脸不屑 非但毫无悔意 还挑衅般甩了甩手中的福祉 在他眼里 本以为臭丫头 才是最好欺负的那一个 没想到凭空跳出来个不长眼的师兄 反应倒挺迅速 只不过你这么护着他 可是会引火上身的 明璇眼神坚定 他今天不光护独子 还让小师妹尽管靠边站 看来月清宗满门弟子 没一个好东西 就算为了抢夺清心草 也不应该往死里下狠手 此时游走在秘境各处的散修 已经闻声赶来 宋寒生铁青着脸 既然是他看上的东西 就不允许有别人来抢 煞时间 清心草所到之处 都被设下阵法 摆明了谁敢靠近一步 恐怕后果就要自负 叶浪浪看着架势 不由地轻探出声 好端端的名门正派 怎么进出些人母狗样的臭东西 明璇都被小师妹说得逗笑了 这么一看 确实觉得他还挺不实的 听到心里敬仰的好师兄 被人这么诋毁 云雀微微醋眉 拖着娇滴滴的嗓音 警告你们不许这么说话 明璇一脸嫌弃 就凭你这么说话 就活该被人阴阳怪气 况且 我在跟小师妹说话 你来插什么嘴 叶浪浪总算有人撑腰 都忍不住鼓掌拍两个 别说二师兄 虽然是出了名的毒蛇 但听他怒对别人的感觉 还真的挺爽的 不料在宗门千娇百宠的云雀 哪里受过这种气 如今只要一碰见这伙人 就被气得直想哭 明璇都被惊得愣住了 他说小师妹 矮得像个小土豆的时候都没哭 还反过来 非要怒气冲冲锤他一拳呢 怎么到了你这里 竟会这么玩不起 苏卓眼见云雀哭得稀里哗啦 可真的心疼坏了 他在我们月清宗里 可是团宠级别的清传女神存在 你们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这么出言不逊 沐仲熙实在被恶心地听不下去了 只见表情浮夸装得像是很惊讶 原来清传弟子这么厉害 他可真是羡慕死了 不料围观众人得知了云雀的真实身份 非但没有出言唾弃 还责怪告不出名号的散修 不该招惹嚣张的月清宗 毕竟云雀可是宗门里万人膜拜的心中女神 现在把她惹哭了 恐怕就要倒大霉了 血鱼听后很是不满 合着她长得好看 就该被捧在手心 而小师妹被人偷袭 差点受了重伤 就活该自认倒霉 只见她不动声色 决定先礼后兵 原来是月清宗的道友们 刚才只怪他们有眼无珠 可不知我家小师妹 哪里得罪了贵宗们 竟能劳驾首席大弟子 亲自出手 想要伤人与无形 没想到高冷弟子 居然这么能装逼 不光不服软 还一副屌样子 反正你家小师妹 就是我打的 爱咋咋地吧 血鱼从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 难不成刚才搞偷袭的事情 你说算了就算了 只见宋寒生不屑的眼神 已经说明了一切 别说她没伤到人 就算真的伤到了 就凭你们几个 连个名号都没有的散修 又能怎么办 围观弟子都看不下去了 可他们看不下去的 是几个小门小派的家伙 怎么敢有这么大的胆子 不知道月清宗 可是个惹不起的大宗门吗 我看说两句差不多得了吧 还真蹬鼻子上脸 想让人家首席大弟子 给你赔礼道歉吗 叶浪浪差点怀疑他的耳朵 是不是听了什么不好的脏东西 怎么秘境里的修饰 不是宋寒生的小迷妹 就是大女主的顶级舔狗 忽然风向一边倒 传来维护的嗓音 不禁让宋寒生发出冷笑 别说是几株清新草了 就算是整个种植的地方 也全都属于月清宗 要是你们非要赖着不走 多多不休说个没完 可真就活该被人打了 沐仲西气得咬牙切齿 直言太嚣张了 可刚准备撸起袖子 上去开干 就被小师妹一把抓住 叶浪浪目光悠悠 像是在担心什么 沉默不过三秒 小声询问你打得过人家吗 毕竟那家伙 可是一顶一的首席弟子呢 沐仲西脑子一转 好像又没有完全转明白 小师妹突然询问这个问题 难不成觉得 他身为一个男人还能不行吗 老子就算别人打不过 可一个破服修 还没一点逼实力 别说来一个 就算来三个 他都打得过 叶浪浪突然眼前一亮 还是第一次听师兄说出 这么有破力的话 反正气势暂时有了 就问你能不能把他打飞出去 沐仲西脑子直白的 觉得有些不太好 虽然他欺负了小师妹 可要是下手太重 会不会有为正道弟子的形式风范 那有什么呀 想当初他肯做剑修 就是想让爱装逼的剑人 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话 可眼下都被欺负成这样了 咱们一招剑在手 有理打遍天下狗 不也很正常吗 沐仲西刚开始还有点不理解 可被小师妹这么一蛊惑 又好像觉得他干什么都是对的 既然身为剑修 实力都这么强了 也不必跟一群不讲道理的 人狗讲道理 叶浪浪没想到 随便胡扯的话 放在四师兄身上 竟会这么管用 现在能不能为小师妹出口恶气 就全靠你了 所以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沐仲西连连点头 他现在感觉非常好 体内似乎有一股怒气急的霉触撒 紧刻间 当他常见出窍的那一刻 就知道有人要倒霉了 只见瞬间爆发的灵力 朝着目标对手 就是一顿疯狂袭击 宋寒生被惊得不寒而立 面对招招致命 还强得离谱的剑气 他都来不及还手 便被打得节节败退 最后 就连唯一保命的金刚服 都被震得四分五裂 看到这一幕的苏卓 彻底被吓怕了 那可是师兄炼制的绝密符址 据说能抵挡致命一击 怎么才没过几招 就被一道剑气 轻轻松松地破解了 只因小师妹说了一句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死要面子的四师兄 就被彻底洗脑 还想来个趁火打劫 这边被抢进风头的宋寒生 咬着牙 任凭他怎么想 也想不通 为何会被一个不起眼的弟子 打败了 要是危机当头 没把金刚服拿出来保命 恐怕躲闪不及 真的会被打成残废 苏卓彻底下地跑到角落 因为救赎他骂的脏话最多 他耸得一脸后怕 只想祈求保佑 可千万别被打 忽然一阵崇拜的声音传入耳中 四师兄真的好厉害 一打人的姿势 未免也太帅了吧 在宋寒生眼里 这种吹捧作作的表情 简直令人做 笑起来的样子 一点都没明确师妹好看 话说这群气死人的散修 到底从哪里冒出来呢 要是他能打得过 真恨不得搜搜几下 就将人打得跪地求饶 叶浪浪看着对方落寞难堪的表情 没忍住心中一激动 又开始拉起了仇恨 师兄们在发什么呆呢 赶紧过来摘青青草啊 这里宝物多的 我手都摘酸了 明璇看着四师弟这个小兔崽子 怎么才被小师妹鼓到没一会儿 就童话成了一副屌样子 要是按照这么个摘法 恐怕眨眼间的功夫 整片青青宝地 可都要被薅秃了 叶浪浪打去师兄 怎么像动起了怜悯之心 难不成被人欺负了 还有反过来把宝物 留给他们的道理 难怪宗门这么多年 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境地 都是你们这群 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圣母心 害得 明璇虽然心里被说的 已经开始悸动 可表面依旧嘴硬 咱们可是正经人 怎么能干不要脸的这种事 况且 身后被一群 抢不到宝物的散修 虎视眈眈 咱们怎么说 也得为了面子 给别人留一点吧 很好 叶浪浪都被逗笑了 师兄该不会是被宗门长老 叫倒成了云木脑袋 已知不知道 有一句话叫做 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尽管说去吧 况且 人不要脸所向屁靡 这句话说的总会没错 明璇眼前猛然一亮 对啊 凭什么装逼的是别人 圣母心的却是我们 与其一味忍让 被人欺负 不如彻底摆烂 放飞自我 苏卓眼见 好不容易才遇到的清新宝地 就这么被人强行霸占了 你们一群人母狗样的弟子 难道是不要脸了吗 薛宇眼眸一尘温柔的语气之中 还带着些许理智气壮 我们可是平实力得到的 你一个缩头乌龟 凭什么骂我们不要脸 她话刚从口出就惊奇地发现 以前没小师妹的日子 活得别提 能有多拘谨 虽然确实有些没素质 但对人的感觉 真的很爽啊 万人迷女主躲到背后喊救命 可发觉不对劲的男人 却让她滚远点 护花使者健壮脸都气润 我家云雀师妹 可是万人追捧的女神 你却一点连香西域都不懂 当看着宝物静在眼前 夜浪浪满眼都是钱钱钱 要是出了秘境转手一脉 一定比炼丹画服还要来钱快 不想激动的手还没采摘多久 突然传来震动声音 金龙龙不敢再乱动 薛鱼股默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恶心人的东西来了 夜浪浪瞬间愣了一下 单看三师兄严谨的眼神 就知道无素之客一定不简单 在场众人修为低的 可能感觉不到 目中戏脑子一转 肯定是妖兽来了 不然闹不出这么大的动静 薛鱼补充 恐怕不止一两只 如此震耳欲聋的响声 堪比出动了整个巢穴 就算没有成千上万的妖兽 也至少要有数百只 夜浪浪躲了 先前打扫藏书阁的时候 无意间看到过对此物的描述 虽然日常出没于人烟稀少的地界 但灵气凝聚的宝地 也是他们最爱待的地方 云雀听着示威般的嘶吼 吓得手足无措大喊救命 可护花使者和舔狗苏卓 早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正当慌乱之际 一只身形巨大的妖兽 猛地迎面扑来 煞时间他嗖得大叫一声 凭什么讨厌鬼都有人庇佑 而他却什么没有 气得他干脆脸皮厚的 一把将夜浪浪推开 茶里茶气喊着 帅哥哥快点救命啊 当慕仲熙击退妖兽才发现 自家的小师妹被挤到了一边 眼前莫名冒出来个阴阴怪 云雀感动不已 可盯着对方略显惊讶的目光 气氛尴尬的他 只好红着脸说了声谢谢 本以为帅哥哥会像别人一样 对他喜爱有加 不料慕仲熙一脸晦气 吐槽你那么退我家小师妹 力气大得跟牛一样 真是越看越讨厌 云雀没想到 讨厌鬼的师兄 竟会这么翻脸无情 大不了他说声对不起 还不行吗 慕仲熙看着一言不合 就哭唧唧的女人 也是无奈到了极点 他不就随口发了句牢骚 也不至于动不动就哭吧 智商在线的四师兄 竟然是个实力派大佬 小师妹要是被人欺负 他立马站出来挡刀 小师妹要是满脸崇拜 他立马姿势帅地装起了B 可当遇上动不动就爱哭的大女主 他却大为震惊 接连后退了两步 云雀眼眶里打转的泪珠 都委屈地凝固了 明明人家那么可爱 怎么到了他的眼里 躲都躲不及呢 叶浪浪眼见师兄 唯恐避之不及的表情 说实话 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至少脑子一根筋的师兄 并不像实打实的恋爱脑 他不禁戳了戳膊 难道你看见女孩子 哭得这么惹人恋爱 竟感觉不到一点不对劲吗 因被哭唧唧的声音 隔音的还有些抵触 沐仲熙深吸一口气 他感受到了 而且很不对劲 叶浪浪紧张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哑 看着师兄无法言喻的表情 难不成是被大女主俘获芳心了 沐仲熙分析得有理有据 如果他不是想讹钱 好端端冲我哭什么 除了这个理由 实在想不出 还有别的解释 叶浪浪无语地沉默了 似乎按照师兄一贯的脑回路 非要这么想 也确实说得过去 可未免有些太偏离原书剧情了吧 记得大女主 可是人见人爱 是个男人都会为他争风吃醋的角色 怎么到了师兄这里 非但没有争风吃醋 也没和追求者大打出手 甚至还离谱地认为 差点被人讹了钱 或许是他的出现改变了剧情 不经欣慰拍拍肩膀 夸赞师兄干得真漂亮 只要你脑子赚得足够快 想讹钱的什么货色 都得靠边窄 不想恍惚谈话间 他们居然被妖兽包围了 虽然灵智低下 可架不住数量多的离谱 慕仲熙刚想出手 结果了受潮 却突然被薛鱼阻止了 此番下山历练的目的 你怕不是都忘了 宗主可是一有所指 想让小师妹开开眼界 顺便锻炼一下胆量的 慕仲熙一听 想让小师妹亲自动手 莫名地心疼坏了 这可是他第一次下山搞事情 就让面对这么多猛兽 万一不小心受伤了怎么办 薛鱼不以为然 就凭在宗门里霍霍人的手法 怎么也不会惧怕到不敢出手 但他还是探寻地问你怕吗 要说一点不在乎安危 其实都是脸上装的 夜浪浪犹豫了 光看妖兽的样子 都让人恶心地不行 再加上硕大的体格 加起来比几个他都大 不过纠结了半天 还是决定亲自试一试 慕仲熙很佩服小师妹的胆量 提起长剑 使出厉害杀招 好让他跟着学习一二 也好关键时刻 临危不乱 伴随着声音落下气势逼人的宝剑 顺行微翘 夜浪浪瞪大双眼 已将招式全都记得一招不落 若是以后拿来装逼 绝对是吊炸天的存在 苏卓看着眼花缭乱的初剑速度 惊叹不止 到底是什么剑法 竟能做到如此厉害 宋寒生同样被气势威压得眉头紧锁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长明中的独家剑法 苏卓惊讶到不可思议 穿衣打扮一副穷酸样的散修弟子 怎么可能会是五大宗门之一的人 为何当初在宗门饱受屈辱的二师姐 摇身一变 跳槽成了最受宠的小师妹 这也是被极度红了双眼的大女主 最想知道的 明明处处不如人的小门小派 怎么可能是长明中的清传弟子 宋寒生眼眸 微颤他倒真的希望自己看错了 可事实又摆在眼前 不得不让人心存畏惧 光从那家伙 使出一心半点的招式 足以认定 他们刻意隐藏的真实身份 这边夜浪浪 已经领悟了四师兄的拿手招式 眼见来势汹汹的妖兽 一波接着一波 看样子 真得整点绝火斩杀的毛都不剩 而这也是他初次展露修为的开始 随着叙事待发 脑海中不断回忆师兄的帅气姿势 当脚下腾空跳起 转身出剑的那一刻 注定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而夜浪浪看着寒气逼人的剑起 竟还觉得有些不过瘾 只见神色不变 静止冲向妖兽 发起了正面攻击 随着声声哀鸣 静静的人震耳欲聋 可想而知 他出击的手段能有多残忍 不多久便以眼花缭乱的剑影 将所有出现过的妖兽 斩成了肉泥 血鱼诧异的眼神 更多的是后怕 真没想到 才入宗半年的小师妹 竟然能在短短的时间内 将独家绝活学得一分不差 光是在天赋这一块 似乎不比师弟差 可他不理解 明明实力强的惊人 怎么在宗门鄙视的成绩 从来没出类拔萃骨 这一点 木仲西也猜不透 甚至还有点怀疑人生 记得段玉长老 似乎只教过他学清风格 其他的 可是一点都没教 而如今小师妹神神叨叨的 真让人捉摸不透 宋寒生不爽的心里 竟还有些庆幸 多亏了解过长明宗的出招方式 若是一直被蒙在鼓里 还不知道会惹上什么大麻烦 只要现在不大意轻敌 日后总能找到算账的机会 可他思前想后 也猜不出 对方隐藏实力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至于那个看似最不起眼的小弟子 竟然连如此巨大的妖兽都敢杀 沉默片刻宋寒生决定放下面子 找到对方打探虚实 只要他说话够拐弯抹角 想必一群蠢货也不会太过在意 明璇只听一阵声音传入耳中 那个小弟子 奏起妖兽的样子 还真挺可爱 不知你们长明宗南修遍地 是从哪里找来的女弟子 明璇抬眼看去讨厌人的家伙 居然还有脸过来套话 正想出口怒斥之际 却被薛宇抢先开口 我们家的小师妹 虽然比不上你们的爱哭鬼 天赋高会作妖 可他有一点过目不忘的本领 是谁都不能比的 怎么样嫉妒吧 不过现在太想起嫉妒 恐怕有些晚了 因为他可是四师弟 从山下捡的稀罕者 苏卓一脸不可置信 听着阴阳怪气的回答 都顾不上生闷气 若果真如此 那这个似曾相识的人 岂不就是从宗门脱宗的二师姐 听到这个消息的云雀 惊恶失色到无法言喻 原来他真的是那个 让人讨厌的家伙 怪不得初次见面 就有种莫名的眼熟 只因小师妹的 青传弟子身份彻底败露 下一秒 大女主就心有不甘质问 她凭什么 明璇看着潘比星爆棚的女修 都愣着 凭我们乐意 凭我们想宠着 还不行吗 云雀目光闪过一丝不满 别提有多显眼 这个举动都把明璇给气笑了 该不会你真觉得 有这么一个身份加持 会有多了不起吧 不过就是 别人多了一套帅气的制服罢了 而在云雀的眼里 不光认为很了不起 还没办法接受一个处处不如她的人 又变得哪里都比得过她 可面对质问 依旧嘴硬死不承认 回对她 不过随口说了一句玩笑话 你何必如此拐弯抹角 咄咄逼人 明璇是懂阴阳怪气的 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一切 只见似笑非笑摆了白手 你若非要这么想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不料此番对话 已经在秘境里 引起了轩然大波 别人家清传弟子 急着显摆都还来不及 怎么到了长宾宗这里 竟穿得一个比一个穷酸 就连收了一个女弟子 都能不声不响 走起了低调路线 可传闻中的五大宗之一 不是乐上号师吗 怎么自毁形象 干出了商人强宝的勾当 不想原本不堪入耳的说辞 竟被不出名的小修士 仅用一句话 说得偏离了画风 别说这事 做得虽然不地道 但出手面面月清宗弟子的气势 也挺过瘾的 而且同样都是小师妹 怎么人家的看起来实力超群 这边躲在师兄身后的弟子 只会一个劲哭个没完 宋寒生都快被气疯了 不就是斩杀妖兽吗 我家小师妹可厉害着呢 不想云雀耸的一脸晦气 刚忍住不哭的嗓音 又哼唧唧说着他不敢 师兄此番言语 非一旦不疼爱他就算了 怎么还能这么逼人家呢 出了名的舔狗 偏偏见不得云雀师妹哭 一时心急 就连师兄都敢对 你没听到他说不敢杀吗 还干嘛一个劲骂骂咧咧的 宋寒生真被逼急了 看似软弱可气的小兔崽子 还真挺能装啊 怪不得师妹被灌的啥都不会 原来都是你在处处互端 又撒又强的小师妹 竟把风头全给抢光了 就连四师兄都嫌他牛的一批气死个人 这边刚跟妖兽大战三百回合的夜浪浪 突然觉得身体躁热不安 想趁着筋疲力竭的功夫 原地打坐休息一下 不想逗大的汉珠 顺着额头不断留下 可除了热死人之外的感觉 竟还莫名有种舒服到极致的惬意 明璇想必 小师妹一定是累了 不禁冲着师弟小生议论 刚才制斗妖兽的手法 确定没人教过他们 沐仲熙连连点头 他敢肯定 除了学到清风觉的皮毛以外 长老其他的法觉 一概都没传授过 那可真斜了门了 明璇眉头轻挑 难不成变换莫测的剑法 全都是小师妹自己悟出来的 反正他仔细留意过 刚开始斩杀妖兽的动作 明显有些生疏 可越往后杀得越多 灰剑的姿势就越熟练 就像火烧藏书阁那次 明明他只提笔掩饰了一遍 符纸怎么画 小师妹竟然能分分钟 照葫芦画瓢模仿出来 反正任凭这么离谱的事实 摆在面前 沐仲熙表示难以接受 一脸错愕表示 他当初可是足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才勉强掌握了基本要领 还因此被掌门激动夸赞 天赋高呢 如今看来 这点功夫 在小师妹的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明玄一脸茫然 明玄也不愿承认 师弟天赋不如人的事实 而正想找点说辞 试图安慰一下受伤的心灵 突然被薛鱼发出一声惊呼 再次刷新了三冠 当众人齐刷刷纹身看去 发现小师妹居然毫无阻碍 突破了注击 这让强壮镇定的明玄 把本想说出口的话 直接从安慰变成了接受事实 就冲他在悟性上随意破机 没有瓶颈期 四师弟都注定抵不过他 听到杀人诛心的说辞 沐仲熙简直被惊得无话可说 只不过 师兄这么嘴贱的说话方式 真的不怕被打吗 小师妹第一次突破修为 不料差点被鬼脸瞎尿 真没想到 突破注击竟是这种感觉 原本不大点的石海 居然扩大了不止一倍 可还没来得及睁眼感受一下 忽然一道人魔鬼样的大脸盘子 出现在面前 惊得他娃娃大叫 血鱼惊慌上前 一把拽开行为不轨的爱哭鬼 你看我家小师妹 都被你吓成什么样子了 不知道这般鬼鬼祟祟 到底暗得什么心 刚刚被羞辱的画面 依旧记忆犹新 可云雀为了一己私欲 居然舔着脸 哀求给我一株清新草好不好 不想低声下气 并没换来意料之中的好感 眼见对方不做回应 他大喊 二师姐怎可如此无情 明知师妹天生灵根残缺 及其需要一株清新草露药 而你竟端着架子 丝毫不顾往日情面 舔狗一听到心爱之人 哭得如此丝心裂肺 他的心都快要腾碎了 真没想到 二师姐才当上青传弟子没多久 竟变得如此兴高气啊 你兜里都装了那么多宝贝 为何连区区一株 救治粮药都舍不得给 明玄听着狗男女一唱一和 终究没忍住 被一副欠揍的嘴脸气道 话说小师妹 竟会跟他们颇有渊源 看来其中鲜为人知的秘密 还不少呢 而叶浪浪还没来得及回怼 就被二师兄仗义相助 只见明玄一脸嫌弃 恶心他们不该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我们可不认识 什么二师姐 只知道有个机灵鬼的小师妹 若再舔着逼脸乱攀关系 别说一株青心草了 连个毛都不给你 苏卓气不过指责一群小气鬼 扣扣嗦嗦个没完 难不成等着往棺材里放那 明玄步步紧逼 你个混蛋玩意儿 长得跟歪瓜裂早没什么两样 怎么还有脸活着呢 血鱼难得看见 独蛇二师兄 竟遇到对手被气得怒火攻心 不过不要紧 小师妹意外突破注击 还是赶紧把这颗固灵拂下 别看平平无奇小药丸 可是对增长修为极好的宝贝 眼看小师妹欣然收下 他被传入耳中的乌烟慧雨 吵得烦不胜烦 扭头催促师兄 快点离开此地 还是少跟这群缺斗玩意儿 打交道为好 宋寒生怀疑自己被骂了 当即放下狠话 有种宗门大笔走着瞧 不料扬长离去的 四人出奇的默契 别说之一声了 就连头都懒得回 怪人迷女主 本是一个傲娇师妹的存在 结果被穿梳成了 封批射出之人气的心口疼 想必那个讨厌鬼 一定被师兄宠成宝了 可看着嘚瑟离开的背影 他极度的心情 竟一度低落到难以言喻 甚至还不爽到了 心口隐隐刺痛的地步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平日里 瞧不上眼的讨厌鬼 被血于他们 围着打转还护短的场面 就很不舒服 这种能感觉得到 却说不出口的情绪 就像冥冥之中 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 被人横刀夺走了一样 听说 绝鱼可是八大家中 最受宠的笛子 还传闻炼丹技术炉火纯青 已经达到 让人快速突破修为的丹药 也能唾手可得的地步 苏卓猜出了 云雀师妹话中有话 无非在暗示 讨厌鬼的修为 都是靠着吃丹药 快速提升的 的确 修仙之路 一般都讲究脚踏实地 虽然依靠药物 确实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可带来的副作用 也不容小觑 单凭必遭反噬这一点 都让很多修饰望而止步 云雀自嘲 当初二师姐 可是修为最低的 如今居然实力强的 连她都不放在眼 这边被舔狗 恶心了一把过后 薛鱼再三犹豫 还是轻声提起 该不会小师妹 真的认识月亲中 那几个清传弟子 也是他们口中 所说的二师姐 夜浪浪面对就是重提 本以为会极力辩解 不料静平淡如常 她自幼就是没人要的孤儿 机缘巧合 被月亲中的宗主 收养上了山 可在不堪回首的记忆里 就没过过几天像样的日子 并不是她天赋太差 而是不被人待见 就连苟见了都嫌弃的那种 后来实在受不了 才一气之下 脱宗下了山 看到小师妹耸了耸肩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露出苦笑 薛鱼的心里 多少有点不是滋味 对比她生下来 以后不管谁想欺负小可怜 她都第一个不答应 非但要处处维护 还要多多炼蛋 争取早日把细受帮干的小体格 养得白白胖胖 隐藏实力的小师妹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达到了人生巅峰 等回到宗门之后 听到这一消息的宗主 脸上都乐开了花 当秦范范得知事情经过 顿时瞪大了双眼 震惊不就出去 历练了没几天 而惊讶过后 激动到用力拍肩膀的宗主 居然死不要脸说她 果然没有看错人 似乎早已将青传弟子赶下山 为了图个清静的初衷 抛之脑后 赵长老倾咳两声 也被这个消息震惊到了 可怎么说都觉得 整日里不务正业的棒锤 不像是口中所说的那么厉害 除非坦白告知 用了几天的时间突破助击 薛鱼伸出一根手指 一回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赵长老担心的 还以为他猜错了 怎么可能仅用了十天的时间 薛鱼都被离奇的思路整沉没 本来他也不想这么打击人 可这都是你们逼的 有没有可能 小师妹天赋一饼 一天之内 突破了别人突破不了的境界 这下别说赵长老不相信了 就连秦范范都瞪大眼珠 怀疑这群小兔崽子 嘴里没一句实话 当两人默契对视 似乎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赵长老表情凝重一把 让弟子轰了出去 等几人彻底离开 秦范范一脸紧张兮兮 你说真有悟性极高的人 才会自甘堕落 留在长民宗不走吗 赵长老眉头紧锁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 可薛瑜算是几个 清传弟子当中最老实了 怎么眼下连他的话 都有些不敢信 秦范范百思不得其解 想不通一个中品灵根的丫头 怎么吸收灵气的速度 竟会如此之快 可其他几个师兄 怎么说都是极品灵根 但到了他这里 却连一个上品都算不上 罢了 与其暗自纠结 不如等到宗门大笔之时 把丫头带到 问剑宗的剑窟一侧便知 自从秘境回来的数十天里 叶浪浪都把自己 关在后院里 看似风平浪静的外表下 实则在研究一种秘密宝贝 还时不时会跑到薛瑜那里 讨要一些必不可少的材料 就在这时 沐仲熙兴奋跑来 告知成宗宗长老 赶来登门拜访 宗主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特意让他跑来叮嘱 小师妹在这几日 千万安分点 可别惹出什么大麻烦 叶浪浪茫然应了一声 我超乖的 你尽管放心好嘛 不就是人妖宗的老大要来了吗 他一点都不兴奋的 小师妹练花了秘密武器 想要把四师兄炸得原地起飞 可事事难料 差点失手 把探查底细的人妖长老 当场送走 叶浪浪看着锅里的火候 应该差不多了 师兄你说的那个人妖鼻祖 真的来了吗 沐仲熙郑重骑士点了点头 当然是真的 不然也不至于特意过来 再三叮嘱你小心点 哦 好端端的不请自来 想必那个老东西 一定没安好心 沐仲熙也这么认为 不过听说成风宗的人 擅长打扮得妖娆多姿 猜想那个所谓的长老 应该没有幻想中的那么老 或许距离宗门大比的时间 所剩不多 这才打着拜访的旗号 想要探查一下 清传弟子的真正实力 叶浪浪并没有再说话 只是自顾自捣顾着锅里的东西 沐仲熙一脸疑惑 将脑袋凑了过来 头顶着问号询问 到底在瞎搞些什么东西 怎么味道会这么奇怪 叶浪浪嫌弃的一把 推开好奇的脸 你不懂我 我不怪你 但不许诋毁我做的猪猪炸弹 若真的大功告成出锅了 他的威力可厉害着 沐仲熙听得一脸猛逼 感觉每次小师妹 在捣顾这些奇奇怪怪东西的时候 他想破了脑袋也看不懂 但越是被嫌弃 还越想看 不过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做好 等会儿 师父会带着人妖长老参观 万一被人看见 你在这里铁锅大乱盾 影响多不好 叶浪浪撇了撇嘴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反正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 炸不死人的 算算时间应该快好了 这可是 他从各大典籍当中 翻越了许久 才找到类似于火药的石头 融合而成的 你就等着瞧好吧 沐仲熙一脸担忧 不知道为什么 一看到小师妹这么笑 他就心里抵触地发毛 转眼叶浪浪捧着猪猪炸弹的手 都激动地在颤抖 四师兄 你可千万别眨眼 我这就扔一个 让你刮目相看 沐仲熙瞪大了双眼 满脸期待 煞时间轰的一声 看着地上被炸出来的土坑 顿时把他惊得直呼 小师妹真牛逼 叶浪浪被夸得美滋滋显白 那是当然 也不看他是谁研究的 沐仲熙兴奋极了 这么给力的厉害玩意儿 必须亲自体验一把 才能过瘾 只见他甩了甩胳膊 拿起一颗猪猪炸弹 还没扔出去之余 也不忘吹个牛逼表示 一定会比小师妹扔得更远 嗖的一声 确实飞出去的挺远 就连瞪大双眼的夜浪浪 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有灵气加深 飞出去个几十米 都不成问题 也不知道 最后会甩到 哪个幸运的身上 后山之中 孙长老 听说贵宗们 今年招收的新弟子 好像根基都还挺不错呀 秦范范自然心知肚明 此话何意 只见一脸虚伪假笑堂塞 不过都是一些谣言吧 暗想要真的实力超群 他早就乐开花 恨不得昭告天下 也不用处处 大费周章跑过来探听虚实 纯属是闲得吃饱地撑了 突然一个闪着金光的东西 飞到脚下 原本还虚伪奉承的画面 在这一刻 居然莫名变得禁止了 因为除了孙长老在外 就连秦范范都觉得 这小东西 模样别致的样子 看起来一定不同凡响 叶浪浪误打误撞进帮宗主 洗脱了遭人看不起的烦恼 忽然地上传来一声 巨响猪猪炸弹的威力 绝对非同凡响 好在秦范范反应及时 倒是挡住了伤害 让两人没怎么受伤 只不过 人妖长老被炸得躲在身后 瑟瑟发抖 脸上也早已没了 刚才瞧不起人的神气 随着烟雾散去 怒火中烧的秦范范 想刀人的眼神 变得满寒杀气 只听一声河东狮吼 响彻了整个长民宗 哪个小兔崽子 竟敢连老夫都敢偷袭 我看你不是胆肥了 就是皮痒了 殊不知 这边躲在草丛之中 看着地上炸出来的大坑 足以埋个人都不成问题 人妖长老 逐渐从惊吓当中回过神来 但说话声音 还带着些许哆嗦 不知突如其来的厉害玩意儿 到底是个什么稀罕法器 秦范范也很猛逼 但看到孙长老 一脸震惊的样子 似乎不知不觉中 找到了失去已久的面子 因为宗门大笔 常年排名倒数的缘故 这几个老匹夫 可没少在私底下嘲笑他 想到这里 秦范范一脸趾高气扬 故意装作高深莫测的样子 实则在故弄玄虚 不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炸弹吗 想必是几个不成器的青传弟子 导顾着打发时间的小玩意儿 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句话 已经彻底把人妖长老的 极度防线摧毁了 宗主你真的好谦虚啊 谁家的小玩意儿 竟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不想任凭他怎么拐着弯 探听虚实 秦范范偏要吊着他的胃口 随意搪塞着就是不说 以至于人妖宗主 被搞得心不在焉 转眼气喘吁吁的沐仲熙 实在跑不动了 想必都跑了这么远 应该不会被宗主发现的 叶浪浪突然有了鬼主意 反正炸都炸了 跑也跑了 为什么不趁机留下山干把大的 刚好他心血来潮 画了一张足以吹破牛逼的图纸 不如趁机找个造法器的 也好把东西整出来 让你开开眼 沐仲熙一脸犹豫 虽然他也很想去 但我们下午还有课 叶浪浪扑斥一笑 大不了就撬掉 反正只要咱够理直气壮 他早就不想上课了 只是一直没找到一起授法 被叶浪浪这么一怂恿 沐仲熙也是说走就走 下山之后 两个人二话不说 直接找到卖法器的铺子 就要照着图纸上的造型整 掌柜的瞥了一眼 显得很是惊奇 这是何物 形状为何如此古怪 叶浪浪给他起名叫无敌手枪 感觉怎么样 你到底能不能做 能做是能做 早就见惯不惯的掌柜 难得遇上能让他兴奋的法器 老夫当然是求之不得 只不过要临时三百克 如果惨遭疯批小师妹 盯上了怎么办 那就是被堵在后山 折磨了三天三夜 叶浪浪一听到打造法器 居然漫天要价 立马装得可怜巴巴 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疯狂砍价 掌柜的本来还想狠狠敲诈一笔 但他最后居然同意了 谁让小姑娘长得这么可爱 老夫怎么能不为难呢 沐仲熙都惊呆了 还得是小师妹会过日子 竟然把原本三百两的东西 硬生生砍到了一百两 他以前不知道有砍价一说 每次下山 一直都是老板说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 叶浪浪劝他人傻钱多 也不必太过自责 总归有钱是好事 总比他穷得一笔强 可沐仲熙却不这么想 虽然他兜里有点闲钱 但一想到平日里 明明可以砍价 却多花冤枉钱 就很不爽 叶浪浪庆幸 还好不是他 多花冤枉钱 不然肯定会比四师兄 现在的样子更难受 算了 反正你是没心情逛街了 不如我们跑回宗门 试试新研究的福祉 老好玩了 一想到刚开始没经验 居然拿自己实验 变成了活靶子 这一次 他一定找个好说话的 来遭罪受 心情沮丧的沐仲熙 莫名来了兴趣 挠了挠头 一脸天真追问 你需要实验的福祉多吗 他倒是很想体验 一把刺激到爆的感觉 如此说话 都把叶浪浪问得 怀疑他脑子进水了 可白送上门的铁憨憨 不搞白不搞 转脸生怕把他吓跑了 故意强调 也就没几张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 直到三天后 慕仲熙都在小师妹的手下 被折磨得彻底怕了 他真是信了小师妹的鬼话 说好的没几张 硬是折磨了三天三夜 众位弟子望而止步 一听到霍霍人不肠病的家伙 在做人体实验 光听着惨叫声 都在为师兄捏了一把冷汗 只见叶浪浪手中的福祉 换了一张又一张 每次都说是最后一张了 慕仲熙不抱希望 彻底躺平摆烂了 有本事你就搞死我 但请别这么变着花样的折磨我 夜浪浪扯着嘴巴 让少说废话 保证用了这张哈哈符 一定会让你笑口长开 唯一的副作用 可能会笑成面瘫 也可能会笑到脸抽筋 慕仲熙一脸无奈 虽然很想拒绝 总归小师妹的福祉 都还算有趣 刚才哭也哭够了 现在也是该笑了 不想啪的一声 福祉拍下的一瞬间 他彻底被折磨得放飞了自我 小师妹老子玩够了 你快点停手吧 尽管福祉的威力不是很强 可这么笑下去 恐怕他的脸都不能要了 好奇心强赶来围观的弟子 都被吓了一跳 看着师兄哭笑不得的表情 险些以为走火入魔了 果然招惹谁都不能招惹小师妹 不然下一个被祸害的 恐怕就是我们了 小师妹竟然成了 被选中庇佑的天道之子 如此炸裂的消息 瞬间传遍了整个修真剑 而这边被折磨到 生无可恋的慕仲熙 还没意识到自己宠到宝了 一门心思数落 他被不讲道理的小师妹骗了 话说伏修都这么会玩的嘛 光是别出心裁的哈哈伏 都快忘了 你是个剑修了 叶浪浪不屑一顾 说话时眼皮子都不抬一下 师兄你可别污蔑我了 画符只是业余的一个癖好 想当初在月清宗遍地都是伏修 他才另辟西境当了剑修 比起法师 谁不喜欢当刺客 慕仲熙倒是有些欣赏小师妹 毕竟谁家的业余爱好 画得这么有水平 叶浪浪心里有苦可他不想说 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想溜下山赚点零花钱 奈何他不是专业的 每次画的符都会有风险 就连练出来的丹药都奇形怪状 没人敢试 慕仲熙看着失落的表情 莫名想凑近身子安慰一下 话说小师妹福祉 真是没少画 可浪费的都还没你画得多 是啊 又画费了一张 叶浪浪无奈叹气 要是这一张还是画不好 他就舔着脸去求求毒蛇二师兄 慕仲熙一想到明玄那个死性子 不求也罢 你当时在月清宗学过画符吗 叶浪浪确实学了 可他是跟着原主的记忆学的 在人才济济的月清宗里 照葫芦画瓢的他 就是一个渣渣的存在 慕仲熙脸色有些讥笑 都知道修真界里月清宗 乃是浮休的鼻祖 要是被他们知道 你跟着学了画符 又脱了宗门还画得这么好 光是脑补都能想出 那群家伙的脸色能有多难看 看着小师妹如此用功的份上 他手里倒是有一根上品的狼毫笔 若是你拿着他画符 一定会锦上添花 厉害不少 叶浪浪激动的哇哇大叫 还是四师兄够讲义气 说着便迫不及待 想要画一张试试 随着繁复的符文刻在其中 形成金色皱印 他不由地惊呼 竟然一笔合成 丝毫没有断笔 果然贵的东西 就是好用 突然一道刺眼的金光直冲云霄 请客间 整个长明宗弟子 都被吸引得瞪大了双眼 秦泛泛一眼认出 这不就是天道祝福吗 也不知道哪个小兔崽子 能有这么个福气 竟会被天道选中 如此强大的气场 都把其他宗门 惊叹到何不拢嘴 要不是天道祝福 只显示大概位置 并没有指名道姓 他们真想去一睹 厉害人物的真容 沐仲西激动的话 都说不利索 小师妹还真是鬼打墙 竟能被天道选中 原来你真的可以做到剑服双修啊 看着目光灼灼一脸羡慕 叶浪浪却有些摸不着头脑 比起这么个称号 她更在乎能捞到什么好处 小师妹随手一花的福纸 直接翻价卖了五杯布纸 而她明明可以一夜暴富 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沐仲西若有所思 好不容易鬼化福 成了被天道选中的幸运胶子 怎么看样子 笑起来比哭还难看 原本叶浪浪比谁都要高兴 可当听到 只有被选中的那张福纸 才能卖出高价钱 瞬间难受地哭丧个脸 沐仲西搞不懂这么难得的机会 怎么一点不知道珍惜 要是现在把福纸 拿到山下去卖钱 估计你都赚发了 在师兄满怀期待的注视下 叶浪浪支支吾吾半天才表示 因为她刚才画的是爬行符 根本没人愿意买 除非对方脑子进水了 沐仲西听着名字还挺特别 就不知道干嘛用的 贴在人的身上厉害吗 叶浪浪被问得没了底气 说话的声音也逐渐变小 也不厉害 就是好玩 你要是好奇 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沐仲西到嘴边的话 硬生生憋了半天 都不知道说点什么好 沉默片刻 总算冒出来一句 真不愧是你啊 就连人人仰望不可得的天道祝福 你都这么不走寻常路 被师兄这么一安慰 叶浪浪彻底笑不出来了 难受的手里揣着爬行符 越哭越想哭 明璇看向欲哭无泪的小师妹 一脸狐疑 质问你这两天干嘛呢 偷偷摸摸的样子 一看就没干什么正经事 叶浪浪一看 是独时二师兄来了 立马一改脸色 装作没事人一样 要是被他知道 画了爬行符 就意外被天道选中 只不定会说出多么伤人的话 薛鱼看破不说破 扭头表示 今日里没少炼制新丹药 刚好缺一个体格好的 为他试药 看样子 似师弟还挺合适的 沐仲西强颜欢笑 虽说师兄炼丹的手艺绝对够格 可一道找人是要 总会闹出幺蛾子 光看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他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自从宗门传来一声惊天巨响后 不光秦泛泛 就连一向多愁善感的周行云 都对天道之子 好奇得不得了 到底会是谁呢 怎么过去了大半天 也没听到点风声 该不会是那个新来的小师妹吧 秦泛泛也说不准 反正把几天没上课的小兔崽子 叫过来问一下就知道了 周行云神色一愣 这家伙果然不是普通人 都能把谁的话 都不听得四师弟 收买一起翘课了 桑西大师兄 健身吃瓜现场 小师妹带着好奇心 赶上前围观 这边鹰兔崽子 目中无人胆敢公然翘克 秦泛泛恨得咬牙切齿 简直气到怒火中烧 冒了烟 周行云真搞不懂 小师妹究竟能有多大的能耐 好像他没来之前 宗门一直都很清静 或许是良心发现 终于觉得他这个当大师兄的 一点都不称职 师父你先消消气 他这就去管管那群惹祸精 转眼目中西可惨了 先前小师妹不在的时候 三师兄总是拿他试药 现在道好一群人 追在屁股后面 他想逃 却怎么都逃不掉 薛鱼遇见飞行 一脸奸笑 像急了反派大佬 师弟你可跑快点 不然我们可要抓住你了 这一嗓子下去 差点把目中西吓得 从剑上掉下去 明轩虽然起了怜悯之心 可今天你就算喊破喉咙 都不会有人来救你 叶浪浪莫名 有种死变态的感觉 话说我们这样 追赶四师兄 会不会有些太刺激了 光是遇见飞行的速度 一时间竟然快得锁到之处 寸草不生啊 目中西欲哭无泪好无助 真希望此时能有一个人 突然出现 带他逃出魔掌 如此激动人心的景象 都把一声无欲无求的周星云 刺激得有些小激动 怎么感觉 小师妹就是个妖精 只要有她在的地方 从来都没消停过 可见惯了大场面的人 很快就恢复了往日平静 只见抬手一挥 一个个做妖小能手 全都得从天上掉下来 好在血鱼四肢发达重心 还算无 就数她落地的姿势最帅 而同样是被打下来的目中西 只顾着卯足了劲往前跑 要不是被师兄稳稳接住 估计摔的姿势 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只是 两人以公主抱的姿势 深情对视 里外都透着些许古怪 原本热闹的场面 一时竟尴尬到了极点 只听不喜余色的周星云 传来一阵清冷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都不注意点形象吗 血鱼慌的连忙松了手 只要她放手的速度足够快 想必被人盯着看的奇怪目光 就落不到她身上 夜浪浪见状 连忙挡住二师兄 你可别偷看 大哥大的事情 我们还是不要插手 况且 真是太辣眼睛了 当沐仲西被无情摔下 血鱼非但不理会 还急着跟她撇清关系 大师兄 你可一定要听我解释 自认为她是好端端的正人君子一个 怎么会做出如此 有尸体统的事情 整日郁郁寡欢的桑西大师兄 不是在寻死 就是在寻死的边缘反复蹦荡 可自从遇见了小师妹 进了一步 周行云看着不省心的弟子 站得倒是整整齐齐 听闻你们已经好几天没上新法课了 自知打不过的大师兄 摆明了要算账的架势 明选口是心非狡辩的话 是张口就来 没有的事 一定是别有用心的人 极度他们纯洁又善良 才会在背后肆意造谣 周行云冷笑出声 他冷死人不偿命的态度 在宗门里 可是出了名的 夜浪浪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什么叫话不多说 还能碾压全场的气势 如此阴冷的笑容 再联想到阴晴不定的脾性 就算他再怎么天不怕地不怕 也一时被压迫的瑟瑟发抖 可眼下情势所迫 他必须得站出来说点什么 不然几个冤大头 都得被组团关禁闭 于是夜浪浪脑子转得飞快 立马大喊 阻止了师兄 还未说出口的狠话 他作为小师妹 自知见识浅薄 不知你觉得 今年修真界的第一宗名号 会花落谁家 周行云虽然猜不出此话何意 但还是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数千年以来 成风宗和问剑宗 在第一宗的位置上 轮流更换 今年论实力来讲 两大宗门自然是不相上下 若非要比个高低的话 恐怕一时之间难以决断 殊不知 此时已经中了夜浪浪的奸计 只见他一脸期待 不知大师兄努力一点 我们能不能拥有第一宗的名号 不知为何 看着小师妹瞪大的眼睛清澈透亮 周行云却有一种想打人的冲动 看样子 巴不得他手拿法器向问剑 脚踩成风打宗门 可他硬是保持冷静 刻薄嘴脸 真没想到 都说实力牛逼的大师兄 竟会这么没用 你可太让我失望了 周行云被错不及防的变脸速度 惊得一度哽咽 他真的像小师妹口中说得那么差劲吗 沐仲西看着目光忧郁的大师兄 果然先发制人的招式 屡试不爽 不知不觉 好像做了错事的人高高挂起 而什么都没做的周行云 被说得怀疑了人生 夜浪浪看着大师兄 陷入了纠结之中 无法自拔 果断议会明悬 准备偷偷摸摸开溜 虽然这么做确实有些不地道 可他们也确实不想被关禁闭 看着娴熟的逃跑路数 周行云不禁微微皱眉 看样子 几个小兔崽子 都是被小师妹给带坏的 不过后山禁地 可是全洞门灵气最浓郁的地方 你们越是想逃跑 他就偏要把人往里面送 最终躲不过被关禁地的几人 差点像大师兄那般抑郁 尤其是夜浪浪无聊的 都有些烦躁 要是再出不去 恐怕他就得发疯了 明悬黑黑一笑 他倒是有一个法子 不过得用传送符才行 只是都被关了禁地 要还不老是偷跑出去 万一被抓了回来 会不会被宗主气地打断了腿 被关禁地的小师妹要逃跑 三师兄仿佛和尚化身 碎碎念了起来 可他不光没听进去 还拍着胸脯表示 老师人不干缺的事 都怪明悬会画几张破符纸就了不起 非要满足小师妹的念想 用传送符 把他送出去搞事情 叶浪浪被宠得瞪大了眼珠 他要什么就给什么 原来被人惯着的感觉这么爽啊 明悬一脸宠密那事当然 可他手上只剩下了两张 但愿你跟沐仲熙溜出去之后 别惹出什么大乱子 当薛鱼看着小师妹 信誓旦旦打包票的样子 竟一点都放心不下 毕竟两个导弹鬼强强联手 可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想让他们安分 估计比毁灭修真戒都困难 叶浪浪本想说点什么狡辩一下 可说起话来 偶头是道的三师兄 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 只听轻探出声 无放心在一旁叮嘱 若执意出去 可别瞎凑热闹 万一情况不对 立马撕碎扶指 撒腿跑路 对了 如果遇到什么好的机缘能抢的 也别轻易放我 本着不惹事不怕事的行为准则 一定会没错 面对三师兄 牢牢叨叨说个没完 叶浪浪犹如小鸡 点头一句忤逆的话 都不敢置一声 对了 临走之前 倒有一个好东西留给师兄 这瓶灵丹 可以帮人更快速地吸收灵气 把它留在灵气浓郁的境地 使用再合适不过 时隔数月 再次闻到熟悉的螺蛳粉味 明璇都快恶心吐了 没想到记忆犹新的味道 依旧这么让人难忘 薛鱼虽然全身都在抗拒 可毕竟是小师妹的一点心意 她自然要领情收下 看着小师妹撕碎扶指离开的身影 一时间 她竟有些庆幸惹事的小妖精 终于走了 而有了心里准备的薛鱼 真的学会了练丹 想当初每次拿起丹药放入嘴中 她都被雷人的味道 熏得吃一口就吐了 可哪里知道 里面包含的灵气 竟会这么纯粹 明璇盯着行为反常的薛鱼 冷不丁打了个寒颤 本来小师妹练的丹药 就跟生化武器一样难吃 可加上对丹药痴迷的失地 两人要是凑一起 日后她跟沐仲熹的好日子 还有得过吗 为了不被当成药罐子 明璇顶着违背良心的态度 试图糊弄小师妹给的丹药不能信 说不定这瓶东西 是从碧水宗里买来逗你开心的 薛鱼若有所思 真的是这样吗 一定是这样 小师妹还是个小屁孩 况且剑都还没学好 又成了两道双修 我劝你最好别信 谁能想到 堪比小师妹还封批的四师兄 竟是个胆小鬼 居然被传送服 吓得误以为坐在坟头看星空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传送到了云中城 夜浪浪四处张望 人来人往 都是散修 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毕竟 他也怕被传送到奇奇怪怪的地方去 慕仲熙留意到 小师妹腰间的配件有些旧了 是该努力一把去剑枯 选个属于自己的本命剑 只要能在宗门大笔 拿下排行榜前十 就有资格进剑枯 到时候 各式各样的上古宝剑 都能挑到你手软 夜浪浪连连白手 他可不想这么卷 反正旧了 也能用重点式 不用努力 师兄以后就别说这种话了 要是被我手里的小玄剑听到 可是会很难过的 闻言慕仲熙的脑子 有些不够用 你的小破剑 连个剑铃都没有 怎么可能听得懂人说的话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怎么说朝夕相处 总会有点情面的 与其走在街头乱晃 不如找个酒馆下馆子吧 被这么一说 慕仲熙的肚子 确实有些饿 正所谓有人在的地方 就有江湖 天大地大 还是干饭最大 转眼看到面来了 夜浪浪口水直流 还两眼放光 一向抠抠嗖嗖惯了 也不忘提醒四师兄父前 慕仲熙倒是一脸爽快 不就是一碗面吗 小师妹尽管搁劲吃 突然从身后 传来一声嘲笑的语气 顿时说的人扫了兴致 哟 这不是常明宗的弟子吗 怎么穷酸的 只舍得吃面啊 变浪浪眉头紧簇 没看到西流面条正带劲呢 突然被说得一头问好 可愣神过后 他竟有一丝尴尬 原来一群气焰嚣张 目中无人的家伙 不是再跟他说话 只见同门弟子 站起身来拍桌子叫嚣 送见你这个缺德玩意儿 怎么到哪儿 都能遇见你 不想对方仗着人多势众 硬是强强联手 仗是欺人 一把将人按在桌子上 动弹不得 你要是再敢满嘴喷愤 老子可不会让你有好果子吃 劝你瞪大眼睛看看 他可不是你们常明宗 这群垃圾弟子 能惹得起的 识相的话 以后见了面 也要绕道走 这么大的阵仗 可真是嚣张 若慕仲熙没猜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问剑宗的内门弟子 叶浪浪两眼一愣 没想到传闻中 有望成为第一宗的弟子 竟然是这副德行 不过他们同样是人 未美也太狂了吧 小师妹简直不要太缺德 居然把吃完的面条 盖了男人一头汤 起因只怪对方嘴太臭 欺负人专挑软柿子捏 面对骄傲自大的宋剑 故意挑衅 常明宗弟子 被逼退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眼看气氛剑拔弩张 似乎早已不是两个人的私人恩怨 要不是云中城内不许斗殴 慕仲熙真想把混蛋玩意儿的头给扭掉 叶浪浪本想埋头吸溜面条 势不关己高高挂起 可问剑宗弟子 太过年少轻狂 根本不懂吃面条的香 他今日要不站出来出口恶气 恐怕会让对方以为 常明宗真的没人了 慕仲熙虽然也不甘心 宗门被小逼崽子刻意侮辱 但在此地拔剑动手 后果可比关锦币还要惨得多 只见叶浪浪吃饱喝足 碗里的汤也不能浪费 二话不说 端着杀伤力不大 侮辱人极强的热汤 就要让小逼崽子尝尝味道 宋建听着 身后有人语气不善 刚扭头准备硬钢 不料就被劈头盖脸扣了一头 身旁围观的小弟 看着味道极强的汤汁滴滴落下 可想而知 此时的老大内心得有多恼火 不想宋建被恶心的 还没来得及破口大骂 就被叶浪浪礼貌问候 怎么跟你爹说话呢 沐仲熙都惊呆了 本以为小师妹狂得离谱 怎料帅不过三秒 拉起师兄撒腿就跑 好在跟长老学的踏青风 派上了用场 要是跑慢了一步 今天估计就得交代在这儿了 汤汉从头上掉落的一瞬间 宋建整个人都猛逼了 到底是哪个宗门的狗东西 有本事惹事 怎么没种等着被打呢 这边两人早就跑没眼了 小师妹 你可太牛逼了 要不是为了不浪费 把碗里的面条捞干净 怎么会让他在那里 骂骂咧咧诶诋毁半天 对了 饭是吃饱了 不如趁着妖兽临终异象浮动 咱们赶紧跑过去见识一下 要是运气好的话 也许能捞个稀释珍宝 也说不定 小师妹只因无聊打了个妖兽 没想到一镜之差天壤之别 就连实力派选手 毫无对手的四师兄 都被刀得透心凉 当夜浪浪提前打探异象 到了妖兽出没的深山老林 按理说 一路斩杀妖兽 就算不出个奇珍异宝 讨得几个妖丹 也再正常不过 可看着脚下毫无反抗之力的对手 未免也太扫兴了 修为低的没打几下 就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地嘎了 他擦了擦手中的长剑 表示不服 势必要在妖兽灵中 找出既有力的对手 慕仲熙早已无聊地不抱希望 作为好战分子的他 本以为此番下山 会玩得不易乐乎 谁知道偌大的林子 连个鸟毛都没有 突然一阵驴教般的哀嚎 传入耳中 慕仲熙兴奋之余 禁顿感大事不妙 恍惚间 一个倒霉蛋捅了鸟窝 正在被一个三尺 长五尺宽长着赤红羽毛 类似凤凰的大鸟抱头 只听自爆家门 乃是人妖宗亲传弟子的断横刀 被凶兽一路追赶 跌跌撞撞逃跑之际 还好心提醒道友 通通闪开 这家伙细嘴 獠牙刀人可疼了 叶浪浪没想到 倒霉蛋鞋都跑掉了一只 还不顾狼狈的样子 提醒别人快点跑 不想原本打算看戏的两人 突然激起了赤红大鸟的兴趣 伴随着仰天长明 一声怒吼 不出意外的话 叶浪浪要倒霉了 慕仲熙让小师妹撒腿就跑 说不定他可以解决了 这个令人兴奋的大家伙 不想抽出常见对抗之时 显然赤红大鸟的修为 在他之上 慕仲熙手臂被震麻得连连后退 这下子恐怕完了 都知道一镜之差天壤之别 虽然金丹修为牛的一批 可这次真的打不过呀 叶浪浪被惊得眉头紧簇 本想着找个对手过把椅 谁知道口出狂言报应不爽 若连四师兄都打不过 他一个刚突破助击的废柴 就更没心 不想一声怒吼传来 赤红大鸟又改变了主意 或许是觉得 断横刀那个倒霉蛋更好刀 一转身 头也不回地 朝着目标对手冲去 吓得慌不择路的倒霉蛋 欲哭无泪 救命啊 谁能来救救我呀 不带这么玩的 老子可是成风中的清传弟子 叶浪浪看在断横刀 好心提醒的份上 准备撕碎符指快速跑路 想必扔个石头 勾引一下赤红大鸟 就会转移目标放他一马 果然脑袋被偷袭的一瞬间 性情大变的妖兽 朝着小兔崽子就要包他 可回头之余 静愣神的 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只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 从眼前窜了过去 断横刀早已累得两腿发软 看着头上鼓了个包的鸟大哥 眼神满是哀怨 你能不能别再刀我了 不想赤红大鸟 被激怒得怒火中烧 眼看倒霉蛋 被步步逼近躲起来的夜浪浪 只好再次挺身而出 此时一直等待时机的沐仲熙 果断配合小师妹 一个做诱饵 一个搞偷袭 只听嗖的一声 让赤红大鸟 引以为傲的鸟官 就算不被刀死 恐怕也得被刀成残废 小师妹从禁地偷跑出来找乐子 竟意外遇上了成风中的大人妖 当她浪来浪去撒腿就跑 却在半路改变主意 惦记上了薅鸟毛 沐仲熙都不敢想象 被刀的感觉有多疼 奈何小师妹脾气倔的 谁也扭不过她 赤红大鸟眼见害她抱头的小东西 还敢回来 瞬间血脉觉醒 非要把她刀枯 才肯善罢甘休 不想叶浪浪给四师兄出了一个损主意 这次不光不挨揍 还能收服妖兽发比横财 沐仲熙还以为小师妹有了什么鬼点子 不就是装枪做事 一个打头 一个打屁股吗 当赤红大鸟被两个小兔崽子 打得心烦意乱 突然爆发的一瞬间 就算屁股被偷袭得生疼 也要刀死眼前的狗东西 可叶浪浪根本不给她还嘴的机会 我家四师兄起事 你想刀就能刀的 随着嗖嗖几声 赤红大鸟非但没占到一点便宜 就伤魏玉的头上 又被打得多出了两个大包 看着如此厉害的妖兽 居然被两个不起眼的 见羞惑惑的这般狼狈 断横刀瞪大双眼 突然有点鄙视他们 怎么可以这么厉害 可羡慕归羡慕关键时刻 少了他还真就不行 只听吆喝一声 手中甩出去的捆腰绳 成了叶浪浪收服赤红大鸟的制胜法宝 不料愤怒的妖兽 根本不吃这一套 撅起大尖嘴 就要将绳子一刀两断 叶浪浪放眼望去 这东西还真像四师兄所说 长了点脑子 可长了又好像没长 不知道捆腰绳越挣扎越紧 又岂是撅嘴说咬就能咬断的 等赤红大鸟反应过来 已经为时已晚 不管他怎么狂甩挣扎 嘴上的绳子都只会越来越紧 反抗不得 断横刀看着小师妹满脸得意 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好转的 要不是他及时帮忙 又怎会让你站进风头 叶浪浪盯着哆嗦不停的双腿 果然浑身上下就嘴醉硬 却你还是先站在一边凉快一会儿 也好冷静冷静 被嫌弃的断横刀里外 都透着不乐意 像这种打打杀杀的场面 本来就不是一个气修该出场 人家以前在宗门 可是都被师父 当作团宠级别的存在 就算到了外面 你们哪怕不保护我 也不应该处处嫌弃我 听着人妖宗弟子 蹲在一旁碎碎面 只求财 不要命的叶浪浪 根本没当一回事 记得藏书阁的经文提到过 这般难得的妖兽鸟毛 一定能买个好价钱 沐仲熙兴奋不已 那要是把整只鸟都卖了 咱俩岂不是一下子赚大发了 叶浪浪可不这么想 比起赚钱头脑失胸 还是嫩了点 不如先将这东西留着 慢慢把鸟毛豪秃 反正来日方长 秃了还能再长 人妖弟子 怂恿寻宝三剑客正式出道 叶浪浪听后 当场就不乐意了 这不是塑料的小船 说翻就翻 当听闻妖兽的鸟毛 可以耗得循序渐进 断横刀瞬间领悟 他怎么想都没想到 先前从来都是抓到什么用什么 如今头一次听闻 还有养肥了一说 可沐仲熙又有了疑问 虽然妖兽是咱们收服的 可捆腰绳却是别人的 万一那个嘴碎的家伙 非要跑过来 跟咱分钱怎么办 断横刀听闻此话 不知是在故意说给他听 还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不就是一个捆腰绳吗 大不了送给你们就是 反正他作为气修 最不缺的就是这种玩意儿 叶浪浪难得遇上人傻 钱还多的人腰弟子 既然道友盛情难却 他们自然勉强收下了 断横刀看得出来 小师妹对薅鸟毛的银声 很是在意 可他看透不说透 还是好朋友 我看大家如此投缘 不如一起纵横妖兽灵可好 说不定半路上 碰见什么难缠的家伙 还能横数多一个帮手 沐仲熙伸出小拳拳 自然在合适不过 现在鸡拳为事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叶浪浪也是这么想的 不知道组团打妖兽 有没有什么响亮的名号 沐仲熙咪咪咪一笑 我看三剑客听起来 又撒又冷 霸气十足 断横刀炸一听 这个名字 怎么像是又傻又愣 不如前面加个寻宝二字 会不会听起来舒服许多 听得随便到极致 还有点潦草的寻宝三剑客称号 叶浪浪早已被雷得无力吐槽 好歹也是头一次组团 就不能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吗 怎么看 都像是塑料情义一团散沙 奈何他没有一票否决权 只能顶着雷人的称号 闯进妖兽临身处 沐仲熙一路走来 只觉得奇怪 怎么此处的妖兽 已经在肉眼可见地减少 难不成已经被别的弟子 杰族先登了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阵激烈对峙 当三剑客走进人群的时候 发现场面还有些激烈 叶浪浪一眼认出 两拨人在争论不休 一拨是个精丹修为的弟子 带头领路 而另一拨 怎么又是那个讨厌鬼 出来隔引人了 果然不是一家人 做不了寻宝三剑客 断横刀一看见那个缺的玩意儿 就往小师妹的身后躲 叶浪浪不知道他在躲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先前坑过宋寒生一把 生怕被狗东西记仇惦记上 听闻此话还真是小看你了 就连月清中那个 仗势欺人的狗东西都敢惹 果然是他叶浪浪认的好兄弟 宋寒生扭头一看 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该来的 不该来的都来 既然遇见了 那就留下 做个一雪前耻的工具人吧 正好老子早就想出了 那口憋死人的恶气 叶浪浪冷不丁被这么一说 还真是高看了 首席大弟子的口气 先前也不知道 是谁被羞辱的没脸见人 今天怎么还敢拿活人 当幼儿勾引守护宝物的妖兽呢 不想对峙的声音还未落下 闻到人肉气味的妖兽 已经异动到叙事待发 目中戏都觉得 宋寒生真是疯了 就算为了得到灵气 也不该拿活人 当幼儿不振施法吧 可误入圈套的弟子 已经被团团包围 就连寻宝三剑客 也被困在了其中 宋寒生冷哼一声 修真戒 本来就是弱肉强食 等他施法将符旨 嵌入妖兽之中 你们就等着被失去理智的怪物袭击吧 突然听到一声幕后 断横刀 都被吓得打了的寒沉 那个缺德玩意儿 怎么敢打着月清宗的旗号 丧尽天良 难道不怕遭受正道之光的制裁吗 叶浪浪嘲笑他 未免太过天真 既然那家伙敢做 就说明早已想好退路 眼下看着 被魔化服充分头脑的妖兽 还是赶紧想想 怎么保证小命呢 不想话音刚落 防不胜防的叶浪浪 就被精准袭击 躲闪不及之际 硬生生被锤在地下 砸了一个大坑 目中戏眼看妖兽 并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危急时刻 他怎么能放任小师妹孤身一人 可下一秒 眼前一黑 两人成双成对 被吃进了妖兽的肚子了 当目中戏被黏糊糊的唾液围绕 真后悔 先前没多吃几颗螺蛳粉味的灵丹 虽然难吃了点 但可以增加免疫 至少不用被臭味熏得上头之余 连个喘气的机会都没 叶浪浪表示赞同 或许吃惯了各种臭味 做的黑暗料了 他现在对于毒化雾气 已经完全无感了 不想看见道友被一口吞下的断横刀 也绝不毒 随着一声惨叫 寻宝三剑刻不出意外 在妖兽的肚子里聚起了 叶浪浪最烦装逼的人 狗男人成天骂骂咧咧 好像就他整个张嘴 当暴脾气的小师妹 被一把坑进了妖兽的肚子里 只见态度诚恳 双手合十 多希望宋寒生那个缺德玩意儿 也跟着一起掉下来 目中戏文言猛然一愣 下一秒进学得有模有样 如果诅咒真的有用 但愿小师妹能梦想成真 断横刀没想到 看起来善良可爱的道友 竟然内心如此阴暗 但实不相瞒 老子也希望一个狗东西不得好抱 或许是三剑刻的信念太强大了 突然一口吐沫吞了下来 随之而来的宋寒生也身在其中 刺鼻的棒臭 熏得人面目扭曲 他用两根手指紧紧扣住鼻孔 该死的妖兽到底吃了什么 真是恶心死人了 看着脸色苍白掩掩一息 随时都可能嘎过去的样子 叶浪浪一时兴奋到得意忘形也不装了 宋寒生呕吐不止 一抬头就看到该死的家伙 你怎么还没死呢 你好嚣张啊 都到了妖兽的肚子里 竟然还敢这么活 再说你是眼塞驴毛 判不清醒是吗 真要打起架来 他们可会以多欺少 把你往死里暴揍 憋着怒气没处撒的宋寒生 有些不知所措 你们人多了不起 还不行吗 旁边发呆的沐仲熙泛起了嘀咕 好像他的灵气被封印了 恐怕一时打不出招式 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下子全老实了 似乎妖兽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 可以控制灵力 此时的宋寒生一脸死相 虽然目前没什么危险 但妖兽位里直犯酸水 要一天之内逃不出去 肯定会被熏死在这里 叶浪浪提议分头行动 联想到先前的暴动 再加上灵气的消息 说不定宝物就藏在妖兽的肚子里 不想转了一圈 什么都没找到的宋寒生 越发暴躁 老子要是再逃不出去 老高等着吃屁呢 叶浪浪却觉着站得高看得远 说不定压制灵气的宝物 就藏在某个肠子里 断横刀最看不惯别人在他面前装逼 不就是个破手袭弟子吗 至于大惊小怪 非要跑出来浪板 叶浪浪也嘲讽最烦装逼的人 知道的说他是个狗屁弟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算什么东西 宋寒生气的直翻白眼 人多了不起啊 有种你来打我啦 叶浪浪顺着光滑的胆汁飞速跳下 还没开口说话 就把他吓得瑟瑟发抖 你怕什么 我又不打你 明明想到了出去的办法 可他实在想不通 那股神秘的力量 到底是从哪发出来的 被困在妖兽肚子里 随时都会嘎得男人气急眼了 明明黄土都埋了半截 不怕死的小屁孩 怎么还在悠闲地陡腿 可叶浪浪根本不鸟他 自顾自寻找随时都会出现的灵气 这边刚一抬头 眼前出现了一把飞蛆蛆的棍子 发现异常的他觉得 那不是跟普通的棍子 似乎有种神奇的魔力 促使了妖兽暴走见人就吃 想想也对 这么粗一根棍子插在肉里 恐怕搁谁都得被疼得疯狂暴走 看到神色异常的小师妹 慕仲熙觉得他很不正常 你手里拿的什么玩意儿 飞不溜秋 还丑不拉击的 叶浪浪拿在手里来回晃了晃 应该是个灵气吧 虽然丑了点 但好使啊 断横刀觉得他真的很随便 你该不会是想灵气想疯了吧 随便拿个棍子 都能当宝贝了 慕仲熙觉得话不该这么说 只要是小师妹喜欢他怎么样都支持 可别人家的灵气 都有个响亮的名字 你这根棍子 未免太土了点 一向肚子里 没半点墨水的叶浪浪 也装起了斯文 俗话说 君子不夺人所好 我看就叫他夺损吧 断横刀没觉得 名字有多好听 但确实雷得人五官乍零 小师妹随便起来 真的很随便 无言乱语的样子 也确实有辱斯文 慕仲熙也觉得一言难尽 别人家都是明月见主 朝夕见主 可到了你这里 就成了夺损神棍 一直默不作声的宋寒生 算是看明白了 你们宁愿给破棍子 起个喊出来都丢人的名字 也不愿意赶紧分头找出路事吧 听着气急败坏的叫嚣 慕仲熙也表示很无奈 灵力都没了 还怎么出去 不然你跪下给妖兽磕一个 说不定他心情好了 咱们就有救了 反正断横刀是丢不起那人 与其出卖灵魂 倒是可以用长剑把肚子剖开 如果顺利的话 也许赶在化为血水之前 还有一线希望 此时宋寒生把目光 投在了叶浪浪身上 看着你那么拽的样子 是不是找到了出去的办法 是又怎样 老子偏不告诉你 就问你气不气 此时的宋寒生 一下子通透了 你是在等着 跟我谈条件吗 要是真的有机会逃出去 非得谈的条件 也未尝不可 但你想要什么 临时还是福祉 叶浪浪伸出手势表示非也 慕仲熙打抱不平 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我家小师妹 可是被天道祝福过的人 你行吗 宋寒生真怕自己会死在这里 小屁孩到底要什么 你倒是赶紧说啊 叶浪浪一脸猥琐 应笑地说道 我要一万颗上品零食 外加月清宗内心心法 和福祉书 不答应的话 你就别想活着出去 一个喜心厌旧的女人 竟然有两幅面孔 遇见了一路开挂的正宫男主 就对自认清高的师兄各种嫌弃 当宋寒生听到小屁孩 提到无理要求 本以为破口大骂 直接开队 没想到双手奉上心甘情愿 心里暗讽狗屁都不通看又看不懂 就算把独门福祉书给你了 又能怎样 到时候 一宗学两门 只怕会走火入魔吧 正当手拿零食 被催促快点找出路时 叶浪浪竟丝毫不慌 还悠然自得赎起了零食 难得把宋寒生气的屁都不敢放 当然要趁机摸摸他的急性子 果然屡次被羞辱的男人咬着牙 也不敢知一声 你就尽管作吧 等老子出去 有的是机会收拾你 数到手抽筋的叶浪浪冷笑一声 既然身份尊贵的首席大弟子 都这么第三下四求人了 他就勉为其难帮一把 只见掏出袖子里的猪猪炸弹 他可要放大招了 无关人等通通闪开 看着小师妹牛掰的架势 穆仲熙早就躲得远远的 毕竟那东西威力大的惊人 他又不是没见过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也不知道叶浪浪用了多少生化武器 都把妖兽的肚子炸成了肉酱 突如其来的威力 把宋寒生惊的措手不及 等反应过来之际 小屁孩早就带着师兄跑远了 老子这辈子 都没见过杀伤力这么大的东西 看来封批成性的小屁孩 办起正事还挺靠谱的 姗姗来迟的云雀 看到大师兄平安无恙 总算松了一口气 你没事吧 他都快担心死了 面对自家师妹安慰体恤的宋寒生 本应该开心才是 可看到守护在身旁的神秘男子 俊秀得很 瞬间算了八计的醋坛子 说翻就翻 云雀很不喜欢大师兄 这么盯着人家看 他们可是特意前来帮忙的道友 你充满敌意的眼神 未免也太不友好 宋寒生满脸不悦 看着两人郎才女帽般配得 很就气不打一处来 只见帅气男人手持长剑 身穿长袍 眉间的一抹红质 清新脱俗 还略带几分神秘 云雀连忙解释道 叶清涵可是问剑宗的首席大弟子 更是一身剑术所向 僻腻厉害着的 宋寒生很是不爽 不想云却是抗拒的 跟着一群不休混顶什么用 还不是三两下 就被别人揍扁了 与其处处提心吊胆 哪有跟着剑修走的舒坦 被嫌弃的宋寒生 强忍着怒呼 放着自家大师兄 不要偏跟一个不太熟男人 混来混去 算怎么回事 躲在一旁看戏的沐仲熙 直接惊扑了一身卧槽 那个堪比龙傲天的叶清涵 怎么演员 叶浪浪也跟着不淡定了 没想到万人迷女主的正宫男人 会在妖兽邻里遇见 看来宋寒生那个大冤种 要被自家师妹酸死了 叶浪浪完了 宋寒生为报额前之仇 问剑宗弟子 为报扣面条之仇 硬是仗着天生剑骨的师兄撑腰 非要打死你各浪里浪气小屁崽子 叶浪浪算是看明白了 只因叶清涵实力超强 就可以在修真界里为所欲为 由于此人出场的方式过于惊人 一直没仰慕过谁的沐仲熙 也吓了一跳 不过他再怎么牛逼 咱宗门里的大师兄 也能跟他一较高下 叶浪浪简直离了大步 没想到周星云也是见到的顶级人物 这事儿他可一点没见袁叔提到 可能两人看热闹 不嫌事儿大的议论声过于嚣张 突然惹得问剑宗弟子 无情拆穿了真相 大师兄你快看啊 那个小屁崽子 就是扣我面条害的当众出丑的罪魁祸首 云雀惊呼一声 那人不是他的二姐吗 怎么可以做出如此遭人唾弃的下作之事 叶浪浪从惊呼过程还没缓过神 又被故意挑衅的女主神补刀 老子明明都脱宗了 还非要在外人面前假人假意 这家伙到底是想挑拨离间 还是看他当众被人暴揍一通 有师兄撑腰的问剑宗弟子 硬气的不行 你们都赶紧给我冲啊 打不死他都丢了宗门的脸 有仇当时就想抱得宋寒生也坐不住了 既然你敢饿我钱 老子就让你少条腿 月清宗的弟子都给我听着 谁替师兄出了这口恶气 谁就是他的仗义兄弟 此时身份尴尬的断横刀 很是无语 如果我说是成风中的弟子 你们能不能别打我 穆仲熙看着有事 旧耸的弟子也是伤透了性 好歹咱们在一个肚子里待过 怎么能这么不念旧情呢 可眼下不是想撇清关系 就能独善其身 听着身后嘶吼的声音疯狂叫嚣 他从前不服就干 自从遇上小师妹 沦落成了打不过就跑 叶浪浪顾不得听他说什么废话 就算你建树在高超 遇上叶清寒都得掂量着干 更何况身后一群疯子紧追不舍 还是先用踏清风保命要紧 断横刀鞭跑鞭吐槽他们不仗义 不是说好一起跑的 你们怎么用起了独门心法 合着老子跑出风火轮的大长腿 不值钱是吧 叶浪浪总归是咽不下这口气 你们人多你们厉害 可他有独门福祉在手 也不怕整不死你们 只听嗖的一声 甩出手的福祉百发百中 百里挑一的信任 喜提抽风五步一套 看着身体扭动不正常的 问剑宗弟子 其他的小弟都不敢擅自行动 明明气焰最嚣张的扛把子 怎么转眼成了狗袍子 如此闻所未闻的抽风姿势 该不会是邪气附体了吧 叶浪浪长这么大 从来没被坚定地追求过 只因手握木棍 喊了一声夺损 邪气十足的宝物 引发了妖兽集体暴乱 这边前一秒 还在嚣张怒吼的问剑宗弟子 在被扶指牺身的那一瞬 开启了斜碎附体的神经时刻 身旁目睹全程的弟子 直接怂了 看着他们在地上扭动的姿势 格外诡异 会不会独以入水煤的救了 听着议论纷纷的声音 众说纷纭 没脸见人的问剑宗弟子 只想赶紧逃离 这个人心险恶的世界 可胳膊和腿个扭个的 就连灰头土脸离开的身影 都丢死人了 当带头干架的弟子狼狈不堪 串通一气的帮手瞬间怂了 猛逼得很猛逼 那还打什么呀 一群人还是各回个家算了 夜浪浪停住了脚步 看着落荒而逃的众人 果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四师兄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不穿青传长袍 果然是个明智的选择 不然天天穿着统一制服 招摇过市 等到丢脸之时 都把宗门的脸面给丢尽了 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对妖兽极其敏感的断横刀预感 这次恐怕来了一群狠角色 随着一声嘶吼 面露杀气的妖兽群迎面袭来 单看目光凶狠的赤红双眼 就知道 失去理性的家伙要吃人了 目中戏有些诧异 他们居然全员出动 看来整件事情的背后 一定不简单 夜浪浪遇见飞行 撒腿就跑 他研究的封批服 还没在妖兽身上试验过 恐怕对他们根本不起作用了 紧跟其后的断横刀 察觉出了一丝端倪 看着一直紧追不舍的样子 像是被什么东西 扰乱了心智 不然怎么急红了眼 硬是追着不肯走 夜浪浪想起 他有多损在手 会不会跟这根棍子有关 于是拿着 在妖兽的眼前晃了晃 果然 他们是冲着此物的气味来的 断横刀没想到 小师妹连一根破棍子都爱不释手 反正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你不如扔给他们算了 夜浪浪总觉得事情不简单 眼下虽然看不出 有什么古怪之处 但总有一种特别神秘的预感 断横刀肉眼见过的宝物数不胜数 在灵气排行榜里 从来没见过这根破棍子 既然你这么喜欢 就留着吧 一会儿使出吃奶的力气 尽管用踏青风往前跑 反正妖兽只会盲目跟风 根本追不上你们的 至于他也该找个机会 前去跟师兄会合了 几个月后 百年开启一次的秘境 可是很期待呢 沐仲熙想必道友 此番前来云中城 一定是为了上古时期的灵职和宝物 既然话已至此 你尽管离开便是 到时候又不知道会掀起一场 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宋寒生很是不服气 明明都是天之骄子 凭什么眉心长智的家伙 狂的一批 这话也正是叶浪浪想说的 虽然墓中无人的宋寒生 很不讨喜 可横竖都瞧不起人的大男主 他凭什么 就在前不久 甩掉了妖兽追逐的断横刀 为了跟师兄会合 准备进入秘境寻宝 简单跟三剑客队友做了告别 说起来 不知道有时出河门 有时间一定到城峰中找我玩啊 就在沐仲熙考虑 要不要隐藏身份时 索性自报名号 我们乃是常明宗的清传弟子 此番跟小师妹下山至此 本意是想搜罗一些奇珍异宝 顺便历练一下掌掌见识 当言无不尽的那一刻 断横刀的脸上写满了诧异 常明宗不是一向以老好人自称的吗 竟会出了一个手段残忍 还无所不用其极的封批小师妹 道友的微妙表情 叶浪浪是能理解的 但对付阴损小人 他还击的手段 还算是轻的 既然你有要是在身 咱们不妨就此别过 若有幸能在宗门大笔遇见 他可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顶着礼貌回复的断横刀 只感觉心里发毛 他想起先前妖兽肚子 炸成肉泥的经历 总感觉 今年大笔的顶级时刻 一定会发生史无前例的刺激场面 而前脚没走两步的断横刀 突然停下了脚步 你们有没有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身为气修 一向对神识的把控格外敏感 总觉得接二连三发生 妖兽暴乱的树林 透着许多古怪 听他这么一说 叶浪浪扩大神识探寻了一番 周围似乎被什么诡异的力量屏障 看着与自己有着同样感受的断横刀 虽然很不想承认 但这种若知若觉的屏障 就是大秘境才配独有的力量 穆仲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竟然深陷秘境 无字之乐这么久 可听闻的大秘境 不是几个月后才会开启 为何莫名其妙出现在了这里 叶浪浪好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屏障一旦开启 他们根本逃不出去 除非等到秘境自己消失 不然任凭他怎么浪都于事无 穆仲熙补充说明 小师妹还是轻看了大秘境 之所以有大小秘境之分 是因为一个随便出入 一个有来无回 况且 两个金单带一个助击 能不能活着出去 都是一个问题 相比于师兄的丧系心态 叶浪浪还能笑着安慰想开点 反正有其他宗门的两大首席弟子 陪着一起困在其中 好像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悲观 听他这么一说断横刀的心情 似乎好了一点 可突如其来的大秘境 终归打得人措手不及 叶浪浪决定先观察地形 再另做打算 当爬上大树站得高看得远 突然发现 尸瓜的地方无处不在 断横刀一脸兴奋 虽然三个青传爬树看戏 有些不太像话 可周围又没有外人 如此劲爆的事情 谁不想干 原来是天之骄子的风云人物 各执一词 宋寒生偏不让云雀师妹 跟这个道貌黯然的家伙 一路同行 可说话诋毁人的同时 堪比龙傲天的男主可不惯着他 拔出常见冷冽的眼神透着杀气 仅用一句话 就把目中无人的狂妄自大 表现到了极致 你想死吗 我成全你 当两个男人 争夺守护甜妹的资格 万人民女主的鱼堂 直接炸 冷冽堪比龙傲天的叶青涵 已经拔剑 没眼全是杀气 敢挑衅我 你想死吗 不认识的宋寒生当场放话 有种你来啊 还真以为屁都不是的问剑宗 了不起啊 躲在树上偷窥的叶浪浪 兴奋极了 这可是顶级鱼堂的炸裂现场 真想看看 大男主维护绿茶暴打男二号 是什么体验 看着争风吃醋的大师兄云雀师妹 也是无语了 稀里糊涂进了大秘境 本来已经九死一生 偏偏你实力不行 还不愿意强强联手 不如抢风头的话 到此为止 大家一路前行找宝物吧 宋寒生被胳膊肘往外拐的师妹 气出了内伤 合着被外人瞧不起就算了 怎么连你也看不起大师兄了 原本被迷得六神无主的宋寒生 瞬间觉得师妹不香了 看来白瞎了 为兄平日里对你那么好 云雀看着阴冷的脸隔应的不行 挣脱束缚的手就跑过去 跟大男主统一战线 一边摆明了立场 一边茶里茶气解释 他不是那个意思 虽然大师兄也是为了他好 但跟着剑术卓绝的叶清涵 总会没错 不光是宋寒生 就连月清中弟子都感觉老脸 在被自家的师妹按在地上摩擦 既然他如此执迷不悟 大师兄何必为了这种人气坏的身体 与其一路同行 被隔应得吃不下饭 还不如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看着实力派选手 被绿茶挑拨离间闹掰了 一旁围观的叶浪浪也算放心了 本以为舔狗会无条件卑躬屈膝 看到宋寒生理智听劝的样子 还算有点脑子 断横刀意犹未尽 奈何大男主还没开始动手 就歇菜了 眼下酸辣巴唧的瓜也吃完了 他们也该动身开始寻宝物了 袁叔提及大秘境里女主可能会遇到寻宝兽 但那东西是云雀的专属灵宠 恐怕她自己是惦记不上了 好在此处宝物众多 说不定有缘遇到其他的宝物 也很有可能呢 断横刀看着小师妹一脸轻松的样子 似乎跟没事人一样 可这里是危险重重的屏障之地 稍不留神就会小命不保啊 叶浪浪眼看能苟着活 养精蓄锐的沐仲熙早早就睡了 唯独得到月清宗独家福祉书的叶浪浪 激动得睡不着 经过一番仔细研究 上面所写的福钻都万变不离其宗 看起来复杂的福文 对她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的难度 要是趁着别人摸鱼的功夫 偷偷变强 等她卖福祉赚钱的日子 未来可期啊 独自变强的小师妹 画起福来五花八门 彻夜好梦的断横刀刚睡醒 就被惊呆了双眼 只见模仿月清宗福传的防身武器 整整齐齐 伸了伸懒腰的叶浪浪 也算是收获满满 但她顾不得兴奋 就催促到有快点起床了 周围徘徊窥探的神秘弟子 似乎要过来搞事情 迷迷糊糊的断横刀 睁开了双眼 明明连个人影都没 都怪你大呼小叫 饶了人的好梦 可叶浪浪确实通过神识 感受到了敌意的存在 先前因为距离太远 才一直没有叫醒你们 断横刀挠了挠头 只觉得奇怪 自认为神识最敏感的 莫过于扶修和弃修 因为都是手艺人 难免消耗神识 用来练丹化宝贝 可这家伙 明明是个剑修实力 也才突破助击 怎么感知度远远在他之上 好不容易把师兄咬醒的 叶浪浪一脸坏笑 他画了一堆稀奇古怪的符纸 不如大家一起贴着玩吧 穆仲熙原本困意难消的情绪 瞬间清醒 终于有个冤大头拿来练手 他怎么舍得错过 这么刺激的时刻 不知情的断横刀 还从未见过如此豪横之人 别人拿得出手一两张符纸 都神奇地到处显摆 可在小师妹这里 都是按堆给的 都知道常明宗 有个画符纸高手 可没想到 明玄竟然还是个 宠师妹狂魔 叶浪浪若有所思 总觉得这家伙 有点听不懂人话 但都已经误会了 还是别浪费口舌解释了 反正在铁的关系 到了宗门大笔 都是对手 太早暴露潜在的画符实力 反而对他没什么好处 手捧着一堆符纸的断横刀 比吃了柠檬还要酸 如果他有个会画符的师兄 该有多好 要是遇上打不过的对手 还可以豪横地丢符纸 就算实力不行 也能财大气粗侮辱人啊 正在羡慕不已的唏嘘声中 传来了些许敌意的挑衅 平叶浪浪的直觉 那群窥探已久的神秘弟子 已经来了 可转身的一瞬间 没想到会被绿的发光的颜色 闪瞎了双眼 不知是哪里来的绿宗门道友 好独特的穿衣癖号 领头大哥怒斥小屁 还不得无礼 慌望至极的态度张嘴就来 无奈玄云宗的领头大哥 你不配和我正面说话 段横刀提醒小师妹 说话别太狂 他们虽然比不上五大宗门 可也是出了名的牛逼轰轰 厉害着呢 叶浪浪总觉得概括太全面 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玄云宗到底哪里厉害 段横刀认为低情商的人会说 作风和魔修没什么区别 高情商的人会撇清关系 他们只是喜欢跟魔修搞事情 叶浪浪秒懂 不就是打着正道名号 专干缺德事的伪君子 谈他不就完了 有什么好怕的 放了名号 又被晾在一边的领头大哥 很是不爽 你们要是再不把手中的宝贝交出来 他们恼羞成怒之际 可就要打人了 段横刀头脑简单 上来就打算抱名号下退对手 多亏叶浪浪及时阻止 你哥们的真傻呀 这个时候自曝家门等同于抹黑名号拉仇恨 看他有符纸在手 横扫无数装逼选手 只见一个符转甩他脸上 你跟一群伪君子背什么话 人送外号叶浪浪 唯独偏爱针锋批 这边才刚挑衅魔修引火上身 转身挑拨离剑 甩锅给了院主宗门 就在不久前 被小师妹故意偷袭的领头大哥 突然觉得两眼直冒火星子 炸裂的头发开花 跌坐在地下 可还不等学云宗一群小弟上前搀扶 各种五花八门的符纸 迎面袭来 打得人措手不及 断横刀听着小师妹嘴里 嘀嘀咕咕念叨个不停 一会儿哈哈服 一会儿臭臭服 想不通常明宗的口碑 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怎么会莫名冒出一个堪比邪魔外道 还可怕的疯批鬼才 被符纸砸到吐血的领头大哥不淡定了 放眼修真戒 恐怕只有遍地扶修的月清宗 能做出来这种缺的事 小弟也赞同这个说法 虽说常明宗 有一个画符纸高手的独描描 但迂腐不堪的宗门正直又愚蠢 量他们再怎么修炼 也出不了这么一个杀千刀的 偏偏听到动静的宋寒生 伺机而动 没想到小屁崽子 也有被悬云宗围攻的一天 怎料一群臭不要脸的弟子 遇上了针锋屁的夜浪浪 扭头拉仇恨 喊着宋师兄快来救救我们 坐在地上 头发被炸了毛的秃驴 竟敢大骂月清宗的扶修 全都是狗东西 听到突然套近腹的宋寒生 一头问号 他什么时候跟小屁崽子的关系 变得这么铁了 可堪比疯狗 歹谁就咬得领头大哥 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好你个月清宗的伪君子 他这就手撕宗门一雪前耻 突然发起攻击的猪对手 搞得宋寒生真的很想骂人 明明你们玄云宗 才是出了名的不要脸 怎么还好意思 舔着逼脸说别人 况且 他跟那群挑拨离间的家伙 根本不熟 本想围观看场小屁 还被暴打得好戏 现在最无辜的人 怎么莫名成了受害者 身后不想听他狡辩的小弟 让大师兄别听他满口胡言的废话 都敢明目张胆地欺负人了 真嫌玄云宗 没有能扛事的大哥了 火上浇油的叶浪浪 还嫌宋寒生被打得不够刺激 长嘴诬陷 他大骂玄云宗的弟子 都是眼瞎 光知道虚张声势假把势 没有一下挥剑攻击 是打在身上的 听到此话的领头大哥瞬间怒了 手下的小弟都给老子听好了 今天谁敢放跑月清宗的青传弟子 就是再给自家宗门抹黑 清高自傲的玄云宗弟子 冤家路人 遇上钢筋谁也不服谁 就算明知道有人故意挑拨离间 也非要抽死你的嘴巴欠的臭男人 被挑衅的宋寒生涯养的 早就想揍人了 别以为你是玄云宗 跟着魔修混就了不起 今天就算是修真界的扛把子来了 老子也照打不误 看着凶猛无比的战火 一触即发 罪魁祸首的叶浪浪 也不打算闲着 左脚猛踹玄云宗弟子说是 我家战斗力爆表的宋师兄干的 右脚蹬得屁股生疼 污蔑说是领头大哥 使了吃奶的劲 被这么一怂恿 原本最无辜的男人 恐怕会被揍得鼻青脸肿 谁让他分不清楚 自己几斤几两 非要去跟堪比魔修的小弟干架 一口气 目睹整个护撕过程的穆仲熙 鼓掌叫好 直夸小师妹真勇 维兄平生这么多年 第一次见别人能把腹黑演绎到如此地步 他要是不给个中肯的评价 都对不起 你这么能搞事情 一旁陷入沉思的断横刀直呼穴道了 果然在封批小师妹面前 一切的嚣张架势都会被打压得悲惨至极 看够好戏的夜浪浪 转眼来到了一处地动现场 好端端的土嘎拉路 怎么平白无故 被人刨成了这样 可看似普通的地动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只听发出嘶嘶哑哑声音的同时 钻出来了一个土耗子 光看红色透着邪气的眼珠子 就知道 无样别致的小东西一定成精浪 想到此处的夜浪浪 猛然后退两步 脑袋里不好的画面 已经隔音到了瑟瑟发动 断横刀感觉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家伙应该是白鼠精 担心小师妹受到伤害之余 提醒你可千万别招惹他 虽然看起来体型较小 但牙齿带有剧毒 要真捅了白鼠精的老窝 恐怕数量多到惊人 而且根本就对付不了 偏偏不听劝的沐仲熙 就不相信这个邪 他有常见在手对付一群渣渣妖兽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或许是嗅到了猎物气息 被惹几眼的白鼠精 发起了猛烈攻击 发觉一波接一波 数量多到根本杀不完的沐仲熙 逐渐为刚才瞧不起对手的行为 表示抱歉 叶浪浪跟着断横刀 也加入到了战斗 一时手忙脚乱招架对胆的时刻 只觉得头皮发麻 到了想吐胆汁的地步 看着白鼠精跟杀不完似的 他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猜测地动之所以有无数个出口 就说明 在战略上 妖兽也是大有讲究的 如果能找到规律 从根源上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 直接团灭离大杀四方的时刻 就不远了 突然听到小师妹 提起无理要求的断横刀 有些疑惑 虽然他是个气修 但好端端非要管他要锤子干什么 叶浪浪让他不知道的事情少打听 既然炼化了锤子 就应该让他发挥该有的用处 被白鼠精挑衅的叶浪浪 总觉得此仇不报 犹如斯文 而看穿小师妹脾性的断横刀 不用猜就知道 他又要作妖了 只见人手一把锤子的目中兮 有些目瞪口呆 好端端的常见 用着不好使吗 为什么非得逼着人家用锤子 断横刀让他不知道的话少打听 他可不想再听小师妹重复一遍 当才数落过他们 占有绝对话语权的叶浪浪 就像是两人的好大哥 谁让在场众人 就只有怕能想出搞心态揍白鼠的损招 话说你们都别干愣着 分头行动一定要把地洞守好了 若是不出意外的话 单凭他过目不忘的本领 对付有节奏出动咬人的白鼠精 也是分分钟的事 不敢相信鬼话的断横刀 无情吐槽你行吗 可别光说不练假把事 到头来规律没掌握好 大家还倒霉地跟着中了毒 沐仲熙拍了拍肩膀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质疑我家小师妹 这事儿也不怪他互犊子 只因过目不忘的本领 在长明宗 可是有目共睹的 可断横刀 则会轻易听信 跟封批小师妹同伙之人说的屁股 总之 他胆小怕被白鼠咬 你们要是还有人性的话 就别拿要命的事儿坑他 虽然遇事儿就怂 有事儿真上的道友话操理不操 但夜浪浪可没功夫 听他在这儿扯犊子 哪只抡起锤子的手 竟有些不自觉的颤抖 反正他是懂规律的 至于能不能打得中 就得另说了 沐仲熙听到突如其来搞这么一出 原本还算良好的心态 也有点崩了 你他压的 为什么不早说 老子的锤子都已经抡起来了 好在东北一声下去 夜浪浪不偏不已 郑重白鼠精的脑门 遭受致命一击的妖兽 显然被锤得两眼泛白 昏死了过去 当紧跟其后的断横刀百发百中 你还真别说 抡起锤子砸鼠精的感受 简直刺激的一批爽爆了 屡试不爽的沐仲熙 是懂得阴阳怪气的 刚才也不知道 哪个小趴菜 说人家不行 人家好趴趴 现在倒好眼前 堆成山的白鼠精 几乎一多半 都是你给锤叉气的 累到呼呼喘气的断横刀 脸色略显尴尬 沐大哥 你在说什么呀 人家怎么有些听不懂 明明最支持小师妹 作妖的人就是我了 怎么战斗力爆表 又反过来被人给阴阳怪气了 外面可是能卖个好家强 看着一提到钱 瞬间打了鸡血的小师妹 沐仲熙总觉得 这家伙掉前眼里了 你要是真的想要 就慢点装 反正他俩又不会跟你抢 此时的夜浪浪 格外警惕 察觉到神石边界 似乎正有一个神秘物种袭来 可当他兴致极高 偷摸跑上前查看 却被样子雷人的小东西 扫了兴致 虽说毛都没长好的土鸡小了点 但架在火上烤着吃 说不定别有一番滋味 察觉到危险来临的小家伙 努力扇动着翅膀 你快走开 人家才不想跟你签订契约啊 怎料反抗无果被不知情的夜浪浪 来了个一把锁猴 好久不开婚的他 确实有些惦记这口 好奇的沐仲熙瞪大了双眼 虽然看起来好小一只 但人家明明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小小鸟 夜浪浪只因令理犯冲 竟契约了一只有脾气的土鸡 可见多识广的断横刀 认为他不是一只普通的土鸡 而是拥有灵质的妖兽 但这个时期的小家伙 应该处于幼年还没长大呢 所以从样子上看 难免草率了点 夜浪浪看着土鸡又丑又傲娇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底气 而且凶起人来刀的手疼 不如趁早烤了算了 怎料土鸡自己都没想到 下嘴拙人的力道稍微重了点 竟意外见血 达成了气晕 本来他还想发脾气挣扎一下 可如今血都咽了 想跑都跑不掉了 夜浪浪瞧着模样别致的小土鸡 意料之外也都瞪直了 虽然他不清楚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总觉得跟这个丑家伙脱不了干系 被主人嫌弃的土鸡 内心一百个不愿意 他抓狂到想不通 怎么遇上个这么讨人厌的主 而且看起来又穷又抠嗽 以后拿什么养肥人家 更何况 记忆中选定的主人 本应该是粉色长袍 温婉可人 不光水系灵根还附的一批 但眼前这个凶了巴基的臭土鸡 一看就是鸟界杀手 动不动就想把人家烤吃了 真是奇耻大乳 讨厌至极啊 夜浪浪看着脚下 叽叽歪歪刀人没完的臭土鸡也急啊 老子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要是真把人逼急了 第一个拿你来练手 断横刀让小师妹先消消气 他谁都不刀就刀你 看起来像是对达成契约一事 心存不满 不过天命已定契约达成 除非有一方嘎了 不然都是同一根绳上的骂蚱 谁都跑不了 但契约妖兽本来是吊炸天的大事 可如今草率的发生在小师妹身上 总觉得不足为奇 反正你就像是谜一样的存在 只要有你的地方 就准会有奇迹发生 夜浪浪还想再说点什么 但好像说什么都是废话 这丑东西能飞吗 我猜应该不能 他看起来还是个孩子 越想越气的夜浪浪 还是很想烤了他 小东西明明毛还没长好 就能吃得这么胖 要是辛苦把它喂养大 那得浪费多少粮食啊 不如现在起名叫花鸡 直接嘎了开始吃吧 断横刀一听 要开昏嘴馋的不受控制般 流起了口水 但比起叫花鸡 他好像更喜欢红烧的 正当他差点脑袋泛魂之际 连连摇头 这不是人干的事 毕竟契约的妖兽跟小师妹 可是同命相连呢 况且 嗷嗷逮捕的小土鸡 要是被吃了的话 恐怕连你也会遭到反噬的 其实夜浪浪 并不是因为土鸡样子丑 而不想养 只因大女主的妖兽掀气飘飘 一旦两人正面打架了 有点像 不如就好好养着留作玩伴吧 说不定女大十八变 越别越好看呢 被这么一说 断横刀也对小土鸡产生了好感 他刚好有炼化器物攒下来的火金石 不如看在小师妹的面子上 打给土鸡当糖吃 可任凭他们怎么说 夜浪浪依旧一脸嫌弃 小土鸡脾气臭 还得跟他抢十吃 怎么想都觉得这契约签的太亏了 只因历经下棋的大雨 极具腐蚀性 为了省钱 不舍得用灵气的夜浪浪 竟然把铁锅盖头上 最重形象的断横刀 感觉他被一顿骚操作 侮辱了 怎么说 老子都是寻宝三剑客 难道连个高端大气的党与灵气 都不配拥有吗 这边被契约支配命运的夜浪浪 烦不胜烦 其他人都是什么麒麟寻宝兽 凭什么到了他这里 便成了契约小土鸡 断横刀劝他接受现实想开点 他为土鸡的火金石 可是炼气法宝珍贵着 要不是 看在同为道友的份上 他才不舍得如此大手笔呢 夜浪浪醋了醋眉 按照土鸡这么个吃法 迟早得坐吃山空 记得火金石一般出现在极热地带 元书中大女主 就是契约寻宝兽 被对方指引搞到了天然火金矿 一路同行的夜清涵 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既然小土鸡个头不大 吃得不少 不如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火金矿 也算对得起良心 走这一遭 只是一直叫土鸡 有失他这个当主人的身份 看着红了八鸡一身毛的样子 干脆就叫火鸡算了 听到如此草率的名字 要面子的妖兽直接炸了毛 虽然人家现在丑 但不代表长开以后 也很丑啊 征服了抠嗽脾气怪的老六 能不能给人家起一个超霸气的名字 脑门被刀声成的夜浪浪 也意识到有点草率了 既然丑东西不愿意 那就叫啃达鸡吧 咯咯搭的那种 混迹觅经这么多年的啃达鸡 第一次听到如此新颖的名字 既然主人喜欢 人家自然没什么意见了 夜浪浪总算体验了一把 霸道妖兽强制爱的感觉 别说啃达鸡这个臭脾气 跟他属实有点像 现在气也消了 名字也取了 算算时间还是趁早出发 寻找火金石吧 总不能让正长身体的小东西 饿着肚子 可刚遇见飞行没一会儿 断横刀就有预感 阴晴不定的秘境要下雨了 夜浪浪不理解 下个雨有什么好担心的 大不了凌晨落汤鸡 照样是潇洒的寻宝三剑客 断横刀怕什么就来什么 也很服气他一语重低的臭嘴 小师妹有所不知 大秘境里的东西古怪得很 就连下个雨都带着极强的腐蚀性 他本来有挡雨的灵气 可以缓解燃眉之急 只可惜 唯一的缺点 需要过度消耗灵力才能使用 灵的脑袋疼的慕仲兮 觉得此事不妥 虽然计测可行 但万一灵力消耗到虚脱 突然遇到仇敌袭击怎么办 总不能跪下投降 求大哥放过吧 叶浪浪算是听明白了 既好用又省事的遮雨神器 恐怕非这口锅莫属了 先前炼丹的时候 偷偷藏了好几个 没想到眼下关键时刻 还能派上用场 尽管断横刀百般不愿 但也不想浪费灵力遮雨 常明宗除了明玄是这儿巴金炼丹的 怎么连闷骚的薛鱼 也跟着铁锅大乱炖 叶浪浪总觉得 这家伙脑子不好使 他刚才明明说得很清楚 可小老弟却宁愿相信 血雨会炼丹 也不愿意承认 他能无师自通的事实 为了养活仔仔的叶浪浪 化身成了挖矿小能手 殊不知有恩就报的肯搭鸡 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菜鸡 眼见深藏在妖兽林中的火金矿 近在眼前 气喘呼呼的寻宝三剑客 还没意识到此处的危险 此时 一只参天大蟒呲牙咧嘴 直接气场压迫 想要嘎人 而吓到要尿裤子的断横刀 喊着人家好怕怕 来之前 也没哪个杀千刀的告诉他 要喂大蟒蛇呀 奇怪的是 任凭达尔小的所获怎么叫喊 目不时夭兽的叶浪浪 就是看不见 想来 一定是守护火金矿的神兽 使出了障眼法 不然怎么偏偏只有自己看不见 和这四师兄的意志 也不够坚定 怎么连小小的幻境 都深陷其中不自知呢 同样不受外界干扰的啃搭鸡 看到主人手里 拿的小瓶子 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宝贝 原来是可以屏蔽一切幻境的灵丹妙药啊 转眼感受到清新丹灵气的两人 瞬间恢复了理智 没想到三剑客还没开始挖矿 就被洗脑了 当堂吃的断横刀 很好奇小师妹 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好东西 他一个气修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不过也才几件灵气而已 可你的身上 似乎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宝贝 懒得废话的叶浪浪 想都没想 就说是三师兄给的 你们尽管放心吃 反正他身上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丹药 感受到周围灼热围绕的肯达基 再也不淡定了 眼貌金光 比起断横刀未养的那几颗 还不够塞牙缝的 如今终于可以大手一挥一口气 吃个够了 可一心扑在火金石上的肯达基 还没意识到 身后为矿石而生的守护兽 已经目光灼灼打亮了许久 不想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就连沉睡数年的守护兽 自己都没料到 看起来不足为奇 还丑得一批只会吃的小土鸡 竟然是个惹不起的实力派大了 只见肯达基 察觉到身后的不速之客 似乎想要将他当作猎物吃进肚子 可叱咤鸟界的神秘妖兽 也不是好惹的 只用凶狠的目光 给了一个犀利的眼神 就把实力不凡的守护兽 吓得瑟瑟发抖 或许是预感到自己碰上了很大哥 瞬间从一本正经的嚣张气势 秒遍乖巧温顺的大花豹 这边丝毫没察觉异样的三剑客 正在忙忙碌碌挖火矿 虽说此次出行 把极为珍贵的羊仔原料一扫而空 但大部分的火金石 已经被啃大鸡吃光了 不得不说 这家伙未免也太能造了 老娘真怕 以后一个出其不意 养不起他 穆仲熙看着神色复杂的小师妹 也很服气 你说契约个什么不好 非要惹上脾气暴还贪吃的小家伙 不过能吃是福 这点道跟你是出了奇的相 生活不易夜浪浪叹气 暴躁归暴躁 谁让摊上这么个主 只能当成宰宰好好宠啊 奇怪的是 他们都把火金矿洗劫一空了 传闻中性情凶狠的守护兽 怎么连个面都没露呢 殊不知 目送惹不起大哥离开的身影 瑟瑟发抖的守护兽气的直想哭 人家一直守护数年的宝贝 竟然这么被人明目张胆地抢走了 夜浪网发现 看起来最一本正经的弟子 却最不是东西 虽然火金矿是你们先发现的 但耸得不敢挖反过来诬陷别人 要不是忌惮矿中守护兽 又怎会被一群无耻之人 抢走了宝贝 夜浪浪觉得真好笑 明明是你自知能力不足 才不敢轻举妄动 尽管现在搬来救兵 也不是恬不知耻 张嘴咬人的理 但讲道理的话 听到了对方的耳中 却觉得是种侮辱 看你这个臭丫头骗子 也不过才助击而已 既然同级不同宗 出手教训一下 又何妨 起料夜浪浪一个闪躲 迅速起身 打了一个过肩衰 别以为你们仗着人多 就能张狂到伤人强绑 若非要惦记上 喂养崽崽的火金石 也得问他 这个当娘亲的愿不愿意 被一招制服的弟子 眼中满脸不屑 不是说月清宗的 扶修近身干架很弱吗 怎么老子如此轻松 就被人给拿捏了 夜浪浪一脚 将人踹飞鸡迷远 没想到 打着月清宗的旗号 这么招人闲 就算心有不服 也不该表现得这么明显吧 不如去找我家宋师兄 看他敢不敢揍扁你 感受到奇耻大辱的弟子 简直不敢相信 你就是夜清涵 宁可跟别人干架 也要守护在身后的云雀师妹 夜浪浪本想栽赃嫁祸 给宋寒生那个冤大头 不想也把风情万种的大女主 牵扯了进来 可拉仇恨一时爽 一直拉仇恨 岂不是火葬场 哎 算了 大敌当前我就是云雀师妹 怎么了 有种你来打我 反正我家宋师兄 可是有仇就会报的 而看着一副显白神气的表情 想抢火金石的弟子 总感觉晦气得碰上狠人了 正在思索对策之际 莫名被丢出的禁锢符 搞得动弹不得 这下子想不承认 臭丫头骗子 是月清宗的人都难 断横刀对小师妹甩锅的操作 佩服得不服不行 生怕对方不相信你是月清宗的人 居然大手一挥 就连符纸都甩出来 栽赃嫁祸了 顶着云雀身份搞事情的夜浪浪 不怕人偷 就怕人惦记 为了保护好养崽崽的火金石 果断带着师兄撒腿跑路 很快 月清宗挖矿商人的英勇事迹 传遍了整个秘境 一群眼红宝贝的散修弟子 纷纷质疑他们凭什么这么狂 不如我们仗着人多势众 逼着一群道貌岸然的家伙 把火金石交出来 大不了打个你死我活 平分也行 而这边蒙在鼓里的宋寒生 还在暗自庆幸 老子腿都快跑舌了 终于把玄云宗一群疯狗甩掉了 跟着倒霉的弟子 也在为师兄打抱不平 想他们风光无限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憋屈 等下次碰见那个杀千刀的甩锅贼 一定将他扒皮抽筋都不为果 天将小萌兽 一声发嗲般的嗓音 成功夺下了大女主的芳心 可他并不想好好爱她 而是一招不为己用 就要杀了她 秘境内被堵在路上 躺着也中枪的宋寒生 心慌的一批 只见气息苏苏 躲在树后面的伞修蜂拥而上 张嘴就问你他压的 是不是宋寒生 被冒犯的月清宗弟子 不理解 想打他们的人 怎么换了一批又一批 眼见凶悍匹夫来世兄兄 为了少挨点揍 果断逃出保命的福祉 抵在胸前 可莫名吃了哑巴亏的宋寒生 打心底 看不起破伞修 要说跟着魔修混的玄云宗 有两下子 但你们这群渣渣废柴 凭什么敢对他如此无礼 凭什么 凭老子 就想打你 气愤的一声怒吼 就要冲上前 跟无礼臭丫头的宋师兄 比划比划 一言不合 就干架的宋寒生 直到现在都没搞清楚 惹着谁了 而大敌当前不得不访 小敌们快点掏出福祉原地结阵 可千万别让这群小屁崽子 伤了性命 第一次拼了老命 也要伤人的散修有些惊讶 千算万算 没算到人多 也不一定势众 尽管两方对敌拼尽了力气 一时交战之际 也有些难分伯仲 很快得不偿失的众人直奔主题 都怪你家云雀师妹干的好事 有种就让他把火金石交出来 大家平分了 一听是小心杆的云雀 捅出了篓子 宋寒生看着打人不眨眼的疯子 又气又无奈 明知在秘境里伤人强宝 乃是常事 可他怎么就蠢到如此高调 竟把人逼得围追堵截 杀红了眼呢 此时拼了老命反抗的宋寒生 对这个不长脑子的小师妹 又气又狠 这会儿对他别说有爱慕之情了 真想把他找出来 给这群疯子开开脑子 而在叶清涵的眼睛里 面前的小丫头 可爱得珍惜 奇怪你怎么一路上都在打喷嚏 难不成是感冒了 感觉身体并无大碍的云雀 也很莫名其妙 人家明明好着呢 就是控制不住打喷嚏 正当两人猜想 是不是有人在他背后说坏话 感同身受了 突然天降一只小可爱 缠上了粉嫩可人的大女主 颜值空的云雀 瞧着撒娇不停的毛茸茸小家伙 喜欢得不得了 一时拿在手里 没忍住亲了两口 既然难得有缘遇见 不如干脆结为契约 一路同行吧 见多识广的叶清涵 当即表示不同 契约神兽可是一抵一的大事 你怎么单屏长得可爱 就能如此草率啊 可心都被萌化的云雀 根本不听劝 当即不顾阻拦 把软萌可爱的小家伙 站为了己有 做事理智的叶清涵 不理解头脑发达 还不计后果的做法 如果他只是一只 普通的妖兽 而且对你日后的修炼 帮不上什么大忙 你这么做 岂不是签了一个 只会脱油瓶的吉祥物 面对好言相劝 云雀竟显得满不在乎 反正签的是主仆契约 日后要是这家伙没用了 那他直接杀了不就好了 听闻此话的叶清涵 无奈摸了摸头 总之你喜欢就好 要杀要寡 也没什么大不了 软萌灵兽为了保命 主动跟主人示好 而他可爱的外表 也一度成了团宠般的存在 不过 事情好像并没有 他想的那么简单 本以为引路寻宝 会换来女主的宠爱 但却间接成了 得不偿失的催命符 不多时 一路跟着守护兽 收获满满的云雀 总算觉得小家伙 还有点用处 眼见多到数不过来的灵职 可都是秘境里的 无价之宝呢 而软萌兽觉得 这些还不够 哼哼唧唧是一主人 他还知道一个 天然产况的好地方 那里灵气浓郁 深藏的火金石 更是多到眼花缭乱 云雀瞪大了双眼 你怎么不早说 要是去晚了 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 叶清涵一路守护女主 总觉得心有所忧 看起来这个软萌兽 似乎百般讨好 不知是真的害怕 还是一有所图 身后的弟子 觉得师兄一定是多虑 本来嫌带一个脱油瓶 还不够 又契约了一个废物 现在看来 能帮助寻宝的灵兽 总算是个好东西 不想费尽力气 想找的东西 早已被洗劫一空 云雀有种被万人吹捧 跌落到众人所指的地步 一时间觉得 丢尽脸面无地自容的女人 把所有的怒火 都撒到了软萌兽的身上 你要是不给出一个 合理的解释 信不信他真的会 把不争气的东西给掐死 当不知轻重的力道 抵住脖子 忍无可忍的软萌兽 狠狠咬住了臭女人的手 直到此刻他才明白 不管多掏心掏肺为了主人 最后都换不来半点宠爱 甚至一度 还要杀了他 被咬疼的云雀 本能地放开了手 看着头也不回跑路的死东西 走了也好 省得害他在夜师兄面前 丢尽了脸面 而偏偏慌不择路的软萌兽 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只见夜浪浪打好地铺 正准备一夜好梦 却突然感受到 一个毛茸茸的东西 窜进了被窝 困意正浓的肯达基 并没有预感到有什么不同 但看清了瑟瑟发抖 求报报的家伙 一定是来跟他争宠的 顿时气地急红了眼 真是屁大点的主人 谁都想抢 你要是还不走信不信 老子叨死你 看着不合心意 就像干家的战斗机 夜浪浪连忙让他安静点 别说毛茸茸的小家伙 还挺可爱呢 断横刀眯眼一看 这不是寻宝兽吗 虽然模样很引人注目 但他好像被人契约了 夜浪浪闻言 不用想就知道是大女主的仔 书中早就提及 这家伙帮他找了不少好东西 但大半夜是迷路了吗 还是过来偷东西的 就被夜浪浪一把抓住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 他可没帮人养灵兽的癖好 更何况 还是跟大女主签订契约的 软蒙兽一想要回到 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手里 任凭夜浪浪怎么驱赶 都不肯离开 反正人家就是赖着不走 好姐姐能不能抱抱人家 冲锋迷媚为爱寻宝 却终被灵兽连夜叛逃 可气大伤身 尽有些后悔 不料千里寻兽反备额前 就在刚刚 夜浪浪看着软萌可爱的小家伙 死皮赖脸不肯走 莫飞跟那个焦里焦气的 大女主闹掰了 沐仲西看着惶恐不安的 委屈样子陷入了深思 按理说 寻宝兽不会无缘无故找上门 可既然来都来了 不如抱着一起去寻宝吧 可这一幕 在夜浪浪眼里 犹如开了眼了 不可思议 曾经的四师兄 不管干什么 都会给别人留有余地 可看着毫不吝啬 把极品零兽占为己有的样子 莫非是被他给童话了 不过这样也没什么过好 总比处处谦让 被人欺负强 而在肯搭机的眼里 很是不爽 老子刚弃约 还没得宠了 眼下又来了一个 哼哼唧唧求报报的绿茶兽 谁也不护着的夜浪浪 算是把一碗水端平玩明白了 尽管那家伙是大女主的仔 可人家会寻宝啊 不像怀里只会发脾气的肯搭机 一言不合就干价 次日天刚亮 用零食 把软萌兽喂饱的沐仲西 收获满满 看着五彩缤纷的灵纸闪亮一片 别说给点吃的就报案的小家伙 可真是一个高兴 毫不吝啬引路的主啊 夜浪浪满眼都能联想到钱 一时激动到都爽呆了 搞不懂这么厉害的招财兽 大女主怎么就是不知道珍惜呢 比起小师妹断横刀的怀里 报了一堆稀有材料 虽说不比眼花缭乱的东西 看起来金贵 但也是不可多得的炼灵器法宝 可有人欢喜 有人想哭 另一边认为 云雀脾气大的夜清寒 虽然没直白地明着面说出来 却也拐弯抹角暗示 要把软猛兽找回来 毕竟那家伙寻宝一绝 就这么跑丢了 岂不可惜 后知后觉的云雀也意识到自己错了 可凭着气息 都快遇见飞行在天上转土了 怎么还是没察觉到小东西的行踪 此时 一道显眼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眼前 那个该死的寻宝兽 怎么会在讨厌鬼的身上 闻声看去 发现是来要绿茶兽的啃搭鸡 一脸死相 恨不得刀死这个臭女人 害得她为了争宠 急眼了一个晚上 而刚走近的云雀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发点喊着 二师姐怎么也在这里 好久不见妹妹 倒还真有点想你 叶浪浪一脸晦气 有话直说 废话真多 云雀被噎得气红了脸 既然不想说废话 那就把她的软萌兽还给她 听明白来意的叶浪浪 说话间多少带点私人恩怨 不就是一个脸皮贼厚 赖着不肯走的灵兽吗 你倒是叫她一声 看她跟不跟你走 此时被夺损吸引的软萌兽 一脸享受 一直贴贴蹭蹭的不停 就是不搭理喊她回去的女主 一旁隐忍很久的啃搭机 征服了欠刀的臭东西 怎么敢一直舔着逼脸 跟老子抢主人 就凭你也配 被当众打脸的云雀气得 有些无地自容 她真后悔 怎么签订了这么一个 吃力扒外的东西 不想还没反映一张天价账单 麻烦您请支付一下 看在四师兄喂养的灵石 不算稀有 你就按照市场价支付五万算了 面对讨厌鬼趁火打劫 被额钱的云雀 犹如晴天霹雳 虽说灵石属于不可再生资源 但你怎么有脸狮子大开口啊 叶浪浪一人手撕绿茶 饮得全场恨意交加 不想稀释宁人的四师兄 霸气互宰 老子天生见骨 就是这么狂傲自信 而这边感受到爱意抚摸的软萌兽 本以为遇到了一个大好人 谁承想 猛炫灵石的背后 竟成了叶浪浪做地起家的筹码 本来已经恼羞成怒的云雀 连想到火金石被洗劫一空 也一定跟你脱不了关系吧 不想搭理他的叶浪浪破罐子破摔 就是我拿的 你又能奈我何 气红了眼的云雀 转头瞥向叶师兄 一想到被额钱又打不过 干脆哭唧唧装可怜喊着人家好怕怕 现在该怎么办啊 面对小迷妹投来求助的目光 关键时刻 还得是大男主抬手一挥 摆平了此事 可叶青涵还没说什么 身后扣扣唧唧的小弟 心不淡定了 就算师兄有钱凭什么 替一个脱油瓶出头啊 你们长明都是穷疯了吗 张嘴舔着臭脸 就敢额钱这么多 沉浸在蜀钱快乐当中的叶浪浪 面对不入流弟子 冷嘲热讽 一时变得有些阴阳怪气 他确实穷疯了 跟一群只会呲牙咧嘴 瞎叫唤的正道之光 根本没法比 叶青涵本不想跟他掰着 可上升到宗门形象 你是不是有些太过分 看着一个个表里 不一就会显摆的缺的弟子 叶浪浪甩手 便把软龙兽扔了出去 既然修真界的剑修大佬都发话了 他要是再不识抬举 恐怕某些人可就要打人了 叶青涵阴沉着脸 臭丫头说的某些人指的是他吗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底气 张狂之前也不看看对手 惹不惹得起 察觉到一丝杀气的沐仲熙 生怕小师妹被打 他先前不说话 也不代表一直不说话 既然一言不合 就拉仇恨的爱哭鬼 有意给人添堵 他要是不护着自家小师妹 恐怕外人 还以为他好欺负 断横刀看着牛白小师妹 一人说话 引得全场仇恨 你们虽然人多 但也别以为他们两个寡不敌众 若真到了该出手时 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无比恼怒的问剑宗弟子 恨不得当场拔剑 可一个外人 本不该掺和此事的成宗宗弟子 也跟着瞎凑什么热闹 你要真的有点实力 敢挑衅问剑宗脸面 就在今年大笔拿个第一 给长明宗长长脸 不然 就算他们不想 为了一个臭丫头 引得两宗拉仇恨 恐怕以老好人自居的情犯犯 也会遭受万人所指 无地自容 听闻此话的叶浪浪 觉得说得也对 为了他这么一个小筑机 确实不值得三宗交手 坏了宗门脸面 不过他想拿第一 可不是说说而已 你们就等着瞧好吧 怎料一本正经的宣战 换来的却是无情嘲讽 就凭你也配 老子迟早要揍你 说话间 穆仲熙已经几眼拔剑了 所谓天生剑谷实力超群 你们虽然有信业的撑腰 可他也是见到天才 要真把老子逼及要打架 同为剑修的两人 也指不定谁怕谁呢 茶里茶气的女人 带着大男主 向小师妹宣战 可不想惹事的叶清涵 根本没打算动手 最后 没理促坛子还算一地的云雀 就被打哭了 殊不知审判视角的穆仲熙 发疯起来 是真疯批 当他宝剑出鞘 为了小师妹吊打全场 一旁炸炸呼呼 就会虚张声势的弟子 却耸得连个剑都不敢玩 压得真是气死老子了 虽然超级想打他 但这家伙的实力 确实强地 让人不寒而栗 要是镇压气场的 叶师兄不出手 围观的一群小弟 谁敢冲上去送死啊 而等着开战的穆仲熙 自从跟小师妹在一起待久了 好像整个人都被同化的自信 哼 不就是见到第一人的孤傲冷男吗 只要谁敢欺负小师妹 他脾气极了 通通都敢打 意识到这家伙封闭的叶清涵 不想拉仇恨 同为一方道友 又何必为了一个女人针锋相对 如若上升到宗门脸面 不如就在大笔上一分高下 当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 叶浪浪呆住了 之前霸气侧露的大男主 总给人一种很能打的感觉 怎么一到该出手时 动不动就甩出一具宗门大笔剑 可就是两人对视的这一眼 云雀发觉 叶师兄怎么可以盯着 除了他以外的其他女人看 不是滋味怨离怨气 挑拨二师姐 是不打算回宗门了吗 难不成跟着长明宗弟子 整日私混 都忘了师叔和门了 这让嘴碎的问贱宗弟子 八卦上你 如此说来 其中还藏着不为人知的宗门爆料呢 云雀借机大肃苦水 真是白费了师父的一片好心 本以为捡了个宝带回宗门好生照料 可谁之人养大了 尽赌气离宗叛逃了 眼见气氛都烘透到这儿了 吃瓜的问贱宗弟子唏嘘一片 真是一个白眼狼 怎么喂都喂不熟 可经此一说 心情大好的云雀 还没来得及沾沾自喜 就被暴脾气的沐仲兮挥一剑耳上 要不是突然跳出来的夜清寒拦着 估计他都得被打破相了 老子警告你 小师妹不动手 是因为他有素质 而老子今天打你 是因为被逼得没素质 要是挨了揍还不服气的话 就让身后的嘴碎弟子一起上吧 静静看戏的叶浪浪 都被四师兄狂妄的一面震撼到 虽说确实年少太轻狂 可他好man 人家好喜欢 而在大直男的眼里 根本不懂得绿茶女的小心机 还以为他是要把小师妹 劝离常明宗呢 赶上前查看伤势的叶清寒 一脸猛逼 你说你都不能少说点话吗 现在倒好 被打了吧 看着冷脸不打算出手的叶师兄 云雀再也绷不住了 哇的一声嗷嗷大哭 人家好委屈 你怎么不出手揍扁他 被嚎得脑袋疼的沐仲熙 这点眼力见还是有的 别说那家伙 不想为了一个爱哭鬼大动干戈 就算真的打起来 也只会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被叶浪浪坑惨的宋寒生 再也不想跟任何一宗扯上关系 不然会从高龄美男 跌落至万人唾弃的下场 这边摆脱爱哭鬼的断横刀 思考装傻卖萌的寻宝兽 搞不好是被夺损的灵气吸引过来的 若小师妹继续把破棍子 待在身边时间长了 会不会招来不祥的妖兽 可在叶浪浪的眼里 根本不在乎 总觉得这不是一根普通的棍子 还请多虑的道友 注意下说话的言辞 但还没等他继续说什么 断横刀已经给夺损设下了封印咒 比起不排除危险的可能性 还是暂时将它封印起来比较好 那就多谢了 不知大秘境的屏障会维持几天 算算时间是不是也快该出去了 四五天吧 也许明天就能出去了 听闻此话的叶浪浪 多少都有点遗憾 小师妹确实挺封批 明明都把几个宗门的弟子 祸祸一遍了 竟然还敢恬不知耻 喊着不过瘾 可话说回来 只要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混 就不愁在危险重重的秘境里 找不到宝贝 此时的叶浪浪 顾不上考虑身旁 投来的异样目光 也不知回到宗门 会不会被桑西大师兄抓个正着 要是按照他古怪的脾气 恐怕又是被劈头盖脸训斥的一天 而受了委屈没处说的宋寒生 算是倒了八辈子煤 直到逆境出口 开启一众寻宝弟子 围惧一处时 他都想不通 昔日最爱的云雀师妹 为什么偷偷挖了火金石 却要把黑锅甩给他 可一头雾水的云雀 根本听不懂大师兄在说什么 一脸委屈 望着对方凶巴巴的眼神 只觉得白口莫变斑 掉下了泪珠 叶清涵 猜他一定是想找宝贝小风了 云师妹还是别搭理他 快点跟着我找出口吧 吃了哑巴亏 还被死不认账的宋寒生 心里那叫一个气 要不是看在臭男人耍奸太厉害 老子一定奏扁他 明目张胆 把火金石夺回来 身后目睹好戏的叶浪浪 最清楚 大云种是无辜的 可他根本顾不得听他们掰扯 而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必须由他去做 原本还口无遮拦的断横刀 三言两语 就被小师妹拿下 而且还羞红了脸 似乎看起来 有些情何以堪 就在刚刚秘境的屏障 自动开启 现在正是一众弟子 逃出去的绝好时机 而处处被嫌弃的云雀 想当着叶师兄的面 证明他不是一个 只会哭的废物 既然大家都在找出口 不如跟着他的屁股后面一起走 反正他有地图在手 只要按照上面的指示走 就一定能以最快的速度 活着出去 可手握剧本的叶浪浪 早有预感 情况不太好 原书中他 虽然带着大家找到了出口 但一路上 妖兽层出不穷 而且还死伤惨重 尽管有见到天才出马 可惜也因此触发了结界 以至于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想到此处的叶浪浪起了怜悯之心 也许他必须得说点什么 才能让这群无辜枉死的弟子 有条活路 可得到的回复 只有充满恶意的鄙夷 就凭你一个住机废柴 还得靠着师兄护着 才没被挨打 现在也不知道 从哪来的勇气 还想统领他们一人当先 面对出言不善 叶浪浪还是再次建议 你们可要想好了 仅凭一张地图 就值得无条件拿命去赌吗 云雀见他非但不与自己为伍 还要处处唱反调 立马质疑二姐好狠的心 竟为了自己想逞强 完全不把别人的性命放在眼里 要是路上真出点什么事 你负得了则吗 听到如此说辞的叶浪浪 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单单应了一句 信我的弟子就跟我走 正当满眼落寞 无可奈何之际 好在有几个散修 信得过他的为人 想必 道友这么做 一定有你的道理 不知我们师兄三人 可否与你一路同行 但断横刀现在对他满眼崇拜 当即脱口而出一句 你好友 我好喜欢 他似乎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 野蛮起来 带点疯批 莫名沙雕起来 竟还带点可爱 爱哭鬼不求肝胆相照 但求缺得弟子也在损他 可他们现在 不光骂得挺难听 还想动手揍扁他 转眼有人愿意跟随的叶浪浪 定当不如流条活路的使命 只见七拐八绕没一会儿 就找到了通往秘境之外的出口 面对如此给力的道友 三位师兄无以为报 唯有抱拳肝胆相照 受宠若惊的叶浪浪 都美上天了 同为修士 你们瞎说什么客气话 还是山高路远 有缘再见吧 目送他们离开的断横刀 拍了拍肩吧 小师妹 你可真厉害 该不会还学过命理吧 竟然连这么偏僻不好找的出口 都被你给找到了 叶浪浪只觉得 这家伙说话的语气 似乎跟平常有些不太一样 但他也只是猜测 或许是多心了 可看着近在咫尺的出路 他却并不想这么早离开 除了惦记价值连城的妖兽以外 还想再看一出好戏 听这想抓妖兽的态度 你是认真的吗 断横刀生怕小师妹 一个作死 就把自己作个屁了 叶浪浪认为你一定是怂了 与其说一堆废话 还不如直接表态 愿不愿意陪他一起 陷入挣扎的断横刀 把能想到的死法都想了一遍 可最后只因为一句 愿不愿意陪他一起 就被无条件征服了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好吧 怎么说都相处了这么久 人家也舍不得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看着没说几句话 都被破防的断横刀 目中吸一时都被气得脑袋疼 本以为这家伙 会劝劝爱作死的小师妹 谁知道 他会这么没武器 既然这妖兽非抓不可 那他这个当师兄的 只好妥协听天由命 眼见愉快地做了决定 但爱凑热闹的叶浪浪 还是想先去吃个瓜 万一错过了这么刺激的 手撕绿茶明场面 可就太遗憾 转眼只见跟他料想的剧情 全都映了咽 此时一群倒霉弟子 全被困在结界里 束手无策 以至于所有人的怨气 都撒到了爱哭鬼身上 说好的一路畅通无阻 顺利逃出秘境了 现在倒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半死不活 果然是只会哭的女人啥都不是 老子看着哼哼唧唧装委屈的样子 都想甩手给他一个大逼动 此时引起公愤的云雀 再也没有带露时的神气 吓得连忙躲在叶师兄身后 瑟瑟发抖 你可要护着 他别被欺负 不然人家的脸被打花了怎么办 可一肚子怨气的叶清涵 好脾气 都快被他磨光了 明明干啥 啥不行 还偏要各种搞事情 要不是有他站在这里正常面 恐怕这女人得死在这里 自尊心太强 听不得别人 骂他脏话的叶浪浪 可把宋寒生给惹毛了 光看嘴型就知道 破罐子破摔 骂得很难听 其音都怪云雀自作主张 竟带着一群弟子 被困结界 人生看去竟然是凑热闹 不嫌事儿大的长兵中弟子 只见叶浪浪笑得越得意 宋寒生的心里那叫一个气 好你个小屁崽子还活着呢 老子一看见你 都觉得会气 可一心只想趁火打劫的叶浪浪 不气也不能 只是缓缓后退两步 生怕脚下一滑 窜到了结界 而见到小屁还几里咕噜 像是在念叨些什么 好奇心作祟的宋寒生 终究不顾恼怒 把丢弃的传声符 捡起来听了得清清楚楚 谁承想 叶浪浪强颜欢笑 憋了半天 竟把月亲中弟子 全都问候了一遍 当听到乌言慧语 传遍整个结界 还带着回音 气急眼的宋寒生 被惹得杀了他的心都有 可叶浪浪自顾自骂完人一时爽 连个反击的机会 都不给宋寒生 看着小师妹毫不犹豫 切断了传音符 沐仲熙一惑 你怎么不听他把话说完呢 叶浪浪一愣 四师兄 你再说笑吧 光看那家伙的嘴型就知道 骂得一定很难听 像我自尊心这么强的人 可听不得一点不称心的话 目中息误了 好像又没完全误 虽然这话说得没什么毛病 但他还是想听一下 那家伙能骂出什么心词 转眼泪得气喘呼呼的宋寒生 看着一脸假笑的小屁孩 总觉得过于反常的行为 必定一有所图 没安好心 于是 当搜的一声传声符 再次丢了进来 为了不被气死 他连接都不带接的 而看着福祉缓缓飘来的 问剑宗弟子 瞪大了双眼 合着极其欠揍的小屁孩 还嫌不过瘾 竟然连他都要骂 可以想起不堪回首的往事 他果断把烫手的传声符甩了出去 毕竟上次被欺负的画面 还历历在目 为了心态能好受点 还是别跟脸皮后的小屁孩一般见识 叶清涵看着来回游走的福祉 静下的没人敢接 难道一个入鸡渣渣 真的可以做到 谁都不放在眼里吗 发觉见到大哥临危受命 成了跟他对话的人 当然 你们也可以对这种无理行为表示抗议 只不过 现在唯一能救你们的人可是我 要是真敢把他骂几眼了 信不信你们通通都得隔屁在这里 见到奇才强行破戒 竟被反弹的口吐鲜血 可绿茶表非但没嫌弃 他不中用 还上演了男女情深的缠绵大戏 而刚刚遭受七尺大辱的叶清涵 不甘心做一个任人待宰的大冤种 转身望去 一同被羞辱的宋寒生 也铁黑着脸 老子遇上这么一个不要脸的疯子 可真是倒了八倍的血眉 感受到强烈杀气的断横刀 心中突然担心了起来 小师妹 你这么做真的不怕他们联合起来报复你吗 万一在宗门大笔被故意使绊子 岂不是虐人一时爽过后 直接火葬场 可叶浪浪转念一想 他根只知道当舔狗 却没一点骨气的宋寒生 早就结下了梁子 至于那位谁都不放在眼里的见到大哥 日后一定是他手撕绿茶表的最大障碍 反正早晚都得拉仇恨 不如趁机赚一笔横财 岂不是很爽 不想自认身份高贵的叶清涵 并不想就此妥协 果断拔剑 老子就不相信 连他实力超群 也能被一个破结界困住 只听砰的一声 似乎并没有打开缺口 找到一丝生机 而是被自己拼了命使出的力道 反弹飞出了鸡米远 可倒地的那一刻 动作要快 姿势要帅 只要他拗好了造型丢尽脸面的人 就一定不是他 但云雀回想起心惊胆战的一幕 伸出的鲜血那一瞬 人家的心里可是会很难过的 被云师妹关心的叶清涵 不敢想象 没有他安慰的场面 会有多尴尬 似乎不知不觉中 两个人的爱没关系 又说不清了 这边坐立难按的叶浪浪 贝拉的眼睛都快吐了 立马打断 救你们清高 救你们有爱 所以就对旁人的死活 置之不理吗 虽然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 敬大男主是条汉子 原书中按照剧情 他可是仅凭一己之力 乐此不疲 攻破结界的人 但现在有了他的出现 自然不会让男女主 感情升温的一幕 持续发展下去 总之都给我废话少说 就问你们 想不想出去 宋寒生是坐立难安 最想出去的人 可你这个小屁孩 竟敢拿别人的性命 安危做筹码 就不怕此事 传到长冰宗 让秦帆范那个老家伙 丢进脸面吗 可这根本就不是 叶浪浪考虑的问题 到时候 连你这个宗门堂堂 清传弟子都死了 还有谁会在乎他 宋寒生大骂小屁崽子 欺人太甚 可骂骂咧咧过了一把嘴影 反口就问你 到底想要多少钱 实在不行 咱们好说好商量 大不了各退一步 各取所需算了 一心只想活命的 无理弟子 本想道德绑架 少花点钱 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 竟稀里糊涂 签了卖身器 而动不动就被 拿宗门脸面说事的 叶浪浪 居然完全没底线 反正只要他不把 道德放眼里 谁来了 也拿他没办法 此时听闻一番 浑荡话的宋寒生 心如死灰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也给你就是了 一想到马上就要发财的 叶浪浪 却变得异常淡定 有意无意 打去着手里的肯搭机 你说他们这么多弟子的命 得值多少钱 感觉被羞辱的宋寒生 真不想听他在那里废话 老子有的是钱 大不了给你十万颗上品零食 就算是赏脸了 是吗 叶浪浪故意拉长了语气 原来尊贵的清传弟子 竟然觉得 你们的命这么不值钱 宋寒生气的直发抖 他本想用最硬气的语气 说出最嚣张的话 但眼下说多了 会显得他很缺心眼 说少了 确实跟风光无限的身份不匹配 然而 等不到开价的叶浪浪 懒得搭理他 转头看向叶清涵 不知道一向财大气粗的宗门 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吧 可有钱也不想给他花的 奋剑宗弟子 竟然没一个支声的 叶浪浪一脸晦气 原来叱咤全场的叶师兄 也是个一毛不拔的抠嗖货呀 也不知道 他的好妹妹 是看上你什么了 这话说的 云雀心里直发毛 平常偏亲关系都还来不及呢 怎么一到羞辱 他的时候说的 两人关系有多好样 殊不知 刻意拉拢男女主关系的说辞 在宋寒生的眼里 简直比受了奇耻大辱 还难受 这个时候 他必须拿钱砸死小屁崽子 才能挽回 一直被大男主 碾压一头的脸面 只先说出给钱的那一刻 肉疼的也不装了 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 给个十五万上品零食 放我们出去吧 可话刚说出口 他就有些后悔了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 他一定不会跟云雀师妹到处瞎逛 以至于碰上见到奇才 处处被碾压的啥都不是 而好羊毛一时爽的叶浪浪 生怕他们反悔 不如一众弟子 当场签下卖身器吧 总之没还完之前 一个都跑不了 叶清涵不情愿化压的一瞬间 心里那叫一个气 合着张嘴加价 过了把嘴瘾的是别人 到头来稀里糊涂 跟着一起还钱的 还有他 叶浪浪收了钱 却不想办正事 还细经上身 无故被困弟子的死 可他的目的其实很明确 只是为抓个妖兽发点横财 顺便捞点好处 救他们出来 但大秘境里的妖兽 岂是他想抓就能抓 那可是游走在手撕人肉边界的凶狠角色 而叶浪浪鬼鬼祟祟 不入虎穴赚不到银子 为了不浪费大好资源 竟敢孤身一人自己找死 感受到被挑衅的妖兽 瞬间血脉觉醒 伴随着一声怒吼 把夜浪浪下地跳起踏青风 撒腿就跑 温身看去 段横刀不敢想象 疯子师妹到底干了些什么 明明说好的探查情况 可他却把惹不起的妖兽给惹毛了 此时段横刀的内心 挠补了一场手撕小师妹的大喜 真想好起衣领问问他 这么能多要是贤命活得太长 而这边被晾在一边的弟子 也没好气 怒骂他 无情无意还缺短 原本说好的卖身器都牵了 可他却蛮横无理 还玩起了消失 不想就在宋寒生张嘴满是讽刺的同时 一边声势浩荡的气势 已经迎面逼来 看着张牙舞爪 疯嘴獠牙的样子 宋寒生只觉得头皮发麻 似乎那家伙 就是故意挑衅妖兽 明摆着冲他们来的 而事实却是如此 夜浪浪一边咧着嘴激动的大笑 一边执着想活命的师兄 都往结界里跑 只要踏入道里面 可就不属于妖兽攻击的范围 如此惊人自掘坟墓的一幕 很难不让夜清涵怀疑 这个疯子做了些什么 可话还没说口 宋寒生听着妖兽猛烈的撞击 就率先指责 都是你干的好事 夜浪浪两手一摆 他这是再救你们出去 怎么反被说成了禽兽不如呢 所以你是利用妖兽恼羞成怒 攻破结界 来达到作响其成白赚一笔的勾当 但这般投机取巧 可是会遭受反噬的 比如结界攻破之后 我们这群待宰的羔羊 又该如何 夜浪浪有踏青锋在手 这根本不是他该担心的问题 但既然收了钱 首次妖兽发笔横财的买卖 就不劳各位操心了 话说身为气修 你是不是也有捕兽网之类的灵气 不然空有一身名头 岂不是中看不中用 被怀疑实力的断横刀 直接掏出东西甩在眼前 作为一名合格的气修 练就一手灵气 可是最基本的防身武器 看着捕鱼网在手 妖兽我有的夜浪浪 倾笑出声 你们可要瞧好了 他可要玩无丧志了 夜浪浪要撒网捕妖兽 可最后却坑了断横刀 只因硕大的对手 他根本搞不定 不如让炼气大哥爽一把 但看着一掌拍死所有的大爪牙 断横刀也有些好怕怕 可眼见结界马上就要被攻破 他竟成了为小师妹挡刀的 犹豫之际 幸亏有捕兽网在手 想必动作快姿势帅 拿下他们也不成问题 砰的一声结界被瞬间震碎 不想命丧当场的怨种弟子 撒腿就跑 唯独听信挑唆的断横刀迎难而上 作为一名听人劝吃饱饭的气休 竟对捕兽撒网这种事情 还有一些小期待 只见夜浪浪脚踩他清风 作为幼儿 把妖兽溜的体力带尽 瞅准时机的断横刀果断撒网 随着一顿操作猛如虎 他竟成了全场最亮眼的杂 可刺激归刺激 小师妹怎么精准地知道 这个地方有一个结界 算了 想不通的事情就别想了 反正不能用正常人的逻辑 去揣测他的心思 不多久 一路作死的寻宝三剑客 总算逃出了大秘境 目中西泪的上气不接下气 想不通正常人 谁会去招惹一群妖兽 还趁着历练的功夫 把其他宗门全给得罪了 此时收获满满的断横刀 已经不被这些问题所困 怎么说 小师妹也是做了幼儿付出贡献的 不如就把这群妖兽给你吧 考虑到气休 比他更需要这些东西 叶浪浪尽管很想要 但还是摇摇头拒拒 那就把内单给你吧 小师妹肯定很需要这个宝贝 用来提升修为 可突然觉得 少点什么的叶浪浪 瞬间炸了毛 我的肯达基呢 怎么光顾着抓妖兽 竟把七月小土气给忘了 闻声看去的目中西 盯着脑袋目不转睛 有没有可能他 就在你的头顶上 而且已经准备安窝了 叶浪浪整个人都不好了 一把揪下来 你想都别想 可听懂人话的肯达基 非要装作听不见 还一脸傲娇 老子想住哪就住哪 叶浪浪刚回宗门 就来了个俏皮贴脸沙 还被小萌妹吐槽 好端端的剑修不欲剑 非要骑个臭鸟在天上飞 当断横刀跟小师妹 说了宗门大饼剑 猛然想起赤红大鸟 好像还会飞 叶浪浪被提点的咧嘴一笑 果然还是刀兄最懂她的癖好 可骑上坐驾的目中西 身无可恋 虽然骑着大鸟 回宗门风光无限 但你有考虑过鸟兄的感受吗 叶浪浪一看见 四师兄不懂享受的嘴脸 就能想到她 之前在宗门过得能有多无趣 眼下只当是骑鸟冲刺开开眼了 可谁料 被使唤的鸟大哥 根本不听劝 一路上左右摇摆 硬是没消停过 届时叶浪浪才明白 终究低估了赤红大鸟的暴脾气 但她叫得越大声 鸟大哥挣扎得就越强烈 以至于刚飞到长明宗的地盘 还没平稳落地 就摔了个贴脸煞 这边避水宗弟子屁股刚坐下 还没开口说话 就被惊得哑口无言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没见过这场面的众人面面相去 那个脑袋砸在土里 还在挣扎的东西 是只鸟吗 别告诉他说 这两个疯子是长明宗的人 也不全是 宗主迟早要将他们扫地出门 叶浪浪一听长老没好气 礼貌性挥手 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明老人家过得可还顺心 正在气头上的赵长老 一看见他就血压飙升 要不是碍于外人在场的面子 不动手打他 都是好的 长了见识的苗苗 还是第一次目睹 剑修骑鸟翻车的整个过程 悄悄告诉师姐 总感觉长明宗的清传弟子 好像看起来都不太正常 司妙岩一脸尴尬 也没想到同为清传 竟然人跟人的差距 能有这么大 司妙岩出身单休 打心眼里 看不起同为清传弟子的夜浪浪 可瞅得跟驼屎一样 还抢手卖断货的灵丹 竟然出自他的手 薛玉文言一头雾水 看小师妹脏兮兮灰头土脸的样子 不知道还以为你去历劫了 怎么尽有时间躲在云中城 卖起了丹药 殊不知褒贬不一的说辞 听在夜浪浪的耳朵里 就变了味 拜托三师兄看看 脚下的赤红大鸟 怎么说 都是宝中极品的存在 你能不能把格局开得大一点 说的 他好像出去给长明宗丢脸了 突然冒出的淼淼一头雾水 听薛师兄的意思 难不成这妥丑不垃圾的灵丹 竟然出自你家小师妹的手 看着似曾相识的东西 被拿在眼前晃悠 炼丹一绝的鸣 光是闻着怪物 就指定是小师妹 铁锅大乱盾的杰作 听到碧水中的弟子 在研究她的灵丹 夜浪浪历练之前 记得曾托付给店铺掌柜 帮忙售卖 当时还因为样子太丑 一度被嫌弃影响门面 没想到入境寻个宝的功夫 都已经被捧成千金难求的 灵丹妙药了 而得到确切答案的淼淼 顿时投来了崇拜的目光 想不到看起来不着调的小师妹 在背地里 竟会如此厉害 听到备受夸赞的夜浪浪 找个借口就想离开 生怕再多待一秒 就会得意忘形 以至于把必须要办的大事 抛之脑后 眼瞅着小师妹要开溜 铭璇早就不想陪 碧水宗弟子废话般 恰到好处的紧跟其后 脸上泛起红韵的苗苗 真羡慕小师妹 被名师兄宠的侍宠而教 不知在师兄众多的长明宗里 你们都是这么宠他的吗 察觉说话间 略带醋意的沐仲熙 竟突然开了窍 安慰他家小师妹 平日里没修没躁 都把他们处成了兄弟 并不像这位姑娘口中所说的 一有所指 而准备闷声干大事的夜浪浪 刚到藏书阁 就被压榨成了超书的 不知御管事 可否见过初次画符 不会流鼻血的顶级天才 见过 比如冷傲美男二师兄 就算一个 老夫自知他七岁画符 十岁入宗 若非要拿出来比较高下 明璇绝对是天赋一柄的 修真界奇才 如此装逼的说辞 无形中让摸爬滚打 纯靠悟的夜浪浪 很是不爽 一想到为了坑颂寒生 几本服输 竟被骂得体无完肤 心里那叫一个气 秦范范为了收拾夜浪浪 连夜把人喊上主风 可当他听到有一个小目标 先赢个全宗门大比第一 却慌了 这边颤抖的玉管士 支支吾吾 征服了这个棒锤 别人就算极度天赋一柄的 单修奇才 也只是想想而已 可这个不像话的小兔崽子 丝毫不拿别人当外人 竟敢当着人家的面 怒骂二师兄 是个天赋狗 被莫名吐槽的明璇 有些哭笑不得 想不到小师妹痴迷画符 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烦躁不安的夜浪浪 连超书都没个正经 只想快速写完 从天赋狗的眼前光速消失 转眼动不动就爱打报告的赵长老 找到了一宗之主 可冷漠无情的外表下 掩盖的却满是担忧 眼看一年一度的大比在即 可两个小兔崽子 就跟没事人一样 还有心思溜下山 秦范范本以为有了关禁闭的教训 会让他们长长记性 可窜多逃跑连夜叛逃的鬼主意 会是谁给出的 这还用问 老夫用脚趾头就能想到 除了夜浪浪那个棒锤 没人敢有这么大的胆子 显然赵长老已经被气性冲昏了头脑 而秦范范却波澜不惊 毕竟年少轻狂没吃过亏 等日后栽了跟头 就知道念当你的好了 可话说回来这么下去 总归不是办法 老夫这就把那小兔崽子 叫来灭灭他的威风 连夜被叫上主风的夜浪浪 一脸困眠 就连没睡好叫的啃搭鸡 也满眼怨气 不知如何开口的 秦范范亲了亲嗓子 你头上这个暴脾气的小土鸡 挺别致啊 也不知道从哪弄来的 这是我的七月兽 虽然样子丑了点 但人家还没长开呢 欲言又止的秦范范 查阅了古籍 还真是个稀罕玩意儿 老夫竟然在百科全书上都查不到 不过样子终究是土了点 但愿长大别越长越丑 也算是件好事 已经接受现实的夜浪浪 听出话中有话 师父不妨有话直说 又何必拿人家的肯搭鸡说笑呢 秦范范本着好言相劝 提点眼前宗门大比在即 你若屡次放肆不改 恐怕飞弹拖了后腿 还要引起公愤啊 夜浪浪算是听明白了 反正本就有个赢第一的小冲动 与其太早摊牌 还不如摆烂一番 看着二话不说 就躺地上装死的弟子 秦范范除了心慌 还只恨自己说的徒弟不争气 可瞬间翻脸的夜浪浪 眼神透彻 不就拿得第一很难吗 但人家连个比赛规则都还不清楚 夜浪浪摆好姿势 准备应敌 却被迅速出手的段育长老 肆意暴揍 可他前一秒还当着宗主的面 信誓旦旦打好了包票 说着大比在即 唯一的清传女弟子 岂会给长明宗丢脸 秦范范看起来甚是欣慰 到时全宗弟子 都会被打包送入大秘境 而且人手一个观影时 老夫只劝你 在被监视一举一动的情况下 可千万不要有作死的行为 以防给长明宗惹麻烦 夜浪浪眼神一脸无辜 他看起来那么可爱 怎么会是惹麻烦的人呢 实则早已想好 怎么在大笔上敲一笔横才了 然而秦范范根本不信 他会像嘴上说得那么老实 搞不好这个小兔崽子 又会想出什么鬼主各种作妖 老夫劝你 还是滚回去赶紧修炼 还是正经事 被随意打发的夜浪浪 本以为可以度过一段消停的日子 可随之而来的 却是段育长老的无情拷打 看着两人无精打采走进了院子 段育一脸严肃 丝毫没有一个长老该有的耐心 他顿了顿 你们是没吃饭吗 都给老子打起精神 话语间透出不可抗拒的严厉 甚至让穆仲熙 都被威压地忌惮了几分 事实证明 他的忌惮是对的 教人格斗的段育 就好像知道他不扛揍 于似乎下手的力道 好像比平常轻了许多 可看着先一步 把地上砸出大坑的四师兄 夜浪浪并不觉得 长老这是在手下留情 反而更像告诫不好好用功 就只有被暴揍的下场 转眼一言不合就求饶地说辞 让段育从未见过 还没开打 就已经认锁了弟子 你这么做 简直是对老夫的一种羞辱 要是还有几分骨气 就更应该痛痛快快地打一场 夜浪浪虽然也不想跑的 可继续留下来 就只有被暴揍的份 但奋力逃跑 并没有躲过这一截 段育落寞地摇了摇头 老子教你踏金风 可不是让你用来逃跑的 届时快他一步地甩腿 已经踹到了夜浪浪的身上 下一秒不由地躲闪 就被腾空砸在地上 四分五裂的腾 可缓缓走来的段育 丝毫没有同情 抬眼看去 撅着屁股颤颤巍巍巍求饶的样子 可真是丢死人了 受惊的夜浪浪目不成声 的确 在实力超强的对手面前 逃避永远都不止最佳的解决办法 突然轰的一声发起攻击的段育 并没有一击命中 看着有种起身闪躲的弟子 他心底泛起鄙夷的藐视 瞬间不复存在 这样遭受打压 不卑不亢的弟子 才有资格继承老子的一身修为 小师妹既不如人 反被打倒在地 可就当她以为反击有用 却再一次被踩在地上摩擦 此时 夜浪浪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甚至痛到求饶卖惨 想好了放弃抵抗 任人吊打 而没打尽兴的段育 认为不上镜弟子 丢了他的脸 你要是再不起身反击 他可就要挥起拳头 揍到你肯出手为止 那你来打我吧 反正爱谁谁了 躺平百烂的夜浪浪 面对挑衅也不管了 只想被魔鬼长老抱揍一通 也好借机装病 摆脱修炼 段育本想挑起废柴斗志 好为宗门大笔做准备 怎料废柴太废 他又不能痛下死手 两人僵持不下之际 沐仲西大喊一声开饭了 夜浪浪也谋一谅 干饭这种事情 怎么能错过第一碗米饭呢 可不死心的段育 岂会轻易放过他 硬要挡在身前 投来挑衅的眼神 吃饭可以 打倒我才行 夜浪浪突然又觉得他行了 仗着有点实力 要揍他可以 但拦路 不让他干饭 就是长老的不对了 段育扫事看去乐呵一笑 等不及见识 为了干饭不择手段的弟子 会拿出什么了不起的真本事 同样的夜浪浪也等不及了 随着肚子咕噜一声隐隐作响 他是真的准备 为了吃口热乎饭 而放手一搏 片刻之后 风烟四起 夜浪浪竟然直接使出踏青风 发起了主动攻击 而准备迎战的段育 也挥起拳头横扫相向 没想到臭丫头练功不积极 竟为了干饭 倒是有两下子 不想为了速战速决的夜浪浪 一个动作迅速窜到脚下 只见目光决绝拿出夺损 便准备放起了大招 刹那间大喊 踏青风第一式之风起斩断 看似平平无奇的夺损 却成了击败对手的最佳武器 刺拉一声 看着衣服被撕裂的段育 终究太过轻敌 满眼差一觉得破棍子不足为奇 可你怎么使出 老夫从未教授过的招式 简直是不可思议 天才二师兄 被小师妹刺激的想发疯 甚至夜不能昧 也想不通他到底凭什么 就在刚刚夜浪浪 根本不放过任何干饭的机会 弟子无师自通 还过目不忘 又有什么错 陷入深思的段育 没办法只好妥协快点去干饭 可转头找到一宗之主 这个小丫头 可真是不简单 记得他使用的招式 老夫可一次都没教过 想不到三两下 就被他模仿七七八八 勤犯犯笑得一脸猥琐 难怪每次都是他带头挑事 原来还有个过目不忘的 真本领牺牲 至于其他的你也别太心急了 终归大笔再急 名字不重要 但愿他们别说得太丢脸 就已经烧高香了 段育对这种生死已看淡 只为吃口饭的弟子 也没抱太大希望 眼下只能放开了调教 希望别在大笔之上 被揍得太惨 很快 夜浪浪过目不忘的本领 传遍了整个长明宗 可他却神色凝重 记得之前被逼着修炼之时 二师兄都会跑过来看他笑话 可如今他都被虐得干疼 也没见二师兄的身影 薛鱼一语道破 那家伙大事倒没有 只是 最近心态有点崩 自从得知你自学成才 打赢了长老 竟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优秀 已经躲在房间闭门不出好几天了 于心不安的夜浪浪猛然一顿 担忧道心不稳的二师兄 可别把自己逼成了失心疯 一脸疲惫的明玄 看着最不想面对的人 居然亲自来了 神色迟疑你来干什么 也是像其他人一样 劝他想开点 看着满地花费的福祉 夜浪浪倍感焦虑 师兄闷声修炼的阵仗小师妹 自愧不如 可离宗门大比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也不用这么赶吧 明玄沉默盯着 只知道干饭还无师自通的家伙 当然不懂他的苦 本以为他是八大嫡系清传 有望成为长明宗最出色的那一个 可自从小师妹的出现 屡次刷新他的三观 于是不得不怀疑 只怪不够努力 才一直突破不了金丹 夜浪浪眼神诧异 从慌乱中冷静下来 对于话服一窍不通的他来说 两人到底是谁羡慕谁啊 看出小师妹情绪的明玄如实相告 只因体会过 十五岁级颠峰的住击时刻 才会再迟迟突破不了金丹 跌下神坛 甚至连挑灯夜读闭门修炼 也还是会让外人误以为他不够努力 夜浪浪拍了拍胳膊领悟了 合着道心不稳 都是被流言蜚语刺激的 既然百音必有果 他倒是想了一个不错的法子 开导二师兄 夜浪浪只是在回宗前 练造了一个秘密武器 竟被没见过世面的四师兄 当成了一幅围隐的暗器 而当听到一脸认真的小师妹 让他躺平百烂 正所谓无所不用其极 唯有放过自己 才是硬到了 明玄抬眸一瞬 突然觉得突不突破金丹 好像并没有迫在眉睫那么重要 这就对了 几年如一日 突破不了就别突破了 反正宗门大笔只要有他在 吊打各大宗门 肯定没意外 可明玄却觉得这个牛逼吹爆了 难道小师妹 已经掌握了至胜关键的必要诀窍 才会口出狂言 连也不红心也不挑 这边一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躺在地上被折磨大口喘气的夜浪浪 总算见识到了魔鬼长老的歹毒之处 单凭疯狂修炼 逼死人不偿命的方式 不难猜出离宗大笔的时间 已经近在咫尺 而他心中所想 正是段玉所说 历经多日勤家练功 你们也算辛苦了 老夫看在 明日就要动身前往问剑宗 参加比赛的份上 今晚就勉为其难 放你们潇洒一把 夜浪浪金光四溅 没想到幸福来得太突然 他终于有时间溜下山 取回练造已久的秘密武器了 但看着撒腿就跑得小兔崽子 赵长老总觉得 就这么放过他们 还是差了点意思 听说隔壁月清宗新收的女弟子 似乎都已经突破了金丹 提起此事 秦范范就满眼羡慕 也不知云横从哪来的福情 竟能从凡间 带回这么有资质的好苗子 此时一路同行的沐仲熙 迫不及待 能让小师妹 试试那个东西的威力 光凭模样奇怪 摸不着脑的形状 也看不出 怎么使得到底好不好用 被这么一说 夜浪浪也忍不住拿出来显摆 别看他样子特别 用起来却嘎嘎厉害 只要将写好的符纸 放到里面扣动扳机 不光摆发摆重 还能连续扫射 威力无比 反应慢半派的沐仲熙 愣在原地荒的一批 怎么看魔鬼小师妹 不去当气修 都觉得稀采 可夜浪浪志气 全在画幅上 至于练法器 目前还没那个癖好 就在两人过了把眼影之时 深入检出的大师兄 竟然出现在了眼前 还似乎神圣叨叨 在跟二师兄嘀咕些什么 可这也不符合 桑系大师兄 不问世俗的风格呀 眼见封批小师妹 当众买下了 叶清涵的裤衩子 大师兄总算明白 为何宗门弟子占一半 唯有小师妹 才是针锋批 前不久 血雨满脸兴奋展示 上能通话 下能逛论坛的八卦神器 就连又丧又冷漠的大师兄 都爱不是手呢 叶浪浪入手一看 差一道惊掉了下巴 没想到修真界 还有堪比智能的好东西 可乍眼一看 只觉得上面发的帖子 好像怪怪的 不能定睛一看 叶浪浪直呼 叶清涵的裤衩子 竟然在上面被炒到了天价 担心小师妹搞事情的薛鱼 好药无果 合着你独自霸占 欲捡还面露音效 该不会又要趁气 不被作妖吧 事实证明 叶浪浪笑得很猥琐 一刀买下叶清涵裤衩子的 后果很严重 等等 你有前任性 可也不至于这么重口味吧 别人都是唯恐避之不及 你倒挺会才大气粗 没事找事啊 可叶浪浪的目光 又岂会如此短浅 等到大笔之时 把叶清涵的裤衩子 拿出来一挂 不光省时省力 还能给对手 造成心理上不可磨灭的创伤 目中西光是想想都刺激 果断给小师妹送上了大母哥 虽然不择手段的样子 惨无人性 可小师妹封批起来 是真的很牛逼 不动声色的周行云 也对叶浪浪有了改观 难怪放荡不羁 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四尸地 能跟他鬼混在一起 合着八人家裤衩子的毒计臭了点 但对付一群小人 就理该如此 天一亮还在伸懒腰的叶浪浪 就被催促快点出发 要是再不把张显身份的长袍 统一穿在身上 恐怕用不了多久 牢牢叨叨的赵长老 就又要过来骂人了 叶浪浪猛逼的战术性后退 谁规定想要张显气势 就必须全靠武装 总觉得一身红不拉几的长袍 也太扎眼了 可穆仲西并不这么认为 反而还觉得 比起玄云宗的一身骚虑 他们的长袍 简直是独领风骚的存在 无力反驳的叶浪浪 也认可这一点 但大师兄怎么不换 明玄面露难色 谁敢惹桑西大师兄啊 平常他们只要不被主动搭话 那可都是见人绕着走的 而叶浪浪 露出一副我最可爱的样子 偏要去招惹大师兄 一起穿青船长袍 好不好 周行云神色迟疑 陷入了深思 他也觉得吼得不想穿 可小师妹都亲自开口了 他到底要不要拒绝呢 可转眼面对一群 阴阴阴的攻势下 他似乎找不到 任何一个可以拒绝的理由 叶浪浪刚想打个盹 就体验了一把 什么是真阔气 只见五大青船闪亮登场 除了大师兄以外 就属明玄最骚包 可周行云打量料子虽好 张显贵气 也掩盖不住 捡气衣服丑的眼神 突然冒出的沐仲西 生怕师兄后悔 挑了挑没说到 一点都不丑 再难看的长袍 只要穿在师兄身上 都能迷死个人 而周行云更在意 上面的纹路 怎么都是瑕疵 他身为强迫症患者 真的无法容忍 歪歪扭扭的线条 叶浪浪几枚弄眼素说 都是一些小问题 他们可一致认为 大师兄穿上青袍 简直帅的一批 周行云扑斥一笑 诧异自己竟然这么好吼 看来小师妹说好看 那就一定是真的好看 而走到后山 准备出发的叶浪浪 怎么都没想到 长明宗在牌面上 竟会如此阔气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堪比豪华至极的大非洲 应该能在数万人飞行吧 此时一同前往 宗门大底的秦泛泛 神气的不行 怎么说都是出去比赛呢 就算再不争气 也不能输了脸面 如此声势浩大的场面 引来了无数弟子围观 其中还包括老熟人 一眼就认出 最不着调的小师妹 叶浪浪一看 是杜淳也来凑热闹 勉强掩饰困意 连连摆手好久不见 几处人堆的杜淳 十分好奇 当清传弟子的感觉怎么样 比起无聊到报的门外身份 有没有感觉很爽吗 叶浪浪听后笑意全无 说起来 还是当个门外弟子舒服点 最起码不用面对 魔鬼长老的变态折磨 看着叶浪浪一脸委屈 众位弟子全都唏嘘不已 比起挤破头皮 都当不上清传的弟子认为 小师妹一定是在口是心非 嗖的一声非洲上天 平常穷兮兮的沐仲兮 再也不用苦逼遇见了 而没见过世面的叶浪浪 也是第一次体验做非洲的感觉 别说还挺酷 秦范范瞧着最容易出插错的弟子 不禁走上前特意盯住 此番五大派宗门大笔 按照不成文的规矩 理应前去稳居第一的问剑宗会合 老夫交给你的腰牌 不光注入了灵力 还是代表身份的器物 你可一定要保管好 切勿马虎大义啊 叶浪浪被羞辱了 而且是赤裸裸的挑衅 起因都怪分房的管事带头挑事 明明其他宗的弟子 害怕干架都巴不得提前分开 可到了他们这里 偏偏把月清宗那群势利眼 安排在了隔壁 这才在半路遇上 积怨已久的问剑宗弟子 扯着嗓子就大喊 前面的那群废柴 赶紧给老子站住 还以为是那个宗门的口味 一身骚红 原来是年年排不上 名次还没品的常明宗啊 明玄一眼就认出 这家伙不是善茬 仗着问剑宗的清传二师兄身份 可没少在外面 狗眼看人低 嘴碎的楚行之冷笑出声 话语间满是极具侮辱和挑衅 看来这么多年没见 有种号称单修奇才的废物 也不过如此 要是老子一直突破不了金丹 恐怕早就没脸见人了 也不像某些人 恬不知耻还出来丢人 明玄被劈头盖脸的嘲讽 陷入了深思 他确实到心不稳 就是这么被破防的 可叶浪浪看着二师兄不想挑事 也不代表常明宗 都是好欺负的 正想上前挑里发现 沐仲西的长剑 已经准备出鞘 而不等多想 周行云却及时阻止 不知道大笔之前 打架斗殴的后果很严重吗 而看着干几眼的废物 楚行之早就料定 他们不敢动手 谁承想刚准备 再次言辞羞辱 怒不可恶的蠢货 却猛然一顿 只见叶浪浪摆手一笑 跟对付扣面条的物理伤害 如出一辙 只是提前礼貌 打了声招呼 身后围观的沐仲西 脸色一变 形想风批小师妹作的哪门子妖 但诧异过后 楚行之的所作所为 还是一如既往地欠走 张嘴羞辱 你算哪根葱 也配跟老子说话 顶多就是一个筑鸡废柴 还矮得跟土豆一样 可不想吊他的叶浪浪 心想这货 好像也没比他高多少 于似乎反其道而行 敷衍你说的全对 他都没意见 本想继续言语攻击的楚行之 突然尬住 只觉得一阵胃疼 质疑矮个子 是在对他阴阳怪气 叶浪浪装得很无辜 他明明是在夸你 怎么就成了敷衍呢 这下子楚行之被噎得 比直接骂他还难受 莫名的憋屈 还是选择攻击心理防线 脆弱的明选为好 可被反向拿捏的二师兄 又岂能任他摆布 只听嘲讽什么 领悟到小师妹 摆烂精髓的明选 都成了一副与我无瓜 而且右面带微笑的姿态 被话锋一转的楚行之 没想到长明宗弟子 都是一路货色 指着胳膊想骂人的脏话 却到嘴边就是说不出 此时瞅准时机的叶浪浪 决定先发制人 既然你有种骂骂咧咧要动手 那他可就乍乍呼呼喊人了 人妖宗的好师兄 竟然顶着一头麻花辫 喊话他想见云雀 可唯独偏爱小师妹的断横刀 当面反驳 认为叶浪浪才是最可爱 这边动不动就想干架的无赖弟子 见斗拔乐 却耸得不敢出手 无动声色 等着看好戏的沐重兮 眼睛一转 见兮兮诉说 也难怪人家看不起 别宗门的小门小户 要是他也有个 见到第一人的师兄撑腰 别说装枪做事了 估计都得嚣张地横着走 此刻看着细经上头的 两人楚行之都想揍扁他 一字一句挑衅 你要是真有种 就别他压的 只会张嘴说废话 其料话音刚落幕中西 就冲着院子大喊 人家没种 人家好怕怕 再也难押怒气的楚行之火冒三丈 可正当出手 打算吊打他们跪下喊爸爸 却被身旁小弟扯着嗓子 你要是真敢动手 恐怕就要失去 参加宗门大笔的资格了 听闻此话的楚行之 瞬间秒耸 自知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骂骂咧咧留下一句 你们给老子等着 便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开 事已至此的夜浪浪 哀声叹气 本以为不用动手 就能解决掉一个 祸害替天行道 看来那家伙的心理素质 要比二师兄好的太多 当夜幕降临 谣言四起的问剑宗弟子 瞧不起外来的其他宗门 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就连行踪飘忽不定的寺庙言 都不可思议 他们竟然狂望到了如此地 苗苗看着师姐诧异的眼光 谁说不是呢 这还没开始比 就被他们看不起 要等到了秘境 不把蛮横无理的家伙 打得满地找牙 都对不起他们来这一趟 很快傲慢无理的说辞 就传到了汪长老的耳中 真是一个不成器的小兔崽子 也不知是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到处显白拉仇恨 被劈头盖脸 一顿数落的楚行之 吓得也不飘了 他本来是想打压一下对手的气势 谁知道 他们心理素质那么好 完全不鸟榻 好你个小兔崽子 竟还敢玩嘴 表情复杂的汪长老 当即训斥没有他的命令 你要是再敢踏出院子一步 老夫非得打断你的腿 而消息散播速度之快的 仁妖宗大师兄 已经查明 此事竟然跟那个信业的小师妹 脱不了干系 看来今年的大比 会比以往要精彩得多 只是不知 月清宗的云雀师妹 可曾一同前来 他倒挺想见见 这个修为突飞猛进的小丫头 可听闻秦淮师兄的心思 一脸傻笑的断横刀 更期待叶浪浪在大比上的表现 说起来那个丫头 不光古灵精怪 还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 风批怪才 重遇故人的苏卓 本想对叶浪浪的装逼视而不见 可奈何常明宗弟子齐刷刷 对他竖起了终止 此时就在断横刀一个劲 猛夸小师妹可爱当晚 不明真相的情怀 还以为小师弟的脑子肯定是坏的 哀声叹气 反驳一个处处茅庐 不入流的筑基小废柴 怎会把天真无邪缺心眼师弟 迷得猛拍马屁 而清晨出游 问见踪地盘的叶浪浪 怀疑他被猪油蒙了心 竟会觉得有点小漏腹 可适时开了哑之后才发现 他依旧是一个买不起灵气 有点抠嗖的小穷鬼 就在此时 冤家路窄的苏卓 一眼就认出天杀的臭丫头 竟然也在人群中格外扎眼 听到议论的叶浪浪 回过头没好气 你对人家指指点点干嘛呢 又不是第一次见面 用得着大惊小怪吗 苏卓没想到 臭丫头多日不见 还是这么欠收拾 但眼下大笔在即 不屑为了这种人 丢了参加比赛的资格 而从小跟叶浪浪 一起长大的翟臣 思前想后 还是礼貌性打了一声招呼 说着小师妹好久不见 你可安好 抬头打量的叶浪浪 一确在此刻有些动容 可刚准备说出口的话 欲言又止 明明曾经无话不说的师兄 谁又能想到 为了帮云雀治病 逼迫抢夺 浮游草的不公之事 竟也有他的份 看出小师妹为难的明璇 果断出手 请别用你们恶心的眼神 一直盯着 我家全宗团宠的小师妹看 可翟臣身为 月亲宗亲传弟子 根本不把一个扶修放眼里 赤裸裸挑衅 别以为你是明家的人 就可以在扶生城里为所欲为 那又如何 你是在挑衅我吗 只见明璇气势依旧 拉住小师妹的手 就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不想心有不服的苏卓叫嚣 有种宗门大笔走着瞧 完全是一副瞧不起人的架势 目光凶狠 你们死定了 出于礼貌的夜浪浪 一脸傲娇 竖起终止 欢迎苏哥哥 有种来战 第一次见小师妹竖起终止的 众围师兄 直接蒙了 明明感觉他在心刀气傲的挑衅 可为什么竖起终止 还要喊着苏哥哥呢 于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为了给小师妹撑腰的目仲熙 居然别出心裁 煽动大家一起跟着学 只见齐刷刷终止朝天 喊着苏哥哥 有种来战的气势 都把苏卓气得肺都要炸了 可夜浪浪却一脸坏笑 他们只是出于礼貌 你又何必气大伤身呢 而目睹这一切的云雀 极度地想不通他到底凭什么 回想起往日种种 只觉得这家伙又蠢又无知 但眼下竟能被常明宗的 一众师兄宠得肆意妄为 难道就连他这个数日 突破金丹的天宗奇才 也比不了吗 夜浪浪拿钱押赌 竟成了带领师兄 发家致富的赌徒 可他豪至千金眼都不眨的银子 却是从大冤种那里坑来的 说起来 拉着胳膊的目仲熙 本想带小师妹去赌方凑个热闹 奇料有点小钱的夜浪浪 张嘴就押了常明宗五万两 看着如此豪气的小师妹 血鱼目光迟疑 以这丫头最近发达了 竟如此草率 压得自己的宗门能赢 提起此事的夜浪浪 有些心虚 还不是溜到山下 坑了宋寒生一把 除了有些小钱以外 那家伙还欠他十几万零食没给呢 血鱼眉头一蹴 心想小师妹到底背着他 在外面祸害了多少院种弟子 奇料说话间 受到小师妹刺激的目仲熙 阔气掏出二十万的鸭香底 追鸭常明宗一定能赢 还意味深长 要是赌输了 他恐怕穷得连裤衩子都穿不起了 看着阔气的师弟都这么给力 爽快的鸣玄也追鸭三十万零食 就赌小师妹一定会争口气 此时倍感压力的薛鱼 又岂能无动于衷 咬着牙 把连和大师兄一起攒的鸭香底 也掏了出来 与众心肠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算算连同小师妹的下注 加起来都快超了一百万 要是结果说得太难看 别说没脸回宗门 就连两袖清风 从悬崖上跳下去都不为过 叶浪浪光是想到 将近一百万的上品临时打了水漂 别说占牙顶哭了 甚至心都会碎得稀烂 只见权衡利弊的四人对眼一事 就算不为了给长明宗长脸 单凭豁出去的一百万 也应该全力而战 可话又说回来 凡是进入秘境的弟子 不是抗坝子 也是个不好惹的刺头 要真的打起架来 先干哪一个呢 叶浪浪丢人都丢到大笔上了 只怪他路痴 竟跑到了臭不要脸的对手地盘 而这边为了一百万不服就干的弟子 居然认为打起架来 先干叶清寒最为稳妥 可沉默不语的周行云提醒 大笔开启第一场 就是虚无秘境 按理说猎杀妖兽最多者获胜 你们凭什么认为 能干得过天才见修 届时大师兄话刚说出口 叶浪浪阴沉这脸 预感事有些难办 记得原书中三师兄正是因此 导致成了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弟子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必须得想个法子 让师兄苟到大笔结束才行 次日的观赛区呼声不断 其中就属断横刀的小迷妹 叫喊得最疯狂 而迟迟等不到弟子参赛的段誉 急得直挠头 也不知那群不靠谱的小兔崽子 到底跑哪去了 可适时 遇见飞行的叶浪浪 竟然在比赛现场迷了路 话说瞧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 好像从哪入场都没差 怎料脚刚帅气落地的一瞬 全场沸腾的弟子 竟突然被雷得鸦雀无声 不明真相的沐仲熙 还以为他的美貌镇压了全场 可被周星云的当头一棒 你们能不能清醒点 合着让小师妹带头领路 竟会这么不靠谱 放着一片空地的长明宗不去 还非要挤在人堆里 被人戳几两股 经此一目的赵长老 再也按耐不住怒火 被气得吹胡子瞪眼 可真是老夫一手培养的好棒拳 丢人不丢到宗门大笔上了 而被人嘲讽的叶浪浪 只要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只见他任凭身后万人所指 也腰杆子依旧挺得背儿指 可比起高高挂起的小师妹 身后一直议论的散修 就连说话都见嗖嗖的 看他们穿一身骚红 还不认识路 也不知道像个二傻子的宗门 怎么还有脸来参加比赛 就在此时不甘示弱的楚行之 也想接机奚落几句 谁知眼巴巴 看着瞧不起的弟子 从眼前走过 愣是没正面瞧他眼的藐视 都把处刑之气地掐起了人中 真是一群傲慢无礼 还缺德的弟子 等到秘境之中 老子一定要让你们好看 骚包弟子帅气出场 引来小迷妹尖叫全场 可当夜浪浪目睹 他妖娃一幕 只觉得眼睛都快被闪瞎了 而秦怀瞧着小师弟 竟冲着信夜的助击 废柴抛妹眼 当头一棒 直呼你咋像的舔狗没羞没骚 再这么下去 成风中的老脸 都要被你丢光了 可挨了打得断横刀 却一脸不服气 还责怪大师兄 根本不懂夜浪浪的好 转眼比赛现场各就各位 只见烘托气氛的解说大佬 一本正经 预知后事如何 请吃瓜弟子 浅浅期待一下观影时 当夜浪浪被随即分配 进入到虚拟秘境 就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毒打 只听那个解说大喊着 里面野兽众多 弟子无数 也没说阴气极重 天冷多加一啊 但深感同情的薛鱼 认为小师妹的运气还算不错 毕竟其他弟子都被打乱重组 好在他俩成了相互扶持的男兄男弟 只是虚拟秘境地形复杂 恐怕稍有不慎 就会深陷淋雨 凹态出局 而拿着夺损一顿乱甩的夜浪浪 心情烦躁 显然已经意识到 要想苟活 就只能找到实力一绝的大师兄抱团取暖 薛鱼也赞同这个说法 但以防万一 提醒小师妹 可千万要把身份牌保管好了 只因那东西 可是唯一的筹码 一旦被人捏碎 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比 怪不得初次见面的情怀 一脸傲娇 果真论起实力来 竟会丝毫不输送寒生啊 身为单修的薛鱼 被小师妹说得只想摆烂 就凭他的实力 一旦遇上剑修 就只有任人吊打还 无力还手的份 话音刚落叶浪浪也正有此意 虽然他能两道双修 但比起实力 自己都保护不了 更别说替师兄出头 跟人干架了 殊不知 一副老太的模样 都把大笔外的围观弟子 笑得发出了诸叫 都说问剑宗刀光无影 月清宗人狠话不多 偏偏到了长明宗 竟成了狗着活 此时遭人非议的情犯犯 早已不见宗影 丢不起那人 而心如死灰 没脸见人的断誉 怎么都想不通 他怎么交出了 比窝囊废还废的弟子 堂堂丹修 却柔弱到不能自理 还要靠小师妹的搜主意 吹起了牛逼 只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还在未找不到队友 而苦恼的叶浪浪 可就要倒霉了 而大笔外的围观弟子 料事如神 看着楚行之一路骂骂咧咧 只怕就是冲着 长明宗弟子报仇去的 此刻手握剧本的叶浪浪 为了帮助三师兄狗到最后 不得不应笑说道 兵行险招 都知道丹修打架不行 但恋丹一绝 唯恐遇到危急时刻 不晓得三师兄的丹炉 能不能派上用场 为了不吭队友的薛鱼 表现得格外兴奋 要说别的没有 练丹走天下的大铁炉子 他倒是随身携带了好几个 就是不知道 小师妹口中所指意图何用 你看这个限量款 任意变大缩小 还足有千斤重的丹炉如何 听着牛逼吹不完的说辞 叶浪浪的内心若有所思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丹修要比扶修更加不堪一击 如此境遇 恐怕真干起价来 也只有不择手段 用起了损招 可薛鱼身为堂堂丹修 又岂能心甘情愿行苟且之事 小师妹 你可莫要逼为兄不仁不义 害得他名声在外混得一败涂地啊 但叶浪浪不以为然 而且让师兄听他指挥 算算时间 打架前的风波 总是格外的平静 没多久 探寻踪迹一路尾随的楚行之 想好了计策 反正梅周行云罩着的长明中弟子 根本不足为据 就算他趁机不备 来个一箭双雕 也轻而易举 可看似一脸淡定的叶浪浪 早已等候多时 只听锋利的剑锋从天而降 不占优势的两人 选择了光速闪躲 但很快不甘示弱的楚行之 再次出手 被步步紧逼的叶浪浪 无奈决定让师兄放手一搏 可在楚行之的眼里 嘲讽废费柴弟子 有事不敢上 竟让一个既不如人的丹修 站出来挨揍 起料都不用小师妹解释的薛鱼 迎难而上 怒斥你 可以骂他不行 但不能质疑小师妹的人品 话音刚落 机怨已久的楚行之 打起架来 毫无人性 三两下就将薛鱼的身份牌 打得暴露在外 煞时间 夜浪浪扯着嗓子 生怕三师兄就这样挂 一到时打他 实在不行 就拿丹炉砸的他脑袋开花 实力不够小师妹来凑的薛鱼 一招攻势 竟成了全场笑柄 而起因居然怪他打架干不过 还耍起因招 对着脑袋狂甩丹炉 但事实证明 情维可耻却超级好用 只见薛鱼一招打不过 就无限变大 非要砸到缺德弟子服软为止 转眼意料之外的楚行之 被砸得脑袋瘟瘟 就连倒地不起也没想到 这场厮杀的始作俑者 竟会这么不讲武德 就连大比外观赛现场的赵长老 也遭到了无情指责 合着长明宗出来混的弟子 干起架来 都这么狂言吗 可开了眼的赵长老 一脸娇羞 薛鱼这孩子从小就心眼直 虽然叶朗朗那个傍锤心 很鹿子也了点 但谁也没规定 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呀 起料超前的发言 不但没被集体炮轰 还成了巅峰长明宗 对外界认知的野路子 这边仅凭一己之力 扭转全局的叶朗朗 难掩笑意 刚才也不知道 哪个道貌岸然的家伙 非要把他们打得半死不活 现在怎么有脸躺到地上 一动不动了 心有不服的楚行之真恨他 一时大意才会中了损招 但凡你压得平实力来战 又怎会有资本如此得意呢 可话语间 叶朗朗心生一计 只见趁其不备 投喂了风铃丹 以备不识之虚 既然你非要口吐芬芳 就别怪他手下不留情了 这风铃丹 可是专门对付 全身上下就嘴 最硬之人的好东西 略显迟疑 处处被算计的楚行之脸 都气绿了 只听一顿烦躁的 乌颜慧语疯狂输出 所以你们这群缺德玩意儿 到底要怎么害他 可任凭楚行之怎么挣扎 眼神相视一笑的薛鱼 都笑而不语 早知道他的大铁炉这么好用 又何必畏手畏脚 打耸耸了这么久 被小师妹反向拿捏的闷骚男 竟然一肚子坏水 上一秒还在和死对手骂骂咧咧 下一秒就达成共识 坑起了宋寒声 只见被封了邻里的楚行之 犹如死尸 硬生生被叶浪浪拖着身体 拉起了仇恨 我说你一个小趴菜 到底拿老子的身份牌 想要怎么样 劝你别白费心机 他是绝对不会 跟你这种缺德玩意儿 同流合污的 可当叶浪浪表明心意 原本备受屈辱的楚行之 更加恼羞成怒 老子是可杀不可辱 凭什么一个没点实力 就会耍阴招的玩意儿 竟能说出 让他去找画服高手的宋寒声荡枪使 叶浪浪早就料到他会不听话 但劝你实相的话 乖乖就范 要是不乐意的话 恐怕下场会很惨 楚行之战术性闭眼 只要他目中无人 谁又能拿他怎么样 况且缺德玩意儿 想让他去招惹无仇又无怨的宋寒声 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秘密 老子才不傻呢 可就在他说出此话不到半秒 拿捏命脉的叶浪浪 冷然一笑 不知大笔外的吃瓜弟子 看到你如此狼狈的一幕 会作何感想 但只要你肯乖乖听他指挥 至少保证你不会第一个被淘汰出局 听到条件的楚行之瞬间误了 这一点儿 老子怎么先前没想到 要是代表身份的令牌 就这样被捏碎 那他岂不是丢人 都丢到武宗开外了 想通一切的楚行之含泪 接受了命运的不公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命令老子 帮你干这件不入流的缺德事 但笑而不语的叶浪浪 已经猜到 此刻的宋寒生能有多怨种 原书中他 可是为了宗门荣耀 拼死而战 到最后 一心想讨好的云雀师妹 却在跟别的男人搞暧昧 只见不如使命的楚行之 一脸歹意 敢问前面通杀妖兽的道友 可否是久仰大名的宋老弟呢 外人听闻此话 一定会沾沾自喜 可只有为师妹痴迷的宋寒生知道 他一定不怀好意 备受敌意的楚行之礼貌性微笑 不知你哪里来的气性 何必对同道中人如此无礼呢 再说他也是听闻 你的那个信业的死丫头 积怨已久 才本着合作的意图 过来拉你入虎的 一听提及眼中 冰肉中刺的缺德玩意儿 宋寒生一改脸色 道友的废话真多 要早说是联手 敢他压的 恐怕老子早就笑脸相迎了 宋寒生联手报仇反背音 谁能料到刚称兄道弟的家伙 居然跑去跟仇敌结了盟 想不通他不是有病是什么 而树上埋伏已久的叶浪浪 从天而降 还嚣张到了极点 尖叫宋寒生 你的舔狗 我封批叶浪浪又回来了 下意识护盾挡机的宋寒生人都愣了 被坑惨的男人 直到此刻才反应落入了圈套 但眼下架不住人多是众 恐怕捏紧传送服逃跑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可叶浪浪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 人家好不容易做的局 又岂能白白浪费了 说吧 矛头只向呆若木鸡的楚行之 还愣着干嘛 没看到这家伙都准备逃跑了 也不知道赶紧过来帮个忙 担心第一个被淘汰的楚行之 干起活来很失脉力 一个飞身反扑 就把指挥画符瞎诈呼的 宋寒生智的符符贴贴 当认清现实之后 一颗痘大的泪珠 满眼汪汪 你他压的是有病吗 老子把你当兄弟 你却帮着仇敌来搞我 关键星夜的说什么 你都听 合着做男人 竟没一点骨气吗 叶浪浪连忙点头 就你清高 但不照样沦为了他的手下败将 只听捏碎身份牌 被称为拂袖一绝 剑术高超的院种弟子 先后出局 呼声高涨的大笔场外 全都兴奋到炸了锅 本来还嘲笑一个 助击小废柴力敌无数 其料他才是嗨翻全场 唯一无所不用其极的小疯子 另一边找队友组团的周行云 不可思议 按理说 单休最弱 第一个被淘汰出局 无可厚非 可那两个家伙 也算有点实力 平常也没少吹牛逼 谁能想到 才刚进虚无秘境 竟会这么令人大跌眼见 而见识到人心险恶的宋寒生 一脸生无可恋 按戳戳你这个不要脸的菜鸡 到底对那家伙说了什么 居然能让他如此听话 也没说什么 只怪他一时大意 掉出了身份牌 为了不被第一个淘汰 自然而然就想找一个垫背的 刷的一声 灵力消散的大鸢种 被传送到了境外 果不其然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嘴碎弟子 各个话风犀利 直戳痛处 就算没脸见人的宋寒生 捏紧拳头鹰这个老脸 也依然躲不过 被百般羞辱赤裸裸的人身攻击 仇家满地的叶浪浪 成了全秘境 最想削出局的人 为了能成功 苟到大笔结束 他竟甘愿放低身段 服软说他错了 然而不知为何 原本计算好的名次 居然在淘汰了两个实力派大佬 依旧稳居前三 这让狗着活的薛鱼感受到了 想榜上有名的长明宗 恐怕遥遥无期 就凭那个半年突破金丹 颠覆修真界认知的云雀 估计都很难对付 说起来 他要么刻要大补急于求成 要么就有天赐良机 不然修为在短时间内 绝不可能晋升到如此地步 叶浪浪也将注意 放在了万人名女主的身上 莫非他有主角光环厉害的一批 又或者契约妖王魔尊吊炸天了 说起来 他头上除了吃 就是睡得肯搭鸡 一无是处 这样狗到底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清晨总算与师兄会合得夜浪浪 欣喜组团 为了一百万努力要赢的过程 也算有了希望 可颜丑了半天 又被二师兄说的话当头一棒 他自从进入虚无秘境 就没碰见过不靠谱的牧虫兮 至于清冷大师兄的强迫症又犯了 一想到卖力斩杀妖兽了半天 一群拖后腿的师弟 竟连个整数都凑不到 越想越觉得受辱之际 自己提着宝剑出去闯杀妖兽 好在宋寒生那个小心眼 处处把小师妹当仇敌的家伙 刚上场就被淘汰了 不用想 他日后都没脸在五大宗门混 正在二师兄为此沾沾自喜 夜浪浪昂首挺胸 诉说我干的 厉害吧 可刚夸赞的话还没说出口 明玄只觉得寒气逼近 恐怕对方来者不善 如果是剑修就惨 只见偶遇小师妹的断横刀 欣喜若狂 奈何师兄气势威压 他又不好明着面 多说什么 秦淮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竟会把不争气的尸体迷成那样 今日一看 除了头上顶个鸡窝 不就是个子又矮还没品的矛头丫头吗 说话间拔出来的长剑 让夜浪浪意识到对方来者不善 未保周全 扭头就让师兄快点把身份牌交给他 以防不时之需 见状的秦淮笑出了声 你一个助击废柴 凭什么掌握其他人的命名 莫非除了无知以外 还真有些深藏不露的本事 不被外人所知呢 打不过架的夜浪浪 被逼无奈跑到天上六零鸟 可他为了逃跑 尽不讲武德 用的还是对手一里相送的捆腰声 说起拔剑变换与无形的情怀 本跟瞧不起的小菜鸡 无仇无怨 可大笔之上人人平等 就算是小师弟的志同道友 在各大宗门脸面之前 也得分个高低 刷的一声万箭齐发 瞧着动真格的人妖宗弟子 未保周全的明玄 不得不以死相聘 只见他拿出符纸 并以光的速度精准还击 想来此阵明如四方 又研究了数年有余 他敢断定 被困其中的人妖宗弟子 应该短时间内束手无策 听到大放厥词的情怀 此时才意识到 他居然低估了天道复修的真正实力 可这臭丫头 仿佛料定他 无能为力般做起了鬼脸 殊不知一直处身世外的断横刀 可是他最听话的小师弟 没有之一 许是明玄看穿他不甘示弱的心思 提醒小师妹 还是先跑为妙 只怕此一时比一时的断横刀 会成为第二个 想淘汰他们出局的对手 愣神不过三秒的叶浪浪 猛然回神 谁让骚里骚气的骚包弟子 偏要跟他们在大笔之上 针锋相对 断横刀急眼了 只好惜听尊命 就算小师妹事出有因 但逃跑之余 也得帮他把大师兄放出来吧 可言瞅着被针对的叶浪浪 撒腿就跑 直呼二师兄费尽力气 才换来的意识安宁 他又岂能大逆不到 胳膊肘往外拐啊 见机形式的薛鱼 拿起丹炉一阵狂甩 不就是看小师妹不顺眼吗 但真要打起架来 他被逼无奈 也得不服就干 差点被偷袭的断横刀 眼珠子贼大 不用想就知道 除了小师妹那个疯批鬼才 没人能想出来 一言不合就甩丹炉的新玩法 可腿都快跑飞得叶浪浪 心态有点崩 按照执念太深的小骚包 穷追不舍 他别说遇见飞行溜之大吉 就连想拔个剑的机会都没有 当呲牙咧嘴一阵乱叫 球放过的叶浪浪 瞧着天上飞的铃鸟 让他有了可乘之机 煞时间甩出的捆腰绳 一抓一个准 愣在原地 目睹小师妹 起飞六铃鸟的断横刀 简直不可思议 没想到 代表友谊象征的捆腰绳 到头来 竟成了小师妹 对付他逃跑的最佳法器 而瞧着人妖宗弟子 被碾压一头 总算找到存在感的 问剑宗长老 幸灾乐祸 老夫本以为 浪荡不羁的大徒弟 能有什么出息呢 原来你家丢脸的东西 也不过如此 奇料不高兴的孙长老 当即反击 我们家宝贝疙瘩 再怎么没出息 也不像某些人调教的废物 第一个被淘汰出局 脸面荡然无存的汪长老 被阴阳怪气的体无顽夫 可躺着也中枪的月清中长老 里外都因为宋寒生那个蠢财 害得他也被嘲讽了一番 叶浪浪抹掉符咒的夺损 格外烫手 愣是吸引妖兽成群 害得没人敢接 而他为顾全大局 丢下师兄独自跑路 却换来断横刀 作为昔日道友的无情比 更甚至一时气大伤身 逃出弯弓 就要手射叶浪浪 但却遭到了 护独子的师兄仗义阻拦 明玄飞身反扑 自认他早已身陷纷争 逃跑不掉 可好不容易送走的小师妹 又岂能让你不留余地地设下来 被耍无赖的断横刀 很是不服 要不是他大师兄被法阵困住 你们又怎会善变的脸说翻就翻 但此时的明玄别无选择 虽然并不想如此对待昔日道友 可他更不能看着小师妹 白白反背影 然而 此时的叶浪浪 选择对身下的纷争袖手旁观 因为他必须抹掉夺损的符咒 以为宗门脸面 开启一场腥风血雨的厮杀 片刻间 特殊的气味 引得看似平静的虚无秘境 动荡不安 并有无数嗷嗷待捕的妖兽 都为此而痴迷到发了狂 一手造成如此局面的叶浪浪 也觉得有些愧对断横刀 但只怪他的大师兄 偏要无理跟他动 转眼大笔外的围观弟子 心潮澎湃 虽然不知一个助击废柴 到底有何深藏不露的能力 竟敢在秘境之内 遇见飞行道掀起了风波 但光看他的封批架势 就知道要惹出的麻烦 一定不简单 不多时 探寻这股动荡局面的沐仲熙 再熟悉不过 瞧着凶狠扼杀一片妖兽的情态 愈演愈烈 就知道遇事不耽 还想惹事的小师妹 要发疯了 可刚上前打了声招呼 那个被荡成攻击目标的夺损 就不出意外地 被叶浪浪丢到了他的手里 沐仲熙陷入了深思 迄今为止 上次被追在屁股嘶吼的场面 仍记忆犹新 为了不被荡枪使 这个烫手的夺损 还是小师妹自己留着吧 可叶浪浪眼珠一转 要真论起实力 他怎么能跟好战的四师兄比呢 所以还是先放在师兄那里吧 而一来一回你推我嚷的局面 被晾在一边的周星云 虽然走的是清冷过风 但他有时也想体验一把 甩烫手夺损的感觉 会不会很好玩 护妹狂魔一时大意 竟双双落入了敌军之手 可两人却一脸不屑 要杀药寡 悉听尊辩 但得意的笑声愈发嚣张 秦怀的目的却远不止于此 虽然那个柱姬小废柴 拿着你们的身份排跑了 可他就不信 刚刚才上演的师妹情深 转头就能放任师兄的死活 置之不理 担忧的断横刀看出 他一定是在等小师妹守株待兔 可那家伙真不好惹 不如大师兄就算了吧 秦怀却不以为然 要抡起实力 他跟天道见修的叶清涵 都能相提并论 区区一个不入流的小柱姬 又有什么可豪横的 反正就这样走了 岂不是很没面子 他就不幸等不到算账的一刻 大开眼界 而此时的叶浪浪 已经千军万马带头来战 看着手里一阵乱甩的鸣玄 还以为小师妹竟拿了个烧火罐 口出狂言 可血雨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好像又在小师妹的脸上 看到了那股透着神面 有点圣人的阴险一笑 果不其然 当看到身后一片狼藉的妖兽 怪象百出 秦怀简直离了个大把 本还不可一世的胆量 也瞬间描索 只见颤抖着双腿 愣神不到一秒 拉起不明所以的小师弟 撒腿就跑 还自顾自扯着嗓子 老子不是认识 老子只是人有三级 其实借机生事的叶浪浪 心里也没补 毕竟身后这群妖兽 也不是他的小弟 要真要打起架来 估计连他都敢 直到此刻 周星云顾及面子 也没摸到那根烧火棍 但小师妹玩起来 好像真的很开心 也不知道底是股什么力量 可以让他肆无忌惮 这么疯狂 可打脸来得太突然 差点命丧虎口的叶浪浪 要不是有穆仲熙斩杀妖兽护着 估计这会儿人都已经凉透了 大笔外围观的段玉 已经看出了狗啄过的叶浪浪 身上藏有不同寻常之处 更有眼神诧异的人妖长老 也发现这丫头的神识大的离谱 但看起来常明宗的糟老头 显然对此事一概不知 简直不可思议 他到底还在隐瞒些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叶浪浪笑得越发疯狂 还里外透着些许魔性 先前不是你仗着实力要揍他吗 怎么现在耸得连话都不敢说了 很丢脸的情怀 被气得面目猙獰 你这么能拉仇恨 考虑过被荡成枪屎的妖兽 做何感想 难道就不怕 他们先把你撕巴烂 再过来削他们 劝你还是见好就收 不然老子下一场比赛 定会让你好看 可叶浪浪勾起唇角 冷笑他求之不得 不如你淘汰出局 跟大笔外的两个冤种弟子 组个团 顺便起个响亮的名字 就叫复仇者联盟怎么样 话音刚落 围观比赛的两个大冤种 一语不发 心想 老子是不是还得谢谢你 连报仇的名字 都替他们想好 也正是此时 浩荡的声势 引来了云雀的围观 他很害怕 明明没点实力的二世纪 竟然能把成风中的厉害弟子 吓得哭爹喊娘 下一刻发觉 成了全场焦点的叶浪浪 准备放起了大招 既然该来的 不该来的 都来了 那他的夺损 也该引导身后的妖兽 去他该去的地方 起初看着天上烟雾缭绕 不明真相的叶清涵 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竟值得如此嚣张 但接下来的荧幕 可把他吓得不轻 只见映入眼帘的妖兽 根本不是一时半刻 就能杀得完的 云雀也不想因此 被围追得湿了脸面 喊着叶师兄 还是先走吧 不然这么多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杀得完 叶浪浪没想到 天道渐修 竟会这么听云雀的话 既然到手的机会 你们自己把持不住 可别怪他笑到最后 为榜上有名的长明宗 争了光 欲哭无泪的断横刀腿 都快跑断了 虽然他想不通 小师妹为何这么拼命想要赢 但成为他的对手 可真是苦逼的不能再苦逼 眼见人都跑完了 手拿夺损 还要对付妖兽的叶浪浪 明显体力 有些吃不消 为了快点结束要命的厮杀 还是果断把烧火棍 甩给大师兄 才是上上招 顺理成章 拿到物件的周星云脸 都笑开了花 人家其实早就想完了 只是一直碍于面子不敢说 随着击杀妖兽的数量 不断上涨 心里有底的沐仲熙 竟没想到 大师兄独领风骚的一面 简直哭到爆 果然是出手及巅峰 还得是你小子 威武霸气 试炼结束 传送出局的叶浪浪 被逼成了小疯子 可他的脸上 却笑开了花 只因凭借一己之力 先动整个虚无秘境 嗨翻了全场 但却引来明璇的调侃 惊恶小师妹 这么能拉仇恨 就真的不怕成为 全场最想干架的公敌吗 殊不知 叶浪浪作妖无数 根本不在乎 还怂恿技术好的师兄 屁事真多 赶紧为了宗门脸面 跟在叶清涵的 院种后面抢人头啊 明璇听起来好像很刺激 可他们太过嚣张 真怕会被打 叶浪浪急得手舞足抖 明着不行 咱们就来按的 反正贴上隐身符 趁着大冤种斩杀妖兽之际 你就睁着眼跳出来 直管抢 有所领悟的鸣玄 喜极而泣 虽然这么做有些缺德 但除了大师兄 独自厮杀妖兽以外 他们想要疯狂刷积分 也确实别无他法 不多时互相安慰的薛鱼 早就把大义风范抛之脑后 只要不违背规则 给长冥中争光 就算做事 缺得一点又能怎样 很快被追上脚步的叶清涵 很是拼命 一想到问剑宗 可以稳居第一 就有使不完的干劲 但令他匪夷所思的一幕防不胜防 明明差点斩杀的妖兽 怎么突然就自己嘎了 殊不知身后的简陋小能手 埋伏已久 一个甩服 一个砸缸 仅凭吹灰之力 疯狂为长冥宗刷爆了几分 瞧瞧这厮杀一片的敖嚎 真刺激 被砸猛的妖兽 到死都不知道 他是被那个缺德玩意儿 要了性命 尝到甜头的鸣玄 彻底在小师妹的怂恿下 迷失了自我 别说这种简陋不留名的美事 他可简直太爱了 而还没轮到出场 就快要结束的月清宗的甜狗 看着预检上蹦出的名刺心 都快碎了 合着仗着老子的大师兄 第一个被淘汰出局 长冥宗这群损塞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勇吗 不等迟疑被传送出局的夜浪浪 迎来了打破长冥宗 许久排不上名刺的巅峰场面 只见烘托气氛的解说大佬 激动人心 宣布长冥宗稳居第二 仅次问剑宗的逆天排名 简直屌炸天了 可话音刚落 隐忍许久的叶清涵 忍无可忍 破口大骂 是不是你这个助击废柴 怂恿师兄抢我妖兽的 不然怎么可能平白无故闲鱼翻身呢 起料吹口哨的声音一响 叶浪浪彻底风靡全场 就算是他做的又怎样 唏嘘你这个天道见修 才他会不会一本正经的承认 叶浪浪睡觉正香 却突然被长老拉起来一阵表扬 可一阵吹捧过后 却偏偏碰上踢饭碗 还不要命的叶浪浪 大比现场 久久吃瓜不愿散去的弟子 也算开了眼 虽然问剑宗每回都得第一 但今年榜上有名的常明宗 可是平实力碾压了风筒 光看铁青这脸的叶清涵 就不难猜出 他的心里得有多憋屈 可话说 今年下主押长明宗的弟子 搞不好摇身 一变成了小富豪 真后悔 当时钱全拿来投给了叶清宗 如今一提这事都觉得晦气 而话语间聪明的人 都找到了商机 更有一言不合 连夜跑路去追压长明宗的弟子 处不胜数 只见默默听闻 这一切的云痕肠子都毁清了 老夫怎么先前没发现 这小溺图竟有如此实力 要是他现在肯回头试案 说几句好话 老夫重新收他为徒 又未尝不可呢 而倒头就睡得夜浪浪 根本不会鸟他 起料睡意正浓之际 竟被粗鲁的段玉长老 防不胜防从床上拽了起来 老夫彻夜难眠 都想不通你手上 拿的烧火棍适合来头 不知你可否告知一二 他也好睡得踏实 心烦意乱的夜浪浪没好气 不就是意外捡来的破棍子吗 反正我管他叫夺笋 你要真的好奇 就拿回去自己研究吧 结果夺笋的段玉 眼神迟疑 不等反应 一个安耐不住的兴奋 就照着瘦弱的肩膀 晃晃两下 别说你在大笔上的表现 虽然有失风范 但确实干得漂亮 老夫可是发自内心 为你骄傲呢 终于送走宗门长老的夜浪浪 被折腾得困意全无 刚巧路过的沐仲熙 正打算去吃饭庆祝一下 不知满脸疲惫的小师妹 可要一起 说起吃饭 浮生城里的物价堪忧 别说吃顿好的 就连随便吃盘花生米 都得心疼得干疼 思虑再三的夜浪浪心生歹意 既然要吃饭 为何不会隔壁的月清宗呢 反正宋寒生那家伙 还欠他不少银子 到时候师兄们只管开吃 身后有人买单 岂不是爽的一批 逗逼二师兄 今天便坏了 一听月清宗欠钱不还 立马化身成了讨债小能手 而这边被人围观的夜浪浪 心里嘎嘎苦 你们知道宋寒生那家伙 欠他多少钱吗 说起来足足十几万 咱们要回来 吃点大鱼大肉不香吗 话音传出不等片刻 惊呆到心痛的鸣玄 直呼好家伙 一想起这几天几夜的经历 到头来 竟然连口大鱼大肉都吃不上 越想越怒不可遏 咬牙跺脚 就要拉着小师妹 找宋寒生那家伙要钱 可薛鱼及时阻止 月清宗里的弟子 是何等人物 且不说他会不会还钱 单凭大晚上去上门挑衅 可是会扣除比赛积分的 但抓住重点目重息 抬手拿起衬手的家伙 就准备敲锣打一阵行脑 大不了一去 就堵在门口咋咋呼呼 他就不相信月清宗那帮 虚伪好面的家伙 能丢得起那人 此时的薛鱼默然失神 这招虽好可损了点 况且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就怕到时候 他们没啥大事 咱们就先被一宗之主骂死了 突然为了维护小师妹合集体 能不能吃上大鱼大肉的周行云 忍不住开口了 就算带头敲锣打鼓 丢了长明宗的脸 但他们可是平时力赢的第二 也不怕宗门长老为了这事 找他们秋后算账 双手赞同的鸣玄 果断掏出福祉 他这可以研究了许久的超大声扩音符 没想到平常用不上 竟成了帮小师妹要债的东西 而此时的宋寒生自己不行 还有脸责怪云雀 不该跟叶清涵一路同行 说起来怎么都是宗门对敌 难道你连这点道理 都需要为兄亲自教吗 被责怪的云雀楚楚可怜 刚说了一声对不起 忍不住的眼珠 就闪着光斑 划过脸颊滴滴落下 当宋寒生看着云雀师妹 竟然连哭都这么闪着光格外耀眼 一时不争气的爱慕之情 又不受控制心疼的无法言语 你可别哭了 大不了在下一场远古战场的比赛里 别跟着问贱宗的人混就行了 也正是此时 突然一声月清宗欠钱不还响彻云霄 只见加了阔音符的沐仲西 一边敲锣打鼓 一边喊得格外卖礼 薛鱼跟着明玄也不甘示弱 把能想到骂人的词 全都问候了月清宗一遍 没见过这么大场面的周星云 被雷道 只想找个的缝钻进去 或许他就不该来 这简直比游街势重还可怕 闻生而出的弟子一脸愁容 想不出是魔尊入侵修真界了 竟把缺钱的长明宗逼到这份上 八百里开外的秦范范 不用猜就知道 是那群小兔崽子在丢他的人 不就是第一场比赛发挥超长 得了个第二吗 信不信老夫颜面无存之时 真的会欲哭无泪啊 秦范范刚才还在怒斥小兔崽子不争气 转眼就引以为傲 指桑骂怀 不是谁的墙角都能挖 这会儿门外讨债的喇叭愈演愈大 丢不起那人的宋寒生 拿着东拼西凑的零食 只想把钱甩在他们的脸上 奇料心计深重的云痕 让弟子不必亲自前去 老夫倒想趁机见见那个 连夜跳槽心中门的不孝溺徒 宋寒生一听 心里都乐开了花 正好自己出面 免不了被那群家伙埋太一顿 既然有师父带为前去 他可是求之不得呢 而门外坐等还钱的夜浪浪 没想到竟会把套路身的老家伙 招惹了出来 怎么宋寒生那家伙翅硬了 变得如此蛮横无礼 收钱的明璇嘴都合不拢 果然不要脸才是讨债的无敌必杀戟 可正当抬脚离开 夜浪浪却被叫住了声 只见云恒臭不要脸 想挖墙脚还非得端着架子 虽然你离宗多日 早已拜了别人为师 但念在年纪上小 心智不稳的份上 只要肯乖乖低头认个错 老夫也不是不能原谅你 摆明要撬墙脚的意图 才刚开口 就被沐仲熙回对得不留余地 我家小师妹 可是常明宗的唯一清传女弟子 她才不惜地去月清宗 当个连内门都苛逞的破弟子 云恒轻烈一笑 暗想就凭她的资质 顶多当个内门都是高看了她 可居然还敢大言不惭 对清传身份抱有一丝痴心妄想 明悬崖都差点笑掉 看着所谓的宗门有多么牛逼 只可惜 我家小师妹根本就不屑一鼓 就连夜浪浪本人 也礼貌性竖起终止 别说回月清宗了 就算你现在过来舔她脚丫子 只要敢犹豫一秒 都是对常明宗的不敬 闻声而来的秦范范 脸上居然露出了小人得志的表情 没想到不靠谱的棒吹搁在事上 竟会让老夫如此放心 关键能把一只嚣张的老东西 气到吹胡子瞪眼就很解气 只见秦范范偷看的尽兴之余 一个没忍住 还想出来沾沾第二名的光 有意无意显白 也不知牛逼轰轰的云痕 今年是八字不合吗 怎么手下引以为傲的弟子 全都断崖式 得了倒数第一啊 桑系大师兄 一言不合就要上吊 不是在上吊 就是在上吊的路上 而此时的叶浪浪牛逼大了 满脑子都是为了第一 她必须拼了 可下一战的上谷战场 除了遍地危机的法阵 就数千变万化的地形 最为致命 万一遇到防不胜防的变数 恐怕没点画幅破法阵的实力 就真的要凉凉了 可叶浪浪明知 常明宗就一个拂袖的二师兄 是个唯一画幅高手的独描描 她要不趁此机会 帮她分担一二 恐怕宗门大笔还没开始 就已经在气势上 被其他宗门碾压一头了 然而想象很丰满 真要画起幅来 却难得一批 就算叶浪浪曾被天道祝福过 但在实力上 依旧画不出鼎鼎大名的四方幅 许久过后 地上散落的符文数不胜数 看似全神贯注目空一切 却依然画不出 二师兄给的压箱底 可正当准备放弃之际 不甘心的叶浪浪又自我安慰 就算为了压赌的一百万 她必须得了拼的画出来 只见思虑再三凝神贯注的一瞬 感知到神识扩充的叶浪浪 突然就来了灵感 煞时间 伴随着灵笔入十海的千军一伐之际 她竟然灵气暴增 又一次凭借惊人的天赋 冲出了绝比稀有天道祝福 当金光轰隆一声巨响 直入云霄 正在埋头画幅的鸣玄 再一次感受到了 豪横之人的运气 可不是一般的好 瞬间的挫败感 让她不得不陷入了深思 也不知是那个牛逼大了的弟子 竟会有如此惊人的实力 而一本正经炼丹的薛鱼 摆明了没被天道选中的福气 说起来见修一绝的四师弟 也不大可能 可刚推开房门 准备找大师兄问个究竟的一瞬间 没想到 居然莫名打扰了人家在上吊 可不是她又会是谁呢 尽管明轩想破了头皮 也不肯承认 小师妹有被天道祝福选中的实力 看似最不着调的小师妹 真的会是隐藏于中的实力派高手吗 这是清冷二师兄 一脸痴迷 拉着夜浪浪说出最崇拜的话 这边被一本正经敲开门的周行云 心如死灰 就算人家上吊之事 已经成了习以为常 可这两个小兔崽子 扭头就走得架势 未免也太不尊重 她这个随时都会死得大师兄了 而蹦跆着说溜 又溜的鸣玄头都不带回的 今天要是找不到天道祝福的幕后之手 她恐怕不安理智的心要难受一整天 齐料刚想走到四师弟的院子确认一番 就发现她正被段玉长老逼着训练的惨样 怎么看都不像是宗门里最具有天赋异禀的人 坐在地上的木仲西 一脸死相 看着师门威严的大块头 她就算拼了老命 也打不过呀 可出手太慢 还说一肚子废话 这在段玉的眼里 只觉得小兔崽子就该打 实在不行 在第二场比赛里 就多跟夜浪浪学学 最起码那家伙 要么打个出其不意 要么狗着猥琐发育 你说哪点 不比你现在哭着卖惨强 感受到一身寒气的鸣选 想不到 他们也会有向小师妹看齐的一天 扭头丢下一句 真可怜 就又猥琐的溜之大吉了 而原本沉浸在天道祝福喜悦当中的夜浪浪 还没意识到 满宗门找她的二师兄 已经近在咫尺 只听他们到大师兄的房间礼貌开门 唯独到了小师妹的房间 踹门而入 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被惊醒炸毛的夜浪浪 怒对两人 可不可以礼貌点 没看到人家正在美滋滋 享受画幅带来的快乐吗 看着闪着金光的福祉 明玄难难 怎么可以把时间卡得如此巧妙 莫非先前一名惊人的实力派大佬 竟然是怎么都猜不到的小师妹本人 夜浪浪点了点头 十一二师兄 好像看起来特别激动 但又说不出为什么 总给人一种 快要发了疯的错觉 奇料自从确认了此事的明玄 再也没了清冷 不易近人的架子 一反常态催问小师妹 天道双修的感觉怎么样 会不会有种 比大师兄还屌的爽感 担心二师兄 被刺激到精神失常的夜浪浪 努力克制情绪 其实也没什么 薛瑜想不到实力不俗的小师妹 还帮起了斯文 怕不是提不上名次的长明宗 马上就要在牛逼轰轰的修真界 一鸣惊人了 明玄激动的嘴 都裂成了爱心的模样 她可喜的都快忘了 你先前出师月清宗 现在看来 云和那个心计深沉的缺的家伙 要是知道你会画符 还屌的一批 恐怕肠子都要毁清了 叶浪浪画出群魔乱舞符 却意外激发明玄 有点变态的小内心 还亲口说 她幻想看叶清涵和大师兄 手牵手跳裸群舞的场面 能有多炸脸 而薛瑜看着两人 一脸猥琐病态的表情 竟盖特不到 他们笑点能有多奇葩 可明玄摆了摆手 没人能懂她 作为全宗门 唯一画符小能手的压力 不过好在小师妹 画出了天道祝福 她以后再也不用 熬夜画符到通宵了 叶浪浪见状 却连忙推开二师兄 让她清醒点 虽然她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但真正的实力 要暴露得太早 只怕会引火上身啊 那你说怎么办 薛瑜不懂 明明实力很屌 可小师妹 为什么非要藏着夜卓 叶浪浪看着一脸天真的表情 实在忍不住 意味深长的笑话 我劝大家 还是放出消息 把画天道祝福的事情 全都推到大师兄的身上 明玄一个秒懂 果然玩的就是心跳 反正大师兄实力很强 一般的人也伤不了她 至于一心 只想苟着发育的小师妹 无非就是想隐瞒实力 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不过 你除了会画四方符外 还有没有研究 其他更厉害的符文 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 叶浪浪竟然显得有些心虚 都怪她满脑子 都在画爬行符 唯一拿得出手的群魔乱舞符 不知在二师兄的眼里 算不算是很厉害 明玄无奈地哀声叹气 她确实没办法 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揣测小师妹的封批心理 但没画不代表不会画 你为何不趁热打铁 画点其他的 可叶浪浪的表情 显得有些不情不愿 她刚才把全部的灵力 都拿来画四方符了 眼下恐怕稍一动气 就得暴血当场 可明玄劝小师妹 多想想压赌的一百万 恐怕今日你要不努力 来日就得被人欺 叶浪浪被说得有些手痒 看着五花八门的上品灵笔 果然专业画幅的二师兄 就是专业的一批 奇料趁手的灵笔 还没鬼画幅多久 神识透支的叶浪浪 突然鼻血直流 有些不尽如人意 明玄看着倒头就晕的小师妹 一时静愣地失了神 但下一秒就嘴角上扬 无情吐槽 小师妹恐怕是甚虚了吧 面对小师妹的画幅天赋 明玄竟被怂恿 成了卖幅的小贩 可浮生成那片子众多 就连月清宗的盗版符文 都比他卖得好 而三天三夜 释放神识的叶浪浪 已经做好万无一失 进入上古战场的准备 但手里还多出一打用也用不完 不如溜下山 摆个符文小摊 也能赚不少的钱 被小师妹一有所指的明玄 却咬着嘴唇一言不发 许久才劝诫 你可别疯了 偷偷跑出去卖东西 要是传入了长老的耳中 咱俩一定会被关禁闭的 奇料叶浪浪显得无所畏惧 他之前还嫌弃师兄是个胆小鬼 现在看来 怎么连这点赚钱的胆识都没有 明玄笑而不语 似乎受到了启发 竟会觉得偶尔放纵一下 也未尝不可 说干就干的地摊 已经被叶浪浪摆好 可师兄未手未脚放不开的样子 令他不要脸的宗旨 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明玄被说得硬着头皮 有事是真上 可妈妈来来喊破了嗓子 都想不到浮生成的生意 竟会如此难做 搞不懂 明明第二场比赛 已经迫在眉睫 都被他生意好的一幕 才惊觉骗子太多了 他们失出的宗门 根本没有辨识度 合着忙回一圈 啥都没捞着的明玄几眼了 实在不行 现场表演个爆炸小土坑 总会有人看吧 却不想夜浪浪告诫 浮生成内损坏的物价 可是得赔的 光是一个小猪猪炸弹的威力 都够你把地砖赔得倾家荡产 正在此刻 忽然热闹一片的月清宗 被买福纸的散修 围成了水泄不通 原来福纸不是没人买 而是他俩的脸不够白 当明玄同为福休 却见到月清宗的火热阵仗 都快急疯了 几近人堆一看 却也不过如此 充其量寥寥几笔 还没他画得好呢 殊不知口无遮拦的说辞 很快引得全场炮轰 怒斥以前这么说话 是没被人套麻袋里打一顿吗 老子要不是急着抢福纸 都想冲上去 捶死你个小鳖三 一进入上古战场 明玄进成了风靡全场 可叶浪浪却嫌他骚气的一批 不就是会画几张破符纸 搞得生怕不张扬 就会挨打一样 前不久一语 差点惹来麻烦的明玄灵光一现 既然月清宗的脸那么好刷 为何不借机甩锅 承认他们就是月清宗的清传弟子呢 其料50颗上品零食的牌子 还没挂出去 又被无情吐槽说他黑吃黑 竟会堪比卖盗版符纹的小贩 还能装 明玄看着一脸鄙夷的小弟 怕不是前不久刚被人给坑惨 他手里拿的可是正宗的月清宗符纹 你要还不信 大不了如假包换 假一赔十好不好 叶浪浪连忙复刻点头 告诫钱多没处花的 尽管买回家 他敢拿人格担保 绝对比你们之前买的 都要好出一百倍 明玄神色一江 心想小师妹从哪来的人格 竟能说出如此令人羞耻的话 殊不知叶浪浪的说辞 并没有引来众人为官 反而质问一脸猥琐的家伙 简直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有本事你们凭实力证明给老子看 不然就算说破天了 也没卵用 明玄被吵得烦不胜烦 当场就要拿出加速符 让他好看 只见反应迟疑的伞修 已经被符纸贴中脑门 嗖的一声 伴随着一声惨叫 竟然光速飞出了十米院 而明玄则一脸不屑 用实际行动证明 眼前被人坑惨的小弟 有多可笑 此时恍然大悟的院种 各个神色难安 合着他们先前买的符纸 全都是盗版 近一次都没真正厉害过 抓住实际的叶浪浪 懒得跟他们废话 敢问大哥要是不买 就赶紧靠边站 人家的符纸 可是很快就会被抢够一空的 如此说来 担心排不上队的伞修 第一个要买个数十张 虽然贵是贵了点 但架不住这玩意儿好用啊 大赚一笔的明玄 也征服了小师妹的经商头脑 如此一来 就算被人秋后算账 恐怕也都算到了月清中的头上 转眼第二场比赛 已经悄然开启 与以往不同的常明宗 竟迎来了明玄的忠实粉丝 不光夸他人长得帅 还称赞上古战场 可是腐朽的转场 要真论起实力 其他瞎瓜咧枣 都得通通靠边站 烘托气氛的解说大佬 已经准备就绪 可刚一上场就被质疑 他是奔门针对常明宗 而观赛区的阵仗 一次比一次离谱 对比仅凭一己之力 嗨翻全场的叶浪浪 也迎来了第一批 为他欢呼呐喊的忠实粉丝 可受宠落惊的叶浪浪 却洗不起来 因为他想在第二场比赛 低调做人隐藏实力 其料结仇已久的宋涵生 等的就是这一天 露出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声称老子谁都不服 就要揍扁他 但获得天道祝福的叶浪浪 根本没把他放眼里 还勾勾手指说了一句 懂得都懂 被冒犯的宋涵生 搞不懂他到底 又在耍什么花样 有本事就真真正正做人 别耍那些有的没的霍霍老子 殊不知 论起实力常名宗的人 也瞧不上他 只见明玄的小表情 有多傲娇 就代表小师妹的画幅实力 有多牛逼 面对自欺欺人的挑衅 也只是平平无奇 说了一句懂得都懂 闻生看去的沐崇熙 有些搞不懂好好的二师兄 怎么也被小师妹同化的 有些飘了 不是说上古战场危险重重 除了扶修之手遮天 其他的人都得狗着靠边站嘛 但一位深长的一幕 在周行云的眼里 已经被看出了端倪 难怪他当时正上吊 却突然被两个小兔崽子打扰了 原来他们当时正在找天道 祝福的幕后之手啊 可不知深意的沐仲熙 依旧担心做人不能太轻狂 却反被周行云回怼 懂得都懂 你就瞧好吧 其料如此说辞 竟把沐仲熙刺激的心理有些不平衡 暗戳戳调侃 你们到底在打什么哑谜 为什么偏偏就孤立我一个 周行云文言一愣 他本来也不想的 可明知道自师弟是个大嘴巴子 有关小师妹苟着发育的真实内幕 还是不告诉他为好 此时鸿托气氛的解说大佬 再次重申比赛规则 由于第一场比赛 常明宗的小弟子 涉嫌使用不可逆法器 此番经过众人商议 统一决定 禁止他携带堪比烧火棍的夺损入内 说不出为什么 叶浪浪总觉得 他被其他宗的长老一致针对了 不过转念一想 这样也好 反正第二场比赛也用不到他 煞时间 进入幻境的众人 眼前一片荒凉 只觉得双眼迷离的叶浪浪 竟碰巧跟画幅高手的二师兄相遇了 但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本应抱团取暖的好事 但因他俩的结合 意味着其他画幅不沾边的师兄 可要倒霉了 叶浪浪刚进入上古战场 就遇上了吃人不见血的食人之 但他非但没退缩 反而还迎难而上 突破了手杀 观影区的赵长老 想不通一个筑机废柴 有什么可豪横的 竟然面露难色 嫌弃上了画幅高手的名选 不料 秦范范立马反驳 这两个小兔崽子 好像是互相嫌弃 闻言失色的赵长老 意味深长 虽然叶浪浪这家伙 有点野性子 但好在运气不错 每回都有师兄 在身边帮持 秦范范也正因如此才神色淡定 老夫不求他们能一鸣惊人 但求别太早淘汰 给长命中丢脸 而此时的名选惶恐不安 直到目前为止 也才不过片刻 想不到问剑宗那群不入流的弟子 已经强盗离谱 击杀了两头妖兽 却不想话音刚落 地颤声鸣 他本就难安的神色 又变得凝重了几分 背后在身后的叶浪浪 也有所察觉 眼见硕大的妖兽 席焉而来 恐怕上古战场里的家伙 极难对付 见多识广的明玄 一眼就认出 那惊人的东西 名叫石人珠 他就算有福祉在手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起了 说话间的叶浪浪 非但不耽 还拔剑出窍说 他有胆改上 随着嘶吼狂叫之际 明玄猛地一跳而起 但愿才刚住机的小师妹 能撑到他化好福祉 不然这回可就真的麻烦 当喷涌而出的鲜血 染红了剑锋 奋力出击的叶浪浪 果然没让二师兄失望 见此一幕的明玄 连忙复合甩幅 有了定身 不止加持的小师妹 眨眼睛 顺理成章 拿下了长明中的手杀 喜到发狂的明玄 笑意纵横 还调侃有强迫症的大师兄 估计又要难受了 叶浪浪心领神会笑得 愈发张狂 感叹大师兄 本来无欲无求 但当积分开始影响 他心态之时 恐怕不把击杀妖兽的数字 凑到整数 都不是他做事的风格 正是此刻 冤家路窄的断横刀 没想到这么快 又遇上了小师妹 可旁边同为气修的神紫薇 已经目光灼灼 惦记他好久了 叶浪浪笑得一脸猥琐 虽然已经在克制了 但还是露出了 邪恶已久的魅笑 见状紧张到发抖的 断横刀 措手不及 心想 有病不居治的小师妹 又要发哪门子疯 但遮掩不住的敌意 竟阴差阳错 激怒了明璇 更有胜户起了毒子 你最好给老子安分点 奇料叶浪浪 根本不走正常路线 还企图攀关系提了句 好一个人妖宗的神紫薇 风姿飒爽 但见到大明湖畔的叶宇和 怎么都不礼貌地打声招呼 当断横刀听闻如此无耻地说辞 整个人都不好了 就连想护板的明璇 都觉得心里直放恶心 不光如此 大比外观赛现场唏嘘一片 原本幻想着拂羞干架 大杀四方 奇料半路碰上个装模作态的叶宇和 如此倒胃口 断横刀在没羞没臊的套路下 都怀疑这家伙 是不是跟小师妹有一同 可作为受害者的神紫薇 连连摇头 他才不想认识这种 人畜有害的小疯婆子 殊不知拉近距离地调侃 反而正中了叶浪浪的封批心计 他虽然很想帮长明宗拿个第一 但还不至于对昔日道友痛下死守 不如咱们两宗一笑敏恩仇 连手吊打月轻宗 话刚出口 断横刀就一脸愤愤 毫不留情 指着小师妹 让他别打二师兄的主意 毕竟上一个跟他合作的大冤种 可是刚开场 就被阴出了局 奇料叶浪浪仍旧语出惊人 你要不帮我干架月轻宗 他可就要让二师兄吊打你了 况且 我们还曾在同一个 妖兽的肚子里面待过 你就非要撕破脸皮 顽抗到底吗 断横刀一脸黑线 自知上古战场拼的 就是话服实力 如此说来 他能跟小师妹合作 有个撑腰的 也未尝不可 但你做事儿 毫无诚信可言 我跟二师兄 凭什么白白相信你 叶浪浪则摆了摆手 没想到你我之间 已经变得毫无信任可言 不过 还是希望你能慎重考虑 不然做不成道友 就只能是仇敌了 叶浪浪分手多日 又遇见了前队友 为了不被坑的断横刀 不得不跟着一起坑别人 现如今 捧穿一条裤子的两宗道友 也不废话 只见叶浪浪掏出地图 就要让人畜无害的断横刀 去挖陷阱 而内心咆哮 只想骂人的断横刀 连忙表示 我可谢谢你 怎么说 人家都是堂堂正正的气修高手 并不想做令人可耻的老鹰逼 叶浪浪面无表情 那又如何 纵使修真界的顶级大佬千千万 你不还得跟在我的手底下疯狂干 一只坚定的断横刀 本不打算理会小师妹的吹牛逼 可他却突然又说 为了宗门拿第一 不得不心服口服 一拍即合的叶浪浪 趁刀胸被洗脑的功夫 又喊着让他挖陷阱 还承诺一挖一个准 保准把宋寒生拿捏得死死的 起料大笔外 一片哗然的散修 目瞪口呆 心里却爽得一批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 比起挖墙脚不顺心受的气 更恨他当初怎么教过 如此卑鄙无耻之人 可一旁的段玉却觉得 小兔崽子这么做 没什么不同 既然说了是比赛有输有赢 他不过用点常人想不到的法子 企图来个出气不易 又惹着谁了 附和点头的秦范范 似乎从没这么出气过 没想到 竟会因为一个半路收徒的小丫头 长了脸 而这边沾沾自喜的苏卓 又舔上了大师兄 只拍马屁 就属你击杀的妖兽众多 这下月清宗拿个第一 肯定绰绰有余了 宋寒生被夸的脸上都笑开了花 但很快脚踩陷阱 还是第一次见 有人挖这么深的坑来霍霍人 可扶修加深的宋寒生 也不是好惹的 一个纵身起跳 也不忘吃笑 谁也困不住他 苏卓健壮 破口大骂 挖陷阱的恶毒弟子不要脸 怎么进出阴招 企图谋害我家大师兄 但总感觉周围的气氛有些不对 以至于抛出石头探路 也会有些底气不足 可清刀自傲的宋寒生 认为他是多虑了 更不相信 会在同一个地方 被人阴上两次 奇料这么明显的陷阱 只怪他迷之自信 再次中了招 瞬间被裹成粽子的宋寒生 不用想就知道 除了缺德的叶浪浪 没人敢这么和和他 男人风骚起来 就没叶浪浪什么事了 只见面面相去的几人 都被一个大红裤衩子 闪瞎了双眼 就在刚刚 去而复返的断横刀 看着小师妹的风效 边说边流泪 只因他是挖了陷阱的始作俑者 就连宋寒生口吐芬芳 也是先问候了人妖宗的全家 可谁又能懂断横刀心里的苦 他曾经也是一个 形式坦荡荡的体面人 直到遇见了小师妹 好像他命游浪不游天 而明玄看到了宋寒生的狼狈样子 美滋滋吐槽 大家虽然同为扶修 可眼前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正此时 知道不宜久留的叶浪浪 提醒他们少说废话 快点搜身 也好趁着防不胜防 麻溜霍霍下一宗 可沈子薇手在身上摸了半天 也没发现任何有关身份牌的踪迹 听闻此话的宋寒生 没忍住嘚瑟开了口 老子聪明着呢 谁会像傻子一样 把那么重要的东西随身携带 奇料话音刚落 游走在身上的手 竟摸到深藏宝物的虚拟戒子袋 叶浪浪本着搜不到身份牌 搜点稀罕玩意儿 也算好的 可手套了半天 刚打开一看 居然惊觉 发现一个大红裤衩子 出现在了眼前 闻声呆愣在原地的断横刀 手足无措 而瞪大眼珠研究半天 还嫌弃一丢的叶浪浪 一时也被晦气得哑口无言 最终还是羞红了脸的宋寒生 冷哼一声 大叫看什么看 你们这群小憋三 竟然敢打老子裤衩子主意 而没反应过来的叶浪浪 明明才是差点被熏晕受害者 结果反被自作多情的宋寒生 一口咬定 他想图谋不轨 不多久 实在不想浪费功夫的叶浪浪 只想让两人掉在树上算了 他也犯不上 跟一个心理变态的家伙 多费口舌 断横刀原本还有点不死心 但此一时比一时 既然小师妹都发话了 他又何必没事找事 自讨苦吃 转眼城府颇深的寺庙岩 没想到还能有机会 遇上月清宗的独宠清传 但既然有缘相识 不如就跟他合作 只要你能帮避水宗拿到前三 他又何尝不愿意帮你 赢得想要的一切 云雀笑出了声 听起来 他好像确实没有拒绝的理由 而寺庙岩的目的很简单 只要实力出众的问剑宗 不去找最差劲的长明宗合作 他们自然就成了 笑到最后的赢家 通俗来说 只要淘汰了 扶休一决的明选 任凭问剑宗再怎么厉害 也抵不过其他宗门强强联手 为何说叶浪浪一笑 惨无人道 光看他唢呐一想 就知道谁听谁道 此时 面色迟疑的人妖宗长老 猛地从冷静中慌乱起来 他竟没想到避水宗的女弟子 居然成功说服了月清宗的小徒弟 而面对各路修士围追堵截 即将小命不保的明璇却不自知 还刚跟断横刀 一别两宽各路逃天分了手 可下一瞬 被堵住去路的叶浪浪顿感不妙 只因有股似曾相识的感觉 告诉他就要干架了 殊不知 看似达成共识的丝妙岩 实则心怀鬼胎 一想到明璇身边 只跟了个废柴助击 就没忍住笑出了声 不多时 担心夜长梦多的丝妙岩 竟主动拿出灵气 发起了攻击 恍惚间传出的笛声婉转悠扬 但谁也想不到 才下一秒 就成了刺耳的悬音 吵的人五脏六腑都要炸了 明璇被刺激地抚摸着头瑟瑟发抖 心想 一定要逃过此劫 才能对得起 引以为傲的长民宗 可避水宗的丹修寥寥无几 更别提会画幅的修士 更没有一个 但他仅凭一己之力 突破重围 想必也是运用各种灵气 超凡脱俗的绝有奇才 当看清如此身份特殊的人物 不难让画幅高手的明璇压力倍增 但他沉默了片刻 依旧决定出手还击 奇料刚拿出手的隔音符 还没派上用场 就被盯紧他一举一动的云雀 破解了此招 明璇惊讶般 一个大男人 被一个爱哭鬼 限制了灵力算怎么回事 于似乎有事必须上的小师妹 还不赶紧给我出手干他俩 叶朗朗其实并不想这么早出手的 想来二师兄只是心态不稳 若真要比个高低 也未尝赢不了他们 但听着吵人的笛声实在烦人 既然被逼到如此地步 他可要以毒攻毒憋大招了 起初看不懂小师妹套路的明璇 还在想 他为什么要用过音符互相伤害 但叶朗朗听着声音 被瞬间放大十倍之际 吐槽师兄 要是再不把讨债的喇叭 拿出来还击 他们就要被吵得 炸在法阵里抱边亡了 此时的明璇笑得越发疯狂 说他被小师妹童话封了 心也不为过 而吹牛逼还算业余的叶朗朗 居然在吹索娜这件事上 有着惊人的天赋 光听地动山摇这架势 十里开外的沐仲西 都被吵得直骂娘 薛鱼也听得冷汗直流 看样子 小师妹这阵仗 应该跟他们的距离 不会太远 任妖宗的大师兄 为了把叶朗朗第一个揍扁 竟不顾师弟脸面 也要手斩长剑 断了她的性命 可趁着索娜在手 发起物力还击的叶朗朗 还没意识到这一点 只见一阵悄悄打打吵的 避水中的得意女修头 都快炸了 然下一秒破绽百出 一时抓住机会 冲出法阵的叶朗朗 并不想与他们为敌 当趁着两宗炒破头皮之际 果断使出了 滴水不漏的清风诀 或是她懂得揣测阵法 又怎会破解得轻轻松松 但并未多想的秦范范 只觉得小逆途无非运气好 虽说起来虚晃一招确实有用 但八成都是仰仗了明玄的功劳 而又被长明宗 装到的云痕气的牙痒痒 明明就是小丫头有点实力 可死老头子 却非要怪避水宗设下的法阵 不堪一击 正此时 装枪做事的叶朗朗 是真的在吹牛逼 只听光天化日 怒骂两个个怀鬼胎的女修 竟然真敢如此目中无人 而都在等她下一句 如何骂娘之际 出其不意的叶朗朗 居然拉着看热闹 不知保命的师兄 撒腿就跑 可此时的明玄 被彻底搞猛了 原本以为放出狠话的小师妹 准备狠狠干上一架 但你不安常理出牌的套路 到底在想些什么鬼主意 实则叶朗朗丝毫不惧的样子 都是装的 一边逃跑还一边唏嘘 那两个看似柔弱的家伙 恐怕要真打起来 堪比宋寒生还要难对付 其料叶朗朗机关算尽 也想不出将要大难临头 只听砰的一声 光速袭来的刀剑无眼 竟险些伤了她的性命 不多时回过神的明玄 冷不丁被补刀的 有些气不过 可抬头一看来的人 居然又是上次 奸计未得逞的仁妖大师兄 仁妖宗的大师兄 惹谁不好 非要招惹叶朗朗 也难怪最后被暴躁逼急了 非要跳起来打他 而说起前不久 还是秦淮率先动的手 此时错不及防的叶朗朗 本能拿进去挡 却反被一刀斩断成了两截 当她察觉气势不足 又招架不住之际 竟会想着摆烂算了 可心有不服的明玄有气 却使不上 只因她被月轻中的弟子缠身 根本顾及不到 远处被压制的小师妹 转瞬间 秦泛泛看着倒霉的弟子 摆明了被针对 却无可奈何 这下恐怕不光小逆徒 自己要出局 还得拖上宠妹狂魔的明玄 给她当垫背的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段玉 也是恨铁不成钢 原本以为小兔崽子 有点实力 还爱耍些小聪明 施不了亏 但眼下遇上成风中的弟子 明显只剩下被人吊打的份 不光有此想法的宅臣 胸有成竹 就连一边施法困住明玄 还不忘惋惜 小师妹不该叛逃去了长明宗 明玄听闻此话 简直气急了 可看着小师妹招架无力的样子 怕不是已经认输了 其料心疼常见被斩断的叶浪浪 突然听到二师兄怒喊 为了一百万 竟瞬间打了鸡血 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 只见下一刻的她 瞬间变脸怒气爆棚 满脑子都想着为其而战 谁也不服 而见此一幕的情怀 差点被原地暴跳的浓烟迷了眼 惊奇反复无常的筑机废柴 突然暴躁起来 又想发哪门子的疯 殊不知叶浪浪嘶吼着狂叫之后 整个人都凶悍得 看比小泊妇还嘎嘎嘛 刹那间竟丝毫不留余地 只见原地猛跳着 蓄势待发 就蹬鼻子上脸跳起来干她 可一招得失就有得失 只因明玄多度担忧小师妹 居然一个分心 就被蓄谋已久的翟臣 抢走了身份牌 但好在纠缠之际 她也抓住了对方的把柄 怒喝有种就连手 不服就出局 而话音刚落 藏有私心的翟臣 率先捏碎了身份牌 紧跟其后不堪服输的明玄 也在一怒之下毁了对方 来了个玉石巨粉 这边听到爱徒出局的 秦范范倍感愁容 虽然明玄互搏之际 未占优势 但好在保住了叶浪浪 没丢人得太早 可人叮那棒锤 没啥出息的赵长老 哀声叹气 眼下长明宗 唯一的扶休都出局了 这场比赛 还打个什么劲呢 叶浪浪差点被三人围殴了 可她丝毫不拒海 拿出了无敌符文枪 就在刚刚被淘汰出局的明玄 非但没被万人唾弃 反而成了小迷妹 尖叫全场的大帅逼 尤其眨眼回眸的一瞬 更是成了 风靡万千少女的心头肉 但孤身一人的叶浪浪 可太惨了 只见情怀泪的气喘吁吁 也还手持长剑 非要跟她拼个你死我活 更没想到 一个助击废柴的战斗力 能够如此惊人 就连缠身打斗了半天 也依然僵持不下 没了办法 反观最有实力的问剑宗弟子 从一上场就出了霉运 还被困在法阵 错失了猎杀妖兽的绝好时机 此时的叶清涵脸上无光 虽没带着弟子大杀四方 但暗眼下的排名 要再不找个道友合作 恐怕堂堂问剑宗 就连榜上前三都排不到 身旁弟子听闻 有此一说也觉得有理 可最有前途的明玄 都被淘汰出局了 他们还能跑出去指望谁呢 叶清涵脸色阴沉 一语不发 若果猜测得不错 叶浪浪自身都难保 只因跟人妖宗纠缠之际 好巧不巧的断横刀 竟带着二师兄赶来支援 刹那间 原本一对一友的一聘的局势 居然瞬间变成了三打一任人吊打 叶浪浪都快急哭了 戏经上身痛斥成风中行事 向来坦坦荡荡 莫不是眼下为了欺负他 竟不顾道德底线准备围了 情怀听着不要脸的说辞 气得直皱眉 冷冷诉说 对你这种爱耍阴招的滑头 还有何道德可言 奇料叶浪浪一听就翻脸了 他虽说72班计策样样精通 但从来都只用在对付小人的身上 可眼下 你们仗着人多欺少 他不得不掏出秘密武器 不讲武德了 说话间掏出的稀罕玩意儿 惊艳了秦范范的双眼 恍神间 明明对了不得的物件 闻所未闻 但硬是故作高深 不过就是些小孩玩的器物吧 转眼叶浪浪万福其发 调侃这么好的宝贝 自然要先让最好的道友尝尝厉害 见此一幕的秦怀连忙倒机 但速度太快 犹如天福散花 他根本应接不暇 当下一秒的哈哈 服百发百中 感觉脑门一凉的秦怀 只觉得中了奸进 根根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不多时他的小脸被憋得通红 只见下一秒光速变脸 还身不由己 露出了变态到家的丢人傻笑 淘汰席的明玄浑身一颤 没想到他都出局了 也依然躲不过小师妹的杀人诛心 只因此时的围观现场呼声一片 不光怒骂秦怀 不知羞耻笑的一脸变态 还斥责风评极好的明玄 怎么净化些丢人现眼的破福指 可疑是英明 全被小师妹毁了的明玄心里好苦 偏偏拥有天道祝福的人不是他 但最后背锅的人却只能是他 叶浪浪风劈起来 就连自家师兄也要祸祸 而原本气呼呼的神子威 是不想放跑小师妹的 但奈何脚下 趴了一个饭花痴的院主师弟 里外都叫不醒 可身重福指的断横刀一脸享受 他只是被迷惑了心智 他能有什么错呢 转眼恢复理智的情怀 神色难堪 难以起始那个小浪蹄子 竟敢明目张胆地霍霍他 而拍了拍脑袋 仍旧猛逼的断横刀却只想摆烂 虽说眼下的排名只有前三 但起码淘汰了明玄也算可观 此时叶浪浪寻遍踪迹 总算发现了大师兄的身影 可当他打破寂静询问缘由 才发现长明宗榜上第二 都是他跟明玄的功劳 望眼看去 被困法阵却不想方设法 逃脱还打呼百烂的场景 怎么突然有种希望错付的感觉 下一瞬的夜浪浪气急败坏 拿出夺命所那 就要让他们也常常炸破脑袋的厉害 闻生惊恶失色的沐仲熙 一看是小师妹猛然出现 就像看到救命稻草一般 兴奋的一批 但面色僵硬 境界最高的周行云 却眼神闪躲 察觉异样的沐仲熙 这才小生难难都怪大师兄不好 他们本想着结伴行 总好过独自发育 但但何大师兄的运气太衰了 自从比赛开始 就带领他们一路被困 光是掉入的陷阱数不胜数 更别说被困的法阵 能有多难搞 夜浪浪意会的一脸苦笑 想来先前给的保命符早就 被用光了 不然又怎会任凭被困法阵 也依旧摆烂壁足不出 想吧 只见他手拿爆破符纸轻轻一点 坎比最强光照的法阵 竟瞬间被炸了个稀碎 而此刻得意的夜浪浪牛鼻子 都快养上了天 最属穆仲熙的尖叫 羡慕地震惊了全场 倒霉穆仲熙误入陷阱 清冷大师兄 静歌袍断意 而绝杀秘境的夜浪浪 果然不是吃素的 只见他清风崛起 惊艳四方 榜上有名的常明宗 之所以能排到第二 恐怕有一半的功劳 都是他给挣的 血鱼被小师妹这么拼地干劲 震惊得有些不安 连忙手拿单要劝服 你可一定要吃下补补身体 可身旁的慕仲熙 却激动地笑开了花 多亏小师妹又撒又疯批 不光气势压迫了碧水宗 还紧追了第一名的月清宗 结果话还没说完 就突然没声了 等夜浪浪闻声一看 倒霉的四师兄 静脚踩法阵 神陷漩漩涡 这下惶恐不安的慕仲熙 再也笑不出声 哀求没良心的薛鱼 就知道看笑话 也不赶紧帮忙拉他出去 别死了在里面 奇料眼前的法阵 不是一般的法阵 只觉得漩涡越陷越深 这小子恐怕是没救了 但看着拖油瓶 死活不肯撒手 还非要拉个坐垫背的 虚余直接挤眼 你要自己撒手 也算有点师兄情义 但若执意托人下水 他可就要怒甩灵丹 杂与你了 见此一遭的沐仲熙 无奈向大师兄伸出了手 可没想到周行云独断风行 直接话也不说 当场来了个戈袍断意 煞时间夜浪浪只觉得 倒霉四师兄 呼求无门的惨叫更大声了 而眼下正是反超 月清宗的关键时刻 可看似靠谱的师兄 怎么没一个靠谱的 说吧 瞧着法阵 也不过是月清宗 独家陷阱的一点套路 他先前坑颂寒声 给过一些符文指书 怎么都没想到 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眨眼间 瞧着小师妹 攻破法阵的沐崇熙 惊掉了下巴 他似乎 还从来没对一个人 这么崇拜 殊不知大笔外感觉 被羞辱的云横火冒三丈 怒斥死丫头 竟敢偷用月清宗的符文法阵 可真是该死 而听着发脾气 却看破一切的人 妖宗长老唏嘘不已 老子早就说过 那家伙不简单 可就是没人信 现在倒好 赤裸裸看着他两刀双修 打了某些人的脸吧 如雷挂耳的说辞 无不给常明宗的脸上争了光 秦泛泛自从发觉了 小腻头的潜力 就算作妖履试不爽 也实则早在心里默认了 话已至此 看热闹还不忘挑衅的 碧水宗长老来了个神捕刀 举止做做嘀咕段语 长老好大的脸了 竟不把两刀双修的奇才 供着哄着 还敢对他拳打脚踢 不留余地 大笔外明宣一脸乖巧 仅仅只因小师妹散播谣言 他竟成了常明宗 恐怖如斯的对手 但爱闹腾的叶浪浪 还没开始豁乱秘境 就发觉四师兄 在外面背着他猥琐的一逼 穆仲熙则对小师妹的虎狼之词 丝毫无感 他不就是看着宋涵生的人气太旺 想用观影时 记录被摸红裤衩子的丢人一幕 也好放在预检论坛上 卖个好价钱嘛 其实叶浪浪一脸猥琐 之所以挑事 就是想卖出去的价钱 两人无五平分 可穆仲熙不情不愿 凭什么记录糗事 丢面子的活他给做了 到最后 小师妹竟不知廉耻 蹦出来要跟他分钱 起料叶浪浪脸皮贼后 看来小师妹非要跟他抢钱 还说的一本正经 有理有据 血鱼目光灼灼 先不说 你俩掰扯半天 同意算了个四六分 据我得到的消息 碧水宗已经跟月清宗合作 名列前茅了 叶浪浪眉头一皱 月清宗能一直霸占榜上第一 是令他没想到的 看来终究得去蹭蹭问剑宗 天道见修的光环 才能让自家宗门转危为安 砰的一声 肩不可摧的震发 被叶清寒炸了得稀碎 从实力来说 天下还没有困住他的法阵 至于何时能脱困 无非只是时间问题 可身后的小弟 顿时一阵寒意来袭 目光瞧着 那不是常明宗的小蜂婆子 找上门了 手拿福祉 作为谈判条件的叶浪浪 也不知何时被起了个外号 但他这次是谈判的 可不是过来找架打的 而叶清寒明知来意 却又故意装起了清高 无奈问剑宗的首席大弟子 凭什么 同你一个筑机废柴谈合作 叶浪浪一脸音效 他自认明白人不说糊涂话 就算问剑宗有多牛逼 可在福祉称王的上古战场 也只有被人摆布的份 眼下他福祉在手 秘境都有 无非怪月清宗的人 死缠烂打 占了先机 只要你一个点头 他保准常明宗榜上第一 问剑宗绝对第二 听闻此话 百利无一害的叶清寒 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但为了脸面 依旧板着个臭脸 可以是可以 但你最好别跟老子耍花招 叶浪浪眼见目的达成 自然也不愿多说什么 一路上只要遇见 法阵用的这福祉的地方 都把功劳夸到二师兄身上 还说常明宗 没了他这个八大之家的 画幅高手 在秘境里 可真混得不行 信以为真的叶清寒 有些自傲 原本动动脑子 就能想明白的事情 愣是只想着 明轩有多牛逼 丝毫没考虑到身旁的叶浪浪 才是个鬼画幅 得过天道祝福的高手 嚣张跋扈的 问剑宗弟子太装逼 气得薛鱼 想拿毒药闹死他 而不足挂齿的起因 只怪首席大弟子 长了明轩的威风 嘀嘀咕咕半天 说他画幅恐怖如斯 太过厉害 谁承想 接过画茶子的骚包弟子 拽得一逼 非埋太明轩算了什么东西 不照样被月清宗的缺豆玩意儿 给干出局了 其料随口装逼的一句废话 已经足够成了沐仲熙 想揍扁他的理由 可不想惹事的薛鱼 非拉着不让 还说大家同穿一条裤子 让着点他得了 不想见此一幕的 问剑宗弟子 更装逼了 哼哼唧唧 一群没中的东西 就猜到你们 不敢动手打老子 数落完 又不忘扭过头满脸不屑 即是如此 你们两个废物 还愣着干嘛 不知道我们大师兄的时间 很宝贵吗 不多时 越想越气的薛鱼 也不拉架了 手拿一瓶特效毒药 就要闹死那个 屁股长脸上 满嘴晦气的东西 一看师兄要动真格的 刚才还骂骂咧咧的 沐仲西顿时有点慌 明明是你拉着 让他冷静点 怎么现在比他本人还冲动 许事太过嚣张 报应不爽 话音刚落 绝处逢生的上古战场 竟然迎来一场 史无前例的毛毛细语 可手刚一触碰的叶浪浪 就顿感不妙 这不是前不久遇到过 腐蚀性极强的 高浓度酸语吗 叶青寒文言顿挫一愣 他先前也没准备 避雨的法器 不知身后的问剑宗弟子 可曾携带如此宝物 此时装逼的气势不复存在 别人的口出狂言 凭的是本事 可他们一群小人得志的家伙 却连个好使的法器 都穷得没钱买 而这也早在夜浪浪的意料之中 不就是一场酸雨 落在身上灼热难耐 他可是有大铁锅盖头的人 还能怕这些 薛鱼不禁用手敲了敲 看着厚度果然好用 虽然面子上有些不雅 但小师妹 可不可以给围凶一个 此话一出 伸手就要锅的周星云 也丝毫不顾颜值焦虑 反正血鱼要了 他也要 其实就算他们不说 夜浪浪也会把正亮的铁锅 给师兄盖上 至于其他成口蛇之快的 问剑宗弟子 就一边待着去吧 夜浪浪只是带头喊话说 长冰宗都是老诗人 结果扭头却发现 没铁锅盖头的夜清函 忍无可忍 就连有意的小船 也差点说翻就翻 可回过头 指望合作的夜清函 忍了这口恶气 想来秘境中的酸语 越下越小 跟夜清中的三个扶修 也多半要过招了 但他挥剑可以 话服不行 可否请周兄 一同去解决了 夜清中的剑修 扬眉吐气 但一向斯文的周星云 内心却直呼卧槽 这家伙明摆着 要偷学他长冥宗剑法 还故作姿态说什么 帮不帮的 而此刻的夜清函目光灼灼 就算他藏有私心 想必强迫症患者的蠢货 也不好拒绝吧 起了 跟小师妹学坏的周星云 直接把头甩向一边 装傻冲愣道 你在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懂 这下吃了哑巴亏的夜清函 气急败坏 明明说好的两宗合作 但清高自傲的大师兄 怎么连一点诚意都没有 被阴阳怪气的周星云 也不跟他讲 连连推着小师妹 有他一个人撑场面 就够给你们脸了 夜浪浪眼见 两宗的小船说翻就翻 当即一改敌意 我们都是老实人 怎么值得首席大弟子 生这么大的气 但不得不说 现在的剧情有点崩了 记得原小说里的夜清函 可是有云雀一路陪伴 还在上古战场 叱咤的顺风顺水 但眼下似乎因为他的出现 改变了原先设定好的剧情 眼神低谋的薛鱼 猜不透小师妹 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可夜清函属实有点不好对付 要真帮他将排名赢到了第二 恐怕下一个对付的 就是我们 可夜浪浪却笑着 让师兄放宽心 反正他们也不是吃素的 不多时 冤家路窄的夜清函弟子 出现在眼前 打死宋寒生 都想不到为了赢得第一 那个小浪蹄子 竟敢跟问剑宗的货色 穿一条裤子 跟在身后的苏卓 突然听闻此话来了兴致 喋喋不休夜清函算个什么东西 恐怕也只是想打明玄 留下来的福祉主意 殊不知 自认装逼的说辞 在大笔外却反遭打脸 一个个吐槽 他不过是一个舔狗 有什么好装的 只可惜 月清凤的长老静 被猪油蒙了心 明明是一个两道双修的绝有奇才 愣是被当成废物 夸大其词说是赶出了山 话音刚落 听不得此话的云痕如坐针毡 嘴上说 瞧不起一个中品林根 有什么可豪横的 心里却会得长子闷青 那小兔崽子可真出想 眼见有人挑衅自己 身为扶修转上天的宋寒生 话不多说 直接开打 可夜清函乃天道见修 只听他不服干架 声势浩大 令整个秘境都为之颤抖了一下 但宋寒生不但不经反而欢喜 能趁着优势 打败首席大弟子 可是他这辈子 最值得嚣张的无限荣耀 脚下狂风四起的夜浪浪 竟有些站不稳 这明显是两个金丹大神 为了宗门荣耀的巅峰之战 而感同身受的周行云 居然散发灵力 顾住了小师妹 看样子 此次的场面却是有些胆战心惊 小师妹不过助机修为 一时有些受不了气场压迫 也是常有的事 夜浪浪被宠得甚是欢喜 没想到平日里冷冰冰的大师兄 也会有如此暖心言语的一面 可看着一心干架的两人 想必顾不得搭理身边的一群小弟 不如师兄帮他挡挡视线 他好趁机偷摸不个法阵 听闻此话一头问号的薛鱼 不用猜就知道 小师妹又要搞事情 可他能怎么办 只能自家的小师妹 自家宠着 只见夜浪浪实力不俗 危急时刻顾不上暴露的风险 也要变换出超强保护照护柱长明宗 而此举无疑是自己困自己 大笔歪看不懂套路的散修 实在想不通他 打不过别人就算了 偷摸设法困自己 算怎么回事 此时目光迟疑 偏向一边的宋寒生 也摸不着头脑 莫非是苏卓那个舔狗 趁着他疯狂为宗门争光之际 居然逆天地敢放开胆子 对月清宗下手了 而见机形势的夜浪浪等的 就是这一刻 趁着惹人注意之时 故意扯着嗓子大喊救命 不多时 果然如他所料 无论天道建修还是厉害的扶修 都只顾听他卖惨求救 根本没有半点要出手的意思 而一边干架 一边动歪心思的两人 还没意识到早就被骗了 竟自顾自笑而不语 幻想不日就能成为 一鸣惊人的巅峰修士 可转眼打下三百回合 眼看天都要黑了 各有手段的两人 竟谁也干不过谁 宋寒生类的呼呼喘气 心里无语 就算有福祉在手 外加地理优势 可他竟在天道建修的面前 占不到半点便宜 起料 养精蓄锐的叶浪浪 准备出场收人头了 看来福秀的优势 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接下来 等他解开法阵的禁锢 就全看无敌盗报 从未失守过的大师兄 找叶清涵过过招了 清冷大师兄 认真打起人来 居然自带压迫感 可就在宋寒生 想好怎么被淘汰出局之际 他却又一改脸色 蹦蹦打打 还是不打了 莫名其妙 被虚晃一招的宋寒生气急眼了 怒骂你压的 简直欺人太甚 要打就打 何必压迫老子 倒喘不过气来 又拍拍屁股 说走就走 而这些都是跟叶浪浪 提前商量好的 目的就是为了混淆视听 也好趁着他们不备之时 来个一网打尽 但同时有两把刷子的苏镯 自以为会点雕虫小技 就不把他放眼里 还掏出压箱底的宝贝 一顿狂妄 老子的福祉百发百中 你这个小疯婆子 就等着哭腔求饶吧 可叶浪浪演戏就要做全套 明明随便动动身子 就能躲过去的福祉 硬是摇摆不定几个回合 故意往前凑了上去 嚣张至极的苏镯 怎么都想不到 他会轻而易举 败在最瞧不起的人之手 可眼见他动弹不得 怀中的身份牌 又呼之欲出 就别怪老子 率先把你淘汰出局了 起料叶浪浪 阴冷一笑 就等出手夺取之时 一脚把错不及防的缺德玩意儿 踹倒在地 倒地不起的苏镯 满脸错愕失色 怎么会这样 他明明早就算计好的结果 怎么偏偏没算到福祉 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可叶浪浪哪管那么多为什么 反正他就是技高一筹 师弟你狂妄自大 神器到头了 眼见身份牌 即将被捏碎的苏镯好不甘心 翻脸求饶二师姐好狠的心 他可是昔日里最宠你的小师弟啊 殊不知叶浪浪最讨厌 别人对他打感情牌 你要不提这句二师姐 说不定还有商量的余地 但此话一出口 他恨不得快点把身份牌 捏个西巴碎 而这边叶青涵 目睹你追我赶 时时不动手的场面 早就不耐烦 既然明摆着 叶青中的弟子死到临头 那不如提前送你一程 也好快点出去 跟其他宗的扶修相见恨晚 身躯一颤的宋寒生 自知在上古战场里的日子 熬到头了 想必他纵有再多的福祉 也抵不住这俩家伙强强联手 即使如此 老子一身傲骨 自己捏碎身份牌 就算出局 也要做个体面人 叶浪浪呲牙咧嘴地笑了 看来他是吃定 叶青中绑上前三 就算出局也无憾了 但怎么明白人 竟做些糊涂事 你倒是咬咬牙 说走就走 可剩下这个娇滴滴 就会哼哼唧唧的云雀 恐怕是叫天天不应 娇地也没人理了 叶浪浪想揍女主的执念 剑拔弥张 可被美色迷惑 双眼的叶青涵 非拦着不让 还质问你可质问 剑宗需要扶修领路 在他心中 性格温柔的云雀 可是不二的人选 感动到无法言语的女主 心花荡漾 但看清撕破脸皮的沐仲兮 却迟迟不见他动手 反而眼睁睁瞧着两人杀气倍增 怕不是心理正在盘算 该怎么对付长明宗 才能最占优势吧 叶青涵确实翻脸无情 已经做好吊打这群蠢货的心理准备 可奈何冰块脸的周行云实力太强 对他来说 属实有些威严不可亲 但没想到 急不可耐的叶浪浪 率先出手 明明隐藏的符址就在手中 偏偏要喊一嗓子 才甩出四方符困住敌方 当瞬间 被铁链所剩的叶青涵 恍然大悟才发觉为时已晚 本该是他干翻长明宗的一步好奇 硬是被瞻前顾后 打了个稀巴烂 而被困住的一群小弟 哀怨不断 显然大势已去 沦落到了人人吊打 却反而恶人开口 斥责小人卑鄙无耻 玩不起 就拿出明璇的符址搞偷袭 但此话一出 就被叶青涵大骂 真是一群蠢才 眼见装都不想装的小疯婆子 明明就是会画符址的两道双胸 叶浪浪笑得咧嘴都差点抽尖 明明你们才是最蠢的那个 怎么反而还倒打一耙 嫌他隐藏实力 人人可欺呢 不过他之所以隐藏最后的底牌 也不全是为了长明宗 都说爱哭鬼的云雀进步神速 他倒要趁机笔划笔划 看看两人之间谁才更厉害 万人迷女主 一听就气地咬牙跺脚 但念在形象包袱袭身 也不忘喊声 二师姐可要当心了 说话间 以手为援 运用灵气的云雀 无敌开大 摆明了不出风头 绝不善罢甘休的霸气风姿 而正有此意的叶浪浪 动起了真格 当即就让女主尝唱 两个超强法阵叠加起来的双重符纹 有多厉害 云雀一听 小疯婆子使出了绝命杀招 瞬间耸得直呼完蛋了 就算不懂符纹的人 也知道一直保命 二指伤人于无形 可他竟然为了让宗门赢得第一 不惜动用身家性命 也要击垮他们 真的是疯了 不多时爆炸一响哀嚎一片 好在夜浪浪顶多灵力受损 而被攻击的问剑宗弟子 衣服都被炸成了稀碎 但他眼下根本顾不得闭目养神 明知团灭问剑宗弟子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催促身旁站着围观的师兄 还不赶紧冲上去 捏碎他们的身份牌 夜浪浪嗨翻全场 把两大宗弟子全员出局 独胜碧水宗女修不明真相 竟手足无措道 有些瑟瑟发抖 而前所未有的团灭 掀起了大笔外的轩然大波 伴随着惊呼声响起 不得不怀疑 小疯婆子使出阵发叠加的绝命杀招 是否就是冲着把问剑宗弟子 炸残废去的 可更难置信的宋寒生悔不当初 因为他看到夜浪浪 竟用月清宗的符文法振逃 派出局了月清宗的人 但就算因为他未成一时之快 交出了本宗的绝版服输 那家伙怎么才不过半年 就进步得如此之快 当颤颤微微痛苦低沉的云雀 发现此事依然为时已晚 质疑你怎么敢偷学月清宗 从不外穿的独宗阵发 这简直不可思议 夜浪浪自知偷师学艺传出去 有些不道德 可他先前也是月清宗的弟子 虽然都是混日子 但闲来无事 学个三两招又当如何 云雀哽咽的一口怒气压在嘴边 可还没想好怎么开口 夜浪浪已经捏碎身份牌 送他出了局 但人走路还在 突然被原地炸开的深坑 不像是传送之时才有的 倒像是有人提前故意挖好的 画面一转 喜上眉少的沐仲熙 笑得有些可爱 传闻修真界 有个不成文的说辞 似乎讨厌 谁就把谁的名字扔洞里 就能诅咒人 薛瑜一听兴致大增 虽然想不通 此话真的假的 但来都来了 不如把师父的名字 丢进去试一下 夜浪浪摸了摸下巴 既然要丢纸条诅咒 那就把云恒也带上吧 毕竟他的那老家伙有仇 殊不知这一幕 都被大笔外的勤犯犯 看得一清二楚 心想 真是老夫亲手培养的好棒锤 静一言不合 都敢大意灭清 诅咒为师了 而发觉深坑有些 黑不见底的慕仲熙 想要组团下去一探究竟 先不说 下面会不会真的有人 丢纸条诅咒 要万一趁机探寻到 奇珍异宝 也说不定呢 奇料现在有多疯批 进入深坑之后 就有多狼狈 只见点燃烛火的夜浪浪 发觉黑洞蜿蜒曲折 悄然无声的慕仲熙 静莫名头破血流 下出了蹊跷流血 变态夜浪浪 静脸皮贼后 问三师兄讨要催情丹 可修修脸红的薛鱼 是个正经丹修 如若非要违背底线 那可是另外的价钱 就在刚刚 慕仲熙当着 全宗队友的面 被吓出外伤 也是十分的无语 但他可是最好面的 剑修天才 怎么会被圣人的黑坑 扰乱了心智 听着乍乍乎乎的说辞 周行云却语气悠悠 恐怕并非是你头上冒血 而是意外 被妖兽盯上沾染的血迹 为了一扫前耻的慕仲熙 拔出了长剑 没想到 这种乌漆麻黑的鬼地方 居然藏匿了妖兽 可不让他动怒的 叶浪浪劝诫 先擦擦头上的血 如果等会发现 妖兽分公母的话 一定要留下活口 也好让他另做打算 一头问号的慕仲熙 虽说分得轻公母 但不知小师妹刻意强调 此事到底有何贵干 而心里有数的叶浪浪 转头问三师兄 要起了催情丹 还说要想在秘境里 大富大贵 可就指望练单全能的三师兄 鼎力相助了 可看透小师妹 想利用母兽发情 勾引大批妖兽 朝此地涌动的薛鱼 浑身抗拒 焦躁人家可是正惊人 无相某些死变态 龌龊至极 不料无心直言 才刚吐露心声 就被叶浪浪投来了 死亡凝视 既然师兄 明知他所谓何意 那大可不必 如此不尽人情 况且 修真借发了情的妖兽 可比普通的 酱酱酱酱猛的多 说不定义母 可乎千百兽 借此直接让排名 一窜惊人 也很有可能 薛鱼听后犹豫了 但他还是想守住底线 无作思想 龌龊的卑鄙之事 殊不知 叶浪浪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只见他动动手指 笑得一脸为锁 既然师兄 都想摆烂了 那先前压住的一百万 可就打水漂了 而话音刚落 薛鱼瞬间变大的丹炉 震碎了沐仲熙 不知所措的三观 与其说是被逼无奈 但终归是为了一百万 不得不活力 满满练上个十颗八颗 也好防患于未然 转眼过程不重要 直接撩翻一地 妖兽的叶浪浪 直呼长鸣宗 就要直冲榜上第一了 可薛鱼手持竹简 若有所思 虽然小师妹 逼他使出了下下策 但看名次上的记载 他们恐怕 还差三五百的妖兽 才凑够数 这使得牧虫稀损到家了 反正数量差得也不多 不如再多头位点催行丹 所谓富贵险中求 寿命由他不由天嘛 而叶浪浪也表示同意 相比损利损弃弃的小师妹 作死不讲武德 立场中立的周行云 愿不愿意表态 已经不重要 其料薛鱼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呼 只因他敲着墙壁 像是空心的 说不定这地方别有洞天 根本不像是其他宗门 能变换出的利害陷阱 话音刚落 周行云不出意料 发现了旁边的石壁 像是到暗门 如果小师妹胆子 大不怕怕的话 就冲进去封一把 有为兄给你断后 白衣老者被困密室 就等数载相逢的叶浪浪 救他出去 却不料被留有城府 出言婉拒 还说他只是个住击初期 根本没见过这么大的场 前不久 发现石壁的薛鱼 欧敢此处乃是魔族地界 留下的石头 放眼整个五大宗 都没这样置地的东西 而叶浪浪不知天高地后 管他魔族牛马 就要冲上去 撞开眼前的石门 可乍一看 石壁之上似乎刻有花纹 并不像是随意画上去轻描淡写 更有甚是出自某些人的刻意之手 但见此一幕的周行云 强迫正确犯了 他平生就有三大怒 唯有歪扭不对称的东西 最气人 当大笔外吃瓜弟子 看到堂堂见修静 为了几个鬼画符 趴在墙上泛起了魔诈 就觉得藏龙卧虎的长明宗 可真是丢死人了 而秦范范老脸羞红 被最得意的大徒弟气的颜面无存 一时只觉得愣在原地 不知该如何是好 但相比身旁牙 痒痒的明璇 都快急疯了 早知道上古战场藏有密室 他怎么都应该跟着小师妹 一起玩耍搞事情 转眼攻破石壁的叶浪浪 发觉里面别有洞天 最为吸人眼球的厉害玩意儿 莫过于散发刺眼金光的神秘载体 面对突然出现 能开启秘境的神秘载体 周行云瞪大了眼睛 看样子 像是某个修士大佬 留下来的上等灵气 但目前 其中藏有的秘密还尚未可知 薛宇也惊呆双眼 一时没反应过来 适合宝物 可又像卷轴 又似向飞向的东西 恐怕并不好惹 正在几人攀谈之际 里面居然竟传出了 老者叫嚣的声音 但他似乎并无恶意 反而指名道姓 非要让夜浪浪靠近点 但话语间 小师妹一脸抗拒 总觉得此事太过邪门 他有些不安理智 而不怕事的周行云 听出老者 恐有哀求之意 不如你上前攀谈一瞬 说不定还有意外收获呢 许久老者再次出生 诉说自己被困此地 已经数年有余 可否请看似不俗的小丫头 帮帮老夫 人家真的好想重见天日啊 夜浪浪将信将疑 想必多管闲事 必没好事 可在场弟子众多 你为何指一点名 就要我一个 老者默然 他需要扶修画符 为他施法 只要小丫头肯按照他说的去做 等重见天日之时 一定就是他报答之日 但夜浪浪十分警惕 躲到三师兄的身后 猜测这糟老头 莫非是魔族的 老者见状十分无语 暗想老子都装得这么友好了 这家伙怎么半点不上道呢 实在不行 他可以将你独门破阵发的秘籍 你就瞧好了 可是很简单呢 只见说话间 手上运转的灵力 已经变幻莫测 看出糟老头实力不足的夜浪浪 突然来了兴致 想来狠狠敲他一笔 也好学做防身的杀招 只是现在 人多眼杂 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煞时间 老者越是苦苦哀求 他越要装作学不会的样子 想要借此 让老家伙多教点东西 嘴唇威脸的老者 都被气笑了 自从一百年前 他被那群青传弟子 合力围困在此 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么不好说话的鬼丫头 冷傲大师兄 听到小师妹想看他耍帅 转身就拔劲而起 主打一个宠妹狂魔 而前一秒 还胡咧咧的夜浪浪 鬼点子贼多 任凭白衣老者千般万红 可他就是张嘴胡说 人家根本学不会 这话听了 人谁都想奏扁他 但被困不能自救的白衣老者 不得不放低身段 苦苦哀求 起料接下来的一幕 炸裂了整个上古秘境 只见夜浪浪咧嘴大笑 他就是故意的 你要真出不来 人家可要拍拍屁股走人了 周行云听完一脸膜拜 小师妹是怎么做到 偷学手艺还不舔不知耻 说大话的 而料定白衣老者 是魔修的夜浪浪 撒腿就跑 他就算再大逆不到口碑不好 也不至于放出 魔修自己作死 起料他不讲武德 带出了藏有载体的灵力卷轴 以至于目睹秘境坍塌的断横刀 简直不可思议 沈紫薇看着手中的身份牌 连连惋惜 也不知上古战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会毫无争告提前结束了 而看着月清宗居高临下的排名第一 恐怕他身为成风宗弟子 再怎么努力 也无力回天了 情怀却笑得意味深长 按理说淘汰了月清宗 常明宗自然而然拿稳第一 已成定局 可眼下秘境提前坍塌 估计是那小疯婆子也没料到的结局 说话间 情怀毫不惋惜地捏碎了身份牌 与其为了几个妖兽在里面九死一生 还不如早早出局 以防被困在自毁的秘境里 自掘坟墓 当夜浪浪冲出密室 发现了外面的一切 整个人都唏嘘 难道常明宗连最后的胜利都做不到吗 虚余也跟着深情低落 他们明明只差三百的妖兽 就可以反超月清宗 稳居第一了 但如今秘境却提前结束 搞得人措手不及 可不肯服输的夜浪浪 准备放手拼一把 与其灰头土脸地出去 倒不如学个清风绝第二世 也许真就可以在秘境坍塌之余 来个绝地反击呢 这番说辞得到了周星云的极力赞赏 就算为了一百万 搏一搏实力又如何 转眼瞅见妖兽的周星云不敢犹豫 争取以最短的时间 耍一套清风绝第二世 但愿脑子好使的小师妹 能以此学会 万不可辜负宗门长老 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一片苦心 回忆师兄开大的夜浪浪 领悟了清风剑绝 可他逆风翻盘换来的结果 却害长明宗赔惨了钱 只见限量级的妖兽目光很辣 留着哈喇子 就想赶紧吃了他 起料不怕事的夜浪浪迎难而上 以最快的速度冲击妖兽 仅用一招清风剑绝 无敌般抱了牛逼妖兽的头 开了眼的薛鱼连连喊停 要不是他及时止损 恐怕以小师妹的性子 打到秘境坍塌 都不一定能停手 而大比外 围观多时的宗门长老星 都提到了嗓子哑 秦范范想不通一个棒锤 足以筋疲力竭 可他竟然煽动冷傲如冰的周行云 为他在危急关头 演起了炙寿绝招 但在碧水宗长老的眼里 更多的是赏识夜浪浪 似乎在他的认知观里 已经很久没见过 这么有胆量的弟子 可真是不简单 当夜浪浪传送出局的那一顺 他就已经成了 全场最亮的仔 因为相见恨晚的散修弟子 都只恨 为什么没有早点认识他 可面对热情高涨的氛围 却突然传来一声晦气 打破了场面 到底是哪个小兔崽子 把上古秘境霍霍他的 你们常明宗 今天必须要给老夫一个交代 被找茬的一群家伙 倒是捏手捏脚跑的贼快 但他身为问剑宗长老 可为了此次大笔费尽了功夫 但你们常明宗的缺德玩意儿 倒拿稳第一劫大欢喜 可活该被霍霍的问剑宗 倒数第二呗 面对同行的喋喋不休 秦范范不想被这个老东西扫了兴致 隐隐说道 不就是吴北楷模有点实力 你也不用如此羡慕到 当场发了疯吧 谁知话一出口 就被问剑宗长老挡了回去 搞得谁想跟破常明宗扯上关系 但秘境提前关闭 就意味受到了不可逆的搞事情 总之问剑宗 辛辛苦苦见好的上古秘境 被霍霍了 你们常明宗要是不赔钱 这事就没完 不想惹事的秦范范 被气得只想哭 想来他掌管常明宗数余年 如今好不容易光宗要组了 大不了赔你钱 别找事就是了 拿钱买平衡的问剑宗长老 这才肯作罢 但身旁隐忍多时的宋寒生 却忍不了了 陆季质问你 为何处处跟月清宗作对 还恬不知耻 偷学本宗心法 是何目的 可叶浪浪 如今叱咤修真剑 谁敢惹事 他都不惯着 既然你送出去的东西 本姑娘学会了 又怎么算是偷呢 以后麻烦 对人家低调的小天 才说话客气的 不然谁不放过谁 还说不定呢 一鸣惊人的夜浪浪 倒头就睡 可下一秒 居然发现几天不见的 红毛肯搭击 便漂亮 而从秘境顺走的上古卷轴 无疑吸引了 两个好奇目光的注意 当血鱼见到小师妹 手端此物 让她端下 也稀罕得不行 只要谁见了里面的虚实画面 都会被困在自己的记忆当中 脸上乐出花的夜浪浪 惊喜极了 要是她能进去畅游一番 就算迷失了自我也挺刺激 血鱼看出小师妹摆明 打起了卷轴的主意 即使如此 她倒可以操控灵力 让你放心进去体验一把 不多时 再次睁开眼的夜浪浪 整个人都阴谋了 只因刚推开神秘大门 里面却是她蓬头垢发 熬夜伤神的狼狈模样 见到小师妹有如此反应的血鱼 叶浪浪却说往事不堪回首 多提一句都是心累 不死心的血鱼猜想 刚才一定没好好发挥 不如她再动用灵力 让小师妹重新畅游一次 叶浪浪也觉得 上古卷轴不应该直戳人痛楚 说不定下次再进去的场面 会黄金万两啊 奇料脑袋刚闭眼 还没过三秒的叶浪浪 又被瞬间惊醒 好一个上古卷轴 专戳人家的痛楚 合着她就不该把东西 从秘境里带出来 平日里瞧不上叶浪浪的骚包弟子 今天居然舔着脸过去要肉吃 可她手里的肉串又大又香 早就被周行云窥忌已久 又岂会平白无故让了出去 此时劳心伤神的叶浪浪 被上古卷轴折磨惨了 无论她再怎么聚精会神探视一二 到最后好像都逃脱不掉被摧残的命运 而薛鱼还没开口安慰 门外大嗓门的沐仲熙就热情邀约 她可为了庆祝长明宗一举而红 特意篝火烧烤呢 不知小师妹可否想事 自然求之不得的叶浪浪眼睛一瞪 只要是她盯上的肉串 师兄可不许抢了 穆仲熙求之不得 要不是小师妹夸她火候了得 恐怕早就没动力继续烤了 起了刚烤好的肉串 都被明玄他们分了 半口没吃上的周行云 眼巴巴瞅着薛鱼 你到底能不能行 被催促的薛鱼满脸无奈 她明明是按照师弟娇的方法 足足用文火烤了许久 但怎么净烤些乌漆嘛 嘿 入不了眼的东西 而被整个香味熏鼻的宋寒生 也馋得不行 听说隔壁院子在吃烤肉 他倒是许久没吃过了 苏卓激动的哈喇子刘一地 要不是顾及宗门脸面 他早就跑过去凑个热闹 此话说的宋寒生正何心意 可在难以抵挡的诱惑面前 宗门脸面又算得了什么 只见捏手捏脚的两人直逼篝火 虽然并未开口 但目光灼灼 足以表明了一切 而见怪不怪的叶浪浪 选择性无视 扭过头意味深长 虽然某些人斤斤计较 还小肚鸡肠 但要是真想吃的话 就拿钱来买吧 起料能屈能伸的宋寒生 钱给的虽不情愿 但喷香的烤肉 他是真的想吃 而手捧肉串 满满当当的周星云 开心极了 暗想他都等了大半天 这破天的富贵 终于轮到我了 学久喜提吃串 一条龙的宋寒生 打个声贼大 可他摸了摸肚子 似乎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叶浪浪有些无语 你都吃成了这样 怎么还赖着不肯走呢 可感受到 被催促的宋寒生 又犯起了倔 人家不过就是能吃了一点 最不能直接动嘴碾人吧 说话间脸面无存之际 他竟大摇大摆 打包了几串回屋吃 还口是心非诉说 味道也就一般 他能来吃也是 给足了面子 不知为何 叶浪浪看着 极其不要脸的人 都觉得羞耻 但他是怎么做到 一边占便宜 又一边不知道 吃人最短的 正这时 秦范范面色阴沉 带来了一个 不好不坏的消息 其实也并非大事 只不过下个秘境 要等到两个月之后 才会开启 听闻此话 全宗荣耀都激动地 笑得合不拢嘴 但还没高兴多久 秦范范提示 之所以解释不好不坏 是因为 有人委托五大宗们 做任务 结果就是 你们可能连 摆烂的机会都没有 柔眼娇媚的白发 美男还没睡醒 就听到屋外的场面 多多不休 只因五大宗 接到神秘任务 不想当怨种的鸣玄 面领不怨 可秦范范身为一宗之主 却带头 印下了这门差事 只见神色不安 由不得小兔崽子 说三道四 听到完成任务 必有重伤的薛鱼 一脸惊愕 不光眼神诧异 更多的近视为 背后的混沌珠 感到害怕 此时笑起来 一脸苍老的秦范范 强颜欢笑 听说谁赢了 就能得到 启蒙天地的混沌珠 可是宗门之中 最大的荣耀 穆仲熙有些心动 虽说云水城主委 派此人有些唐突 但最近魔族猖狂至极 谁能解决他们 带来的麻烦 就能得到如此宝物 也算不亏 但接下来的一幕 令穆仲熙当场翻了脸 凭什么他们 都得出宗去卖命 偏偏最作妖的小师妹 却不许去 秦范范眼神犀利 警告老夫说的话 都有逆途感不听了吗 况且 他不过才一个助击 怎么跟着你们 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 叶浪浪连忙附和点头 人家可是一个助击废柴 像这种光宗耀祖的事情 他能把机会让给师兄 也是心甘情愿 但秦范范 并没有让鬼点子贼多的 叶浪浪得逞 为了平息众怒 这才说老夫另有打算 至于其他的事情 就全权交给专门请来的扶修 教他做人了 话音刚落 传来一声美男的喘息 无奈扶风风煮 虽然有些没睡醒 但很明白 秦范范让他过来做什么 穆仲熙看着男女不分的小师叔 格外惶恐 但还没开口说话 就被谢初雪追问 你是叶浪浪吗 看上去也算可爱 就是笨笨的 不知道怎么在大笔上 杀出重围拿到了第一 身旁开了眼的叶浪浪 直呼小师叔是不是眼瞎了 就算名字有些顺口 但也不能男女不分吧 明璇笑出了声 他早就听闻 小师叔常年神志不清 也难为宗主啃 把他拉出来折磨你 脸都被捏肿的穆仲熙委屈巴巴 指着小师妹诉说 他才是你要找的人 其料当场射死的谢初雪 依旧嘴硬 他不过故意开了场玩笑罢了 你们又何必当真呢 但步步逼近的行为 不得不让叶浪浪怀疑 他是在笑里藏刀 而不等多想 他就已经发现 身在幻境 被迫开始了怪里怪气的折磨 身陷幻境被压迫的叶浪浪 这次居然遇上了比他还狠的人 而对随手变幻 与无形的谢初雪来说 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 但惶恐不安的叶浪浪 这下彻底被折磨惨了 只见堪比雷杰还吓人的光速杀招 说来就来 一个躲闪不及之际 又被带火的冲击光波炸飞了出去 而背后的幕后之手 并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在谢初雪的眼中 小师妹虽然很喜欢打的敌人 错不及防 可一旦遇到比他反应还神速的对手 就只有被百般摧残的份 听到有些魔障的面孔 居然说出如此泯灭人性的话 叶浪浪的内心 再也对这个嬉皮笑脸的小师叔 没了好感 殊不知 这正是压迫感十足的谢初雪 想看到的反应 既然小师妹已经上到了 那就配合无中的扶阵继续吧 砰的一声 在小师叔面前 就是渣渣的叶浪浪又被炸飞了 此刻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日后只要有小师叔在的地方 他就得躲得远远的 不知过了多久 总算找到出口的叶浪浪 勉强躲过了一劫 庆幸自己大难不死 还是想想 日后的路应该怎么苟着火 笑脸依旧的谢初雪有些意外 按照他对小师妹的把控 本以为会被困在法阵 许久都出不来呢 而一脸委屈的叶浪浪 气鼓鼓吐槽 小师叔没人性 毕竟人家那么可爱 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呢 一听被埋怨的谢初雪 可不惯着他 既然小师妹说话不中听 那就再历练一轮沙沙锐气 叶浪浪这次被彻底吓怕了 连忙扯住衣服 哀求人家不玩了 秦范范大老远 听到小逆徒的哀怨声 有些心疼 上去对着差着倍的家伙 怒斥你可给老夫下手亲着点 莫名挨了打的谢初雪好生福气 明明是你让吴过来虐徒弟的 现在又跑来装什么好心 当有了靠山的叶浪浪 连忙可怜巴巴说要走 不知小师叔可有传送服 人家超级想念大师兄 一听小师妹要溜的谢初雪求之不得 但传送服没有 他有传送阵 只见说话间 手指变换灵力的谢初雪 不过才随手一挥 坐在地上卖惨的叶浪浪 就被送走了 谁知身旁站着不语的情犯犯 很是生气 明明老夫都说了 让你下手亲着点 你看你都把他送得那么光速 到时候落地的姿势 一定很惨 被不靠谱诗书传送出踪的叶浪浪 竟意外得知 魔族圣女美的一批 而此时的他 六神无主 还不知已经被传送到了 敌方的魔族大本 可为了保险起见 用手抓起乍眼的红毛肯搭击 就往袖子里栽 要怪只怪他的外形太惹人眼 与此同时 一阵气势磅礴的脚步声 格外沉重 当贴上隐身浮藏于树后的 叶浪浪定睛一看 只觉得衣服跟气势严重不符 为了确保万一 还是换件衣服 混入他们内部为好 嗖的一声 眼疾手快的叶浪浪 抓住倒霉的小弟 就拖到了树林里 不一会儿 虽有了衣服的全副武装 但在危险的鬼地方 还是得赶紧抓紧时间 跑路要紧 其料身后 发觉他偷懒的领头老大 上手就敲了一个脑瓜崩 大大响 听着鸟语的叶浪浪 若有所思 也不知碰上了什么家伙 怎么半天说了一句话 他竟只听懂了两个字 而为了不被识破身份 仅凭着面目猙獰的表情 外加揣测两个字的含义 他居然成功躲过了一劫 许久跟随队伍 回到魔族营地的叶浪浪 才算恍然大悟 原来他竟稀里糊涂 混入了敌军内部 也难怪一时半会儿说的鸟语 有些听不懂 不过好在惊人的语言天赋 对叶浪浪来说 听懂魔族说话 也是早晚的事 而听着言谈举止间 他竟发觉 魔族有意去往云水城 对付全修真戒 派来出使任务的各大宗修士 有些慌神之际 叶浪浪组织了一番鸟语 询问魔族老大 准备何时动手 被问话的小弟一脸得意 凭他们魔族的实力 攻打一群渣渣废柴 最多不超过两天 可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会等圣女过来商讨一番 第一次听说 魔族还有圣女的叶浪浪 有些焦虑 按照如此的形势发展 莫不是修真戒的内部情报 出了问题 云水城中的师兄 连半点魔族的消息都没有 可身在魔族大本营的叶浪浪 早已遥遥领了先 原来听对手吹牛逼的叶浪浪 喊听了不少情报 不光了解魔族圣女厉害的一批 还得知此次任务 至少出动了七八名 精丹修为的勇士 但这对另一边 出来干架的师兄可不友好 坐立难安的叶浪浪 思前想后最终决定 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把掌握的情报传递出去 而他目前能想到的法子 莫过于趁着上厕所的功夫 逃出预检联络人脉 不多时 另一边吹牛逼热火朝天的氛围 令叶浪浪捏了一把冷汗 但偷瞄几次 仍旧没打算放弃 但愿能快点联系上宗门长老 可千万别在关键时刻出了岔子 许久见到溺徒的秦泛泛 老泪纵横 都怪小师叔那个混蛋家伙 怎么能把这么娇小的心甘宝贝 送到魔族大本营了 夜浪浪笑而不语 虽然他也很生气 但传送阵带来的这般意外 应该也是小师叔没想到的结果吧 其实他这次不过有传递消息的想法 主要还是为了日后五大宗任务圆满结束 可别忘了奖励他这个劳苦功高的大功臣 而云水城内 躺在床上抱怨的沐仲熙 也惦记着说好的奖励 真心了不得 但他们都找了这么久 也没发现有关魔族的一点踪迹 莫非价值连城的宝物 真的跟长民宗无缘 感同身受的明玄垂头丧气 幻想着要是小师妹在的话 怎么说也不至于如此无趣 正此时想啥来啥的夜浪浪呼叫二师兄 拿出预检的那一刻 众人的目光都被小师妹的穿衣风格 震惊了双眼 而冒着生命危险联络的夜浪浪 长话短说 一边汇报消息 一边让他们告知 有关魔族圣女的一切线索 得知小师妹身在敌军阵营的明玄 羡慕地怀疑人生 合着他们再怎么努力 连个皮毛都没找到 而随机传送的小师妹 竟然如此身在福中不知福 薛瑜同样感受到了 做人的落差有点大 可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总感觉 里外都透着些许古怪呢 提及此事 夜浪浪不得不告知师兄小心为妙 之所以外面的消息 封闭有些蹊跷 说不定都跟这次发出任务的 云水城府有关 暴脾气的宋寒生 想跑到魔族去送死 多管闲事的明玄 竟然都拦不住 这边穆仲熙自从听说 魔族有个原因七圣女 不得不怀疑川地消息的破城主 是不是拿他们五大宗的命不当命 不自觉插一嘴的周星云 也觉得小师妹所说有理 与其胡乱猜测是非本意 不如紧急召开清传大会商讨一二 齐聚一堂的薛鱼 率先开口 首先奇怪之处 最属一城之主 话语间含糊其词 知之无误 若魔族真有个原因大佬 那同时吊打三个金丹 都不在话下 穆仲熙整个人都摆烂了 虽说五大宗在堂堂的修真界 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真要跟从不招惹的魔族硬拼起来 未免有些得不偿失啊 宋寒生一听此话就炸了 自认清高 老子乃是月清中的清传弟子 区区对付个魔族弟子 又有何可惧 更何况 此事也并非毫无胜算 大不了他亲自前往魔族探听虚实 早就对魔族不屑一顾的叶清涵 也正有此意 他就不信 两个宗门清传 也干不过一个魔族圣物 宁玄都被气笑了 据他所知 你们不可一世的地盘 可藏龙卧虎牛的一批啊 这话说的叶清涵很不中听 他自认勇闯修真界这么多年 还没到灭自己威风的地步 总之 区区魔族何足挂齿 你若再执意阻拦 可真就废物一个 穆仲熙有些恼懒 他怎么偏偏被迫 跟这么欠扁的家伙合力杀敌 有种你就大摇大摆地去啊 可千万别被绑了 让我们去救你 齐料头都不回的宋寒生骂骂咧咧 他能跟天道剑修同穿一条裤子 不知道能有多激动 可三日后的魔族阵营 令叶浪浪大跌眼见 只因闲谈奸 竟无意听见 他们绑了两个清传弟子 别提有多狼狈 惊慌失色之际 他连忙追问到底是谁 可千万别是几位师兄 那就惨了 齐料一听 是问剑宗跟月清宗的傲娇男二号 叶浪浪笑而不语 活该他们冲过来 被人当傻子 不过魔族的小弟 就连穿衣都分成了三六九等 想来在秘境里 遇见不用穿制服的白发老者 一定还是个厉害的狠角色 是什么 让叶浪浪目中无人 到了如此地步 不光吃下了隐藏实力的灵丹妙药 还便戴眼罩 穿上了无比乍眼的奇装衣服 当力气遍布的魔族 来了个不速之客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刻意伪装的叶浪浪 转足了眼球 而他之所以胆敢如此行事 只因一时头脑风暴 笃定身穿最低等服饰的小弟 压根体会不到 做高等魔族的乐趣 此时身边议论纷纷 想上前询问关系的小弟 望而却步 可眼神傲娇的叶浪浪 依旧大摇大摆 本姑娘可是魔族圣女 专门派来寻查俘虏的 你们这群不识货的东西 还不赶紧给本姑娘开路 被气势威压的小弟 简直到害怕地发抖 但不知 这位素未谋面的大人 该如何称呼 感受到被质疑身份的叶浪浪 非但不慌 还面露狠色 逼迫你要胆敢再多说一句 本姑娘可就要仗势欺人了 瑟瑟发抖的小弟 边说边想哭 不就是寻查那两个俘虏吗 他这就带大人亲自一步到那里 而昏暗的地牢内 原本快吓尿的小弟 又嘚瑟了起来 诉说所谓的无脑修士 都重情重义 只要他们留一条小命 就不愁抓不到其他的修士 一网打尽 无语著的叶浪浪 不知魔族的小弟 为何都喜欢仰天大笑 可前来送死的两个蠢才 确实活得挺窝呢 尤其是亲眼看到 堂堂天道见修 竟混成了如此模样 更加一脸黑线 无语到不想多说一个字 可仍旧不服的叶清涵 大骂老子乃首席大弟子 日后一定亲自带人 踏平整个破魔界 不出意外 看到他挨打的叶浪浪 忍不住笑出了声 果然是龙傲天男主 都被关进地牢 落魄到如此地步 也不忘放个狠话 不多时解气的叶浪浪 只走了手下的小弟 他倒要看看 谁都不服的大男主 嘴有多硬 而宁死不去的叶清涵 是可杀不可辱 有本事 你们就爽快点 别磨磨叽叽啰嗦个没完 其料没勇气去死的宋寒生 率先反了水 弱弱补充 要死这家伙先死 他目前可不想死 叶浪浪早就料到 能屈能伸的叶清宗 守徒是个耸祸 可既然来了魔族 总得说点求人的话吧 保命要紧的宋寒生 倒是没意见 但听着阴阳怪气的说辞 怎么总感觉 那么像一个人呢 同样是完成任务 他竟是混入敌营当老大 合着他俩走的路线 就是纯玉峰呗 叶翘一口一个我们魔族 那娴熟的样子 让叶清涵和宋寒生两人 觉得他三更半夜过来 眼神又那么奇怪 肯定没什么好事 顿时都对他心生警惕 叶翘见叶清涵 只是冷冷地望着他 宋寒生的表情 也变得更加不安了起来 但两人都不吭声 只是一个个警惕地望着他 仿佛他是什么妖魔鬼怪一样 见这两个人表情都挺精彩 显然是将他脑补成了 什么洪水猛兽 他健壮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被捆着的叶清涵和宋寒生两人 看着这个魔族高层 跟风了一样笑得前仰后合 心里不由猜测 这个魔族是有神经病 还是突然疯掉的 叶翘欣赏够了 两人精彩的表情后 把眼罩揭开 露出清润让他们格外熟悉的眉眼后 他向两人打招呼 嗨 想我了没 心不惊喜 意不意外 刺不刺激 两人见来人竟是叶翘 顿时如五雷轰顶 一想到他们刚刚在他面前的表情 都觉得他不如就是魔族高层呢 夜色渐浓 月挂之头 天空中繁星点点 此时问剑宗的意识堂里灯火通明 其实五宗的宗主们在私底下 一直保持着联络 好歹是第一次放他们出门 解决的事情还不算小 都宛如那放心不下逆子的老父亲 时刻注意着那些孩子们的情况 成宗宗宗主第一个开口问 现在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问剑宗宗主支支吾吾了半想 才艰色土字 夜清寒进地牢了 云恒也不想说话了 毕竟他那个最得意的清传大弟子 也一起进去 行泛泛见状摸了摸胡子 得意的开口 我家那徒弟还行 他刚和你们清传打了个招呼 你们想听听动静吗 他们师徒两人的预检通讯就没有断过 于是其他四宗的宗主清晰 听到了夜翘那熟悉的声音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刺不刺激 这一连串问话 当即沉默了所有人 在魔兵严加看守的魔族地牢里 满头黑线的夜清寒和宋寒生 就差那么一点 两人就要大喊活见鬼了 夜翘完全没有半点自觉 笑嘻嘻道 我看看这不是夜清寒和宋寒生吗 怎么几天不见 就被抓了 你们俩干脆别叫什么清传了 以后就叫透心良组合吧 一个寒生 一个清寒 你是怎么进来的 宋寒生心想怎么同样是完成任务 夜翘的模式和他们就不一样了 合着他们俩走的路线是纯御风 这夜翘是混入敌营当老大 不能再想了 想想就心累 夜翘给了两人一个好大的惊吓后 也没墨迹给他们迅速解开了绳子 接着他对两人道 放心好了 我会安全带你们出去的 不知为何 透心良两人组听完他的话后 都有一种不太妙的预感 夜翘一副活力满满的模样道 那么现在 我们开始逃亡吧 他说完就一马当先的往外跑 两人见他这样 更加觉得他不靠谱 宋寒生不解的问 为什么要跑 那些魔族不是听你的话吗 那是我骗他们的 我随便找了个颜色不一样的衣服 往身上一套 说了几句话给暂时护门过去的 他们估计很快就会发现不对 别问了 快跑 地牢里一直是重兵把守 时不时有巡逻的魔兵 当巡逻的魔兵发现地牢的两个青船逃了后 立马上报 整个营地都开始搜捕两个逃走的青船 宋寒生一个扶修跟不上两人的速度 喘着粗气忍不住大声质问 你不是说带我们出去的吗 叶翘理直气壮地回对 我是说带你们出去 又没说现在 果然啊 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 都不能信叶翘这张嘴 亏他之前还对叶翘抱着几分信心 看来还是他太天真了 五宗宗主们听着几人的对话 总觉得一言难尽 不是 难道没人意识到 两个金丹后妻 竟指望着一个铸鸡带他们逃出生天 这件事有多荒谬吗 他有多不靠谱吗 他永远不按常理出牌 他竟挖地道当女律师偷衣服 还去顺来了两身磨兵的衣服 宋寒生听着外面喊打喊杀的声音 不由额头冒出了冷汗 他舔了舔干涩的唇半岛 我还有几张传送符 但魔族金丹太多了 用传送符会暴露气息 而且魔族发现我们逃跑后 已经用阵法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所以我们成功逃跑的概率不大 听了他的分析 叶翘不慌不忙地从戒子袋 掏出了盾地服 宋寒生见他拿出的是盾地服 全然没有刚刚被关地牢的 唯唯诺诺 翻了个白眼直接开队 连传送符都没用 你的盾地服也同样出不去的好吧 叶翘突然有点想念 他的四位师兄了 他们虽然和自己相比 也显得不是很聪明 但他们执行能力强 哪像面前这个 不仅人蠢话还多 他就大度地笑笑不多解释了 他懒得多理会这两人 交代他们要藏好 别到时候还要他再来捞人 他说完话 直接给自己胸口贴了张盾地服 然后就在两人的面前消失不见了 两人对视一眼 接在对方眼里看到了无语 该怎么评价叶翘这个人的不靠谱程度呢 他永远不按常理出牌 那急匆匆的模样 谁也猜不透他下一步要去做什么 叶翘的盾地服一放 很快就泄露了气息 魔族立马就察觉到了灵气的波动 魔兵发现了动静 气息好像是在女浴室那边 他们就急匆匆地往那边赶去了 此时的女浴池里一群女子正在洗浴 叶翘观察这个魔族营地很久 他将地形也给摸了个七七八八 一张顿地服顺利挖到了女浴室 当他一颗脑袋从女浴室钻了出来 他先是四处张望了一下 等确定好目标后 虽然心里和这个不知姓名的小姐姐说了声抱歉 表示他是迫不得已才拿走对方衣服的 但下手的动作确实麻利得很 当然为了表达他的歉意 他还是留下了十几块上品临时作为赔偿的 魔族大营那边正鸡飞狗跳着 他们手举着火把在搜寻的头发 叶青涵本就是个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得见羞 他受够了这种憋屈的躲躲藏藏的日子 宋寒生眼看旁边那个棒锤 想冲出去和魔族决意死战 他死死勒住叶青涵的脖子 咬牙切齿低声道 你想死别带上我 自己可是个扶修啊 要那么勇干嘛 此时的他悔不当初 自己到底是多想不开 才会和叶青涵一起来模组的 这棒锤特马还没叶翘靠谱 不能多想 想想就是不把心酸泪啊 我回来了 叶翘用遁地服钻出来的时候 把两人给下了一个机灵 虽然知道他向来神出鬼没的 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二人组 还是没忍住后退色素了一下 叶翘再次出现在两人面前时 衣服都已经换了个样子 原本还是魔兵服装 现在换成了彻彻底底的女装 叶青涵愣了愣惊讶地问 你哪来的衣服 真心好奇他这随时随地 都能就地取材的本事 叶翘一本正经的回答 从女浴室偷的 说的那叫一个坦荡 完全看不出他的任何心虚 宋寒生眼睛睁大道 你变态啊 叶翘文言不愿回怼 你才变态 叶翘这么多天也不是白昏的 他从戒子袋里扒拉了下 摸到了几天前顺来的两身衣服 扔给了他们 让他们穿上后 一会儿跟他走 宋寒生不明所以恶然问 你想干嘛 叶翘戴上面纱后 才解释 我打探过剩你的消息 听说是嫌弃这边的饭太难吃 暂时不过来了 如果我们速度快一点 完全能在他们来之前 来得瓮中捉鳖 叶翘寒听完他的打算直接问 你是准备假扮圣女吗 你确定 叶翘文言立马指责他 什么你要我呀的 注意和圣女说话的语气 不是 现在适应身份都适应得这么快的吗 一会会的时间 圣女的谱就摆出来了 他笑了 奸诈的笑了 他肯定又在憋大招了 不知道谁将成为下一个倒霉鬼 叶翘寒和宋寒生无语地 看着前面的人 心想大姐你适应身份 适应得这么快的吗 要不是确定那人就是叶翘 光看着他一副大姐大的派头 连他们都要信他是圣物 最终他们还是选择相信了叶翘 不情不愿地将衣服给换好 与此同时 他将自己学到的魔族语 交了点给两人 时间过得很快 一刻钟就这么过去了 叶翘还是有点不放心这两个憨憨 他再次叮嘱 到时候有魔族问话 就按照他刚刚教的魔族语应对 他觉得他就是操心的命 总有操不完的心 宋寒生不想回答他 觉得他裸里巴缩的 烦人得很 但又知道他不仅心眼小孩记仇得很 只能耐着性子听着他叨叨的没完 见有人来了 他立马出声提醒叶翘 叶翘听到有人来了 不但不慌张还显得很是期待 他觉得那人来得正好 他随后就只见掐绝 李华的手势让人有些看不懂 一个阵法就这么不想 宋寒生看着叶翘当着他的面掐绝不振 但他还是看不明白对方究竟在干什么 魔族士兵们正在搜索整个营区 这是一个小头头样子的魔族人 来到了三人面前 他心想这三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看不出修为的深浅 直接开口问他们是谁 看着叶翘他们 他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他想到之所以看不出来对方的修为深浅 有可能是因为狡猾的人类修士 用了一种能隐蔽修为的丹药 莫非他们就是自己在找的刚逃跑的清传 叶青涵接受到叶翘的目光示意 他立马放出了威压 因为是第一次与人同流合污片人 他语气略显有些僵硬 连你们圣女都不认识 叶翘却对他的这番表现满意极了 叶青涵就是那种看谁 都是自带僻腻的神色 语气冷淡又严谨一概 逼王的胃拿捏得很足 一瞬间档次都上来了 魔族小头头一下子也迟疑了 他不确定地问 圣女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想能把两个金丹后妻 都拿来当小弟的 估计也就他们修为 深不可测的原因期的圣女了 算算时间 圣女好像也确实是这几天要来 这次有个魔族小兵巧声提醒 老大 可是我分明记得 昨天咱们抓回来的两个青传 也是金丹后期啊 魔族小头头直接给了 下属一记爱的小圈圈 不屑道 蠢货 你以为那几个人傻呢 都跑了还会大摇大摆地回来 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听到他们对话的叶翘 在心里回答他们 我们跑了 嘿 那是骗你们的 谁会想到他们又回来了呢 魔族小头头脸了脸心神问 我们可要离开这里 出发去云水城 叶翘只对他说了两个 言简一概的字 出发 还没走几步 他步子突然顿住 他转头问魔族小头头 等等 出魔界的路怎么走 这话一出 气氛凝固了片刻 魔族小头头瞇了瞇眼 神色欲发阴晴不定 圣语大人 您难道忘了该怎么走吗 只见叶翘神色淡定 语气平常道 我知道 刚才是骗你的 宋寒生能感觉到叶翘在拖时间 不然没道理在这里磨磨蹭蹭的 而且比起说是漏线 叶翘这种做法 更像是故意引起对方的怀疑 正当他暗自撕衬时 魔族小头头已经紧握武器 快步朝叶翘逼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快到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来到他身前了 正准备一斧子朝他劈去 叶翘在没人看到的地方 露出了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 看来他又在憋大招了 不知道又有哪个倒霉鬼要倒霉了 看到这一幕 叶青涵和宋寒生 都被吓出来一身的冷汗 两人心想糟了 他们修的都是灵气 一旦出手就会暴露 这可怎么办 北大的魔尊大人曾说过 挨打使人年轻 比如说现在 你不就被我打得像个孙子一样 就在刚刚 魔族小头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斧子朝叶翘背后劈去 他却老神在在地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仿若无绝 下一秒就见魔器撞上了无形的屏障 削弥在空气之中 小机灵鬼叶翘此时得意极了 他早知道魔族都是群老六 喜欢背地里阴人 因此提前布好了阵 防了他们一手 而且这部的阵法 还是之前在秘境中 跟那魔族老头学的 确确实实是魔族的阵法 叶青涵和宋涵生见状 提起来的心终于放回肚子里去了 他们刚刚想要出手相帮的 但他们修的都是灵气 一旦出手就会暴露 可把他们吓得都以为要翻车了 魔族小头头震惊于 他的攻击竟然就这么消失了 怎么可能呢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啊 看向面前的圣女 更觉得他高深莫测 心想一定是他们圣女修为太过高深 一动不动便能让攻击消灭 真不愧是他们的圣女啊 魔族的希望啊 看来日后他们一统修真剑 指日可待啊 一想到这里 他就激动不已 他刚刚确实是存了试探之意 现在他确认了圣女的身份 在松了口气的同时 急忙低头请罪 诚惶诚恐道 失礼了 圣女大人 叶翘先是环视了一圈 被他震慑住的魔族们 在确保这些人都已经相信他身份后 他才笑着忽悠 你知道吗 伟大的魔尊大人曾说过 挨打可以让人变年轻 这种胡说八道的言论 弄得在场的魔族们都是疑愣 与其迟疑地问 真的吗 圣女大人 他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打道 那当然 然后他不讲武德的一记重拳出击 狠狠砸在刚才偷袭他的魔族脸上 边打边说道 比如说现在 你不就被我打得像个孙子一样了 把那个偷袭他的人揍了一拳后 神清气爽的夜翘就大摇大摆 就走了出去 那六亲不认的步伐 那转上天的气势 妥妥的就是圣女清灵啊 宋寒生悬着的心一直没放下来过 他早就注意到了夜翘的动静 他看着走在前面的女孩 陷入了沉思 让他觉得奇怪的是 夜翘怎么会魔族阵法的 他看得清清楚楚 刚刚的阵法既不是常明宗的 也不是月清宗的 夜翘当然知道宋寒生的困惑 但他没工夫解释 他正忙着和魔兵们说话 他友善地问魔兵们都叫什么 魔兵们纷纷回答着圣女的问题 这可是他们的无上荣耀了 可是值得他们出去吹嘘的事情 刚才被他一拳打了的魔族抢着道 我叫阿大 他们的名字都挺敷衍的 夜翘记下后 微微一笑道 那我们现在出去见见其他人 他可要去好好了解一下 魔族这边的具体实力 看看都有多少金丹七 他高举一只手 振臂高呼 趁机说了几句毫无意义的演讲 等我出去 就让那些不知死活的清传们 知道谁才是修真界的主人 他说完这句话后 敏锐察觉到了身边魔族人 情绪都高昂了起来 仿佛迫不及待的要走出魔界 踏平云水城 他们高呼道 圣语大人微物 圣语大人微物 两个不知死活的清传 心情都很是复杂 很难想象夜翘是用什么心情 说出这种话来的 他已经到了诋毁自己都诋毁的 毫无压力的地步了 圣语的待遇就是不同 房间里烛火通明 为了能商量一下逃出魔族的大忌 夜翘便吩咐那个叫阿大的魔族 把藏在暗处的那些人都给叫走 阿大以为出什么事了 不解的问 圣语 怎么了吗 夜翘先指了指夜清寒和宋寒生两人 然后道 打扰到我们了 然而他这一番意味不明的话 落到阿大耳朵里自然就又成了别的意思 三 三人行 不愧是他们家圣语 真会玩 汉险约步 刺激要不 那就一起去探寻魔族的宝库吧 将所有暗处藏着的魔族之走后 夜翘维持了一天的装逼状态 终于坚持不下去 他看到了桌子上有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 他立马往嘴里塞了个包子 嘴里刚一咀嚼 那酸爽的味道真的是很难形容 他算是一个不挑食的人了 但他也觉得这包子实在是难以下眼 夜清寒和宋寒生见他直接吐了出来 心想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 他们想出声阻止都没来得及 夜翘直接扔掉了手中难吃的包子 表示他太难吃了 他用手捂住咕咕直叫的肚子 他突然特别能理解圣语为什么不回来 要是天天吃这玩意儿 换做是他也不回家 他现在后悔没有多带点馒头 他现在好饿啊 估计一口气可以吃下五个 夜翘突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两眼放光道 魔族虽然东西难吃 但是应该挺有钱的吧 夜清寒和宋寒生听他这么说 两人立马都生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他们目光惊恐地看向他问 你想干嘛 两人都觉得他要倒事情了 而且还是大事情 夜翘觉得既然他的圣女身份 都做到让人深信不疑的程度了 那为什么不趁机去魔族内部看看 他提议道 要来一场刺激的冒险吗 他觉得既然追求刺激 那当然是要贯彻到底了 夜翘永远想一出是一出 两人现在能逃出去全靠他 见他要出去找死 他们只能舍命相陪了 魔族的宝库位置在地下三层 三人很快便发现了宝库大门上面有静止 难怪没人看守 宋寒生作为一名金丹后期 根正苗红的扶修 他先上前用手轻轻触碰静止 他一摸后就感觉自己对这静止有点印象 就问身后的夜翘是否还记得 夜翘就问他 是不是上个秘境那个魔族老头演示过 宋寒生点头道 我见过他推演过一个类似的静咒 我可以试试能不能打开 夜翘文言自觉后退 将舞台让给对方 他修为在金丹后期 能有灵力支撑起来 自己才是助击期 这会儿肯定轮不到自己来表演 见夜翘难得这么配合 宋寒生多少有些尴尬的咳了一声 如实回答 我推演可能需要点时间 那个老头演示的阵法太多了 他努力地尝试着推演 但他实在是记不住 他觉得那老头速度那么快 而且魔族阵法又是另一种体系 能模糊地记下来已经很厉害 夜翘文言默默瞥了他一眼道 照你这样说 我上我也行 他只是灵气不够而已 但灵气不够可以丹药来凑啊 宋寒生被气得又是一个深呼吸 你一天不说话会死是吗 既然你这么有把握 那你来 这个夜翘一天不用语言伤害人 他就难受是吧 谁知夜翘一点也不谦虚 直接说好啊 他觉得打开个静止 虽然浪费点时间了些 但也不至于磨磨蹭蹭等宋寒生的推演 他直接拿出血鱼师兄给了 再加上他大笔钱自己练的丹药 不要钱都往嘴里挂 然后手就向大门上的静止按上去 脑中回想起秘境里魔族老头的手法 他被那个老头面对面的教学过 他又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就这样他靠着丹药的灵力支撑 解开了魔族宝库大门上的静止 随着咔嚓一声 宝库大门缓缓打开 他身后的两人见状此时都无比的震惊 其中又以宋寒生为罪 他本身是服尸 自然知道这个静止的难度 见叶翘一副轻松的模样 他直接问对方是不是能做到过目不忘 他知道自己已经属于天台了 不然他也不会是月清宗的首席清传弟子 看来叶翘真的能过目不忘了 叶翘才不会告诉他 他们又不熟 他直接道 别逼逼了 快进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说完一马当先的跑进宝库去寻宝了 他竟要带领魔族大军踏平五宗 难道他叛变了 叶翘大步走进了魔族的宝库 那堆积如山的宝物 顿时闪下了他的双眼 他像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连连惊叹出声 他发自内心的感叹 这里的东西好多呀 法器丹药 功法心法 什么都有 为啥他们长明宗就没有这么多法器 叶翘寒顺着他的话说道 没有法器的话 可以去乘宗宗买 就是价格贵了些 宋寒生一眼就看中了一个罗盘 他晃了晃手里选择的法器道 这个罗盘我收下 布阵用的 因为阵法需要提前布阵罗列 有罗盘的话会节省很多时间 叶翘寒是剑修 他还没有本命剑 打起来的时候手里剑很容易短 但问剑宗资源也比较匮乏 断了后要好多天才能有新的剑 这会儿肯定是卯足尽多拿点剑 叶翘因为时间紧迫 没时间仔细研究 他就把他看得顺眼的全网戒子代理赛 他拿得可开心了 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机会如此难得 肯定是不容错过的 宋寒生看了他一眼 心情内叫一个复杂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魔族啊 他拿起别人的东西来 可真不客气 他还是没忍住 继续搜刮看中的宝物 语气坚定且简短道 不会 打断他的意想后继续道 那只是你的假设 云恒不会留下一个中品灵根练起的弟子 你也不会在乎一个天赋平平的内门师妹 宋寒生不说话了 他说的没错 直到现在 他才把叶翘真正放在眼里 可修真戒不就是这样吗 只有够特殊才会被记住 宋寒生说服自己后继续道 你的记性很好 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话 不至于这么多年在月清宗默默无名吧 如果你早一点显露出天赋 干嘛 突然发现我比你那个天赋师妹要厉害 后悔了 他站起身 扬了扬下巴对宋寒生得意道 别想了 我可是你们月清宗这辈子得不到的弟子 宋寒生此时有两个想法 一个是特想抽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让自己嘴欠 看把他得意的 还有一个就是想揍他一顿 可惜现在又不能打他 在搜刮得差不多后 满载而归的三人回到了魔族营地 夜翘大夜市地坐在主位上 听着魔族们的汇报 云水城那边传来消息 那几个清传好像看出来了 我们跟城主里应外合 没想到他们还有点智商 看出来了是阴谋 可惜他们没想到 我们圣女已经突破原因了吧 阿大说完就放声大笑 夜翘听完就站起了身 夸了他一句很好 他到底还是怕那圣女提前回来 便挥了挥手 语气激昂道 我们走 我这就带领你们踏平武宗 他的话立刻得到了魔族们的热烈回忆 踏平武宗 踏平武宗 让整个魔族都沸腾起来了 他又露出了令人胆寒的一笑 他差点被大师兄刺杀 他被其他师兄们妒忌误会 竟只因他假扮圣女太成功了 第二天一大早 魔族大军便坐上了非洲 启程前往云中城 光看他们做的飞行法宝 就知道魔族还是很富裕的 在夜清涵和宋寒生两人的掩护下 夜翘摘下了面纱 终于有时间去联系明选他们 他拿出预解 直接就小声地问对面的人 师兄师兄 你们那边能通话吗 一直在等他联系的师兄们 听到他的声音立马激动道 小师妹 终于又联系上你了 你那边情况 还好吗 你方便回来吗 让大师兄去找你 接收到明玄师兄 异于言表的关心之情 他心里很是感动 但一想到他现在干的大事 他忙拒绝道 别 你们不用来找我 我自有脱身之法 他就怕大师兄还没靠近就被抓了 那就更麻烦了 他现在这里也不是很安全 只能长话短说地提醒道 魔族那边金单在二十人左右 不过云水城的情况我不知道 你们提前做好准备吧 明玄听到小师妹传过来的最新情报 都傻眼了 就是让他们这些青传们体会一下全军覆灭的感觉 穆仲熙知道了魔族那边有二十个金单气候 就提议道 要不我们赶紧跑吧 这根本打不过呀 反正混沌珠拿到后 也不一定是我们的 何苦呢 血雨镇定地安抚他 还是在等等吧 长老既然有把握让我们去接任务 那肯定会保我们安全 他指着手里的一个单瓶提议 我这里有隐蔽气息的丹药 要不让大师兄和情怀去远远地探一下他们实力 如何 周行云这次爽快地接过了单瓶 说了一个好字 就应下了去探查敌情的任务 他想小师妹为了任务都混进魔族当卧底 他这个大师兄也不能给小师妹丢脸 周行云和情怀被迫合作 去刺探敌情了 他们吞了隐蔽丹后 就一直观察着往云中城靠近的魔族 当看到一只巨大的非洲靠近 他们感受到了 非洲上有十几道金单气 以及两个金单后气实力的气息 就知道魔族大军来了 还有一个感受不到对方的修为实力 估计那个人就是传说中的魔族圣母 据说他已经达到原因期了 周行云目光若有所思的 落在那个打扮看上去神神秘秘的少女身上 原因期吗 难得的战役被激起 他伸手就准备去拔佩剑 他和情怀表示他想去试探一下圣女的实力 看看对方到底有几斤几两 这是五感超强的冒牌圣女夜翘总觉得后背发凉 感觉冷嗖嗖的 情怀一把拦下了跃跃欲试的周行云提醒他 如果武宗消息没错的话 那个圣女可是突破原因期了 你可别作死 被阻止的周行云 只能在此遗憾地看了一眼夜翘的方向 不情不愿地收回剑 无奈地叹气表示 他们还是先回去 将消息带给师弟们吧 在云水城的客栈里 听到两人出去打听回来的消息 沐仲熙震惊了 这可把他羡慕坏 原因期这么好了吗 竟然能带两个男的 他着重强调两个 血雨也顺着他的话道 那两个男的还都是金丹后期 一左一右的 是他的男宠吧 魔族的实力都这么可怕了吗 男宠都是金丹后期的修为 被他们认定是圣女男宠的两位人凶 此时正不停地打着喷嚏 他们觉得一定是有人 在背后说他们的坏话 他小师兄竟会挑拨离间了 听听这话说得多好 以师妹身边的男人好拨 在云水城的一家客栈里 武宗的青船们聚在一起商量对此 当听到魔族不仅有原因期的圣女坐镇 还有近二十个金丹时 寺庙延撑着额头表示 他们完全打不过对付 如果宋寒生在的话 他们也不至于这么的被动 他的师妹渺渺接话道 但宋寒生和叶清涵 已经集体失踪好多天了 现在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其实这次任务想要完成 根本就是没希望 除非有奇迹 薛鱼沉饮片刻 晃了晃手里的圈轴道 不如这样 我去试试那个圣女的实力 我有山河图 山河图不管是消耗敌人 还是用来试探对方的实力 都是个好东西 众人也没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 就都赞同了他的方案 薛鱼也不磨叽 直接打开山河图 澎湃的灵力从中解除 眼前场景宛如画卷被铺开 一点点天色 变得逐渐真实 山河图的灵力 慢慢渗透覆盖到 魔族的非洲上 被当作是圣女的夜窍 脑海里突然浮现了 好熟悉的一幕 他再次看到了 现代自己熬夜加班的场景 他深吸了一口气 小脸都垮了下来道 又来 请可怜一下他这个打工人吧 他在现代 真的没什么美好的回忆 三师兄想拿山河图试探他 为师难了些 山河图不到一分钟就幻境消散 掉落到了地上 在场的青传们都面面相去 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是圣女太强了 还是山河图太弱了 好像说什么都不合适 一旁的明璇指着山河图 不可置信地问薛瑜 你们这拿回来的灵气 是有多垃圾 这真的是排名第三的山河图吗 薛瑜咬了咬塞帮子反驳 你怎么不说是那个圣女实力太强 山河图在他手里走不过一招 他蹲下身子去捡山河图的时候 总觉得这一幕好熟悉 似曾相识 当初小师妹一秒就出幻境 给他打击太大了 后来他又找其他人试了试 发现山河图没什么问题 可以正常使用啊 目仲西街话问 照你这么说 魔族圣女的修为应该不止原因前期吧 短短一个照面 众青传们就已经感受到了 来自魔族那边的强大神秘与深深的恶意 能这么快出幻境 简直就是碾压式的修为 几人被自己的脑部给吓到 都纷纷抽了口冷气 恐怖如斯啊 周行云看着神色惊口 被自己脑部给吓到的师弟们 出声打断问 不是 你们真的不觉得哪里不对吗 明璇拍了拍脑袋 突然想起来了 他们遗漏了一个人 云雀 好像最近一直都没怎么看到他 喵喵眼睛微睁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除了云雀现在所有人都在这里开会 就开口问道 他又不见了 思妙言语气淡淡道 我之前看到他在和一个男人走得很近 对方修为还在我之上 目仲西不怀好意地拍了拍苏卓的肩膀 捂着嘴笑道 你师妹身边的男人好多 苏卓文言脸色也不好 却还倔强地为云雀辩解 小师妹只是年纪小 明璇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 他两手一摊 立马明怼怼上线道 啊对对对 我们一群扶羞累死累活不振 他却跑去花钱月下了 我们活该呗 要是忙活了半天 奖励还给了月清宗那边 他都觉得自己能呕死 他不仅洗脑有一手 还挺能忽悠 他的嘴就是骗人的鬼 叶翘正带着透心两组合 站在船头驻足观望 这是阿大神色紧张地前来 向他汇报发现的异常 原来阿大刚才感觉到 有灵气的波动 他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叶翘转头看了他一眼 然后神色如常地告诉他 现在没事了 刚刚有人用山河图试图困住他 为了巩固一下魔族们对他的信任 加深一下他们对他的崇拜 他刚刚在破掉山河图幻境时 特意泄露了一丝灵气 看阿大一听到 他能瞬间破掉山河图后的表情 看着目光变得愈发尊崇的阿大 叶翘对他的反应满意极了 就是要这样 反复给他们洗脑 他们的圣女无所不能 阿大兴奋过后突然想到一件钥匙 立马回禀圣女 云水城传来消息说 有个避水宗的青船刺头罗网 他顿了顿 凑近圣女继续汇报 云水城城主恰好也想拜见 他轻声询问圣女是否要召见对方 见还是不见 对于这个问题 叶翘完全不纠结 他直接表示愿意见上云水城城主一面 吩咐阿大厦去安排 见四周没有魔族人了 他朝透心两组合招了招手 让他们过去他身边 他压低声音和两人道 等会我们要去见云水城城主 宋青涵你一会儿进去后就不隔音阵 我们正好可以来个瓮中捉鳖 宋涵生虽然不满他那指挥的态度 但这几天下来 两人已经习惯性听他安排了 他现在就担心他和叶青涵等下 被那个城主认出 毕竟他们之前见过好几年 到了约定见面的时间 在云水城城主府中 叶翘一点也不客气地坐在上尾 他看着站在面前的云水城城主 语气平淡地问 你抓到了碧水宗的清场了 云水城城主急忙作一表态 是的 圣女大人 他们应该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开始暗自警惕起我们了 我建议趁着他们外援还没来 我们打他们个猝不及防 叶青涵文言差点按捺不住 想一件批了这个老东西 他语气不善道 建议的可真好 听到这声音 城主觉得很是耳熟 他立马将目光看向叶青涵 看着这身形他更觉眼熟了 随后他神色微微变化了下问 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他脑中灵光一现 下一秒便想起来了 他在哪听到过这声音 他手指着叶青涵 声音猛地提高道 已是问剑中的清传 叶青涵反应比他还要快 剑当场横在他的脖子上 问他是不是已经活腻了 如果是他不介意送他上路 他看向叶翘和宋涵声问 难道你们也是武宗的清传 难道他们兵分了两路 一边用那些愚蠢的清传来迷惑他们 另一边的清传去魔族当间谍 还混成了圣念 叶翘一副高深莫测地笑道 你觉得武宗不清楚你们的计划 我能混进来 自然是因为武宗给了足够的信息 你们所有的计划 都是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进行的 他露出某温柔的笑容 仿佛能包容所有人 化身圣母拯救世界 寻寻善诱 不过你现在后悔 想弃暗投明还来得及 你认为呢 云水城城主虽冷汗直流 他还是死鸭子嘴硬道 魔尊大人说了 是城后会给我想要的 修真界所有好处 都被五大宗八大家占了 你们拿懂我们小城池的悲哀 叶翘打断他的话反驳 吹牛谁不会 那是城之后 我还能封你为牛马大将军呢 魔族显然不会在意你们生死 你把碧水宗那个青传放掉 我保证不牵连无辜之人 叶翘继续劝说他 勾结魔族本就是大逆不道 如果计划成功也就罢了 但如果失败 你一家大小绝对逃不过报复 叶翘做什么事都喜欢两手准备 就算城主不同意配的 他反正已经让宋寒生提前布下隔音阵 到时候打晕他捆起来 任他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的 竟然欺骗善良无辜的他们 那就做好承受他们怒火的准备了 云水城城主听了叶翘一番 头头是道的分析 他越听越害怕 仔细一想他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 既然如此他还不如爽快地答应下来 争取戴罪立功 见他实时误 叶翘很是满意 就吩咐他先去把碧水宗的青传放 然后再去找其他青传们 坦白他与魔族勾结的所有事情 云水城城主大概是头一次当双面间谍 那风萧萧吸一水寒 壮世一去吸不复还的模样 谁看都不觉得可怜 碧水宗的寺庙言此时诧异非常 他们这一群人还在绞尽脑汁地想营救师妹的办法 被抓走的淼淼师妹竟然自己回来了 淼淼见师姐一脸严肃地问他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也是处于一脸猛的状态 他本来想去调查云水城城主 谁知就被抓了 现在又突然被放了出来 淼淼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告诉众人是云水城城主送他回来 对方有事情和大家说 云水城城主也事实地倾咳己声 已是他的存在 淼淼的话再加上看到了 近在眼前的云水城城主 立刻在众位清传那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武宗清传都激动地质问 云水城城主来这里想要做什么 见他们群情积愤 云水城城主觉得还是早点把事情说清楚得好 他就一边流着冷汗一边道 他是来坦白和魔族勾结的事的 最近的宗门大比 几场秘境下来让魔族那边对你们很感兴趣 或许是看这一届清传实力都不容小觑 才派人与他做的交易 就是想将你们扼杀在摇篮里 云水城城主越说声音越轻 他当初真的是被利益冲晕头了 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 武宗清传哪里是这么好抓的 这么多年下来 魔族就从没成功过 众清传们在听到他和魔族勾结本就怒火中烧了 但为了多听点内幕就忍着脾气继续听 现在见他把该说的都说了 楚行之直接飞出一脚 对着云水城城主就是一顿胖揍 一边揍一边怒骂 好啊 果然是你 竟然一直在欺骗善良无辜的我们 思妙言正是不可思议的小声味师妹 他不会是尸心疯了吧 竟然在这个时候选择带人头奔我们 苗苗也觉得师姐分析的很有道理 估计他应该是疯了 当夜幕降临 一轮弯月悬挂天空时 夜窍集结起他的魔军们 喊了两声毫无意义的热血口号后 就带领他们朝武宗清船发起了进攻 他损得很 专门挑半夜召集魔族 半夜好啊 有利于他装神弄鬼 伴随着魔族们的逼近 早就有所准备的清船们 已经打起来了十二分精神 楚行之看到下面那么多的魔族 也不由紧张了起来 市井众人魔族来了 明玄和苏卓带着几个扶修 已经提前布好的阵法 所有人忙前忙后 为的就是这些魔族的到来 明玄不慌不忙地表示 先启动阵法了 扶修很适合打远程 那些魔族又没几个人懂阵法的 真要打起来 他们实际上根本没什么还手之力 穆仲熙举着他的剑 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 他嘴里大喊着冲啊打倒魔族 周行云虽然没说什么 但他手上的动作却比穆仲熙还凌厉 渐渐不落空 大师兄果然还是大师兄 夜翘发呆地看着他们五花八门的交手 目光都有些空 在无意识中记下了这些人的招式 这时风轻轻吹了一下他的面纱 夜色如墨 血鱼虽然没看清楚圣鱼长什么样 可那一闪而过的眉眼 配上空洞的表情 真的很符合他看的那些画本里变态的形象 他觉得圣鱼不仅是实力可怕 长得也很可怕 脸白得跟鬼一样 头特别大 影子也很巨大 一旁的明璇表示怀疑 这描述的还是人类的形象吗 寺妙言神色紧绷着 他实在不解魔族圣鱼的脑回路 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还不出手 没看到小弟都快要没了吗 楚行之思索了一回 煞有介事的分析 听说画本里的反派都是最后出手的 秒秒闻言问 所以他是想将我们消耗得差不多后再动手吗 圣女真是一个好恶毒的女人 他觉得叶清涵和宋寒生现在生死未亏 恐怕也落入那个女人的魔爪了 他来了 他带着变态的笑容走来了 他竟然是自家小师妹 武宗的清传们一边和魔族大战 一边还不忘互相的嗶嗶 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魔族圣女出手 那可是个强大且邪恶的存在 叶俏看到他们那一副如临大敌 借被警惕的模样 他都不忍直视他们 虽然不知道他们把自己想象成了什么怪物 但凭他对他们的了解 肯定不会是什么好物 一直扮成他左右护法的宋寒生和叶清涵 见状也交流了起来 宋寒生语气轻快地问身旁的叶清涵 绝不觉得看他们那惊慌失措的模样很好玩 他头一次从里面感受到迫害人的乐趣 突然就能理解当初叶俏 为什么要在秘境里面追着一群人跑了呢 叶清涵无语地看了一眼宋寒生 无法理解他的看戏心灵 也不懂他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表示他不觉得好玩 魔族金丹七的多 清传那边也都是全员金丹七 论修为 魔族肯定比不上那群正道小绵羊们 一步步打击处上来的 于是局面呈现出了一边倒的趋势 魔族节节败退 这时阿大急着跑来向他们的圣女汇报 云水城城主反水了 他们魔族已溃不成军 请圣女指示现在该如何是好 听到自家圣女表示要亲自出场 阿大目录崇拜地看向自家圣女 高声大喊圣女威武 他坚信只要圣女出手 他们魔族必能扭转战局 取得最终的圣女 只因他坚信圣女无敌 五宗的清传们 一直将重点放在了魔族圣女 和他的左右护法身上 圣女不说了 那可是元阴七的存在 他的左右护法也并不是什么省流的灯 也都是金丹后七呢 见魔族圣女三人朝他们走来 五宗的清传们都严阵以待 那群金丹七的魔族 他们其实没怎么放在眼里 圣女那不怒自威的深深压迫感 让他们都喘不上起来了 这就是元阴七的强大吗 在他们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的时候 布阵的布阵 捏伏的捏伏 拿剑的拿剑 准备好面对疾风暴雨的时候 对面的圣女竟然笑了起来 圣女不笑还好 一笑所有人更慌了 他们又开始了各种脑补 有从她的笑容感受到变态的 有人觉得那就是标志性的反派笑容 有人觉得她马上要动手了 他们就目不转睛 摒弃凝神地看着 传说中的圣女慢悠悠地将面纱摘下 我得的老天爷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不是貌若天仙 也不是丑弱无言的脸 而是一张他们熟悉的欠扁的脸 叶翘热情地招呼他们 兄弟们都是自己人 好久不见了 武宗的青传们见魔族的圣女竟是叶翘 那叫一个不可置信 他们的表情太过精彩 场面一度变得很是灰险 周行云上前直接不客气地扯了扯叶翘的脸 在确定真的是师妹后 他整个人都有点不太好 看表情似乎又在思考人生了 魔军众人见他们的圣女 突然变成了武宗的小师妹 他们的军心就更加不稳了 明玄见他们此时方寸大乱 就下令继续攻打他们 不要停 魔军一边撤退一边大骂人类卑鄙 见魔军败退危机解除 众人这时才有时间关注之前 他们眼里的圣女的男宠 两人赫然就是失踪的宋寒生和叶青汗 楚行之第一个冲过去痛斥自家大师兄的堕落 怎么能跟叶翘搅合到一起了 其实他更想问的是 你他妈怎么就沦落到 成了叶翘的左右护法的地步 叶金汗只能沉默吐出四个字 情势所逼 如果可以他也不想和长明宗的人一起组队 但那时候除了相信叶青 也没别的办法 薛瑜快步跑来找小师妹 告诉他宗主让他们赶紧打道回府 说是要商议关于这次任务奖励的事情 至于收拾残局 当然是让武宗其他的人来做就好了 听到奖励两字 叶翘就两眼发光 表示那事不宜迟 他们赶紧回去吧 对于二人组都觉得他真的是缺大德了 去魔族竟还揣个流影时的 竟还把他们最狼狈的一面也录了下来 和魔族的战事一结束 武宗的清传们就被召回 众人刚回到问剑宗 就见到了武宗的宗主们 常明宗的秦泛泛宗主代表其他宗主们 先是夸奖他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对他们的辛苦表达了一番关心 紧接着他宣布 经过武宗宗主和长老们的商议 大家一致决定将混沌珠给常明宗的夜翘 他象征意义地问众清传们 对此有什么意见 这其实都不用商议 混沌珠不给夜翘给谁 谁知苏卓这个憨憨静 第一个跳出来表示不服 薛于文言惊讶极了 没想到第一个抗议的 竟然不是宋寒生 穆仲熙觉得宋寒生 应该是被小师妹的能力折服了 毕竟他可是从头看小师妹秀到尾的 苏卓继续表示他的不满 高声问夜翘凭什么获得第一 他不知内情 从没见对方干过什么 当然不服气了 其他不明所以的清传们 也多少有些不满 纷纷表示他们也没见夜翘做什么呀 凭什么他就是第一了 秦宗主见状一点也不脑 他问清传们 是不是都对夜翘能拿到混沌珠感到不满 见他们虽没明说 但那神情就是不满 他就淡定地让夜翘把怀里的流影石 拿出来播放给大家看看 一直漫不经心的夜翘听到师父的吩咐 才回过神拿出了流影石 宋寒生见到他拿出流影石 就知道大事不妙了 夜清寒见状整个人都僵住了 宋寒生不敢相信夜翘竟然这么狗 还随身携带流影石 缺德不缺德呀 谁家好人进魔族还揣个流影石的 那他们入狱后 被夜翘指挥得团团转的画面 岂不是要被大家都看到 夜翘可没时间去管透新良祖和此时的心情 他直接播放了流影石 众人看到了夜翘是怎么猥琐发育的 从一名魔兵到圣女的过程 寺庙严重肯的评价 有他本事的没他这个胆子 有他这个胆子的 却记不住魔族的话 苏卓看完流影石也不敢再瞎嗶嗶了 他也只能咬牙韧想 他不得不承认 这是但凡换个人还真不行 明璇的关注点 却在宋寒生和夜青函两人身上 他声音不大不小道 原来他们真的进大牢了呀 他对入狱二人组假惺惺道 都说了让你们不要去吧 不听劝怪谁呢 他才不管自己的仇恨值拉得有多高 他已经从名怼怼进阶到名毒舍 流影石播完后 就连素来喜欢抬杠的楚行之也彻底泄情 他破罐子破摔地表示 叶翘的目光中充满着崇拜之情 叶翘在他眼中就是能一代二的大佬 他激动地表示 下场秘境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们两宗可以联手 事实证明 真正的大佬完全能一代两个的吗 没办法 他也想体验一下被大佬带飞的快乐 叶翘不仅没有拒绝他 还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 两宗确实可以合作一下 淼淼文言更激动了 直接往他身上贴贴 那可是大佬啊 那狗腿的模样 要不是有颜值在 那真心是没眼看 叶翘觉得可爱的女孩子 就是得多重重吗 苏卓问宋清涵 大师兄 我们走吗 宋清涵语气冷冰冰地表示 走吧 下场一定要他们好看 他现在也只能这么说了 只能通过放一下狠话 才能勉强维持得了面子 说完他就带着师弟苏卓和师妹云雀大步离开了 大师兄周行云一直盯着云雀离开的背景看 确定了什么后才到 那个月清宗的小师妹 身上有妖族的气息 叶翘一惊忙问 是妖王吗 他心想这么快的吗 云雀攻略男人的速度这么快就跨几道妖王了吗 他的夺损竟然不是棍子 还是一把剑 还是一把名为不见军剑 叶翘正暗中感叹云雀果然不愧是女主 攻略男人的速度就是快 现在就已经跨几道妖王了 然后就听大师兄说 云雀或许是收服了只妖兽吧 应该还不是妖王 叶翘心想虽然能不能收服妖兽 这种是每个人机遇不同 但女主的机遇真心是好到过分 沐仲西快速上前几步 将手搭在了小师妹的肩膀上 他凑近小师妹感叹道 听说之前寺妙岩还看到云雀和一个男人走在一起 他换男人的速度好快 叶翘摸了摸下巴表示谁让人家有资本 毕竟人家长得漂亮 两人正在八卦女主的事情 明玄听到后 立马也加入其中 三人是越来越起敬 都是同道中人 薛瑜觉得三人凑在一起 真的很像村口说人闲话的大爷和大妈 让他不能理解的是 小师妹也加入这指指点点的行列是什么鬼 小师妹到底知不知道她也是女孩子 他见小师妹抱着胳膊 脚点着地面 吊儿郎当地和另外两人兴致勃勃地说着别人的八卦 他忧心忡忡地提醒小师妹 他这样是找不到道理的 谁知目中吸个大棒锤立马一正言辞道 他们见修的老婆是剑 紧接着又郑重其事地表示 此生入剑道 单身才是命 只有剑是不会背叛 不会绿人的 叶翘立马捧场地给他鼓掌 真没想到他这个憨憨还能有这番觉悟 宗主秦范范专门把混沌珠给叶翘送了过来 他看了眼手上的混沌珠 问师父这个珠子到底要怎么用呢 然后就听师父表示他也不知道混沌珠的用 叶翘看着师父顿觉无语 看来他只能怀揣着最后的希望 去找他那不靠谱的小师叔了 问剑宗的客房里 谢叔雪正蒙头睡觉了 叶翘也不和他不客套 直接推门而入 他快速来到小师叔床前 拿出混沌珠 问他知不知道混沌珠的用处 谢叔雪勉强睁开一只眼 思索片刻 建议他要不直接吞下去试试看 叶翘一听这不靠谱的建议 立马拒绝道 小师叔这回噎死人的吧 谢叔雪坐了起来 目光却放在了他腰间的夺损上 问他夺损是不是他的本命剑 叶翘却以为小师叔还没睡醒 连连摆手 他告诉小师叔夺损不是剑 他只是根棍子 谢叔雪却不理他 直接抽出他腰间的夺损 拿在手中仔细观察了一番 他肯定到夺损虽然长得是有点奇怪 但他确实是把剑 叶翘文言忙问小师叔夺损是什么剑 是不是一把传说中的好剑 谢叔雪直接告诉他此剑名为不剑菊 然后他指了指夺损上面刻下的小字道 看这里有刻名字的呀 谢叔雪福娥 还是头一次看到比自己心还大 他再次感叹秦范范放养的可真够彻底 难道他们长明宗奉行的就是 师父带徒弟 只要活着就好吗 而师兄要被雷劈了 他竟激动不已 只因他没见过世面 想去凑个热闹 小师叔再次仔细端向了叶翘手中那柄名为不剑菊的剑 最后得出结论 剑为什么长得像棍子的模样 那是因为他的实力太弱 当初谢叔雪看了大笔的流影时候 唯一的感触就是他还挺会玩的 把其他轻船耍得团团转 但灵气是要跟着主人成长的 而不是被他拿去溜人玩的 他听了小师叔头头是道的分析 摸了摸后脑勺 不好意思的 自己已经给他取名叫夺损了 谢叔雪不敢置信地看向他问 谁教他这么起名字的 听听这都起的什么名字 灵剑都是有灵的 等剑生出灵智 他就等着被追着捶吧 孤陋寡闻的他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原来剑也是有脾气的吗 谢叔雪跟他分享起周行云的八卦 他大师兄的剑叫断辰 断辰平日里就极度瞧不起 他大师兄那半死不活的样子 所以周行云也很少不用他 他这下总算知道 为什么大师兄不喜欢用剑 两人聊天间 外面突然想起两刀闷雷 虽然没有落下 但动静还挺吓人的 谢叔雪抬头一看就知那是雷杰 他好奇地仰头看着乌云密布的外面 问小师叔那是不是金丹七的雷杰 看雷杰的方向是他们长明宗的 那除了二师兄应该没别人啊 谢叔雪看着天空 给他科普尝试 天赋越高 雷劈得越大 明确的雷杰似乎并不小了 他看着外面轰鸣的雷声 不经后退半步 男男自语好可怕 还好他的天赋一般 不然真是吓死个人了 谢叔雪闻言但笑不语 他更期待夜翘的金丹七雷杰 夜翘看着天上厚重的雷云 打了个机灵 突然想到了什么 表示他要去看看能不能画点什么符 说不定到时候能帮上二师兄点牢 他记得雷杰是可以挡的 尤其是修为越低 在雷杰下的影响就越小 这对没见过世面的他吸引力是很强的 他一溜烟地跑出去凑热闹 天空中的雷云已经越积越厚重了 明璇一口气跑到了郊外树林 累得他一屁股坐下 他心想这里离问建宗这么远了 就算劈出来的大坑 应该也不会让他赔钱了吧 结果他刚坐下 就看到小师妹跑了过来 他疑惑地看向小师妹 就见夜翘风风火火地跑来 表示要给他画些金刚符 替他挡掉一些落下来的鱼雷 他不等二师兄说话 就镜子去找他认为相对于安全的地方 等找到位置 他就直接坐了下去 他觉得他坐的地方应该不会挨泪劈了 明璇见状也只能感叹一句离谱 他也是头一次看到有人杜雷杰赶在旁边画幅的 与此同时 穆仲熙和血鱼听到动静 一起望向半空中的雷云 都不禁打了个机灵道 那是明璇的雷杰吗 好大的乌云啊 好吓人啊 谢初雪突然从他们身后出声道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想当初周行云的雷云比这还要大 比起这个雷杰 谢初雪更好奇另一点 那就是他想去看看夜翘的画幅水平 他知道夜翘是个扶修 但扶修和扶修之间也都是不一样的 画幅速度越快 成功率越高的 才能被称得上天赋一比 他跟雷小鸡仔一样 拎起两个狮子 热情洋溢地往雷杰的方向冲了过去 表示走走走 大家一起去看看夜翘到底是怎么画幅的 血鱼无助地看了一眼迷茫的沐仲熙 他们好像没说要去看小师妹画幅吧 他竟喜欢遭雷批 批后他不仅觉得神清气爽 林根竟还长大了一小节 明璇站着接受雷电的洗礼 毕竟谁都知道想要突破金单是不容易的 开始他还是能轻松地接下雷杰的 但慢慢地他就感觉里有不胆 夜翘一边画幅一边疑惑地问小师叔 这肚结一共会有多少道理啊 及时感到的泄出血 一手拎着一个失职 热心肠地解惑道 这个是很难说的 一般来说天赋越高雷越多 想当初周行云就被雷追着劈了一天一夜 不知想到了什么 他放下了两个失职 双手合十开始为失职明璇祈祷起来 见一项不靠谱的小师叔 竟也开始给二师兄祈祷起来 薛鱼和穆仲熙两人见状也开始纷纷笑话 有时候天赋高 也不见得是好事情 譬如现在 明璇被劈的人都快糊了 见小师妹还在那里奋笔画符 就大声提醒他 小师妹挡鱼雷的符画好没啊 夜翘文言立马停下笔 把能用的金刚符都抛给了二师兄 泄出血摸着下巴 发现夜翘不仅画符速度快 准确率也很高 据说剑符双修只能坚固一种 所以他的剑道天赋应该挺差劲的吧 那以后他就是符修中的一员了 夜翘就地引气画了整整一个时辰的符 他的手都酸了 二师兄的雷杰却还没结束 他打量着天上的雷云 呼发气想如果自己朝他比个中指会怎么样 他是一个想到就去做的人 他不仅朝着杰云竖起了中指 还骂杰云是垃圾 谢出血见他尽敢挑战天道 第一反应就是抓起两个发呆的失职 来了个百米冲刺 快速远离胆大包天的猛人 以免被他波及受牵连 下一秒 滚滚惊雷就朝着夜翘的方向劈了下来 他纯属口嗨一下 也没人跟他说过雷杰能听懂人说话呀 他被劈得猝不及防 站在那里 人都麻了 谢出血见他被雷劈得趴到了地上 再一想他以后就是扶修中的一员了 就来到他面前关心地问他怎么样了 谁知夜翘麻溜地站起身表示 他感觉还好 被劈了这一下甚至还觉得挺神经气手的 就是觉得裤兜子有点漏电了 夜翘突然惊叫出声 原来他发现他的零根竟然长大了一小节 听他这么说 不论是谢出血还是薛瑜和沐仲熙都来的精神 他们也都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 谢出血开始琢磨了起来 夜翘入宗时测试的零根属性是雷零根 难道雷零根还会吸收天雷 修真戒雷零根很少 几乎到了罕见的地步 因此谁也没去开发过这种零根的用途 毕竟雷零根天赋比较低 这就导致了有雷零根的人根本不会受到重视 雷零根竟然能吸收天雷 还能长大 真的好稀奇啊 他才不在乎其他杜劫的人会不会被影响 无良地建议夜翘 要不以后谁杜劫 就去蹭点雷劈劈看效果如何 夜翘被两个师兄当玩具一样玩 心情本就很不爽了 再听到小师叔这么不靠谱的建议 他先给了三师兄脸上一拳 见小师兄竟然还敢对他动手 他整个人就都暴躁了 薛鱼摸了摸被打疼的脸 问一旁的小师叔 那雷劫是想杜就能杜的吗 正在杜劫的明璇 见小师叔和三师弟正在讨论着什么 小师妹正在殴打小师弟 四个人都很忙的样子 没有人在意弱小无助可怜的他 还在承受雷劈之苦 他问四人难道就没人在意他的死活吗 他都被雷劈得直吐黑烟了 关键这会儿竟没人管他 他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 极品林根的火焰都拿混沌珠没办 竟被肯德基那一小口唾沫星子给烧掉了 明璇看着天上终于肯散去的结云 他整个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心想幸好老天怜悯他 他真的要扛不住 再劈下去的话 想他这一带天骄就要陨落了 而此时他们小师叔的心情是非常好的 谢初学找到了感兴趣的事情 他准备回宗门去查找更多相关雷林根的资料 他现在越看叶翘越顺眼 目光中尽透出些许的词爱 他难得靠谱一次地建议小师职 可以试着用灵火炼化混沌珠 让其流入丹田之内 叶翘一边把玩着手上的混沌珠 一边思索着小师叔说用灵火炼化的这个方法 他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 他先把手中的混沌珠放在草地上 然后取出一张浴火符 朝混沌珠扔去 他就在一旁等着熊熊燃烧的大火散去 怎么回事 混沌珠竟然毫无反应 难道是火焰的温度不够 他转头看向三师兄 他记得薛瑜是极瓶火灵根 他就想请三师兄帮忙炼化一下混沌珠 薛瑜对混沌珠也很是好奇 文言爽快地答应了 他指尖的灵火与混沌珠相碰 开始试着炼化混沌珠 然而半想过后 混沌珠还是纹丝不动 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叶翘这时就纠结了起来 连极瓶火灵根都炼化不了的混沌珠 那要拿什么火才能炼化它呢 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他袖子里的肯德基突然蹦荡了出来 他不解地看着朝混沌珠扑腾着去的肯德基 就见肯德基朝着那个拳头大的珠子吐出一口火 叶翘一脸嫌弃地看着那么丁点的小火苗 谁知下一秒打脸的事情就发生了 他发现混沌珠被火焰包裹住后 竟开始慢慢消融了 化作淡淡气息缓缓耐入他的丹田内 他真没想到这火虽然小 但用处却这么大 沐仲西摸着下巴思索 极品灵根的火焰都不行 竟被那一天到晚只知道吃的废物鸡给烧融了 看到肯德基不简单了 他突然觉得头好痒 他有种要长脑子的错觉 明璇这时也终于有力气起身了 他表示他或许知道肯德基是什么东西 他们也需要回宗门一趟 去藏书阁找点资料 叶翘见二师兄终于缓过来了 也很是开心 明璇问小师妹 炼化混沌珠后 现在有什么感觉 叶翘也被问愣住了 他当即闭眼感受一下有什么不同之处 他感到丹田很热 就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 他还有了一种新的能力 他伸出手落到已经枯败的树上 随后几人亲眼见证了什么叫枯木逢春 血鱼震惊地表示 原来这天地初开的造化珠 竟有起死回生的效果 只是一点就足够让干枯的草木复苏 难怪宗主他们会拿他当奖励 叶翘此刻的心情可以用心花怒放来形容 他抱着功臣肯德基道 还是趁着现在放假 赶紧回长明宗查一下肯德基的来历 肯德基竟是凤凰神兽吗 但在他眼里 长不大的神兽就是个废物 叶翘五人趁着假期 风风火火地回到了长明宗的藏书阁 玉管事一见到他们 面部表情就精彩了起来 宛如调色盘般一会红一会绿的 没好气地问他们来藏书阁干什么 好家伙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个全来了 当他这里是旅游度假村呢 穆仲熙见玉管事神情激动 他立马上前安抚玉管事 别生气别生气 表示他们今天不搞事情 就是单纯来查点资料 玉管事对他的话是一点都没信 只是冷笑一声 然后大手一挥 让他们赶紧去找资料 找到就赶紧滚蛋 他想到刚刚泄出血跟有毛病一样 往藏书阁钻 嘴里念叨着什么会长大的灵根 把他这里翻了个底朝天 现在叶翘他们又组团来了 都是不让人省心的玩意啊 藏书阁的资料太多了 五人开始分头寻找 叶翘没有向其他四位师兄们 一上来就去翻找资料 他在思考 这时明玄出声说了他的观点 他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是不是错 比如不应该在异兽路上找肯德基的原型 而是应该在神兽路上找 他拿出一本厚重的书交给小师妹 建议他找找看 上面记载了修真界千万年来许多销声灭迹的神兽 一听肯德基有可能是神兽 大家都来了兴趣 一起陪着小师妹查看神兽路 血雨喃喃自语道 朱雀吗 但朱雀的尾巴不长这样吧 穆仲熙觉得肯德基的尾巴挺长的 红色的羽毛也很漂亮 比起朱雀倒更像是凤凰呢 再看了看窝在小师妹脑袋上的肯德基 越看越觉得相似 难道肯德基真的是神兽中凤凰的幼崽 非无童不欺 非竹石不石的凤凰 叶翘觉得这个猜测有点扯了 他把肯德基从自己头顶上扯了下来 怎么看都看不出半点凤凰幼崽的影子 最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肯德基喜欢天天往他头上握 明玄表示他听说青鸾 孔雀 金凤 都是凤凰的后代 如果肯德基真是凤凰 那他这个成长速度就能理解 说不定等小师妹死了 他还就这么大点 叶翘文言就心塞不已 那自己要他有什么用 一直长不大的神兽 在他眼里已经可以和废物化等号了 穆仲熙这个大聪明建议道 听说凤凰可以涅槃 不如把肯德基丢火里面试试 他这个不靠谱的建议 听得肯德基瑟瑟发抖 他决定暂时要远离叶翘和穆仲熙凉 薛鱼一把抓住了扑腾的翅膀 想要逃走的肯德基 爱莲地抚摸着他的羽毛 建议大家凑一凑零食 去拍卖会拍点金石养肯德基吧 明玄第一个赞同 甚至还表示等宗门放假回家 他可以去明家宝库偷零食养他 他是没有多少钱 可他们明家有钱了 说到回家这个来 叶翘忙问咱们宗什么时候过年了 他的话音刚落 他就听到了师父的魔音弱 过什么年 秦范范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问他们 其他宗的清传们都在修炼 他们五个聚在一起干嘛呢 赶紧去准备准备 要出发去下一场秘境 叶翘听到秘境就绝望 假期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 好不容易现代毕业了 没想到来的修真界还要有大 明玄好奇地问小师妹 什么是过年 叶翘就疑惑地问他们不过年的吗 周行云淡定地表示他们要修炼 虽然他不修炼 但这并不妨碍其他师弟们去努力 叶翘这时才想起来 四位师兄除了穆仲熙是从人间来的以外 其他三人都是修仙世家长大的 穆仲熙这时出生到 他家里不仅过节还有宴席 但他感觉还是很无聊的 还不如修炼有意思点 薛瑜的关注点和其他人有些不同 他压抑地问穆仲熙 宴席什么身份啊 家里难道还有皇位继承吗 穆仲熙抬头横了他们一眼 然后黑黑一笑地表示 他家就住在皇宫啊 确实有皇位要继承 众人文言都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看向他 一个鸡肉男修竟大喊着 要给韩生哥哥生猴子 就在刚刚 夜笑没想到自家不靠谱的小师兄 竟真有皇位要继承 他见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见小师兄没有再开玩笑的意思 对于只在电视剧里见过皇子的他来讲 他觉得以后可以给小师兄多点尊重 毕竟有大金腿不报是啥 他当即诚恳地抱拳表示 皇子殿下之前多有冒犯 他的郑重骑士 却把穆仲熙吓了一大跳 这时的他才知道 原来师兄妹五人除了自己以外 和这其他四人都是有身份的人了 宁玄扯了扯小师弟的脸 笑嘻嘻地表示 那下次大家一起去他家玩玩 他们几个都还没去过皇宫呢 穆仲熙不满道 别乱念皇子的脸 两人就开始插颗打混 笑闹起来 情犯犯看着这群不省心的玩意儿 马上就要第三场大饼 却一点紧迫感都没有 还在嬉闹就来起 他就不偏心的一人 给了一记爱的小拳拳 让他们别闹了 他闭上双眼吩咐他们赶紧收拾 准备走了 他怕自己一睁开眼睛 就忍不住再次出手揍他们一顿 刚刚不知道躲哪里思考人生 而逃过一拳的大师兄 见师弟师妹们突然各个无比乖巧 不再吵闹了 他满心疑惑地想 难道发生什么他不知道的事情了吗 大笔的观赛区 主持人郑宇气激昂道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 终于迎来了大家期待已久的 第三场宗门大饼试炼 现在有请五大宗清传弟子们登场 他的话音刚落 粉丝们都开始应援起 自己喜爱的清传来 翘翘翘 浪就一个字 我就说一次 叶清涵叶清涵 我们爱你 喊各种口号的都有 观众席上一个肌肉男修士在大喊 韩生哥哥 人家要给你生猴子 叶翘寻声看绝 他只能表示送韩生的这位粉丝 太过于魔性 明玄还能克制地无嘴偷笑 少一根筋的沐仲熙 直接大笑出声 叶翘看他笑得肆无忌惮 一本正经地指责他道 四师兄怎么能歧视人家男粉丝呢 听小师妹这么说 一旁的薛鱼搭上明玄的肩膀 一边笑一边解释 这不是奇不其事的问题 本来他们几个都挺黏的 这会儿全部都乐起来 尹德苏卓疑惑侧目 不懂这些人在笑什么 他就问大师兄他们在笑什么 宋韩生让他别管他们 他虽然没有证据 但总觉得这些人是在笑自己 不过常明宗的人 不正常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宋韩生找来师弟师妹们商量 他表示这一场秘境幻境很多 需要很多的清新丹 等会进秘境后 他们需要先找到碧水宗的人 跟对方合作 苏卓却提醒大师兄 碧水宗的人不一定会愿意和他们一起 毕竟那个苗苗 之前还热情地邀请了叶翘 叶翘真那么有魅力吗 为何在月清宗时他半点没感受到 一直没怎么参与过聊天的云雀 忽然开口道 大师兄 到时候寻宝兽可以带大家去找点清新草 宋韩生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 应该很需要这种灵职的 宋韩生觉得他的话有些道理 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虽然蠢了点吧 但运气方面云却真的没话说 就在这时 大赛主持人的声音出来了 这一场秘境 火焰山的入口出现了 已是马上开始 请各位选手陆续进入秘境 叶翘刚被传送进火焰山 整个人就黏罢掉了 太热了 他一边用手给自己扇风 一边表示好热呀 一旁的周行云也表示这里太热了 真是一个让人讨厌的地方 叶翘也没想到 这次能和大师兄投放在一起 他觉得跟实力强的大师兄组队 他的心里他是多了 强迫症的大师兄不可怕 可怕的是 他那强迫症的大师兄 带上他坐死去了 叶翘进入秘境后 就感觉这里真心好热 在这种环境下 是很容易让人心情浮躁的 他将一颗清心丹 像丢堂丸一样丢到嘴里后 他又拿出一颗清心丹 给了大师兄 让大师兄也是颗清心丹 冷静冷静 他们常民宗现在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清心丹 周行云刚准备伸手 去拿小师妹手里的清心丹 就在这时一只狼形妖兽 朝叶翘猛扑而来 他因一点防备也没有 整个人不禁大惊失色起来 说时时那时快 一道剑气射向了狼爪 护住了叶翘 他定睛一看 原来是大师兄出手了 然后就见大师兄 继续轻松地挥出两剑 狼形妖兽当场毙命 大师兄一边咀嚼着清心丹 一边收回他的宝剑断尘 那云淡风轻的模样 立刻收获了叶翘的掌声 那夸奖的话 如同不要钱 似的往外说着 场外的观众们 见状纷纷表示 真贵有什么用 关键时刻还得靠剑修 前几场都是叶翘动手 又要保护丹修 又要保护扶修的 现在和剑修在一起 都不用他动手了 叶翘的目光 下意识地盯着大师兄的剑砍 他能感觉到 比起自己的吃力来 大师兄用剑矢 更加行云流水 他问大师兄 他能摸摸断尘吗 叶翘期待中带着点忐忑 他还记得 当初他提出这个要求时 四师兄不情不愿的样子 就像是老婆 被其他臭男人摸了一样 谁知他大师兄 竟然一点犹豫都没有就同意了 还十分爽快地 把断尘丢给了他 他受宠若惊地 接住了断尘 他好心提醒大师兄 就这样丢给他 断尘会不会不高兴的 周行云微微醋眉表示 断尘极度瞧不起他 恰好他也瞧不起断尘 真是互相嫌弃的一人一见了 难怪闲少有互相配合默契的时候 他决定以后对夺损好点 不能轻易把他荡球踢来踢去 万一他升出灵智后 瞧不起自己怎么办 听到大师兄提议 去找另外三个师兄们后 他立马跟上大师兄的步伐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周围的温度 却半点不见降低了 之前天色亮着的时候 叶翘就隐约感觉到情况不对劲了 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跟着他 他闭眼下意识 用神识叹了一圈 紧接着他猛地睁开眼睛 他指着身后 头皮发麻地扯了扯大师兄的衣服 让他看那是什么 当大师兄回头查看时 他的表情已经凝固了 那只妖兽头上插满了 寸刺不齐的羽毛 眼睛在夜色中还泛着寒光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他无意识地平住呼吸 被恶心的鸡皮疙瘩直冒 周行云见那妖兽 朝他们快速地飞来 语气一如既往的平淡倒 原因七 夜翘一把拉上站在那里不动 疑似发呆的大师兄就要溜 开什么玩笑 他才是个小猪肌而已 越急去感受原因七声的 那实在是太看得起他了 他觉得境界越高的妖兽 长相越奇奇怪怪 他本来以为什么蛇类鼠类 已经够奇怪了 他真没想到原因七妖兽 直接不做人了 周行云一时没反应过来 被小师妹拉着一起跑 他在逃跑的路上 不经意地回头一瞥 看到了那原因七妖兽的真面目 这一看不要紧 他的强迫正范 他一个没忍住 给了那妖兽一剑 那一剑过去 剑气如虹 势如雷霆 将妖兽脑袋上 参差不齐的羽毛给削平了 周行云看到整齐的羽毛 表示总算舒服点 叶翘被大师兄的骚操作震惊住了 他结结巴巴地提醒 大师兄 别挑衅他了呀 果不其然周行云的举动 彻底激怒了妖兽 叶翘再次拉上他那 做死的大师兄逃亡 完了完了 他感觉妖兽要追上来了 不非你暗恋我吗 打不过你 恶心死你 果不其然大师兄做死的举动 彻底激怒了那头 袁英七妖兽 在他张牙舞爪 就要追上跑得最慢的叶翘时 大师兄终于回神了 给力的一把 拎起他的后衣里 使用其他清风 轻松拉开了和 袁英七妖兽的距离 进入秘境的第一晚 师兄妹两人成功达成了 被袁英七妖兽追杀的目标 叶翘心有余悸地问大师兄 秘境里也会有 袁英七妖兽吗 周行云一边计算着 和那发怒妖兽的距离 一边淡定地给小师妹解惑 一般而言 大秘境都是有袁英七妖兽的 只是之前大家运气好 没碰上了 在场外观赛的秦范范宗主 此时正摸着他的胡子担心着 第一天就这么热闹 可想而知 后面秘境什么情况 这时成风宗的宗主惊讶出声 咦 那是什么 原来他看到的场景 正是云雀抱着寻宝兽在表扬他 因为寻宝兽 为他找到了好多的清新草 成风宗的宗主 再次不可思议到 月清宗的云雀 竟然能利用寻宝兽 寻找到清新草 这种灵兽竟也会和人契约的吗 碧水宗长老文言表示 那孩子运气一直都极好 但 这是作弊了吧 秘境开启这么久 还是头一次有人用寻宝兽找灵职的 月清宗宗主得意的反驳 不是常明宗说的 这叫策略吗 怎么 就允许夜窍搞事情 不允许我们用寻宝兽了 秦范范那叫一个郁闷了 他什么话都没说呀 这战火竟也能烧到他身上 这和他们常明宗有什么关系 月清宗那老小子就是没事找事 还真当自己怕他 问剑宗宗主立马出来 坐合式老打员场道 之前秘境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但这场清新丹作用挺大的 云雀如果有灵兽 能拿出来找灵职也无可厚非 大家还是看看 其他孩子们的情况吧 这次沐仲熙和明玄也蛮巧 两人落到了一处 明玄给师弟分析道 这场大笔丹修是关键 他们需要尽快和薛鱼会合 沐仲熙听后表示没有问题 让二师兄用神石找人 他负责拎剑开路 他们一边解决妖兽 一边寻找薛鱼 只是两人的运气也不怎么好 第一天就撞上了问剑宗的 楚行之和他的小师妹主忧 明玄不动声色地捏紧了手里扶路 时刻警惕着两人 面上却笑着招呼两人道 好巧啊 楚行之不屑道 明玄别以为突破了金丹 就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瞧不起明玄很久 当初也是他嘲讽明玄嘲讽的罪恶 说到底两人的不对付是根深蒂固的 明玄在小师妹的带领下 自认为内心已经足够强大了 他的这点都是小意思了 直接扬了扬下巴回怼道 这么关心他突没突破金丹 怎么暗恋他呀 这损人不利己的说辞 成功把楚行之恶心的脸色变了 朱优对两个不着调的人深感无语 他抽剑问二师兄到底打不打 也被人家的话激怒了 沐仲熙搭上楚行之的肩膀 试图和他讲讲道理 才第一天不要打打杀杀的吗 大家有话好好说 楚行之已经被激怒了 怎么可能和他们谈判 一把推来了沐仲熙 表示双方没什么好谈的 他持剑刺向明玄 带着催枯拉朽之势 明玄也立马拿出了金刚服抵御 他被逼得后退半步 脸色也沉了下来 楚行之的剑继续刺向金刚服的屏障上 屏障立刻传来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他冷笑明玄就算突破了金丹 实力也不过如此嘛 看着金刚服形成的屏障 马上要破裂没用 明玄虽然心里紧张 但他咬紧牙关 努力不让自己露出气来 走什么走 刚才不是还跟狗狗一样追着我们不放 表现得很亲热吗 刚刚楚行之的剑刺破明玄的金刚服后 还想继续往前刺 这时他的剑被另一把剑挡住了 目中西出剑拦住了他的攻势 两刀霸道的剑气荡开造成地面轻微颤动 目中西一点也不触楚行之道 一个金丹中期和一个金丹初期打 还好意思嘲讽 这脸可真够大的 就见明玄谋色一领 上前一步正色道 楚行之 这可是你逼我们的 说完他就先给师弟打了个眼色 然后才继续开口道 次师弟 我数三生 当明玄开始暴树时 楚行之和祝优两人都下意识地握紧箭 打起精神 都以为他们要憋什么大招了 在两人严阵以待时 明玄先是拿出一张加速符贴在身上 然后一把拉起次师弟的手 他一边带着目中西逃跑 一边直接数到了三 明玄的这波骚操作 直接把楚行之和祝优两人都搞猛了 等等 不是数三生吗 二呢 楚行之发现目中西和明玄已经跑没影了 这时他才意识到被耍了 他带上小师妹奋起直追前面逃跑的两人 边追边喊道 有种你们别跑 明玄却一点也不在乎他的话 他淡定地回道 你说不跑我就不跑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明玄两人逃跑的路线和叶翘两人逃跑的路线大体一致 于是在半路上两伙人撞在了一起 目中西见识自家大师兄和小师妹 他顿时激动了 他顿时眼睛亮了 他立马停住了逃跑的脚步 有了回头反打的勇气 现在他们可是有四人 不说大师兄的超强的战力 光光他家小师妹搞事情的能力就够楚行之喝一壶了 一想到这 他就激动了 他手里的朝夕剑出鞘 做好了四人一起围欧问剑宗的准备 他要去给问剑宗那两个装逼的一个教训 目中心被叶翘一把抓住拖着就跑 见他不明所以 叶翘就给他解释 别回头 他们身后有个原因期的妖兽 明玄下意识地回道 好巧他们身后也有个楚行之 还有他的小师妹追着 叶翘文言也不禁感叹一声真好 真是瞌睡送枕头 正好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来着 这不是帮手就来了吗 他猛地杀住步子 转过身 指尖符路翻飞 禁锢符向不要钱似的朝元英七妖兽射去 形成了一道道锁链 困住了妖兽 妖兽太过于愤怒了 没想到有人竟敢禁锢他 他在冲破禁锢时 同时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没想到这妖兽的声音竟还能造成精神攻击 刚刚赶来的楚行之两人就倒霉地遇到了这一幕 他们觉得神识一抽一抽的疼 捂住耳朵也没有任何效果 叶翘他们也捂住了耳朵 明璇发现捂耳朵没用后 就手指翻飞 布下了一个隔音阵 隔绝了大部分的声音 明璇和楚行之提议道 他们还是先合作吧 楚行之警惕地看向那只随时有可能 扑上来的元英七妖兽 想也不想拒绝 谁要和你们合作 妖兽就是你们引来的吧 说完他拉起小师妹的手 便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他可不想掺和进去这些 尤其还涉及到一只元英七的庞然大物 结果他刚准备迈开布子离长明宗这几人远点时 他发现他竟然一动也不能动 他立马反应过来在他没发觉时 他就被长明宗这几人阴了 他和小师妹都被贴上了禁锢符 明璇指尖捏符 露出某似笑非笑的表情 他底气十足的 走什么 刚才不是还跟狗狗一样追着我们不放 表现得很亲热吗 他屈屈住机器面对元英七 竟敢自道奋勇地去吸引火力 竟是靠科要打消耗战 楚行之听到明璇的话 整个人瞬间都不好了 他实在没忍住就好奇地问对方 凭着那张开口就得罪人的嘴 出门真的没被打过吗 那嘴实在是太能惹是生非了 这时叶翘笑得很是灿烂的威胁道 如果不帮他们也可以 到时候他们就追着楚行之两人跑 来啊 大家同归于尽啊 楚行之闻眼脸色黑了片刻 他死死盯着叶翘的眼睛 听命遏制住杀意冷声道 双方合作的话也是可以 但解决完这只妖兽 妖兽骨和内丹要给他们 明璇立马出声拒绝了他 提醒他要看清楚现在的局面 他们已经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了 开什么玩笑 元英七妖兽身上处处都是宝 骨头和内丹都是好东西 他十分无耻地道 我们可是有四个人 而你们只有两个 而且现在是我们只要一不开心 就能追着你们跑 听听这说的还是人话吗 妖兽也在估算彼此的战斗力 元英七的妖兽都是智商在线 打不过他不可能硬上 六个人 五个都在金丹七 他犹豫了片刻 也知道柿子挑软的捏的道理 于是他就选定了 唯一的助击七 作为他第一次攻击的对象 他果断地冲向叶翘 谁知对方早就有所准备 直接运用踏青风闪开妖兽的攻击 他扔出一张爆炸符后 就见熊熊燃烧的大火 一会儿时间就把那妖兽包围住 但却没给妖兽造成任何的伤害 他见状知道只能换另一种方法是什么 他在意识到自己的爆炸符 对元英七妖兽相当于是脑痒痒的伤害后 便没再不自量力 他拿出来了迷雾符 燃起的瞬间大片雾气漫开 随着他的一声动手 穆仲熙明显是最激动的人 立马拔剑出窍 问剑中的小师妹也许是剑修的关系 也是个果决的人 他配合的叙事待发 补行之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实时误地选择合作 他狠狠地瞪了夜窍一眼 拔剑出窍 周行云此时也是灵力覆盖全身 随时准备出手 迷雾符这种俘虏用来干预视线 最合适不过了 四人缤纷四路攻击妖兽 比起长明宗一块为主的剑法 问剑中的剑翼更凛冽逼人 撞上妖兽坚硬的皮肉后 周围地面上都发生了小幅度颤抖 妖兽再次被激怒了 不管不顾地朝他们扑了过来 妖兽的眼睛实在是太多了 每每有人想要攻击他 攻击的路径就先被他看破 夜窍知道想要解决他 就得有一个人吸引绝大部分火力 他决定去吸引火力 让四人从侧面攻击 处刑之文言下意识地出言嘲讽道 就拼命 倒不是他瞧不起夜窍 竟然敢自告奋勇地去吸引火力 实在是想不明白 才助击的实力凭什么敢 夜窍没有解释 他刚准备去吸引火力 手就被人突然拉住 他转头一看 就见大师兄满脸担忧地看着他道 还是他去吸引火力吧 夜窍让大师兄放心 一颗炸弹的威力不亚于金丹七的攻击 几颗下来后 就不相信这下伤害还不够 妖兽被那几颗炸弹炸的四处开花 疼得嗷嗷直叫 他发誓一定要弄死这个该死的人类 观赛区的观众们 见才是助击中期的夜窍就要去吸引火力 都在担心他的灵气不够好 觉得他太猛撞了 应该让周行云去的 他到底哪里来的胆子啊 赵长老也忍不住拧眉 但以他对夜窍的了解 这个小兔崽子从来不会主动去找死 要是没有把握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就跑了 可就是连他也想不明白 这夜窍到底是哪里来的把握 正在他抚摸着长旭思考时 他的手突然顿住 他看到了什么 在灵气快耗尽时 就见夜窍将回灵丹掏了出来 一股脑都往嘴里灌 苍白的脸色立马得到了缓和 体内原本快干涸的灵气立马也充盈了起来 夜窍的这番操作 引得问贱宗宗主都频频侧目 说话的语气中 不知道是羡慕多还是极度多 你们长明宗现在都这么有钱的吗 竟然靠磕药打消耗战 夜窍练出竹屎卫的小师妹 竟在打boss时疯狂给他的丹药打广告 刑犯犯宗主在大比关赛区 看到小徒弟竟然想靠磕药来打消耗战 他虽然知道清传们尽力尽钱 每个宗门都会给那些他们分发丹药 毕竟这是惯例 但是他怎么不记得有给过夜窍这么多丹药这回事了 他们长明宗可是出了名的穷啊 夜窍完全不和那妖兽打正面 他只充当吸引火力的角色 反正灵气耗尽就可要 谁让他的丹药就是多呢 宗门发的 三师兄给的 自己练的 根本就用不完 而且他的走位也太骚了 妖兽完全打不到他 妖兽使他的这种行为是挑衅 被他逼得几度陷入了狂躁暴走的状态 他再次躲过妖兽的袭击后 竟开始现场带火 对着场外观众们疯狂打广告道 长明宗丹药阁 一截更比六截强 致内伤 不含糖 欢迎广大到有致电 练甘情选他 只因他超甜 观众们不解他为什么要打广告 特别是在这么危险的时候 楚行之朝着妖兽用力的刺去 向来削铁如泥的宝剑 却奈何不了那妖兽 他见叶翘竟还在打广告 便直接开怼 让叶翘看准时机再说话行吗 慕仲熙和楚行之两人同时出剑 妖兽在两人的合力之下 一只腿被一斩两断 两人几乎是同时落地的 慕仲熙那根大棒锤 却偏要说他更快一滴 楚行之文言那叫一个气 没忍住直接呛声反问没有自己 光靠他一个人能行吗 与此同时 大比观赛区的观众们 对几个金丹斩杀原因夭壽之事 也是各吃几件 问剑宗的粉丝觉得 楚行之很强 真要打起来与天生剑骨的慕仲熙也不愤伯众 常明宗的粉丝听了就不乐意了 立马反驳道 楚行之金丹中期好久了 慕仲熙却才16岁 我们家孩子还小呢 未来可期 吃瓜群众却表示倒是想看他们打一架 不过看样子目前是打不起来了 对此还很是惋惜 真是不嫌事大 就怕没热闹看了 原因七大妖兽的实力还是惊人的 两宗合力都足足花了大半天的功夫 才解决了它 等他们终于可以放下心来时 天光已经破晓了 一群人都注视着那只死透的大妖兽 那可是他们战斗的成果 目中吸抹了一把头上的汗表示 总算是把这只原因七的大妖兽打死 两宗对视一眼 决定暂时休战 开始分战利品 没过多久 叶翘就丢了一袋子的妖兽骨头给楚行之 他双手抱胸表示 妖兽骨头两宗停分 但那单他们长名宗要拿走 楚行之文言刚想说点什么 却被自家小师妹柱优给拉住 柱优小声提醒道 师兄你看那边 他们人比我们多呀 战力也比我们强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实施物质为俊杰的好 楚行之只能暂时不情不愿地避阻 等只剩他们师兄妹四人的时候 目中吸才有心思问小师妹 他到底哪里来的那么多丹药 要知道小师妹能撑这么久 全靠嗑药 叶翘之前就明白了 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的这个道理 他表示要是自己练的 问目中吸是否还记得 他练制的那个特别难吃的丹药 那痛苦的回忆 简直是记忆犹新啊 估计他这辈子都无法忘记 能让宗门长老亲口 说出主使这两个字 可见那味道有多难闻 他看了一眼小师妹 身子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 比起那丹药 做出丹药的人更可怕 叶翘摸着下巴明示师兄们 以后请称呼他为 低调的天才 谢谢 如果有丹药的需求 可以来找他 他会尽量让丹药的味道正常点呢 明轩也想起了那把道的味道 他表示还以为小师妹 只是闹着玩玩的 没想到竟还真的坚持下去 目中吸问小师妹 有没有那种 吃了让人凉快的丹药 他 二师兄和三师兄都是火灵根 在这个秘境真是要老命了 叶翘让他还是忍忍吧 并没有那种丹药 他突然想到这个秘境 不适合三个师兄 倒是很适合他的肯德基 他很干脆地将肯德基丢了出来 让他自己去觅食 让他自己去找火系精士 肯德基被放出来后 开心极了 这可是他的天堂啊 肯德基竟被女主扔进岩浆 只赢给他长脸的青鸺鸟 进去跪舔叶翘的肯德基 肯德基被放出来后 就扑扔着翅膀 屁颠屁颠找吃的去 叶翘心大得很 现状也没拦着 反倒是明轩不放心 提议大家快跟上去 毕竟秘境里妖兽众多 小师妹的神兽 万一被别的妖兽吞了 到时候找谁说理去 哭都没地方哭去 在秘境另一处的云雀 此时真是春风得意马提及 他肩上站着一只青鸺鸟 怀里还搂着知寻宝兽 他浑身都散发着 显白嘚死的气息 他也确实如愿地收获了 其他同行青传们 频频注视的目光 这让他既满足又自豪 碧水中的苗苗和师姐小声道 还是头一次见一个人 契约两只兽的 而且这两只兽来历都很不一般 一个是灵兽 另一个有点像传说中的青鸺鸟 真不知道云雀走了什么狗屎运 云雀也注意到了 碧水中那边隐晦的大鸟 他开心极了 他就喜欢那种 被所有人注视羡慕的感觉 他决定在这场大比中 他一定要成为风头最胜的人 正当他洋洋自得之时 肩上的青鸺突然动了 没有任何预兆 急冲冲地张开翅膀 就往远处飞去 他微微一愣 下意识就大声问 青鸺要去哪里啊 谁知青鸺敬礼都不理他 静止朝一个方向飞去 看那样子就知道 前方有对他很重要的东西 青鸺究竟要去哪里呢 原来他飞到了肯德基的附近 青鸺对着肯德基 就发出求偶的啾啾叫声 可惜肯德基的眼中 只有他那美味的金石 青鸺见唱歌没用 就试着用另外的方式示好 本来进餐愉快 肯德基发现对方 不会来抢他的金石 就继续愉快地进餐了 当云雀一帮人追过去时 看到的一幕就是青鸺 正朝着一只红色的鸟 平平示好 但对方却无视了他 宋寒生看到那只鸟 就想到他的主人 然后他立马出声提醒众人 那只红色的鸟 是夜翘的七约兽 长民宗的人肯定就在附近 估计这就是他们设下的陷阱 云雀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七约兽 如孔雀开屏一样 在肯德基面前卑微的时候 他气得大喊青鸺回来 但这次青鸺像失聪了一样 静里都不理他 青鸺见自己动听的歌喉 美丽的羽毛都吸引不了肯德基 最后决定放大招 用他的眉腿来吸引肯德基的目光 云雀看到这一幕 顿时想起来了寻宝兽 当初粘着夜翘的场景 他脸色不由一尘 绝不能让青鸺也粘着夜翘的七约兽 他下意识一把抓住 吃得正欢的肯德基 此时他的心底憋着古无穷的怒意 然后他直接将肯德基 丢到了热浪滚滚的岩浆里 青鸺见状就不干了 见他竟直接将肯德基扔到岩浆 就直接开口质问他 怎么能将夜翘的七约兽 扔到岩浆里呢 等夜翘师兄妹四人赶到的时候 正好听到渺渺质问云雀的话 师兄弟三人一听都大惊失色 唯独夜翘迅速感应了下肯德基的位置 然后提起了心裁略微松了松 明璇不可置信地问云雀 真的是他把自家小师妹的七约兽 丢岩浆里了吗 穆仲熙不等他反驳 直接断定云雀就是故意的 他觉得丢哪里不好 偏偏要丢岩浆里 但凡肯德基只是只普通妖兽 这会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契约兽一旦死亡 对契约者的伤害也格外大 要么是云雀故意的 要么他就是个纯正的傻子 夜翘觉得云雀是个傻子的可能性大一点 他直勾勾地盯着女主看 云雀顿时脸色一白 强作镇定地望向夜翘 试图打感情排道 二师姐 对不起 他没想到肯德基会掉下去的 而且他应该也没事吧 目中稀懒地多听他的便捷 他举起手中的宝剑 气得直呼 今天老子就要打死这个傻逼 小住机夜翘竟在抱揍金丹女主 他想揍女主很久了 在场众人谁也没想到 目中稀会说动手就动手 只见他蹭地一下拨出宝剑 没带任何犹豫地 直接刺向云雀的心脏 要不是对方有能挡住 金丹七全力一击的护心镜保护着 肯定要重伤退场了 目中稀感受到手中的剑被东西格挡住 他不由一惊 没想到对方竟然有护心镜这么好的东西 不过他的权力一击也不是那么好销售的 至少对方的护心镜已经碎了 看着云雀心疼得要命的表情 他心甚悦 伴随着嗖嗖的破风声 夜翘踏轻风一蕴闪亮登场 他以迅雷不及掩而知是靠近云雀 对准女主的脸就是一拳用力地砸了下去 内冬的声音听得周围人都不禁觉得疼 云雀喉咙泛起心田 脸都麻木了 整个人疼得倒在地上发抖 可想而知这一下对方用了多大的力 他抬眼愤恨地喊出夜翘两字 见他终于不再恶心地叫自己二师姐 而是肯直呼自己的名字了 之前见面开口闭口就是叫自己二师姐 听得自己都要吐 夜翘看着他笑问 合着你是能好好说话的呀 他不懂 真的不懂 自己好好跟云雀讲话 结果对方就是不听 非要挨一个大逼都才肯改口是吧 就在这时一道凌厉的剑锋朝夜翘后背吸去 幸亏被周行云及时出手拦住 两道霸道的剑气相撞 蹦射出剧烈的光芒最终抵消 周行云整个人挡在小师妹身前 让他别怕 夜翘看着自家大师兄 觉得他真的是帅极了 察觉到打多动静赶过来的夜清涵 看到这么多人欺负云雀一人 他立马不淡定了 所以就有了刚刚袭击夜翘的一幕 他把云雀挡在身后 声音冷了下来 不客气地指责长明宗过分了 大比不是让他们群殴别人的理由 云雀见撑腰的人来了也来了底气 他躲在夜清涵身后 露出个头表示他不是故意的 刚才的事情只是个意外而已 他委屈巴巴道 那只契约兽不也没出事吗 他觉得长明宗就是在针对自己 目中稀可不惯着云雀 只觉得那个女人做做得很 他直接回怼 那没办法 谁让他们长明宗一向就是这个样子呢 别问 问就是素质宗门 大师兄周行云瞥了一眼气鼓鼓的小师妹 严谨一概地让他继续去复仇 然后他见止夜清涵 表示他会搞定这人的 夜翘文言立马大声应好 如果适合女主一对一打 他是半点也不害怕女主的 毕竟他对自己的实力是绝对有信心的 他想揍云雀很久了 就这样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修为高的女主在前面逃 修为低的夜翘举着剑在后面紧追不舍 云雀觉得叉翅难飞时 就不管不顾地把身上的悬兵符 旋风符 水雾符还有金刚符一起都用上 这些符路对夜翘而言只是小菜一碟 他用剑刷刷几下就把那些符路破 夜翘索性连剑都懒得用了 直接开始用手揍他 金丹七的修士被小柱鸡压着锤 这场面还是第一次见到 问剑宗的宗主问一旁的云恒 月青宗到底是怎么教的弟子 能将极品水灵根的天才教成个废物 云恒心里也觉得云雀的表现让他扫得慌 但嘴上还是要辩解一番 表示他们扶修又不像剑修那样 需要打打杀杀的 静战若也情有可原 秦范范观察了半天 最后才皱眉问出心中疑惑 这孩子到底是怎么结丹的 天雷落了吗 他不会吃丹药堆上去的吧 谁是你叶师兄 别和我们问剑宗套近 不然我今天就算没有尿也要咨醒你 就在刚刚 秦范范这么一提起 别说众长老 观众席上的人们也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显然都对这种吃丹药进阶的方式不齿 问剑宗宗主说话最直接 他满脸嫌弃地表示 吃丹药破镜 简直是名闷正派的耻辱 云恒闻言眉眼冷了下来 他反问众人 那个叶翘破镜不也快吗 大家怎么不怀疑他 碧水宗长老主动替叶翘解释 剑伏双修 破镜快有什么可质疑的 剑修要在打斗中摸索 伏修要在画符中参悟 而两道双修的好处就在于 伏道和剑道叶翘只要抓住其中一个就能破镜 云恒闻言不屑道 他画符再快能快到哪里去 布阵速度快 但和画符是两码事 秦范范就是见不得云恒那嘴脸 他虽没见过叶翘画符的水平如何 但不妨碍他吹牛 他表示叶翘画符速度确实不快 但还是比叶青宗青传快一丢丢的 在火焰山秘境里 叶青涵和周行云两人一直僵持不下 毕竟两人实力在伯仲之间 等楚行之和祝优赶到时 便看到了自家大师兄和常明宗的大师兄 打起来了的这一幕 祝优被这个情况弄得猛逼了 他实在不理解自家大师兄 为什么要和常明宗的周行云打 沐仲熙以为他们赶来是要助力叶青涵 他立马拔剑相向 祝优怕他误会 连连白手表示开什么玩笑 关他什么事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呢 迁怒过分了吧 他疑惑地问沐仲熙 你们是在追杀云雀吗 他怎么得罪你们了 明玄文言双手还凶 满脸不爽地回道 那个女人竟敢把小师妹的契约 受丢岩浆里了 祝优和楚行之听后都微微抽了口冷气 明确他可真敢了 祝优后退半步果断拉着二师兄撤 随后众肯地评价云雀道 月清宗的那个师妹挺会做死的 二师兄 这是和我们无关 就别掺和进去吧 他觉得现在就连他们问剑宗 都不太敢和常明宗的开战 结果云雀一上来就把人给得罪死 祝优对宋寒生抱以深深的同情 有这样一个能惹惑的师妹 也真是难为他了 宋寒生也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是真的想不明白 这个云雀四处惹识的本事 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 虽说叶翘也喜欢惹识 但他惹了能摆平啊 想到这宋寒生再次叹了一口气 他提议两人快去帮帮小师妹吧 小师妹应该也不知道 那是叶翘的契约兽啊 所以才会不小心丢开的 宋寒生无话可说 最终还是准备出手相助云雀 他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师妹被淘汰了 目中西见只宋寒生他们 明确绝不会让他们打扰到小师妹的 叶翘打女主打得正上瘾 开心的有仇报仇 他一脚飞踢在女主的后背上 女主被踹趴在地上 开始阴阴哭泣 云雀被叶翘全程压着打 他委屈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 他愈发急切 可怜兮兮地求助 他楚楚可怜地呼唤着 叶翘兄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处刑之想也不想痛斥 谁是你叶翘兄啊 别和我们问剑宗套近你 不然我今天就算没有尿 也要咨询你 云雀听后满脸的尴尬和不敢置信 从没有人能让他丢这么大的脸 脸上火辣辣的疼 眼里闪过几分恨意 他今天所受的耻辱都怪叶翘 云雀眼里带着怨毒 他一直是那个天之娇女 让万人瞩目的人 现在都是因为叶翘 害得他颜面尽失 他一定要把他失去的一切都找回来 他轻轻晃了晃手腕上的铃铛 传出铃铛碰撞中发出的清脆声响 叶翘都不想吐槽什么了 只能说女主不愧是女主 好东西数不胜数 当当的护心静现在又是清欢灵 清欢灵可是灵气绑上第十的法器 云雀继续摇动着手腕上的清欢灵 紧接着就见在场所有人听到声音后 动作都开始出现微致 他深知清欢灵可以对人的失海造成干扰 对战中只要一点的失误就足以致命 他就是想要抓住这个瞬间 然后他就可以反击叶翘了 只要一想到叶翘被他暴揍的场景 他就乐不可知起来 他的美梦才刚开始做 就被叶翘一脚踹醒了 开什么玩笑 灵气绑第三的山河图都奈何不了叶翘 何况是女主那排名第十的清欢灵 叶翘毫不留情地将云雀踹在地上 扯开他手腕上挂着的铃铛 劝他别白费力气了 云雀不敢置信他的清欢灵 居然对叶翘毫无作用 那可是他无往不利的法宝 叶翘才懒得给女主解惑 他神色变都没变一下 手动就把清欢灵捏碎了 本命法器被毁 反噬之下 云雀直接吐出一大口血 观众们见状有人惋惜清欢灵被毁 有人感慨云雀人虽不行 但好东西倒是挺多的 也有人犀利地点评云雀真是又菜又爱玩 明璇虽然修为比苏卓低了一个境界 但他是八大家出身 惠的俘虏远比苏卓多 再加上常明宗的心法配合之下 两人竟也可以打个平手 当苏卓转身看到自家小师妹被打到吐血时 他心底愤怒极了 但这会儿他被明璇缠住 也根本空不出手 只能眼睁睁看着 他好想去救小师妹 偏偏有心无力 他只能冲着常明宗的人怒吼 警告他们不要太过分 明璇气势一点也不输他的回队 谁过分了 不是你们先动手的吗 顺便偷偷给慕仲熙传了一张传音符 原来慕仲熙被宋寒声部的阵困住了 他本来就是个急性子 困在里面后 他一通剑招砸下来 却见阵法纹丝不动 他整个人就越发地暴躁起来了 刚好这时二师兄甩了张传音符过来 提醒他破阵要往西南方向破 那里是阵法最薄弱的地方 慕仲熙听到明璇的指点 他立马打起精神 准备再试一次 集中力道往阵法最薄弱的地方刺了过去 果然随着咔嚓一声 阵法应声而破 宋寒声见自己辛苦不好的阵法被破 脸黑了又黑 他很是生气 就与气不善地指责苏卓是个废物 连看个人都看不住 还让明璇通过传音符指挥慕崇熙破阵 苏卓也是要面子的人 放在平时他也就不计较了 今天小师妹被揍他本就心情不好 明明是大师兄自己实力不济 还来怪他 他当然要顶回去 师兄弟两人相互给对方的心口 扎着最锋利的口子 谁都看谁不顺眼 估计要不是还在大笔中 两人当场就要上演同门相残了 穆仲熙和明璇头挨着头凑在一起 一脸吃瓜地讨论着 他们这是起内讧了吗 李主云却不仅被揍 还要向施暴者道歉 还得花钱赎身 看热闹不闲事大的明璇和穆仲熙两人 刚欣赏了一出月清宗师兄弟 差点同门相残的好戏 现在接着看自己大师兄大战叶清涵 电光使火间两道不同的剑气相撞 忽天盖地的威压将这一片笼罩在内 周行云和叶清涵两人的战斗 不是其他人能掺和进去的 在短暂的时间里 两人便互相试探过了十几招 这是两人真正意义上的对手 叶清涵和周行云交手后 敏锐地察觉到了周行云那把剑的不对劲 他竟然好像有点不听主人的使用 周行云文言倒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他当即承认自己的剑有点叛逆 断臣剑是把零剑 据说开了零制 但在周行云心中 他还不如一把听话的普通玄剑有用 问剑宗宗主一脸不敢置信地问秦范范 断臣竟然不愿意承认周行云吗 难怪一人一剑配合起来没有丝毫的默契 周行云平时能不用断臣就尽量不用 他还是没忍住继续追问秦范范 周行云和断臣这种情况维持多久了 要知道对于剑修而言 本命剑就是和他们伴侣一样重要的存在 被问话的秦范范很是淡定地表示 断臣现在不愿意承认 但迟早也会承认的 不用急的 毕竟他是周家的祖传剑 只有未来的家主才能拥有 虽然他不愿意配合行云 但除了行云 谁都不能拔出他 他们两看相艳的一人一剑 也只能这样将就着过 祝悠和楚行之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 两人都觉得这件事情 和他们问剑宗真心一点关系都没有 实在不理解他们大师兄 现在为什么要和周行云打得这么激励 祝悠在两人暂时分开后 才敢壮的胆子凑过去尝试着劝家 他表示要和他家大师兄开个会 他先朝常明宗的几人友好的笑了下 然后火速地将叶清涵给拖走了 周行云还没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发现对手已经不见人影了 被小师妹强行拖走的叶清涵 此时也是一脸的猛 祝悠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才停下来说话 他望了一眼云雀的方向 语气平淡道 大师兄 叶翘的契约兽被云雀丢下岩浆了 常明宗的人因此生气也是很正常 这不是群殴 这只是复仇 叶清涵确实是不清楚前因后果 他脸上出现了些许的迟疑道 不管怎么说云雀毕竟也是女孩子 被一群人围着打 合适吗 祝悠实在是受不了大师兄的脑回路了 搞得谁不是个女孩子似的 他头疼地提醒道 叶翘也是女孩啊 不能因为他天天吊耳郎当地 就忽略了他的性别啊 祝悠实在是怕大师兄 还傻乎乎地处在这里当护花使者 他打开预警 凑到大师兄面前提醒他 看看 咱们问剑宗现在都排名第四了 最后他给了大师兄一个直击心灵的选择 到底是宗门的荣誉重要 还是当护花使者重要 地旁的楚行之也加入其中 忽口婆心地劝大师兄 云雀只是被打一顿而已 而且那顿打还是他自找 可他们问剑宗要是再输下去 可能今年第一宗的名号真的要换人了 叶清涵将宗门荣誉看得很重 在他还在艰难地做抉择时 他的双手已经被师弟师妹一人一只抓住 在他还没来得及反应时 他已经被师弟师妹们强行带出这个是非之地 少了碍事的叶清涵 那这里就彻底是他们长民宗的天下了 叶翘一脚踩在云雀身上 任由他在地上扑腾的不停 沐仲溪见状来了精神 提醒小师妹 快快快捏碎云雀的身份牌 请他去淘汰席上喝茶 宋寒生虽然不想掺和这档子事 但之前能找到清新草全靠了云雀 他只能勉强压下火气的 别捏 马上让他给你们道歉 明玄不为所动 手脚麻利地扯下了云雀的身份牌 他晃了晃手中的身份牌表示 他们的肯德基到现在都下落不明 云雀的道歉有什么用 叶翘这时也开口了 和宋寒生道 要不这样吧 他可以出个假 赎回他的小师妹 那你觉得你师妹值多少钱呢 听到叶翘这话 宋寒生耿住了 他们越清宗是有钱 可不代表经得住长民宗这些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敲诈呀 还迷得他竟连欠款都不要了 他现在只要女主淘汰 苏卓听到长民宗那群无耻之徒 竟然还要他们支付赎金 才肯放过云雀师妹 他质问他们又没有什么实际损失 哪有脸开这个口呢 他觉得被打得最惨的分明 是自家云雀小师妹 目中细闻眼捂着他的头 表示他们的精神受伤了 苏卓被他这装腔做事的样子 气得牙疼 可现在行事比人强 他们也不得不低头 宋寒生恨不得拿眼神戳死云雀 这个惹是生非的 他深吸一口气冷冷道 借条让云雀自己了 借条这种东西冤有头债有主 他不可能去做这个冤大头 他看了一眼在地上挺湿的某人 心想反正云雀一向运气爆棚 现在出点血 就算是花钱挡灾了吧 云雀的泪珠子成串的落下 他都快恨死这些人了 他也能想象到自己出这么大的仇 出去后那些羞士 对着他指指点点的场面 他还在自怨自艺时 一张欠条就递到了他的眼前 看着叶翘递来的欠条 他能想象得到万一被淘汰出局 一个人在淘汰席上的难堪 他觉得按手印就按手印吧 只要现在不出局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他刚给自己做好心理建设 准备按下手印 叶翘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突然一把将欠条抽了回去 他表示自己改变主意了 他还是决定让云雀出局 在云雀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他晃了晃手里的身份牌 先到了一句再见 然后就毫不犹豫地 捏碎了女主的身份牌 云雀就算再蠢 也知道自己是被叶翘耍着玩了 还不等他放狠话 传送阵就在他身下浮现了 苏卓看到心爱的小师妹 就这么狼狈地被淘汰 他不禁有点失魂落魄 宋寒生见云雀被淘汰 他倒没什么感觉 只觉得自己解放 见苏卓那副死样子 他不由冷笑出声 这么恋恋不忘 要不你也下去陪他 碧水宗没有参合这档子事情 他们看到了全过程 因此对于云雀的出局倒是毫不意外 思妙言毫不犹豫地向宋寒生提出 两宗的合作就到此为止 宋寒生知道现在云雀淘汰了 寻宝兽也跟着他一起离开了 也就是说月清宗在对方眼里 已经没有相对应的价值了 想到这些后他也就爽快地同意了 苗苗见两宗的塑料联盟彻底碎了 他兴奋地和师姐提议 他们去找叶俏结盟怎么样 他觉得刚好现在血余不在 那他们不就可以承虚而入 跟着叶俏鸡犬升天了吗 思妙言虽然觉得自家师妹用词怪异 但他觉得确实是可以找长明宗 谈谈两宗合作的事情 此时的叶俏正在思考 关于原剧情的事情 他记得原主在小说里有被挖掉灵根 但他现在离开月清宗了 不愿当这个工具人以后 云雀的灵根又是怎么修补好了呢 用灵职吗 正当他若有所思的时候 明玄严肃地开口 他发现自家小师妹不说话的时候 还挺漂亮的 目中细文言好好地打量了小师妹一番 他难得地赞同了二师兄的观点 别说小师妹不说话时往那里一站 眉眼微垂 安安静静的模样 还真的挺女孩子的 叶俏先是愣了愣 没想到他们两人将话题歪得这么严重 他竟然用自杀来吓退敌人 他也没想到跟大师兄学的 自杀警告居然管用 秦淮此时的心情和薛鱼是截然相反的 他没想到打瞌睡时 尽还有人来送枕头 他们一行人正被火焰山这种环境 弄得心腹气躁 他不客气地问薛鱼有清心丹吗 薛鱼当然是有清心丹的 但他得省着点给自己踪的人用 乘冲中的这群人想都不要 想从他这里来得东西 他立马果断地表示太穷了 没有清心丹 秦淮好不容易看到希望 怎会轻易放弃 他一点也不信对方说的话 他想到去看看薛鱼的戒子袋 薛鱼见秦淮那个臭不要脸的 静一副跃跃欲试想上来抢的架势 他连忙一个闪身就让秦淮扑了空 他知道现在形势比人强 在寡不敌众的当下 他只能另提西境保护自己 在电光市火间 他拿出自己的身份牌表示别逼他 不然他就自杀 他说着就拿起身份牌要捏 他表示大家都是金丹 如果不相信他的话 可以看看到底是秦淮出手的速度快 还是他捏身份牌的速度快 这直白的自杀警告 倒是秦淮万万没想到的 他一想到长明宗那些清传 不同于常人的脑回路 他不得不收手了 薛鱼其实也是发虚的 他也没想到跟大师兄学的自杀警告居然管用 他捏身份牌捏得更紧了 他在心底飞快地开始思考对策 他知道他现在的底牌就是他手中的丹药 如果他被淘汰了 到时候别说清新丹了 那是什么都不剩了 秦淮文言笑容瞬间都僵住了 他连忙劝薛鱼冷静 冷静 大家有话好好说吗 好不容易才见到一个丹羞 惹恼了人家可不就得不偿失了 断横刀这时也出声表示 薛鱼误会他们了 他们从没想过要抢他的戒子袋 他们一直都想着要与他等价交换 他说完就拿出一个戒子袋以表诚意 他表示他的戒子袋里有各种各样的法器 大家交换这样总行了吧 这话说的断横刀都想吐血三声了 本来想空手套白狼的 反正薛鱼一个丹羞也造成不了什么威胁 没想到他竟然玩这一手 话分两头 因为薛鱼不在 叶翘几人准备出发先去找人 碧水宗也将目光放到了叶翘他们身上 想要和常明宗谈谈结盟的事情 常明宗四人又开始开会了 明璇看了一眼碧水宗的人 他不确定地问小师妹 他们真的要和碧水宗结盟吗 目中细闻言不赞同道 别了吧 到时候还要保护他们 周行云也嫌弃地表示 对方都是没有一点战力的丹羞 叶翘却提醒师兄们 结盟的话他们就可以蹭丹药了 他觉得毕竟丹药也挺贵的 他和三师兄练出来的丹药 可能撑不到秘境结束 但如果和碧水宗合作就不一样了 路上完全能跟着蹭吃蹭喝呀 他越想越觉得合作实在太合算了 他最终拍板定下了两宗合作的事宜 他代表宗能向碧水宗伸出来有意的小手 表示希望两宗能合作愉快 淼淼的心愿终于达成 他立马激动地回握住叶翘的手 表示合作愉快 他两眼期待地看向叶翘 问对方两宗合作总得有人带队 所以接下来让谁带队呢 常明宗几人文言 都将目光转移到了小师妹的身上 三个师兄一口同声地表示 让他们小师妹带队 谁知这是碧水宗的三师兄主动站了出来 表示他要来带队 他先自我介绍了一番 他叫柳玉 是碧水宗的弟子 寺庙岩的师弟 他双手环兄表示 他承认叶翘很出名 但他对这个秘境很了解 所以大家跟着他走就好了 叶翘倒是无所谓 他觉得谁带队他都能接受 明璇看了柳玉一眼 问他确定吗 他真的要来带队 柳玉听后吃笑一声反问明璇 都现在这种情况了 不是他们单修带队 难道还能是扶修来带队吗 明璇觉得他虽然战斗力不强 但总比对方这个单修强吧 至少两人也是旗鼓相当的 他竟然被一个单修鄙视了 真的要气死他了 见二师兄还想去和人理论 叶翘直接拉住了他 他劝二师兄就这样吧 反正碧水宗的单要多 既然他想带队那就让他带呗 竟然只凤为击 只因神兽太珍贵了 只要打死不认 谁敢说他们私藏了只凤凰 长明宗和避水宗愉快地 达成了合作异想 柳韵也如愿以偿地 走在前面负责带领 独自外出觅食的肯德基 在吃饱喝足后 终于想起了他的主人 他扑腾着小翅膀 飞着过来找叶翘 他现在急需找个 舒服安全的地方 因为他要睡觉了 叶翘看到肯德基也是很开心的 他没想到肯德基 只是出去了一趟竟然会飞了 真是意外之喜啊 他之前就跟只走地鸡差不多 只能扑腾跳起来两下 沐仲熙凑到小师妹身边问 他应该找到不少精识吧 吃了这么久 有什么变化没 叶翘文言打量了 趴在自己怀里睡的 昏天暗地的肯德基一番 重肯地评价他变胖 周行云觉得等他醒了 境界应该会提升不少 妖兽和神兽应该差不多 兽类破镜比人容易多了 睡一觉就能轻轻松松突破 修饰却不仅需要抗雷结 还有瓶颈期 碧水中的丝妙颜 见长明宗众人都凑在一起 围观肯德基 他下意识地多看了两眼 他见那只小兽身上 红色羽毛色泽艳丽 以及那漂亮的凤尾微锤 他几乎本能地往神兽上面踩 问肯德基是不是凤凰幼崽 其实丝妙颜也只是随口瞎问问的 哪知道明玄听后 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他指着肯德基大声道 开什么玩笑 这是鸡 鸡 丝妙颜和渺渺都被他激动的语气整猛了 鸡就是鸡呗 鸡动个什么镜 搞得他真是只什么神兽式 怎么有种此地无垠三百两的感觉 明玄也知道他激动了 主要是现在修真界的神兽几乎灭绝 一旦发现就要上报五宗 最后由宗门和八大家一起开会商量去处 他觉得只要打死不认 闭口咬定这是鸡 谁敢说他们长明宗私藏了只凤凰 寺庙延伸之长明宗的清传不太正常 他善善地表示那他们的鸡 还挺好看的 为了转移话题 他拿出了丹药 给长明宗四人每人发了一瓶丹药 里面有清新丹 回灵丹 还有一些受伤后用于修复的丹药 叶翘晃了晃入手的瓷瓶 感叹碧水宗真不愧是财大气粗的大宗门 出手就是大方 碧水宗在他眼中就成了人傻 丹药多 豪宰的典型代表 明玄打开瓷瓶 见里面的丹药珠原欲润 雪白又淘喜 就连味道也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他建议小师妹看看人家的味道 学着点 沐仲熙也表示这才是正经的丹药吗 没体验过叶翘丹药杀伤力的周行云 见两个师弟都这么讲小师妹 他便误以为是叶翘练丹经常失败 他犹豫了片刻 拍了拍小师妹的肩膀 试图用其他人的失败来安慰小师妹 他告诉小师妹 其实丹羞炸炉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叶翘抬眼看向大师兄 他依稀记得三师兄上次炸炉 还是被他的螺丝粉口味给熏的 所以他很是诧异地问 三师兄也会炸炉吗 为了劝慰小师妹 周行云毫不犹豫地抱薛鱼的黑料 他以前刚来宗门的时候天天炸丹炉 弄得每次宗里跟地震一样 那时候他的头发像是挖煤被煤给崩了 叶翘突然想到一件事 那就是他还真的一次都没炸 他猜测可能是因为食堂大锅比较耐用 他按措措下定决心 等这次秘境结束 自己就要去叶翅买个丹炉试试 寺庙岩突然出声提醒大家 快看那边 好多火蜂 火焰山这个地方和别的秘境不太一样 这里常年出没的妖兽都是成群结队出来的 虽然他们智商很低 但修为却不低 刘云也不讲究任何的策略和方式 直接指挥着他们上去就是他 在叶翘看来这群妖兽智商很低 没必要正面干 稍微十点手段就能解决 他委婉地提议 其实他们可以用点别的手段 不用直接和火蜂杠上 他觉得让他们去打一群智商很低的妖兽 不仅是浪费时间还是浪费精力 刘云看了叶翘一眼 认为他在挑衅自己 就让他管好自己就行 其他的他心里都有数 都只有十几岁的年纪 谁都想一举成名天下之 叶翘最近风头太盛了 连原本讨论度最高的叶清涵都被他给取而代之 刘云很难不怀疑他是故意在表现自己 他的单要虽然为怪不正经 但关键时刻有用了 叶翘见刘云一副油颜不尽的样子 他就知道他的一片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他只能无奈地一摊双手表示行吧 他都听对方的安排 他算是看出来了 武宗清传们的脾气 多少都沾点反鬼 不喜欢有人质疑他们的决定 穆仲熙在一剑杀死了一只火蜂后 他对着柳云就是一顿抱怨 他觉得按照现在的这个效率 哪怕是猴子都净化成人了 他们估计还在倒数里徘徊着 柳云看着逐渐开始对自己不满的清传们 他尝试着安抚大家 急什么 这才是第二天 他们的组合里要单药有单药 要实力有实力 第一和第二吃早食汤 明璇一边使用福禄杀死火蜂 一边在心里不断地吐槽 他们只是想蹭点丹药而已 并不是想被拖累成倒数第四 此时的他是万分的纠结 要不是他还有做人的底线 要不是吃人嘴短 他都想当场结束掉这个合作了 时间飞逝 一天后的火焰山秘境的某处 问剑宗成风宗 还有月清宗三宗的人碰面 他们并没有一见面就开把 而是去一起八卦起了长明宗 楚行之有点不敢置信 被他视为最大威胁的长明宗 竟然沦落到第四群 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 毕竟他们的实力不差 宋寒生较为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 他沉吟片刻表示 长明宗现在应该跟碧水宗在合作吧 有一群爱手爱脚的丹羞 肯定对长明宗那边会造成影响 长明宗又要保护丹羞 又要杀妖兽 这样想想他们第四名道也情有可原 但是问剑宗的小师妹祝忧 觉得叶翘不像是会被人影响 情怀文言若有所思道 他一个人当然不在乎什么 所谓大道至简 吴玉泽刚 他一个人能让到飞起 但是团队就不一样 他总要不全大局的 毕竟两宗之间合作 总要有一个带队的人 都是清传 肯定谁都不服谁 只不定他们两宗之间内部出了什么矛盾 一想到叶翘抓耳挠塞的样子 他就开心 火焰山秘境的另一竹 被他们惦念着的叶翘开始主动起来 他觉得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输的 他直接和柳韵提议 实在不行 就让他来带队吧 在秘境里都三天了 他还想赢呢 赢了后他的一百万就到手了 他从此就能脱贫发财 柳韵本来就很烦躁 听到叶翘的建议 他觉得这是对他能力的一种侮辱 他不客气地怼道 一个小小的助击 怎么敢来带队的 秒秒见大神叶翘愿意挺身而出 他扯了扯三师兄的衣服 一把扯走了柳韵 告诉他叶翘真的是很厉害 他觉得三师兄 是因为之前没有和他们一起出过任务 所以才没见识过叶翘 是怎么以一己之力扭转局面 在他们不知不觉中 有火蜜正慢慢地靠近他们 等明璇第一个发现火蜜出声 提醒大家时 他们已经被一大群的火蜜包围了 明璇告诉大家 火蜜活动在极热地带附近 喜欢成群结队出来 他们对气味很敏感 靠位到识别人的位置 大家快点分散开战 别被他们围住 寺庙岩看着逐渐围上来的火蜜 有些头皮发麻 他下意识求助地看向叶翘 那现在该怎么办 这么多的妖兽 该怎么对付啊 这完全就是一场灾难嘛 周行云头也不抬 双手还凶语气平淡道 让他问他失地去 他们只是区区的助击 哪敢说话 柳云刚刚竟敢嘲笑他家小师妹 他抓住机会 当然要好好怼回去 柳云为了挽回面子 他先让明璇和叶翘固阵 然后再安排其他人找找戒子带 有什么能干扰火蜜气味的丹药 最后剑修出去将他们解决掉 众人翻了翻各自的戒子带 都表示没找到能干扰气味的丹药 明璇和叶翘倒没有提出什么意义 而是听了柳云的安排 立马不起了阵 眼看外面的火蜜都围了上来 阵法的屏障在慢慢的裂开 明璇不得不再次提醒领队 火蜜是会吃阵法 需要快一点了 不然一会儿阵法就碎了 面对这种危急的情况 包括柳云在内的所有人 都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他们齐齐把目光转向叶翘 期待沉思中的他能够想到好主意 凌维受命的叶翘表示很无语 这个时候倒是知道想起他来了 刚刚不是还嫌弃他的修为低的吗 虽然吐槽归吐槽 但事情还是要解决的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低头翻了翻戒子袋 以最快的速度掏出来了 自己练的那些不正经的丹药 螺丝粉味的 榴莲味的 大蒜味的 臭豆腐味的 飞鱼罐头味的丹药 让那些见识不多的正经丹修们狂吐不止 叶翘大方的艺人给了避水宗的清传们 一颗味道霸道的丹药 让他们一人含一个 并且不准吐出来 两大宗门的清传 竟然组团在吃室 这个谣言被当成事实到处传播 叶翘的丹药散发出一种 让人难以言说的味道 别说是嗅觉敏感的火眼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一群清传围在一起吃室 丝庙眼捂着鼻子问 可以拿着不吃吗 叶翘虽然不理解 对方对榴莲味道的排斥 但他还是同意了 丝庙眼把丹药拿手上 避水宗的人 见状都纷纷有样学样 把那味道古怪的丹药拿在手上 柳云见火矣闻到丹药上的气味后 更加的躁动不安了 他本来就被那味道熏得头晕眼花 见状忍不住的抱怨叶翘 大家是让他想办法 不是让他去激怒火矣的 叶翘本就不是好脾气的人 都忍了柳云几天了 本是没有还不听人劝 他直接开队 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他越过柳云当上了两宗的领队 当即让避水宗的五个丹修 把他们的丹炉拿出来 然后让他们钻进各自的丹炉里去 他在一人给了他们一张封印符 表示用封印符贴在他们丹炉的盖子上 就可以防止火矣钻进去 丹炉是很抗燥的 抵挡火矣的啃势自然也不在话下 少见多怪的柳云从未见过这样的骚操作 他不敢置信地问叶翘 让他们一群人往丹炉里面钻 这合适吗 叶翘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一眼对方 他觉得挺合适的呀 他要不是穷到没有丹炉 他也想钻进去吸引火力 能躺着为什么要站起来打架呢 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只见满地都是火矣的尸体 叶翘用他的夺笋砸死最后一只火矣后 才气喘吁吁地表示总算都解决了 在他的指挥下 碧水中五人全部往丹炉里面一钻 封印符一贴开始摆烂 外面的火矣肯定是交给长明中四人来解决了 他让丹炉里的人可以出来 火矣都死了 思妙炎在师妹淼淼的帮助下 打开了丹炉 可能是一直闻榴莲的味道 他竟然觉得闻久了 其实还挺好闻的 渺渺看着手中那颗不正经的丹药 竟也觉得他应该不难吃 丹药灵气很浓郁 除了长相和味道有些奇怪外 他还挺想尝尝的 明璇听到他们竟然说长相那么丑的丹药好吃 他只觉得眼前这些丹羞估计都疯了 他忍不住问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柳韵骨子里有一股专严精神 他鼓起勇气尝了一口手中的丹药 一口下去他感受到了丹药中浓郁的灵气 他重肯地表示 味道确实挺不错的 灵气也很浓郁 他觉得对丹羞而言 只要丹药的效果好 那就是好丹药 叶翘被夸了 忍不住得意地往嘴里塞了颗回灵丹 他表示那当然 他家乡的人都挺喜欢吃的 他突然觉得柳韵也不是一无是处 至少眼光还是值得赞许的 恰好路过的沈紫薇 闻到这个臭气熏天的味道后 控制不住地打了个机灵 在听到这两宗人的对话后 他更吃惊了 我去 这么刺激 碧水宗和常明宗 竟然组团一起试试 沈紫薇吞了吞口水 目睹了这么刺激的鹰雾 他生怕被两宗人挤火群殴 把腿头也不回地 跑去通知打师兄 他看到常明宗和碧水宗 一起试试的劲爆消息 太可恶了 竟然不带他 断横刀下意识地说完这句话 便遭受了在场 所有人齐齐地注目 秦怀问他是不是也疯了 常明宗的人疯了就算了 怎么连小师弟都这样了 不正常还能传染的吗 断横刀表示不好意思 是他嘴瞟了 让大家继续 不用管他 其实真不怪他 最近三个青传 就喜欢拉着他一起 通缉夜窍 他为了合群回回都要跟风 这次是顺嘴了 如今三宗排名基本上全稳了 想继续在秘境生存下去 还要靠丹修给丹药 苏卓就问大家 是否要去和碧水宗谈谈合作的事情 秦怀想到了之前薛鱼那自杀警告 就忍不住养牙道 还谈什么合作 沈紫薇提供下位置 大家一会儿直接去抢他们的戒子袋就好 这种土匪行径得到了宋涵生的赞同 他自打和长明宗那些人打完交道后 就大彻大悟了 去他妈的合作共赢 他们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要和一群丹修讲道理 他表示今天不打架 就戒戒子袋 他们完全可以抢完就跑 到时候里面的丹药大家平分 夜清宗给其他两宗打掩护 夜清涵听后也觉得这个安排可以接受 场外的观众听到三宗的密谋顿时都不淡定了 觉得他们都变坏 再也不是以前纯真善良的他们 三宗结盟的场面还挺少见的 夜翘这直接和全世界为敌了 有吃瓜群众提醒大家 这三宗的首席每次都被夜翘坑害得最惨 也有观众在为可怜的避水宗默爱 觉得他们接下来要惨了 他竟然被三宗联盟的清传们坑了 只因他们终于长进了 不再是一言不合就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了 场外的观众们还在为避水宗的清传们 未来的悲惨遭遇心疼 秘境中的寺庙盐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毕竟丹修的神势还是很给力的 他立马给大家示警 有人过来了 人有点多 大家都小心点 听到他的话 长明中的几人本能将丹修护在身后 一个个神经紧绷了起来 然而他的提醒还是晚了一步 只见明璇一脚踩到地面后 就见金色符文从脚下以一种飞快的速度蔓延 他眉心输得一跳 立马大声提醒众人 这里有扶阵 大家分开站 小心有埋伏 幸亏明璇提醒的及时 其他人迅速闪开 但他本人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他手里的破阵符没几张了 并且宋寒生布阵的水平在他之上 即使破开也需要时间 他被关在阵法中 只能眼睁睁看着外面的情况 叶修是跑得最果断的那个 他完全不带任何犹豫的 还眼疾手快的一把拉上身旁的苗苗 他想带着人一起撤退 他快速分析了长明中 现如今的排名是在第四位 没什么威胁性 既然他们不值得三宗联手一起埋伏 那么三宗的目标只可能是单休了 叶俏带着苗苗快速地逃跑着 他的速度确实是很快 但叶清涵速度比他还要快 他的落脚点被叶清涵提前截住 对方一脚蓄力毫不留情地踹了下 在叶俏下意识躲闪的瞬间 叶清涵眼里略过几分意味不明 他竟然半路收拾 渐渐划过苗苗腰间的戒子袋 不费吹灰之力便顺利抢走了戒子袋 叶俏刚刚还真被他那虚谎一招给骗到 他没想到这些清传竟然长进了 终于不再是以前那种一言不合就生死看待 不服就干的态度 三宗达成了合作 全部要激活抢碧水宗的戒子袋 断横刀指尖几颗不起眼的珠子迸射出去 随着啪啪几下声响 瞬间打落了碧水宗中柳韵和四妙岩挂在腰间的戒子袋 四妙岩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戒子袋被打过 他太不甘心了 伸出手就要去抓 谁知楚行之从后面搞偷袭 一个剑步冲过来 凛冽的剑招挥落 逼得四妙岩不得不选择躲避剑招 楚行之顺势将戒子袋抢到手里 他扬了扬四妙岩手中的戒子袋 还对其挑衅地说了句承让 四妙岩这时也察觉到了这些人的意图 他脸色猛地变了变 咬牙切齿地指责楚行之他们这就过分 楚行之听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他得以杨纯表示他们这叫兵不厌斩 在这时秦怀出声提醒三宗的人 戒子袋都已经到手了 丹药肯定都在里面 大家现在可以撤 收到提醒的三宗清传们 开始陆续地潇潇洒洒洒地扬长而去 叶翘见碧水宗丹修们的戒子袋都被抢了 又见叶清涵也准备离开了 他眸光微闪 忽然叫住了想要离开的叶清涵 叶清涵听到叶翘在喊他的名字 不由脚步一顿 他警惕地问对方怎么了 实在是对方的骚操作太多了 他都有心理阴影了 叶翘见叶清涵满脸防备地看向自己 心想自己也没把对方怎么样啊 他大大咧咧地走上前 伸出手友好的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他趁机偷偷地放了个东西在叶清涵的身上 然后与其平常地表示 他并不想干什么呀 只是想叫对方两声而已 他就是那个用锅炼丹的神人 可其他丹修都是一人好几个丹炉 原来贫穷的人竟只有他一个 叶清涵被叶翘自来熟地拍了拍肩膀 他本能地抬手就要做出攻击的动作 心里莫名地起了防备 主要是叶翘这人实在是太邪惑 下意识觉得小心无大错 叶翘一见他那过激的反应 也立马识相地后退几步拉开两人的距离 但嘴上却没忍住嗶嗶了两句 高手见面 打声招呼 叶清涵你脾气这么差 小心以后会被绿欧 想想原剧情里面云雀桃花那么多 男主头顶上的草原都能跑满吧 看他多善良 现在就好心地提醒对方了 最主要还是免费的 叶清涵文言脸色更难看了 总觉得在对方的嘴里不会说出什么好话 他不悦道 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 他只觉得眼前这个人莫名其妙 突然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就是为了打声招呼 自己和他又不熟 还对自己说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话 他直接气呼呼地离开 长明宗和避水宗的青传们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宗联盟搞完事情 就风风火火地撤退了 回过神来的寺庙岩 在长长地叹了口气后表示 他们的丹药和丹炉都在戒子袋里面 可是现在全都被抢走了 在场的人听到这个坏消息 脸色瞬间都变得很差 明宣一摊手直接道出众人心声 那完了呀 有丹炉在 还能现场练丹 现在丹炉都没了 还能拿什么完了 叶翘剑周围的气氛变得有些低迷 他拍了拍手 先引起大家的注意 试图让所有人打起精神来 然后才开口问 嗨嗨嗨朋友们 你风翻盘都打过吗 在他一心给大家安排明天的任务时 没有发现有一个人 正朝着他们的所在地慢慢靠近 原来来人正是独自流浪了三天的薛鱼 当他找到自家大部队时 都差点泪流满面了 这三天他过得苦啊 担惊受怕的 现在可算让他找到组织了 明玄在见到三师弟的那一瞬间 眼睛都亮了 他热情地张开双臂表示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那薛鱼 仿佛在沙漠中看到了绿洲 狗看到了骨头 他朝三师弟热情地跑了过去 薛鱼见状也开心地向二师兄跑了过来 好一副师兄弟情深 令人感动的画面 可惜下一秒就画风突变 就见明玄并没有给三师弟来一个爱的拥抱 而是直接伸出手就开始扒了师弟的戒子弹 薛鱼立刻动作一致 心中的感动顿笑 叶翘这时也走了过来问三师兄 炼丹的灵质还有吗 薛鱼每次下秘境都会做点攻略 灵质自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他告诉小师妹他身上是有灵质的 叶翘转头看向碧水宗的青船们 都空荡荡的 像急了遇到劫匪那样 他不确定地问这是被谁给洗劫了吗 明玄打开了他的招牌扇子 告诉三师弟在不久前 他们遇到其他三宗了 真没想到对方竟然都学会抢劫了 哎哎 真是事风日下 人性薄良 薛鱼觉得颇为不可思议 这得是多大的仇啊 能让三个宗结盟 他是真的没想到才刚找到大部队 就面临这种事 他忍不住问小师妹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叶翘听后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想了一会儿 他抬头大声宣布 接下来不如大家一起来练丹吗 一时之间碧水宗众人 竟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话 喵喵以为叶翘是忘了他们丹炉被抢之时 不得不出声提醒他道 没有丹炉他们没法练丹了 叶翘一听他的担忧 立马表示这都是小事 他从自己的戒子再掏啊掏 终于掏出了一口大锅后 他就问碧水宗的青传们 有谁会用大锅练丹呢 碧水宗的青传们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后来见他一脸的认真 不由无语地表示 他们是丹修 不是食堂里的师父和阿姨们 哪个神人能用锅练丹啊 叶翘瞬间感觉自己被内涵了 他拍了拍胸膛表示 他就是那个用锅练丹的神人 他满心疑惑地问碧水宗青传们 修真界的丹修都这么有钱的吗 都能忍守一个丹炉的吗 总该有穷鬼和他一样用锅的吧 寺庙炎看着他神色复杂道 我们青传一人好几个丹炉 就连那门弟子都有丹炉的 叶翘文言顿时不淡定了 一人好几个丹炉 怎么都这么有钱啊 合着这个世界就是对他一人恶意满满了 原来穷的只有他一个呀 他越想越扎心 整个人都无力地朝地上倒去 他决定躺试一会 他想静静 明璇见自家活力满满的小师妹 竟然被个丹炉打击到了 立马才大气粗地表示 不就是个丹炉吗 等秘境结束 师兄们带他去买一个 何至于如此 虽然他丑淡他心灵美啊 凭啥嫌弃他的丹药 丹药重在实用 现在静视裸裸的以貌取药 叶翘听到二师兄的承诺 他那颗备受伤害的心 才算是得到了些许的抚慰 他马里地从地上爬起来 一头扑向二师兄的怀抱 汲取来自同门的温暖 此时的他已经是柠檬精附体 极度让他说出的话都是酸味十足 他问二师兄听没听说过一句话 自己的穷不足挂齿 但队友的腹让人恨得想死 他想不明白啊 同样是丹修贫富差距怎么这么大 作为小师妹口中的妇人 明璇一时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柳云这时才后知后觉的问 你会练丹 还是用锅练的丹 叶翘本来就心不平气不顺 见对方现在尽党怀疑他 直接火力全开开队 练丹怎么不能用锅了 人不行 别怪路不平 柳云的酱脾气也上来了 直接和他杠上 把锅往他手里一递 让他当场就用锅练丹试试 恰好在场各位谁都没见过用锅练丹的 叶翘一点也不怯场 结果自己的大锅 表示事就是 他本来就一直是用锅练丹的 有什么好怂的 他准备练个清新丹 由于没有香料 他只能做没有味道的版本了 他在心中暗叹 还是因为材料的不足 影响了他的完美发挥 算了 如今也只能如此了 十几种草药被他一一挑选出来 筛选 控火一系列过程有条不紊 而且迄今为止 他脸上也没出现任何不适 所有人呼吸都下意识平住了 场外的勤犯犯此时也是万分的紧张 他摸着胡子 手有点微微的颤抖 心里也不确定小徒弟练丹能不能成 问剑宗成风宗 还有月清宗的三位掌门 竟一起虔诚地祈祷起来 希望叶翘练丹失败 如果练成了 那他就是修真界第一个能三修的 那日后常明宗还不得嘚瑟上天 碧水宗掌门表示不好说 看他的动作似乎很熟练 但挑选药材控火只是第一阶段 后面还有丹印提纯和绒丹 一旦任何一环有一点失误 结果就是炸弩 叶翘并不知道因为他还会练丹这事 给外界造成了多大的轰动 他还在思索到底该打几个丹印合适呢 他一次性可以打出十个 但打完后就要趴着缓好久 他觉得现在毕竟还在逆境中 他还是收敛着来吧 就见他指尖掐绝 打出了五个丹印 一旁的渺渺差点没忍住尖叫出声 竟是五个丹印呢 他一次性才只有三个丹印 哪怕是他膜拜的人 怎么也有点酸味在心中蔓延呢 幸亏思妙眼眼疾手快捂住了他的嘴 让他快晋升 要知道丹修炼丹时 有动静干预是大几 尤其叶翘用的还不是常规丹炉 而是大锅 炸炉的几率就更大了 成宗宗的宗主问一旁的碧水宗宗主 思妙眼能打几个丹印 要知道碧水宗炼丹最好的就是思妙眼了 据说对方曾收到过天道祝福 显然也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碧水宗宗主语气很是复杂 紧紧盯着叶翘的方向 心不在焉地回答 正常是八个 如果勉强一下的话 应该也能打出十个 秦范范文言当即就放心大胆地开卖了 那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家翘翘也是天才啊 他可是打出来了五个呢 碧水宗宗主对此不置可否 他必须得承认 看叶翘结丹印的速度这么娴熟 显然不是第一次 如果他真能成功炼丹的话 只怕修真戒又要掀起一番风浪了 除了叶翘本人是最冷静的那个 场内外的其他人都紧张兮兮地 看着那只落下的大火 明玄紧张兮兮地抓住 血鱼的衣袖疯狂追问 成功了吗 成功了吗 毕竟隔行如隔山 炼丹他真的不懂啊 血鱼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才表示应该是成功了 他没想到自家小师妹真是个大宝藏 时刻给大家带来惊喜 现在竟然是三休了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 叶翘掀开了锅盖 不出他所料 里面躺着的丹药都坑坑洼洼的 众人齐齐嫌弃弃丹药长得太丑了 叶翘文言不干了 都是些什么人啊 什么叫丑 虽然他丑 但他心灵美啊 大家凭啥要嫌弃他的丹药 这是赤裸裸的以貌取药 难道叶翘真的会是那个传说中 万中无一的天品灵根吗 丝妙言是这届青传里面单修的翘楚 他有着一颗探究的心 他伸出手拿了一颗叶翘新鲜出炉的丹药 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 他猛地睁开眼睛 他不敢相信这么丑的丹药 里面竟然蕴含着那么浓郁的灵气 说实话对一颗丹药的评价 最主要看的就是他的灵气 至于长相问题 可以闭眼吃吗 刘云戳了戳血玉问道 到底是谁传的谣言 说他是中品灵根的 他心想中品灵根能三修吗 如果能的话 请让他也变成中品灵根吧 他的极品灵根不要也罢 血玉看着自家像你一样的小师妹 他摇摇头解释 这并不是谣言 但小师妹的灵根好像测不出来 看着正在开心地品尝自己刚刚做出来丹药的某个神人 刘云大胆的猜测 其已经达到了上品水准 作为叶翘狂热粉丝的渺渺举手表示 再大胆一点的话 说不定和我们一样是极品灵根 血玉摸着下巴道 如果他们再大胆一点的话 极品灵根以上还有其他的吗 他之前就一直觉得自家小师妹的灵根不止极品 寺庙言沉默了一下开口表示有的 极品灵根之上还有天品灵根 那可只存在于传说中 不止秘境里的他们在讨论 场外观赛的宗主和宗门长老们 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们此时都在想 难道叶翘真的会是那个传说中 万中无一的天品吗 碧水宗宗主看着叶翘 心里那叫一个酸啊 他看了一眼秦泛泛问 从哪里捡来的外门弟子啊 改天他也去溜达溜达 看看能不能也捡一个这样的回来 秦泛泛一直都知道 当初他把外门的叶翘 直接升为清传弟子 这是没少被这些人嘲笑 当时还说他们是疏风了 破罐子破摔开始摆了 此时他一脸傲娇到 在月清宗捡的 云恒文言脸色都变了 他咬牙切齿的想 这个糟老头子不做人了 竟然说这样的话 谁知碧水宗的宗主更损 直接招呼问贱宗和成风宗的宗主 组团一起去月清宗转转 去看看还能不能捡到三修的天才 捡到就是转到了 此时的云恒吐血的心都有了 还要听着旁边人不断扎心的话 叶翘很有可能是三修啊 以前在宗门的时候 自己怎么没能看出来 他在画幅炼单上有天赋呢 云恒说不后悔是假的 他攥紧自己的衣服 心中忍不住的责怪起云雀的不懂事来 如果他省心一点 叶翘从小就听话 肯定是不会为了一株灵芝和自己翻脸的 叶翘用自己的经验告诉了这群丹修们 真正的天才是可以用锅来练丹的 他问这群丹修们 谁要来一起用大锅练丹 柳韵文言第一个踊跃报名 他觉得既然叶翘都没炸锅 那他相信 他练了这么多年丹药 一定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其他的丹修们也都纷纷表示要尝试一下 叶翘见他们信心十足 便礼貌的退开 将舞台留给这些人发挥 让他没想到的是 后半夜他都是在不停的爆炸中度过的 柳韵第一个炸锅 紧接着渺渺炸 渺渺炸完思妙岩炸 思妙岩炸完又轮到他的师兄薛鱼炸锅 一群丹修 这个炸完了就轮到那个炸 叶翘的锅都崩坏了好几个 他扑了过去 一把护住自己的锅 心疼的大吼道 你们都疯了吗 从现在开始谁都别想碰他的锅 刚被炸飞的柳韵 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扯了扯叶翘的衣服 请求其再给大家一次机会 柳韵表示他已经捕捉到灵达 相信他 他不会再炸了 叶翘看了一眼手中的大波 再看了一眼执着的柳韵 他思索片刻 最后他叹了一口气 提醒避水中的青船们出了秘境 一定要记得把用掉的灵植 还有炸掉的锅都还给他 财大气粗的柳韵 觉得能用钱解决的都是小事 他爽快地表示知道 一群丹修们经过多个小时的努力练丹 直到月亮爬上了枝头 柳韵第一个脱力的岛地 紧接着薛鱼 思妙岩 还有苗苗 一个接一个的脱力岛地 他们一口同声地表示 丹药总算是练完了 累死个人了 叶翘见丹药的事情解决后 他作为两宗新的领队人 他先拍了拍手 然后笑着道 好了好了 趁着天还没亮 大家现在一起去找 其他三宗的青船们玩玩吧 翘姐搞起事情来 还是一如既往的变态 准备搞事情的翘姐 满脸兴奋地开始对众人安排任务 他让薛云木仲熙和思妙岩三人一起去找妖兽 剩下的人则都跟他走 他带大家去翻盘 他手握着在戒子袋中存了许久的炸弹 朝他们晃了晃道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 游击战和打鬼子这种说法 碧水中的青船们 看着叶翘手上那个从没见到过的玩意 都好奇地问他那是什么呀 翘姐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只是露出一抹令人心惊打寒的笑容 他让大家别挤 等会大家就会知道了 他突然想到三师兄以前炼丹出错时 经常会把人给毒晕 就问自家三师兄 有毒的灵质身上还有吗 薛云一开始就听出小师妹要带大家搞事情 他是一定要支持的 他直接去自己的戒子袋里翻找有毒的灵质 最后他干脆一口气将戒子袋中的灵质全给了小师妹 有些有毒 有些没有 但许多灵质都是相克的 需要什么毒可以自己拿去调配 柳云在一旁听着薛云和叶翘两人 对怎么配置毒药聊的那叫一个相谈甚欢 他忍不住择舌问 你们真的是救死扶伤的丹修吗 叶翘文言立马反驳 他义正言辞道 请别污蔑他 他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剑袖 柳云听后竟无话反驳 谁让对方是三修呢 想当什么修就当什么修 叶翘拿出一把从魔族那边顺来的法器 问大家谁会用弓箭 苗苗若若的举手 表示他会用一点弓箭 丹修没什么自保能力 碧水宗便培养他们用些别的武器 就像寺庙盐会吹笛子 苗苗也会用一点弓箭 准头还算不错 叶翘直接把手中的法器递给苗苗 让他拿着弓箭 把毒抹到箭矢上 等下看到三宗的人就受 最后还不忘提醒苗苗 用完了要记得还 叶翘安排好众人的任务后 才解释到他之前在叶青涵身上放了的法器 也就是说他们的行踪完全在他的掌握当中 论完鹰的 翘姐可还没输过 他告诉大家现在的情况就是 三宗联盟的人在明 他们在暗 所以这个时候搞埋伏就在何时不过了 月上柳梢 夜色深邃 三宗联盟的人正在结界中睡觉 问剑宗三人靠在一起休息 乘风宗师兄弟两人也靠在一起睡觉 只有闹矛盾的月轻宗两人 背对着被各自休息 夜翘有跟踪气 他轻而易举就能得知他们安营扎寨的位置 他带上苗苗来到他们休息的地方 让苗苗朝三宗睡觉的地方拉弓射过去 苗苗听到吩咐 打在宋寒生的脚下 他被惊醒后 赶紧将呼呼大睡的楚行之踹起 大声示警到有人来了 苗苗刚射完箭 夜翘便拎着他开溜 他边跑边传授苗苗游击战的药领 那就是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情况不对立马就跑 当楚行之出去探查完情况后 发现人早就跑没影了 夜清涵觉得这应该是常明宗的那些人在搞事情 他提议楚行之先去守着 到下半夜再换他来守着 守夜的楚行之 过了半个时辰后 就整个人崩溃了 他觉得夜翘那群人应该是有病的 半个时辰内 搞了十几次动静 每次等他靠近后 下一秒他们就跑光了 听又开始了 夜翘再次带着一群丹修们在他们附近敲锣打鼓 搞得他们睡也不适 不睡也不适 可这夜翘现在是不搞人心态 他开始折磨人精神了呀 一如既往的变态呀 竟然还妄想和翘姐比戒 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你翘姐永远是你翘姐 你浪了还是你浪了 三宗联盟的人被夜翘的游击战术都搞得快崩溃了 他们现在是睡也不是 不睡也不是 还经常会被一惊一乍的动静给吓一跳 苏卓撑着发胀的脑袋抱怨道 夜翘他们到底想干吗 又不捏身份牌 也不抢戒子袋 就准备这样一惊一乍的吓人吗 乘风中的情怀也被折磨得够强 他眉眼冷了下来表示 别管他们了 大家抓紧时间睡觉吧 亮他们也不敢再来 手里拿着炸弹的夜翘 觉得经过来来回回四五次的骚扰后 三宗联盟的警惕性应该会下降不少 他对身后的师兄们说了一句 走 找回厂子去 明璇见状兴奋了起来 他对小师妹的炸弹感兴趣好久 苦于没有机会实验 小师妹又要搞事情了 好期待啊 三宗联盟经过一番分析 最终还是决定先睡觉吧 趁着这些人睡着 一行人再次悄然来到三宗大本营 楚行之察觉到了陌生的气息 就见有几颗小东西被弹了进来 他本以为这次幼史和之前一样 是来骚扰他们的 没想到下一秒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瞬间响起 反应不及的三宗青船们 直接被炸得趴在地上 楚行之整个人暴跳如雷 他大声怒吼道 最好不要被他遇上夜翘和长明宗的人 要不是他们跑得都跟兔子一样快 他一定要把他们吊起来都毒打一顿 以消心头之恨 被夜翘这一手偷袭 搞得猝不及防的三宗彻底不敢睡了 他们一直煎熬到第二天太阳升起 却发现搞了一夜事情的夜翘几人 竟然不来了 他们一晚上都不敢睡了 一个个警惕着周围的环境 他们的精神状态 几乎肉眼可见地萎抿了起来 精神不济的苏卓吃笑出声 看来他们是狗鸡跳墙了 赢不了我们 也要来恶心我们一下 不过不管夜翘有什么目的 最起码现在他是成功了 因为他们三宗确实被折腾得够强 如今都头晕脑胀地只想睡觉 夜清寒提议 今天先不找妖兽了 大家原地休息 第五天再出去也不迟 反正他们的名次已经稳了 再不休息 他们的神识都要崩溃了 场外的观众纷纷表示受教了 原来这可就是所谓的游击战了 挨了挨了 这三宗的清传们 竟然还妄想和翘姐比进 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你爹永远是你爹 放在夜翘这里就可以变成 你翘姐永远是你翘姐 或者是你浪浪还是你浪浪 场外的观众们纷纷调侃着 有的观众开始分析到 从某种意义上讲 夜翘也算达成了目的 用这种阴损的法子 拖住了其他三宗一天的时间 这一天里面 他们能杀不少妖兽 现在距离秘境结束还有两天时间 月经宗2000妖兽 问剑宗1600 成峰宗1300 长明宗900 避水宗700 在这种情况下想反超分数 得看能拖住其他三宗多久 扔完炸弹就跑得夜翘几人 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觉醒来 众人就等着夜翘的发号失恋 他也在思考场外观众 谈论的这个问题 要让一群丹修拖住三个宗门 怎么看都有些不现实 但如果能把这些丹修们的 戒子袋拿回来的话 胜算就会多上几份 他思索片刻 对避水宗的青传们下达指令道 感应一下丹炉的位置 今天晚上大家就去敌方大本营 把戒子袋取回来 宁选打开他的扇子 一边扇着风一边问小师妹 去偷戒子袋吗 但他们经历过夜戏后 晚上应该会更加警惕的 夜翘闻言却胸有成竹道 所以今天白天大家要先演一出戏 晚上再去偷 一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来又有事情可以搞了 他需要人陪他一起去演场戏 竟只有二师兄这个剑兮兮的扶修合适 为了让三宗联盟的人放松警惕 夜翘决定让二师兄这个剑兮兮的扶修 陪他一起去演一场戏 这是他深思熟虑后才做出的决定 只因其他三位师兄都不适合搞偷袭 师兄妹两人躲在三宗驻扎地附近观察着 差不多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夜翘小声地和二师兄道 这会儿三宗的青传们都在休息 现在轮到楚行之在看守巡逻 我们等会应该就能看到他 人那真的是不经念叨 毫无察觉的楚行之 如夜翘料想的一样 没一会就来到了他们的附近 前来巡视周围的动静 夜翘见楚行之来了 立马小声提醒二师兄 做好准备目标人物出现了 话音刚落 两人默契地配合着一起朝楚行之扔服录 楚行之察觉到身后有动静后 他立马拎着剑去查看情况 没想到下一秒 就见一堆俯禄朝他飞了滚 他眉眼一领 剑尖划破那些俯禄 夜翘扔完手里的俯禄 立刻就拉着二师兄逃跑 楚行之看着这熟悉的套路 他用力挥出一剑 剑光如雪 剑气化为无形的刀刃 稳稳地朝他们撤退的方向挥了出去 夜翘两人察觉到和他们擦肩而过的剑气 师兄妹对视一眼 他们知道标演技的时刻到 两人瞬间倒地 嘴里还配合地说道 哎呦呦 我受伤了 好霸道的剑气啊 楚行之剑他的剑气 请客间将偷袭的两人干翻在地 明璇还吐了口气 可是他怎么感觉自己的剑气还没碰到这两人呢 他看着手中的剑 突然想到难道自己已经厉害到 能虚空所敌的程度 他整个人沉醉于自己的强大中无法自拔 场外的观众见状都捧腹大笑 现在对清传的要求都这么高的吗 不仅要天赋异禀 还要会演戏 可能只有常明宗这么特殊吧 问剑宗的粉丝们 对楚行之迷之自信的行为都快要气死 他们纷纷表示受不了 楚行之是个大笨蛋 楚行之一回到大本营 便忍不住和宋寒生炫耀起来 他自信满满表示 他当才遇到常明宗的夜窍和鸣选了 两人已经被他打伤 然后狼狈地逃跑 他得意洋洋地叙述经过 他一见下去两人就全倒在地上 要不是两人跑得快 他们今晚就得全都出局 宋寒生文言总觉得常明宗这个操作似曾相识 有些熟悉 他追问楚行之确定他们受伤了吗 他觉得这一幕很像之前在秘境里面 遇到的那两个戴着口罩的图粉 那时候其中一个女的把盒子交给了他 宋寒生信了他的鬼话 以为里面是天灵地宝 谁知他听话地等了七七四十九天后 他打开盒子一看 发现里面只有一个被啃的指 剩下一半的大 楚行之本意是前来炫耀的 没想到宋寒生竟然质疑自己 他当即跳脚炸毛岛 可以怀疑他的人格 但不能质疑他的实力 宋寒生见他如此 强行压下心中的一斗 出声安抚他道 他的实力确实是很强的 是自己过滤了 仔细想想也是 叶翘和明璇一个境界低 一个是扶修 都属于不能打的那种 会被楚行之打伤也正常 这时乘风中的秦淮问 在叶翘和明璇两人受伤的情况下 他们今天晚上还会过来吗 叶青涵在分析了两方的实力 冷静地判断道 应该不会了 他们俩一受伤 剩下的丹修们就成不了气候 今天继续休息一晚上 明天再出去猎杀妖兽也来得及 明璇和小师妹道 这红色果子的果浆真是妙啊 装吐血真是一绝啊 他一想到刚刚楚行之的表现 就忍不住大笑出声 真没想到对方这么好鼓勇 竟还真以为自己有那么牛逼 此时的叶翘也十分地开心 计划十分地顺利 他表示等三宗的人今晚放松警惕时 就是他们开始行动的时候 他竟是偷衣惯犯 只因偷衣服的手法显水 他真是一如既往的变态啊 秘境中各个火山口的 岩浆日夜不休地喷涌而出 三宗联盟经过一番的利弊分析 最终决定还是好好地休息一晚 因为他们都被叶翘的游击站 折腾得够强 夜幕降临 他们多步了几个阵法后 才放心地去睡觉 等到后半夜三宗所有人都睡着后 叶翘带着大师兄和二师兄偷偷潜入 他们要开始办大事了 明璇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天赋 迅速就找全了避水中青船们的戒子袋 他抓起了一个戒子袋 给大师兄和小师妹看 用行动告诉两人戒子袋都到手了 任务圆满完成 大家可以撤了 他们一行人刚准备敲咪咪地离开 夜翘无意间瞥见了 不远处夜清寒丢着的衣服 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带着邪恶的笑容 捏手捏脚地向人家的衣服走去 明璇目瞪口呆地 看着小师妹偷夜清寒的衣服 现在要不是在敌方大本营不能说话 他肯定会质问小师妹 没事偷人衣服干嘛 等着他们回来的众人也没心思睡觉 渺渺是第一个发现他们回来了 他开心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 两人回到大部队和大家会合后 明璇迫不及待地跟人痛斥夜翘的所作所为 小师妹竟然去偷夜清寒的衣服 实在是太变态 目中戏文言下的一个机灵 直接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直接问小师妹 夜翘你暗恋他呀 不然怎么连这种人的衣服都要拿 夜翘翻了个白眼 然后直接回队 你怎么骂人呢 你才暗恋他呢 谁让他睡觉的时候把衣服丢旁边了呢 他心想谁让夜清寒衣服乱丢的 一点素质都没有 他当然是要顺手牵羊的给拿走呀 说不定还能挂论坛上卖点钱 到时候名字就叫问剑宗首席私人衣物好了 他想到了拿回来的戒子袋 开心地宣布 朋友们戒子袋到手了 快看看丹炉和灵芝是不是还都在 淼淼接过自己的戒子袋 经过一番查看后表示 除了炼好的丹药都没了 应该是被他们拿去吃了 其他的都还在 薛鱼这次都不用小师妹开口 他建议在场的丹修们 既然有灵职了 那今晚大家都来一起练点崔秦丹吧 思妙妍都怀疑自己听错了 他不敢置信地问 崔秦丹 那是什么 身为制作崔秦丹书手工的薛鱼 见碧水中的丹修们都看了过来 幸亏他现在的脸皮够厚了 他给他们解释道 顾名思义 就是那种能让妖兽发情发狂的那种丹药 薛鱼从一开始的不自在 到现在的若无其事只需要一个叶修 他开始给寺妙岩等人洗脑 没时间了 不用点特殊手段 大家只能垫顶 手里攥着一大把俘虏的名弦接话道 今天晚上大家就开始行动起来 你们用崔秦丹把妖兽引过来 我不正困住妖兽 沐仲西在后面杀妖兽 苗苗补刀 叶修紧接着补充道 剩下的人明早跟着他走 听他的指挥 去拖住其他三宗的人 只要把他们拖到秘境结束 那胜利就是属于我们的 等有条不紊的商量完了对策 接下来就到了教学时间 叶俏叫那些丹修 等明天有人靠近他们时 就把他们的丹炉丢出去 听到有人问该怎么丢丹炉 叶俏指着丹炉眼瞼一概道 谁来 砸谁 为了让丹修们对自己有点信心 他就以自家三师兄举例子 你们看薛鱼 当初就是把楚行之给砸出去的 最后叶俏一脸高深莫测道 丹炉之下 众生平等 没有战斗力的丹修们 竟会用丹炉砸人了 只因他教导有方 三宗联盟终于好好地 休息了一个晚上 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第一个醒来的楚行之 发现碧水宗的戒子带全部见了 立马大声叫醒其他人 苏卓文言立马起身前来查看 当他发现事情不对时 他连忙就去查看遇见 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排名经过一晚上的刷新 长明宗和碧水宗的名次 竟然追了上来 苏卓不敢置信地问 他们怎么窜到第三和第四了 才一个晚上 他们是从哪找到那么多妖兽 宋寒生想了一会道 看来他们是趁我们放松警惕时 将戒子带偷回去 凭着他和叶翘打过的交道 他深知对方的骚操作太多了 实在是防不胜防 他对大家建议道 距离秘境结束还有一天时间 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 楚行之觉得他分析得很对 第一个响应道 我们得出去找妖兽了 一定要稳住排名 其他人也纷纷赞同 三宗的青传们也是雷厉风行的性子 他们决定好了后 就立马踏上了寻找妖兽的路 秦怀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出声提醒众人 叶翘很可能会在路上射下埋伏 大家小心点 别中了他的埋伏 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一根箭矢朝他们飞速的射来 宋寒生心中一惊 但他还是马上大声向众人示警 有人 小心 楚行之直接利索的一箭打断了射来的箭矢 然后不屑地冷哼一声 雕虫小技 这是瞧不起谁呢 叶翘躲在大树上 清晰地看到了楚行之那自大臭屁的模样 他露出了一抹邪恶的笑容 在心里附和楚行之道 对对对 你是最厉害 他知道好戏才刚开始呢 他突然很期待等会看到三宗清传们的表现 下一秒 宋寒生脚下不知道踩到了个什么东西 在他低头查看的宫 砰的一声炸开了 幸好他怀里有金刚符 不然他都要被炸出局了 秦淮他们几人也被出气不意地爆炸 给炸得灰头土脸的 秦淮问这是什么鬼东西 断横刀看着这场景很是眼熟 他告诉大师兄 这好像是叶翘做出来的东西 这玩意儿会爆炸 而且炸开的速度很快 让人猝不及防 叶青涵听后 一脸沉着冷静地指挥众人 大家全部分散开战 然后就听到他继续冷声地下着指令 苏卓你去确定他们偷袭的位置 今天就去解决掉他们 苏卓立马放出神石 开始寻找那些丹修的位置 为什么是先找丹修呢 当然是因为丹修好欺负 世子当然要减软地捏 随着他神石的扩散 他努力地寻找着丹修们的藏身之所 他闭着的眼睛陡然地睁开了 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人 他瞬间就激动了起来 他直冲向寺庙岩躲藏的地方 寺庙岩见有人过来了 他紧张不已 第一反应就是后退半步 下意识地想跑 但他又想起了丹修说的 大家要拖住时间 他咬了咬牙 拿出丹炉就朝来人砸了过去 丹炉在扔出去的时候 就瞬间变大了 苏卓冷不丁地看到一个大丹炉朝他砸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他就被大丹炉砸中 然后他就被砸趴在地上 一时间爬都爬不起来 他忍不住的哀嚎 这些丹炉到底都跟叶翘学了什么东西 蹲在树上的叶翘看到这一幕 毫不犹豫地把几张迷雾符丢了下去 一瞬间大片的雾气漫开 整个秘境陷入了烟雾缭绕的状态中 他最喜欢浑水摸鱼了 水越浑 越容易出事 三宗的青传们纷纷抱怨道 这一团烟雾又是什么呀 叶翘到底从哪里弄来的这种东西 纠针借搞事情水领风骚 当属翘姐第一 他竟能让向来柔弱不能自理的丹修们 也一个个的汉不畏死起来 三宗的青传们还在一团烟雾中 分布青东南西北时 这时就见有箭矢符露还有炸弹等 纷纷朝他们身上砸来 断横刀看着铺天盖地的嫡系之物 不禁泪流满面 他一直深知叶翘的恐怖 可是现在他也没办法 谁让两人在不同的阵营呢 他只能着急忙慌地将法器金钟罩打开 先将自己护住后 然后把大师兄也护在金钟罩的保护圈里 他让大师兄不要再出去了 外面太危险了 暂时躲在法器里避避风头 月清宗的伏修们有金刚符 还可以勉强抵挡一下 最苦逼的只有那三个问剑宗的剑修 在一片大雾中分不清敌我 还要面对时不时飞出来的剑矢 浮路以及炸弹 甚至还有扰人视线的石头 他们一开始还能保持理智 有条不紊地打落那些飞行物 可越到后面越乱 问剑宗小师妹觉得叶翘那个缺德玩意儿 不仅想浪费他们的灵气 还想消耗他们的体力 叶翘觉得这波消耗战打的可谓是很成功 伏修的符禄被炸没了好几张 气修也是如此 法器也被毁了不少 剑修们的灵气和体力也耗掉了不少 在三宗联盟所有人都乱了阵脚的那一刻 他振臂一呼 兄弟姐妹们 复仇的时候来了 别舍不得力气了 用力地打他们 话音刚落 他就又扔了张定身符禄出去 这次倒霉弹处行之被贴上了定身符 因为刚才被石头砸过来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他起先以为只是块石头就没在意 等他发现自己动弹不得时 已经为时已晚 这种俯禄虽然只能维持30秒 但30秒时间就足够解决人了 于是在传送阵出现的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转向传送阵出现的地方 大家都在好奇到底是谁出局了 刚被自家大师兄被伺候的倒霉弹处行之 匆匆留下一句 他平均恨在场的所有人 说完便被传送阵给送走了 问见钟小师妹祝悠一脸的震惊 他问自家大师兄等等 到底是谁把楚行之干出局了 叶清涵沉默了一会 最后还是承认到 是他的剑气击败了楚师弟 朱优文言顿时整个人有些裂开 他和大师兄建议到 楚师兄虽然有时候蠢了点 但也不至于在大比的时候 把他给杀了吧 叶清涵听小师妹这么说 搞得他故意让楚师弟淘汰似的 他不得不解释 他也不知道背后站着楚行之 他忍不住抱怨 楚师弟竟都不知道要躲开剑气的吗 出局后正坐在淘汰席上的楚行之 听到大师兄的这番话 他吐血的冲动都有了 是他不想躲吗 是常明宗不知道哪个老鹰逼丢了个定身符 贴他身上了 他动不了了 官赛的人们越看越激动 又开始议论纷纷起了 手起刀落 痛击同门 这就是你们问贱宗传统了 看来常明宗和碧水宗现在为了能赢 是彻底不择手段 还是那句话 修真借水领风骚 当属夜窍第一 听着观众们的评价 看着自己宗反超的排名 碧水宗和常明宗两位宗主 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都觉得还是夜窍主意多 其他三宗的宗主们 脸色都不好看 但凡换个人 这一场就早该认命 在带着一群单休的情况下 一勺打多 还把其他三宗逼得节节败退 割修真借也算是头一份了 夜窍看到新出的排名后 知道他的计划很成功 激动得都快破声地大喊道 继续拖住他们 别怕身份牌被捏 捏了大不了就出局 死了没关系 其他人还在呢 众人见他慷慨激昂的样子 顿时都对他投来了崇拜的目光 都是一群年轻气盛的天之骄子 骨子里谁没有热血冲动的一面 在夜窍的带领下 向来柔弱不能自理的丹修们 也一个个的汗不畏死起来 众人紧跟着夜窍的步伐 朝三宗联盟的人奔去 他们现在就像是一群为了同伴 不惜自我牺牲的英雄 为了心中的目标 他们不惧生死 他竟成了第一的代名词 只因丹修都能被他带飞起 立风翻盘 随着夜窍带领避水宗的丹修们 勇往直前的冲向 被迷雾困住的三宗联盟 接下来五宗展开了 前所未有的无规则混战 谁也猜不透对方下一秒想做点什么 秦怀原本还试图 趁着混乱溜出去找妖兽 为乘风宗的排名做出点贡献 却被眼尖的柳云看到了 说实话他想在丹修的神石笼罩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出去 还真特别困难 连他都不敢相信 自己竟这样被一名丹修拦住了去路 宋寒生手指翻飞 想快速地步阵反击 就算反击不了逃走也行 被夜窍发现后 他立马快很准地朝着想步阵的宋寒生 置出了手里的炸弹 要不是身为扶休的宋寒生神石也很强大 而且时刻戒备着 按着夜窍这个准头 他肯定会被砸个正的 他堪堪躲过了飞射而来的炸弹 他深知被夜窍盯上后 肯定就没机会再步阵了 每次福禄刚抛出去 下一秒就被快如闪电的剑光撕碎 他神色阴沉却无可奈何 所有人都包裹在一团迷雾当中 场面乱到别说修士们 就是长老们都有些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场外的观众们也只能通过看到传送阵不停地出现 知道有人又出局了 月清宗苏卓出局 碧水宗司妙言出局 乘风宗断横刀出局 场外的宗主们不停地听到有人出局的消息 他们还来不及高兴别的宗门有清传被淘汰 紧接着就听到了自家的清传们被淘汰的消息 当观众们听到夜翘被淘汰时 大家却显得都很是期待 有人在好奇他出来会不会被打 毕竟淘汰席上除了寺庙言是盟友以外 其他的可都是他仇人了 有人觉得他被打也很正常 看看他做下的这一桩桩缺德的事情 哪桩冤枉他 被人惦念着的夜翘 第一次在大笔中被淘汰出局了 要不是他 最后一天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出局 他也轻声体会了一把被淘汰的感觉 然后他慢吞吞地朝淘汰席走去 他刚准备坐到淘汰席上 便察觉到不对劲 他一扭头 就对上其他几个清传的死亡凝视 自我感觉良好的他 对他们露出一抹友好的笑容 热情地打招呼道 好巧 你们也来淘汰席了呀 没关系 我和你们同在 大家一起做淘汰席呀 他的话音刚落 便敏锐地察觉到对方的眼神更冷了 就在这气氛紧张这时 不知道是谁喊的一句 快看 都出来了 秘境结束了 叶翘文言也松了口气 他虽然不怕得罪人 但不代表他喜欢被群殴啊 秘境结束也就意味着 其他几个师兄们都出来了 他立马趁机溜了溜了 他朝自家师兄们的地方跑去 他的靠山们来了 他瞬间又不怕 毕竟有底气了嘛 沐仲西脸上都见了不少妖兽戏 他见到小师妹问的第一句话就是 结果出来了吗 叶翘也超兴奋地晃了晃手中的御检 告诉他们 这次长明宗第一 三百积分 月清宗第二 碧水宗第三 苗苗听后精神振奋了不少 他拍了拍柳韵的肩膀道 刺激 真的好刺激啊 你看你看 我就说吧 跟着叶翘走 我们完全可以被带飞起来 他们碧水宗还是头一次拿到第三的名字 最主要的是全程还不需要做什么 立旁的秦淮听到苗苗的话 他冷嘲热讽道 舔过了吧 好歹是丹修 现在都这么不要脸了 他都要气死了 本来成风宗才是第三 结果叶翘居然能带着一群丹修翻盘 断横刀弱弱的插话提醒大师兄 谁不想和第一组队呢 跟着叶翘走 连碧水宗都能逆袭 这种好事情怎么就落不到他们的头上 他是发自内心的羡慕啊 秦淮直接被自家人拆台 没忍住瞪了一眼这个不争气的师弟 他朝着正处于满心喜悦之情的某人喊道 叶翘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就真借水岭风骚 唯我翘姐第一 路很长 别太狂 翘姐让你不彷徨 叶翘正为他们在这次秘境中获得了第一名高兴者 再想到那一百万的奖励 此时的他乐开了花 就算突然听到有人质问自己 他依旧不在意道 那是因为他变影 这时宋寒生也开始了对他的指责 说他卑鄙无耻 身为正道的弟子却靠耍手断赢比赛 叶翘点头表示 赢了吹牛逼 输了讲道理 这是月清宗的一贯作风 他都懂的 就在这时比赛主持人大声宣布到 本次比试圆满结束 在这三轮团队赛中 常明宗分别获得了两次第一名和一次第二名的好成绩 总积分最高 主持人先略做停顿 然后再高声宣布 恭喜常明宗获得了团队赛第一 同时也感谢各位清传们 在大笔上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瞬间和美好回忆 他的话音刚落 常明宗和叶翘的粉丝们疯狂了 他们起身各种的欢呼 常明宗第一 常明宗常明宗 修真借水领风骚 唯我翘姐第一 紧接着就听到主持人请常明宗的五位清传上台 谈一谈他们的获奖感言 场内突然一静 就见所有人都目光灼灼地看向常明宗的五位清传 在全场人的注视下 正常人的正常反应是紧张 可翘姐是谁啊 就见他代表常明宗 笑容灿烂声音高昂道 感谢师父 感谢师兄 感谢敌对宗们让他成长 同时也感谢命运让大家相遇 他相信 未来大家一定会相处得很愉快 楚行之听完他的发言 第一反应就是觉得他虚伪 谁知他接下来继续说道 最后 路很长 别太狂 夜翘让你不狂煌 是说的是人话吗 他真的好欠揍啊 夜翘和热情的观众们挥手 还不忘和他们道 大家个人赛见了 他口中敌对宗门的清传们 对他的骚操作都无语了 脑中不约而同地想道 这人真是好狂啊 好欠教训啊 他们的心中也都燃起了熊熊的战役 赵长老神情复杂地打量了夜翘好几眼 最后对着这个心境宗宝道 辛苦 没想到他竟然会练丹 赵长老拍了拍他的肩膀继续道 既然他会练丹 那让血鱼带着他去挑个丹炉吧 先去夜市逛逛 看看有没有心意的丹炉 听到宗门要给自己买丹炉 夜翘立马开心地表示 谢谢赵长老 他今晚就去挑选丹炉 毕竟机不可施 事不再来 长明宗五人到了晚上 乔庄打扮一番后 就组团去逛夜市了 夜翘敢恺问贱宗 不愧是第一大宗 浮生城夜市比长明宗那边要热闹不少 他们一行五人正如常地走在夜市里 不知道被哪位眼尖的人兄发现了 发现就发现了 那位人兄还大喊道 快看 是长明宗的亲传们 他们五人顿时就见好多的人朝他们涌来 口中还喊着各种口号 穆仲熙我爱你 夜浪浪我们喜欢你 明选我爱你 长明宗长明宗 夜市里突然地骚动起来 穆仲熙见状不对 拎起小师妹就先跑了 等粉丝们跑到他们原来待的位置 发现他们早跑没影了 粉丝们都是满头的问号 偶像们去哪里了呢 怎么突然消失了呢 五人总算也领略了一夜爆红的滋味 只能说太可怕 他们觉得大家实在是太热情了 他们明明已经换了宗门服了 没想到还是被认出来 最后为了防止重现刚才的悲剧 他们觉得还是得再伪装伪装 五人一人戴了个黑色面巾 在夜市上鬼鬼祟祟地开始寻找丹炉 穆仲熙总觉得他们像是哪里来的变态出门啊 这一身打扮看着就不像是好人 以为你谁啊 能让他们针对你 没看出来他们是在平等地针对所有宗吗 常明宗一行五人自从戴上面纱后 虽然打扮得不像好人 但他们却可以放心地逛街了 薛鱼指着一个摊位和小师妹道 快看那边有丹炉 卖丹炉的摊子上没有其他客人 毕竟丹炉贵 会来买的都是有钱人 摊主看到他们眼睛都亮了 立马热情地招呼 几位小友是来买丹炉的吗 需要怎样的款式 五人里面就薛鱼是实打实地担休 他就当仁不让地问摊主 你们这里最好的丹炉是哪种 摊主一听这话 这热情又高涨了很多 看来是未有一项买的金主八百 他隆重介绍了一款金色纹路雕刻的丹炉 表示这是个上品丹炉 其价值15万上品零食 穷光蛋代表叶翘 听到15万上品零食这个数字 即使花的不是自己的零食 心也不由颤了颤 他觉得这钱幸好是宗门出的 要他花这钱 他宁愿继续用铁锅炼弹 他小声问三师兄这个丹炉怎么样 值不值这个价 鲜鱼经过一番细细打量 朝他点了点头 示意他这个价格可以买 上品丹炉品质起码是好的 15万上品零食 他们也能拿得出来 于是他们就爽快地买下了丹炉 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月清宗的院落里 宋寒生复盘了刚刚的比赛经过后 愤怒地将云雀给骂了一顿 动动你的脑子 晃一晃听听里面是不是全是谁 比赛的时候 你好端端地得罪夜翘干嘛 是你飘了还是那群剑修拿不起剑了 烦躁地看着眼前快被自己骂哭的云雀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 难道不知道现在除了问剑宗 最不能惹的就是常明宗那群剑修了 本来一手的好牌现在却因他打得稀赖 云雀听到大师兄的指责 他觉得他都快委屈死了 要不是常明宗的人故意针对他 他哪里会第一个被淘汰 他都准备签下不平等的屈辱欠管 还想他怎样啊 见云雀那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表情 把自己太当回事的模样 宋寒生暴跳如雷 怒火中烧道 你以为你谁啊 能让他们针对你 没看出来他们是在平等地针对所有宗吗 他突然想到接下来就是个人散了 夜窍又爆出了个三修的天赋 估计各宗的清传们 都在想着怎么让他第一天赶紧出去 想到这他便幸灾乐祸地笑了 平处好了心情 他与气好了不少地 让云雀画一张符给他看看 看着云雀慢吞吞的画幅速度 要知道画幅速度代表了浮休的天赋 云雀这话一笔歇一会儿 亏他还是个极品林根呢 他都没眼看了 看着就来气 他直接让云雀停笔 让对方跟他回一趟宋家 到时候去找本适合对方的功夫 希望齐在个人赛上 别再给月清宗丢人了 云雀文言用力地点头 表示他一定会努力打败夜窍的 宋寒生没有接话 而是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 心想估计那夜窍都不稀罕你他 算了 人还是要有梦想的好 还是给他点幻想的 长明宗五人买好单炉后 他特意来到夜窍面前道 个人赛分为四个道 福道 单道 剑道 气道 夜窍注意了 多修的清传不可同时参加 所以他只能选择一样 明白了吗 他竟在真心感谢非求大师兄 只因他终于能证明自己的实力了 夜窍听了师傅说的个人赛规则 特别是其中一条 多修的清传 只能选择一个赛道 他经过一番考虑 最终选择了剑道 毕竟只有剑道 他是得过长老指点系统学习过 秦范范对于小徒弟的选择表示尊重 他摸着胡子继续道 剑道前时可以去剑诸选剑 其他道的前时奖励还没放出 不过能进前时都尽量进 奖励比下山历练有用 夜窍等秦范范讲完就立马提问 师傅刚刚你说个人赛有三轮 那第一轮和第二轮是要进多少名才能晋级呢 今年各道都有一万名修士参赛 第一轮会淘汰九成的一万名参赛修士 也就是说第一轮比赛结束 只会有一千名修士晋级 第二轮继续淘汰九成的第一轮晋级的一千名修士 第二轮后就只剩一百名修士了 第三轮和前面两轮一样 依旧从剩下的一百名修士中淘汰九成的人 等比赛结束 前十名也就诞生了 第一轮比赛有一个月时间 大家一定要积极和其他修士对战 尽快把积分刷上去 叶翘一直在仔细地听师傅讲规则 他倒不是有多么的尊敬师者 他觉得只有清楚了规则后 才能更好的钻规则的漏洞 他觉得他只要卡最后几个名次晋级就好了 毕竟他只要保证第一轮晋前一千名就可以 穆仲熙听到小师妹这么一说 他眼睛顿时一亮 小师妹不愧是小师妹 脑袋就是灵光 只要把实力强的吊打一顿 那后面实力弱的修士就会失去的认输了 这样就不用累死累活的刷积分 省事多了 叶翘见四师兄瞄懂自己话的意思 突然觉得对方开窍了 两小只对视一眼 会心的笑了 秦范范不想看眼前的两个糟心玩意 他闭上眼睛 想了想这个方法的可行性 最后考虑到小徒弟的修为还是的 方法虽投机取巧 但可以一试 尤其是叶翘 他手突然指向小徒弟 声音也提高道 叶翘你要争取在一个月内将修为提升到金丹 否则后面的比赛你会很难打 师傅 他知道他是修真界的奇才 可是让他修为一个月要到金丹期 这不得不说是个艰巨的任务 师傅真的是大看他了呀 第一轮比赛经过了一个月的角逐 终于出来了第二轮1000名的参赛人员名单 当大家看到排在900名的周行云 956名的慕仲熙 还有倒数第二 999名的叶翘时 猜测他们这次是卡名次竞技的 感叹真不愧是长明宗骚操作不断 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 觉得只有像叶清涵这种强者才有底气这么做 长明宗周行云和慕仲熙的实力无庸置疑 但叶翘有什么底气去卡名次 难道不怕第二轮被淘汰吗 这时有个消息灵通的吃瓜群众爆料道 听说叶翘前几天突破惊丹了 看来有好戏看了 被大家牵挂着的某人 此刻正生无可恋的大喊着 救命啊 天要亡他呀 薛于见小师妹垂头丧气的 就关心的问他怎么了 幸灾乐祸的慕仲熙立马替小师妹回答 他最近手气太好了 抽到的对手都是些八九百名的修士 根本没办法证明他的实力 叶翘真的是欲哭无泪 他后悔啊 早知道第一轮就不摆烂了 难道这一轮他真的要从1000名开始打上去吗 想想就觉得头疼啊 大师兄也觉得小师妹确实是够惨的 再这样下去 他要不眠不休的单挑 才能进第三轮 明璇联系的摸了摸他的头 然后建议小师妹不如让大师兄来帮他抽签吧 大师兄的手气一向差 叶翘一听二师兄这话 觉得很有道理 他立马屁颠屁颠的去找大师兄了 周行云听了小师妹的请求 再看看小师妹期待的目光 他实在是不忍心拒绝小师妹 只能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表示他试试看吧 结果 他帮小师妹抽到了190号 对方叫宋刚 是个金丹初七 他正为自己一向的手气插二脑时 小师妹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小师妹与其激动的感谢他 终于抽到了个高手 他一定会好好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 让所有人知道他的实力的 他的脸皮够厚了 竟也听不下去狂热粉对他的吹跑 只因这吹得实在是太过 终于到了夜翘的比赛日 别说他自己了 就连观众们见他终于抽到了金丹七的对手 都对此次比赛也无期待 毕竟这次两人都是金丹七 应该可以能打上一回了 粉丝们一见到他出场 就立马举着自己制作的牌子高呼 夜翘夜翘 第一架到 夜翘夜翘 战无不胜 那高涨的热情真的是压都压不住啊 一旁的路人实在是受不了他粉丝们的热情 就出言提醒他们 这还没打呢 他们就把口号喊上了 万一输了怎么办 粉丝们听后瞬间不乐意了 奇怪地看了对方一眼 就像看傻子似的 心想这人没看过他们翘姐的比赛吗 他们家翘姐怎么可能会输 他们继续喊道 翘翘世界第一厉害 夜翘也听到了他的狂热粉对他的吹跑 饶食他的脸皮后 他也觉得这吹得太过 连他都听不下去 血雨上前拍拍了小师妹的肩膀 笑眯眯地打句道 快去比赛吧呀 战无不胜的第一 双方选手站到了比赛台 夜翘的粉丝们尖叫连连各种的口号 他的对手就孤零零地站在台上 连个加油打气的人也没有 幸亏对手心智坚定 人家先上前一步礼貌地开口 那时候宋刚都不带客套一下 直接拔剑触桥 他知道夜翘喜欢撒服录 那他就先发制人 不打算给对方这个机会 剑气灌满 扫向骑面门 夜翘见对方的剑朝自己次来 速度也很快 可惜遇到的对手是他 只见他毫不费劲地躲闪开对方的那一剑 自从他的修为进入金丹期后 他轻松的速度就愈发地迅速 想到这是他进入金丹后 第一次和师兄们以外的人对战 那就先试探一下对方的实力 夜翘脚下踏轻风一运 就算金丹后期想追都要费一番功夫 更别说宋刚了 见他的身影消失在原地 宋刚抿了抿唇 捕捉到他落地的位置 又是一剑快很准落下 夜翘一边跑一边 还不断地挑衅对方道 他在这呢 速度怎么这么慢 没打到他 速度不行啊太慢了 还是没打到他呀 观众们也开始了纷纷议论 夜翘躲什么呢 上啊 打呀 不要怂啊 有人立马替他解释道 他身法快自然要躲了 打不过就跑 他最喜欢这种战术 两人简单过招后 宋刚以为夜翘是想打消耗战 他也没想到一个清传 竟然沦落到要靠打消耗战的地步 忍不住开口讥讽他 还能不能和自己正面对抗 听到对方的话 夜翘神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问他确定吗 反正他也玩够了 可以满足对方的要求 他神色微脸 身影再次消失 宋刚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自己眼前消失 夜翘挥舞着他的夺损 从宋刚的背后吸取 待到宋刚再次捕捉到他的气息时 看看接住对方的一招后 他同人微缩 手臂发麻的一瞬 他才想起对方是雷琳根 只见夜翘的脸上再次浮现邪恶的笑容 在宋刚想用另一只手隔挡时 他手里的夺损骤然变成了两截 空出来的棍子顺势一击 剑气如虹 宋刚被这道突如其来的剑气 狠狠地打在胸前 他试图进行反抗 但在剑气的重击之下 连碰到对方的机会都没有 整个人身体不受控制地 被甩飞到了鄙视台外 伴随着重物落地的声音 气氛短暂凝固了下 裁判宣布宋刚被打出擂台 昏迷不醒 这一场夜翘胜 场内一片嘈杂 夜翘的粉丝再次高呼 夜浪浪 太帅了 碾压局啊 翘姐 我们永远爱你 有些观众在讨论他的武器 竟然会变形之势 不得不感叹普通人和清传一个境界下 差距也太大了 这事有人道 说起来 这些青传们都骚得很 听说越青宗的云雀也挺有想法 他拿了把悬剑 一脸挑了好几个扶修 现在已经快无敌了 夜翘听到云雀剑服双修了 心想女主还是跟原著描述的一样 去了趟宋家 得到了剑道传承 扶修比赛竟用剑来打 那就一起来钻比赛的漏洞吧 反正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人 房间里突然传出了 鸣悬悲痛的哀嚎声 不明所以的人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他这次抽签的手气 差得和大师兄有的一拼 他抽到的对手 竟然是扶剑双修的云雀 只要想到对方用弦剑打扶修 基本上已经到了 让扶修们闻风丧胆的地 他就觉得他马上要倒大霉了 薛鱼见他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立马将刚刚炼制好 螺丝粉口味的丹药地给他 然后别有用心道 一旦被禁身 剑修吊打扶修可是分分钟的事 要不你还是嗑药吧 穆仲熙身为一名剑修 他了解剑修出剑的速度 他实话实说道 那前提是二师兄也得有时间嗑药啊 二师兄刚站在台上 可能下一秒就被打飞了 明璇觉得这次是他倒了八辈子的血眉 整个人无力地趴在桌子上 哀声叹气半天后表示 要是实在打不过他就认输好了 反正论服录造诣 十个云雀也比不过他 一想到云雀现在可是双修啊 他能打得赢才有鬼 他不能想 只要一想眼泪就忍不住的流啊 想他也是少年天才扶修一名 马上就要成为别人扬名的垫脚石了 周行云问师弟师妹们 云雀能钻比赛的漏洞 那他们也能钻吧 扶修比赛用剑打 这和偷换概念没什么区别 叶俏一听要钻比赛的漏洞 立马兴奋了起来 积极地表示给他一张规则表 他先来整理一下 然后大家一起来想想 明天该怎么帮二师兄钻漏洞 薛玉文言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真的没想到 比赛的镜头竟然是钻漏洞 谁比赛的时候 没事天天琢磨着怎么钻漏洞的呀 看来都不是好人了 明璇和云雀一起站到了擂台上 两人听着裁判 说着比赛前的那些开场来 云雀听到裁判说开始两字后 连基本的招呼都没打 直接上来就是干 明璇觉得眼前这个女人有病 没有直接将她打下去 而是专挑她疼的地方刺她 周行云一行人 看着擂台上节节败退的明璇 他也不得不给出客观的评价 明璇打不过云雀 现在明璇每次都是堪堪躲过 用几张符来勉强抵挡 场地还是太小了 和剑修打 明璇没有施展的机会 就像当初宋寒生能被楚行之 和叶翘联手出局一样 近身战队扶修而言 就是被剑修单方面的吊打 叶翘看到这一幕庆幸地表示 还好她是个剑修 只因她一直觉得法师不靠 和刺客单挑的情况下 完全就是被吊打 明璇好不容易逮到一个机会 步了个四方阵 她见云雀被困住 四肢动弹不得 依旧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立马甩出迷雾符 她深知对方懂阵法 破阵速度也很快 她必须加快步攻击阵才行 还没等她不好攻击阵 云雀就已经破开了四方阵 就见她得意的一笑 然后不屑对明璇道 没用的 不用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她的结局注定只有一个 那就是输 话音刚落 她对准明璇的方向 猛地刺了下来 明璇第一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 按理说在她的迷雾服下 云雀没办法这么快找到她的位置 要不是她反应够快 后退得及时 看着自己被刺破的衣衫 她觉得云雀疯了 不想做人了 那就别怪她 索性大家一起不做人了 然后她就对台下大喊道 薛瑜 丹芦呢 台下看得很是紧张的 薛瑜突然被二师兄点名 她知道来了来了 终于还是对她的丹芦下手了 经过一群缺德的人一晚上的研究 还真被他们找到了法子破局 你们这是对丹芦的歧视 看把丹芦歧视成什么样呀 由于明璇是现场大声地 问薛瑜讨要丹芦的 听到她这话的观众们 都开始纷纷猜测起来 她要丹芦干嘛 练丹嘛 这应该对云雀无效吧 也没听说她会练丹啊 薛瑜虽心有不舍 但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把她的宝贝丹芦抛给了二师兄 江湖救急没办法呀 小小的丹芦在抛出的瞬间 就猛地开始变大了 变大的丹芦朝明璇的方向飞去 差点砸到了云雀的身上 吓得她出了一身冷汗 万一被这玩意砸中 她肯定会被砸飞受伤 明璇往变大的丹芦后面一躲 还别说这效果真好 就跟盾牌一样好用得不得了 云雀见几次进攻的招数都接连落空 就生气地让明璇把身前的丹芦弄开 明璇有了丹芦做挡箭牌 立马开始嚣张了起来 对云雀挑衅道 来打她呀 有本事继续用箭来打她 打不到吧 那嚣张的样子太欠揍了 云雀整个人被气得怒火中烧 她直接投诉道 裁判 他们作弊 裁判刚刚也是看愣住了 她一回过神来 立马指着台下的薛鱼道 常明宗的禁止帮忙作弊 听到了没有 刺头沐仲熙闻言不乐意了 她双手抱胸出声反驳 哎哎哎 什么叫帮忙作弊 只是丢个丹芦弯弯而已 怎么还上纲上线呢 叶俏紧接着也开始了她的诡辩 裁判 丹芦可是薛鱼的 薛鱼又是一名实实在在的丹凶 裁判懒得和沐仲熙那个棒锤讲道理 本来还期待地以为叶俏能说出一番什么道理来 谁知她说了那么多 裁判听后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 这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人 大声斥责道 这种行为属于外来援助 他觉得他说得够清楚了 可惜他还是低估了人家的厚颜无耻 听听这事人说的话嘛 叶俏表示见修都能用预解 丹修遇个丹芦怎么了 最重要的是丹芦又没有攻击人 薛鱼也配合地控诉裁判 这是歧视他的丹芦 裁判的话顿时被噎住了 他也不愿被人道德保驾 直接下令让其赶紧收回丹芦 不要干扰比赛 薛鱼没再提 干脆地将丹芦收了回来 这是他们一早商量好的 只需要拖延时间 给明璇点布阵时间就够了 其他的他们无需多做 明璇在心里暗自向自家的师兄妹们表示感谢 他已经准备好了 其他的都交给他就行了 他眼睛弯起 突然后撤 阵法启动 五个位置亮起浮光 攻击阵法结成 几道攻击窜了出去 打在云雀身上 离火阵布置成功 云雀这时才知道 原来他们刚刚闹那么一出 就是为了让明璇有时间布阵的 他手里凝出水流 想扑灭周围腾起的烟雾 但他凝出的水 瞬间沸腾了起来 使他全身被烫得生疼 他不得不让明璇停下攻击 身为一鸣扶修他身知 一旦阵法结成 除非是强到离谱 不然不仅破不开 反而会被困死 明璇见他疼得捧着脸蹲在地上 便一步一步地朝他走近 居高临下地和他道 云雀 这一场是他赢了 随便一画镜都能得到天道祝福 只因他是天道的亲闺女 可下一秒俘禄突然自然 看来他是要空欢喜一场 自从明璇钻漏洞 成功打败了钻漏洞的云雀后 个人赛主办方立马召开了紧急会议 最终主办方不得不针对性地修改了规则 现在禁止任何的外来物品进入俘修比赛 尤其是单卢 而且俘修前时的比赛 也要求俘修们先化俘 在比赛 只能用俘修自己化的俘禄 长明宗五人听到这个新规则 他们倒是一脸的无所谓 对于明璇的实力他们还是相信 这样就算输了 也只是说明实力不如人 倒也是心服口服的 叶翘听到这个新规则眼睛都亮了 他觉得福到比赛接下来有好戏看了 他也蛮好奇云雀的制服水平的 毕竟小说里大篇幅描绘的 都是那让人神魂颠倒的容貌 血雨打去明璇道 让前时的福修们集体参赛画福 这波操作骚啊 可谓是公开处刑啊 估计所有福修们 已经开始连夜画服锻炼水平了吧 现在明璇满脑子都是要玩了要玩了 他们明家的服录多半是防御服 平时攻击服都是直接买 那他岂不是要临时抱佛脚 还得开始练习画攻击服了 建二师兄一脸绝望悲愤的神情 叶翘拍了拍他的肩膀劝慰道 事已至此也别多想了 安了 船道桥头自然直 静谧的夜晚群星环绕着月亮 福修们却在连夜画服锻炼水平 月清宗的清传们在一起画服 云雀没有落笔画服 而是咬着伏笔想事情 主办方为何突然改规则呢 今天输给明璇这事也就算了 居然还被告知 福到比赛镜还要集体现场画服 大半夜的练画服 宋寒生本就心情不好 谁知罪魁祸首还不自知 他索性闭上眼睛都懒得看对方一眼道 你如果不用剑条服修 大家就不用晚上练习了 没想到这次竟连舔狗苏卓也忍不住出声 小师妹那样做 确实不太好 云雀听到大师兄说他 只是有点不高兴没敢反驳 但听到一项唯命是从的苏卓的指责 他就恼火了 什么规则因为他而改 这分明是针对他 他忍不住对苏卓大吼道 长明宗的布也没守规则吗 苏卓难得的说了句公道话 他们只用了一场 而且主办方也禁止了单卢进服道比赛了 宋寒生听到师弟说这样正好 可以证明小师妹的实力 他忍不住轻笑出声 说真的就云雀那个水平 用剑打服修还能遮掩一下 和其他前时的服修比 他只有丢人的份 服修比赛开始 等前时的服修们都已经到场后 伴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 服修们纷纷行动起来 第一个下笔的是宋寒生 明宣紧随其后 没有拖沓 长明宗就叶翘和谢初雪两个总行的 他们俩观察了半天 得出结论 不出意外的话 明宣应该可以得第二名 谢初雪见一只磨蹭着没有下笔的云雀 觉得他是个变数 其他的服修都差不多画完了 以至于现在乾坤未定 他也不太敢将画说太满 写符路画完还有笔是部分 旁边几个挨着云雀的服修都已经成功了 这让失败过一次的云雀更紧张了 他拼命地给自己打气 他可以的 他一定不会再失败了 然后他开始着手第二次画符路 他着急地驱动手里的伏笔 神势狠狠压下 笔终于动了 伏笔沿着符纸延伸 他小心翼翼往下画 笔之前顺利了不少 在成功的那一刻 他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就在这时 有人发现了半空中出现的异样惊喜道 天道祝福吗 难道云雀画的符路要被天道祝福了吗 叶翘也被惊到了 抬头看向半空 天道祝福吗 不得不感叹一声 云雀真不愧是天道的亲闺女 这么随随便便的一画 居然都能得到天道祝福 云雀手里符路边缘金光一闪而过 他也很是激动 觉得天道果然还是站在他这边的 他马上要一鸣惊人了 在天道祝福几乎要凝成形状的瞬间 符路突然自然 寸寸化为灰烬 还没来得及成形的祝福也溃散了 符路燃烧就属于失败了 现场安静了几秒 观看的群众一头雾水 不明白天上的异样怎么消失了呢 叶翘抬头瞥了两眼 觉得这个天道怕不是有毛病吧 看来云雀又要空欢喜一场了 难道小师叔竟是其他宗门的卧底 刻意来毒害他的 在大屏幕前观看的众人 看着云雀一脸的不可置信 他们也都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还是第一次看到 钱世民扶修画服失败的 失败很正常 谁没失败过 胜败乃兵家常事 这跟月清宗的水平有什么关系 叶翘你也失败过吧 为了给支持的月清宗强行晚尊 就找了一个风头正盛的叶翘来问 见其配合的点头承认失败过 那人不由暗松了一口气 然后和周围的人道 失败是件很正常的事 谁知那人的话刚说完 叶翘接着说了句 自己那时候用的笔都是分叉的 场外观众见状都笑疯了 看来翘姐是懂补刀的呀 那人听到他这话 只能硬着头皮找 说他那一定是画了很久了 只见翘姐笑答道 东边不亮西边亮 宋寒生啥样我啥样 宋寒生啥样啊 听到叶翘提到他 众人才又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身上 他正义比画幅画得飞快 那嗖嗖嗖的速度 把其他人看得也是惊叹连连 他的速度太快了 成功率几乎是百分百 看得大家一时间入神 场外的月清宗弟子们 一扫刚当的羞愧之色 忍不住为大师兄鼓起掌揽 这才是他们月清宗天才该有的水平 月清宗粉丝见宋寒生没有掉链子后 转头问叶翘 浪浪 听说你们宗之前被天道祝福了 是谁这么幸运啊 叶翘直接拿出了那张被天道祝福过的符录 他大方地承认那个幸运儿就是自己 当时他一笔成符 没想到成功后 天道祝福就落符录上了 据说被天道祝福过的符是挺值钱的 他就一直没舍用 他大方地给众人展示那张符 周围的人听到原来是浪浪得到了天道祝福 他们转念一想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浪漫是谁啊 那可是屡创奇迹的人了 他们有的想看 有的想买 一时间好不热闹 本想在个人赛大出风头的云雀 见众人的目光都追随着叶翘 他的整个心态都崩了 为什么又是这样 刚刚天道不给他祝福 现在风头又被叶翘抢尽了 宋寒生从他身边路过 察觉到他气息混乱 考虑到同出一门 忍不住好心提醒他 冷静点 小心走火入魔 目中西见这边比赛都结束了 小师妹还在这里和人闲聊 他一把抓住小师妹的手 直接拉着他就走 一边走一边和小师妹道 轮到剑修赛道前世明抽签了 赶紧走 叶翘经过四师兄提醒 才想到自己差点忘记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个小时后后 抽签结束 叶翘看着手中的对手名字无语了 他整个人都粘了 要不要这么刺激啊 他才刚进金丹期啊 第一个要对战的就是原因期的叶青涵 这也太看得起他了吧 钢铁直男木重西 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小师妹 想了很久就憋出了几个字 女人就是要坚强 明璇一进门就关心地问小师妹 抽签结果怎么样啊 想到之前他那逆天的好运气 觉得这次对手实力 也应该是和他旗鼓相当的 谁知听到四师弟说 小师妹的对手竟是叶青涵 他觉得既然是已至此 那大家还是洗洗睡吧 这不是结局已定 小师妹必输无疑吗 叶翘文言就不高兴了 他觉得大家就不能对他有点信心吗 好歹他也是个天才啊 明璇善善地表示 主要是那是叶青涵 但凡换个人 他都敢说自家小师妹没问题 就在这时候 谢叔雪端了一碗东西进来了 他笑眯眯道 各位亲爱的师侄们 小师叔来犒劳大家了 快来尝尝小师叔辛苦熬制的爱心鸡汤 长明宗五位清传 除了叶翘没搞懂状况外 还呆愣在原地 其他四人健壮立马纷纷后退 目中西觉得算了 还是牺牲小师妹一人 保全其他人吧 他连忙表示 小师叔还是奖励叶翘吧 奖励他一个人就够了 他的比赛比较靠前 谢叔雪想想也是 而且叶翘又离自己最近 他就直接问叶翘喝他炖的爱心鸡汤 叶翘被强行灌了一口汤下去 他顿时就明白了师兄们为何都往后撤 这汤实在是太太太难喝了 是个正常人也煮不出这汤来啊 他发现说难喝什么的都是抬剧小师叔了 这上可毁掉厨房 下可毒死天王的厨艺 让他整个人都难受得狂吐不止 难道小师叔竟是其他宗门的卧毒 特意来毒害他的 他竟然也有领域 这场对决引来了无数人关注的目光 一个向来是清传中的翘楚 一个是刚刚斩露头角的黑马 一个修为刚突破了元英七 一个修为刚突破了金丹七 观众们虽然觉得这场是叶翘被碾压的局 可是他创造的奇迹太多了 不免对他还是抱有一丝期待 希望他再创奇迹 两个当事人在擂台上 客气地相互建立 叶青涵一直是个干净利落的武力派 寒暄过后他就抽出宝剑 不客气地直接一个大招朝叶翘批来 他知道对手是个诡计多端的人 那他就直接用实力告诉对方 在真正的力量面前 其他的一切都是雕虫小技不值一体 叶翘可是属泥丘的 整个人滑不溜丘的到处窜 见人家来势汹汹的样子 他又不傻 才不会正面和人家去钢 他可是三修啊 他可是会布阵的 他一边躲避对方的攻击 一边给对方布阵 叶青涵找叶翘的位置倒是轻松 但刚找到位置 一不留神下一秒就会陷入困阵 这使得他不得不小心翼翼 直接一个换阵扔给对方 这招他可是跟着小师叔学的 当年小师叔训练他的时候 就是这么损的 破阵对扶修来讲 只需要浪费点时间就好了 但对剑修这种武力派选手 就极其考验智商了 恰好叶青涵就是懒得动脑子的一类 看着眼前乱七八糟的扶阵 他醋了醋眉 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就选择了一件破阵 这么做对他而言 消耗其实也很大 极其浪费灵气 观众感叹叶翘就是牛啊 骚操作不断了 叶青涵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 他见叶翘游刃有余地和自己对战着 他决定使用自己的底牌 直到他修为提升到原音七后 他才悟出的领域空间 当他的领域展开时 叶翘突然觉得人骤然一清 眼前发生变化 周围环境全部禁数被封闭 而对于观战的人而言 就只看到两人凭空消失了 董行的谢出雪告诉一旁的沐仲西 那是领域 叶青涵悟性真的很高 才原音七领域救出来 每个人的领域都不同 叶青涵的领域以冰封为主 看来小翘这次悬浪 进入了人家的领域里 人家就是领域中的王 可以制定各种规则限制小翘的 在叶青涵的领域中 叶翘觉得刺骨的冷 他整个人被定在了原地 动弹不得 他剑状立马先给自己贴了一张防御符 然后召唤出肯德基 让他对着自己喷咕 紧接着就见烈火燎原在领域当中窜开 被肯德基考过后 他终于觉得身上暖和了些 至少整个人可以动 他如今的神势很是强大 感应叶青涵的位置倒是固难 难得是躲开对方的剑 他清晰地看到了 对方朝他袭来的那一剑 可是他的修为太低了 完全躲不过去 只能硬生生地瘦了那剑 憋屈啊 实在是太憋屈了 剑气击中他腹部 他瞬间感觉到了尖锐的疼痛 下一秒疼到了麻木 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 他没去擦嘴角边的血迹 直接先往嘴里灌丹药 等疼痛稍微缓解了下 他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精神奕奕地看向叶青涵 问领域时间要到了吧 你的绝招结束了吧 那就轮到他了 随后就见漆黑色领域 在叶青涵脚底下蔓延 像是有无数只手伸出针线孔后 将人往地下拖拽 他心猛地一跳 不敢置信地问他竟然也有领域 叶翘也不卖关子 恭喜他答对了 他现在觉得自己运气真不错 前几天和师兄们做任务 最新研制出的俘虏都干不掉对方 观众都懵了 叶青涵有领域他们还能接受 毕竟人家一向优秀修为 还到了原因期 叶翘只是个金丹啊 他凭啥也有领域 真的是不让人活了呀 人比人气死人了 正被人羡慕极度恨的某人 在他的领域中对叶青涵道 欢迎来到他的领域 在他的领域中 所有的动作都会被放慢 也就是说 相对而言他变得更快了 话音刚落 他就带上夺笋 朝叶青涵飞快地靠近 他直接把夺笋当棍石 直接重重地朝对方面门打去 叶青涵意识到在这个领域中 他虽然实力不变 但行动上却受到了极其大的限制 他不得不用手臂应接了一棍 绝大数的剑修本就是好战分子 叶青涵更是其中翘楚 更何况他又被打了一棍 手臂上的疼痛更刺激得他战意盎然 他没有废话 直接提着剑 用更快的速度刺向叶翘 没想到竟被对方轻松地避开了 叶翘这边一口气还没松下来 突然感到腹部一阵脚痛 他脸色发白 暗想糟了 肚子好痛啊 他忍不住忧愿地看向泄出血的位置 罪魁祸首应该就是小师叔 昨天那碗爱心鸡汤 肚子疼得愈发剧烈 他知道这比赛只能速战速决了 这一刻他彻底发狠了 没有趁机躲闪 而是踩在叶青涵的剑肩上 用力朝他胸口猛的一提 嘴里还说着尝尝他的无影脚 要不是叶青涵战斗意识强烈 躲逼得及时 看看地面上裂开的缝隙 叶青涵不禁害怕起来 如果他没躲开 这一脚下去不死也惨 好凶残 叶翘怎么突然跟疯狗一样了 他也不想这样 可是肚子太疼了 他咬着牙把能用的招式全部用了出来 他现在只想快点结束比赛 领域也是有时间限制的 观众们再次看到他们时 都好奇他们刚刚在领域里发生了什么 随着叶翘的领域散去 叶青涵发现身上的稚固消失了 行动也不再被限制 他终于恢复自如了 紧接着他就使用了万剑绝 然后就剑无数的剑朝叶翘袖袭去 在同一时间 叶翘手上拿出一大板符露 他把手中的符露朝叶青涵的方向砸去 符露形成一道防线 和剑碰撞间相互抵消 有人一脸震惊的大喊 叶翘用的是他们叶青宗的符露 一旁董行的人文言立马纠正的 不对 他那个符露不完全是叶青宗的 还柔和了长明宗的 谢初雪笑着表示 这个小失职真的是离经叛道了 但天赋确实是高 就是不知道祖师爷 会不会在梦中劈死这个不孝子弟 不过 自己就喜欢他这种的 叶青涵没想到他这么难缠 不得不承认低估他 但他的灵气快耗尽了 叶翘露出抹灿烂的笑容 坦然地承认这个事实 他也没办法呀 能磕得要全磕没了 和叶青涵打确实是困难极了 尤其是现在他肚子还疼 叶青涵已经是胜券在握 他冷淡提醒 还有什么本事 可以都用出来了 这是他给予对方最后的尊重 却见叶翘打出来的金色咒印道 别急 你爹这不是来了吗 金色咒印在他手里翻转 猛地放大 在掺金色咒印放大的一瞬间 叶青涵同仁剧烈猛缩 他竟感受到了威胁 还不等他有所反应 就见叶翘急步地后撤 然后就听他嘴里说道 不财 只有一个咒印了 但却可诈原因 下一秒 整个擂台就炸开了 他的灵根竞那么的牛 云雀前世事件修榜第一的 金生没换上他的灵根 就沦落成扶修榜倒数第一了 巨大的爆炸声后 整个比赛场再次陷入一片寂静之中 偌大的比赛台成功地被移为平地 尘土到处飞扬 直到尘土散去 当观众们看到了狼狈地躺在地上 不断咳嗽的叶青涵 捂着肚子勉强站起身的叶翘 大伙瞬间不淡定了 他们再次见证了奇迹的诞生 虽然叶翘这局比赛没有赢 但金丹能和原因站成平手 也已经很了不起了 观众们见他捂着肚子 就要匆匆忙忙地离场 八卦的人见状就好奇地大声问他 对这结果有什么想说的吗 此时的叶翘真的快憋不住了 他不耐烦地回答那人 他要去厕所 现在谁再敢阻碍他去厕所 那就是他的生死大敌 他绝不轻饶了对方 明璇见小师妹那个样子 他瞬间就猜到了原委 一定都是身边这个 不靠谱的小师叔惹的货 绝对是昨晚那趟的问题 万幸自己没有喝 躲过了一截 经过半个月的比赛 人们看着榜上的排名 都觉得这届大笔真的是很精彩 长明宗的穆仲熙 这一路战无不胜 刚打赢了秦淮 现在已经是剑修榜的第一了 叶青涵因为之前 和叶翘那场比赛是平局 现在积分排名位列第二 福道决赛的结果也出来了 第一名无庸置疑是宋寒生 明璇位居第二名 叶翘看着福道排名榜上 最后一名写着云雀两字 他沉默了 他记得在原著中 云雀应该是剑修榜第一的 现在怎么就沦落成福修榜倒数第一名了 难道是因为他没能得到自己的灵根 天赋受到了影响 他想得太过入神了 就没发现有人在靠近 直到秦淮来到他身后道 自己刚抽签抽到了他 等会他们两人就可以打一场 他文言便立马表示 他准备直接认输 开什么玩笑 他才不想和秦淮这样的狠人交手 打人都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何必呢 秦淮听他这么说顿时就不爽了 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他肯定是瞧不起自己 才不愿和自己打的 沐仲西出生给小师妹打圆场道 秦淮兄冷静冷静 他是瞧得起你才直接认输的 叶翘心想既然不管怎么 自己的排名都稳在第三了 那还打啥打 是饱了撑着没事干了 明璇和血雨此刻都很开心 因为今天就要公布大笔的最终结果 大赛主持人情绪饱满到 经历了整整四个月的比赛 中门大笔即将结束 相信大家对最终的结果 也都有了预判 个人赛积分排名 加上团队赛积分 此次大笔的第一名就是长明宗 让我们一起来恭喜长明宗 夺得大笔的第一名 观众们瞬间激动了 纷纷欢呼出声 长明宗第一 叶浪浪 太秀了 我爱你 明璇恭喜你 长明宗的长老们也都喜极而泣 他们终于扬眉吐气一回了 他们赢了 他们是第一名了 这些年他们实在是太憋屈了 大赛主持人继续宣布道 扶修前时可入月清宗境地挑选服输 单修前时可以去碧水宗随意选斋灵职 细修前时则可以在成风宗挑选炼气材料 而剑修的前十名 可以进入问剑宗的剑窟三日 只要在这期间被剑窟中的灵剑选中 就可以带走灵剑 但如果没有被灵剑认主 那就不能怪问剑宗吝啬 叶翘想起在原著中 男主叶青涵在剑窟中得到了断水剑 女主云雀得到了落水剑 但现在云雀参加了福道 进不了剑窟 那这次落水剑会花落谁家呢 他竟只要一个老婆 那么的专一 只因面对灵剑们不矜持的倒追 他果断地跑路拒绝 剑道比赛结束后 钱世明的奖励是 得到一次进入问剑宗剑窟的机会 至于能得到什么 全凭个人机缘 叶翘给大师兄和四师兄一人一张聚灵符 因为他听说剑窟里灵气充裕 现在看上去像棍子 但本质上也是剑 本质有便宜不占就是王八蛋的信条 他们师兄妹三人抱着参观长剑室的心态 顺便抓紧时间多吸收点灵气 和其他人一起进入了剑窟 问剑宗的掌门看着这代剑道的天之骄子 一个个排队进入了剑窟 带到十人都进入道理念 问剑宗沉济百年的剑窟正式开启 他忍不住南南低语道 断水剑 金红剑 寒霜剑 不知道这些赫赫有名的灵剑会选谁为剑主呢 剑窟再次开启 所有的灵剑都在等待有缘人 他们感应到了这次来的人中 竟然有两个天生剑骨 还有一个天灵根 他们都太激动了 这次来了三个核心意的 叶翘觉得那些剑有点不对劲 怎么都是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 没有半点身为灵剑的高傲和自觉 和他想象中需要剑修们 费尽千方万苦的寻找一点也不一样 沐仲西一副很懂的样子向小师妹解释 这些灵剑就像是多年守寡的寡妇 看到一群鲜活的男人 激动也很正常的 理解一下吗 楚行之转回头问大师兄 前面有两条岔路 他们要走哪边 然后他用手指了指右边的方向 等大师兄做最后的决定 叶青涵觉得去右边可以 就点头同意了 叶翘本也不想和他们同路 于是师兄妹三人就选择了去左边 他记得原著当中写道 叶青涵的断水剑就在右边 而左边也有不少的好剑 只能说每条路所遇到的剑都各有不同 三人越往里面走 剑窟里面的灵剑等级变越高 有些甚至生了灵质 在感应到木虫稀有本命剑后 他们剑身都颤了颤 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天生剑 竟然英年早婚 这些灵剑在剑窟中 有些甚至等待了上千年 早就有些饥不择食了 更何况进来的一个是天生剑 就算人已经有了本命剑 他们也要认对方为主 还有一个居然是万年难得一剑的天灵根 这次来的竟然全都是天才 这么好的机会 灵剑们怎么愿意放弃 然后惊悚的一幕发生了 灵剑们一点也不矜持 开始了他们的倒追之路 师兄妹两人都惊呆了 看着剑窟里弥漫着无数的剑影 朝着两人的方向追来 两人拔腿就跑 木仲熙一边跑一边大喊道 他已经有本命剑了 他只要朝夕见这一个老婆 别再追他了 叶翘大声质问灵剑们 他可什么都不是 追他做什么呀 见灵剑们还是狂追着他们不放 叶翘提议他们两人还是分开跑吧 然后他就让一旁的大师兄 顾好似师兄 他有法子甩开这些剑 他准备转移火力 开玩笑论对剑的诱惑力 谁能比得过叶青涵呢 人家天赋其高 且又没有本命剑 木仲熙剑小师妹说完这句话 就朝着问剑踪走的那条路跑去 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猛然发现灵剑们也分为两波 一波去追小师妹 一波还在追着他 他实在是太难了 天赋高也成了原罪了嘛 谁来救救他呀 余光瞥见气定神闲站在一旁的大师兄 他便喊道快来救命啊大师兄 他一边飞快地跑着 一边将小师妹给的聚灵符 贴到朝西剑上 因为忙着逃跑 他也没留意到腰间的灵气 像是漩涡一样 源源不断地汇入箭中 等他注意到不对劲的时候 一个陌生的少年突兀地出现在他面前 竟然还不穿鞋子 光着双脚 木仲熙差点没杀住脚 便不客气地问对方 靠 你谁啊 长得竟然这么帅 不可饶恕啊 周行云好心地给四师弟解惑 那是他的老婆 朝西剑吸收了大量的灵气化形啊 看来小师妹的这个俯禄 效果很不错嘛 木仲熙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伙 不会吧 这伙是他的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朝西剑的这个剑灵 怎么说呢 性格和木仲熙如出一辙的欢托 甚至还有点重二病 正东张希望寻找叶翘 木仲熙一言难尽地看着这个剑灵 听到对方竟称呼叶翘为师妹 他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宣示主权告诉剑灵 叶翘可是他的师妹 虽然朝西剑的剑主是木仲熙 但剑灵却更喜欢叶翘一点 当初他就尤为喜欢被叶翘摸 现在拖他的俯禄化形 他就更喜欢叶翘了 木仲熙看着眼前的剑灵 内心是崩溃的 他理解每个剑灵的性格都不同 但为何他的这个是细精啊 周行云也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看来以后他将永无宁日了 老婆一个不嫌多 五个不嫌少 说好的唯一呢 他竟是渣女啊 周行云和木仲熙师兄弟两人 都被朝夕剑剑灵朝的一个头两个大 他们决定去找小师妹会合 被师兄们惦念的叶翘 此时正带领着飞剑大军朝叶青涵跑去 当他终于看到叶青涵的身影时 那叫一个激动啊 热情地和对方打着招呼 不知道的人见状定会以为两人关系好 不得了 叶青涵看到他那过分灿烂的笑容直觉不妙 还没等拒绝的话说出口 就发现腰上已经被他用捆腰绳拴住 就知道遇见他总没好事 还没来得及说他两句 就听到他小嘴巴巴的 开始抱怨起问剑宗兰 怪他们把零剑看得太紧了 但凡早一点让他们出来 也不至于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叶青涵见了一眼后面 即将要追上他们的零剑大军 见他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忘满嘴跑火车 让他闭嘴后 就带上他往剑窟内部跑去 两人奋力地跑了半个小时后 终于来到了剑窟内部 叶青涵取出一颗叶明珠来照明 他知道叶翘已经有本命剑 两人就不会是竞争对手了 他也没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 警惕对方了 叶翘听他语气笃定地说 外面的剑不会追进来的 而这里面的剑级别比较高 都是有骨气的 不会追着人跑的 就指着身后的剑不解问 那他是怎么回事 他可是从外面一路跟到了这里的 他是一把彻彻底底的零剑 剑气逼人 像是纤细的折柳 灵动多变 他的话音刚落 那把剑就直接飞到了他的手上 他看着手中的那把飞剑欠一刀 真的不好意思 他已经有本命剑了 心想夺损长得虽然不咋地 但总为是他的大宝贝 他可不能剑一丝千了 谁知手中的飞剑这事竟然开口了 让叶翘选他 跟他契约 把黑不溜秋的夺损丢掉 他叫飞仙 是零剑之手 比那黑棍子厉害多了 叶翘剑那飞仙剑竟然会说话 就眼冒金光地看着手中的零剑 他的心静可耻的心动 虽说再次契约其他零剑有点对不起夺损 但这不是人家主动送上门来了吗 叶青涵剑他那样子 还是好心地提醒他考虑清楚 飞仙剑是一把很极端的剑 以前有人靠着他成为了剑道第一 但这把剑很奇怪 欲强则强 欲弱则弱 很不稳定 叶翘文言诚恳地对叶青涵道了一声谢 欲强则强 不错 还是一把挺叛逆的剑 怎么越发喜欢他了呢 估计这和他不按常理出牌的性子有关吧 这种问题不亚于有了大宝以后 又来了个二宝 他需要先和大宝商量一下生二胎的问题 他就开门剑山道 夺损永远是他的大宝贝 但他现在还想契约个二宝 可以吗 他的行为看似很民主 看似很尊重他的大宝贝 但他有考虑过他的大宝 根本就不会说话 听到天灵根竟然同意契约飞仙剑 寒霜 惊鸿和略影三把最顶端的灵剑立马不淡定 开玩笑在灵剑界也是有鄙视链的 剑属于最次一列的飞仙剑都被选中 他们顾不得矜持与骄傲 纷纷表示也要跟着天灵根 叶翘剑他们都围绕着自己 发现太受欢迎也很令人烦恼啊 真是甜蜜的负担啊 叶青函想看看他怎么办 这么多灵剑同时则主 选择谁都够头疼的 哪成想他竟然说 既然都这么喜欢他 那就都过来吧 小孩子才做选择 他当然是选择都要 谁知下一秒 夺损突然冲了出来 拍飞了他手中的飞仙剑 大声吼道滚开 在叶翘的震惊中 夺损剑林飘渺的身影 逐渐凝视在半空 他的夺损竟然就这么化形了 剑林在黑色雾气当中化形 眼睛缓缓睁开 看模样竟然是个少年 大概是刚苏醒 剑林的身影还很飘渺 仿佛下一秒就会被吹散他 剑林看到这么多剑过来 抢自己的剑主不屑道 一群连自己模样都无法维持的废物 竟也妄想和他来抢人 说话间口吻傲慢 嘲讽效果一瞬间拉满 然后他就来到叶翘面前 绅士的自我介绍 他叫不剑军 以后请多多指教 叶翘惊叹他的变脸速度 暴躁到游里只需一秒 赶来找叶翘的朝夕剑林 见到那么多的剑 激动坏了 连声感叹好多剑了 沐仲西抬头愣愣望着半空中的剑林 被这一幕惊呆了 他记得剑林都是跟着主人的性别化形的呀 怎么小师妹的剑林是个男的呀 朝夕朝不剑军靠近 热情的像是舔狗一样 赞美的话不要钱的说着 你真好看啊 但这话说的还挺能入耳的 他睁开了眼瞥了对方一下 然后道 你和那些废物一个样 朝夕就喜欢长得好看的 他一点也不在意不剑军的冷淡 依旧热情扬异倒 他很强的 看他们俩都是贱人 是一样的贱人哦 叶翘靠近四师兄道 你这剑林也太不正经了吧 他年纪轻轻喜当妈 竟还告诉大宝 他即将会多几个弟弟妹妹 不剑军见叶翘的目光 一直黏在那四把废物身上 他不再理会一旁锅躁的朝夕 不剑军幼小的心灵 但转念一想魅力太大 也不是他的错 小心翼翼的试探着告诉不剑军 他即将会多几个弟弟妹妹 不剑军立马细经上身 眼泪是说掉就掉 哀怨十足的反问 既然都已经有他了 为何还要有其他的剑 难道是他不够好吗 还记得当初的约定吗 那可不是这样的呀 听他一通抱怨下来 叶翘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挺渣的 他把不剑军搂入怀中 摸了摸他的头安抚道 好了别气了 就收这四把剑 保证就这四把 他觉得夺损这次气得不轻 看来他要好好哄哄 哎 没想到年少有为的他 竟有了喜当妈的错觉 不剑军没想到 这次的剑主这么好拿捏 他正暗自开心地 在叶翘怀中满足地蹭蹭 他猛地睁开双眼 不懈地瞥了飞仙寒霜惊鸿和掠影一下 对他们无声地说了废物两个字 飞仙见他那个样子 整个剑都要气爆了 但他劝自己一定要冷静 一切等他话行了再说 今日这是他记下了 待他有能力那一天 定要让该死的不剑军跪地求饶 叶翘觉得已经和夺损沟通好 就拿出储物带把飞仙 寒霜 惊鸿和略影四把零剑 一起装了进去 当一行人准备离开时 心情愉悦的叶翘无意间看到 在一旁喃喃低语的祝优 看来水灵根还是更合适 修丹道或者浮道这些柔和的道 叶翘见状不由好奇地问他 还没找到契约的剑吗 他是不是水系灵根呢 朱优自爱自怜道 事实证明剑道并不适合他 灵剑们对他都绕道而行 但却直接对他的师兄们青睐有加 真可谓是汗得汗死 落得落死 连半点证明的机会都不给他 叶翘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他 记起来他也是水灵根 那不适合云雀一个样吗 既然落水剑当初会选云雀 朱优也是极品水灵根 说不定这次就选朱优了 就算落水剑不肯选 自己这边剑多势众 有的是法子让他妥协 有了主意的叶翘 就起了逗弄祝优的心思 告诉他如果愿意尊称自己一句第一的话 就带他去契约一把合十他的剑 谁知祝优毫不犹豫遇到 尊贵的第一 请带他去拿剑吧 祝优说得毫无心理负担 他觉得虽然个人赛第一不是叶翘 但修真界都已经默认其为大比第一了 本不过是一句玩笑话 叶翘就等着他拒绝了 有些意外他竟然真的称呼自己第一了 叶翘也不是墨迹的人 掀起他的手就带他去找落水剑威逼利诱 时间飞逝 三天转眼就过去了 十人依次从剑窟中出来了 问剑宗宗主剑叶青寒和楚行之 分别契约了断水剑和寸雪剑 夸了他们一生干得好 这倒和他原本猜测的八九不离十 让他感到惊讶的是落水剑 竟然和祝优契约了 要知道落水性格可是很高傲的呀 真没想到啊 他还没来得及感叹出声 就惊恐地发现叶翘手中抱着四把零剑 他觉得一定是他老眼昏花了看错 怎么可能是那四把零剑 他闭了闭眼再定睛一看 竟然真的是飞仙 寒霜 惊鸿和掠影 他看着四把零剑痛心疾首道 你们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他见现在这么多宝贝 都要跟着长明宗的夜窍子 他宁愿舍下脸皮 被其他宗嘲笑一番 也要强行要回来几把零剑 突然传来了楚行之 炸炸呼呼的声音 落水和断水不是情侣剑吗 大师兄小妹你们怎么想的呀 好端端一对情侣剑 被他们问剑宗的师兄妹给拿了 搞毛线了 祝又不知道这事 他摸了摸落水道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 本来是没剑选他的 他是跟着夜窍 才蹭到了这把落水剑的 问剑宗宗主闻言就纠结了 夜窍帮的 人家都帮他们宗的清传拿了剑了 还能怎么办 再去问人家要回剑 那他们问剑宗不就等同于恩将仇报了吗 长明宗的宗主秦范范 看到跟在沐仲熙和夜窍身后的两个剑里 他指了指朝夕和不见军 眼睛都笑眯成了一条缝 这次宗门大笔 他们宗真的是出尽了风头啊 他摸了摸胡子笑着道 不错不错 既然大笔已经结束了 你们都回去收拾收拾吧 明天启程回肠明宗 薛宇和明璇都拿到奖励了 已经在休息了 剑小师妹一行三人终于回来了 早在休息处等待的明璇 露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 向来稳重的薛宇 看着怀中那一大袋子的零食 也不由笑开了花 原来刚才他和明璇两人去赌场 把大家赢了的零食都拿了回来 就是他怀中的这一大包 当看到那闪闪发光的零食 叶翘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大笔中的那些累算什么呀 他都甘之如頤啊 看着这么多的零食 他顿时有一种一夜暴富的感觉 既然大家都发财了 大笔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那今晚就必须吃顿好的 庆祝一下 一听到吃好的 沐仲熙就激动了 连忙来问小师妹有什么好的想法没 叶翘表示那当然还是一起吃烧烤 好吃又热闹 其他四人对视一眼 觉得小师妹这个主意不错 他们五个人说干就干 没一会他们就围坐在一起 吃上了烤串 他们师兄妹吃得正欢 谁知问见宗的青传们不请自泪 脸皮巴掌后的楚行之 居然还想要来蹭饭 叶翘直接送了他一个滚子 他自己还不够吃呢 这时乘风中的断横刀 来到他的身边笑着道 大家都是朋友 吃点烤串怎么着了 别那么小气嘛 你们都是大笔第一了 请客也正常的吗 楚行之听断横刀这么说了 他没脸没皮地接话道 你们烤得好香啊 碧水宗的苗苗也抱着一坛子的灵酒开口 他说这是用宗里的灵芝泡出来 多喝点有养神的效果 然后他特意压低声音道 他可是趁着柳云师兄不注意偷拿出来的 柳云双手还凶无奈地看着小师妹耍宝 出声提醒他别以为自己听不到 沐仲熙不客气地倒了一杯灵酒 举起酒杯高声道 既然今天有酒有肉 那他就先干为敬了 高涨的气氛就此点燃 长明宗五人率先干杯开喝 长明宗 问剑宗 成宗宗还有碧水宗 四个宗的青传们 历经半个小时的推杯换盏 终于一个个都有了醉饮 喝醉的叶翘不吵也不闹 只想安静地睡觉 楚行之笑眯眯地来到他面前 觉得现在是占他便宜的好时机 嘴欠地问他是否还记得自己是他的爹 沐仲熙听到这话 上去就给了楚行之一脚 把他踹开后吼道 滚犊子 静胆来占自家小师妹的便宜 是不是脾痒了 沈子薇也偷偷地来到了叶翘的身边 不怀好意地问他 是否还记得欠自己一百万零食的这件事情 薛宇不客气地用手中的酒碗 一把推开了他凑近的脸 不满地指责对方都那么有钱了 为什么还想来骗自家小师妹的钱 小师妹的艰难谁懂啊 小师妹不容易啊 叶翘努力地睁开眼睛 他只是想安静地睡一会而已 怎么这么难 他只是醉了又不是傻了 真是的 一个个来他面前作妖 秦怀一手揽着叶清涵 一手揽着薛鱼提议 不如大家来玩剪刀势透布的游戏 谁赢了可以指定一个人脱衣服 沐仲熙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 他第一个举手支持 表示他要参加 叶翘看着他们一群人玩得那么高兴 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也挺不错的 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过 昨天大家分完了一夜 第二天宗主剑都日晒三单了 五个小兔崽子还在呼呼大睡 不得不提醒他们快起床 他们要回宗了 周行云五人听到师父的大吼 都打了一个激烈 立马起床不敢耽搁 师父还好只是声音大点 万一换了小师叔来 那画面不敢想象啊 五人快速地穿戴整齐来到师父的面前 一行人朝长民宗出发 叶翘决定以后他还要跟师兄们一起摆烂 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叶翘他们一行人开开心心地回到了宗门 宗主秦范范这次很是大访 给了他们五人一个假期 除了沐仲熙和叶翘留在了宗里 其他三个则是回了各自的家族 谁知明璇和血雨只在家里待了两天 便火速回踪了 原来自打他们回家后 家族里的老头就像吃了兴奋祭式的 天天督促他们努力上进 希望他们日后好回来回报家族的培养 他们觉得再在家里待下去 他们会被逼疯的 想他们好歹也是少年英才 还有大把的好日子等着他们 可不能被老头们祸祸 明璇向小师妹倒着苦水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来 这次他从月清宗带回来不少的服输 虽然他不喜欢月清宗 但他们的服输确实多 甚至还有几本是孤本 他决定把新得到的服输 分享给小师妹 说不定两人还能研究出什么新的服录 想想就期待 摆烂两天的夜窍眼睛一亮 发现自家二师兄的这提议也不错 这两天他除了吃就是睡 偶尔动动脑子画画服 再去集市里售卖也不错 毕竟钱越多越好 他手里有一搭没一搭地 翻着二师兄带回来的服输 和师兄们倒 在问剑宗那里 他隐隐感应到了魔器 他问师兄们是否还记得 之前碰到的那个魔族长老 对方至今还下落不明 还有那个和云雀暧昧的魔族 在魔族的地位也不低 可惜当初没抓到他 他总感觉那个魔族 肯定是另有图谋的 剑小师妹眉头紧锁 明玄提议大家出去逛逛嘛 反正他们现在都有钱了 有钱了就该去购物消费 一花钱夜窍才发现 钱还是不够用 伏笔和符纸的钱他可以省了 但肯德基还有五把剑 都需要他赚钱养活 修真界的物价又高得离谱 他的零食还没五热乎就这么美啊 他们刚回宗门就得知宗主召唤 秦范范见他们来了也不磨叽 神色凝重地开口道 收拾一下八大家那边出事 而且牵扯进去的清传很多 你们大师兄周行云 问见宗的叶清涵 还有叶清宗的宋寒生 现在都被留了下来 一听被留下的清传们 都是出生于八大家的 叶翘抬眼看向师父问 这是和魔族有关 秦范范点了点头 要不然也不会扣留下这么多的清传 一行人在前往八大家的路上 大致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原委 原来大致结束后 八大家在三天不到的时间里 有嫡系子四陆陆续续失踪 巧的是那段时间 刚好是个宗清传们回家的日子 虽然明璇和血于回宗的早躲过了一劫 但他们的嫌疑也还没洗干净 八大家的高层们怀疑清传中混进来了叛徒 秦范范此行就是去谈判的 不管魔不魔族 先把他家大弟子捞出来再说 他们来得较晚一些 月清宗宗主见他们来了 目光放到叶翘三人身上问他们 听宋寒生说 你们四个一起撞破过云雀和魔族思通 虽说思通这个词用的不那么准确 但叶翘还是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顺道给了宋寒生一个赞赏的眼神 知道他嘴 没想到用词都这么心了 明璇立马接话道 在他和魔族思通时 我们恰好看到 就代表正义打断了他俩 照此推测魔族应该是他带进来的 那凭什么要关我师兄 目仲西看向云雀给力的补刀 他和魔族的牵扯 还要我们说的更详细点吗 叶翘想到在原书中 云雀从小就是个万人迷 什么魔族 妖族之类的都被他迷住 但这对正道们而言 不亚于是叛变 云恒不想自己的宗门有污点 他表示叶翘这几人都和云雀有过节 他们的话不可信 叶翘可不惯着他 立马出声反驳 那宋寒生总不能和他也有过节了吧 云恒闻言瞬间坐不住了 宋寒生可是他们月经宗的首席弟子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宋寒生承认与否 惨的都是他们月经宗 怎么看都是死局啊 云恒还在纠结时 就听宋寒生道 他确实也看到 他们四个当时都在场 但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拿出来 可能需要大家去调查 他也愿意配合大家的调查 宋寒生觉得他都快被云雀烦透了 一而再再而三 已经不是三了 四五六都有了 他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次不把云雀从月经宗清传的队伍踢出 他就不信送 月经寒能成为问贱宗的首席弟子 说明他的智商肯定是在线的 他虽然想不明白 云雀为何会和魔族私通 但这并不妨碍他表明 愿意被关押配合调查的立场 月经宗宗主云恒 见他们一个两个都说着愿意配合调查 就知道云雀这次的下场不会好 他叹了一口气 深知这个小徒弟他是保不下来 对这个小徒弟他也算是彻底失望的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蠢事了 上次念在对方年幼 且说是年幼吧 也已经十七岁了 这次竟敢与魔族勾结在一起了 看来这种孽徒 还是早点逐出师门的好 省得到时候拖累师门 他目光复杂地看向夜窍 悔不当初啊 他竟为了眼前云雀这个不省心的玩意 失去了一个绝世天才徒弟 现在修真界不知有多少人在暗自笑话他 周行云也不傻 在师弟师妹们关心的目光下 终于开了尊口 表示他也愿意配合调查 问见宗宗主见他们三人 都愿意配合调查 他对此很是满意道 希望你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没做出过任何对不起宗门的事情 当云雀听到问见宗宗主说 尽敢放魔族尽大笔 不管是谁一经查实 废除修为 赶出宗门这话后 他的脸刷得一下白了 自己辛辛苦苦才到金丹七 怎么可以被废掉修为 他这明显心虚的反应 怎么可能瞒过在场众人的眼睛 一看便知道他心里有鬼 问见宗宗主见状 目光如刀透着几分冷力的扫向云恒 他一直觉得云雀浑身上下透着不怪 但也没想到过对方尽敢带魔族尽大笔 这事里本就让问见宗宗主心情很糟糕 见罪魁祸首还敢逃 他直接一道威压狠狠对齐压了下去 让气动弹不得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冷眼看着云雀淡淡开口道 青丸和寻宝兽也得要留下来 叶翘从没接触过这玩意 好奇地问小师叔 还能解除契约的吗 不是说强行解除会反噬的吗 谢初雪唇角微翘 热心长地表示 他没办法无伤害地解除契约 但可以强行地帮人解除契约 云雀下意识寻求师父云恒的帮助 没想到向来纵容他的师父 这次却垂着眼 选择了装死 他眼里的光渐渐熄灭 嘴里不住地低语道 不,不可以 那是他的灵兽 他说着说着已经泪流满面了 脸色苍白像是破碎的花瓣 眼尾泛红哭得很好看 可惜现场没人会去欣赏 谢初雪下手果断 嫌他声音刺耳 还先给他贴了张静岩符 强行撕开灵兽与主人之间的契约 像是活生生抽骨之痛 云雀最后痛晕了过去 周家主率先开口道 如果大家没意见的话 那他就先把叶清涵 周行云和宋清涵 三个带走关押了 明轩文言第一个不服道 其他两人他没什么意见 但凭什么要关押他家大师兄了 这么屌 谁给他们扒大家的勇气啊 苏卓也紧接着开口道 他也有意见 凭啥关押他家大师兄了 祝优也连忙表示自己的观点 拜托 他们三人那可都是三个宗的首席啊 为什么还要去杀人 楚行之赞同小师妹的观点 也揭话道 没错 他们不可能杀人的 一个不屑杀人 一个懒得杀人 还有若鸡一个杀不了人 周家主没理睬这些小辈的话 继续声音冷漠道 周家嫡系死了一个 现场只有周行云在场 这是一定要调查清楚 给周家嫡系一个交代 周行云作为一个血脉不纯的旁系 他原本看都不会多看对方一眼 可就是这个他看不上的人 却夺走了他儿子下一任家主的位置 刑犯犯见周家主态度强硬 眉头都快打成死结了 他知道周家主的险恶用心 不就是想让行云当不成周家少主吗 这样对方的儿子就能借机上位了 叶翘一开始还没弄明白 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正疑惑着这周家主怎么脑袋抽了 竟针对自家人呢 后来经过二师兄和三师兄的一番解释 他立马明白了周老头的险恶用心 他可不管对方是什么周家主 还是什么八大家的 反正欺负他的大师兄就是不行 他直接不客气地出声 打断周家主的话道 这种低级的栽赃谁不会啊 如果有人偷了周家主的内裤放在现场 那是不是说罪人就是周家主 周家主是真没想到啊 在这么严肃的场合里 叶翘竟敢说出如此欠扁和恶劣的话 他被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自打他坐上家主之位后 从未被人这么下面子 但一想到叶翘那三修的天赋 他又不得不按耐住心中喷勃的怒 脸色难看的没再说话 问剑宗宗主见这场面闹得有些尴尬 便出面打圆场道 大家一定会还他们三个清白的 但在这之前 希望他们能老老实实地待在牢里面 最后他们三人还是被关押了起来 常明宗的人脸色都很难看 其他两个倒还好 毕竟还有家族护着 周行云那个破世家 不趁机搞点事情就不错了 叶翘努力地去想 在原著中大师兄的结局是什么来着 他好不容易才想起来 大师兄最终是入魔了 好像还是自意的 他从不会自命不凡地认为 他能改变什么 但让他什么都不做 干看着自家的大师兄一步步走向肖王 他也做不到那么的绝情和狠心 当他正在脑中思索 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拯救自家大师兄时 就听到师父秦范范宣布了一件事 让他们一起去人间历练 他们现在都是金丹七修士了 各自都有自己的道 是时候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了 人间的魔族也不少 每年都有修士下山终谋 秦范范一想到了 之前那些折在魔族手上的青传们 忍不住再三叮嘱他们 万事一定要以小心为上 见小徒弟心不在焉地听着他的话 他特意对其提醒道 说的就是你叶翘 这次去人间老实点 听到了没有 叶翘不情不愿地呕了一声 表示他尽量吧 前提是没有人来招惹他 等到了小徒弟的保证 秦范范这才稍稍放心了一下 将去人间的通行令给了他后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 沐仲熙见状都愣住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没弄明白啊 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好的要求大师兄出来的吗 现在是要放弃大师兄了吗 薛玉无奈地看着他叹了口气 这智商实在是让人着急啊 不得不明白地告诉他 师父刚刚给了小师妹五个通行令 那就代表是让他们五个一起去人间了 沐仲熙立马反驳道 可是现在大师兄还被关着呢 师父光给五个通行令有什么用啊 一身反骨的叶翘 此时觉得八大家的人就是没事找事 他决定先去救出大师兄 然后五人一起去人间历练 谁管他们洪水滔天的 他猛地一拍桌子 然后对着其他三位有些黏黏的师兄们大声宣布 他决定好了 他们四人一起去劫狱 把大师兄救出来 银玄三人面面相去 感叹还是他们家小师妹牛啊 都敢想在八大家的眼皮子底下去劫狱了 不过他们转念一醒 这是说不定能成 毕竟他们家小师妹本就是个神人 他干成的原不被人看好的事 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叶翘没去关注三位师兄的神情 自顾自地继续道 到时候他们已救出大师兄为首要目的 另外两个人看情况再说 能救的话顺便一起救了 叶翘觉得劫狱这种事 一个人做那是胆大妄为 但一群人做那就只能是孩子们的调皮了 毕竟法不择重嘛 沐仲熙听了小师妹的这番话 整个人的眼睛都亮了 真不愧是他家小师妹 脑子就是好使 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么好的主意 明轩文言顿时也兴奋了起来 他蹭得来到叶翘身旁道 不愧是你啊小师妹 好主意就是多 这事就这么定了 那什么时候去救大师兄了 血雨顿时无言了 他想正常人只会想办法把人捞出来 谁会去劫狱啊 但看着面前三人的样子 他肯定是劝不了他们的 那他还是索性加入他们的 血雨最后还是不死心的 试着提醒了三人一下 劫狱这事肯定是违反规矩 到时候回来估计又要关禁定 明轩最讨厌规矩这两个字 听到就嫌烦 没人知道人人艳羡的八大家族 对他而言是拼命想要逃脱的求论 夜翘见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提议 他就在一张纸上 大致地将月清宗布局图勾勒了出来 他决定先去夜探月清宗禁地 想办法拿到明月姐 明轩不解地问自家小师妹 怎么会有月清宗布局图的 夜翘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和师兄们解释这事 他打着哈哈道 别太在意这么多细节了 他以前就是在月清宗长大的 当然会记得了 他将月清宗的内外大致化了下来 剩下的就交给三师兄处理了 他只负责提供想法 关于怎么潜入才最安全 那就要靠他亲爱的三师兄去安排 血鱼接过笔 撕衬片刻后才到 首先他们要避开阵法 还要摸清楚月清宗守夜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 大家一定要保持安静 他可不想劫狱还没成功 就被抓去坐牢了 一想到那个场面 简直太让人羞耻了 不忍直视 深夜的月清宗满宗上下 都是一片漆黑 夜翘一行人找了一圈 都没找到明月剑 但他们却遇到了 另一伙鬼鬼碎碎 两个队伍狭路相逢 看到彼此的第一个念头 都觉得对方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刚准备抄起武器干一仗时 楚行之眼尖地认出了 夜翘手中的飞仙剑 立马表示都是自己人 血鱼看着他们 就知道他们的打算了 肯定和自己这边一样 也是打算去劫狱的 祝优也不藏着掖着 他表示准备先去 把大师兄救出来再说 等那些老同们查出结果 谁知道他们要查到猴年满月 既然都是同道中人 目标也相似 双方的合作就这么愉快地达成了 他们经过一番交流 最后一致觉得 明月剑应该被藏在了禁地之中 但他们谁也不知道 月清宗的禁地在哪里 剑大家都稀奇地看向自己 夜翘连忙表示他也不知道 开什么玩笑 犯错被关禁地 那是清传才有的待遇 他以前只是一个 不受重视的那门弟子 但他让大家稍安勿躁 大胆小贼 竟敢擅闯月清宗 月清宗宗主云恒 本来就因为云雀和宋寒生的事情 心烦地睡不着 见现在竟然有人胆敢上门 来挑衅他们月清宗的威严 他刚好把一肚子动 撒在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贼们身上 夜翘不等他动手 就扯下面纱 露出笑脸道 云宗主晚上好啊 我们就是想进来玩玩的 不好意思啊云宗主 我们这就走 他说完拿出来了几张破阵符 就准备这样带着一群人离开月清宗了 把云恒气得差点扬岛怒吼道 放肆 当月清宗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然后这群人都得偿所愿的 被关进了月清宗的境地 云恒越想越气 本来是准备明早再通知问贱宗和常明宗这事的 可是转念一想 凭啥就他一人背弃睡不着啊 大家一起睡不着才对呢 他掏出遇见 先通知了秦范范 开口第一句话便是 常明宗的四个清传弟子 被他关在月清宗境地里 秦范范还没睡醒 脑子有些猛问 谁被关了 云恒美好气地再次说了一遍 叶翘他们四个 还有问贱宗那边的四个 都被他一起关在境地了 秦范范瞬间脑袋清醒了 他对着云恒就是一顿吼 你把我们常明宗那群搞事惊的 和问贱宗的拆迁队一起关起来了 等月清宗的境地里 只剩下他们这群人时 常明宗的四人立刻放飞了字 一看那样子就知道 他们肯定没少被关境地 叶翘见问贱宗那几人 一副很是拘谨的样子 他对此表示理解 毕竟人家是第一次进境地 不像他们师兄妹被关境地 就像是家常便饭一样 他热情地招呼问贱宗的清传们 让他们坐过来 大家一起来商量 如何把明月剑宝到手 朱优神奇地发现 他只要和叶翘待在一起 他竟不再害怕 关境地这种事情 如果说一个人被关 可能会感到害怕和羞耻 但一群人被关 那就只剩下快乐 叶翘率先说了他的想法 他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境地拆了 福禄都惨 怎么缺德怎么来 他相信作为一宗之宝的明月剑 肯定是有剑灵的 他也不信剑灵会坐以待避 明月剑当然是有剑灵的 他一开始就知道境地里来了一群人 但他并没太在意这事 直到这群祸害把境地弄得乌烟瘴气后 他才决定要给他们点叫去吃吃 叶翘见这个剑灵还挺沉得住气的 就拿出来了几颗炸弹 朝着里面丢了进去 剑灵都要疯了 这群小兔崽子竟敢炸境地 伴随着破坏的加深 这群人都get到了为所欲为的快 叶翘突然神色一变 轻声提醒大家到 做好准备 剑灵来了 明月剑的剑灵显了出来 朦胧的影子快速凝食 剑灵拉弓直直闯进来的这群不速之客 他冷笑道 只有躲过了他的剑 才有资格见他的本体 伴随着他的话音刚落 几十道剑矢破风穿过 原本站着的位置 留下一道道深深的裂痕 虽然剑灵看起来很虚弱 但实力不容小觑 朱优侧身躲过了射来的一剑后刀 明月剑放的位置太刁钻了 得上去拿 叶翘的躲闪能力最好 大家合力把他甩上去 叶翘靠着灵活的身法 才看看躲过了好几剑 他不停地尝试着靠近明月剑 直到在不见军和另外四把明剑的帮忙下 他才好不容易地拿到了明月剑 见他终于拿到了明月剑 大家这才放下心来 他们立马准备离开禁地 去扒大家救各自的大师兄 但现在又出现了个新问题 他们该如何安全地离开禁地 他们只知道禁地通常只有高层才能打开 具体用的什么法子就不清楚 这时叶翘表示他能带领大家出去 就是代价有点大 大家需要赔的钱更多了 众人看了看满目疮痍的禁地 心想随便吧 反正债都不愁了 最后一致同意让他放心大胆地干嘛 叶翘文言手里打出一道皱印 大喊了一声让开 当即皱印翻转 往下一拍 对准禁地薄弱的地方狠狠砸下 随着巨大的爆炸声 禁地被炸开了的大窟窿 叶翘和木仲西立马一人带着一个师兄就溜了 他们还不忘提醒了一声 呆若木鸡的问剑宗几人快跑 炸完就跑真刺激 连夜从月清宗禁地跑了出去 还要再前往八大家 朱优原本打算掏钱做非洲的 被叶翘拦下 他听说八大家上空不让御剑 御剑就会被抓去坐牢 现在他们正好要去劫狱 还做什么非洲浪费钱 钱要用在刀刃上 月清宗那里都不知道要赔多少钱呢 大家能省一分是一分吧 叶翘本就不爽八大家都很久了 他也喜欢在规则边缘反复横跳 他让剑修们都拿出来剑来踩上去 对着八大家上空飞去 木仲西听小师妹这么一说 浑身热血沸腾 他第一个响应道 啊对对对 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飞起来 快快快 薛鱼实在是没忍住 伸出手晃了晃小师妹的肩膀问 说好的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呢 这就要招到天下了 现在是真不怕被八大家通缉追杀了吗 叶翘没空搭理快崩溃的薛鱼 他继续有条不紊地坐着各项安排 他和明璇去监狱 其他人尽量多引走点巡逻队的人 叶翘见大部分的巡逻队被支走后 就贴了引身符 和明璇趁机溜进了地牢 两人一个破阵 一个打人 两人配合默契地进到了地牢内部 与此同时 孤傲的宋寒生 高冷的叶青涵 还有淡漠的周星云 在监狱作伴的三人组 此时正相对无言 他们都是各自宗门的首席大弟子 性子本来就相对沉稳 宋寒生在心中不停地抱怨着 哪个傻叉把他们三人关在一起的 真是的 他们三人又没有任何革命有益的 搞什么搞 让他们成为育友 真是晦气啊 很快他的耳间轻轻动了动 他听到了有脚步声 像是有人在靠近 他看向两人胡一道 难道八大家良心发现了 知道他们是无辜的 来放他们出去了 这么快放他们出去 周星云伸了个懒腰 语气频频地问 那他们现在该做什么 还能干嘛 老实待着呗 不是放他们出去的话 那么外面肯定是出事了 三人几乎头脑风暴 将所有可能性拆了一遍 刺客 魔族 还是八大家高层想对他们下手了 地牢深处就只关押了宋寒生 叶青涵还有周星云三人 当他们听到踹门的声音 寻声望去时 就看到了洋溢着满脸笑容的叶桥 他身后的鸣悬问周星云 大师兄看到我们你意不意外 激不激动 开不开心 他见不靠谱的二师兄还在耍宝 大师兄三人仍在状态之外 就急声催促他们快跑快跑 他说完就带头跑了 众人一见他跑了 也下意识地跟着一起跑 虽然他们还搞不清楚状况 但还是知道跟着跑就对了 宋寒生感到自己的眼皮子在狂跳 再联想到外面的动静 突然有了种不妙的预感 他大声问拼命狂跑的叶翘 你又搞了什么事情 叶翘没时间和他解释 见他跑得实在是太慢了 直接贴了张疾风符在他身上 扯住他就跑 一边跑还不忘一边提醒他 等到了安全的地方 别忘了把这疾风符的钱给一下 他们五人一路不停地朝人间 与修真界交接点跑去 等到达目的地后 宋寒生整个人摊在地上 脑子嗡嗡作响 好不容易能喘口气说句话 忙问叶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需要通过节遇 把他们三个救出来 就在这时 沐仲熙带着薛鱼 还有问剑宗的四人也赶来会 朱优看到叶青寒石 眼睛都亮了 激动地打着招呼 大师兄你被救出来了 宋寒生见其他两宗的人 都其乐融融的 唯独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他瞬间明白过来了 他们竟是在劫狱啊 还是一场有组织的劫狱 他感到不可置信 他们是疯了吗 想把大家连往脚底下撒 不怕到时候被通缉吗 他们合伙救出各自的大师兄 对此宋寒生表示理解 但顺便带上他干什么呀 他们要找死烧上他做什么 他又不想越狱 他又结完狱后 留下的一地烂摊子谁来收拾 他想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最后决定还是赶快回去认错 争取对他能从心处罚 明玄见他真的准备回去 立马伸出手拦住了他 然后和他道 他们闯进地牢有多么的不容易 先是费了一大番功夫 才借到了明月剑 又是溜了一圈八大家的走狗 明月剑 宋寒生心想那不是 他们宗的镇宗之宝吗 师父怎么可能会借给眼前这群人 他立马打断明玄的话 质问对方到底是怎么拿到明月剑的 明玄一时间没想到该怎么和他说 其他人也不好意思吱声 总不能直接告诉他 他们是把月清宗的禁地炸了后 才拿到的吧 看着这些人谁都不说话 一副心虚的表情 他瞬间瞄懂了 他咬牙切齿地表示他现在就要回去 他宁愿受罚 也不会跟着他们一起疯的 目中西闻言 就过来劝他这是何必呢 回去做什么呀 难道还想回那阴侧侧的地方当小蘑菇吗 宋寒生连拒绝的话都来不及说出口 就被这群人强制性带走了 叶翘突然想到了什么 直接将明月剑递还给宋寒生 宋寒生神色复杂地看了一眼明月剑 并没有伸手去见 他的内心在流泪啊 给他他也拉不开啊 让他们知道了这事 他得多丢人啊 周行云一路上看着几个 嬉闹着的师弟师妹们 他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 浓浓的同门之情 为了自己他们不惜与八大家为敌 他紧紧握住腰间的段臣 他默约找到要守护的道 他似是无奈 又带了几分释怀的笑误 段臣健在这一刻发出轻悦的响声 这也是他第一次给出了明确的回忆 他们突然发现除了宋寒生 其他的人各个都有通行令 见他们竟为这种小事担忧 宋寒生便靠着超能力 轻轻松松地拿到了通行令 果然贫穷限制了两宗清传的想象力 薛瑜提前给大家说了一下 入人间后的规则 第一点 不能对普通人出手 想接着说第二点时 他发现脑袋里一片空白 朱优见他说不出来了就接话道 第二点 下了人间后去找修士登记拿身份牌 管你是不是清传 没有身份牌证明 在人间相当于黑户 第三 尽量别被普通人看到你踩着个剑在天上乱飞 拳打妖兽脚踩魔族的场面 叶翘摸了摸鼻尖 心想这要求还挺多的 宋寒生突然开口问他们 是不是去人间有任务要做 不然他们这群人不可能忍守一个通行令 这一看就是有备而来的 叶翘倒也没有隐瞒 爽快地点头承认他们要去人间降妖除魔 正聊着 一道渐气而至 剑指封停 白色剑影落下深深的裂痕 来人正是老熟人成风中的秦淮 叶翘笑着上前打招呼 秦淮啊 祖团一起去人间吗 秦淮是奉命出来截人的 他不想多说诞生道 周行云 叶青涵和宋寒生三人留下 其他的人请自便 他也不打算对其他人出手 楚行之抬手指指他 不客气地问 你脑子没病吧 一个人就想拦下我们这么多人 秦淮看着楚行之 拳头都硬了 怎么这个人说话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经大脑 他当然是有待人的呀 只是那些人的速度实在太慢 叶翘打断他们的话 再次问秦淮真的不打算 和我们一起去人间吗 不等他说出拒绝的话 就让人声拉硬拽地带走他 还每期明曰 大家一起走 一路不孤单 秦淮本也不想来拦截他们的 截住了 其他三宗肯定是要记恨他们成风宗的 截不住 回去要被八大家那些老东西冷眼相待 他就半推半就地跟着走了 得知这些清传们的壮举后 修真界的世家和宗门头一次聚在一起开会 云恒第一个发难 偷明越界 乍境地 结地牢 他们这些清传 好大的胆子 秦淮淮第一反应是我靠 我徒弟这么出行 干了这么多大事 他还没高兴多久 当看到账单上惊人的赔款数额 他掩饰性地清了清嗓 不敢接话了 云恒见没人接话 继续开口问 我们家韩生呢 周家主告诉他 宋韩生和问贱宗的叶清涵都跟着去人间了 云恒不死心地继续问 一起去人间了 此时的云恒恨透了叶俏 不仅偷了他们的镇宗之宝 还炸了他们宗的禁地 现在居然还顺带劫走了他家首席 秦淮淮压下狂笑出声的冲动问 那现在该如何是好 不如把他们都抓回来 问贱宗宗主知道此事不给个交代 八大家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就表示下通缉令吧 但不能伤到他们 周家主当即声音沉了下来反驳道 他们都是各种的清传 就算下了通缉令不也等同于白下吗 他们本就是同名一辈中的天骄 谁敢去抓他们 秦淮淮听后就不乐意了 振振有词地反问 怎么会白下呢 这是给他们的一个警告啊 虽然他们肉体上没受到什么伤害 但他们心灵上一定无时无刻不保受着煎熬 武宗的人和八大家的人在那里继续扯着皮 叶俏他们一群人却已经来到了两界交接处 祝游出声提醒大家腰间配件收好别被人看到 毕竟都是些赫赫有名的零件 实在是太惹眼了 叶俏用玉剑和赵长老取得联系后 表示他们即将要去人间了 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他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赵长老也听说了他们的壮举 心想这些死孩子胆子真大 本想说叫他们一番的 但一想到他们搞事情的能力 就泄了那心色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后才到 你们的任务就是除掉在人间作乱的模组 若嫌麻烦 可以跟着那些已经在人间的修士们一起执行任务 若不嫌麻烦 就自己去查 他顿了顿接着道 还有一事 那就是八大家已经下了通缉令 你们都有份 这次去人间都低调了 听明白没 叶翘并不惊讶这个结果 他爽快地应了一声好嘞 长老真是的 他最怕麻烦了 他一向低调的 他最喜欢闷声发大惨 在赵长老身上套了点有用的消息后 他立马去和小伙伴们分享 他表示现在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他被八大家通缉了 叶青涵问他 那好消息呢 他满脸笑容地告诉大家 好消息就是他们一起被八大家通缉了 大家开心吗 情怀听后想骂人 开心个屁 但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因此除了脸色难看点还算正常 叶翘继续道 等到了人间他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自己调查魔族动向 另一个是和修士们组队去 为了保险起见 叶青涵开口道 自己查 就是浪费些时间而已 在被通缉的情况下 暴露就麻烦了 听到问剑宗的人要自己前去调查 叶翘摸了摸下巴表示他们准备和修士组队 见他打定了主意 朱优就放弃了劝说他 转而问起别的话来 有人是从人间来的吗 到时候带个路吧 沐仲熙表示他应该算是吧 如果大家没地方住的话 到时候可以让他爹给大家提供住处 他爹好歹是个皇帝 安排个住处还是不成问题的 楚行之觉得世界实在是太玄化了 眼前这个货竟是个皇子 简直是让人无法相信 最后问剑宗的人打算自己去调查 常明宗则选择找个队伍去蹭消息 叶翘给四个师兄建议道 你们两人一嘴 放得下面子 就易容成女孩 如果放不下面子 那就说是结伴去人间历练的同伴 薛瑜和周行云听到小师妹的话对视一眼 立马表示他们要做同伴 易容成女孩 那是什么鬼 他们才不要呢 明璇和穆仲熙都是不要面子的活 而且都很喜欢凑热了 他们都想看对方穿女装 就开始疯狂怂恿对方 安排好四个师兄 叶翘就准备享受独自浪的快乐 他等大部队全部走后 挑了个全是年轻人的队伍 叫了一声小七 小七就是和他契约的那个自带领域的小鬼 叶翘并没有掩饰修为 带着小七朝他选中的目标人物靠近 他当才偷听了几句 知道了这群人都是世家子弟 他们正热火朝天地讨论着 原来他们想要围剿被八大家通缉的青传 借此和八大家搭上线 这些人是真的很敢想啊 叶翘也想好了 他要当这些人的奶奶 叶翘面不改色地胡编了一个故事 说他已经有六十多岁 儿子夭折了后 丈夫就变心娶了别的世家女修 为了让孩子活下去 他将儿子变成了小鬼 他说话断断续续 完美塑造了个孤儿寡母 惨遭渣男抛弃的形象 把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世家子弟 哄得一愣一愣 叶翘眸光放在刚才和自己聊天的少年身上 语气诚恳道 小伙子 你愿意叫我一声奶奶吗 对方迟疑了几秒 还是叫了他一声奶奶 他露出一抹微笑 开心地应了一声哀 肯德基差点尖叫出声 靠 这人实在是太不要脸了呀 肯德基问叶翘为什么要去欺骗人家 得到的回答就是 那样做可以让他获得短暂的款 别说是人无语 既都无语了 叶翘见修真界的这些天骄们 被他忽悠得团团转 就放下心来 这时不知是谁起的话头 提起了叶翘的名字 有人觉得他还挺厉害 算是默认的综合实力第一 有个少年记得他的赏金还挺高的 他嘟囔了一句 叶翘的实力都是吹出来的吧 这话刚好被正主听到 偏偏正主还是个小心眼的人 叶翘先是问他叫什么名字 知道他叫周秀后 然后就表示自己看他 他就像看到自家孙子一样亲切 接下来的一路上 叶翘就是使劲地做腰 一会儿腿疼想歇一歇 一会儿口渴了要喝水 他就逮着周秀一个人可尽地折磨 肯德基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问他干嘛老是逗周秀啊 得到的回答竟是 谁叫他是一个没有素质的人了 没有素质还有理了 还说的这样理直气壮的 叶翘看着这群人为他忙前忙后的 他浑身都觉得舒坦 不是想围剿他们吗 他只是提前帮他们演习一下 叶翘在那些人眼里 就是个好吃懒做无赖的老太太 因为没人防备他 他轻易就套到了消息 人间和修真界交界点处于最中心 到了晚上会有邪碎 这种东西由阴气汇集而成 没办法处理干净 叶翘在赶路时已经捕捉了几只 他的神识强大 相当于原因期 看着那些正在义愤填膺讨伐他的少年少女 他那些小绵羊出事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表示他累了 明月在赶路了 周秀看着眼前这个不停坐腰的老奶 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总觉得人家拿他们当孙子使唤了 他也是无语了 竟有同伴觉得那个不停找事的老太婆 像是一个有故事的大脑 六十岁金丹七的大脑 他提议大家趁机甩掉那个烦人的老太太 再次遭到了同伴们的否决 他用看傻子的目光看了同伴们一眼 有种众人接罪他独醒的孤独感 最后他寡不敌众 大家还是决定在原地休息一夜 叶翘往地上一躺后 用神识探查着周围的情况 邪碎也很是警惕 似乎察觉到被人盯上了 他突然看向周秀几人所在的位置 害得叶翘不得不将神识急忙抽了回来 周秀问同伴们 有没有感觉到有东西在靠近 同伴们都是一脸疑惑地看向他 都说没有 叶翘也有些意外 这个周秀看上去脑子不好使 竟然还挺敏锐的 他继续躺在那里洋装睡着了 顺道探查情况 邪碎很少见 他们没有形状 能分裂出无数个来 比鬼气还让人恶心 他眉头猛地一跳 看到了邪碎试图朝旁边的周秀靠近 在邪碎靠近的一瞬间 周秀后背骤然绷紧 他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杀意 他下意识握紧手里的护心境 但他还没来得及行动 原本睡着的叶翘突然翻了个身 打了个哈欠 撞落不经意地一脚把他踹了下去 然后翻了个身继续睡 邪碎见叶翘竟敢坏他好事 就朝叶翘冲了过去 这时小气骤然睁开眼 领域巧声无息蔓延 想将这个闯入领域的家伙狠狠捏死 似乎察觉到了危险 邪碎黑色影子猛的一顿 宛如潮水般迅速退散开 消失不见 没能抓到邪碎 叶翘对此表示有些遗憾 还以为能借此抓过来一个研究研究吗 周秀现在的心情极其复杂 他刚被叶翘踹一脚时 心中大怒 但被老婆婆踹过一脚后 危险的感觉就没了 他是很相信自己的直觉的 因为他就是靠着直觉 躲过了很多次的危险 可是看着熟睡中的叶翘 他又觉得刚才危险消失 可能和他关系不大 第二日 一群人中除了叶翘外 其他人的精神状态多少有些违米 有人忍不住问 奶奶啊 昨天夜里没感觉到 有什么危险的东西靠近吗 叶翘文言继续装聋道 啊 你说什么呀 他心想昨天要不是有奶奶在 你们的小命都要交代在这里 你们叫的那些奶奶没有白叫 还是很值得的 周秀见叶翘这个反应 也是大松了口气 这说明昨晚老太太 只是凑巧踢了他一脚 并不是他有眼不识泰山 他神识是队伍中最强的 所以这次出门历练才让他带队 邪翠这种东西 像是狗皮膏药一样 粘捉人不放 大家一致决定立马启程 叶翘稍稍落后继 看着那几个跟在后面的邪翠 瞇了瞇眼 思索该怎么解决掉他 邪翠许是知道叶翘不好惹 挑了个修为 在助击器的少女冲了过去 猙獰的化作一团黑影 宛如恶狼扑时 叶翘一个亮枪 可他却束手无策 不止邪翠愣住了 其他人也愣了 一次可以说是巧合 总不能说次次是巧合吧 伴随着他连番的骚操作 周秀也有些怀疑人生了 难不成老太太 还真是什么深藏不露的化神器大脑 为了收徒故意来考察他们的 他们能遇上这种大脑 是何其有幸的 见叶翘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周秀语气恭敬地问 奶奶您听说过邪神吗 他换了个说法道 就是邪翠惠集而来的一种 像那些最危险的存在 被统称为邪神 有些修士会选择 用献祭之类的阵法召唤邪神 借助这种力量提升修为 叶翘见人家主动提供消息 当然是选择收下 他没有开口 而是继续收集消息 他知道了邪修和摩修 大部分聚集在皇宫中 其余的一般 也都在王侯将相的府邸中 这和他原本猜测的结果差不多 但准确的位置 还需要这些修士们提供 他准备继续坐享其成 等他们调查清楚后 再带着他的青传大队去围剿 周秀说了一大堆 嘴巴都快说冒烟了 他想听听这位大能的高健 便问道 奶奶不知您对这有什么看法 和见解了吗 请赐教 叶翘目录欣慰地看向他 然后就来了一句 人老了不中用了 走了一天也累了 先去躺会儿 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见四下无人 笑得眼泪都差点出来了 肯德基算是看出来了 迫害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小绵羊 是真的能让他快了 笑完过后 叶翘则在思索另一种可能性 邪碎不容易消灭 但能不能捕捉呢 他想试试 但邪碎躲得实在太快了 下次等他划行了再尝试捕捉 这边叶翘在打邪碎的主意 那边邪碎也在打叶翘的主意 他虽见识到了叶翘的古怪 但对方身上的气味好香啊 实在是太诱人了 叶翘一直关注着 那个跟了他一路的邪碎 他确认了一点 这个东西虽有意识但不高 他抽空查看了一眼狱简的消息 师兄们全去皇宫集合了 让他也赶紧过去 他让师兄们注意安全 大部分邪修聚集在皇宫 他将狱简关掉后 壮似无意地瞥了一眼 藏在角落伺机而动的邪碎 邪碎在意识到叶翘很强后 试图汇聚成一个人形 晚上再进行吞噬 叶翘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邪碎和叶翘一个比一个能忍 最后还是邪碎急躁了 待他聚集成人形后 叶翘终于露出了笑容 邪碎速度很快 一下子掠上了楼 冲着那几个修士去 他不敢招惹叶翘 但吞噬几个修士是没问题的 这妥妥的就是柿子减软的捏啊 见他上去叶翘紧跟齐后 他旁观了邪碎和修士们的打斗 知道邪碎再次聚集成团 他才不仅不慢地闪亮出场 他把飞仙剑当拐杖用 和邪碎语重心长道 小小年纪 这般不讲武德以后 是要走不少弯路的 邪碎恶意横生 猛地冲向叶翘 他现在只想让眼前的人去死 叶翘把剑当拐杖用 快很准地敲了下去 只见发疯的邪碎 被他一剑抽了下来 然后他叹气道 年纪轻轻却不知尊老爱幼 下场就是这样 叶翘手上的飞仙剑是光属性零剑 对邪物来讲是天生的克星 他把剑当拐杖使得虎虎生风 像在打狗一样 不停地抽打着邪碎 邪碎一次又一次地 靠着顽强的意志拢在了一起 众人见李奶奶拿着剑 左一句不孝子孙 右一句乖孙 将那邪碎抽得不成人形 不由感叹一句 卧槽 牛逼了李奶奶 叶翘先将邪碎抽得不成人形 再一把将它握住 然后冷哼了一声 表示要好好地教导一下 这个不孝子孙 说完他就走了 给人留下一副试了服衣曲 深藏功与名的高深感 众人见状更加肯定他是高人了 会入队伍里面 只是想考验他们吧 身为大能 性格古怪一点 是很正常的事 他们是何其有幸 能得大能青睐 叶翘本想契约邪碎的 但他不是个体 而是个无处不在的生物 没法约束 也没法契约 最后他也只能恶狠狠地威胁邪碎 不想被烧得灰飞烟灭的话 那就乖乖地听话 邪碎看了看他 唯唯诺诺地点头 叶翘见他还算识相 直接让小气把他收进领域里 周秀得到消息 现在许多修士都聚集在皇宫里 他们一群人经过商量后决定 先去别的地方找邪修 而且最近失踪了许多名修士 他们打算瞒着夜翘 连夜潜入一处 一寺养了许多邪修的王府 毕竟李奶奶行动不方便 孙老阿佑他们还是懂的 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跟过去的夜翘 惊眼见了周秀 他们被邪修带走关了起来 他摸了摸下巴沉吟了片刻 将戒子袋里的东西 全丢进小气的领域里面 找了几块沉甸甸的石头 放入戒子袋 挂在腰间 然后就见他踏青风一运 青桥踩在瓦砖上 落在半空中 环顾四周 仔细记下了王府大致的布局 肯德基不解他的行为 问又在搞什么呀 夜翘表示 他是在为逃跑做准备 许是被追杀的次数太多了 肯德基听到 接下来他又要跟着夜翘逃亡了 他很淡定地接受了这件事情 夜翘做好准备工作后 就大大咧咧地去敲王府的门 见门打开 他就要往里面闯 嘴里大声喊道 他是来找孙子的 刚刚亲眼看到孙子们进来 开门的人脸色阴沉了下来 先把他身上的戒指带拽了下来 然后吩咐人把他关起来 周秀几人看到夜翘时都傻眼了 没想到奶奶会跟着一起进来 他们还没来得及说上话 就有邪秀让他们一个个开始滴血 像是在完成一个邪门的陷阱仪式 刚才在滴血的过程中 夜翘顺手将一个小法器 放在了那个邪秀的身上 没别的意思 他就是想听听他们是怎么祷告的 看清楚他做了什么 肯德基有点抓狂 心想说他不靠谱吧 关键时刻他能救世 说他靠谱吧 简直在做死边缘疯狂地蹦荡 周秀立马一副狗腿道 年纪轻轻就这么不遵老爱用 奶奶啊 您待会一定要给他的教训 夜翘敷衍地压了一声 看了一眼便宜大孙子 他现在是一点也不怕被发现 邪秀们在召唤那个所谓的邪神将领 需要修饰的血 还是品级越高越好的那种 他这个天品 简直就是完美的献祭品 果然不出他所料 邪神迫切地想要他的血 让人立马把他带过去献祭 夜翘没有反抗 跟着那名邪修来到指定地点 见他神圣叨叨低声念了半天 手里做出好几个手势变换 估计在召唤所谓的邪神 在他马上要完成祷告时 夜翘掐着时间 让小七释放领域 把那名邪修关起来 邪修刚消失 一道格外扭曲的虚影就降临了 然后就听到刺耳又尖锐的声音问 是你在呼唤吴吗 光听这声音就是精神污染啊 夜翘是谁啊 脸皮超厚能屈能伸 立马表示吴主 是奴在潜心祈祷您的到来 邪神没去管他 而是问他祭品在何处 夜翘垂下头 他怕控制不住脸上的嫌弃表情 嘴上却唯唯诺诺道 奴该死让他们跑了 但请吴主放心 再过几日一定将他献祭给你 邪神闻言只能不甘心地消失 等待下一个信徒给他送上食物 夜翘记下来了祷告的首饰 以及咒语 顺道还在邪神面前刷了个眼熟 他觉得这就够了 他准备到时候 要给皇宫那群邪修们一个惊喜 领域里面那个原因 气的男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眼前一黑便被关起来 但那名邪修被放出来后 夜翘伸出手 从领域掏出来的修真板手枪 唇角微勾道 知道为什么我叫李奶奶吗 因为你奶奶 永远都是你奶奶啊 十几张符路眨眼之间 射了出去 爬行符 爆炸符 哈哈符 这么多符路撒出去 你丢要快多了 周秀得救后 不忘要去带着李奶奶一起跑路 夜翘见周秀来就自己 忙一把抓起她 他清风一运快速逃跑 一边逃跑 一边挑衅身后的邪修们 哎呀 有本事追上我呀 整个府邸陷入一片混乱 刚刚被他关起来的男人 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发誓一定要将 那个李奶奶千刀万物 避解心头之恨 他话音刚落 就被人一拳打飞了出去 领头人看到混乱的王府 气得大骂倒 一个锤子的奶奶 一个大傻子 踏清风 腰间别着个黑色棍子 那他妈不就是 常明宗的夜翘吗 夜翘在这边 把王府折腾得鸡飞狗跳 一身女装的明玄 在皇宫里盯着那些江湖骗子 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明玄竟穿上了女装 别惊讶 这事情要从当初 师兄妹五人分别后说起 明玄和穆仲熙 都想看对方穿女装的样子 决定猜拳定胜负 最终明玄输了 明玄眉眼本来就偏风流 穿上女装后也没那么违和 他一开始还蛮羞耻的 但慢慢地竟然诡异地习惯 穆仲熙的亲爹 给了这些骗子们 最高规格的待遇 见儿子对仙长们的态度 很是不尽 他将这个儿子 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皇帝现在头疼极了 觉得儿子自从 被那个神棍拐走后 越来越不着调了 皇位继承 肯定指望不了这小子 但皇室也不能出个神棍 他神色不明地 看向儿子的那群同门和同伴 没看出有哪个像正经人的 反正他看这帮人 不管横看树看 都和正经不沾边 穆仲熙实在没法理解 他老爹的脑回路 宁愿相信一群 跳大神的装神弄鬼 也不愿相信 自己这个亲儿子的话 他不想和老爹再争了 还是等小师妹来皇宫后再说吧 正常情况下 小师妹还是一个 很靠谱的存在 别说现在想念 叶翘的人还挺多的 连宋寒生都在问 叶翘怎么还没来 宋寒生怕他再不来 自己会忍不住一张 俘虏炸了那群 跳大神的 他让宋寒生稍安勿躁了 就算小师妹不在 相信他们也一样 能解决那些邪恶子 他们可都是个宗的清传 都是少年天才 宋寒生不想理他 说心里话指望这些奇葩 他宁愿相信叶翘 被人牵挂着的叶翘 正在不停地搞着事情 他顺理成章地 在邪神面前 取替了那个邪秀的位置 更是将人家的功劳 揽在了自己的身上 最玄幻的事情 就是邪神竟被他忽悠地 定下了天道约束 由于双方实力相距甚大 天道一下子下了三条约束 虽然叶翘吐了一口血 但他还是心满意足的笑 天道约束只能是由正道弟子下 一旦承认违背誓言 就会遭到雷批 还是那种不死不休的批 他见目的已经达成 望着似乎察觉到不对劲的邪神 他把腿就往外面跑 他将肯德基放了出来 带上周秀那一伙人 就开始了逃命之路 肯德基迅速变大 带着一群人朝皇宫飞去 火红色的凤凰在半空中 惹眼又瞩目 皇宫里都是修士 叶翘笃定那个邪神不敢乱来 果然不出他所料 达到皇宫后 身后狂追不舍的影子 仿佛在忌惮着什么 猛得停了下来 不甘心地退去 肯德基见大家安全了 利落地甩下身上的几个人 连同叶翘一起被甩了下去 叶翘对上几个师兄 欲言又止的样子 笑着打招呼道 竟然有这么多人来迎接我的吗 目中西见来人是小师妹 也松了口气连忙道 小师妹你终于来了呀 神色恍惚的皇帝 看着眼前混乱的一幕 语气不知道是今还是叹道 小西 这就是你那位最震惊不过的师妹吗 好不容易从地上爬了起来的周秀 诚恳地向叶翘请教道 奶奶刚才追着我们不放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叶翘并没有打算隐瞒他 直接告诉他那是邪神的一道虚意 当周秀听到邪神两个字后 他就已经听不进去其他的 晚脑子就晃荡着邪神两个字 他欲言又止地看着李奶奶 很想问问老人家 到底是怎么招惹到邪神 他也越来越好奇李奶奶的来历了 这种搞完事情 还能全身而退的人 修真戒应该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吧 穆仲熙一把拉过小师妹 把他往老爹面前一转 热情地介绍道 父皇这就是我那乖巧懂事 还特别能干聪明的小师妹 皇帝都无力吐槽自家的傻儿子了 聪明能干他暂时看不出来 但这都能算是乖巧懂事的话 可想而知 儿子所谓的宗门 是有多么的不靠谱 神经大条的穆仲熙 近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自家老爹神情有意 他不等皇帝客套地说上几句 就屁颠屁颠地拉着小师妹 去他母妃那里炫耀 叶翘整个人都是猛的 他被四师兄拉着到处显摆 饶食他脸皮够厚 也扛不住自家师兄 这样拿他献宝啊 好不容易等到 四师兄的母妃找他酗酒 叶翘麻溜地退下 找其他三位师兄去了 贵妃见自家儿子 话里话外都是小师妹 她觉得自家儿子 应该是情窦初开开窍 她满脸欣慰地问儿子 希儿你是不是 倾慕你家小师妹啊 那你就要和她好好相处 平时你要多多照顾她 穆仲熙一脸莫名其妙地 看向母妃 叶翘可是她小师妹 她的朋友 她的兄弟 她的家人 她们怎么可能成为情侣 贵妃见儿子都这么说了 那看来真的是她想多了 她就继续问儿子 那你们修真戒 可有其他性格 温柔内敛的女修士 温柔内敛的 月轻忠的云雀 一想到那个人 穆仲熙就忍不住地 打了个机灵 她觉得自己 还是和见过一辈子 穆仲熙在母妃那里 惨遭催婚 叶翘却饶有兴致地 听着两个师兄的八卦 明玄第一个 给小师妹爆料 薛玉不做人了 竟然在大家出生入死的时候 她居然偷偷和人谈情说爱 叶翘文言 不敢置信地看向三师兄 这消息真是够劲爆的 实在是太让她震惊了 薛玉先瞪了 胡说八道的明玄一眼 然后开口解释道 和他们多聊两句 是为了打探消息 多找点线索 不像你二师兄 现在穿女装成衣 天天招摇过世 叶翘听完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她耳朵出问题了 怎么她原本好好的师兄 现在一个比一个放飞自我了 周行云直接上手 给了两个师弟一人一拳 天降正义的两拳头 让两个发疯的师弟 冷静了下 等沐仲熙过来后 他们五人先开了个小会 最后决定今晚行动 他们深知想一网打尽邪休 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多消灭一些事一些 他们五个人商量好后 马上召集五宗清传们 聚在一起开会 商讨具体的作战事宜 宋寒生第一个说了他的想法 让叶清涵带着剑修们 去将邪修的老巢给掀了 剩下的修士就留在皇宫里 注意别被那些邪修 给钻空子就行了 秦怀表示皇宫外 也要安排修士去盯着 思妙言点头表示赞同两人的看法 淼淼看到明玄和楚行之 竟都穿着一身女装 他轻声问大师姐 他们来人见一趟后 怎么都疯了 思妙言看着辣眼的两人直摇头 他是真的不懂那两人在搞什么鬼 清传们一起想计划 希望能尽量多地消灭邪修们 叶俏突然出声问其他人 最近有没有接到宗门的消息 他不提起的时候 众人还没觉得有什么 他一提起这事 大家瞬间都觉得 武宗这次确实有些反常了 断横刀语气不确定地说道 难道长老们是想考验 我们处理事情的能力 所以才不联系我们的 叶俏思索半想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他索性不想了 准备等事情解决后 回修真界看看再说 他们能做到的也就是尽可能的救人 保护好那些普通人 修士们都是有各自的组织和领头人的 寺庙言尝试过和他们沟通 结果没人肯搭话 一个个不屑一顾 最后还是叶俏出马 靠着给自己立的那个李奶奶人设 用不要脸打败了那些人 靠着完美的年龄压制与道德绑架 让那些修士们勉强同意听他说两句话 一半清传去外面疏散人群 剩下的一半留在皇宫里面 和那些邪修刚正面 清传们配合得还算不错 伏修们开始加固阵法 一切准备就绪 所有人都在等待夜幕降临 邪修们希望献祭成功等 召唤出他们伟大的邪神 清传们也严正以待 叶俏觉得邪神不出来最好 但邪神如果赶出来 他也不介意给他一个惊喜 叶俏看了一眼周围的清传们 他感受到了他们的紧张 为了给他们解压 他不得不带头找话题聊 让他们一直紧绷的神经放轻松 他转头问寺妙岩 你们来人间时长老们 没让你们带消息吗 寺妙岩先是一愣 然后才回到 很抱歉 我们也没得到什么消息 他紧接着表示 大家都相信叶清函三人 肯定是无辜的 但不久前八大家的面子 被踩在了地上 现在肯定是生气的 只要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楚行之盲问 云雀那边是怎么处罚的 都是他 害得无辜的我们沦落至此 一定不能放过他 寺妙岩决定无视楚行之 他继续开口道 云雀会被废除修为 但有一点很奇怪 云雀好像有恃无恐 一点也不怕 估计有什么底牌在手 叶翘对此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只是轻轻的呕了一声 叶清函却开口问他 对此有什么看法 他本不想多说什么 毕竟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嘛 但为了能继续这个话题 他表示云雀人缘那么好 说不定就有什么魔族少主 或是妖界妖王来英雄救美 寺妙岩突然想到了 很早之前的一件事 那是一次关于魔族的任务 云雀当时身边跟了的男人 就是个魔族 想到这里 寺妙岩立马试图 用玉剑联系宗门长老 他想提醒长老们 严加看守住云雀的水流 可惜他最终 也没能联系上宗里的长老 叶翘怕他多想出言安慰道 可能长老们被什么事情办住 不然没道理不联系我们的 既然指望不上长老们了 那还是靠我们自己吧 扶修嫩不乐的结界 导致许多皇族不满 质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寺妙岩性格偏柔 本想好好解释的 谁知刚出生就被人打断 叶青涵见他们吵着要出皇宫 直接用剑底 在那个蹦跶的最欢的老头搏梗上 问他们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 瞬间大家都安静了下来 可是这个气氛却很紧张诡异 就在这时 门猛地被人踹开了 来人正是叶翘 就见他一副 未来武宗领导人的模样 大言不惭道 大家不信他们的话可以理解 但一定要信我 因为信我只得永生 有时候 自信有自信的好处 性格太柔撑不住的场面 没脸没皮的叶翘 却能完美地控场 宋寒生立马配合地帮腔道 就算不信我们 起码可以相信他吧 他可是我们修真界的第一 天才中的天才 相信他总没问题了吧 叶翘忍不住看了他一眼 心想这小子很有前途嘛 然后露出自信的笑容道 有我在 没意外 大家放心好了 也不知道穆仲熙 怎么和他老爹说的 皇帝也终于出来安抚众人了 天色越来越暗了 邪秀们也开始行动了 他们是冲着修士们来的 嘴里不停地喊着为了无主 锁定几个修为高的修士的位置后 完全是一副不要命的打法 叶翘一行人 下意识地只是将邪修们打伤 并没有直接将人杀了 看着这些优柔寡断的清传们 修士们都有翻白眼的冲动 他们大声喊道 这不是大笔 那些邪修死有余辜 直接杀了 有几个看过他们比赛的散修 忍不住给叶翘呐喊助威 浪浪啊 就当是杀妖兽了 你追着妖兽霍霍的那股劲呢 快杀了他们 浪漫啊 你是可以一打九呀 叶翘文言差点一个亮枪在地上 这个时候提着羞耻的称号何事呢 周行云最先回过神 手腕一转冲得对方致命处落下 当血腥气慢开 他轻而易举躲开 没让衣服弄脏 周秀看着李奶奶手里拿着剑 剑法几乎止于下残影 剑影过剩 都晃到他眼睛了 他有强烈的预感自己被骗了 他抱着侥幸心里靠近叶翘问 奶奶你到底是谁啊 叶翘看了一眼他的便宜大孙子 不再逗他直接回答道 我是长明宗内的 你猜猜呗 这时就见明璇从裙子底下 掏出来了一大打服录 朝邪修们身上砸去 然后楚行之也从裙子底下 掏出来了一把剑 朝邪修们砍去 叶翘总觉得哪里隐隐不对劲 他一边杀邪修一边思索的事情 此时另一边的周秀 也在思索着李奶奶的真实身份 同伴见他还没猜出李奶奶的身份 也真的是服了 不得不提醒他 在长明宗用棍子和踏青锋的人 还能是谁 周秀动作猛的一顿 他声音颤抖道 奶奶竟是长明宗的叶翘 叶翘并不清楚周秀此刻的心情有多崩溃 就算他知道了也没空理会 他正忙着处理掉那群邪修呢 一旁的沐仲西小声提醒小师妹 注意点不见君的状态 但凡靠近不见君的邪修 都被剑林念无表情的拟断了脖子 还真是凶残 叶翘早就发现了不见君的异样 也有些担忧道 他以前没这么浮躁的 自打到了人间后 愈发凶残了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沐崇西还没来得及和小师妹多聊上几句 就看到不见君气鼓鼓地冲了过来问 翘翘 到底什么时候大家才能离开这里 叶翘看了一眼不见君关心地问 躲损 你怎么了 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需要帮助吗 这次不见君听到叶翘叫他躲损都难得地没有生气 他表示闻到了一个令人恶心的家伙的气息 就是那股气息导致他很烦躁 叶翘闻眼打咒音的动作为一顿连忙问他 谁 你的前见主吗 味道很恶心 难道你的前见主不洗澡 不见君也想不起来虔诚往事 他只是本能地抗拒那气息 那味道实在太让他恶心了 他催促着叶翘早点带着他离开这里 叶翘一边杀邪秀一边和不见君对话 他总觉得忽略了什么 当知道不见君的前见主是魔族人时 才意识到他忽略了魔族 听到魔族两字 目中兮也急了忙问 你的前见主在附近吗 看到不见君摇头 他当想松口气 就听小师妹问道 你的前见主是魔尊吗 魔尊 这玩笑开大发了 不见君虽然不确定对方的身份 但叶翘基本上能确定下来 反正八九不离始了 杀戮道 谁家好人主杀到了 舍魔尊骑谁啊 叶翘怕影响君心 没说魔尊的事 只是提醒清传们小心魔族 这应该就是魔族部的局 想让他们和邪秀们先两败俱伤 最后魔族渔翁得利 意识到情况不对的叶翘 在第一时间发了求救信息出去 其他人也赶紧效仿 将求救消息发了出去 明玄见大家脸色凝重 他劝大家还是先努力杀邪秀吧 别想那么多了 反正想了也是白想 等想明白 估计坟头草都有三米高了 血玉觉得这话虽然不吉利 但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算了不想了 反正传道桥头自然指 武宗那边确实是遇到了事情 但真正出事的只有月清宗 万万没想到 又有人去劫狱了 魔族少主带了一大批魔修去 就被关押起来的云雀 以阵法出名的月清宗 哪里是那么好闯 但后面发生的事情震惊了所有人 由于云雀的出卖 月清宗竟被人偷家了 秦范范知道这事后都被气笑了 还真是出去后不忘来回馈宗门了 月清宗遇难 他们四宗也不能抽手旁观 只能赶紧去支援 导致都没时间去管载人间的清传门 谢初雪知道月清宗这事后幸灾乐祸道 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不云雀就来造福月清宗了 他的话音刚落 腰间的玉剑突然亮起白光微微发烫 他看了一下玉剑的内容后 就把玉剑递给了师兄 他表示要立马去一趟人间 秦范范看过玉剑内容后 同意了小师弟的决定 小师弟虽然有时候不靠谱 但他的实力向来莫测 目前派他去最合适不过 叶翘从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他尝试着祷告召唤出邪神 出动的是魔祖 听到他的推测诸悠道 刚刚我已经给长老们发去求救信息了 断横道望着天色 他莫名的有些心慌 收回目光 提出了最安全的建议道 我们跑不行吗 明玄反问他 他们跑了后 谁去管那些凡人还有其他修士 他们就算跑了也不会有人怪罪的 但问题是能过得去良心那关吗 宋寒生却出声表示他要跑路了 叶翘立马附和出声带他一个 两人达成默契 忍不住击个掌 击掌结束后 各自嫌弃地甩了甩手 薛日忍不住出声提醒两人 这个时候不需要俩人有那种逃跑的默契 叶翘耸了耸肩 表示他是开玩笑的 师兄们都在呢 他跑哪去啊 宋寒生当机立断将传送阵开启 这是他为逃跑做的准备 提前布下了 谁知他才当开启 下一秒就被强行掐断了所有的联系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拿出来了几张遁地符 贴在叶翘身上实验了一下 果然也是毫无反应 他瞬间如双打茄子般奄奄道 有修为高深的人强行切断了阵法 出不去了 起码在这一片区域里面 大家都出不去了 大家听了宋寒生的话都沉默了 叶翘剑都这样了索性 把他的猜测也说了出来 大家听后就更加绝望了 他们这片区域已经被封锁 魔尊居然还有可能会降临 叶翘剑大伙都烟头八脑的 他提议把五宗清船里战斗力相对弱的丹修们 想办法送出去 或者每宗送走一名清船出去报信 最终大家集中火力 攻击了阵法的一个薄弱者 宋寒生趁机启动了传送阵 思妙言 妙妙 祝忧 因为是女孩被各自宗门选了出来 断横刀被选中 是因为他们宗没有小师妹 只有他这个小师弟 叶翘都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推了进去 他整个人都猛了 不是说好让三师兄出去的吗 怎么最后出去的人变成他了呢 为何他心里有种酸酸涩涩的感觉 被人爱的感觉真好 他发誓一定会回来救出师兄们的 顺便就一下其他的清船们 还有他的那些便宜孙子孙女们 宋寒生路的传送阵 说到底只能在小范围内传送 他们五人一落地 就立马朝宫外逃去 叶翘讨厌这种被人拿捏的滋味 他偷偷拉上朱幽问 要来一场刺激的冒险吗 朱幽闻言愣了愣道 去哪 这还能怎么刺激啊 你有什么想法吗 叶翘将飞仙剑往半空一抛 踩了上去问 来吗 我们去挟修大本营召唤鞋神 朱幽第一反应就是遇见什么的 太显眼了吧 会被人看到的 什么 召唤鞋神 他看着叶翘的神情 不像是在开玩笑 便也拿出了落水剑 他的心砰砰直跳 说不清是害怕还是激动 他有预感 如果这次不跟着叶翘一起搞事的话 他会后悔终生的 与此同时 留下来的清船们开始商量对此 宋寒生第一个开口道 看到魔尊后 我们可以先一步投降 这个建议被血雨否决了 他觉得魔尊不可能会信他们的鬼话 沐仲熙表示 如果小师妹在的话就好了 听他那忽悠人的本事 说不定魔尊还有可能会信 宋寒生冷笑一声开始泼凉水道 既然投降不行 那有这个功夫 还不如早点联系宗门和家族 提前准备好一块风水好点的目的 沐仲熙一听不干了忙道 不要这样灭自己人之气啊 宋寒生 我们这有扶修 有剑修 还有单修和弃修 简直就是完美的组合呀 宋寒生嫌弃地看了他一眼纠正道 等会儿 谁和你们是自己人了 这时周秀弱弱地开口问 我奶奶 哦不 叶翘已经离开了吗 明璇头也不抬得打倒 小师妹被送出去 但我觉得她应该会有法子的 她现在对叶翘有一种迷之自信 周秀一想到她搞事的能力同情地看向明璇问 和她做同门 每天应该都很刺激吧 明璇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而是让她好好坐着休息吧 如果连她家小师妹都没办法的话 那他们还是躺下等死吧 周星云对这个建议喜闻乐见 还表示可以找个好看的树吊死 真是上吊成瘾了 此起彼伏的笑声传入众人的耳里 叶青涵猛地想起来摩修都喜欢那样笑 她不理解笑得那么猖狂 难道是他们魔族的什么传统吗 她转头问明璇 叶翘离开前还说了什么吗 明璇没有隐瞒直接道 看到魔尊第一眼就跪下 别的话都不要说 楚行之听完立马表示 谁要跪下呀 她的话音刚落 一股强大的威压向他们袭来 楚行之还是不肯跪 穆仲熙直接压着她跪下 心里吐槽她真的没眼色 不懂得什么叫能屈能伸 周行云看着叶青涵一副铁骨铮铮的模样 直接踹了她一脚 顺利让她跪下 周秀懵了 都这么果决的吗 她发现 这些青船和她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谁家青船跪这么果断的呀 骨气呢 看到一群青船自觉跪下 魔尊对这一幕感到很满意 她缓缓开口问 叶翘呢 第一句话便让所有人变了脸色 叶翘又是叶翘 楚行之忍不住想她是多招人恨的 铭玄谨慎抬头小心翼一回话 小师妹不在 魔尊的脸瞬间阴沉了下来 她本就是冲着那个叶翘来的 没想到竟然让她跑吗 既然叶翘不在 那么沐仲熙和叶青涵呢 魔尊心想两个天生剑骨也还算不错 沐仲熙和叶青涵听到各自的名字 没带犹豫地立刻站起身出来 他们怕连累人 魔尊只是看了他们一眼吩咐了句 带走 周行云看着被带走的师弟 他面无表情地抬起了头 手已经放在了断尘上 他的师弟由他来守护 还不等他付诸行动 阵法位置出现了歹变 金色浮光一闪而过 熟悉的声音传来 想带走我们宗的弟子 起码也要问问我们长明宗的意见吧 邪神 魔尊 到底谁才是他的信仰 周行云明玄和血鱼 都一脸激动地看向小师叔 谢初雪用眼神示意他们伤暗物躁 他眸光异常地冷道 武宗脚下作乱 趁机悄悄前往人间 是谁给你们出的主意 明确吗 修真借这么多大门不去找 偏生来找清传 说真的没成长起来的清传 根本入不了魔尊的眼 除非有能吸引他的清传 譬如夜窍 谢初雪瞬间感到有些苦恼 天才果然还是带有一定麻烦属性的 一个魔族声音冷了下来呵斥道 常明宗的 看到我们陛下 为何不贵 谢初雪仿佛这才注意到魔尊一般 露出抹明媚的笑容道 哈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魔尊大人啊 不好意思哈 你太黑了 刚才夜色正浓 没注意到你 在场的修真者 都用一种奇妙的眼神 望着谢初雪 带着几分敬佩 常明宗这个小诗书牛啊 静敢和魔尊这样讲话 魔尊邪逆了谢初雪一眼道 将你们宗的夜窍献给吴 你刚当的吴里吴便不追究了 他对夜窍的天灵根特别感兴趣 如果能多制造些天灵根出来 那么魔族一统三界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谢初雪一直在思索着 怎么才能将夜清寒和慕仲熙 两人毫发无伤的救抢 他听到魔尊的提议后 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 他虽然打不过魔尊 但还是要表明自己的立场 魔尊被拒绝后 神色立马一变 毁天灭地的魔器 瞬间朝众修士轻压 谢初雪一来就开始布阵了 防护大阵开启把众人护在其中 抵挡住了来自魔尊的威压 魔尊最讨厌的就是复修了 只因复修滑不留守地让他捉摸不透 他直接伸出手碰到谢初雪的瞬间 骤然收紧力道 紧接着传来骨骼断裂的声音 谢初雪却笑得灿烂无比 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身下阵法被他引爆 周围魔族包括魔尊在内全部被波及到 血鱼立马将丹药塞进小师叔的嘴里 这是他炼制出来的第一颗天品丹药 只要不是死了都能被救回来 被谢初雪摆了一道的魔尊勃然大怒 他刚准备大开杀戒 就在这时谢初雪腰间的玉检突然传来动静 他饶有兴致地将玉检抓在手里 这个时候传消息给谢初雪 不是叶翘就是武宗那群老头 不管对方是谁他都很感兴趣 魔尊听到一个女孩让谢初雪等他一盏茶的时间 他这就过来找大家 魔尊文言大笑了两声 不再出手 反正时间也不长他等得起 朱优不明白叶翘为何要和谢初雪预见联系 他们现在不是应该苟着吗 叶翘也是没办法 谁让他摊上一个不靠谱的小师叔呢 他怕不吊着魔尊的兴趣 等他赶过去看到的可能就是小师叔的一具尸体 苏卓与思妙言 苗苗和段横刀三人会合后 没看到叶翘的人忙问 叶翘吗 也被抓了吗 思妙言告诉他 叶翘带着朱优不知道去做什么了 听到叶翘没被抓 苏卓不知为何松了口气 被众人惦念的叶翘 此刻已经拉着朱优来到了邪修的大本营 他准备干票大的 召唤出邪神来对付魔尊 他先划破手心 将血涂抹在那个诡异的图案上 随后取代了僵硬在那里一动不敢动的邪修的位置 跪在地上开始祷告 朱优见状也有模有样的跟着跪了下来 划破手心 和他一起祷告 两个正道弟子 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跪在邪修大本营宫请邪神 邪修们看着他们一副娴熟的祷告模样 感觉整个世界都玄幻了 然后令他们感到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 邪神竟然给出来了回忆 就听到邪神用一如既往难听的声音问 召唤无来 所求为何 不知为何 朱优硬生生从这个邪物声音里面听出来了咬牙切齿的感觉 叶翘扬起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道 希望吴主能帮奴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忙 邪神许是顾忌天道约束 思量了半想才道的好字 叶翘面不改色地吹捧着邪神 吴主千秋万子 吴主就是奴在修真界唯一的信仰 叶翘转身吩咐一旁的邪修 在一盏茶的时间内集合所有的邪修们 为吴主讨回他该有的荣誉 他打着面魔族 踩青传的口号 拉着一大帮的邪修往皇宫赶去 他急啊他赶着去救人啊 他也怕没有他在当中搞事 魔尊和邪神斗不起了呀 他需要去添麻火呀 叶翘急冲冲地进了皇宫 看到那些熟人安然无事后 他这才放下心来 立马调整好表情 望着高高在上的魔尊主动地跪了下去 他语气诚恳道 魔尊陛下您是三界内我唯一的信仰 祝忧偷偷地抬头看了他一眼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上一个的信仰还是邪神吧 他的信仰还真多 没底线没原则的叶翘心想快点打起来吧 打得两败俱伤最好 反正只有打赢的那个人 才是他唯一的信仰 他表示刚刚所言句句都是发自肺腑 甚至还立誓道 如有违背 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众修士听到他在那里一本正经的立誓 心里都在暗自吐槽叶翘 做个人吧 现在谁不知道他根本不怕被雷劈啊 他可是天品雷灵根啊 魔尊见他竟敢当着面地忽悠自己 气得直接一掌拍了下去 就在这时 一道比他还要邪恶的气息出现了 原来是叶翘的另一个信仰邪神降临啊 邪神和魔尊敬畏了他大打出手 只因一个个爱他爱的深沉 谢出雪剑降临的竟然是邪神 他满脸不可置信地问武宗清传们 邪秀不是被解决大半了吗 怎么邪神还会降临人间呢 祝忧嫩嫩的开口道 邪神之前确实是被大家合力阻止降临了 但在刚才又被叶翘和他俩人祈祷来了 众人听到他的解释后都呆愣住 什么叫被他们俩祈祷回来 两人身为武宗的清传竟然去请邪神 他们没听错吧 这个世界已经这么玄化了吗 叶翘看邪神这个架势是嫡妃有了 他忙向小师叔确认 等一下是不是能带着他逃跑 他摸了摸下巴表示他好像玩脱了 但又好像没有 毕竟他手里握着三道针对邪神的天道约束 魔尊看着不断汇集的邪气 没有多想 只以为是那些邪修最终祈祷成功了 他觉得不可思议 信徒都基本上被杀光了 邪神竟然还能降临成功 邪神降临后便直奔叶翘而来 他现在就要先吃了眼前这个可恶的小鬼 都是这个该死的修士 竟敢戏耍他 没想到叶翘退都没退一步 只是传了一句话给对方 规则之内 你不能伤害我 邪神忌惮于规则 更忌惮于天道 他的步子骤然停住 脸色几经变换 还是不敢伤害叶翘 落在其他人眼里 那就是他都能操控邪神了 连楚行之见状都不得不佩服起他的牛逼 祝忧见状也是一脸的猛逼 他并不觉得邪神会对信徒这么的友好 可那个邪神偏偏在叶翘的面前 就宛如收起力爪的野兽一样 魔尊生性多疑 上位者本来就会挠不响的也多 他觉得邪神和叶翘联手 要喝起火来对付自己 他朝着邪神冷笑道 不知死活的东西 那是朕的信徒 邪神闻言下意识地回道 你算什么东西 那是吴的信徒 在他眼里信徒都是他的盘中餐 用来吃的 邪神与魔尊彼此的眼里都染上了恐怖的杀意 就这样两个魔物干了起来 他们应都顾忌着天道 天道准备拨乱反正 一人给了一道天雷 轰隆一声巨响 硬生生把他们给分开了 谢叔雪只抬头瞥了一眼 然后对叶翘道 让他们打吧 谁打赢了 也就是谁的信徒 叶翘趁着两个魔物互相牵制缠斗时 就下了被劫持的叶青寒和目中西两人 然后就见他拿出了一张地图纸 看了好一回才对谢叔雪道 小师叔 现在我们跑路吧 谢叔雪见他不像在开玩笑 知道他一向鬼主意多就同意了 他就问叶翘准备跑去哪 叶翘直接让小师叔带着他往修真界跑 谢叔雪没多问原因 下一秒拎着他消失在了原地 魔尊见他们是往修真界跑的 顿时就不急了 他追了上去 邪神看着魔尊追着叶翘消失不见了 也回过未来了 他跟着追了上去 最大的两个威胁跟着叶翘走了 朱优看着那群跪地的邪修若有所思 他巧声问其他清传们该如何处理这些邪修 反正不能留他们在人间 众人一致赞成他的观点 最后让明璇出面去鼓动邪修们离开人间去跟随他们的主人 邪修们得到了提醒和鼓励 当即也追了上去 一时间原本混乱的人间 在这一刻安静了 没有邪神牵制 魔尊追得很顺利 谢初雪连续带着叶翘转了好几个地点 都快累虚脱了 叶翘却不慌不忙地对谢初雪道 小师叔带我去幽灵秘境吧 谢初雪听到这话时还微愣了下 但下一秒就朝秘境的位置打去 被叶翘惦记者的幽灵秘境是受天道偏爱的 自从被叶翘劈散一次后 他不断地吞噬灵物用以休养生息 这个秘境猥琐得很 时不时出现下 吃完就走 叶翘找到幽灵秘境后 当即甩掉了谢初雪 直奔秘境而去 没了谢初雪带他逃跑 魔尊追上他不过短短眨眼间的功夫 魔尊爆发出剧烈的魔气 用威压将他强行拴住 但很快魔尊便意识到了不对劲 幽灵秘境正在疯狂的秘食 看到什么灵物都想吞一下 他竟一口把魔尊吞了下去 幽灵秘境可以巧声无息地将所有人关在秘境里面 只要进去 没有得到他的同意 就别想出去 而且进入秘境后 最高修为将压制到原因期 夜笑见魔尊进来了彻底松了口气 当即毫不犹豫地划破 手心再次召唤了邪神 邪神因约束再次被迫降临 然后他就被恶疯了的幽灵秘境吞入了腹中 他不仅得罪人 竟还得罪不是人的东西 只因他太会搞事了 此时的幽灵秘境特别地高兴 因为他一口气吞了三个人 其中有两个实力很恐怖 但那又怎么样 在秘境之内 他就是主宰 他与幻境狼狈为奸 一个负责吞人 一个负责布下幻境把人留下 做他们的养分 等两个大佬发现修为被压制到了原因期后 他们这才明白了夜笑的真实目的 手里一直捏着俘虏的夜笑 时刻保持着警惕 魔尊的修为即使被压制到了原因期 也不是他一个小小的金丹修士能对付的 这就是他为何要拖邪神下水 他觉得既然要搞事情 那干脆搞个大的 这时剑灵不见君挑了出来 在魔尊面前停留了几秒后道 原来真的是你啊 五百年都不洗澡的家伙 怪不得味道那么重 魔尊文言气息一瞬间变得骇人 他认出来了不见君 如同不见君厌恶他这个前建筑 他对不见君也是讨厌至极 夜笑赶紧一把报警夺损盲表示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童言无计童言无计 明大人不计小人过 邪神没有管魔尊 他直接朝夜笑袭去 他并不是真的想马上杀掉对方 而是想逼着对方用掉最后一道约束 邪神很喜欢利用人的弱点 进行功课 他试图用精神洗脑夜笑 让其说出一个愿望 夜笑察觉到心底的阴暗面在不断地扩大 他撞思想了很久到 他的愿望啊太多了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邪神做他的口 供他驱使 敢在邪神暴怒之前 他又迅速改口道 他的愿望是能再多一百个愿望 他说完这句话就往后跃去 手里骤印成形 对准邪神的方向快很准地拍了下去 他一路往深处跑 找到幻境的位置后 他才停下脚步 娴熟地许愿 幻境幻境请回忆 幻境听到这道熟悉的声音 他简直不敢相信 是他回来了 夜笑那个魔头来了 他来干嘛 幻境一个机灵 有些惊悚问他身后跟着的东西是什么 夜笑没打算欺瞒幻境 时事求是道那是邪神 幻境都傻了 他活了这么久 都没和邪神这种生物打过交道 这个夜笑是魔鬼吧 竟能让邪神亲自追杀他 关键是现在竟然引着邪神到他那里来 夜笑哪里管幻境的死活 就想直接踏进幻境里面去 想到昔日被他支配的恐惧 幻境咬着牙大喊道 别动他这就去会一会那个邪神 在经历了他的荼毒之后 幻境甚至诡异地觉得 邪神比夜笑要好对付 因为邪神有野心有欲望 周行云一行人 紧敢慢赶地回了修真界 却被告知夜笑带着邪神 还有魔尊一起被幽灵秘境给吞了 薛宇语气奇怪地问 幽灵秘境 他把小师妹吞了 明璇一直都忘不了 足以把秘境给劈开的雷杰 他郑重地表示 幽灵秘境一定很痛恨小师妹 沐仲西突然惊呼出声 邪神 魔尊还有一大批邪修们都进去了 再加上被小师妹雷杰劈开的秘境 这不是属于受害者联盟首次会诗吗 周行云也不由在思考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小师妹还能活着出来吗 邪神被魔尊打伤了 然后他就带领着这批邪修们去为主上报仇血恨 他顺理成章地带着一群邪修去胖揍了魔尊一顿 魔尊气地怒喝了一声放肆 此时的夜笑在他眼里已经是一个必死之人了 但他忽略了一件事 夜笑是有领域的 虽然不是他的 但可以拉他进去避难 夜笑安心地躲在领域里面 无视外面狂怒的魔尊 心想等魔尊将那些邪修们都解决掉后 如果邪神也算人的话 秘境当中就只剩下他们三人了 邪神好不容易摆脱开幻境 给他构造的纸醉精迷的场景 刚准备找夜笑复仇 便看到一个由幽灵秘境化形成的团子 幽灵秘境心满意足地吞了好多个邪修 他感受到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他正准备一鼓作气地吞噬最后三个人 等他看到其中一人竟然是夜笑时 他头都大了 幽灵秘境抓住夜笑试图 把他从秘境里面驱赶出去 夜笑面不改色地朝他打着招呼 好巧我们真是缘分不浅 幽灵秘境内心是崩溃的 他好想仰头大哭 谁他妈想和这个女魔头有缘分呢 如果可以他希望再也不要见到对方 他看了一下夜笑的修为 忍不住又算计了起来 他忍不住洋洋得意道 我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你现在还是金丹七 那两个 一个魔族的 一个气息很邪恶 我也不会放出去的 夜笑一听他的话 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无非是想见那两个家伙的手除掉自己 知道自己得罪的人和东西有些多的夜笑 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他微微一笑道 好啊 那你等着 他突然扭头冲着身后的邪神和魔尊开口 你们想出去吗 那就和我合作吧 好似看不到魔尊和邪神看他时 眼神里的不善 他脸上的笑容不变 像是传销头子一样问他们 来吗 大家一起合作先出秘境再说 从人间回来后的青传们忙得脚步着地 但实战也让他们成长得格外快 比如明璇的修为就到了金丹后期 其他的人或多或少也提升了一个境界 沐仲西几人白天忙着清理魔族 晚上经常结伴去寻找幽灵秘境 他们期盼着秘境能开启 一直没有小师妹的消息 让他们很是忧心 他着急地问师兄们 可不可以让成风宗帮忙打开幽灵秘境 薛宇想了一会 最后还是摇头道 那里面现在不仅有魔尊还有邪神 成风宗不会愿意帮忙的 明璇也赞同薛宇的话 两个恐怖的存在冷不丁 被小师妹拐入了秘境当中 成风宗怎么感冒这么大的风险 将秘境打开 万一让他们逃了出去 遭殃的自然是修真剑 宋寒生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画面 长明宗四人都搭了个脑袋 垂头丧气的 他看着毫无形象可言的四人 一脸嫌弃道 幽灵立境出现的位置本来就不确定 你们这样守着毫无用处 魔族来人了 长老们让你们回去 他顿了顿接着诱导 魔尊消失的时间够长了 魔界那边急了 他们放话出来 再见不到魔尊的话 他们就要踏平武宗 周行云听后连个表情都懒得给敷衍道 我们好怕哦 血语文言扶而问 所以说长老们是要让我们去撑场面吗 最后四人还是跟着宋寒生 赶去月清宗帮忙了 等他们赶到时 其他几宗的清传们早就到起了 逆事厅中月清宗宗主脸色阴沉道 云雀那个孽障为了明月渐进 带领着魔族闯进地 秦范范一直觉得月清宗带云雀不错呀 实在想不明白他有什么理由叛宗的 既然想不明白就直接问云恒道 云雀为什么会叛免 云恒被问起这个顿时感到很烦躁 他一向偏宠这个小徒弟 要不是因为偏宠他 叶翘还会成为长明宗的清传吗 他语气不善道 他怎么会清楚这事 宋寒生突然想起来了云雀画幅时的场面 他似乎捕捉到了点不寻常爱 他看向云恒问 师父当初云雀灵根受过损 云恒点点头道 他的灵根一直有伤 但找不到原因 所以无法治愈 只能靠单药控制 后来他从外面历练一趟回来 灵根上的伤变好吗 云恒当时就觉得他是得到了机缘 血云却又对此不想多谈 他便顺着小徒弟的意思 把事情给盖过去了 谢出雪文眼眼神微微变化了下 他鄙夷地看了一眼云恒道 你们月清宗没有禁术吗 扶休聚集地 禁地里面 敢说没有禁术 云恒同人猛地一颤 精意不定望着谢出雪 月清宗确实有调换灵根这种禁术 可是如果这禁术一旦成功 被换的那个人 只怕也活不下去了 清传们听到两人的话都愣住 渺渺惊呼出声道 所以说他是怕事情败露 会被杀 才跑掉的吗 现如今武宗领头人的话语权在秦范范手里 虽然他遇到事情 还总喜欢找问剑宗宗主商量 但现在这是没什么可商量的 他直接下令道 魔族云雀 一旦发现 就地诛杀 与此同时 魔族打着要武宗给个交代的旗号 像是要与武宗直接叫板开战 开战肯定是不至于的 魔族来此的目的 无非是找个借口来错一错武宗的锐气 头一次被魔族找上门来 叶清涵的眼里满是冷一道 竟敢在武宗脚下作乱 真是够胆 明璇也接话道 不是该夸你们一句勇气可嘉呢 还是该说你们愚蠢呢 一位金丹后期的魔族男人笑着开口解释 他们并不是来作乱的 只是想问问武宗 将他们的魔尊带到哪里去了 魔族可从未挟持过武宗的任何一位长老了 穆仲熙毫不客气地对了句 那是你们废物 对方闻言笑容都凝固在脸上了 冷冷地盯着目中膝看 云雀有一搭没一搭地拨动着手里的配件 他脸上情绪不明道 少主别和他们浪费时间了 一旁的魔族少主耸了耸肩道 阿雀说的也是 两人就这样若无其事地嬉笑打闹 将武宗无视个彻底 像是在示威 就在情怀没控制住情绪拔剑时 魔族少主仿佛才回过神来眨眨眼道 把你们忘了 真是太失礼了 祝悠眯了眯眼看向他 心想这人还真是嚣张 苏卓看着云雀和魔族少主打闹的场景 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他忍不住问为什么呀小师妹 云雀扭头看了一眼苏卓冷笑道 武宗从始至终都容不下我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弃暗投明 他的这句话都把苏卓问猛了 到底谁是暗 谁是明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们才是根正苗红的正道弟子吧 刚刚那个金丹后期的魔族男人再次开口道 我们魔尊下落不明 你们武宗不给个交代吗 只要将夜窍交出来 我们可以不与计较这个问题 一个清传话我们魔尊和算得很 宋寒生站了出来回怼道 交出夜窍 你在叫我们武宗做事吗 凭什么 就凭你们比一般人要脑残 他的话音刚落 月清宗这边的俘虏与阵法已经悄然成形 云雀见状率先踏入阵法当中 几张破阵符捏在手里 甩了出去 宋寒生不懈地看向他道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坏 没想到你是又蠢又坏 云雀饶势知道宋寒生此人将宗门利益排在最前面 他也还是被他毫不留情的杀意给伤到了 他大声斥问宋寒生 没想到你这么不顾及同门情谊 腾出手的楚行之好奇的问云雀 你都背叛东门了 你们两人之间还能有什么情谊的 叶清涵直接打开领域 将两个实力最强大的魔族带入领域当中去打 沐仲熹有剑林昭西的帮忙 再加上明玄和他一组 一时间倒也没有魔修感去招惹他们两人 秦怀与周行云两人被另外两个实力不弱的原因期给绊住了脚 剩下的清传面临的是一打二 甚至一打三的局面 楚行之悬身下劈 寸血剑一点白霜 散开打在魔修肩头 一剑差点将人劈成两半 双方都没有留守 对彼此也不爽许久了 叶清涵多次试图用暴力打破这种局面 均以失败告终 主要是这些魔族根本不把命当命 经单七的魔族也太多了点 一个个前扑后继的来送死 这个时候想控制住局面站上风 只能靠扶修呢 宋寒生果断下令道 杀了云雀 我来帮你们控制住 叶清涵也点头表示同意了 他一剑冷冷贯穿云雀的心口处 当他还想补第二剑时 被一股强大的魔气弹开了 他勉强杀住步子 看向云雀被魔族的那个少主护在怀里 醋了醋眉 宋寒生问他云雀死了眉 叶清涵摇头表示不确定 宋寒生实在没时间去纠结 能不能当场杀了云雀这个问题 他手里结印 看了一眼明璇和月清宗的几个扶修 将战场分割开来 明璇问众人 魔族数目实在是太多了 要全杀光他们吗 周行云语气平静 严谨一概道 大家先控制住场面再说 楚行之撕了一声 杨琪手里剑 反手从死的魔族后抱怨道 问题是控制不住啊 他们跟疯狗一样 楚行之问明璇道 用定身符把他们定住 这个主意怎么样 明璇直接告诉他 定身符没用 定身符只能小范围控制 他们人太多了 哪里是想控制就控制得住的 他觉得这种僵持不下的局面很累人 魔族倒是还好 金丹多如狗 完全可以打一波消耗战 但他们清传林林总总 就那么几个人 根本吃不消 在清传们和魔族打的白日化时 叶翘也在秘境里搞事情搞得飞起 他连番躲开魔尊和邪神的联手攻击后 跳到安全的地方大声对两人道 做个交易呗 大家先一起出了秘境再说 幽灵秘境文言下意识想嘲讽他 一个小小的金丹七 还想和魔尊邪神做交易 他也配 但想到之前被他劈得摇摇欲坠的本体 他就闭上了嘴不敢之声了 叶翘拍了拍手道 我们三个再加上秘境和幻境 如果都算做人的话 我们五个齐聚一堂 这是多大的缘分了 为什么不能好好聊一聊呢 幽灵秘境和幻境差点裂开 谁要和他有这种孽缘 谁要和他好好聊一聊啊 魔尊也听说过幽灵秘境是只进不出的 只是他也没想到竟然会被引到这种鬼地方 他看向叶翘问 那你有什么办法 叶翘没有隐瞒直言道 他上次出去就是靠雷杰强行劈开秘境出去的 魔尊和邪神在听说雷杰可以劈开秘境后 两人齐齐看向画形的秘境 眼里不约而同染上了威胁和冷意 秘境都猛逼了 这三个不是好东西的家伙 就这么达成了共识了吗 叶翘再次出言提醒道 当初他是突破金单七才有的雷杰 现在他距离原因七还差三个境界 这次要靠他的雷杰肯定是没醒 一直默不作声的邪神此时却慢慢开枪了 那你的办法到底是什么 叶翘看向秘境 露出了个让秘境心慌的笑后道 也是借助雷杰 但前提是他俩要合作 邪神目光阴森森地看向叶翘 和他合作 和他合作的上一个恐怕坟头草都三尺高了吧 剑魔尊和邪神都不愿意配合 他也无所谓地躺下摆烂 那就耗着好了 反正秘境也不想放他们出去 等他们能出去的时候 估计一个的江山都亡了 一个的信徒们都换信仰了 他是真的一点也不急 武宗这么多侵传在呢 少他一个不会出问题 着急的应该是眼前这两个祸吧 幽灵秘境经常换位置 救援都来不及救援 除非他愿意打开秘境出口 不然他们三人就这样耗到地老天荒吧 邪神频频看向叶翘 见他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这才真的是急了 他可是有雄心壮志的人 怎能被困在这小小的秘境里面 秘境很不放心 三个不是好东西的家伙聚在一起 他一直默不作声地盯着三人 怕他们在他眼皮子底下出幺蛾子 一开始三人都能坐得住 没想到才几天邪神就顶不住了 他本来就被封印了许久 还没有出去大杀四方便被带到了这个鬼地方 他最终还是同意了叶翘之前的提议 他觉得魔尊的威胁性太强了 在秘境里面还是赶紧解决掉的好 至于叶翘 他修为太低 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叶翘和邪神对视了一眼 无声地指了指魔尊的方向 示意他先一起干掉魔尊 刚和邪神做完交易 叶翘便布下了个隔音阵子 敲了敲阵法周围的屏障道 秘境我知道你在偷听 等解决掉魔尊 你帮我对付那个邪物 这样我就不破坏你的秘境了 被威胁的秘境很是不爽的问 凭什么 不过一个小小的金丹七净 也敢威胁他这个天道的宠 叶翘文言一点也不生气 反倒是笑着开口问 听说过天道约束吗 违背的一方是会被天雷劈的 如果一直不达成 会被一直追着劈 你猜猜 这个约束在谁手上 万万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的秘境 听他这么一说 立马失去的闭嘴了 他最终妥协地表示 可以帮忙困住邪神 逆境垂头丧气 与叶翘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 达成了合作 和他合作的果然没什么好下场 详情可见一无所知的邪神 还有正被叶翘与邪神联手 打得半死的魔尊 叶翘拎着被他和邪神联手 给打得半死的魔尊 摇摇晃晃地踩着飞剑回宗了 赶到长明宗的时候 找了几个内门打听才知道 现在长老们和青传们 都去支援月清宗了 等他拖着魔尊来到月清宗的时候 双方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 他观察片刻发现就局势而言 武宗暂时是战上风的 但再不停止 等到后面 遭殃的就该是那些清传了 消耗战不管放在什么情况下 都是树木多的获胜 他从戒子袋中掏出来了个扩音符 是一飞仙剑飞高一点 摆了个自信且嚣张的模样道 下面的魔族 你们被包围了 魔族少主看向半空 剑只是一个金丹中期的少女 拎着个不知名的东西 竟然敢一个人过来挑衅 看清来人是谁后 他反问叶翘 难道不应该是他被包围了吗 叶翘笑容一收到 不要总是打打杀杀的 这多伤和气啊 他先让魔尊露了个全脸 然后才到 你们的魔尊在我手里 现在 全部的魔族都抱头蹲下来 见他们不动 叶翘大声斥问道 还不放下手里的武器 你们是想篡位吗 搞得他是魔尊代言人士的 他就这样拎着魔尊 强制性终止了这场双方 打到白热化的战斗 魔族确实是被包围了 被叶翘一个人包围了 当魔族少主看清楚 叶翘手里拎着的人是谁时 他的脸色几经变换后 最后怒斥出声道 大胆 你是想和我们整个魔族为敌吗 叶翘将魔尊挡在他的前面 踩着飞剑落到清传队伍里面 那猥琐的样子 真的让人眉眼看 看到小师妹平安归来 手里还拎着个重要人质 目中西立马回怼道 我看大胆的是你 怎么和我们第一说话的 你们的魔尊还在我们手上 我劝你们开口前 最好先思量一份 听到他话里明晃晃地威胁 魔族那边齐齐僵住 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齐刷刷地看向魔族少主 等待着对方的命令 长老们看到这一幕 下意识就想出去主持大局 谢初雪提醒他们道 事情还没完呢 那应该不是魔尊的本体 不然一开始他们也不会 这么轻易说出 让魔尊换侵船这种话 在谢初雪看来 这群小兔崽子们 早该历练历练了 大比什么的 哪里有在这种实战中 成长速度快 他让长老们先别急 让他们打一架也挺好的 明玄好奇地问小师妹 这就是魔尊 他是晕过去了 还是被你杀了 叶翘文言不满地 看了二师兄一眼后表示 自己怎么可能会杀人 魔尊当然是晕过去了 薛玉用手戳了戳魔尊 打量着对方凄惨的模样 不由心生感叹道 小师妹你拖着他遇见的时候 掉下去不止一次吧 可怜的魔尊啊 周行云提醒师弟师妹们 都安分点 没看到对面魔族的理智 都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吗 魔族少主舰那群 清传们旁入无人地聊起了天 竟敢把他们无视地干干净净 他生气地下令道 动手 先解决掉叶翘 他们不敢直接杀了尊上 叶翘听他这么说 立马拿起手中的飞仙剑 准备战斗 魔族少主一直以为 飞仙剑还在问剑宗的剑窟内 倒是没想到会在叶翘手中 叶翘一只手握剑 一只手抓起魔尊 他漫不经心地问道 这应该不是魔尊的本体吧 魔族少主瞥了他一眼冷笑道 抓你们哪里需要 出动尊上的本体 他不过就是一句分身而已 宁玄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之前魔族那么淡定 还以为他们对这个魔尊 是真的半点不在意 叶翘漫不经心道 原来只是分身了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杀了他也没什么关系了吧 话音刚落他就提起飞仙剑 冲着魔尊的脖子扎了下去 两个元英七的魔族 看到这一幕彻底坐不住 直接朝叶翘出手了 叶翘一把扯过魔尊 替他挡住攻击 一副了然道 原来还是在意的呀 那刚才还装什么逼呢 既然在意 那就好办了 他利落地将魔尊 塞在冥玄的手里道 谁来砸谁 躲不过就闪他后面 反正不是本体 死了就死了 冥玄觉得能想出 用魔尊去砸魔族这个损招的 普天之下估计也就自家小师妹了 当他拎着魔尊一个甩园出去 就见砰的一声落地 砸死了五六个魔族 他先是呆愣了片刻 然后就爽翻天了 果然还是小师妹会玩啊 穆仲熙都无力吐槽 二师兄那糟糕的出招动作 干架就应该是干净利落 他拎着招锡剑 剑影重叠 蓄力落下横扫出一片空底 善良的穆仲熙 还是决定不去打击 二师兄的热情了 让他开心就好 被鼓舞到的明玄 立马一边用俘虏防身 一边动手砸人 老实说这一幕 辣眼睛得很 魔族的人拼命想去抢回魔尊 却被穆仲熙提前一步捞走 开玩笑 跟他们长明宗比速度 穆仲熙看着几道魔器 追在屁股后面 他利落地将魔尊甩给叶清函 明玄打了个响指启动阵法 结界毫无征兆地住起 刚才有魔尊身体当掩护 谁也没注意到 他什么时候布的阵法 宋寒生见一群沉迷于 追回他们陛下的魔族人 哼的一声撞在了结界上 他冷笑出声 好玩吗魔族的蠢货们 铺天盖地的金色罗网落了下来 两个剑修不知何时 站在半空中 手里拎着法器在布网 原本密密麻麻的魔修 被扫荡的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赵长老见状惊叹道 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默契 这群孩子不都挺不对付的吗 魔族少主的脸色 已经非常的难看 但他敏锐地发现了一点 这么多清传 竟然都是在围着 那个叫叶翘的清传打转的 捂着胸口伤的云雀 建议魔族少主 先把叶翘解决掉 然后整场战斗就会轻松很多 云雀现在是满腔的恨意 他本就脆弱的灵根 刚刚差点被叶青函 刺来那一件脚碎 还有那个宋寒生 竟然对他下了死手 都没有一点同门之意 都是一群狠心人 魔族少主很高兴 自己的想法 能和心爱的人不谋而合 他吩咐魔族的下属们 好好照顾云雀后 就一跃而起 准备偷袭叶翘 还没等他开始动手 他就听到身后 传来一道小男孩的声音 哥哥 陪小七做个游戏吧 然后他只觉得眼前一黑 刚才所有的场景都消失不见了 只愈下一片漆黑 和眼前笑眯眯的小男孩 他瞬间觉得后背发寒 叶青函和小七一人一轨之前 就通过领域 已经拽走了好几个 实力强大的魔族了 祝优冲叶翘眨了眨眼道 你家小七这个领域 看上去好厉害的样子 叶翘手起见落杀了一个魔族 他抽空回答了一句 小七的领域是时间属性的 你们大师兄的领域 是什么属性的 根据什么决定里面属性的 祝优实话实说道 这个他也不清楚 他只知道 但凡能让修饰领域出来的领域 就从没有弱的一说 叶翘文言默默伸出手 看着手里涌动的淡绿色的光影 问他这个领域 应该属于什么属性吗 叶翘摊开手心 就见里面出现了 一抹淡绿色的光域 和叶青函当初领域出来 领域时的模样极其相似 只是模样略显不同而已 祝优盯着那抹淡绿色的光团 心想叶翘就算有领域 那不也该是紫色雷电吗 他家大师兄是冰灵根 领域名为冰封 他那时就猜测领域 或许与灵根自带的属性有关 难道是他太孤陋寡闻了 导致他之前的猜测成错了 慕仲熙一脚将一个魔族 从半空踩落 他抬头刚好看到闲聊二人组 就问他们俩在搞什么 拜托他们认真一点好不好 魔族布置表面上这些 暗地里也藏了不舍 叶翘朝刺师兄招了招手 陈莹片刻后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 惊天大秘密岛 绿色的光 小师妹你难道是木灵根 叶翘听他这么说 就不客气地拍开他的脑袋 示意他快闭嘴了 看来他家四师兄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靠谱 祝优建议叶翘先把光团收起来 他觉得这个光 也许与灵根无关 可以等打完后 再问问他家大师兄 迄今为止 修真界的清传们 也就叶青涵一人 对此有所了解 秦怀扭头就看到 明璇有离开的架势 便问他干嘛去 明璇摸了摸下巴表示 想去看看他们在那边聊些什么 秦怀文言不敢置信地 打量了他一番 见他不像是在开玩笑的 直接没理会他的意愿 并生生地把他扯了回来 加入战场 叶翘对那抹丹绿色的光运 其实是有些猜测 那或许和苍生道有关 但他一直不太明白 所谓的苍生道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在三人闲聊过程中 两个魔族不知何时 悄然摸了上来 拎着刀砍向 实力相对较弱的驻忧 就在此时 叶青寒面无表情地挥着剑 剑光如刀 剑气所到之处 魔族纷纷退避三射 同等境界下 原因七的魔族 进去他领域一段时间再出来 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叶翘剑状也不有感叹出声 无情道 真是恐怖如斯啊 另一边的领域当中 小七望着跟剑鬼一样 试图往外逃出去的魔族少主 与七悠悠道 哥哥 不陪我玩了吗 小七的杀伤力是不高 可是在他的领域里面 他才是定下规则的人 魔族少主最后 是用了轻跌给的保命法器 才从领域当中 死里逃生出来的 他捂住胸口 鼓鼓涌出来的血 用丹药将伤口包扎好后 他脸色一寒 眼里闪过狠衣 下令道 把他们全杀了 这时身旁的一魔族 出声提醒他 少主别太过 不然武宗那些老不死的 不可能做事不管的 魔族少主经过手下的提醒 李治终于回笼了 他此时恨死了 那群该死的正道修士 他表示他知道了 让人暗地里下手 先派个三个人 去处理掉叶翘 叶翘扫了一眼 拦住他去路的三个魔族 他轻轻一晃 手里就出现了掠影剑 浅紫色剑光 滑出一道流光 出剑速度那较一个快 魔族三人猛逼了片刻 被他中途换剑的骚操作 给弄得措手不及 只能狼狈闪躲 主速度的零剑 他刚才用的不是飞仙剑吗 他们的修为都在金丹后期 比其他人这种一言不合 就是被围着打的处境好多了 估计魔族忌惮着 他手里拎着的魔尊 惯会得寸进尺的 他察觉到魔尊的妙用 拎着魔尊 逮着魔尊 逮着魔族就是一顿锤 一边的血域 抛出手中的山河图后 就让师弟目中西 动手杀敌 就见朝夕剑泛着红光 以燎原知识覆灭魔族 师兄弟两人配合的 那叫一个天衣无缝 叶翘刚打退了三个魔族后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被好久不见的云雀 给拦了下来 他注意到了云雀 眼里不加掩饰的恨意 他真的是愈发不懂 这人到底在想什么 看着眼前气息都变了的云雀 明明之前还是个 天真明媚的女子 现在整个人 显得阴沉沉的 难道这是入魔的后遗症 叶翘直接问他有什么事 要打上一架吗 云雀眸光冷冷地凝视着叶翘道 我会堂堂正正地打扮你 然后再取走你的灵敦 叶翘没空听他在那里放狠话 从哪里来的 至少云恒带他 从始至终都是挺不错的 给他提供了各种修炼的资源 听到叶翘的话后 云雀整个人显得更加阴郁了 不管是他的青蛮鸟 还是寻宝兽 现在都被贪得无厌的武宗抢走了 云雀手里拿着一把 上面落着古怪暗闻的匕首 一边大喊着去死吧 一边就朝叶翘袭去 叶翘都无力吐槽他的愚蠢了 是个人都应该知道 匕首只适合用于暗杀 他竟然想用匕首和自己的剑来打 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叶翘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受过伤 当即想要用剑将他的灵根绞碎 剑情况不妙 一直护在云雀左右的 两个元英七高手动了 出手就回了云雀 饶氏如此他的腹部 也被掠影剑击中 云雀一连吞了好几瓶丹药 才勉强能说话 他怨恨地看了一眼叶翘 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后 将手里的匕首 递给眼前的元英七魔族道 我要他的灵根 魔族高手直接接过了匕首 他们是奉命前来的 目标就是武宗的清传们 他们本就没打算放过叶翘 叶翘就这样一个人 对上了两个元英七魔族 见他神色不变 其中一个魔族办事试探 办事嘲讽地问 你要一个人打我们两个吗 这事耳边响起了一个 少年轻快的声音 当然不可能啊 你们两个算什么东西 从剑中化形的不剑军 直接掠过魔族望向云雀问 你拿那匕首挖过人的灵根 云雀一愣竟然是剑灵化形 他迅速反应过来问 你就是那根棍子 不剑军笑容灿烂道 我是你祖宗 话音刚落 就见一条漆黑色锁链 朝云雀脆弱的脖梗缠绕而去 云雀赶紧从戒子袋里 抓出一把剑 下一秒就见他手里的剑 迸射出点点星光 将不剑军霸道的剑起 全部溶解开 叶翘剑状微盾 看来云雀那把剑也有灵了 那个家伙手里 怎么有这么多好东西 他招了招手 示意不剑军回去 战局进行到了白热化阶段 周行云手握长剑 在虚空处一点 清风破以他自身为影 清风觉第六式 卷席进去的魔族 全部被封刀绞碎 入目满是血雾 在他一旁的断横刀剑装 赶紧用起了防护罩 他忍不住提议道 周师兄您能不能温柔点 我们身上也不想沾血啊 周行云文言 只是呕了一声 表示他知道了 断横刀严重怀疑 对方是在敷衍自己 沈紫薇觉得他们太悲催了 自家大师兄 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丢下他们几人 拿着清风剑一马 当先杀在最前面 他们只能躲在周行云后面 谁知那也是个 没有半点宗门情义的主 踏清风一运 消失得比谁都快 不见君正和那把匕首的灵纠缠着 正在不见君思索着 是要踩碎他 还是夺过来给叶翘时 周行云看到这一幕 果断地将断尘甩了过去 叶翘抬头就见一把 雪白色的零件 直直抛制而来 在战场上划过明亮的弧度 半空中还传来一道 咬牙切齿的声音 周行云 我恨你 叶翘刚想伸出手去接断尘 剑就自己飘了起来 一个银色少年缓缓地睁开了眼 他站在半空 气息有些丧 叶翘试探性地开口 喊了对方一声 断尘 对方像乌龟一样 慢吞吞地应了一声 确定了 这就是断尘的剑铃 他都不知道是感慨多一点 还是欣慰多一点 大师兄的剑铃终于砍出来了 真是可喜可贺 不剑军想也不想 便自来熟地开始发号施令 断尘 踩断他 断尘看了不剑军一眼道 这样不好吧 不剑军想想也是 他现在的剑主修炼的可是苍生道 他收敛了杀气道 那你就去把他抢过来吧 抢过来就是我们的了 你的实力一定比朝夕那废物强 对吗 断尘慢吞吞地N了一声 这时剑铃朝夕飘了过来 围在不剑军的身边委屈巴巴道 军军你为什么又攻击我呀 下一秒三道化形的剑铃同时掠了出去 战局一瞬间变得不可控制 云雀神色一鸣 他竟被三个剑铃包围住了 他们似乎还想抢走他的零件 这怎么可以 两个魔族元英七高手健壮 为了解救云雀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与那三个剑铃对上 没过多久 不见军猛地将一个元英七魔族锤入地里面 断尘一脚狠狠地踩在另一个元英七魔族身上 一脚下去把人家肋骨踩断了好几根 然后就听到他语气淡淡地说出好弱两个字 避水中的丹修们又开始放剑了 换句话说 魔族不但要防备扶修和剑修时不时地偷袭 还要躲闪开丹修们放的冷剑 有成风中提供的法器 丹修们只管一顿乱射 射中了就是他们牛逼 没射中的话 那他们只是群丹修而已 打打杀杀本就与他们无关 丹修们不仅放剑还时不时地砸丹炉 周行云偏头看了一眼战况 看到是小师妹在吊打别人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顺势提醒道 小师妹武宗已经下令了 云雀那边生死不论 不用留守 叶修没想到云雀竟能让向来 秉着做人刘一线的武宗下打这种命令 他道了一生之道了 但却对杀了云雀这是不抱任何希望 毕竟人家可是有着女主光环的 叶青函是个道德感很强的人 之前他就看不上 叶修那些不入流的手段 当他知道他心里那个善良的云雀 竟然干出挖人灵根这种事 他在那时就恨上了云雀 云雀把他当什么了 可以随意哄天的白痴吗 他恨自己的天真 但更厌恶云雀的欺骗 他看向叶修一本正经道 自己之前已经捅了云雀一剑 他可以试试能不能绞碎对方的灵根 听到他这杀气横生的话 叶修一脸不敢置信地看向他 云雀不是他的白月光吗 他不在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论起无情来 叶青函当然不让啊 既然武宗都下令了 趁着两个元英七魔族被剑林们缠住 叶修果断地拿起掠影剑 朝着云雀方向飞了过去 云雀感受到了云雀强烈的杀意 情急之下他尖叫出声道 你不能杀我 叶修刚想动手 就奇怪地发现原本和清传们打斗的魔族们 在这一刻全部开始违向他 仿佛只要他一剑落下 所有魔族就会不管不顾地将他给剿灭了一样 明明看上去 魔族对云雀也没什么感情 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能让一群魔族对他如此的言听计从 这倒是真有意思 云雀见状有恃无恐地对叶俏道 你只要对我下手 他们也会动手 你猜猜是你杀我的速度快 还是那些元英七动手的速度快 二师姐 你要好好想明白啊 肯德基文言赶紧用翅膀捂住眼睛 心想活着不好吗 但凡云雀不说二师姐这三个字 向来擅长能屈能伸的叶俏 也不会冒着风险去杀他 叶俏在意识到所有魔族将他包抄后便也打算收手了 他不喜欢和人硬碰硬 特别还是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情况 直到云雀的一句二师姐 让他改变了主意 他伸出手 就见他掌心中浮现出盈盈绿意 然后就见他露出某灿烂的笑 他对云雀道 连青蓝鸟和寻宝兽都护不住 还怪武宗不仁不义 所谓废物 不就是云雀女吗 他擦拭去鼻尖不断嘀嘀嘀落下的血迹 但绿色的领域滑开 下一秒 云雀整个人被拽入他的领域当中 奋战中的众人虎屈一阵 又是领域 不是吧 领域现在都这么容易得到的吗 在场的众人除了知道点内情的祝优和沐仲西两人 其他人都实话 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的 除雀领域不做他行 只是谁也没想到叶翘竟然会有领域 楚行之心里那叫一个羡慕极度恨啊 大笔钱还一直垫底的长明宗 现在都让人高攀不起了 他手里的寸血被他挥得虎虎生风 战斗力瞬间飙升到一个极致 杀掉一大群魔族后他大喊道 你们长明宗别太离谱 金丹就有领域三把化形的零件 还给不给人活路了 在叶翘领域划开的瞬间 谢叔雪就传音给他 让他尽量杀了云雀 虽然叶翘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掌控领域 但不要紧 现在不是有现成的小白鼠给他做实验吗 他当即咧嘴一笑 便毫不犹豫地朝云雀扑了过去 云雀不敢置信地看着叶翘连练大声尖叫 你别过来 叶翘还没碰到云雀 竟然就遭受到了自己领域展开的无差别攻击 他领域中原本生机勃勃的花草 碧绿的藤蔓都化为利刃刺想他和云雀 叶翘暗自庆幸自己一直没有放松警惕 闪躲及时 所以没有被伤的 不然他的下场就会和云雀一样惨 一开始无害的藤蔓准确无误地穿过人家的胸口 水灵根被生生捏碎 地上鲜血淋漓 真是惨不忍睹啊 领域察觉到云雀没有威胁性后 果断开始攻击起 看上去威胁性最大的叶翘 伴随着叶翘一起进入领域的不见军 见到这一幕都傻眼了 他立马将剑主护在身后 有些不解地问 翘翘 领域怎么乱攻击人 叶翘也是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见过叶青涵的领域 完全就是和本人融为一体 但他的这个怎么就胡乱攻击不受控了 害得他现在也不敢乱动啊 不见军挥出一道剑锋后 大声提醒到 便颜色了翘翘 就见领域当中原本盈盈的绿色变成了红色 绿色就已经很危险了 红色给他的感觉更为不妙 不见军猜测难道是因为有外人的进入 领域才会无差别攻击的 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手 掐住云雀脖子 捏碎他脆弱的喉骨 确定他彻底没有生息后 才一把丢开他 云雀就这么死了 叶翘不幸 女主就是打不死的小乔 他还来不及多做纠结 由于他的实力不足 他的领域消失了 他和云雀再次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两人刚一出现 双方迅速被各自阵营的人扒拉过去 看着被拖出来胸口处有个大窟窿的云雀 渺渺一瞬间有些头皮发麻 不确定地问大师姐 死 死了 思妙妍觉得云雀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总能绝处逢生 他觉得云雀没那么容易死 断横刀语气激动地问 叶翘你的领域好厉害 但绿色的光 是主什么的领域啊 明璇直接挤开众人大喊道 卧槽卧槽太帅了小师妹 快快快再演示一遍 让我们看看你的领域 目中吸野鬼哭狼嚎道 小师妹你挖了他的灵根了 厉害了我的小师妹 楚行之也不甘落后地问 叶翘你那领域叫什么名字啊 绿色的领域 和我家大师兄不太一样啊 叶翘听着他们热情的讨论声 扫视了他们一眼问 不是 你们能不能在意一下我的死活呀 重点是领域吗 没看到他这七七惨惨七七的模样吗 都没有一点同门之爱了吗 血雨赶紧挤开明悬 疯狂给小师妹喂药 他暗叹这群人没一个靠谱的 可怜的小师妹身边幸好有他 叶翘精神有些违靡 扫了一眼那些魔族 混战还没打完 和周围的青船们道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魔族少主眼神狂热地盯着叶翘 原来这就是天灵根的魅力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魔尊这么执着于要得到他 领域 修真界第二个领域 一个就足够他们头疼许久了 竟然还有第二个 魔族少主再次深深看了一眼夜窍后 就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见魔族竟然果断撤退 全部用提前准备好的法器逃离 寺庙言垂眼若有所思 云雀就这么被丢下 宋寒生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上前一步伸出手去捶雀的身体 上下仔细观察 楚行之问他干嘛 难道还想鞭尸吗 宋寒生文言白了他一眼道 他又不是变态 他也没恨云雀到那种地步 他嫌弃地踢了踢地上毫无生气的尸体 语气艰难地开口道 他没死 用了转生术 那是一种禁术 可以替换双方命格 乃至生命 坏消息就是他只能感受到疼痛 就算死亡也是被他替换了的人死亡 但好消息是 他灵根被叶翘彻底捏碎了 这辈子只能当个废物 明玄文言连连则生 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歪门邪道路数啊 众人虽然都想探究一下叶翘的领域 但也知道长明宗不会给他们机会的 待到其他几宗清传陆陆续续走开后 叶翘捂着鼻子仰头 此时的他更晕了 脸上抑制不住笑容的秦范范 快顾背着手走了过来 当看到自家宝贝弟子苍白的脸色后 他忙压下心中的惊喜 火速带领大家回宗 等小徒弟休息得差不多后 他才开口问 如果没看错的话 小翘那个就是领域吗 叶翘先擦掉嘴边的血后才回到 师父那确实是领域 但我掌控不住他 男主就是牛逼啊 当初看人家那领域乖乖听话的程度 叶翘以为自己也大差不差 和这领域开启后 完全就是六亲不认了 一旁的泄出血深了的懒腰语气频频道 这和他的天赋无关 只是他修为不够而已 等到原因期他就能弄清楚 经单期就能开启领域已经很厉害 叶翘莫名觉得小师叔的语气像是那欣慰的老父亲 他这么高兴的吗 叶翘继续往嘴里倒着丹药 等勉强再次止住血后才说到 等原因期还要很久吧 下次绝对不轻易开领域了 大家暂停了讨论领域这个话题 谢初雪问叶翘怎么杀死云雀的 叶翘表示不是自己动的手 是不见军动手的 他知道云雀作为天道的金闺女 绝对不会那么容易下险 但他真没想到对方的脱身法子会这么的阴损 不是说好的单纯万人迷吗 怎么竟往邪门歪道上一去不复返啊 沐仲熙拍了拍脑袋问小师妹 对了那邪神呢 说到邪神叶翘就提起精神来了 告诉大家邪神被秘境关起来 他觉得大家可以组团去探望探望幽灵秘境 秘境看到他们去应该会很开心的 血鱼嘴角一抽 总算明白小师妹一开始打了什么主意了 他觉得说到惨还是幽灵秘境最惨 被自家小师妹惦记上了 能有好日子过 沐仲熙忙激动地问小师妹 邪神被关幽灵秘境了 我们找了他好几次没找到 宋寒生还和我们说好了 叶翘恢复了点精神 他诧异地问宋寒生 他不是说过幽灵秘境那种鬼地方 他绝对不会再去第二次的吗 明璇哼哼了两声道 谁知道呢 他绝对不安好心 说不定想挖墙角 沐仲熙做出沉思撞道 那倒不至于 难道他暗恋小师妹 看着一群阴谋论的同门 周行云淡淡开口 或许人家只是想和小师妹做朋友呢 他还是勉强能懂宋寒生那犹犹豫豫的心情 秦范范听着徒弟们叽叽喳喳喳地又开始议论了起来 他都有些无奈了 他让叶翘等会儿去煮风一趟 给大家看看他的领域 叶翘双手一板无奈地表示 他没能力弄出第二次 第二次什么呢 真是高估他了 秦范范摸了摸胡子开始头脑风暴 琢磨领域之间的区别和问题所在 谢叔雪拍了拍手笑道 大家今晚去食堂庆祝庆祝 听到有吃的 叶翘立马来了精神 当即转头提醒 小师叔今晚大家就不要吃馒头 薛瑜想了想后表示那就做饭吧 明璇好奇地问那谁会做饭呢 这一问 所有人都沉默了 这时谢叔雪热情洋溢的举手表示 他知道他知道 先让秦范范烧火 再让秦范范洗菜 然后等待秦范范把饭煮熟后 大家就可以吃饭了 他的话音刚落 谢叔雪就被秦范范一脚踹飞出去 看着话为流星飞出去的谢叔雪 长明宗清传五人组都觉得 真不愧是小师叔 永远在挨打的边缘反复试探 叶翘向四个师兄们说出了他的疑惑 他觉得有一点很奇怪 他知道自己的领域并不主杀 但用起来的时候 每一下都要人命 明璇好奇地问 你怎么知道你的领域不主杀 要知道看过云雀那凄惨的模样 说不主杀应该没人会信吧 叶翘沉默许久慢吞吞道 因为他名字叫万物生 怎么听都不可能主杀道 在他说完这句话后 薛瑜摸着下巴沉吟一番才表示 万物生怎么听都好像是木林根的领域 领域的开启和林根难道没有关联吗 明璇也分析道 叶青涵的领域名为冰封 他是冰林根 多少会有点关联的 但小师妹这个半点都与为林根不沾边 小师妹问问你儿子小七 是什么属性的林根 叶翘将小七叫了出来 最后得知小七是木林根 柔和毫无杀伤力的木林根 破案了领域大概率和林根无关 叶翘若有所思道 我猜测或许和自身修的道有关 苍生道 与万物生之间绝对有关联 编道祝福竟变成了交易的东西 都不怕被天道劈死 叶翘觉得他的领域一时半刻 也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决定还是先去把邪神的事情处理 幽灵秘境踪迹飘忽不定 师兄妹五人费了好大功夫 才找到正在大肆吞噬周围天灵地宝的秘境 秘境一看到叶翘拔腿就想跑 赶在他猥琐跑路前 叶翘连忙出声威胁他 你最好别跑路 不然我就让天雷劈你 幽灵秘境闻言不情不愿地 停住了跑路的动作 一脸警惕地看向叶翘问 到底怎么样才能放过他 他现在真的好纠结啊 他可以选择将邪神吐出来 这样女魔头就不能威胁他 可是他真的很饿很饿啊 急需有东西补充能量 邪神可是他的大补之物啊 叶翘知道邪神这种东西不死不灭 只要有邪修肯花费时间 打造第二个邪神只是时间问题 把他关起来只是治标不治本 不然武宗也不会一直对他束手无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始终不放心这个秘境 现在秘境想吞了邪神 但万一哪天秘境脑子不好 是想给他添点乱子 将邪神放出去 那么遭殃的就是整个修真界了 他准确无误地做了个祈祷的手势 语气虔诚道 吴主只要您再和我定个约束 我可以把您从秘境里面救出来 和他斗志斗勇了好几个回合 回回惨败的邪神这次决定吸取教训 也不搞什么阴谋诡计了 直接和他开门见山道 说出你的请求 叶翘不加思索地开口 他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请邪神回到封印里面去 邪神觉得回封印里面 也比被这个秘境给吞噬了要强 也就爽快地答应了叶翘的这个请求 他答应后 天道约束就此落下 在两人之间形成契约 常名宗师兄弟四人 看着自家小师妹准确无误地祷告手势 都陷入了沉思 合着小师妹之前带着祝优真的去召唤邪神了 他家小师妹真是骚操作不断了 叶翘告诉师兄们邪神他已经搞定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怎么说服秘境将邪神放出来 血鱼沉阴片刻突然脑中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 他和秘境道 天道祝福应该比你花个几百年时间吞了邪神要管用吧 明璇立马明白了三师弟的意思 他跟着接话道 秘境只要你把邪神放出来 我们可以给你天道祝福做交易 幽灵秘境闻言审视其眼前这五人来 正常修士们都不敢提起天道 这群人道好天道祝福到头来还沦落成被交易的东西 天道知道了怕不是要劈死他们 秘境一脸怀疑地问他们 你们有天道祝福 明璇摊了下手表示他虽然没有 可是他家小师没有啊 秘境听他这么说立马嘲笑出声 叶翘他这种不被天道所待见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天道祝福 叶翘看了幽灵秘境一眼 一脚慢悠悠踩到秘境入口 秘境差点被他这个举动吓得魂飞魄散 他连忙大喊道 你别进来 如果不是天道大人不喜欢你 我才懒得去吃只是金丹七的你 薛鱼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 笑着问秘境 天道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还给他祝福 一连好几道 秘境也傻了他不确定地问 你是说武宗之前大笔好几道祝福都是给他的 不对吧 该给也是给那个小师妹 怎么会给到他呢 叶翘眯眼看着他 觉得他指的小师妹应该是云雀 为了印证猜测他问秘境 哪个小师妹啊 秘境又不是什么人都能记住的 他表示忘了对方叫什么了 然后他犹犹豫豫问叶翘 这些祝福真的是给他的吗 如果是真的 那他就干了件蠢事了 叶翘也开始思索其中问题所在 所以当初秘境作死的针对自己 是天道的意思 他直接问出心中的疑惑 天道在针对他 秘境现在也糊涂了 他也不敢乱说 他很可能从始至终都搞错人了 他小声捏如道 对不起对不起 我可能弄错人了 但天道针对的如果不是你 那么又是谁呢 沐仲熙听秘境这么说 整个人都暴走 你这个杀笔搞半天还搞错人了 害得我们被一群原因气的妖兽追着你 他就说呢 小师妹怎么看也罪不至此啊 见秘境思维都陷入了混乱当中 叶翘最终决定先处理眼前的事情 让他先把邪神放出来 秘境如今也不太敢捂蜜叶翘的意思 稍稍挣扎片刻 还是把邪神放了出来 见他那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 叶翘让他放心会给他天道祝福的 随之幽灵秘境却道 有那个邪神在的话 他就会安慰自己 修真剑还有比他更智障 更无能的人 这样他心里会好受很多 叶翘他们不懂他的想法 闻言沉默了几秒后 相识一眼忍不住都笑了 难道这就是受害者联盟之间的互相敌恋吗 叶翘他们解决完邪神的事情就回常民宗了 他刚准备回他的小院好好休息休息 段玉长老就迫不及待地来找他了 一见面就到 叶翘听说你有领域了 来来来 快给我瞧瞧 是什么样的领域 叶翘看着走路带风 其喜悦之情异于言表的段长老 神色微妙地问 您确定 段玉理所当然地表示确定 他起码要亲生体验一番才行 等我清楚叶翘的领域属于什么体系 才能给他制定更合适他的训练 叶翘看着段长老那兴奋的表情 谨慎地回了句 他真的很危险 听到危险两个字 段玉终于理智回笼 找了个对照组询问 那你的领域 和叶青涵相比较实力如何 叶青涵的领域进去后便会被冻结 从领域出来的全是被冻僵的尸体 叶翘想了片刻 语气平淡道 那要比过才知道 只是他的领域完全不受控 开启后风险很大 不见君从剑中飘了出来 难得好心地提醒段玉 我劝你不要让翘翘打开 里面真的很危险的 看到眼前这个黑色剑铃 段玉没忍住跃跃玉是想摸一摸 剑铃啊 他们长名宗为数不多的剑铃 看着段长老那渴望的目光 不见君忙道 他的领域会变色 绿色和红色 我当时只看到这两种形态 段玉瞬间捕捉到了重点 只看到这三字 不见君表示 当时感觉再待下去会很不妙 就当机立断把云雀掐死了 没有外来者的入侵 领域便也归于了瓶颈 段玉想了想后 问叶翘的领域叫什么 叶翘乖巧回答自己的领域叫万物声 段玉副手 背对着一人一剑 开始念念有词 万物声啊 听上去很强 这个名字怎么听都是主声的道 怎么会这么凶 难道和他现在修炼的苍生道有关 怎么还会有切换形态的领域 段玉也实在弄不懂了 他看向叶翘问 领域开启是谁教你的 还不等叶翘回答 段玉就已经完成了自我推理 语气恶狠狠道 都怪那个谢初雪 带坏了我们家叶翘 找个机会一定要打死他 段玉迅速确定罪魁祸首后 他让叶翘把领域打开 他先来会会领域 对于一个听名字像是治愈系的领域 他还是不带一点怕的 叶翘没想到段长老能对自己领域产生这么大的好奇心 他也没磨叽 但绿色领域展开 段玉见领域不管是从气息还是颜色 就是像治愈系 提起的心微微放了放 起码不至于一进去就被贴脸杀 但绿色领域将两人同时拖拽入内 两人所踏之地 都是生机勃勃的花 看上去很无害 段玉想不明白 怎么会让不见君说出危险这两个字的 如果那两个小鬼没有和起火来编谎话戏弄他的话 那么叶翘这个领域的情况 可能比他想象中的要复杂许多 段玉打算探探他到底是什么体系的 他冷不丁动手出招率先攻击了这个领域 平静的领域彻底撕开了柔和无害的表面 就连踩在地面上的花都疯狂打转 看准时机朝他刺了过去 果然攻击性很强烈 段玉收招以为这就结束了 结果内部开始变颜色的 领域内部温度也在这一刻升高 骤然提升的温度让两人鸡皮疙瘩慢了上来 不见君这时飘了出来捕着脸道 当时让他感觉到很危险的就是这个红色 但他总觉得的危险并不止这一个 领域当中滚滚热浪袭来 伴随着温度的提升 叶翘本人倒是没什么感觉 毕竟是他的领域 只看到段玉长老靠着体术硬生生给撑了过去 在经历了第二个颜色后 段玉松了口气 如果不是他修为足够高 还真解决不掉 这温度几乎能将人融化在里面 段玉刚想说他大概弄明白这是什么体系时 结果领域颜色又变了 这次是暗黄色的 搞什么呀 叶翘看到这次的颜色 一瞬间想到什么 四季轮回 难怪不见君会反反复复说不止一个 因为准确来讲确实不是一个 而是有四个呀 可惜这次无缘看清楚第四个长什么样了 因为第三个之后叶翘的灵力 已经不足以支撑领域再继续下去 溃散的一瞬间 脚下领域慢开盈盈点点 消散在周围 段玉刚接受了领域无情的探考 回归正常后 他忍不住摸了摸胳膊 心有余悸道 领域名字叫万物生的话 那么四个季节变换也在其中吧 但为什么不叫轮回 而叫万物生呢 只听名字的话 不止段玉以为是治愈系 其他宗也是这么认为的 万物生 这个名字 忽悠人的吧 说好的奋发图强呢 两人竟在抨击天赋狗 只因他们都是臭不要脸的 叶翘也觉得他的这个领域 从始至终都透着不不对劲 他还是觉得他的领域应该是治愈系的 只是不知道其中出现了什么差错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 他觉得他应该多试试 努力把他变正常 他也很好奇 四个颜色全部在领域变换完之后 又会发生什么 在他沉思的时候 谢初雪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提醒道 或许可以试着把领域名字拆开来听 万物或许指的是你领域内四个颜色的变换 声指的是治愈 赶过来的秦范范 听到不靠谱的小师弟在误导他们宗的天才 气得直接就给了他一击无情大铁锤 大声质问小师弟 谁家领域名字能拆开听的呀 叶翘却觉得领域名字拆开听 好像还真能勉强解释得通 他抬手给小师叔看自己指尖的淡绿色光点 他现在只能将领域打开后把人拖进去 这个淡绿色的光如果是治愈的 那要怎么使用呢 谢初雪打量了淡绿色的光好一会后 一脸深沉的开口 这个问题他怎么会知道 然后他摸着叶翘的脑袋笑道 快来跟着你小师叔训练吧 我相信到时候你一定会将自己领域融会贯通的 常明宗就小师叔这一个扶修大师 明璇作为清传中的正宗扶修 叶翘作为半个扶修 师兄妹两人就一起加入了 由谢初雪主持的特训队伍 谢初雪在锻炼叶翘和明璇的神识和反应速度 他们经常会被宛如鬼魅的小师叔踹飞 明璇觉得他被小师叔针对了 一边踢他还一边骂他反应速度慢 没有警戒心 要不是他心大 常明宗下一代扶修大师就毁在小师叔手上了 在小师叔的步步紧逼下 明璇那掀气飘飘的贵公子形象也维持不住三秒 他最终也选择加入小师妹暴力破阵的行列中 只因这儿八经破阵的话 他在里面一天都出过来 对于两人这种同款不过脑子的破阵方式 谢初雪笑而不语 训练期间下手更狠了 暴力破阵的法子被否决后 两人只能硬着头皮花时间研究怎么破阵 好不容易破阵而出 两人都瘫倒在地上 谢初雪对谁都没有手下留情 一边踹他们 一边不忘用语言不断刺激着两人 爬起来继续 常明宗的两个天才就这种水平吗 在小师叔无情的鞭策之下 两个金丹中期的人 终于将境界突破到了金丹后期 谢初雪难得地夸了他们一句 还不错呀 你们俩连破镜都这么有默契 看着两人放松下来的表情 谢初雪立马提醒他们 现在武宗的清传们 基本上都是金丹巅峰 十几个原因期的雷结 需要给他们找个合适的地方去杜劫 谢初雪直白地告诉他们 金丹后期的清传因为修为不够会被留下来 他觉得但凡有点自尊心的 今后肯定会加倍努力修炼的 他是不是应该考虑再加点训练难度啊 明璇拍地而起愤怒道 小师妹等他们回来后 我们两个一起孤立他们所有人 叶翘文言紧跟着也拍地而起道 二师兄好主意啊 以为两人会被刺激 然后奋发图强地谢初雪 建他们决定凭借一己之力 准备孤立所有的清传们 他突然觉得他果然还是老了 竟完全跟不上两人的脑回路 当得知大师兄要带着薛瑜和穆仲熙 去高手如云的鬼剑 明璇和叶翘立马加班加点地 将他们三人要用到的符路画好 叶翘还研究出了几个好玩的符路 贴上后据说会集体热物 他把新符路全塞进了大师兄的戒子袋里 建修丢符都不太准 大师兄的风铃更能完美控制好符路的位置 剩下几个没有符修的宗门 对长明宗师兄弟三人都是一脸的羡慕 断横道没忍住极度的心情 一把拉住叶翘疯狂民事 只要他加入成风宗 师兄们定会视他如珍宝 见他们还是这么有活力 五宗宗主们都表示很欣慰 他们宣布此去诡戒青船们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突破原因期 在听到还真不打算带上其他青船 沐仲熙立马哀嚎出声 你们了不起 你们清高 你们把修为最高的 和脑子好使得都叫走了 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活呀 既然不是安分的主 拦不住就不拦了 那就去祸害诡戒吧 送走一大批金丹巅峰的青船们 秦范范看了一眼被留下来的 叶翘明学淼淼和苏卓四人 告诉他们谁先突破金丹巅峰 谁才能去诡戒 在另一边整装待发 准备离开的青船里 周行云表示他不想去鬼界 沐仲熙立马愤愤不平道 为什么不带我家小师妹玩啊 这是赤裸裸的骑士 叶青涵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后道 他要是去了 你觉得能太平吗 宋寒生虽语气淡淡 但却说出了个扎心的事实道 鬼界一行没有他的话 真的会很无聊的 毕竟如果全城只靠 你们这些不动脑子的剑修 还不如找个地方上吊得好 月清中青船们 琪琪震惊地回望他 心想大师兄怎么了 难道被周行云传染了吗 动不动地就想要上吊了 被他们惦念着的叶翘 哪能是个安分的主 他和明璇凑一起 准备带领着苗苗和苏卓 神不知鬼不觉的钻狗洞逃出去 可惜行动失败 被赵长老当场抓包了 赵长老知道他们心思活络 便语重心长地和他们道 你们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为什么留下来的四人里面 扶修竟有三个 叶翘听后立马举手诚恳地表示 他和轨迹多端的扶修不同 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剑修啊 就让他出去吧 明璇眼睛微睁震惊地看向小师妹 为了能出去 他已经把自己开除扶修学籍了吗 还是小师妹牛啊 为了出去都这么拼啊 继钻狗洞行动失败后 叶翘觉得他们如果跑出去的话 需要做非洲去轨界 那就需要去做气修世家齐家的非洲 明璇觉得小师妹考虑得很有道理 但他觉得非洲价格挺贵的 再说以八大家傲慢的性格 齐家也不会来理会他 传信什么的 那更加看都不会看上眼 叶翘没管二师兄 他觉得事一事总比什么都不做得强 他直接假借秦范范的名义提笔落字 表示只要能带他们四人出去 长明宗就会给齐家留下一个清传的位置 有时候人呐真的需要机缘 这么一封足够奇葩的传信 竟真的引起了齐家的关注 他们为了搭上武宗这条线 居然真的愿意来帮叶翘他们一把 谢叔雪清楚自家的小宰子们都不是安分的主 他就一直关注着他们 得知他们的打算后 他立马向师兄汇报 秦范范觉得他们如果能下去 那就一起下去吧 反正鬼界那边提前打好招呼 如果能顺利突破 那种地方也不失为一个机缘 事实上不让金丹后期去 主要针对的还是叶翘 这孩子太能闹腾 不把他按在宗里面 其他四宗的高层不放心 秦范范见小室弟没有离开的打算 就摸了摸胡子问他还有什么事吗 谢出雪笑秘秘道 他们打算做八大家气凶世家 齐家的非洲一起去 秦范范文言思索片刻 觉得齐家是个实力不弱的世家 胡弟能结交上他们倒也挺不错的 主要是叶翘这群兔崽子 哪里来的这么多情 提到前 谢出雪脸上的笑意更加明显了 他告诉师兄叶翘他们打欠条了 秦范范感到眉心秃秃的直跳 他总觉得没什么好事 他忙问小师弟 这群小兔崽子没什么零食的吧 如果还不上 不怕被齐家给记恨上了吗 谢出雪淡定的看了一眼 自家师兄厚道 那倒是不会 因为欠款人他们写的是你的名字 秦范范此时的内心在咆哮 但面上还是很倔强的 维持着冷静的模样 谢出雪表示 鬼界没有什么领头人之类的东西存在 而且强者很多 把那群兔崽子丢鬼界去 也算是一种历练 秦范范摸了一把胡子 他觉得好像自打叶翘来了后 他经常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给他们收拾烂摊子 虽然也心累 但他们长民宗 好像也越来越有知名度 对着秦范范的名义 叶翘他们坐上了 齐家的非洲前往鬼界 他不解的问二师兄 做非洲不是挺贵的吗 为什么非洲上有这么多的修真戒修士 明玄懒洋洋地往后依靠 看了一眼小师妹才到 因为穷的是宗门是我们 又不是修真戒的修士 叶翘突然觉得好丧啊 他的梦想只是想当条咸鱼啊 混混日子百百难 可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算了不想了 他还是先睡上一觉吧 梦里什么都会有的 就在这时 来了一对气质很好的龙凤开兄妹 他们态度很好的问 不知道几位是哪个宗门的清传 看着很眼熟呢 明玄上下打量了两人几眼 见他们衣服布料上 绣着齐这个字的标志 唇角一弯问他们是不是齐家嫡妻 少年汉手承认了 然后问他们是不是避水宗的清传 明玄见他眼神 总是若有若无地落到小师妹身上 立马警惕地看着他 站起来挡住他视线头 没想到这都被你看出来了呀 是的没错 我们就是避水宗的清传 他觉得自家师妹还小 他这个做师兄的 有责任帮小师妹 防着那群不怀好意的八大家嫡妻 少年只是对传闻中的叶翘 有点好奇而已 被明玄左挡右挡半天 他只能开门见山道 常明宗叶翘 久仰大名 在下叫齐律 他将身后的妹妹拽了过来 说这是他的妹妹齐律 他们两人都特别喜欢 常明宗的清传们 是常明宗的铁粉 齐律没事就喜欢 跑修真戒论坛上面 和一群修士们闲得无聊谈八卦 他直接问苏卓 传闻叶清涵和宋涵生关系很好 这是真的吗 突然被八卦的苏卓一脸的莫名其妙 他怎么不知道 自家大师兄和叶清涵的关系好 他仔细想了一会才到 传闻是假的 齐律听后不敢置信地问 啊 真的吗 论坛不是还给他们 起了个双汗组合的名字吗 苏卓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能建议他可以当面 问一下宋涵生本人的看法 齐律想了下宋涵生那刻薄的性格 缩了缩脖子 觉得还是算了吧 他可没那个胆子 他还是很好奇 清传们之间的八卦 他转头问一旁的叶俏道 浪浪 你透露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吧 他们关系应该很好的吧 我指的是兄弟情 叶俏一开始还有些不明所以 对上少女八卦的目光 他恍然大悟道 兄弟情 宋涵生和叶清涵是心爱的兄弟吗 如果难兄难弟也算的话 齐律惊讶得合不拢嘴了 他没想到还真从叶俏嘴里问出瓜了 原来他们两人是心爱的兄弟 明显敏锐地察觉到对方应该是误会了什么 他也知道小师妹只会祸害其他清传的风景 他提醒小师妹注意嘴下留情 有空多看看外面的风景 在叶俏游神时 齐律已经激动地打开预解 疯狂地在修真界板块的论坛上面开始爆料 他表示他从叶俏那里得知 叶清涵和宋涵生是睡一个被窝的心爱兄弟关系 叶俏也没想到 他无意间的一句话 能把叶清涵和宋涵生两人的风评给同事祸祸 齐律很想和这群青传们套进步 于是就开口问 你们四个既然不是一个宗的 那么去鬼界做什么 其他人呢 这位也不是什么机密 明璇就大大方方地回答了 其他人都去杜劫了 争取突破原因期后再回修真界 他们四人修为不够 想去跟着一起凑热闹 齐律沉默几秒 许是很久没听过这种朴实的回答 他心里就纳闷了 赶不上其他青传的进度 这群人竟然一点都不急的吗 事实上苏卓一开始还挺着急的 直到看到长明宗的两个伙 他才不着急的 反正天赋比他高的都开始摆烂了 他还努力个锤子 苗苗也是这样想的 反正天才都不急着努力 他们着急能有什么用 五大宗门的青传们一到鬼界就分道扬镳了 鬼界的机遇有很多 既然要突破 免不了要去争夺一番资源 问剑宗的祝优手里拿着鬼界大致的地图 他将天灵地宝可能会出现的地方都一一指出来 他觉得他们去抢的话 只需要小心点其他宗的青传 其他修饰倒是不足为惧 但是谁也没想到 竟有队伍比他们还快上映 看到熟悉的身影 叶清涵的眉头都深深地拧了起来 怎么会是他 真的是阴魂不散了 老实说叶翘此时也有点脑壳痛 刚来鬼界就撞上问剑宗这群难缠的家伙 而且看样子 其他宗的并不在这 估计是各自去找机遇去了 叶清涵看着叶翘他们 语气淡淡道 离开这里 我不想动手 他其实更想问的是 你们长明宗为什么每次都将门归当空气 他们不是被留下来了吗 结果怎么还是跟来了 叶翘估算了下眼前的局面 怎么看都不适合硬碰硬 苏卓滴滴地说了一句 我们打不过他们的 明玄紧跟着嘟囔道 最讨厌这群没脑子的剑修了 叶清涵直觉没好事 再次开口道 要么离开这里 要么别怪我不留情 明玄看向他脸上挂着笑容问 叶清涵 你心爱的兄弟宋寒生怎么没过来 你们俩是走散了吗 叶清涵一脸被恶心到的表情 神色不悦地问他在说什么胡话 谁和宋寒生是心爱的兄弟了 暴脾气地处行之志问道 为什么要污蔑他大师兄的清白 明玄你是想死吗 叶清涵笑问叶清涵 他这里有这么多修士 凭什么要他们离开 叶清涵很了解叶清涵 让他说得越多 那么越没好事 对付他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干 叶清涵看他实在油盐不尽 只能从戒子袋里扒拉出来了个刘颖石 他一脸无奈道 叶清涵这都是你逼我的 那你就别怪我放大招了 说完刘颖石被叶清涵一把捏碎 他朝身边的修士们道 这就是我们修真界的特产 女装的清传们 画面瞬间被放大 只见一群剑修撕开裙子 一跃而上 然后从裙子底下掏出常见的樱幕 而为首的人正是修真界清传 叶清涵 叶清涵看到刘颖石的这一幕 冷冰冰的表情瞬间崩了 他握紧拳头 请客间修愤的脸都红了 他一定要杀了那个该死的叶翘 叶翘这个不做人的玩意儿 突然来了这么一时 把问剑宗的人齐齐震惊住 他实在是有毒啊 不攻击人就开始折磨人了 叶清涵因性子的原因 平时不怎么关心外界对他的评价 但这并不代表叶翘 可以将他在人间穿过女装的流影时 展露在这么多修士的面前 他觉得对方实在是欺人太甚了 他也不想多说什么了 直接握剑剑气化形 原因气微压同时落下 他今天一定要让叶翘付出点代价 叶翘时刻关注着他 一件事情不妙立马准备开溜 显然叶清涵这次不打算善罢甘休 断水剑气势磅礴 剑光幻化成十几道 恶狠狠的模样 像是要把叶翘给砸成筛子 叶翘才不和人硬碰硬呢 闪身避开他的剑影扭头道 谁还录了 快拿出来安抚安抚叶清涵 他看样子都快疯了 明玄听小师妹这么一说 他好后悔当初没想到录下 多好的威胁手段了 就这么生生被他浪费了 小师妹真不愧是他们长明宗最聪明的人了 苏卓一脸匪夷所思地看向他 见他是真心在后悔就好奇地问 如果没记错的话 当时穿女装也有你的一份吧 明玄手里折扇打了个转 挡下叶清涵的剑光厚道 那又怎么样 没看到那些男修士当初对他的巴结了 像他那么帅的人 注定走到哪里都是被人崇拜的 苏卓真是无语问苍天了 他真心想问问明玄 男扮女装你自豪个锤子 祝优见有机敏的修士 趁两边斗得不可开交时 偷偷跑去拿机缘了 他急得直跳脚道 别打了 都快停手 浑石都快被拿走了 见双方都不听劝打得火热 朱优只能一咬牙 拎着剑先去将浑石抢过来 等成风宗一行人赶到的时候 就见长明宗和问剑宗正处于对峙中 秦怀只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就准备去抢剩余的浑石了 他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浑石 结果他却被叶清涵拦住 原来叶清涵想邀请他一起去对付叶乔 秦怀顿时就觉得很烦躁 他觉得叶清涵是有病吧 你们想打就打呗 关他什么事情 还妨碍他取得机缘 叶清涵见他一副不愿加入的样子 倒是一点也不着急 他声音淡淡道 叶翘手里有一份你女装食的流影试 你确定不拦着他吗 秦怀动作骤然将注 缓缓勾请我冷笑拔剑道 叶翘实在是太过分 今天我们俩一定不能放过他 两个实力强大的宗门首席再次达成合作 他们都恶狠狠地想 去死吧 败坏他们名声的叶翘 这次绝对不会轻饶了他的 断横刀尝试着劝一下大师兄要冷静 他们今天是来拿魂石的呀 怎么演变成了大乱斗了 还有叶翘 他们不是该待在宗里的吗 怎么也来鬼戒了 叶翘在叶清涵和秦怀的两面夹击下 艰难地躲避着 他知道这样下去不是个事 他决定和叶清涵好好地谈一下 他可以交出流影试 但叶清涵必须带着师弟师妹们离开这 叶清涵思量再三最后还是伸出手道 把流影试给他 他可以放过叶翘 叶翘觉得他的人品还是信得过的 当即将一枚空白流影试丢给了他 反正以他的性格也不可能再打开来看 拿到流影试不出意外的话 他就会直接销毁掉 叶翘靠着流影试不费吹灰之力赶走了问剑宗几人 没了武力值最高的问剑宗 那么就只剩下成风宗了 他们还在继续追杀他的秦怀 盟友都走了 怎么还不走 秦怀也想走啊 但一共就十颗魂石 问剑宗已经拿走五颗了 剩下的魂石都被明玄抢在手里 他们成风宗对魂石又是势在必得 这让他怎么走 叶翘见成风宗的剑宗一个比一个心狠手辣 二师兄快坚持不住 他一把扯过秒秒挂在手腕上的细软水袖 抛了过去 缠住二师兄的腰往后一转 断横刀剑撞有样学样 他也拿出来了根绳子 缠住明玄的腰往成风宗这边撑 这诡异的一幕让场面安静了片刻 幸亏明玄抓住时机 眼疾手快地给自己贴了张缩小符路 待身体一缩小就跑路了 明玄一跑那么被水锈和绳子缠住的就只有魂石 也就是说一袋子魂石 谁抢到就是谁的 叶翘见众人都呆愣着 他立马让人帮忙一起拔呀 齐玉毫不犹豫地选择帮叶翘拔河 他还有情提供了一条金色锁链 帮助这边能更好地锁住魂石 断横刀大声呵斥齐玉 你们齐家人 帮他们做什么 齐玉之前就觉得看青船比赛挺有意思 他的苏卓觉得他最倒霉了 他一个好好的扶修 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待遇 还有好端端的抢夺战 特么的到最后怎么演变成了拔河比赛了 举世实在受不了这种拔河比赛 秦怀一剑砍断了锁链 叶翘见状也用不见军切断了金色绳子 秦怀现如今只想暴打叶翘一顿 这就导致他的破绽暴露出来 对战嘛 比的就是谁心态稳 叶翘和他过招间 一道剑锋划过 不带任何的杀气 秦怀刚想嘲笑他的剑法 却看他得意地打了个响指 随后秦怀低头一看 他的裤腰带竟然松了 秦怀的心态完完全全地崩了 他面露争獰咬牙切齿道 找死 他跟条疯狗似的一直追着叶翘不放 被逼得实在没办法 叶翘只能打开淡绿色的领域 眼看他一副要打开领域的架势 沈子薇急忙上前拦住了发疯的大师兄 在没摸清楚他领域的名字和体系前 和他的领域打 完全得不偿失 断横刀也在一旁劝大师兄 算了 他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找魂石吧 秦怀死死地盯着叶翘看了好一会 他勉强将理智找了回来 艰难地吐出一个字 撤 叶翘几人拿到了魂石后 立马开始分赃 长明宗拿到了三颗魂石 其家兄妹分到一颗 渺渺和苏卓分到了一颗 魂石可以淬炼神石 也可以用于炼起 至于能吸取多少全看个人物性 齐律把玩着来之不易的魂石道 难怪这么多修士不怕死的要来鬼界 看来好东西还真的挺多的 明宣很是赞同他的话道 修真界的好资源 基本上都快被修士们瓜分干净 鬼界虽然很危险 但还是有机会得到好东西 齐律问他们是不是准备去找其他青传们会合 叶翘遗憾地表示 他们暂时应该没办法会合 因为暂时联系不上大师兄他们 齐律告诉他们应该是双方的距离太远了的原因 鬼界很奇怪的 他们不属于三界 预见联络起来的话有些麻烦 除非离得比较近 闲着无聊的明宣开始和齐律打听起消息来了 既然鬼界没有阶级 那最牛逼的是谁 齐律怕他们意识不到问题严重性 刻意强调倒是鬼王 很恐怖的 一旁的齐律见他们四人都是一脸的淡定 他疑惑地问他们不怕吗 那可是鬼王啊 冷不丁听说鬼王这种生物 起码也该惊讶一下的吧 明宣想到了魔尊还有邪神 他觉得作为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鬼王只是小事一桩 渺渺拍了拍手表示虽然见过更大的boss 但对于鬼王的话 他们还是能不招惹就不招惹的好 一伙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丝毫没有察觉到地面在不断延伸 脚下的影子逐渐被黑暗吞噬 除了见过这种招数的叶翘 想当初他就是这样被小七拉走 叶翘来到二师兄的身旁 巧声问这场景眼熟不 明宣经小师妹提醒也发现了一样 这个地方怎么看都和小七的领域很像 只是这个鬼地方 像是怎么跑都跑不出来的迷宫 给人很危险的感觉 明宣脑洞大开 想到了一个办法 也许能打破这个地方的屏障 他把齐律和苏卓一手一个拉走了 带他们去了个安静的地方 干点男人该干的事情 苏卓原以为三人要去打架 结果明宣那坑货带着他们俩 把四周都给浇灌了下 明宣还一本正经道 你们真的没察觉到什么吗 我们被一个庞然大物给笼罩在内了 现在就是要先打破他的瓶颈 让他露出破绽来 齐律乍一听觉得好像还是有点道理的 但等了好一会 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连这么变态的行为 也没把幕后的家伙炸出来 看来浇灌法没用啊 苏卓觉得有可能不是领域 而是他们感觉错了 明宣虽停止了他的变态行为 但他依旧觉得这个和小七的领域很像 完全就是小七领域的进阶感 三人还在纠结于到底是不是领域时 结果发现外面已经变天了 所有修饰都被笼罩其中 地面上有黑色的鬼影不断延伸 把人拉入地底下 叶翘一发现不对劲 便立马飞快地往后跃去 他发誓这次的事情绝对和他无关 因为他还什么都没干 突然之间就变天了 齐律先看了看天空 然后深吸一口气道 这次应该是他们忍过 叶翘文言好奇地问他们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竟然把那个暗中的家伙给刺激出来了 他能加入吗 看着满脸期待的小师妹 凌选忍不住扶俄拒绝道 这个倒不必 什么都加入只会害了他 苗苗现在只觉得头皮发麻 他从没见过这种大规模失踪的情况 他声音颤抖地问 那个吞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齐律声音急促飞快地解释 他就是刚才所说的鬼王 专门靠这种吃同类和修饰的方式增长修为 齐律打断他们的聊天 大声喊道别说了 大家快跑 一行人开始玩命的狂奔 齐律一边跑一边时不时回头 丢给不断延伸开的黑色鬼影点反器 可惜事实证明没什么卵用 人家追得更疯狂了 叶翘也顺势朝后方抛了几颗炸弹 可惜的是物理攻击 显然对鬼王也没什么做 长明宗都是群跑路高手 见其他人跑得太慢 叶翘就贴了两张浮路 带着他们加速往前跑 他一边跑路一边思索鬼屋 这种东西到底怕什么 他试了很多次 只有飞仙剑能对其造成点伤害 其他的东西效果都不明显 一把纸扇展开划过一道圆舞 形成一个保护阵后 明宣提醒大家 别被他那鬼手拽的 不然就会被拉走 渺渺当即将手里的丹炉抛出 碧绿色的丹炉力量变大 他快速开口了 大家先躲丹炉后 他现在是随机抓人 看到谁就抓谁 一伙人火速往丹炉后面一缩 暂时免于被卷席进战场的秘密 叶翘看了看外面的场景表现 必须得想办法去阻止他 齐律苦笑道 这个恐怕阻止不忍 因为鬼界的生存法则 就是不断吞噬毒王 不然他们很增长修为 修饰和鬼修都是鬼王的养量 我们现在自身都难过 齐律让妹妹别那么悲观 他觉得因为他们的作死 现在鬼王都不急于吞噬其他人 他就盯上他 齐律觉得能精准惹怒怒后的包 也是一种本事 现在就是不知道鬼王准备 怎么惩罚他们 鬼王再强大也不可能 同时吞掉他们所有人 如果只是单纯吞噬和消失 他们倒还有一线生机 怕就怕这个鬼王气疯了 想要折磨死他 齐律躲在丹炉后面 仔细地观察外面的一切 当看到不远处 一个高塔形状的东西出现后 他心就凉了半截 他开口就问 朋友们 你们听没有听说过他 四个文盲青传都齐齐摇头 表示没听过 齐律见状说话的声音 都不由地大上了几分道 鬼王塔分为18层 从18层往下走 历练各有不同 齐律表示 如果谁想要快速突破原因期 进塔是最好的选择 只是塔只许从上往下走 至今为止 还没听说有人到达过最底层 叶翘听他讲的 头头是道就问 有人进去过最后18层 也就是那个最底层吗 齐律想了一会 表示暂时没听说过 不过他们也不需要多好奇了 他们应该很快就能见到 他的话音刚落 会移动的鬼王塔 几乎一瞬间将他们全部吞噬 他们几人被摔得脑袋蒙蒙 一路摔到了传说中的第18层 叶翘抬头的瞬间 就对上好几双眼睛 从在这群人身上 他完全捕捉不到任何活人的气息 察觉到活人的到来 他们全部齐刷刷地扑了过 整齐划一的举动像是恶狼分尸 叶翘真的难以形容此刻的心情 他也没想到其他人 需要一个个考核才能到18层 他们却不需要 因为他们开局就在18层 叶翘艰难地劈开他们 却发现这群鬼影几乎没什么弱点 齐玉躲在叶翘后面 捂着脸提醒了 他们已经不算人了 是鬼羞的意识 叶翘扯过一个鬼羞 一张昏睡符贴在对方身上 毫不留情地把他当棍子时 让他一头撞向另一个鬼羞的 在场难修是条件反射的家族 光看着就觉得痛 这女人是个狠 齐玉见叶翘莽撞形式 心急得不得了 这可是传说中的最底层 第18层 他让大家别乱来先分析分析 找到对方的弱点在行动 可惜没人理会他 明璇和苏卓剑效果不错 当即有样学样起 苗苗也是拿出他的宝贝丹炉 砸向鬼羞的裤裆 齐玉勉强护住妹妹后 不解地问他们 为什么动作这么的熟练 明璇没时间回答他 而是准确无误地踹向鬼影下体 顶刻间影子 像是承受了生命不可承受之痛一样 消散在原地 齐玉之前一直觉得 明璇和自己一样是个体面人 直到看到他 专挑敌人裤裆攻击 才知道终究是自己错误 鬼羞没什么太明显的弱点可言 叶翘经过一再的试探 发现了他们包围起来的鬼羞 大部分是分身 那就说明创造他们的鬼羞真的很强 叶翘正在思考 该怎么逼出鬼羞本体时 鬼羞也正在痛心疾首中 他实在想不明白 这群修士看着一个比一个怪 但怎么都如此心狠手 分身散了就散了 他要是被踹到 那就彻底断子绝孙了 他果断收起分身月道最高处道 你们是从第一层闯上来的吗 我在这里待了半个月了 可以告诉你们一些信息 叶翘掏出飞仙剑冷笑道 之前还对他们喊打喊杀的 现在就好心地告诉他们信息了 算了吧 别挣扎了 还是去死吧 早死早了 鬼羞不敢放松警惕声怕被批 光属性零件天生客邪物 他怕一剑下去 自己的头身都要分家了 叶翘见状突然笑了起来 让鬼羞别紧张 他们只是想和他聊聊这第十八层 毕竟他们也是刚上 在这种不了解情况的地方 不会轻易要他命的 放心好 鬼羞想了想也信了他的话 他打了个寒颤道 走不出去 根本出不去 他的同伴全死 或许他们都是被鬼王选中的容器 他觉得眼前的这些人实力肯定都比他强 绝对是群员英七中七之上的高手 因为他见过经历十七层试炼的人 衣服是一个比一个破百 灵气也接近干涡 但看眼前这六人的状态 明显游刃有余 掉下来的瞬间毫发无损 这肯定是群喜欢低调的大王 鬼羞就这样挠不过头了 明玄不懂这个鬼羞 为什么时不时用敬畏的眼神看着他们紧 齐玉多少看出来了点苗头 掐了一把明玄示意他别吭声 看夜翘的发挥 夜翘先朝鬼羞笑了一下 然后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他说他们是修真界前来历练的修士 对这个地方早有耳闻 为了争取早日突破 所以特意前来挑战 齐玉被他睁眼说瞎话的模样给惊到了 什么特意挑战 他们几个不是被无意牵扯进来的吗 鬼羞飞快打量了他们一圈后倒 那想必诸位的修为已经达到原因巅峰了吧 所以才组团来鬼王塔找刺激 夜翘那句争取突破指的是突破金丹巅峰 但他说的太模糊 见鬼羞误会了他也没有否认而是问 第十八层怎么出去 你知道吗 鬼羞摇头语气低落到 他在这里待了半个月 他们是他见到的第一批人 他身上的丹药全用完了 想要继续补充能量 所以才会有眼不识泰山 对他们下手 另一边 月清宗还在找能结盟的人选 宋寒生盯上了碧水宗 结果被告知 碧水宗选择了问剑宗做同盟 宋寒生被拒绝后 就打算去找夜清涵好好地聊一聊 夜清宗想要进鬼王塔 但他们只有三个清传 他不敢冒险 怕遇到危险 想进鬼王塔的不只有宋寒生 夜清涵也是这样打算的 对于夜清宗找上门 他并不惊讶声音平静地问 有何贵干 宋寒生当即表示因为想见他 所以就来了 能聊聊吗 不知为何夜清涵听后 脑子里冷不丁冒出来了明眩内眷 你心爱的兄弟宋寒生没过来吗 在看着宋寒生对自己殷切的态度 他觉得一阵恶寒 他往后退了两步面无表情道 不好意思 你的爱意太沉重 我不接受 宋寒生疑惑地抬眼看了他一眼 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脑子不正常 楚行之文言不淡定了 他手握寸血剑不由分说地 朝宋寒生冲了过去怒斥道 无耻之徒 竟然敢对我大师兄有那种非分之想 宋寒生见状赶紧磨步 反手贴了张定神符 让楚行之这个傻比冷 惊想 他忙问夜清涵到底是谁告诉他 自己对他有非分之想 夜清涵沉默了下 才说出了两个字 明眩 宋寒生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好你个明眩 好你个长明宗是吧 他都记下了 他努力地平复心情 被恶心了一通 他也没心思都圈子 开门见山道 想进鬼王塔 应该也需要扶修布阵吧 那我们三宗结盟吧 对于宋寒生的实力 夜清涵和寺庙盐都是认可 谁知当他们踏进鬼王塔的瞬间 等夜清涵几人回头一看 发现碧水宗和月清宗的人 竟然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在长明宗的秦范范 见夜翘和明玄的本命灯突然灭了 顿时紧张了起来 谢初雪一开始也有点紧张 但他一想是那两个小狗 就轻描淡写地开口道 可能是这个灯质量不好吧 秦范范顿时觉得手好眼 特别想揍小师弟一顿 本命灯是在收图后留下的灯 用来观察他们的状态 灯的质量怎么可能会不好 冷不丁灭了两盏 绝对是出事了 谢初雪怕被暴躁的师兄一顿锤 他机智地先躲到一边后才到 鬼界出现这种状况很正常的 而且不是有夜翘在吗 急什么 秦范范还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他看了小师弟几眼后怒吼道 夜翘才多大 满打满算才17岁 你为什么对他抱有这么大的期待 谢初雪甘笑了两声道 那小鬼不是被称为咱们长明宗之光吗 我对他抱有期待也是人之常情啊 秦范范信他的鬼 左思右想后还是放心不下 准备去打听打听其他宗亲传门的情况 被师父惦念着的夜翘 此时正在向鬼修套话 他不停地收集信息 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进入鬼王塔是有限制 比如弱的不许进 鬼修没想到他连这个都知道 就实话实说道 单修和扶修会被拦在外面直接吞噬 因为那些人都太弱了 鬼王根本不稀罕要谈 鬼修所幸之无不言言无不尽道 鬼王塔前是曾修为会长得很快 他就是靠着这个塔 从原因初期到达的原因中期 到了第十层千万不要贪心 最好尽快跑出去 夜翘注意到他用的是跑字 就是贪心的问 这个地方不能折返回去 鬼修摇头表示不能 一旦进入 根本就没有回头路 他觉得大佬应该是武宗的通缉犯 他随口一句话 人家都能单独抠出来 真是仅剩过头来 说大佬是个好人谁信呢 夜翘想到之前被八大家通缉的经历 他诚恳道真要是说他是通缉犯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鬼修文言对夜翘更加敬畏了 他小心翼翼地表示 他真不知道十八层要怎么逃出去 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活下来 想活下来 就要消灭掉那些源源不断出现的黑物 夜翘看鬼修那害怕的模样 也不想去体会黑物的杀伤力 他就和小七商量 让他们一群人先进他的领域当中避一避 小七犹豫片刻 最后还是答应了 苏卓看到小七这个小鬼 立马后退半步 他对小七印象深刻 想当初魔族少主的胸口都被挖出了的窟窿 他是心有余悸啊 苏苏戳了戳夜翘道 翘翘 你的领域也可以进入人吧 而且还是治愈系的 正好避难 夜翘打断他的话道 他的领域很危险 而且现在还有点不稳定 其他人便以为他是不想让他们知道 他领域的具体用处 才这么说 明璇虽然也蛮好奇小师妹的领域 但想到领略过一次的段长老对其颇为忌惮 他也不敢作死 他立马举手表示愿意待在小七的领域当中 一群人刚被小七拉入领域里面 伟修所说的黑色雾气果然席卷而来 将塔内全部填满 格外的圣人 黑雾当中还有个怪物试图寻找食物 结果发现塔内空荡荡 别说人了 连个毛都不剩 轻易躲过一波黑雾 伟修松了口气后 忍不住问这群人 到底是什么来历 领域啊 即使是在鬼界也鲜少有领域的存在 或许他可以跟着他们出去也说不定 说实话 鬼修的实力也不弱 都原因中期了 可以说能活到第十八层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只是高手也架不住不按套路出牌的人 一上来就踹敏感部位 这谁他妈敢和他们呆 鬼修默默注视着外面的荧幕 然后和众人道 这里的雾气杀人没有任何的规律 雾气消失后 还会出现许多没见过的妖兽和鬼怪 他突然苦笑道 前十层的宝物 就是在引诱人一步步往下走向深渊的 结果他还在伤春悲秋 有头发现这群修士已经集体羡慕到流泪了 只因他们没见过前十层的宝物 开局就已经是这种地狱模式了 明璇突然与其悠悠道 沐仲熙他们这会儿应该在鬼界吃喝玩乐吧 不管怎么说 不敬塔完全就是最优的选择 苏卓皆话道 最起码 傻子有傻子的快乐 人家不会像他们一样 因为尿了鬼王的地盘 而直接被丢到第十八层 提起这个来 一群人便给了罪魁祸首明璇一个死亡凝视 叶翘再次打量着这个传说中第十八层的鬼王谈 黑色雾气中伴随着各种妖兽出没 还只要最强的剑修 这怎么看都像是在阳目 他若有所思地拍了拍眼前小七的脑袋 微微一笑语气轻快道 小七 你想做鬼王吗 齐玉是真心服了叶翘这个老六 真的是什么都敢想 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摸清楚十八层这些雾气出现的规律 人家都已经开始想着让他儿子当鬼王了 齐玉一边翻找着衬手的武器 一边笑着和哥哥道 放心好了 他可是逆风翻盘的王者 创造过多少的奇迹 那可是能给人带来安全感的叶翘 苗苗立马举手表忠心道 队伍里面的菜鸡可以不止他一个 但被叶翘带飞的人中必须有他 这是他的底线 齐玉看着两个女孩一本正经的表态 他竟不知该说什么的好 真是一言难尽 与此同时 在鬼王塔第一层的柱优看了一圈厚道 看来他们被分开了 叶青寒一剑斩断靠近的十人鸟后 小声嘀咕宋寒生他们几个去哪了 一群没有自保能力的担休 外加被禁声就只有被动挨胆腐休 竟然在踏进来的那一刻全部不见 楚行之文言不满的大声嚷嚷道 大师兄还是别提宋寒生那个不怀好意的家伙 不然他一定会杀了宋寒生 捍卫他家大师兄的亲满 叶青寒直接无视了这个无脑的失地 看向朱优道 回去的路已经消失了 现在想出去 只能继续往上走 朱优表示虽然周围都是些提升修为的天灵地宝 危险性也不大 但他总有种像被养骨的感觉 就是先将他们养大再给宰了 然后留下最强那个的意思 楚行之先将第一层的法器扫荡了一番后才问 这样做没必要吧 朱优觉得那些担休和扶休无故的消失也确实蛮奇怪的 太顺利了总不会是什么好事情 怪就怪鬼王塔多此一举 不然也不会才第一层就让他开始暗自警惕这个地方 听朱优这么一分析 问剑宗几人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楚行之表示如果真的是在养骨 那么外面进入塔内后怎么出去 达到十八层就可以出去了吗 那他们还是赶紧往上走吧 朱优来鬼界前调查过瓷塔 他不假思索地点点头道 修真界情报上就是这么说的 到达十八层后就会有出口 情报来源于修真界的高层门 应该是可信的 他此刻的想法幸亏没被叶翘一行人知道 不然他们只会嗤之以鼻 什么垃圾情报 简直就是毁他们青春啊 见鬼的出口 叶翘几人被困在十八层三天了 能试的方法都是过 就是出不去这个鬼地方 时不时还会被冒出来的东西攻击 一不留神就会丧命 不过鬼王塔确实是为数不多 适合历练的好场所 三天下来夜窍金丹后期的基础都打扎实 灵根处热热的感觉让他很不熟 所以他一直在找妖手们发现 明璇觉得小师妹这一幕很眼熟 他觉得必须想个办法赶紧出去 他怕小师妹在这里妒解 上次让小师妹这么不爽的秘境 已经遭报应了 现在要轮到鬼王塔了吗 光是想想就觉得可怕 绝对不能让小师妹在这里妒解 明璇可不想死于小师妹的雷劫之下 齐律觉得他是在杞人忧天便开解他道 上次短时间内连破两个境界的人还是叶清涵吧 他还是强行突破的原因期 你家小师妹还早着呢 别瞎担心了 在一旁的苏卓文言小声嘀咕道 他又不是没有连破两镜的前科 想当初在院子里他连破两镜 还惹得大批长老们前去围观呢 鬼王塔里别说灵气 连鬼气都没有 只有一团会不断吞噬人体内灵气毒 叶翘猜测小七和鬼王属于同源 他让小七试着去将雾气吞噬掉 小七听话地把飘过来的灰色雾气一口气全吞进肚子里去 小七本身实力并不强 也不擅长战斗 现在吞噬了这个雾气 填饱肚子的同时 竟还把修为给提升上去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分工很明确 小七负责吞噬雾气 剩下的人负责解决掉那些妖兽 鬼修刚想提醒他们一生这群妖兽有多难产 结果发现他们的态度一个比一个漫不惊心 对于猎杀妖兽这事 叶翘他们可太熟了 毕竟在秘境里他们杀妖兽都一年多了 估计到现在大秘境里 还流传着他们进入秘境后四处霍霍妖兽的传闻 雾气中出现的妖兽 绝大部分他们都见过 动手时都不需要思考 弱点在什么位置一眼便看不 明璇现在总算是理解了为何五场大比都在秘境里举行 长老们真是良苦用心 鬼修甚至不需要出手 便看到大佬们一招便轻松解决掉那群在他眼里难缠的妖兽 他肃然起敬心想不愧是原因中期之上的大能们 实力就是牛 鬼修在一旁提醒大佬们 等所有体力耗空灵气散尽后 就是大家的死期了 被鬼王选中的那个姓月儿 可以晚死几秒 但被鬼王吞噬成为他体内的一部分 也是很恶心的 秒秒丢给鬼修一颗丹药让他放宽心 自己可是一名丹修 有的是丹药可以补充体力 说完就利落地拉开手里灵弓 给叶俏他们打掩护 鬼修顿时整个人都麻木了 这位大佬竟然还是个丹修吗 见到周围堆积的一地妖兽尸体 齐律剑暂时没什么威胁 立马动手解剖起这些妖兽 齐律剑撞也来帮忙 气修最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 兄妹俩当即亮出刀子 娴熟地剖开妖兽尸体 鬼修一副见鬼的模样 问他们是气修吗 齐律手上动作不停 抽空回答他答对了 鬼修嘴角狂抽 他觉得这是太不合理了 等他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就懂了 他哪里能说他们纯粹是因为太监 比谁尿得远时 标记到了鬼王的地盘 才混到如此地 鬼修听得一愣一愣的 为了变强他扭捏了片刻 最后还是道 大人请您务必教我这个无边的法力 凌玄见鬼修一副诚心想学习的模样 此时的他是骑虎难下 他故作经过一番深思后才到 待以后有时间了 一定会单独教导对方的 鬼修高兴极了 他觉得一定要让大佬看到他的价值 就告诉大佬 其实前十七层都是有机会逃离的 但到了十八层就出不去 因为鬼王就想看一群高手 为了活命斗的你死我 鬼修心有余悸地表示 本来他都以为要轮到他去送死 没想到他运到这么好 竟碰到大佬们进来 淼淼文言问鬼修 要互相残杀到只剩一个人 才能见到鬼王吗 换句话说 他们还要在这个地方待很久 那在有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他的丹药再多 也不足以支撑那么长时间了 叶翘先将黑雾团成一团 塞进自家儿子的嘴巴里 看得出来雾团应该很难吃 但他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哄着儿子 保证等回去后 让七拳打不见军 脚踩肯得鸡 等搞定儿子后 他才妄想在场 唯一一个正儿八经的丹修问 苗苗有灵职吗 他们可以现场练些丹药 他们这里练气的 练丹的 画幅的 学剑的 应有尽有 配置堪称完美 苗苗当即点头表示 他的戒子袋里有灵职 但让他犹豫不决的是 练丹需要安静的环境 和绝对放松的心态 不然很容易走火入魔 他真心不太敢尝试 在这种环境下练丹 但对上叶俏明亮的眼睛 他还是咬牙表示 他会努力的 看着苗苗视死如归的表情 叶俏没忍住手键 掐了对方脸 但两下厚道 好了好了 别紧张了 但要他来练 这种环境对他而言 还挺常见的 他好歹也是当初 掏出口大锅就能练丹的很人 他担心练丹 但会被突然出现的黑雾打断 便一次性打了16个丹印 在一旁看着的苗苗 观察片刻后 张了张嘴想说话 却被明璇示意安静 苗苗从没见过 哪个炼丹是敢一次性放尸 几种效果不同的灵制进去 这种败家子行为 在他们避水中也是不被允许 很快他发现是自己多虑了 都忘了对方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见他打丹印的过程 毫无压力 除去炼丹水平和成品模样不提 在这种乱糟糟的环境中 成功率还能达到实诚实 光是这一点 苗苗表示心悦诚服 叶翘看着那些横七竖八 躺在丹炉内的丹药 却在真心感叹丹修真有钱了 反正苗苗手里的这些灵职 连长明宗都拿不出来这么多 更别说他自己了 苗苗小心翼翼地 闻了闻新鲜出炉的丹药 分辨出丹药的效果后 迅速拿出玉瓶分装 他忍不住问出心中的疑惑 既然有这个本事 怎么不出去卖丹药啊 叶翘听他这样问 就觉得心一阵阵地疼 他卖过呀 可是他的丹药长得太对不起大众了 哪怕效果再好也没有人买呀 谁叫世人都肤浅呢 只看颜值不看功效呢 苗苗听后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声问他 有一个丑东西 哎 就是一个丹药长得很丑 但价格很便宜 不会就是你的杰作吧 想当初让他们避水宗 平白无故被一群修饰 抨击成黑心丹修的始作俑者 不会就是叶翘了 苗苗想了想 再看了一眼手中的丹药 更加确定了那人就是他 见他没有否认 苗苗仰头伏额 心想果然是他呀 就说谁会这么天才呢 原来是这个妖念 叶翘练丹结束后往地上一趟 发现指尖落下闷呼呼的天道祝福 他晃动了下指尖意外 发现修为长了一点 这还是他头一次在丹道上面 感受到修为的增长 按理说他练丹的次数也不少 合着是天道对他之前练制的丹药都不满意 狗天道有必要对他这么苛刻吗 要不是怕会被雷劈 他都想痛骂天道布满个锤子 叶翘练丹布局一个类型 什么补灵丹 补神丹 甚至还有个奇奇怪怪的叫虚弱丹的 据说吃完后就能装病 秦璃捏着虚弱丹打量了好久后 忽然转身问叶翘 这丹药可以卖给他吗 下次家族练气考核的时候 他们兄妹俩直接一人一科 就可以直接逃课 实在是妙极啊 明璇揪着小师妹的衣服咆哮的质问 有这种丹药为何不早点拿出来 他越想越觉得痛心疾首 但凡早点拿出来 他们当初也能光明正大的摸鱼啊 淼淼不敢置信的看着明璇 常明宗真的正惊吗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逃课啊 素来不见天日的鬼王塔 竟然会落下天道祝福 让所有人都猛逼了 鬼兄们觉得可能是什么福修来鬼王塔 沐仲熙看到这个熟悉的天道祝福 吓得嘴里的鸡腿都掉地上 他结结巴巴的问师兄们 我靠小师妹他们不会真进鬼王塔 薛瑜垂眼思索片刻道 以小师妹能躺着绝不站着的性格 是什么让他现场画幅的 周行云难得立马接话道 鬼王塔里面有危险 沐仲熙将鸡腿全塞嘴里后拍了拍手道 那也要去鬼王塔 他们都在里面呢 薛瑜表示去肯定是要去的 但需要准备一下 首先要弄明白这个鬼王塔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自从来到鬼界 周围的信息都在提醒着 他们鬼王塔里面有了不得的保护 只要进去就能获得修为 薛瑜是个谨慎的 他觉得鬼王塔有点玄乎 就一直拦着师兄弟去闯鬼王塔 鉴于师兄弟三人在想办法营救小师妹的时候 叶翘他们也在努力自救 叶翘没接其力想买虚弱丹的这个话头 而是大方的将丹药丢给其他几人后 建议大家都吃一颗虚弱丹 他觉得鬼王不是要挑选强大的容器吗 那他们肯定是表现得越弱越好 比比谁更能狗 或者说谁先按捺不住 都是杨谷 他们只需狗的时间久一点 把小七养起来就行了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鬼修盲目的看着大佬一行六人 上一秒还在忙着杀妖兽 下一秒就在那里嗑个半天 仿佛命不久矣的模样 那戏演得真是辣眼睛 秦律给了一旁的鬼修几颗丹药刀 兄弟也来点吧 鬼修这会儿已经被他们忽悠杀了 本能的就想学着他们 生怕因为不合群而被抛弃 于是他也加入其中了 鬼王也曾暗中观察过他们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强大的修士适合做容器 结果就看到他们都病奄奄的 怎么看都不像是强大的修士 鬼王决定加快速度放武器干掉他们 等待下一批修士的到来 没成想半个月过去 却发现病奄奄的那群人依旧还活得好好的 那就不得不怀疑他们在演戏了 他决定先派手底下的小鬼们 来探查这群修士的实力 如果太弱的话 干脆全部同化掉 免得夜长梦多 问剑宗的青传们进入鬼王塔内后 前十层都没遇到过太大的阻碍 戒子袋内塞满了天灵地堡 这种顺利的过程让人更加心慌了 扶修和丹修的消失 让他们不得不打起精神观察周围环境 第十一层没有半点亮光 只能凭借着神势探索 朱优试探着燃起灵 最后毫不意外地熄灭了 叶青寒一件展向靠近的东西 让那些毫无意识的黑色傀儡直接伸手分离 他冷冷问这是傀儡了 朱优语气凝重的 那是活死人 走在前面开刀的处刑只表示事情有点及时 活死人的数目有点多呀 朱优神色凝重 前十层还是无害的 等到了第十一层开始鬼王塔的恶意就毫不掩饰 各种危险接踵而至 叶青寒一个人到十八层根本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 问题是他身后还有四个师弟师妹 一拖四无一就很困难 鬼王暗中打量着问剑宗五人 最后选中了叶青寒 如果他能顺利达到第十八层 鬼王就会考虑用他当自己的容器 全然不知道已经被鬼王盯上的叶青寒 带着师弟师妹们一路往下走到了第十六层 原以为能喘口气 至少第十六层比其他几层看上去要温和许多 就见一旁的祝佑突然捂着脑袋 发出痛苦的声音 注意到小师妹的情况不对 几人步子微顿连忙扶住他关心地问 怎么了 祝佑努力地眨了眨眼 让眼里的空洞散去 他问师兄们有没有听说过一种以人情绪为实的换物 他们会抓心里最薄弱的一个人刺激 将对方逼着陷入疯狂 最后再同化掉 听小师妹这么一说 叶青寒他们总算明白 那些活死人是哪里来的 祝佑捂着鹅脚表示 看来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是他 师兄们先离开 这里的事情他会想办法来搞定的 祝佑修的是多情道 按理说这种道不容易被困换景 毕竟修多情道的 古变心眼多 但也正因为如此 很容易被缠上 他对此只能苦笑两声 看来师兄们的道都比他坚韧 叶青寒看向他问 换鬼是挑容易攻破的人下手对吗 故意露出点破绽 让他们转移目标就可以了吧 等下他留下 其他人趁机离开 祝佑文言先是愣了愣 然后一脸感激地看向大师兄道 不用了 长老也讲过除非破解换鬼的速度够快 不然被童话只是早晚的事情 谁被缠上只能自认倒霉 修燕问心道的楚行之 看着小师妹身上已经弥漫开的黑色纹路 他深吸了口气道 都别磨蹭了 还是他来吧 他最合适 顺血见亮起白色点点光芒后就靠近他 他表示他留下来 其他人快走 楚行之看着手上沾染的黑色气体在蔓延 他先笑了两声 然后摸了摸小师妹的脑袋道 或许十八层就会有出口 到时候再来救他好了 祝佑深知鬼王塔不许折返 每个人只能有一次从第一层到十八层的机会 他努力地控制住不让自己哭出来 他才不需要让师兄为自己哭露 楚行之给他擦了擦泪嘟囔了一声 也没这么恐怖 他会努力不被干预的 他可是修问心道的 这个都挺不过去 还修什么道吗 楚行之突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打起了精神 眼睛微亮地问大师兄 这次算不算他保护了大家一次 大师兄是他以前努力想追赶的目标 楚行之现在只想告诉对方 那个经常仰望他的小师弟 现在也可以独挡一面 叶清涵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后点了点头 直接带走了情绪崩溃的祝优 让楚行之坚持下去 一定要等他们回来救他 叶清涵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面无表情地继续往下走去 第十八层 他倒要看看到底是群什么妖魔鬼怪 几乎在问剑宗往下继续走的前脚 摸清楚鬼王塔底细的牧虫 牧虫溪拉着周行云也一路忙的进去 他们这次没带血鱼 毕竟鬼王塔内不许单羞入内 前十六层都被问剑宗清扫了个干净 他们算是捡了个便宜 师兄弟两人一路顺利地追到第十七层 看到问剑宗正在和那些不知名的生物斗志斗勇 牧仲溪直接让昭西前去帮忙 昭西见书 地下十七层立马亮起了明亮的光 看到光源 祝优几人本能地抬头 差点以为是处刑之处了 结果瞥见长明宗的宗服 他们又都沉默了 朱幽见来的是长明宗的人 虽然很是失望 但还是上前一步声音尖色地问 在第十六层看到他二师兄楚行之了 相隔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他希望他们回答的是看到 牧仲溪闻言摇头表示 他们并没有看到楚行之 来的时候前十六层全是那些古怪东西的尸体 当然也有东西攻击他们 全被大师兄和两个剑林解决掉 朱幽指尖猛的一颤 死死控制住情绪 他不信二师兄会轻易被换毁 此刻的他更想下十八层 他要想办法将人给救回 牧仲溪好心地规劝他们 第十八层从来不是什么粗口 而是把人彻底困在其中阳目的地方 劝他们不要冲动 见问见宗的四人不听劝 他忙叫昭熙和段臣将几人拦截在第十七层 叶青涵看两个剑林拦路烦躁极了 他让他们快让开 昭熙和段臣没有剑主秘密 跟龙位一样 没一个肯让开 牧仲溪也不和他们兜圈子 直接问他们有没有看到自家小师妹和二师兄 鬼王塔前十七层一定不会这么安静 牧仲溪双手怀胸地问他们 那天到祝福还能是为你们落下 叶青涵听他这么说 立马不客气地反驳道 按你的意思是说叶翘也在鬼王塔里 这不可能 一路走来根本就没见过你 他现在就想去十八层 看看到底有什么妖魔鬼怪 他如今满心力气 只想毁了这个鬼地方就出了形式 于是他重复了一遍祝忧的话道 他们要去十八层 让开 周星云望了他们一眼 兰德一次性开口说了一大段话道 进去后你们有把握出去 如果没有把握 难道说送死才是你们的乐趣 自从得知师弟师妹在鬼王塔后 他的情绪就开始有波动 现在他就格外的不爽叶青涵 楚行之被留在十六层不知生死 看到眼前这个试图阻挠自己的周星云 叶青涵毫不掩饰杀气的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然后下一谎 两个元英七修士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打了起 周星云唇角微锤的弧度变都不曾变 他也打开了领域 与叶翘生机勃勃的领域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的领域是一片荒芜虚无 他的领域叫虚无领域 在他领域开启的那一刻 他就明白 领域反应的不只是道 还有道心 连续两个领域的开启 让第十七层飞杀走时 陷入极大程度的暴露 楚幽惊恶的问 那是什么 目中膝头也不抬得毁 领域 他家大师兄的领域 对于大师兄这种佛系的人而言 想不想领悟出来领域 全看他的心情 想想都任性 但在修真界就是天赋说话 两个原因 七不约而同 在彼此领域当中消失不见 朱幽见状试图跑去第十八层 目中膝注意到他的动静 拦了一下无奈道 真别去 那里危险 怎么就是不听劝词 他真不懂问剑宗 这群人到底是怎么行 他再次耐心的劝道 十八层危险系数比这里高 这里的东西童话人还是有尸体 据说十八层雾气 只要被沾染上来 就会被不断的毒化 变成我死人只是迟早的事情 朱幽抬头盯着目中膝 他也知道人家是好意 缓缓吐出一口气道 你们既然找不到叶翘塔 那为什么不去十八层看一看 目中膝被他问得迟疑了片刻 下一秒朱幽的落水 见毫无征兆的出窍 濒临宛如刀刃将目中膝逼到墙角处 只隔一指便能割断对方的喉骨 朱幽表示他们说的对 十八层一定很危险 但那里也是唯一的出路 不然难道他们一直在十七层刚耗中 他们耗得起 但二师兄没时间 目中膝也理解他的心情 沉默着没在阻碍 他有预感叶翘和明雪 那两个不安分的也在鬼王塔 但从一层到十七层都没见到他 难道他们也像处刑之一样 被困在塔中遗失了 朝夕见是个行动派 他直接飘了下去 迈入十八层 顺道喊了一嗓子 先别打 或许鬼王塔的第十八层 和你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了 而在十八层的鬼羞都快崩溃了 闹什么呢 十七层竟然有两个领域开启 万一给整他了 惨的可是十八层 他祈祷着十七层的两个大脑 别打 至少别开着领域 叶翘也感觉到了领域的气息 他问鬼羞能和十七层交流吗 或者说 他也来开个领域 加入他们的领域大乱道 他不是来拆散他们 他完全可以加入他们 伟羞文言慌忙 制止了叶翘这个魔鬼的想法 不不不 他们已经很可怕 你就不要再加入了 鬼王一直在观察着十八层的人 还时不时拍小鬼前来 试图将他们同化去 面对这群被抓的小鬼 明选给出的意见 是扒了他们的裤子 吊成一排专门侮辱他们的精神 齐玉立马举双手赞成这个主意 齐玉简直不忍 只是自家亲哥 老实说他哥之前 也勉强是个正常人吧 怎么现在精神状态被同化了 朝夕见没人动 就催促他们道 别打了 十八层真的什么都没有 如果非要说有东西的话 被吊成一排的小鬼算吗 朱优本就想上十八层 听到朝夕这么说 立马就朝十八层冲去 穆仲熙也知道 朝夕不会说谎的 他也没再继续阻拦 跟着问剑宗的人 一起去了十八层 等他们一行人赶到十八层 看到的一幕 让他们都开始怀疑人生 一群小鬼被挂成一排 裤子不知道 被哪个缺德的给拔了 明选和齐绿 正在起劲地玩着猜拳 十七层两个原因 七为去不去十八层 打得不可开交 领域剑林轮番上阵 结果最底层的一群人 正岁月静好的在玩猜拳 穆仲熙见状 忍不住摸着胳膊感慨 有时候真觉得狗 都比他们像个人 周行云同样 被眼前的一幕 惊得说不出话来 扮上后 他才艰难地问出声 谁扒得他们的裤子 明轩拍了拍手 回答大师兄 是他和齐绿干的 话说的那叫一个理直气壮 还隐约带着点骄傲 是怎么回事 齐绿看到这么多武宗清传 于是立马抛弃了明轩 朝他们风度翩翩的自我介绍道 比人是齐家嫡系一脉 齐绿 京当后期 请多指教 叶清涵这些清传们 看他的眼神更复杂了 能和明轩一起扒裤子的人 这嫡系真的正经吗 叶翘眼睛亮晶晶的问周行云 之前打起来的是你们吗 大师兄那是你的领域吗 目中西见小师妹 也对大师兄的领域很感兴趣 便开始疯狂怂恿他 一起进去看看 小师妹的领域 因为是不受控的 所以就不给他们看 那看看大师兄的领域 总可以了 周行云见师弟师妹 他觉得这个领域很危险 就是一个暗杀的好地方 目中西从领域中被放出来后 激动坏了他不顾场合道 大师兄 你的这个领域开启后 是不是生杀与夺 对方生死全掌握在你的手里 眼看周行云还真要回答 其他人立马竖起耳朵 想听听他的领域名字 结果被叶翘出声打断了 他踢了四师兄两下试一刀 别问那么多了 现在该干活了 心想四师兄怎么说话不长脑子的 领域名字被泄露 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目中西那个憨憨并没有明白小师妹的身意 他戳了戳那个被吊起来的小鬼问 干什么活 加入到你们这种变态的行为艺术当中 齐律急于挽回自己的形象 于是把推测出来的真相告知众人 虽然灵器榜上没有鬼王塔的名字 但不可否认他就是个灵器 只是现在被鬼王变成了一个阳谷的地方 明璇也在一旁附和道 他们经过半个月格外丰富的斗争经验 得出结论就是鬼王其实并不强大 他的修为靠的就是这个鬼王塔 齐律嘖嘖两声补充道 这里可是阳谷的好地方 鬼王一声令下 白鬼可都随便攻他驱使 说不定里面还有我们的同伴 鬼王的恶心之处就在于此 鬼界这种地方强者为王 鬼王哄骗修士入塔内 将大部分人弄死 再放几个修士活着出去 以便宣传鬼王塔能提升修为 导致修士即使知道危险 也会源源不断进入塔中 目中西抬了抬手表示有话要说 他觉得应该没办法伤到鬼王 他的朝夕剑和小师妹的飞仙剑倒是可以 只是伤害可忽略不计 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熟悉的雾气再度飘了过来 问剑宗的祝优反应 慢慢拍差点被感染到 幸亏齐律眼疾手快 丢了几个防御法器挡住了雾气 他正色地提醒新来的清传们 小心点那东西 只要沾上就会吞掉人的部分神石 最后慢慢地就被同化了 叶翘知道法器抵挡不了多久 他几乎化为残影将小气丢了过去 示意他去吃光那雾气 看到他们诧异的表情他解释的 鬼物是可以互相吞噬的 强的可以吞噬弱的 鬼王想养骨是吧 叶翘打算让他养个够 他迅速补充道 这期间只要别让小气被抓到 等把小气养得差不多后 他们就可以找鬼王玩玩了 听他这么说 原本死气沉沉的祝优立马抬了头 声音寒了几分稀计地问 如果找到鬼王 是不是就可以将他的二师兄找回来 事实上在问剑宗内 和处刑之关系最好的不是叶青函 而是他 其实大师兄并不会教人 他是被二师兄处刑之领入门的 叶翘不清楚鬼王能不能做到 于是他就没敢接话 这种事情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沐仲西难得机灵了一回 他注意到了气氛不对劲 立马帮小师妹转移话题 他好奇地问 小师妹你们是怎么来的最底层 周行云也难得神色严肃地问明雪 他们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才到的第十八层 作为第一批上来的人 他们难道没有遇到患鬼吗 还是说遇到了别的什么东西 叶翘见两个师兄说话语言不详 他反问他们 代价 你们付出代价了 沐仲西摇了摇头 然后把声音压得很小到 他们没付出什么代价 但楚行之被留在第十六层 叶翘文言微微恍然 然后告诉自家师兄们 他们开局就在十八层 明雪这时插话道 大家先干活吧 起码要试过才知道这方法 到底能不能对付鬼王 拖得越久越危险 叶翘抱着小七 让他吃干净自己那片区域的雾气后 就把小七抛给了叶青涵 叶青涵一把搂住小七 预见掠到半空 他怕叶青涵了 在一群人的配合下 现场雾气全部被小气吞噬干净 朱优有些着急了 他觉得这样的速度太慢 拖得时间越久 楚行之生还的可能性越低 他从戒子袋里翻出了一块墨绿色的石头 这里面据说蕴含了几百年的修为 不管对修士 还是对鬼屋吸引力都极大 应该可以用这个和鬼王做交易 叶翘觉得鬼王本来就缺少修为 这种能白白增长修为的末世 他没道理会拒绝的 到时候拿石头做诱饵 等他出现就好了 他思索一番后表示可以 然后又问朱优打算把墨绿给谁 小气吗 朱优直言想把墨绿给叶翘 但又怕他会有危险 叶翘倒是不觉得有什么 鬼王的战斗力其实挺弱的 其实让人头疼的是他那些大军 但他有飞仙剑 对付起来也没那么吃力 朱优听后松了口气将墨绿给了他道 谢谢 这个给你就当是报仇 叶翘本就想找那个鬼王玩一玩 就直接说了成交两个字 有墨石这种灵物在 鬼王不肖片刻就闻着喂过来 探查到墨石在叶翘的身上 他当即没了之前想养骨的心思 直接猛地发起进攻 准备夺取墨石 在他靠近的一瞬间 墨石就被叶翘丢领域里面了 他自然抢不到 眼看鬼王出现 叶青汗冷静开口道 用剑阵 问剑宗的弟子齐齐拔剑 凌裂的剑影幻化成了数千道冲向鬼王 叶翘抓紧时间让小气多吃点 努力把他养得能和鬼王抗好 被刺伤的鬼王抱走了 他抓住叶翘的脚腕死命地往地里面拖 叶翘见识过其他人是怎么失踪的 他搂紧怀里的小气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鬼手一把拖入地底下 长民宗几人被眼前这场变故刺激的心跳猛地变快 下意识想跟过去 一旁了解情况的鬼秀让他们别紧张 表示叶翘只是被带下去 应该会和之前塔外消失的人在一个地方 在被鬼手拖进地底下的一瞬间 叶翘立马摊开掌心打开领域 就见一道淡绿色的光芒 把他紧紧包裹在内 固着他稳稳落地 鬼王乍见他身上出现的奇异光芒 先是呆愣了下 然后就杀气涌现准备吓死神 叶翘当即躲闪了两下 防御浮路随之碎开 他立马把不见君叫了出来 试一骑赶紧动手 这次随便他杀 哪怕把鬼王切碎了为小气都没问题 不见君文言愉快地睁大了漂亮的眼睛 大声应好 小气也会议地打开领域 把周围都笼罩起来 吃掉鬼王的身体 当鬼王一意识到自己会被反吞噬 立刻发出一声诡异的敌音 开始召集他的下手 鬼兵不确定地问鬼将 将军是鬼王在求救吗 鬼将不确定地回岛 应该是在演习吧 鬼兵小声嘀咕道 不能吧 谁家鬼王没事演习一下 锻炼他们的反应能力 这不是吃饱了撑着吗 在鬼王开始召集小弟的时候 叶翘也在飞快地打量四周的环境 他突然发现了一道熟悉的气息 他慢慢地靠近一处不起眼的地方 原来那里有个隐蔽的阵路 就见阵法里一群修士紧紧地挨在一起 里面全是扶修 单修 还有气修 察觉到陌生人的闯入 宋寒生直接甩出一张扶路 叶翘赶紧用防御符挡住 但还是被炸得后退了两个 连忙出声道自己 熟悉的声音让宋寒生的动作微顿 当叶翘看到里面那么多单修扶修和气修时 他不由感慨道 鬼王真是有眼无珠啊 竟然敢这么对待修真界的瑰宝 如果这是被长王们知道 估计他们会哭的 寺庙岩见来人竟是叶翘便不解地问 怎么也被抓进来 他不是见凶吗 按理说鬼王应该挺喜欢他这种武力直强的人 叶翘这回没时间回答他的问题 催促大家快走快走 他猜测这个地底下 应该就是鬼王的老巢 他抓起寺庙岩几人就要跑路 寺庙岩急忙告诉他 等等叶翘 这里没有出路 他们早就找过了 但这个鬼王塔根本就没有出路 宋寒生看到他抓着人就跑 以为他已经找到出口 立马激动地问 难道你找到出路 叶翘表示他并没有找到出路 现在他带大家先去十八层 找其他亲船们会合 他可不想进魔尊邪神之后 再达成被鬼王追杀的成就 寺庙岩问叶翘 他们都在十八层吗 那他家小师妹是不是也跟着来 叶翘带着他们一路往上跑 一边跑还一边告诉寺庙岩 他师妹苗苗也在第十八层 鬼王怎么也没料到 他们敢再次闯进来 当即大笑着将鬼王塔前十八层 都给他们开启 好让他们更方便地自投罗网 前十层的宝物是真的多 叶翘也不客气全栽戒子带领 装不下就用领域装 一群人直到把一层扫荡干净后 才会继续往下层走去 从第十一层开始杀鸡便显现出 因为除雀伏修外 还带了碧水宗的丹修 宋寒生作为主战斗力之一 不免要分神照顾一二 结果他刚一回头 防御符还没递出去 便看到了自觉在丹炉内藏好的碧水宗清船门 宋寒生顿时觉得碧水宗 已经被常明宗那群智障们给彻底占领 三宗清船门靠着在秘境里面 为数不多的几次配合 一路艰辛地走到了第十五层 等到达了第十六层后 叶翘总算看到了所谓的幻灯 齐律和齐玉这会儿也在第十六层 看到叶翘回来后 他们立马惊喜地招了招手 叶翘我们快走 原来叶翘被抓走后 鬼王也跟着走了 这样起码安全方面 他们这群人暂时是不需要担心的 祝悠一直低头计算着时间 那着急的母娘 让齐玉几人有些困难 穆仲熙大致解释了下原因 齐玉听后才恍然大悟 他看向祝悠表示可惜了 在鬼王塔内是不允许折返 最主要的是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将 他师兄从幻鬼手里拉出来 祝悠一直没有忽略 他话里的那些尖锐问题 他如今只能寄希望 与小七能将鬼王吞噬点 然后他再把师兄救出来 齐玉知道和问剑中 搭上线的机会来 他表示鬼王可拿幻鬼没办 如果大家信得过他的话 他们可以一起去一趟第十六层 祝悠不由威愣再次确认到 你们知道哥哥打着什么主意的 齐玉跟着点口 他表示他们几个没去过其他层 开局就在十八层 如果折返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齐玉又敲了敲手中的清心灵 清脆的碰撞声音扩散而来的瞬间 提被立马一扫而空 连同之前带来的心烦意乱都压了下 他们敢这么说 其实也是有相应的法器作本着 齐家的清心灵能将迷失的灵魂拽出来 陷入幻境或者其他情况下 也能起到保命的作用 只希望处刑之争顶起 祝悠没想到他们竟然是直达十八层的 一瞬间他又看到了希望 他与戴激动道 那就拜托你们 如果能把二师兄带回来 那要他做什么都可以 齐玉也不敢保证 一定能将人平安无事地带出 他表示他们兄妹会尽力的 如果能成功的话 他们就要问剑宗的一个承诺 这时叶青寒沉稳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他承诺两人没问题 齐玉与哥哥对视一眼 当即准备去十六层试试看 能不能把人救下来 兄妹俩握住青心灵来到了第十六层 他们打开了个薄杀罩子 将靠近他们的幻鬼弹开了 齐玉用夜明珠罩了一下 瞬间脸色发白 天哪那么多的幻鬼 乌鸦鸦的一片 齐玉忙指着一个快要被覆盖住的少年等 哥哥要找的人在那 齐玉当即和妹妹等 快 想办法抓住他 把他抓到第十八层 先抓住人 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除幻鬼 只要没被完全同化 那就还有救 齐玉身上的法器应声而碎 眼看对方还要继续用剑砍第二下 齐玉大声喊了对方的名字 楚行之 楚行之三个字让齐有了反应 在他动作微致的瞬间 齐玉敲响了青心灵 齐玉趁机用锁链绑住楚行之 将他拖着走 快要成功到达第十七层之际 楚行之呼得有了动作 长剑劈在齐玉的肩头上 留下了深可见过的伤口 齐玉被偷袭得猝不及防 他咬了咬牙 刚准备带妹妹离开 就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动静 一看来人是叶翘 他就放心了 他告诉叶翘楚行之没救 叶翘也想拉楚行之回第十八层 谁不想要问剑宗的人情呢 如果能救下来 那么坐地起架 狠载问剑宗意 他们也只能受着 光想想就开心了 楚行之见一击失败 便想退回去藏起了 叶翘可不想再去人群里面扒拉他 赶紧喊了一声 叶青喊 清心灵都不管用 谁知他轻飘飘的一句话 竟然把人给喊住 叶翘顿时知道 该怎么留住楚行之了 他笑咪咪道 楚行之就这点实力的 只会被你家大师兄嫌弃哦 寺庙言扶置心灵 紧跟着喊了一声 想想你的大师兄 叶青喊在看着你 果然 一直没动静的楚行之有反应 趁着他顿住 叶翘拿剑开始偷袭他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楚行之竟精准地躲过去 叶翘剑嘻嘻地又撩拨了两句 狗胜你可真是平不清云 不一样呀 竟然敢打你爸爸 面对再次暴怒的楚行之 叶翘让其他人先走 他试试看能不能把狗胜给打到福气 但谁都没动 宋寒生问了他一句 如果这一次自己留下来 他会诚恳地感谢自己 叶翘顿了顿笑咪咪的气他道 那当然是不会了 然后在宋寒生的帮助下 叶翘叫上不见军一起去对抗楚行之 在不断和楚行之战斗中叶翘一声 其实这人的实力还真是一点也不弱 他大脑飞快地运转着 想着在躲避楚行之发狂情况下 到底该怎么抓住乱窜的对方 不知道是谁问了他这么一句 还不走吗 事到温温柔柔的女生 叶翘以为是那群晃鬼又在逼逼赖来 他捂着险些被割断的搏狗 一字一句道不走 今天他和狗胜杠上 他决定了等他把楚行之 从这个鬼地方救出来后 他不仅要对方的人情 还要让他叫自己爸爸 他拧眉看向腰间挂着的飞仙剑 零剑亮起点点光芒 幻化成一道温柔的白色眼 飞仙剑朝他伸出手 温柔地笑着开口 翘翘来 叶翘一把握住飞仙剑 在柔软的光照射下 一如他明亮的眼睛 叶翘朝楚行之冷冷挑起唇颈 要知道飞仙剑可是幻鬼们的克星 没了那些时不时缠上来精神污染 绑人就绑得很顺利 这一刻叶翘压着许久的火气 终于发泄出来 他一剑下批 毫不犹豫飞起一脚踹向楚行之 让他半跪在地上 一群人合力用树仙绳 紧紧捆住楚行之 让他没办法胡赖 现如今他已经被童话 没一半也有三分之一了 当下最重要的事 就是先将他唤醒 齐玉晃了晃手里的青心灵 试图唤醒他 可惜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叶翘直接上前 打了楚行之一巴掌道 再不醒来的话 你家大师兄要嫌弃你 从没见过这么脑残的一个人 他们说半天没个反应 只有提到叶青寒 使他才能清醒极妙 为了安全起见宋寒生提议 大家先离开这里 去十八层和其他青船们会合 碧水宗的寺庙言 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鬼王塔实在太危险 单独行动可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但叶翘是个喜欢反其道而行之的人 他打算祸水冬移 让十八层那群青船们 先去帮他吸引一波火力 齐玉问他们那楚行之怎么办 要不也把他带去十八层 到时候让叶青寒试试 能不能把他叫醒 叶翘否决了这个提议 他表示十八层会是最终战场 待楚行之过去不安全 他晃了晃看着 跟木头人一样被捆着的楚行之道 而且这人或许还有救了 他其实只是单纯的不死心 好歹也互相伤害了一年多 等真的没救 他再把人拖到十八层 齐家兄妹觉得跟着叶翘拉 危险系数太高了 齐玉最后也表态了 他们兄妹也要回十八层去 叶翘耸了耸肩 表示尊重他们的决定 让他们带话给他二师兄快下来陪他 他觉得果然还是自家二师兄靠谱 无论多危险都不离不弃 他往上面略微安全一点的十五层跑去 他觉得既然掌控这个地方的是一个名为塔的灵气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找塔呢 至于现在塔灵死活不肯现身的这个问题 他早有经验 就和当初的秘境还有明月剑一样 不逼他们一把 他们是不会明白什么叫绝望 他晃了晃遇见 试着开始联系外界 鬼剑没什么信号 除非离得近才能联系得到 他们四个师兄妹都进塔 那么血雨师兄应该也在塔外后找了 联系三师兄几次都没成功后 他直接一口气走到第一层 再次尝试联系 这次终于成功了 另一边塔外的血雨因联系上了小师妹 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是长明宗唯一一个没进鬼王塔 叶翘问三师兄 现在知道了多少关于塔的信息 血雨组织了一下语言 将他调查来的信息告知塔内的小师妹 这个塔他会挪动 所以不能太靠近塔 一不小心就会被内入进去 他还听成功逃离鬼王塔的一些人说过 第十八层里有鬼王的鬼气 雾气里面还会放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妖兽 叶翘听到妖兽两字 顿时眼睛一亮想到了什么 小尖点了点地面让三师兄别进来 现在有任务要交给他 妖兽这种生物简直就是无处不在 但如果控制得当 就会是群大杀气 既然妖兽能进入塔内 他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搞点事情 叶翘就喜欢三师兄这种细致的性格 他让三师兄去捉之母妖兽来 再多练点催情单出来 把那些妖兽们都引过来丢进塔内 定要让这个塔知道谁才是爹 血雨看着被挂断的玉剑 摸了摸下把喃喃自语 他去捉妖兽的话 不会被妖兽给捉了吧 他打不过妖兽啊 他若无其事地将玉剑收起 不慌不忙地来到秦淮面前 开始给他画 鬼王塔前十层有很多的天灵地宝 天赋高的一夜破镜也不是没可能 来不来 正摩拳擦掌准备去抢夺东西的秦淮 飞快地放弃了一开始的选择 忙问他需要他们做什么 要知道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在利益面前谁会拒绝合作这个选项 不止他需要提升修为 师弟们也需要 天灵地宝是最快提升修为的方法 到时候他们就能再次碾压长明宗 脚踹问剑宗 成为武宗第一 薛鱼就喜欢和爽快的人说话 他语气轻快道 那么第一步先去捉个母妖兽来吧 秦淮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他立马带着师弟们大肆捕捉母妖兽去 于是乎鬼界附近的母妖兽被他们一扫而空 他也因此获得了个母剑仇的称号 见秦淮抓了几十只母妖兽 全部用捕兽网收紧 薛鱼火速下达了第二条指令 接下来让他骑着妖兽快走 不出片刻就会有妖兽追着他跑的 只要别回头就行了 一旁的断横刀文言都无力吐槽了 什么鬼啊 为什么要他们家大师兄骑着妖兽快跑啊 薛鱼倒是也想骑着妖兽进去玩呢 看上去小师妹他们玩得挺高兴的 可谁让他实力不够呢 他理直气壮回道 谁让鬼王塔不欢迎他这种弱者 身边的强者也就只有情怀了 断横刀听后竟一时无言反驳他 纠针界里的武宗长老们正在开会 武宗清传弟子们的本命灯 大多数都在晃晃悠悠着 亮着的所剩无几 尤其是叶翘那几人的 简直在灭和亮之间反复横跳 谢初雪凝视着那几盏灯百思不得其解 这几盏灯明灭灭的 难道那群孩子是准备将鬼王塔给炸掉了吗 最让人头疼的是问 剑宗处刑之内盏灯几乎是全灭 期间从没再次亮起来过 看上去情况不太妙 谢初雪喃喃自语道 这不应该啊 在他记忆当中 鬼王塔确实是有一定危险 但他觉得这次任务有夜翘在 应该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他实在想不出 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示意武宗的长老们看过来 然后对长明宗的赵长老道 还是麻烦长老您去一趟鬼界吧 赵长老一脸疑惑地问 去鬼界做什么 谢初雪反问他 新传弟子们的本命灯都灭四盏了 你说去做什么 谢初雪不适合去鬼界 长明宗如今是第一宗 他们都派了长老去 相信到时候其他宗 应该也会派自家长老跟过去的 问剑宗宗主闻严立马表示 既然如此 那他们也派个长老一起去 毕竟灭掉本命灯的 不止长明宗的清传 其他四宗陆陆续续全灭了 很显然是一起进去 迄今为止 只有成风宗的本命灯还亮着 长明宗唯一没灭灯的就是薛鱼了 但那小鬼也不见得是让人省心的 被长老们认为是不省心的薛鱼 此时的他正在练崔秦丹 一回升二回数 他现在已经能精准练制出崔秦丹来了 就等秦怀抓一只母妖兽来 再把那些公妖兽吸引过来 他将崔秦丹碾成粉末 撒在母妖兽身上 很快那些发情的公妖兽 循着气息跟野猪出龙一样 浩浩荡荡朝鬼王塔的方向奔来 秦怀冷着一张脸随意骑了一头妖兽 然后开始指挥妖兽大军往前冲 向鬼王塔发起了进攻 这下鬼王塔内彻底热闹 集体暴动 宋寒生他们一赶到十八层 看了一眼明璇立马催促道 叶翘让你下去找他 明璇也是开局就在十八层 能无视折返规则的一员 这个时候能不离不弃的 也就只能是明璇了 祝优望向齐玉 见他们没有把人带回来 就艰难地开口问他家二师兄呢 齐玉有点不太敢看他 眼神躲闪片刻最后还是低声道 清心灵也不管用 齐玉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拉回来了 很抱歉 但人已经被换鬼同化后 骑士把人带出来也无视于补 祝优瞬间只觉得浑身发冷 他死死握紧腰间的灵剑 勉强开口表示他知道了 他根本没时间悲伤 鬼王大军已经惠及于此 现在必须动手解决掉这些鬼怪 等他们把那些鬼怪切碎 就让小七去吞掉 这样小七就能成长了 人鬼双方大战 问剑宗是主战力 只能由他们开刀 扶修在一旁给他们用阵法各种增幅 帮忙打掩护 直到一只幻鬼悄无声息地缠了拐 苏卓同人请客间变黑 脑袋骤然微垂 嘴里还在不停地叫着小师妹 穆仲熙见状直接踹了苏卓一脚 把人踹到地上喝道 冷静点 穆仲熙没想到这么久过去了 这货还惦记着云雀呢 也不知道该说他喘还是可怜 苏卓被一脚踹清醒了 他捂着耳朵 可缠过来的晃鬼根本驱赶不走 齐律晃了晃手中的铃铛 把所有人的心神拉了回来 他郑重地提醒众人 都打起精神来 被童话真的会死人的 苏卓感激地朝对方汗手 人鬼两个阵营开战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十八层的地面突然传来巨大的动荡声 不得不停战的双方 就看到乌泱泱一大片的妖兽们 正飞快地朝他们冲过来 鬼秀都看傻了 卧槽 过来的那是群什么东西 叶清涵冷静地吐出两个字 妖兽 很熟悉的生物 能不熟悉吗 和妖兽相爱相杀这么久 没人比他们更熟悉了 鬼秀握紧手里的法器热血沸腾道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正面 打这群鬼怪一个屁滚尿流了 哪成想叶清涵踩着剑飞了起来 眼瞼一该道 浑水摸鱼 他已经明白这个动静是谁弄出来的 他们现在只需要躲避 躲得越快越好 叶翘在的话 他肯定会指挥着大家赶紧猥琐躲起来 做山关虎斗 现在是叶清涵指挥 就听他果断地开口下令 给你们十秒钟时间 全部找位置藏好 鬼秀都怀疑他听错了 叶清涵不是勇敢之前的剑修吗 不是应该带领他们正面刚的吗 怎么下令让他们躲起来了 这太玄化了 现在不止十八层 可以说塔内每一层都全乱 随处可见妖兽出没 找到小师妹会合的明玄 吞了吞口水 动都不敢乱动 生怕迎面撞见一只妖兽 要将自己撕碎 明玄手里捏着防御俘虏 时刻保持着警惕 要知道妖兽攻击人 可都是无差别攻击的 单论战斗力 青传们不一定打得过那么多的鬼怪 请妖兽入场搅局 青传们通过大笔的试炼 已经知道该如何应对各种妖兽 那么惨的就是那些鬼王的大军们了 明玄踢了踢安静 躺在地上的楚行之 语气复杂地问他真的被通话 虽然自己很不喜欢他 当初也是他嘲讽自己最狠 但好歹相处了一年多 也不想见他真的死在鬼怪手里 叶翘无奈地表示 能不能摆脱患鬼 只能看他自己了 鬼王塔内彻底乱套了 师兄妹两人暂时也无事可做 只能安静地等待着楚行之 将幻鬼逼出体内 叶翘思索片刻 突然低头现场开始画起符来 画好后就利落地把符贴在楚行之身上 他问二师兄还记得 能幻化成对方最渴望东西的俘虏吗 想到断横刀失智一样 抱着神子微腿肯的画面 明玄眼睛一亮 被俘虏贴上的瞬间 原本毫无反应的楚行之骤然抬头 手里常见一分为二 嘴里喊着为了大师兄 万万没想到是这个效果的叶翘 看着楚行之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哪里还有一开始的死气沉沉 他身体里的幻鬼 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大意了 本来这个小鬼就难缠 所以一开始找上的是他师妹 本以为要成功了 谁知道这个问心道的这么难缠 死活不肯加入他们 结果叶翘一张符路 竟然把人给叫清醒了 幻鬼不死心 便幻化成叶青寒的模样 露出笑容道 二师弟 开什么玩笑 大师兄的脸啊 竟笑得阳光开朗 楚行之原本停顿的 剑下一秒狠狠落下 他大声怒斥 竟敢冒充我大师兄 活腻外不是 伴随着幻鬼不甘的嘶吼声 我挟着寒光的剑 迸发出明亮的光芒 眼看密密麻麻的幻鬼 要将自己全部淹没 楚行之避开要害 抬手就给了自己一剑 在疼痛下 他的眼神逐渐清明 叶翘和明璇虽然看不到幻鬼 和楚行之互相厮杀的场面 但不妨碍两人看到这一剑捅下去 他们光看着都觉得疼 楚行之挣扎着 睁开眼喘了口气 就见他身上被镀上一层淡金色的光 很微弱已经逐渐淡了下去 明璇心想这二愣子误导速度还挺快的 都直接破镜了 问剑宗第二个原因期 叶翘瞬间觉得他是柠檬金本金了 伸出手疯狂地晃了晃楚行之 他细经上身一脸悲痛道 狗生啊 你不记得我了吗 我是你最爱的爸爸呀 正回忆起丧尸神志时叶翘将自己拉回来的画面 感动还没三秒的楚行之 此时在心中请求老天把他的感动还回来 叶翘细经了三秒后 混战来形容最贴切 叶青涵和周行云为了保护各自的师弟师妹们 也顾不上其他人的死活了连番开启领域 两个领域同时开启 在同一个空间内叠加 造成的危险比正常情况下要大很多 塔林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再这么打下去这里可真的要他 塔林也是有规则要遵守的 在不被恶意攻击的前提下 他也不能随意将人丢出去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虽然没人恶意攻击他 但这群人在互相伤害期间就把空间弄得摇摇欲坠 问剑宗长老紧赶慢赶来到鬼界 看着整个塔发生剧烈的抖动 他不由眉心狂跳 昔日秘境坍塌 境地被炸得阴影浮上心头 他开始疯狂打自家弟子的御剑 但一直打不通 怀揣着最后的西记 拨打了叶翘的御剑 等御剑接通的一瞬间 他质问道 你们在搞什么鬼 为什么他好像下一秒就要他了 叶翘顿时觉得他冤枉急了立马解释 这可不关他的事情 是他们开了两个领域在十八层打架 两个领域 谁又领悟了 对面问剑宗长老拔高的声音差点把他吼咙了 叶翘淡定的回答 是他家大师兄和叶青汉 问剑宗长老闻言失落了几秒 竟然不是他们宗的 不过一想到周行云也是原因欺修士 误出领域来也能让人接受 让叶翘把刘影师打开 让他看看里面的战况 他试图指挥这群青传们 让他们不要乱来 叶翘听话地打开流影时 给他们现场直播 入目就是一片狼藉 单修扶修还有气修们抱团取暖 这啥呀 大型妖兽蹦迪现场 那一幕把所有赶来支援的长老们都看猛逼了 问剑宗长老声音卡壳片刻问 这些都是修真界的修士 怎么都沦落到如此地步了 叶翘意味深长道 是啊 不仅如此他们还都是群单修 扶修和气修 可都是修真界的宝贝啊 什么 为什么他们都会在这里 问剑宗长老痛心疾首地问 叶翘有了惊艳在对方骤然拔刀的声音时 飞快将玉姐拿得离耳朵远了点 叶翘解释起经过后 表示他正在想办法救他们 让长老们不用进来了 他准备把这个傻子加给踏平 主要是他们进来也没什么用 根源不在实力高低 而在那个塔林身上 问剑宗长老一脸严肃道 叶翘不许乱来 入门的门规你到底有没有看过 弟子要服从长老的命令 叶翘将玉姐反手挂断丢给了楚行之 然后就装模作样道 您说什么 没听清啊 楚行之看着再次亮起了玉姐 也反手挂断 毕竟他不是叶翘这种违反门规 跟吃饭喝水一样的人 第一次叛逆的他还是有点紧张的 见玉姐被挂断 问剑宗长老也只能干瞪眼 楚行之被换鬼占据过身体 塔的规则自然对他也没用 现在这三人组完全就是塔外狂土 四处溜达都不用担心被判刑的那种 这会儿要被打他的是他 又不是他们 他们三人自然不着急 这种时候比的就是耐心 比起十八层的腥风血雨 鬼王老巢弥漫着一片死气沉沉 妖兽的闯入让这里更添混乱 主意是叶翘出的 他自然也要负责收尾 叶翘暗自猜测 等下不见君回来应该是会哭的吧 好不容易化形能摆脱棍子形态了 结果扭头还是被叶翘丢去溜妖兽了 另一边被妖兽们狂追的不见君 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 回头他一定去找断臣的主人 问问怎么能无痛自杀的 飞仙剑在叶翘眼前浮现 真不愧是零剑榜 第一威力确实很强 一剑便拦截住眼前的庞然大物 他觉得三师兄还挺会物色妖兽的 基本上这群妖兽实力没一个差 他也不磨叽 骤印炸下去地面就掀起一个大坑 明玄的俘禄轻而易举 割开了仕途飞扑而来的妖兽 他和小师妹道 看来塔林还挺沉得住气的 十八层都要被毁掉了 还能忍着不见他们 楚行之的剑光落下将周围小鬼驱散开 这对于一群在鬼王老巢等待着被吞噬 都快绝望的修士们来警 这三人无疑是天神下凡 看到那些修士们先是亮起来 又再次沉寂下去的目光 叶翘安抚他们道 大家都冷静点 一定能出去的 没得到任何回应 他却一点也不急 对射牛而言无所畏惧的 他挑了个高点的地方站上去大声问 这里可有认识他的人在 楚行之都有无脸的冲动 他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 问出这种话来的 这时终于有人低声道 长鸣宗清传 人送外号叶浪浪 叶翘立马接话道 没错 就是他 虽然有时候觉得这个外号很羞耻 但现在不要紧有人认识他就行 那么接下来请相信他好了 他一定会带大家出去的 在鬼王老巢竟都能搞传销 他真是走哪里都能浪起来 明轩一听小师妹的话 就知道他要干什么 立马也跟着鼓舞大家道 知道他们长鸣宗 能拿第一靠的是什么吗 靠的就是他们的自信 望着迷之自信的两人 大家竟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 毕竟他们当初那走路带风的样子 现实不敢忘了 有一个丹修小声嘀咕道 从鬼王塔里面走出去的人几乎没有 估计现在连家里面都以为他们死 叶翘自然不可能小瞧他们 要知道能存活下来的都是有本事的 他们无论放哪里都是值得真实的人才 他立马不客气地安排起任务来 练丹练丹 催情丹会吧 丹修们开始练起来 气修们有材料吗 麻烦照着这个多做几个炸弹 做好后可以去前世层炸转 那里天灵地宝很多 叶翘让大家一定要把格局打开 既然找不到出路 那就简单一点 直接把鬼王塔给炸 有修士委婉开口表示 鬼王不会放过他们的 明玄让他放宽心 鬼王都自顾不暇了 他正在十八层和那群青传们打得不可开交 充当指挥官的叶翘 开始尽责地指点所有人 和气修就说一会儿拿着炸弹四处炸着 和丹修就说弹药可以再猛一点 他忙的是脚不沾地 他也没让扶修闲着 让他们负责打掩护和防御 毕竟他们的扶路能打能手很好用 叶翘见丹修 伏修和气修通过他不同形式的疯狂洗脑 都充满激情地开始了各自的创作 另一边骑着妖兽闯进来的秦淮 他紧记薛鱼的嘱咐 只上前十层 顺便将周围的天灵地宝扫荡了一圈 他突然发现不远处有动静 就看到叶翘在教导一群丹修 气修和伏修们该如何分批炸了鬼王塔 在鬼王老巢竟都能搞传销 他真是走哪里都能浪起来 物理破坏最致命 在薇压落下的瞬间 明璇下意识将叶翘几人往身后一挡 他掌心结印把浮露打在塔身上 替其他人挡了薇压带来的窒息感 但他就没那么好运 他的五脏六浮仿佛被震碎了一样疼 塔的薇压完全不是他一个金丹七修士能抗下 塔林有些意外地看向明璇 他原本打算将这群人活活压死 没想到竟然会有减轻薇压的扶修存在 他觉得这个扶修是被天道所偏爱的 塔林无意识地将薇压减轻了 他可不想因为打死一个修士被天道计和 叶翘领域中的剑灵全部被放了出来 他面无表情地下达命运 抓住他 看着飞过来的剑灵们 塔林呆住片刻 对于这种群殴的场面 他没经验了 他可是被鬼王带走后 才变成现在这个恐怖存在的 叶翘瞇了瞇眼问他 真的不出来吗 塔林沉默不语 开什么玩笑 出来 出来被他给奴役吗 他看破了 有这么多剑灵 这个女人绝对不好惹 气恼之下的塔林做出了个愚蠢的举动 他将十八层的鬼怪 转移了一部分到叶翘所在的地方 准备放鬼怪咬死他们 他们坐在变尬的肯德基背上 开始了溜鬼行动 凤凰不仅跑得贼快 还时不时回头烧一下鬼怪 一个鬼将有些猛逼地问手下 他们为什么能在塔里随意乱寸 小鬼也想不明白就不确定他 可能是因为他们骚吧 明玄直接告诉鬼将 他们可是开局就在十八层的神人 享受着尊贵的待遇 塔剑状都要气疯了 真是骚操作不断了 看着这一鸟三人嚣张地跑来跑去 他也只能心中狂怒 至于拦路的鬼怪 现在鬼王塔都被妖兽占捡 普京的鬼怪 但凡不小心看他们两眼 都要被妖兽给踩两脚 塔林发现这里面最难搞的就是叶翘 他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 就准备和这个修士好好谈谈 表示可以放对方和他的朋友出去 塔可以开启门 但不能主动踢人出去 只能让他们自觉离开 越高级的灵气 天道给的束缚就越多 说到底天道还真是格外偏爱人类 叶翘在塔林口中听出了他的高高在省 意思就是人像蝼蚁一样可以随意扼杀 而像他这种开了灵质的生物注定是高人一等 塔林傲慢且没有善恶之分 对于修为差或者天赋差 在他眼里都是可以轻易扼杀的存在 叶翘头一次看一个东西那么的不熟 他现在只想抓住这个塔林 给他点颜色瞧瞧 他先收起了飞仙剑 然后勾起唇角笑道 给你看的好玩的东西 话音刚落 刹那间他的领域开启 整个鬼王塔都透着一股奇怪的淡绿色 惊丹后期的他掌握领域 已经没有前几次那么吃力 就算领域不受口 第一个遭殃的也只会是塔林 他其实一直蛮好奇的 在四次环境变化后 被困入领域中的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不能拿人做实验 那就塔林来吧 希望塔林给力点撑过四季轮换 塔林见识过领域 前两个人类的领域已经将他本体弄得地动山摇 他没料到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少女竟也有领域 他下意识的想逃跑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他瞬间被拉入领域中 但绿色的领域看上去无害又柔软 风拂过 温度适宜 塔林的神经却崩成一条线 不受控制颤抖 他感受到了危险 塔林声音颤抖地问夜窍 这个领域是不是叫轮回 虽然他也不懂这个领域和万物生有什么关系 但他还是更正道 领域叫万物生 请尊重一下他的名字 塔林不是人类 他一眼就能看穿这个领域的本质道 好残忍的领域 人类你修得苍生的 事实上领域当中的环境变换并没有伤害到他 他毕竟是灵 没有实体 但让他害怕的是四次轮换之后 到那时他就会被彻彻底底的抹杀掉 从此在世间不留任何痕迹 前三次环境变化 塔林就表现得极为惊恐 夜窍飞快往嘴里塞丹药 得亏他是丹修 三师兄也给的够多 他前三次已经是极限 第四次轮回全靠丹药续命 双方情况都不乐观 夜窍还是塔林甘拜下风 求生欲让他毫不犹豫地扯断了与鬼王的契约 违约的疼痛让他激进支离破碎 但他立马连滚带爬的靠近夜窍 并咬破其手指与对方契约 在契约达成的瞬间 夜窍的神识在那一刻都差点炸 塔林和其他东西不同 这种级别的存在堪称另一个领域 眼看契约达成 万物声的领域溃散 眼前的塔摇摇欲坠 夜窍大声喊道 好 快跑 明玄只看到小师妹凭空消失了一段时间 回来就是一副七窍流血的母娘 鬼王塔迅速收缩落入夜窍的枕心 接下来在外面人的眼里 就是好端端的一个塔就突然塌 在塔毁掉的瞬间 修士们陆陆续续从里面钻了出来 最惨的就是十八层的青船们 差点被埋了 问剑宗是最快跑出来的 其他宗紧跟其后 问剑宗长老忍不住问小楚 他其实更想问到底经历了什么 鬼王塔为什么会塌 其欲轻声道 很抱歉没能救下他 他现在应该消失了吧 鬼王都消散 那么鬼怪自然也都没了吧 问剑宗长老话一下子全部堵在嗓子里 突然脑子一片空白 刚想呵斥这少年在胡说八道 却见叶清涵保持坚默 随后握着剑转头往非洲的方向走 穆仲熙见状直觉不妙 忙问他去做什么 叶清涵头也不回的冷冷道 杀了那群修真戒的高层 穆仲熙卧槽了一声赶紧去拦 冷静点 高层哪里是他们能杀的 而且或许只是巧合 毕竟鬼介大家都不太了解 信息出现错误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千万别冲动 叶清涵将罪魁祸首 直接就归于高层身上 事实上高层们给出的信息 从始至终都存在误导性 不然他们不会轻易静谈 薛玉拍了拍脑袋问大家 他家小师妹呢 刚闹出脑袋来的明玄 让大家快来帮忙 他家小师妹应该还在底下埋着 一起把他扒了出来 周行云怕他被憋死 立马加入寻找小师妹的队伍 叶翘艰难地从废墟中爬了出来 他被呛得不行 揉了揉鼻尖 控制住打喷嚏的冲动 对眼前这个悲伤的氛围 他感到有些猛逼 他疑惑地问你们到底都怎么了 祝悠看着他眼泪直流哽咽道 楚行之师兄死了 叶翘怀疑自己幻听了 他让他们等等再哭 哭错粉了 原因修是能被他方给砸死吗 他记得当时他们是一起被埋的 就让大家一起去巴拉巴拉 说不定就能把楚行之巴拉出来 原本打算去剑指修真界高层的 叶青涵文言停下了脚 这时从废墟中钻出一颗脑袋 看着悲计的同门楚行之 不可置信地问小师妹 大师兄听说你们到处宣扬说我死 陆优猛地听到熟悉的二师兄的声音 他硬生生把眼里的泪憋了回去 飞奔到二师兄身边伸出手 狠狠掐住对方的脸 然后他发现自己竟看不透 二师兄的修为了 看着好端端站在那里的二师弟 叶青涵也难得出现了一次表情管理失控 呆呆地问了句你没死 齐律见状整个人都跳起来了大声道 卧槽 诈尸了 楚行之脾气一向不好 除了对自家大师兄和小师妹 他还克制点 对其他人就没那么客气了 直接回队 以特娘才死 其家嫡系的素质都这么差了 他刚说完话 宋寒生就往他脸上贴了张福禄 然后才责了一声 确实不是鬼 楚行之不敢置信地看向对方 什么时候伏休还坚持驱血了 不对啊 对着他驱邪也太过分了吧 问剑宗长老先被青传门的那句楚行之死了 砸得晕头转向 有头却发现楚行之从废墟里爬了出来 这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让他忍不住怒问 到底是谁传的谣言 楚行之从没这么暴躁过他解释道 他真的不是鬼 之前确实是被幻鬼控制了一段时间 但最后被叶翘救了出来 那个飞仙剑难怪被誉为零剑榜 第一必要时候简直绝杀 让齐律好奇的点是 清心灵都没办法给他造成影响 大师兄鼓励了 没错 就是大师兄引导着他走出来的 即使大师兄不在那里 却如同光一样照耀着他 叶青涵闻言沉默了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朱优听后也不想说话了 楚行之最后真心实意地做了个总结 大师兄不愧是大师兄 真心厉害 叶青涵只能依旧保持沉默 幸亏他一直就是高冷人设 没人发现他内心的局促和不安 朱优深吸一口气 拳头松了又握紧 反反复复 最终彻底爆发了 混蛋 去死吧你 他哭半天白哭了是吧 人家满眼的大师兄 楚行之没想到会收获小师妹毫不留情的一拳 他莫名其妙地看向对方 仔细想了一下他没说错话 这时天边已经开始聚集雷杰了 好在问剑东装备齐全 又在鬼王塔扫荡了不少好东西 扛个原因期雷杰不成问题 看在他还要杜杰的份上 朱优只能憋着满肚子的火气 等他结束以后再揍一顿 众人丢下楚行之一个人杜杰 其他人默契地聚在了一起 你是不知道啊 他可崇拜你了 那时候任凭他怎么喊楚行之都没反应 但一提到叶清涵的名字就立马不一样了 原来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原谅他无法理解这种行为 问剑宗长老听后也觉得太戏剧性 那可是换鬼啊 哪里是这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难道叶清涵的魅力已经大到如此地步了吗 叶清涵见长老那种神情就知道误会了 他忍无可忍地解释倒是万象福的功劳 楚行之就是靠着那幅路走出来的 真和他无关 他是个正经人 此时叶清涵的拳头都硬了 他深吸了口气 决定等下还是和小师妹一起打楚行之这个憨憨一顿吧 叶俏讲解了一番事情的经过 长老们不约而同的沉默 除了成宗宗的长老不在场外 其他四宗的长老都来起了 赵长老拍了拍宗里的宝贝疙瘩 笑着直夸他干得好 然后就开始欣赏起其他宗长老的神情 这可是奋天大的人情啊 不管其他长老想不想 都要盛着他的情 尤其是问剑宗 再怎么说也就下了齐青传 其他宗多少也跟着沾了不少的好处 面对源源不断败入门的新弟子 宗里就需要大量的灵食维持生活 趁机敲问剑宗竹杠也正常 祖行之顺利渡劫后 就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元英七修士 这可把其他青传们给刺激很 一个个自觉的原地打坐开始了修炼 叶俏也没闲着 见小七一直念念的趴在他怀里 估计应该是吃撑了 再看那鼓鼓的肚皮 看来是鬼王不太好消化 他索性就让齐先回领域去休息 然后他闭上眼将神石放在塔林上面 就见脑海中的小塔林围着他转了两圈 塔林语气有些黏黏的 真没想到 他这种性格竟然修的是苍生道 叶俏听后也不恼好奇地问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塔林刚切断与前契约者的联系 声音还是有些虚弱的 万物声 主声的领域只有苍生道 他就像是逍遥道 领域没有固定的名字 随心吗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塔林凑近他笑嘻嘻道 综上所述 已修的就是苍生道 苍生道和一般都是天道意志 可惜天道不认可你 叶俏听出了他话里的幸灾乐祸 轻巧弹开对方问 说人话 为什么天道不认可他 他迄今都很纳闷 天道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 双方现如今也算是勉强达成了同盟 塔林也不太想频繁换契约者 见他好奇便也把知道的全盘托出 气韵不在你这边 天道也没办法认可 他若不信的话 可以问一下他身边的那只凤凰就知道 天道从始至终都不认可他吗 看样子肯德基知道不少的事情 叶俏强行将肯德基揪了出来 对上他冷冷的目光 肯德基黏黏的垂着翅膀扑通了两下 他是真心不想讲的 说太多容易被天道记恨上 看叶俏准备打破砂固问到底的架势 他小声嘟囔道 天道确实是不认可你 但气韵在逐渐偏爱你 起码正到这边都是偏爱你 现在气韵你和云确是一半一半吧 叶俏打量着他继续问 那在你眼里谁自带气韵 肯德基想了想到 或多或少每个人身上都有吧 比如你的师兄们身上都是有气韵的 还有那个叶青函 他气韵的占比最多 叶俏揪着肯德基不客气问 那么是什么时候气韵向他这边开始清醒的 肯德基略作思索好像是在云雀作死之后 正到那边的气韵全朝叶俏靠拢了 他也不太确定到第四场秘境吗 叶俏陷入了沉思 所谓气韵可以理解为角色的重要程度 向师兄们在原著中属于男配 得到他们的认可后 气韵便向他偏移了点 气韵大幅度转移是在云雀作死之后 不过说到底云雀是女主 没有正道的舔狗还会有邪道和魔族那边的 因此气韵还是一半一半的分配 叶俏伸出手抓住塔林 一边捏着玩 一边思索那么自己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炮灰女配吗 不 起码在他穿进来后 剧情就已经彻底乱了 塔林被捏得难受 他声音中带着点疑惑道 听说修真界的姑娘都是温柔内敛的 怎么出了你这种暴躁的异类啊 他的话音刚落 忙着追杀楚行之的祝优一甩剑锋 扫飞路过的妖兽怒气冲冲道 滚开 别挡路 不消片刻 问剑宗就传来楚行之哀嚎的声音 叶俏心想楚行之又被痛变了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那就可怜他三秒了 塔林只觉得打脸来得太快 他顿了顿强行转移话题 他是有规则的 鬼王的规则第一条就是弱者全部不许入内 第二条凡是踏入第一层的不允许再度折返 且没有回头路 叶俏一听就来了兴趣 忙问是什么规则都行吗 塔林点头说是 叶俏觉得千万不要小看衍生出灵智的灵气 塔林的实力不亚于领域 且没有任何成本 不消耗他任何灵气 然后他就愉快地决定 以后再制定规则 塔林怎么也没想到他会不上钩 彻底放弃挣扎道 前十八层可以设置关卡 随便你折腾吧 做梦去吧 他是不会去从的 修想用强制的手段强迫他 设计对叶俏而言就是小菜一碟 他缺的是帮忙制作机关的气修 他决定先将设计稿画好 至于临时问题 他身上有点如果不够的话 再找是否勤犯犯要的 在他粪笔集书画设计稿时 齐律无意间扫了意 他极力控制住激动的心状 若不经意的再画东西 不如找其家合作 正好他们对他手里画出来的东西也很感兴趣 效果好的话 说不定会免费哦 一句免费终于成功让叶俏抬起 齐律见状不由的唇角威勾 这时段横刀也凑了过来一脸真诚道 想要什么样子 只要能画出来的 他就能锻造 就是有些材料成松松可能没有 他也不敢打包票一定能做出 毕竟叶俏的想法多半稀奇古怪天马行空 叶俏听两人这么说当即停下笔 两眼发光的和两大气修天才凑一起思想碰撞寻找敏感觉 面无表情的叶青寒不客气的质问道 修真界的情报消息到底从哪里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消息 却是如果不是叶俏 这次他们绝对会折掉一个清船 问剑宗长老神色微脸道 每一条你们所掌握的信息 都是无数修饰用命试探出来 你们已经是被保护得很好一届了 在你们之前有些出去历练 25位清船紧随意 他语气也冷了下来 目光沉沉地探向宗门未来的希望 你们的天赋很高 但这并不是你们自傲的人 如果你们足够坚定 也不可能被己知换给力道军前 叶青寒立马出声反驳 那只是个意外 而且高层是在故意引爆 问剑宗长老没有反驳这一语 这是给他们上的第一课 不要永远相信修真界所给出的现存 因为再详细的消息都会出现差错 叶青寒只是单纯地气不过 认为他们被高层给骗了 现在冷静下来 他也明白了对方的苦心盲道 弟子知道 将从鬼王塔拿到的东西分配后 连续破镜的场面在鬼界接连法身 叶俏就喜欢在其他清船渡劫的时候出来溜达 试图一次性将灵根给微博 每当这个时候 叶青寒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战意 叶俏自从发现恋丹能提升修为后 就果断地放弃了画幅 当恋丹的手被盯得开始微微颤抖 他受不了地问 做什么呀 一天到晚没事盯着他 真心忍了好久才没把剑拍过去 叶青寒注视着他片刻语气认真到 他什么时候能和自己打一场 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对于周行云自己已经不抱任何指望了 叶青寒被誉为剑道第一人 迄今为止清传内部无敌手 唯一一次的书还是拜眼前这人所赐 叶俏文言战术性后仰道 做梦去吧 他是不会屈从的 真心想不明白有内空睡觉不香吗 这恐怕容不得你 叶青寒放完狠话便走了 叶俏可是一点也不怕他直接回了局 休想用强制的手段强迫的 血鱼坐到小师妹旁边挑高眉头问 你们这对话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叶俏见识三师兄来了 忙让他别管内心 先尝尝这丹药怎么样 血鱼练丹的水平最高级别在天品 他仔细品尝了一下小师妹的丹药 柔和进去的灵质挺杂 级别还真不好说 品质是上品 他觉得有半部天品的水平 说起来以前小师妹都懒得炼丹 身上的大多数丹药都是白嫖自己 血鱼对他冷不丁的奋发图强感到几分意外 叶俏听到品级不低也略微放心 他准备一次性多炼点杂的丹药 要知道天道对他丹药的要求激进苛刻 品级不能太低 不然也不管 在他努力炼丹的时候 二师兄名选也突破了金丹巅峰期 等其他清传渡劫结束后 金丹期的清传基本上寥寥无几 叶俏看到这一幕直接当场自闭 这次历练结束所有清传们都累他们 鬼界是真的不好玩 雷信号不说 全都是在打打杀杀中度 关键他们从鬼界回来后 修真界那群人就开始造诣 修真界的论坛上热闹极 有人觉得叶青涵全程死死盯着叶青 这就是妥妥的爱 立马有人反驳 爱个屁 那是叶青涵女装被戳穿 什么取个CP名 萧萧无叶送海生 气得他暗戳戳举报了这个破论坛 但最后他竟然失败 还被修士警告了一波 劝他别多管闲事 做好自己 他气得竟不知说什么了 被人警告了一番的夜窍 愤愤不平地继续翻看论坛上面的内容 没想到只是几个月不来论坛 人家都有新玩法了 他研究了半天 最后感叹人还是不能太险 听小师妹说修真论坛上新出了很多榜 最引人关注的三个榜分别是修为榜 实力榜和颜值榜 听到自己荣获了颜值榜第一 明璇还是很高兴的 心想还是他的粉丝有眼光 薛愚对颜值榜不感兴趣问小师妹 那个CP榜是什么鬼 CP榜里什么邪门的都有 薛愚看到竟有人将他和成风宗的凑成一对 顿时不爽极了 他知道那些人就是闲着没事在论坛上造谣的 反正造谣是无成本且无序负责的 穆仲熙对颜值榜和CP榜都没兴趣 他先打开的是修为榜 同一个境界就按照突破时间来排序 第一是叶清涵 然后第二是大师兄 再打开实力榜 第一还是叶清涵 明璇也忍不住吐槽 干嘛呀 总共也才几个榜单 叶清涵一人就占了两个 叶翘眼睛微转笑咪咪的问师兄们 女修那边的美人榜第一是谁啊 明璇挑眉问小师妹想拿第一吗 如果想的话 等下他让明家那群闲着没事做的嫡系们去投票 反正还没评出来 叶翘忙到 不不不 他对这个没兴趣 但是他们可以把叶清涵一口气送到美人榜的宝座上面 他已经看对方不爽许久了 叶清涵正到第一的名声太响亮了 既然如此他觉得再给对方添点别的称号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他摸了摸下巴蛊惑师兄们道 你们想一想 当以后有人看到叶清涵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难道说你就是传说中 修真界的第一美人叶清涵 但那画面光想想就觉得精彩 穆仲熙不得不提醒小师妹 那样的话他们是会被问剑宗追杀的 但他又可耻的心动了 心想小师妹当初的刘影时在捏碎前应该有人录吧 到时候再找个他穿女装的画面丢上去 明璇立马来精神了 来来来 你一票我一票 叶清涵明天就出道 他们立志要在短时间内 让叶清涵咽压群方 勇夺第一 在长明宗一群人煽风点火推波住篮下 叶清涵在美人榜的名次还真进了前十 以至于这时还传到了问剑宗宗主的耳朵里 当时问剑宗宗主正在品查 文言下一秒茶水都喷了出来 什么玩意 叶清涵要去和一群女修抢第一美人的名额 他疯了 公司片刻决定叫叶清涵过来聊一聊 无论如何问剑宗形象不能被影响 他语气温和道 清涵啊 此去鬼界可有什么收获 叶清涵错了醋没开始了自我点评 形势还是不够谨慎 最主要还是自身实力不够强 不然也不会需要考虑那么多了 他最讨厌瞻前顾后的考虑问题 叶清涵想到了喜欢钻空子的叶桥 拥有虚无领域的周行云 还有乘风中的情怀 都是群难缠的人 他也感到了压力道 弟子会更加努力 无腹宗门期许的 问剑宗宗主听后连连点头道 他现在和小楚都是元英七 争取多正道心 提升修为 万不可被外物所迷惑 他可了两声委婉提醒这个最优秀的大弟子 一些小爱好尽量克制 实在忍不住可以私下穿 心想为了问剑宗的形象着想 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穿女装啊 叶清涵总觉得师傅在暗示些什么 但他没听明白只能先印下道 是 弟子明白了 明玄苏卓和淼淼三人从鬼界回来后 实力都到了金丹巅峰 离元英七只差一步 只有叶翘差两个境界才到元英七 他一脸都无所谓 反正修真界百烂第一名非他莫属 叶清涵你太让我失望了 怎么能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就在叶翘心情愉悦地开始了练丹 一连好几日院子内都飘荡着榴莲味的清香 榴莲那味道让明玄倍感痛苦 他大声喊道 小师妹快把你那丹药丢掉 可不能不顾师兄们的死活呀 叶翘见他们最近都破镜了 闲着也没事干 吃过小师妹那臭味丹药 快点后退三步 薛玉文言不乐意了反驳道 怎么可以这样说小师妹的丹药 幸好叶翘内心强大 不被外界环境影响 他们闹他们的 他研究她的 这几日天道对他这种高难度练丹方式很满意 高兴时还会奖励他到祝福 周行云见小师妹的修为在慢悠悠地增着 便问他是到瓶颈期了吗 叶翘柔了柔发胀的太阳穴表示他也不知道 丹药磕了 邻国也吃了 如果真到了瓶颈期 那么他也没什么继续练下去的必要 见小师妹终于不再练丹了 周行云四人也不再埋头玩游戏 五人聚在一起开始总结此次鬼界之行 他们都理解叶青涵当初 想去找修真界高层要说法的举动 谁会想到鬼王塔 竟然是个领域型的灵器 高层给的资料里面禁题都没提一句 这次如果不是刚好有自家小师妹帮他 那么楚行之真的是要量了 叶翘晃了晃手中的飞仙剑 自打那次短暂化形后他就粘了 沐仲西撇了撇嘴当即表示 他是支持叶青涵去建制高层的 要是他的同门差点被错误消息害死 他肯定是要暴走 叶翘是真的想不明白高层在想些什么 就算是磨练他们 也不能犯这种错误 就问这次的错误消息到底是你的宗门放出 薛玉盲道是叶青宗 明玄文言也开启了嘲讽模式 又是他们 那就说得过去了 看宋寒生他们也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 叶青宗不至于狠到 连自己家的清传都要除掉 薛玉称的下巴开始了合理的推测 按理说叶青宗情报网是最全面的 难不成是鬼王塔消息隐藏得太好 导致连叶青宗都被瞒过去 叶翘听后在石海中狠狠掐了一把塔铃 惹得对方嗷嗷直叫 不是我真不说 坏蛋叶翘又掐了 叶翘仔细一想 这是和塔铃还真的无关 明明只要派人进去探一探 就知道塔铃不对劲 这分明就是故意隐瞒 让他们白白去送一拨人头 至于谁死 那就看命了 越想越不爽的叶翘问 叶青宗负责提供情报的高层长老是哪 每个宗门的长老都不少 就常明宗而言长老就有七八个 薛玉立马告诉小师妹是七长老 目中细于快翻身跳下来 他已经get到了小师妹话里 深层一死盲道 那我们去会会他 闯叶青宗对他们而言已然是轻车熟路了 要不是明月剑在宋寒生手里 他们肯定能悄无声息地进去再出来 打探到七长老院落在何处后 就让剑林先去探路 反正他们都是灵体 一触发阵法就原地完消失 谁也别想抓到他 叶翘觉得情报大多都会选择御检传信 就准备先去偷御检试试看 有剑林们默契的配合 还真被他们找到了御检的位置 既然来都来了 索性将七长老的寝室给扫当一份 叶翘特意拍了拍夺术 让不见君从里面出来 闻一闻有没有魔族的味道 不见君摇了摇头表示没有魔族气味 看来这是大体和魔族无关了 薛玉快速翻找了七长老案桌上的所有书信 也没发现什么线索 目中西提醒他们别磨蹭 找不到线索就撤 回去看看御检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 可能是他们过于明目张胆 雾下的隔音阵刚被彻底 开溜眉跑出多雨 身后就出现了几道气息 似乎在跟踪他们 明璇声音里不见慌张道 埃里亚被发现了 又得进进地了 叶翘集中生智飞起一脚踹向明璇 叶青涵你太让我失望了 怎么能做出如此龌龊之事 明璇立马闻歌而知雅意 配合小师妹把锅甩到叶青涵身上 道大胆 问剑宗行事岂容你智慧 说完还不忘踹了一脚小师弟 示意他赶紧学叶青涵那样放狠话 目中西琢磨了下叶青涵的人设 八道冷酷 生怕身后那几个人 听不到一般放声大喊 没错 叶闯叶青棕 偷拿长老内裤 就是我叶青涵做的 薛宇也配合道 见到第一 恐怖如斯啊 师兄妹几人一唱一鹤 把这锅愉快地甩给了隔壁宗 周行云陷入了沉思 在自家师弟师妹们的眼里 叶青涵竟然就是这种傻逼人社吗 预见是被他们偷出来 但叶翘和鸣玄轮流上阵都没能破解开 唯一能求助的对象就是小师叔 可想到免不了会被追问一番 他们最后决定还是自己研究吧 果不其然第二天论坛都炸了 叶青涵夜探长老房间 意图对其不轨 叶青涵看着是武宗为数不多的正常人 但私底下竟如此不要脸 老头子在外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事情闹得太大 刀层出面一调查就找出了嫌疑人 于是沐仲熙 薛鱼和周行云也加入了打扫藏书阁的队伍 在藏书阁扫地的日子确实无聊 他们干脆自娱自乐地打起了牌 叶翘没怎么玩过牌 被贴得满脸都是白条 御管师倒是喜闻乐见 白来一群帮忙打扫卫生的清传谁会不行 对他们集体摸鱼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段玉冲进来就问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去偷隔壁宗刀层长老的内裤 怨鬼的历练他们 历练也不该找这种死局历练了 明璇立马出声附和道 之前也是月清宗被魔族袭击 现在情报出错也是月清宗 怎么不找别的宗门呢 太巧了 不免让人怀疑高层那群长老 段玉都要被这群小兔崽子气疯了 那也不是偷人家内裤的理由 别一天到晚想那么多 这些哪里是你们这群小鬼能操心的 一群人被训得沉默了 御管师平日理事不理会这些的 这次也不免跟着批评的 你们闹过分了 月清宗不计较也就算了 真计较起来 你们可是大不计 清传是有特权 但不是让他们为所欲为的 段玉见状非快替心爱的弟子辩解 小翘还是很懂事的 帮咱们综拿了第一 还有小夕他们都是群好孩子 一定是谢初雪的问题 找个时间一定得打死他那个祸害 血玉认为小师叔罪不至死 试图解救一下被他们连累的小师叔 这是和小师叔无关 然而段玉铁了心 要把锅甩谢初雪身上 他直接风风火火去捆人了 很快两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藏书阁里 谢初雪被捆得结结实实 一脸的身无可恋道 都说了这是与他无关 他真是人在宗里坐 锅从天上来 然后五人就见抗议的小师叔 被冷笑着的段长老给一脚踩扁了 吓得谁也不敢说话了 默默在心里心疼小师叔一秒 可怜的小师叔 不是在挨打就是在挨打路上 不过小师叔来得也正好 刚好帮他们来解开预解 许氏发现讲道理没有任何用 抗奏的谢初雪满血复活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打了的响指 直接将段语不由分说地传送走 介遇管事也在 响也不想地顾下了隔音阵 谢初雪脸了脸笑开始聊正事 告诉他们修真界高层相互算计是很正常的 他倒腾了两下就把预检丢给了叶俏道 里面如果有什么私密的消息 可以拿出来狠狠敲诈月轻踪一笔 他怕这群不安分的小鬼又按搓搓搞事情 就拖着塞笑咪咪问 想知道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们 幸运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是最让叶俏疑惑的 但这种问题问小师叔也没什么用 他想了想开口问 月轻踪和魔族有何关系 谢初雪表示消息会出错 是因为有人刻意抹去一部分 但可以肯定与月轻踪毫无关系 至于魔族那边 可以理解为他们被下了降头失智而已 叶俏抬眼满是疑惑的问 谁抹去的 谢初雪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能到 不算是抹去 只是所有人选择忽略掉 导致到你们手里的消息出了问题 就像是画本一样 总要有点小意外出现的 并还有脸笑话人家是备胎 只因自己都入魔成少主 叶俏忍不住抱紧手里的少主 心想好家伙 他突然有种小师叔要放大招的感觉 果不其然 谢初雪笑咪咪的叫了他一声 小俏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名为故事 实为自传 叶俏是懂这个套路的 有一说一 其实他们五人真不太想听 最终还是明玄硬着头皮开口 那听听看 谁让他和小师叔最熟 不止被小师叔探讨过 还因为对方算是他半个师傅 谢初雪笑咪咪道 果然大家都想听故事 那好吧 他开始讲哦 有一天 宗门有四个蠢货 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后有一天 他们都死了 故事完了 沐仲熙实在是压不住吐槽的欲望问 不 不能吧 哪里有这么草率的故事 他以为小师叔会笑嘻嘻地反驳 结果小师叔反而沉默了许久 这下连一向云淡风轻的周行云 都压不住吐槽的欲望问 所以说这种故事都没有反转的吗 薛鱼反问人都死了 还能反转什么呢 谢初雪笑咪咪地看向夜翘道 有啊 是故事当然都会有反转了 比如故事里面总会出现 类似于救世主的存在 被谢初雪盯着看的夜翘 有种不妙的预感 开玩笑 再听不出来他讲的是什么故事 自己就是傻子了 薛鱼见两人一躲一闪的 一看就有问题 于是瞇了瞇眼冷不丁地问 小师叔讲的这个故事 莫非和他们四人有关 谢初雪转头望向薛鱼 哎 没想到哇 原来咱们常明宗 还是有聪明人的 见他说话虽然阴阳怪气的 但全程没否认 这个故事是在暗指常明宗 夜翘心略微沉了下 谢初雪难道是重生的 感觉也不像啊 见夜翘眼里都是怀疑 他继续开讲了 那个宗内四个青船 欧布五个 另一个是半路加入的内门 或许是天赋不过关 勉强躲过一劫 死的只有那四个人 只是死了几个青船而已 对修真界造成的影响倒也不大 直到后来魔尊妖王鬼王 正到未来继承人们 为了个女人挑起动乱 甚至还想试图蔑视的 夜翘嘴角狂抽 心想能让一群大佬 为其争风吃醋的始作俑者 说的可不就是云雀吗 蔑视两个字 直接把他们干蒙了 周行云小声嘟囊 天道怎么不批死那群祸害的 宁玄疑惑地问 难道他们本来都是群纯粹的脑残 谢初雪冷笑两声道 这谁知道呢 反正除了几个宗主长老 因为老头形象逃过一劫外 其他都没能幸免于难 全部被下降头了 连夜清涵都在了呢 懒得动脑子的沐仲西 开口问小师叔 那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 谢初雪直言主角 就是月清宗的云雀 他将自己所理解的告诉众人 这个世界可以理解为一个画本 在画本里面有规则的制定 所有人需要按规定 走完自己的剧情 在规则之内 天道不得插手修真戒的任何事情 于是就找到了他 将世界混乱前的记忆给了他 让他阻止云雀祸害修真戒 他阻止过了很多次 但显然没有成功 比起小师叔讲的故事 薛鱼更对故事里面 他们各自的结局感兴趣 他忍不住打听自己是怎么死的 为了苍生吗 那勉强还能接受 反正自打做清传起 他就做好了训道的准备 谢初雪一听他提起这个 就气不打一出来 你可是好用得很了 明确的丹药都有你无偿提供 还不求回报 默默跟在人家后面 伤心的时候全靠你来安慰 薛鱼算不上是个多热心肠的人 他实在没想到会从小师叔嘴里 听到这个版本的自己 明璇立马幸灾乐祸道 哈哈哈哈 那不就是纯纯备胎吗 哇你好惨啊薛鱼 谢初雪文言一脸嘲讽地看向明璇 你笑什么笑 你更吓人 直接成了魔族少主 一个正道清传做什么不好去入魔 穿着黑漆漆的衣服 每次晚上都因为你太黑而看不见你 男女主是命定在一起的人 叶清寒不能杀云雀 只有叶翘能杀他 沐仲熙和叶翘听小师叔那么形容二师兄 两人彻底忍不住了 笑成了一团 周行云左手拎着师妹 右手拎着师弟 他也很是无奈啊 手指要一松开 这两货都得笑趴到地上 沐仲熙还不忘调侃道 狗富贵 无相忘啊 二师兄成为魔族少主后 一定要记得烧点魔族特产给大家呀 一想到魔族的打扮都是浑身黑漆漆的 再想到把那种衣服套到二师兄身上 叶翘忍不住就想笑 厉害了呀二师兄 在修真界是嫡系 在魔界还能混个少主当当 明璇整张脸都黑了 伸出手就去掐两人 试图让他们闭嘴 一时间场面被闹得鸡飞狗跳 这群人好像自打夜窍来了 都成了乐天派 谢初雪见他们这么闹腾 原本烦躁的情绪竟奇迹般被抚平了 心里也多少有些无奈的 这么严肃的话题 硬生生因为他们气氛都破坏了大半 闹够了以后明璇问小师叔 您老人家就是因为这个 天天没事就针对他的 谢初雪当即否认道 没有挖 对他们五个清传 他向来都是公平公正 不偏不倚的平均针对的 讲了前面两个愿种 失职的人设和结局 谢初雪瞥了一眼目中西和周行云道 一个天生剑武 自毁到心 另一个 选择自杀 只求云雀幸福 夜窍听后 没什么代入感 语气频频地问小师叔 他到底为什么会来到这里的 他从始至终都不属于这里 现在罪魁祸首摆在眼前 他想一次性问个清楚 谢初雪笑容微宁 没想到这个孩子 会直接挑明了讲 他不属于这个世界 竟然这么相信周行云他们的吗 见他是真的不在乎 谢初雪就继续到 多次重启后 天道明显也很虚弱了 为了防止再被云雀扰乱秩序 天道强行拉了个室外之人 至于这个世界的夜窍 就被送到了你的世界 谢初雪对于天道 为什么会选中夜窍 也挺疑惑的 开始他只觉得 这个意识来客花样挺多的 于是魔族那次 就用传颂阵试探了一番 结果让他很是满意 夜窍瞬间误了 原来魔族传颂阵 那次是人家故意的 他二话不说 直接一拳裹挟着风打了过去 谢初雪见状忙道 打人不打脸啊 拳头快到他脸上 使夜窍微微收拾 下一秒他飞起一脚踹了过去道 你这个暗中算计人的家伙 谢初雪并没有多 显然也是心虚了 被一脚踹飞后将书架撞倒 他半想才爬了起来 然后诚恳地道了钱 踹了一脚消气后 夜窍也冷静了下来 他就说呢 他一个敢设计搞的设处 莫于看个小说而已 不至于穿修真戒来惩罚他的 谢初雪长叹了一口气后表示 当时只是希望有人可以救救那群孩子 事实上他都没有对夜窍抱有希望 他都已经绝望了 他柔声道 小窍 真的很感谢你的到来 四人组听到后面脑子都乱了 勉强吕清楚两人对话后 周行云慢吞吞地开口 所以说小师妹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还有小师叔故事中真正的救世主 其实是小师妹 谢初雪比划了两下语气怜悯道 是啊 如果没有她的话 你们的坟头草应该有三尺高了吧 救世主啊 夜窍虽然有点猜测 但当被证实的时候 眉头还是下意识猝了下 云雀是气韵之女 不就等同于天道的亲闺女吗 天道自己选的亲闺女 结果最后将自己玩脱了 谢初雪再次解释道 气韵之女可以理解为是画本中的主角 生下来就顺水顺风 被规则所偏爱 天道其实很厌恶那群气韵之子 天道某种意义上也被规则所限制 要让气韵偏向你这边才可以杀掉云雀 而想让他气韵流失 起码要将他仰仗的东西全部毁掉才行 见小师叔侃侃而谈的模样 叶翘觉得这定是对方的惊艳之谈 他脑中灵光一闪患了的思路问 叶青涵能动手杀云雀吗 反正他们之间早就没什么情面可言了 两个气韵之子对着侃也蛮有意思的 谢初雪却道 不可以哦 两人都是气韵之子 他们是命定在一起的人 叶青涵不能杀 只有你能杀 为了让这群小兔崽子消停点 自己能透露的都透露的差不多了 社畜是什么 社畜就是常年行走在社会上的畜生 还没等叶翘吕清楚思绪 就被师兄们扣住脖梗压下了脑袋 明轩想起了第一次遇到小师妹 她对自己走火入魔的点评 合着人家早就知道剧情的走向 目中兮发自内心的感慨 游逼了呀小师妹 自毁到心原来就是她的结局 难怪当初小师妹给她的建议 就是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 血雨眯了眯眼问 小师妹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是大家不知道的 这次就连向来无欲无求的周行云 都用好奇的眼神望着 一时来客听上去好神奇哦 但对于这个世界的走向 也只知道一个大 血雨想到她数不胜数的奇葩手段 便好奇地问 小师妹方便透露一下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吗 叶翘惆怅叹气道 她只是个射数而已 周行云秉着不懂就问的原则 小师妹射数是什么 叶翘打了的响指后笑眯眯地解释 常年行走在社会上的畜生 没错说的就是她 明轩的关注点有些与众不同 她一直以为小师妹 是在月清中偷学了几年才懂福禄的 谁知人家只是个半路出家的门外喊 要不要这么打击人 谢初雪听后也感到不可思议 小翘这孩子真是天赋异禀 虽然性格是欢脱了些 但她的道德感很强 是个根正苗红的好孩子 叶翘听到小师叔的话反驳道 她只是换了个世界 发现可以不用拼命加班和努力后 放飞自我而已 谢初雪突然想到了什么语气 沉了几分道 对了 长老们开会商议 过几日就送你们去一趟传承之地 目中西下意识问 去传承之地 他们配吗 虽说传承之地本来就是为青传们准备的 但他们现在还不够资格了 谢初雪含糊不清道 原因期修为也差不多了 传承之地是很适合误导 只有学会了怎么误导 才能去感悟和创造自己的专属领域 目中西立马提出了他的意味 叶青寒他们不也都没摸透自己的领域吗 领域这种东西 要彻底误透了才是杀气 被内寒道的叶翘不动声色地戳了一下四师兄 目中西熬了一嗓子 毫不犹豫地也戳了回去 两人一朵一闪完的不亦乐 周行云奄奄的抬眼 都不稀罕说他们俩 谢初雪经提醒也发现了这个盲点 虽然小翘领域掌握的程度最差 但他竟然能在没摸透前就领悟出来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是个天才 你们四个简直太让人失望了 周行云不想再被小师叔辟腻 他懒懒澄清他也有领域 在鬼王塔里面领悟的 名字叫虚无 文言谢初雪迅速改口道 你们三个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 尤其是你 明雪 被反复Q的明玄顿时无语问苍天 他招谁惹谁了 等小师叔离开后 他们就开始研究月清宗七长老的那个预警 叶翘在翻看预检时 发现了对方贪污受贿的证据 最后得出结论 鬼王塔那是月清宗绝对也暗中掺和了一手 虽然小师叔说和月清宗关系不大 但就是这错误情报把所有人都坑了一把 连血雨都厌不下这口气 提议将预检丢论坛上面去 叶翘觉得这样太明目张大了 很容易发现是他们干的 人只要不傻就都知道 问剑宗不可能干出偷人家长老东西的事情 论坛上信了他们鬼话的人 也只是单纯的口嗨而已 血雨表示这不重要 只要一口咬钉是问剑宗闯进去 就算被查出来又能怎样 反正自家长老们也都挺会打太极 亮月清宗也没胆子撕破 果不其然 一个预检就将月清宗七长老推上了风口浪尖 问剑宗险些就少了一个清传就趁机施压 导致月清宗忙得焦头烂 根本没通过浑水摸鱼的长明宗 以后他就是咱们修真界的第一美人了 清传们要去传承之地 这次武宗都派了长老护送 因今年大笔荣获了第一 集合地点也就定在了长明宗 一大早全宗的弟子都跑出来看其他四宗的非洲 叶翘站在人群里面围观了半天 对于有些同门很八卦 这是他表示还能接受 但有些吹捧的话他实在是听不下去 主要是吹捧对象是其他宗 他拍了拍一个内门弟子的肩膀 或为恨铁不成钢地问 你喜欢叶清涵 对方先是愣了愣然后激动极了 叶翘拍他肩膀了够他吹嘘一阵子 他表示自己仰慕叶师兄很久了 听他这么说 叶翘告诉他只要自己说一句话 叶清涵就会不管不顾地拔劫 内门弟子不信地反驳道 不可能 叶师兄可是一个很沉稳的人 叶翘让对方瞪大眼睛看好了 他突然提高声音道 嗨 修真界的第一美人 他说完就飞快躲闪到另一边的石头上面 原本站的地方迅速被轰了个大坑 叶清涵眼里杀一腾腾 迅速锁定了罪魁祸首 看上去是真生气了 叶翘赶紧往没反应过来的祝优身后一藏 见叶清涵不得不将剑其硬生生地止住 他立马嘴角一脸道 太吓人了 一家大师兄竟真想来杀了他 祝优一脸猛逼地问 大师兄好端端地为什么要去杀他 叶翘语速飞快地告知对方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被送上第一美人的宝座了 以后他就是咱们修真界的第一美人了 祝优顿时后悔自己刚刚多嘴一问 他听到了什么虎狼之词啊 难怪大师兄要暴怒 叶清涵见他还敢口无遮拦地乱说 硬生生从嗓子眼挤出去死两个字后 凛冽地见其带起一道近风 就见身后的假山石硬生轰然倒地 当薛瑜看到小师妹和叶清涵上演的 他逃他追的戏码时 他瞬间就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怕小师妹玩脱了 站在旁边劝了两声 叶清涵别打了 来人就要能屈能伸 不就是第一美人吗 你看明璇 他脸都不要了吗 叶清涵闻言突然扭头问薛瑜 里面是不是也有他们的手笔 单凭叶翘不可能这么迅速 让他咽压群方拿到第一的 薛瑜几人肯定没少推不住了 毕竟比人迈谁比得过八大家呀 薛瑜望着直逼念门的剑气化形 他轻松一踩 轻松跳到另一侧 他如今也是原因期了 打不过还躲不过吗 祝优剑撞挡了一下叶清涵的剑 尝试着阻止这场闹剧 声音提高劝道 大师兄冷静点 事情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听到解决办法 叶清涵勉强缓了还脸色 看向自家小师妹问 怎么解决 日后他们当着面 叫他第一美人怎么办 一想到那个场面 他就按捺不住心底的杀意 楚行之听到立马站了出来 眼里满是认真道 大师兄别担心 如果他们敢这么叫的话 自己就帮忙劝劝他们 叶清涵不忍直视这个憨憨 心想还是早点杀了 常民宗这群祸害吧 苏卓见他们大早上就开打 不由感叹 剑修可真是精神充沛啊 赵长老一进来 就看到他们俩互相缠斗的样子 大怒道 你们在群聚斗殴 夜翘果断地收剑 失口否认道 没有他们是在斗舞而已 明璇为了增加可信度 立马推了推身旁的人道 楚行之快给大家跳一个 楚行之下意识怒目而试问 你凭什么不跳啊 明璇笑盈盈地回答他 你家大师兄要因为斗殴被长老惩罚了 楚行之纠结了两秒 最后为了大师兄 还是给赵长老表演了一段张牙舞爪的舞蹈 赵长老看了那舞蹈觉得辣眼睛的狠 他表示尊重孩子的爱好 他理解清传们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 薛瑜注意到泄出血忧心忡忡的神色 心想小师叔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没告诉他们 楚行之怒气忡忡地回来 看到常明宗的就不爽 语气也很冲地问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薛瑜刚想下意识地回答 结果见来人是楚行之后 他便面不改色地说 自己是在想他刚才的舞步是不是没跳队 楚行之听后就想立马杀了薛瑜 等人全部到齐后 有五宗长老们带队前往传承之地 有清传因马上能看到祖师爷留下的东西而感到兴奋 有清传则忍不住泼冷水道 还是先通过试炼再说传承的事吧 非洲上因为有些宗们彼此间不对付 导致分成了两派 红色的常明宗 黄色的成风宗 绿色的碧水宗 三个宗挤在一起 叶翘觉得挺有意思的 还取了个叫红绿灯组合的名 这边三宗在一起还勉强算和谐 但问剑宗和月清宗凑一起就不见得 这两宗是出了名的一个比一个傲慢 就听楚行之不满道 月清宗连人都凑不起 还好意思和他们在一起 宋寒生立马毫不客气地回对他 也就比狗有点用 苏卓也跟着嘲讽了巨塔 估计也就只能欺负欺负秘境里面的妖兽了吧 月清涵看了他们一眼道 想死的话可以直说 秦范范担忧地在屋中走来走去 他很是怀疑这么早就让青船们进传承之地 真的能拿到里面的东西吗 要知道 传承之地里面可是危险和机遇并存的 谢出雪剑状话语中略带意味不明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妖族和魔族那边可都蠢蠢欲动了 现在大家也只能指望他们了不是吗 被寄予厚望的青船们 达到传承之地已经是半个月后了 传承之地与叶翘想象中的荒芜大相征庭 竟是个灵气浓郁的激进溢出来的地方 据说踏入这里历练便开启 古朴和神秘感扑面而来 第一个试炼据说是碧水宗的前辈们留下的 神子卫望着周围鸟与花香的环境扎舌道 好温柔的地方 情怀与气酸溜溜的接话 毕竟碧水宗的前辈都是很温柔的女前辈 暗自展凯不像他们宗 别说女弟子 连只母苍蝇都没见着过 叶翘跟在寺庙岩他们后面 好奇地看着脚下那些仿佛会动的小草 寺庙岩走在最前面带路 顺道给大家普及知识 有些烟雾 还有些无色无味的花草都是有毒的 可能会致命 大家小心点 还有的花草具有迷幻效果 当心别被困住 他当说完 就见目中西利落地爬到树上面 不一会儿怀里抱了一堆东西 血瑜看到他摘的蓝色的果子 紫色的灵芝 黑漆漆的苹果 实在是压不住吐槽的欲望 提醒他不要乱摘啊 这种五颜六色的一看就是有毒的 不省心的明璇还在那里 窜多着小师弟咬一口试试看效果 直到被大师兄周行云砸了一拳头 他才安静了下来 明璇一脸贼兮兮道 看这种七彩的蘑菇好神奇的配色 带回去 等改天给小师叔尝尝 良心未敏的目中西有些犹豫道 可是给小师叔吃了的话 他会不会直接去见咱们祖师爷啊 明璇摆了白手 胸有成竹道 不会的 又吃不死人 夜窍一路上只挑值钱和用得到的采摘 因为是避水中的历练 寺庙岩他们全部都需要留下来接受考核 剩下的路他们还得自己走 就这么轻松地度过了第一个试炼 断横刀狠狠地羡慕了不由心生感叹 果然是最温柔的宗门啊 后面的历练也这么简单就好 夜窍躲过藤蔓 顺势捏碎了一节树之后问 接下来是哪个宗的历练 开局这么友好 总让他有种憋大招的感觉 果不其然就听二师兄鸣玄道 接下来是问剑宗 大家都做好准备 那群剑修可没这么好说话 大家接着往里面走 场景从灵直遍布的森林 转换为冰冷的石柱与地面 剑里面黑漆漆的 夜窍刚点燃了张福禄 立马被赵长老制止了 说不可对前辈们无礼 在一片漆黑中 直到几道人影冷不丁出现在眼前 几乎是眨眼间的功夫 所有青传们都被踹到了墙面上 夜窍揉着被摔疼的肩膀道 靠 这叫什么 对后背重拳出击吗 碧水宗那里可以说是温柔的过头了 这边是狠得让人有些毫无防备 宋寒生最怕疼了 自然不可能跑去挨打 看向夜清寒不悦的催促 这是他们的试炼 赶紧自觉点过去 夜清寒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经过一番的缠斗 才明白过来对方是想知道他 夜窍经过观察得出了结论 问剑宗的历练是魔力青传们的星星 一旁的断横刀赞同道 差不多吧 他们心高气傲这么多年 狂的都快不认识爹妈了 在不磨练磨练以后 心境难免会出问题 夜窍看那架势 没个十天半个月的出不去 他还急着去看自家宗门留下的历练和传承呢 就用胳膊碰了碰送寒声道 见明月见用一用 他觉得他可以远程攻击 给夜清寒他们打打辅助 起码能让对方纷纷神 但他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实力 盲眉帮上还把自己搭进去 人影揪住他的衣领 领起拳头就准备揍一顿这个后背 夜翘立马哀嚎到好疼了好疼 祖师 趁着人影猛逼 他火速从对方手里脱离开 开始捂着肚子无病呻吟半天 人影有些无语 心想哪里来的无赖清传 他捡起玄剑 想试试这个清传实力 见他摆的是问剑宗其手势 若剑使用的确是长明宗的剑室 心想这小兔崽子还挺有想法 人影知道他是长明宗弟子后 不是用剑砍就是用拳头砸 夜翘是被打一下 就在那里细经附体般的刚好 人影耐着性子将指导站给打完后 忍无可忍地吐出一个滚子 随后不正经的夜翘 被前辈无情地一脚踢了出去 与此同时 他的手腕上落下了一道白色烙印 楚行之见状心服口服地夸道 以特娘还真是个人才 夜翘没理会楚行之转头和其他人道 前辈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他会问剑宗的剑法 对其他清传是完全没兴趣 应该也不会拦着他们 要不试试一口气冲过去 情怀他们都一直赞同表示可以试试 他们集体开溜了 结果没跑多久 就直接一头撞阵法上面了 这次到月清宗历练地了 他们三宗进入了杀阵 幻象与杀鸡伴随 明璇立马毒蛇上线抨击道 月清宗有毒吧 这么阴险卑鄙 倒是挺像你们一贯作风的 宋寒生出言反击 别急下一个就是你们祖师爷的历练了 恐怕常明宗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沐仲西自信满满道 常明宗可不会像月清宗这么阴 上来就搞杀阵 常明宗可是以清风朗月 坦坦荡荡出名的 阵法当中一不留神就会丧命 沈紫薇几个气修首当其冲 要不是他们法气多 早就被砸得肋骨断掉 他们吐槽道 月清宗前辈那么无情的 对后辈都这么毫不留情的吗 宋寒生推开碍事的断横刀 试探了半天终于摸到了阵眼道 在阵眼位置站好 破开就行了 明璇摸着下巴一眼看破了局面 他们的阵法虽然好看 但他们少了一人 四个阵眼位置缺一个 最后一脚必须得有人顶上去 夜翘无奈地捡起掉落的罗盘 算了算阵眼的位置 落地后打起月清宗的符印 但蓝色印记轻松成形 忽略掉他身上踪幅的颜色 看他娴熟的程度 简直就是月清宗的清传 好歹相爱相杀这么久 清传之间的默契还是有的 四人同时抬手打出符印 阵法破碎前 四枚印记分别快速打入他们的眉心处 夜翘微愣下意识摸了摸眉心处的位置 这一幕把关在节节外的长老们给看笑 这下好玩了 长明宗的清传竟被问剑宗和月清宗老祖 分别打了清传印记 赵长老郁闷急了心 想老祖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那小兔崽子可是他们长明宗的 真不是你们两宗的清传了 还好下一场 就是他们宗清传们的历练地了 沐仲西可就没想那么多了 眼看节节破了 拎着小师妹急吼吼地往前冲 边跑边期待地喊道 快走快走 看看老祖留下的历练地长什么样 恩法破开后 月清宗的弟子都自觉留了下来 宋寒生见祖师爷的人影浮现当即攻身道 弟子拜见老祖 比起问剑宗祖师爷人狠话不多的性格 月清宗祖师爷的性格和善不少 他有些不解地问 刚才那个跑掉的弟子为何要离开 宋寒生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解释 他并不是咱们宗的清传 月清宗老祖听后更加疑惑了 那小鬼用的阵法不就是咱们宗的吗 虽然没你们熟练 但好在天赋不错 多家训练肯定不会差 这个问题宋寒生并不好回答 毕竟他当初哪有空关心一个内门弟子 苏卓健壮开口解释道 他以前是宗里的二师姐 与大家一同长大 后来下山去了长明宗拜师 月清宗老祖听了这个解释 更加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宗的清传为什么要去长明宗 难道是待遇不如人家 不可能啊 他们可是扶修大宗 论资源怎么可能比不上对方 因为事情有些复杂 且和他们都脱不开干系 苏卓说的就有些含糊 他不是宗内的清传 当初他天赋并不算很好 下山后师父也没在管 以为他想明白后就会回来 月清宗老祖人老成精 哪会不懂里面的猫腻 声音冷沉了下来问 你们这一代宗主是谁 宋寒生直觉这次自家师父要粮 顶不住祖师爷师家的威压 低声回答 顶老祖是云恒师尊 果不其然当他偷偷抬眸时 发现老祖笑了 但笑容里都是冷意 这种天才都要放走 月清宗老祖准备去云恒梦里 找这个不孝子孙好好谈谈心 不管怎么说他也算半个月清宗弟子 既然是个好苗子 那就一会儿去找他打个指导战试试看 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的叶翘 现在被四师兄拎着横冲直撞 直接闯入了长明宗的试炼地 在两人踏入的瞬间 前方唯一的路只有漂浮着的基石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穆仲熙立马杀住不子睁元眼睛 不敢置信地问 这就是他们的历练吗 像是印证了他的话一般 一道声音冷不丁跳入众人耳中 看到对面了吗 用他轻风踩过去 这就是对你们第一场的试炼 叶翘只觉得这声音很耳熟 他很早之前练单抄卷轴时 从中看到过长明宗祖师爷的模样 他神色微妙了起来 摊上这么不靠谱的祖师爷 长明宗能活到现在还挺不容易的 秦怀觉得考核只是走基石的话 那也太简单了吧 这对长明宗那群擅长速度的人来讲 通关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周行云看向秦怀道 那不如你给我们探个路 秦怀微笑地退回队伍当中 不去理会他 谁要给他们探路了 而且这又不是他们的历练 目中吸胆子大性子急 他直接踩在第一块石头上面 他刚踩上去石头便很快消散 要不是他反应够快迅速后撤了 他早摔下去了 他立马提醒大家 石头会动过去的时候要快 叶翘见状去踩自己脚下的那一块石头 然后他轻风一蕴踩在第二块石头 结果石头自己换了位置 他飞快往另一侧跳 他轻风快到极致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停顿可言 看好戏的断横刀嘖嘖两声道 你们总好像也没好到哪里去 说人家阵法阴 长明宗这部也是半斤八两了 明璇劝他别幸灾乐祸 下一个就是他们成风中的 五人需要在石头上面跳来跳去 期间不能有任何失误 一旦失败就是同门或者自己坠入深渊了 五人配合没话说 就是苦了周行云这个大师兄了 就完这个就那个 叶翘走在最前面 直接在上面试探石头的规律 总结出来了规律 原来是按照五行八卦阵部下 只要提前算出阵法下一个落点位置 完全能预判了祖师爷的预判 见他这样 可把暗中观察的长明宗老祖给看乐 少见的会动脑子的清传 不错不错 叶翘和明璇通过算阵法位置达到了目的地 其他三人凭实力通过考核 赵长老见状很是满意道 反应速度不错 段玉的训练看来也不是一无是处 秦华也不由出声感叹 真不愧是以速度著称的长明宗 五人从服饰上有惊无险地到达对岸后 迎接他们的是一处屏障 需要他们破阵出去 两个扶修同时掐绝 但金色符印在掌心展开 长明宗的阵法一点不比月清宗的差 只见无数的符印宛如书卷铺开 缠绕在身上像是经文 叶翘定了定神 顺着阵法轨迹捕捉阵眼的位置 找到阵眼后 暴力地将阵法破开 秦华知道接下来就是长明宗祖师爷的教导时间了 他识趣地带着师弟们离去 成宗中的人要走没人阻拦 但一同消失的竟然还有叶翘 赵长老全程负责保护他们的安全 结果刚看到这群弟子通过失联 在他激动地想去见一见长明宗历代前辈的时候 发现眨眼的功夫叶翘没了 那可是他们宗的宝王 赵长老觉得可能是因为他被打上了其他两宗的印记 自己还是赶快去解释清楚了 自家前辈们误以为他是其他宗的清传了 被自家老祖赶出来的叶翘倒是不觉得尴尬 反正跟谁历练不是历练了 他厚着脸皮跟在成宗宗后面 断横道问他一个长明宗的是怎么混进来的 叶翘怎么看都和若这个字不搭边 但自家祖师爷就是不要他 他也同样很纳闷了 只能无奈地表示他哪知道啊 秦怀吃了一声道 都被两个宗分别打了标记 正常人谁能要他 经他这么一提醒 叶翘这才注意到 眉心有抹淡蓝色印记 那是月清宗的烙印 手腕上有抹白色的印记 那是问贱宗的 他如今的成分确实有些复杂了 他稀奇地摸了摸两个印记虚心请教 那该怎么办啊 断横刀丢给他一块石头让他握着 能大幅度地减少他的存在感 等赵长老去找前辈解释解释估计就成了 等下安静地待在他们的试炼地就行了 叶翘爽快地同意了 他握着玉石 跟在乘风中后面踏入他们的历练场地 刚踏入飓风就以一种催枯拉朽之事 分别打在他们所有人的身上 秦怀淡定地擦掉血迹提醒大家 做好准备 小心应付 别被锋刃碰到 锋刃如刀 刀刀不留情面地镜挑脸上招呼 叶翘也被不幸地牵扯了进去 他问秦怀你们祖师爷是想把所有人的头发都给削光吗 他心有余悸地摸了摸头发 心想乘风中祖师爷也是个恶劣点 见叶翘被逼到东躲西藏 秦怀下意识拿出流影石 对准他就是一顿狂怒 估计上次被他拿穿女装流影石威胁 那是一直记载心中 这次找着机会显然是想报复他 叶翘注意到了他的动作 立马贼嗖嗖地往他旁边一蹭 下一秒锋刃以一种避无可避的速度朝他掠去 削掉了他一大截头发 秦怀知道他就是故意的 咆哮地喊出叶翘两个字 他欠揍地表示 是对方太碍事了 都影响到他挨打了 在外面隔着屏障观战的成风中长老福娥 叶翘竟然完美融入进成风中了吗 看来他不得不重新评估一下这个清传了 反应速度和学习能力都过于恐怖了些 叶翘发现锋刃追人时会下意识掠过他 发现这点后当即开始贴着强光明正大的摆烂 成风中老祖也注意到了角落当中浑水摸鱼的剑袖 成风中老祖见唯独这个小姑娘剑法最生涩 72道剑法他都能用出来 只是像是初学者 修为也才是金丹后期 他觉得很有必要亲自教导一下这个新入门的弟子 愉快摸鱼的叶翘并不知道他被脑补成了小可怜 他察觉到危险 抬头就看到一把长剑直直朝他的批拐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用他轻风躲开 握紧手里的不见军 情怀感到莫名其妙 老祖不给他们这些轻船打指导战 反而去教叶翘一个外人指导战 但找谁打指导战是老祖个人意愿 他在布满也只能往肚子里 在长明宗试炼地里 叶翘被丢出去后 挨打得只剩四人了 薛鱼还算好的 他属于并非战斗人员 就被前辈们赶去炼丹了 明璇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他此时正与老祖部下的阵法做斗争 在一炷香时间破不开的话 老祖是真的会打人的 四人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训练 偏生老祖还对他们哀声叹气抱怨 现在的弟子一个比一个不行 就连两道双修都嫌少有了 明璇暗暗复匪 又不是谁都像您当年那样的 目中西闻炎立马在一旁狗腿的恭维 所以您才是开宗立派的祖师爷吗 他试图通过这个法子让大家免于背走 可惜老祖并不吃这一套 在他眼里这四人也就周行云还算可以 其他三人都太让他失望了 周行云被夸得想死 他试图提醒老祖不要那么的暴力 这并不是您一言不合就垂人的理由 急忙赶来解释的赵长老 拯救了被痛点的四人 老祖 前辈们 咱们总还有个清传没来呢 还少了一个夜窍 其中一个前辈文言现身好奇地问 哪个没来啊 赵长老顶着前辈们齐刷刷的注目里开口道 就是之前被你们赶走的那个小姑娘 她天赋极高 入门勘勘两年就精当后期了 她已经有领域了 祖师爷听后愣了愣 合着放走的还是个天纵奇才 那还不赶紧把她传过来 去成风宗做什么呀 还有一会儿赶紧把月清宗和问剑宗的印记擦干净 万一有什么脏东西怎么办 赵长老看了一眼四人被鞭策的惨阳后 他就知道等夜窍回来只会比他们更惨 就默默将她是三休那是给咽了下去 这时候还是别坑弟子的好 和成风宗人影打得有来有回的夜窍正沉浸在其中 下一秒脚下毫无征兆地亮起了阵子 见福音是长明宗的后 他便硬生生止住跳开的动作 随阵法转移到了自家宗门的试炼地 他刚感慨了一句终于想起它来了 就被四只手齐刷刷地指着 四个师兄试图通过甩锅小师妹来完成历练一口同声道 老祖不是说长明宗双修都很少见了吗 他是三休 沐仲西立马真情实义地吹捧道 老祖 这里只有小师妹才配得上您的亲自教导 刚来的夜窍一见师兄们的反常 心生不好的预感忙问他们 搞什么呀 下一秒 就见一道灵气凝聚而成的大掌狠狠从他头顶拍下 他下意识他轻风一韵 指尖掐掘防御服环绕 伴随着浮禄燃烧 整个人被狠狠地甩了出去 在摔下前他立马膝盖微曲 翻身站稳 动作娴熟地让人心疼 一上来就是这么刺激地见面里吗 他抬头问师兄们 咱们的指导站就是这样被反复地吊打 明璇纠正他错误的措辞 不 接下来是他要先被反复地吊打 然后再和薛玉一起拼命地炼丹 最后再和自己一起研究破阵 叶翘沉默了一阵 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 表示那他还是去成风中的历练场地吧 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今天他要是赶走 下一秒祖师爷就能让他明白花为什么这么火 三修啊 让已经近百年没看到过双修的前辈们都很激动 他恍如误入狼群般 看到他身上的印记 长明宗老祖直接炸了 该死的问剑宗 该死的月经宗 印记是乱打的吗 有了小师妹吸引火力 师兄们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叶翘不拘于谁的剑法 只要好用就行 不反抗是真的会被剑宗前辈们教做人的 他经过成风中与问剑宗老祖轮流指点剑法 让他能更好地掌握不剑军 尤其是七十二道剑法 配合多变的不剑军 简直是个大杀器 越打越让长明宗的剑宗前辈们感到惊喜 明玄见小师妹过来随口问他 怎么样 在前辈们的围殴下 学到什么了没 总结出了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 他们打起来了 坏消息是 他们要打的人是他 长明宗剑法又轻又快 大师兄六师全部融会贯通 四师兄和他一样卡在第四师 前辈们反复在他们面前演练第五师与第六师 沐仲西见他看一遍就能学会表示羡慕极了 不知道是谁家的前辈 与其温和地对所有的清传道 接下来就去找各自的传承吧 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属于你们自己的传承 寻找传承的分组格外简单 单修和单修一组 剑修与剑修一组 扶修一组 气修一组 刘云顾不上大逆不道了 他急得直嗷嗷 一群单修凑一起 遇到危险怎么办 碧水中长老文言不耐烦的催促 不会让你们遇到危险的 快去 老祖们这么做自然是有他们的道理 听到是祖师爷的安排 刘云只能压下抗议的情绪 退回队伍当中 血雨冷不丁被一群女弟子包围 羞涩的本能让他去找刘云抱团取暖 各自找好队伍后 明选表示他必须和月经宗 那群讨人厌的家伙一起 还有讨人厌的宋寒生 不会趁机报复他吧 宋寒生听他这么说 脸上难眼嫌悟道 说得像谁想和他一组一样 哪怕叶翘过来都比他过来好 起码人家还是靠得住的 说话也不像他那么气人 到底是谁带坏了清传 只因柔弱不能自理的丹修都敢嚣张了 叶翘和大师兄 还有四师兄分到了一组 细经为止见修组人数最多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难度最高 叶青涵几人率先抵达目的地 周行云三人稍后一步 双方都还没来得及打招呼 叶青涵看了一眼叶翘 直接就挥了一剑 只见对方身后的树木被拦腰斩断 两人互相瞪了彼此几眼 眼中满满的都是恩怨 叶翘暗戳戳走到祝优旁边问 这是哪里啊 怎么看着有点像是远古时代的森林 祝优环顾一遍四周后才到 确实是有点像远古时代的森林 据说传承之地什么都有 路上大家还算相安无事 叶青涵独自在前面用剑开路 但凡有妖兽不小心路过 都会被他的剑气所镇随 霸道又不讲道理 这样也好都不需要其他人动手了 长明宗老祖见叶青涵眼底满是默然 丝毫没有一点波动 他摸了摸下巴觉得有点意思 看来修的是无情道 另一个叫楚行之的孩子 如果没看错的话修的是问心道 问剑宗这届的清传 真是一个比一个有意思 问心道很少见 无情道更是难得一问 剑修祖并不知道 他们正在被祖师们观察和分析 伴随着往内部走去 妖兽数目逐渐变多 周行云一见拦截住狂奔而来的妖兽 天生剑谷的目中西翼横扫之士 将眼前的妖兽尽数斩尽 问剑宗老祖也赞了两人一句 夸他们秉承了长明宗祖师的意志 然后语气不佳道 问题是那个叫叶翘的小鬼 提起叶翘他就痛心疾首 原以为那是他们宗的好喵喵来着 结果竟然便宜了长明宗 真心不能再想了 光想想就心痛得紧 承宗宗老祖也冷哼一声道 他用的是青宗诀 也是青宗朗月的剑气 但他秉承的却不是长明宗开山祖师的意志 月青宗老祖文言语气带了几分兴致道 那个不正经的小鬼 竟然没有秉承长明宗祖师的意志 问剑宗老祖点头肯定道 他秉承的确实不是长明宗祖师的意志 当即其他老祖都不约而同地望向长明宗老祖 承宗宗祖师还特意怪叫了一声 快看 他被掠了 然后他又哈哈大笑道 说起来这个地方的传承 已经很久没有青传能拿到 话分两头 比起剑修危机四伏的场地 丹修们因战斗力普遍偏弱 所以他们送去的传承之地的攻击性也相对最小 他们往往都是受到具有毒性的灵质威胁 渺渺都被搞得有些抓狂了 他问大师姐传承到底在哪 他的话音刚落 就再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青传倒地不起 他下得赶紧扑了过去 仔细查看同伴的情况 四妙岩也跟着查看了一番厚道 还好只是昏迷 但不早点将丹药练出来的话 可能会致命 血渝却觉得对方昏迷得有些蹊跷 难道这也是试练的一部分吗 是不是接下来还会有事情发生 果不其然还没走几步 便出现了个症状与昏迷的清传一样 四妙岩伸出手摸了摸对方滚烫的身体道 没时间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练丹的灵质 碧水宗祖师饶有兴致地等他们做选择 一个是自己人 另一个只是陌生人 就看他们怎么选 血渝几人也没纠结多久 很快一个前辈拿着一小瓶子丹药出现了 面带笑容道 想救他们吗 但只能救一个人哦 你们要救哪个吗 果然是在考验他们的选择呀 四妙岩脸色几经变换 压下纷乱的思绪 他当想说救自己的同门 结果被血渝反手拦下 血渝怜悯地看了对方一眼反问道 他们身为高贵的清传为什么要做选择 小孩子才做选择 而他们全都要救 历练 那不就是让他们随心所欲的吗 反正老祖不可能真的打死他们 他可不信只有一份解药这种鬼话 只要格局打开 他们六个人群殴一个人抢走解药不就行了吗 柳韵觉得他说得非常对 一拍大腿激动道 有道理啊 那人要是不听劝就砸他 虽然现在昏迷了一个 但他们也还有五个人了 四妙岩先是愣了愣 随后立马想通了 唇角挂上同款笑容道 您是在叫至高无上的丹羞做事情吗 但可惜他们不接受 碧水宗的前辈原本看戏的笑容僵住 说好的柔弱不能自理的丹羞呢 怎么态度一个比一个嚣张 见他们有手拿法器的 有拎着丹炉的 脸上都是一副跃跃欲试的表情 薛玉手里拿着丹炉上前一步道 告诉您一句很有哲理的话 人多就是用来欺负人少的 看到事情不受控制的发展 碧水宗老祖开始细细回忆着 到底是谁带坏了他们的清传 丹羞祖采用群殴的方法 将碧水宗的前辈给打了一顿 强行得到了两份解药 老实说这种暴力手段是不可取的 但倒不是为一种破局的方式 碧水宗老祖指着薛玉问 那个穿红衣服的弟子是常明宗的 叫什么名字 别以为他没看到 全程都是靠那个少年来控场的 得知他叫薛玉后 碧水宗老祖让人去警告他 虽然想法不错 但下次不许再动手了 如果不是时机不对 老祖恨不得大吼质问 为什么要带坏他们宗的清传 好在不正常的似乎只有丹羞祖 见修祖聚在一起配合得很默契 白天赶了一天的路 晚上围在一个篝火旁聊天 目中嘻哈气道 这个鬼地方的环境为什么阴晴不定 朱优接话道 是啊 白天热得要命 晚上冷得要死 而且越往内围走 腰兽越少 内围应该更危险 他们还要继续赶路吗 他们只是塑料合作 遇到传承肯定是互不相让的 秦怀没他想的那么多道 赶路吧 早晚都要进去 往里面看看有什么就知道了 现在是手握传承的前辈们挑选继承人 而不是他们挑选传承 只能进去碰碰运气 叶翘伸了个懒腰 啃着苹果往里面走 嘴里含糊道 不想去 他挺讨厌打架的 目中西抓了一把戒子带里的瓜子 分给大师兄无所谓的 早点打完早点结束 见他们三人像是在旅游 惹得走在前面的秦怀和叶青涵 鹅角疯狂的跳动 两人毫不犹豫地痛斥了他们一顿 你们三个还有没有一点 作为清传的举物 周行云却会错意了 以为两人是在羡慕他们 伸出手把瓜子递给了他们问 要不你们也来点 最后 为了他们的塑料合作着想 秦怀和叶青涵相继沉默 只能将着脸 捧着对方分出来的瓜子 动作木讷地往前走 终于不再将目光落到长明宗身上了 等到队伍抵达目的地 看清楚眼前一幕后 所有人呼吸不由放轻 最终还是叶翘看着 不远处盘踞着的一条黑龙 问 试炼就是这个吗 他建议在人家吐息前大家快离开 一直缩在领域当中的肯德基 像是闻到了什么气息 激动的羽毛都炸开 他奶里奶气的声音 从叶翘脑海中响起 是蛟龙 杀了他就能拿到传承 都是上古一族得天独厚的生物 凭杀凤凤凰就要经历一次次的磨练云涅槃 而龙族生来就是强大的 光想到这一点 就让肯德基心里极度不平衡了 叶翘本来对龙还是很敬畏的 现在是龙族藏魂在考验他们 最主要想拿到传承必须打败他 将苹果和精准地砸在黑龙的脑门上 随手抄起夺损道 大家动手 叶青涵也将瓜子精准地丢到黑龙的身上 郑愁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一桶瓜子 机会不就来了吗 然后拔出剑锦随其后 秦怀额头不由冒出冷汗声音冷沉温 现在是要涂了这条黑龙吗 黑龙攻击起人来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叶翘火速给大家做了安排 他们是兄妹三人去吸引黑龙注意力 其他人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攻击到他的弱点 问剑宗前辈看到常明宗三个跑路高手 宛如兔子般灵活语气酸酸道 常明宗心法也就在这方面好用了 常明宗被问剑宗歧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恩怨都可以追溯到老祖那了 常明宗前辈笑得很是得意 紧接着抛出了个今天大消息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今年的大比第一可是常明宗 以后记得对修真界第一宗客气一点 秦怀用剑砍在黑龙身上 只听到清脆的碰撞声 他无奈地表示熔铃太坚硬了 破不开 助游出声提醒大家 黑龙的弱点是眼睛和鸡脚 往他脆弱的地方刺过去 许是叶清涵那一把瓜子全丢在黑龙脸上 带来的侮辱性太强 导致人家集中火力在对付叶清涵 叶翘忍不住摸了摸鼻尖 他可是第一个丢苹果盒的 怎么还对他不屑一顾了呢 趁着这会儿黑龙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 叶翘便想靠近他 试试能不能打伤他 周行云暗住跃跃欲试的小师妹 正色提醒道 别过去会被一巴掌扇飞的 叶翘从戒子带翻找了下 找了个可以收缩的绳索扣在腰上 要是他刺完就回来 到时候记得要及时把他拽回来 速度一定要快 周行云听后不再拦他 就见他贴了张隐蔽气息的符路 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黑龙 不见军变化形态 骤然变成了长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了下去 剑小师妹一击成功后 在他要被拍成肉泥的前一秒 被周行云及时地拽了回来 一直在暗中观察着 他们的武宗老祖和前辈们 也不得不感叹他们这种配合 还挺少见 需要足够信任彼此才能做到 除却长明宗幸免于难 其他人多少都被龙戏喷到了 叶翘先找了个合适的位置 当看到脸色苍白的剑修们 剑突然朝着他们挥了下去 落下一道温暖且带着生机的剑锋 吓得其他人都以为他要手起刀落 碰击同门了 朱优惊讶地抬眼望去 他堵在喉咙里的血全部消失了 精神也得到了极大舒缓 还真是治愈戏吗 楚行之伸出手下意识 握了两下刚才那星星点点的剑光 只觉得眼前一幕很神奇 这个剑法叫什么 不对 不能说是剑法 应该称为剑意 是苍生道吗 叶翘含糊其词道 差不多吧 叶翘晗看到这一件 再也按捺不住想试探的心问 你的领域名字叫什么 叶翘瞥了他一眼道 万物声 人头却悄然攥紧 心想那么找机会打他一顿没问题 实在是想打他一顿很久了 叶翘敏锐察觉到对方眼神里的威胁 他回望了过去 下定决心等突破原因后 一定要找个机会打对方一顿 双方都想打彼此一顿 导致气氛就显得有一丝丝微妙 一直在看戏的乘风宗老祖问 那条龙是选了问星道的沐仲熙吗 问剑宗老祖道 不止呢他选了两个 还有一个是楚行之 青传们秀为低看不出来什么 他们却能窥见那条龙 已经找好继承人了 长明宗老祖贴见那抹丹绿色的光后 了然的笑了 原来是苍生道啊 小家伙秉承的可是天道意志 那真是绿的好绿的妙啊 而且被天道绿怎么能算绿呢 这一场战斗中 不止那条龙在选继承人 他们也在物色人选 问剑宗老祖言简一该道 继承问剑宗一波的 就是那个修无情道的小子叶青汗了 长明宗老祖也没什么好纠结的 龙族传承自动选了穆仲熙 那么他的传承肯定留给周行云了 至于叶翘那丫头 他可不敢乱给传承用 人家那可是秉承了天道意志 木优一直在观察着那条黑龙提醒大家 如果再一起合力动手一次 他应该就顶不住了 肯德基看到叶翘拿起夺损 就要去捅的动作差点被吓死 他急忙跑出来阻止 等等啊大姐那么虎干什么 那可是真龙啊 肯德基着急地飞到半空提醒 现在黑龙的目标是穆仲熙 和楚行之那两个大傻子 在刚才的打斗过程中 他已经选好继承人了 长明宗老祖见到肯德基后有些意外 虽然凤凰血脉还未觉醒 但对现在修真剑而言已经很难得了 转念一想 他的契约者又觉得一切都情有可原了 黑龙选中的传承者都是修问心道的 他选好人后就专心对付起 穆仲熙和楚行之来 穆仲熙不得不让朝夕剑林现身帮忙 帮忙骤然缠绕在他身上 与剑气融为一体 刚才被小师妹的剑气治疗了一下 满血复活的他朝黑龙的方向逼近 楚行之也在差不多时间 做出来了相同的选择 有时候问心道 这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确实蛮让人佩服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在一遍遍被打飞烧伤的过程中 穆仲熙和楚行之合力斩下了黑龙的头颅 待黑龙蓄影消散后 两道光同时围绕在他们俩的身上 修得到相同的话 很容易一起获得传承 但这种感觉很恶心人了 就像是两人一起互相被喂饭一样 穆仲熙和楚行之对视一眼都妥 都觉得为什么是和他要好恶心 情怀不爽地看了两人一眼吃笑 可真会得了便宜还卖乖 传承不想要可以给别人了 大家累死累活忙半天 结果传承选了这两个憨憨 他心底正不爽呢 楚行之听后忙拒绝 那可不行凭啥便宜你 接受完传承后 两人浑身是血的齐齐趴在地上 黑龙留下了不少好东西奖励他们 看着眼前落下的法器五花八门 连一些只在书上见到过的法器这里都有 叶翘一点也不客气地拿走了聚魂灯 还拿了能提升人体质的丹药准备给二师兄吃 叶清涵看他那样子 眉头下意识地猝了起来问 他们可以拿吗 都拿走的话那后辈怎么办 叶翘对着传承之地的宝物就是一顿扫荡 给了后辈们一通鸡 他还说得阵阵有词 拿要为什么不拿 反正以后也会有其他后辈来拿的 可不能便宜了他们 长明宗老祖听后赞同地点头笑得满脸肘子 对后辈就是要重拳出击 不错不错竟然还有不死版的清传少见那少见 叶清涵他们一开始还挺矜持的 当发现长明宗土匪三人组太会得寸进尺后 他们也开始加入了扫荡的队伍 后辈什么的他们已经没时间考虑了 大战完黑龙后除了两个接受传承的泪滩了外 其他人都有点亢奋 其中以情怀为罪 他竟提议大家趁着天还没亮接着去找传承 看得出来他是个干地 随着众人不断徒步往里面深入 突然一道黑影冷不丁的掠鼓 发出的动静让他们警惕 来人声音中夹杂着怪笑问 又是武宗的清传们特意来找传承的 老祖们见来人是他竟都有点兴奋了起来 那可是连他们都感到棘手的存在 他可是能遇见未来的画面最长可达几十秒了 画神七都遭不住这种天生自带预知属性的家伙 接下来裹不出老祖们所料 除祝优和叶翘没被打碗 剩下的清传们被那男人羞辱了个遍 下手也专挑命脉 看得出他是一点没打算留守 祝优发现了个规律 那前辈听到哪里有男人的声音他就杀谁 换句话说谁是男人他就杀谁 一个劲盯着那些男修士们杀 活像是人家刨了他家祖坟一样 以叶金寒为首的男修士们都被气疯了 这个男人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想杀就杀偏生还挑断他们的衣服 他们的衣服被撕得只剩下不挑了 但他们的攻击又都能被对方提前躲掉 周行云也不喜欢被人挑断衣服的感觉 开口提醒大家 他可以预知未来画面 看着因为羞耻心而停住进攻的剑修们 叶翘拿出夺损试探了几几招 对方不仅躲过了他的攻击 还抢夺走他身上的东西 看着他变脸对方满是嘲讽 这些清传的本事就这样吗 当妖剑的戒子带给顺走后 领域中原本躺平的剑灵们明显察觉到剑主的怒气 他们都开始激动起来 毕竟剑主情绪波动越大 他们就越有机会化醒 以叶青涵对叶翘的了解 他很少会真的生气或者被激怒 但真把他逼急了后果可以参照被诈评的比赛台 以及劈开的秘境 目中吸一件小师妹的表情 就冲着那男人比了个你完蛋了的口气 那人只觉得后几一凉 立马条件反射地躲了一下 叶翘手里有一下没一下地翻转着皱印 转头问叶青涵的领域呢 叶青涵勉强裹着被撕成布条的衣服 语气阴沉地开口 领域开了但他猜到了领域的属性和体系 没能做到一击毙命被他逃了出去 他呕了一声明白对方应该有预知能力 他低声反问那人真的什么都能预判吗 男人听到叶翘的问题得意地笑道 当然了连你下一秒的剑法和行动都能预判 所以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叶翘手握着夺损对剑灵不剑军下令 杀了他 男人看到不剑军后一点也不怕还调侃到 原来是杀戮型的剑了 可真凶啊 不剑军听着他的声音就觉得烦躁得很 黑色剑影翻飞形成四方割裂的空间进行围剪 叶翘手握飞仙剑 同时还把另外三把闲置的灵剑一起召唤了出来 男人确实有预知能力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有人能将五把灵剑随时换着用 他预判的速度根本都赶不上人家换剑的速度 因为是不同属性的剑 他应对的法子也需要不断调整 这正常人的脑子哪里能调整得过来 他是有预知能力又不代表他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戒子袋被拿走后叶翘是真的被激怒了 他眼中流转着几分冷意吐出一个死字 当寒霜剑冰蓝色剑影化成尖锐的冰刀 扎入那男人的血肉当中后 他的表情已经彻彻底底凝固了 不能吧至少不应该啊 哪有人有那么多剑影的 顾中西剑那人终于受伤了 他真心的感谢小师妹帮大家出了口气 他们刚刚实在是太憋屈了 婆妥是被人家在吊打呀 他语气中充满着幸灾乐祸笑着说 节哀哑前辈 叶翘觉得何会预知的人打架 虚晃一招之类的完全就是浪费 只有以暴之暴最合适 被灵剑们前后围剿 那人的动作出现了很明显的失忆 叶翘抓住了这个机会 脚下聚集灵气速度快如闪电 一脚将他脑袋踩住 问古奶奶的戒子戴在哪里 见他嘴硬不说话 叶翘不客气的一拳头对准他的脸 狠狠地砸了下去 肯德基见他还想砸人 不得不弱弱开口提醒 再砸的话人要被砸死 他收好了心心念念的戒子戴 见他前辈摇摇晃晃地 从地上站了起来后 竟朝他点头夸赞他很不错 是头一个不靠修为压制 靠拼手速和剑诀变换将其打败的 在传承之地被前辈认可 也就意味着其找到了传承者 长明宗老祖闻言内叫一个激动 谁说叶翘拿不到传承呢 这不是传承了预知戏吗 月清宗老祖意味不明的开口 预知传承是很考验修饰反应能力的 对于脑子转得慢的剑修而言 拿到这种传承未必是好事 向来沉默寡言的问剑宗老祖缓缓出声 那个弟子手里四把零件是从哪里来的 他是怎么弄来那么多件的 请客间长明宗老祖不说话了 反正不可能是来自长明宗的 他们宗可是以贫穷出名的 哪来的那么多零件 管他怎么来的反正现在是叶翘的就行了 寒双剑化形的时机挑得很合适 借助叶翘跟着那个前辈传承下来的力量 稳定了剑灵本身的形态 叶翘接受完传承后 看到站在那里的小萝莉 对其热情的打了一声招呼 很高兴看到你 不管化形的是哪个剑灵 能看到他们的形态 他就挺高兴的 寒霜剑灵大概是不太习惯说话 声音有些声色的自我介绍 他叫寒霜 小萝莉一本正经的模样 看上去冷萌冷萌的实在是太可爱 朱优忍不住想上手去捏捏 结果还没上手就触及到剑灵冰冷的目光 他不得不转移话题问叶翘 刚才那前辈的传承真是预知戏吗 见叶翘点头承认他真心羡慕极了 要知道预知戏光是听着就很厉害 毕竟看在场剑修全部被吊打就知道 有时候哪怕是一两秒的提前预知 就足够影响战局 在场的剑修们已经有三个都拿到了传承 进度可谓是遥遥领先 叶翘问自家的两个剑灵都会做些什么 他如今要养的东西有点多 希望他们能帮他分担点养家糊口的压力 寒霜表示他只会打架 吴建军一脸乖巧地表示他会杀人 叶翘瞄懂了他们都是暴力分子 他不明白寒霜为什么长得那么矮 下意识揉了揉眼前小萝莉的脑袋 也不知道多给寒霜喂点零食管不管用 要知道寒霜的本体并不矮啊 他还在纠结寒霜见矮的问题时 秦淮这个甘地已经出手四处扫荡了 在妖兽都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便被他一见了结了 叶翘抬眼试探性地将得来的传承 用在秦淮身上 很快对方下一步出招的画面 在他脑海中一闪过 看来如果运用得当的话 洪水平下他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秦淮嘴上虽说着恶心 但手速极快地将妖兽内端挖了出来 准备带回去给师弟们练起 不仅如此他还顺着刚才妖兽来时的路 杀了过去把人家妖兽满门涂漏了个干净 楚行之自诩算不上什么善良之辈 但也不至于看到个妖兽就涂人家满门吧 他抱着胳膊好奇地问 秦淮修的什么道啊 以后他要逼着点修这种道的人 周行云直接好心地告诉他 肯定是有他道理的 秦淮被暗讽的同时还被莫名其妙地拉踩 他手腕一转打了道剑气 风刀擦过脸颊处刑之不躲不闪就那么站着 一剑下来他毫发无损 他裂唇得意地问龙族传承怎么样 秦淮看着他那副得瑟的嘴脸道 等着把早晚打死你 乘风宗老祖看到秦淮拎着剑剿削灭妖兽的全过程后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 大家再考察考察吧 那两个孩子的性子都太过偏激了 如果有合适的继承人 乘风宗老祖也想将船程送出去 他最看重就是修为已经到达原因期的情怀 只是那孩子心性太冷 只有在与青传们互怼时 才会出现正常的情绪波动 到底发生什么了 竟让向来高冷的扶修变得如此无耻 扶修组气氛比较萧条 扶修总共只有四人 长明宗的明玄又和其他三个月清宗的青传们不对付 他们处于一种谁都不搭理谁的状态 月清宗老祖看到这少的可怜的人数 都有些于心不忍了 他们修真戒俯修怎么能少到这种程度 一位擅长幻阵的前辈表示那就不个幻阵吧 谁先破局就把传承给谁 不等老祖们细思 那位前辈就打了个响指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声音 阵法悄无声息地落下延伸开 真正的幻阵是从来不会让人意识到 自己已经处于阵法当中的 四人在阵法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很容易带入到幻阵给他们捏造的身份当中 然后被幻阵的主人所操控 明玄睁开眼 就看到一张和他亲爹一模一样的脸 明玄看着眼前的亲爹半想没说话 最后还是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老头你身上的衣服好丑啊 幻象愣了愣没料到他会这么说话 板起脸素声斥责 明玄说什么呢 现在连骑马的规矩都忘了 顿了顿后又接着开始数落 自己怎么会有他这种不上进的儿子 想当初他也是年少成明15岁就住基了 结果入了长明宗后就默默无闻了 知道现在外面都怎么说明家的吗 明玄听到这番话后 情绪终于有了些许的波动 眼前父亲的话不可谓不刺耳 但总让他觉得有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他抬起头道 那太抱歉了没达到您的预期 但他就这样 他一边说着话 一边快速出手 把一张符露贴在眼前的人身上 话音刚落就见符露燃起火焰幻影消失 他已经见过太多次这样的失恋了 对他根本没什么难度可言 明玄出来的最迅速 看着眼前幻阵捏造的场景 别说还挺真实的 他不能立马破阵 得把其他几人叫醒才行 他百无聊赖地逛着 很快在幻阵中找到了宋涵生的身影 看来天才的梦魇都差不多 都来自家族或是宗门的期许 宋涵生面对的是一个月清宗的长老 那老头正喋喋不休道 未来继承人就这副模样 实力如此差劲真是宗门不幸啊 明玄见宋涵生肩默不语 就猛地一拍桌子 吓得两人都一机灵齐齐看向这个闯入者 明玄大咧咧地问 在干嘛呢 晚了 老头被噎了噎 他从没见过这样没素质的清传 就冷声问 为何不让人禀报 像你们这样的弟子 古往今来那么多清传 你们绝对是天赋最低的一届 明玄挥了挥手笑道 清传不当也罢 反正他家有的事前 长老要不这样吧 还是认他做干爹吧 死后还能让他爹给买块好点的目的 毕竟也算是他爹的干孙子 长老意识到了这个人的不正常 觉得还是少惹为妙 于是他决定无视明玄 扭头继续对宋涵生进行心理暗示 他家儿子在对方正年纪 就轻而易举到达原因期了 明玄闻言声音猛个拔高 什么 你家儿子这么厉害呀 那你看他长得也不错呀 要不让他俩去乡个亲吧 他真的不想努力了 就想当条闲鱼白白了 他那几句话就让长老彻底破防了 指着门口就对他怒吼 笑眯眯的明玄不死心地问 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回复他的还是长老一个夹杂着怒意的滚子 两人一高一低扯皮的声音 将原本陷入幻阵里的宋涵生给下清醒 宋涵生看着眼前这一幕 感慨真不愧是长明宗的魔鬼了 暗处考察他们的老祖集体安静了 先是一个薛鱼 现在又来了一个明玄 暴力的丹修加上无耻的扶修 今年的长明宗到底怎么了 剑修祖这边情怀 周行云和叶清涵三人只要过关 就是继承老祖一波的人了 剑三人突然晕倒在地 众人就知道他们要开始失恋了 其他人就自觉地给他们护法 感应到陌生的气息后 叶俏就叫出三个剑铃来帮忙 让他们留在原地守着这三人 老实说这次来的人数有点多 至少有十几个人 楚行之拔出剑表示要先去引开他们 叶俏爽快地答应了 让他们放心地去浪吧 他会守好这里的 他一边说着话 还不忘一边用剑掘挑断来人腰间的戒子袋 在戒子袋落下的那一秒 穆仲熙和祝优齐齐动手抢了戒子袋就跑 双方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 一看这种事情就没少干 一行人见戒子袋被偷大怒 开始疯狂地追着穆仲熙和祝优不放 剑人少了一大半 楚行之立马上前拦住剩下的人 表示他们的对手可是他 叶剑宗老祖剑青传们配合的天衣无缝 他知道那种默契非一朝一夕能培养出来 他就觉得青传们在大笔里面 一定相处得很融洽 叶俏剑只剩下一个前辈没被引走 便不动声色地握住飞仙剑 他也明白自己完全不是前辈的对手 但遇上了他也不能耸了 他开启了预知的能力 靠着细微的剑法动作挑出四个不同的剑势 没想到竟将那前辈稳稳压制在了手底下 那前辈愣正住了 他竟被一个小辈压着打了 虽然这小女娃的初见太猝不及防了 而且剑招变化多端 但也不是他被压制的理由 他真心乐乐就问小女娃叫什么名字 叶俏笑而不达而是让那前辈猜 他手里压剑压的力道更重了 就见那前辈被他一剑撂倒在地 在其落地的瞬间 他毫不留情地一脚踹在对方的屁股上 把人踹飞数米远 打架嘛用什么手段都不丢人 他今天的任务就是不让任何人去打扰试炼中的三人 这可是他硬承下来的事情 里面可还有他亲爱的大师兄呢 真没想到一个小辈居然敢不要脸的踹他 真是七尺大辱啊 他准备娇叫小女娃做人 手上凝聚出灵气 澎湃的灵气一出 几团光球狠狠砸在对方的脸上 叶俏靠着预知能力 左躲右闪提前规避来自前辈的攻击 不断靠近男人 随后猛地抬脚准备动手 那前辈注意到小女娃的目光一直瞄准他的裤裆 瞬间呼吸微顿下意识加紧 他才意识到这个青传是不要脸的 正惊人水网人家的裤裆位置叮那 简直是无耻至极 他冷哼一声语气中夹杂着咬牙切齿道 原来是拿到了玉支传承 难怪敢这么嚣张 惊当后期也敢来拦他 今天他就让这小鬼明白什么叫天刀地后 叶翘感受到了对方的怒意 他立马开口商量 知道前辈想打他一顿出气 但起码也要等那三人传承拿完后吧 实在不行他可以当场跪下认错 那前辈简直没眼看了 心想这人怎么不仅骚动作不断 而且骚话也是连篇的 剑修的骨气和傲气呢 百折不挠和勇往直前这两个剑修的基本品质去哪里了 叶翘趁着他愣神的片刻功夫 火速把手里的防御符与防御法器尽数丢出来保密 打不过他还不能恶心一下他吗 成风中的风刀在配合清风绝 把人衣服给撕得破破烂烂 他觉得这些还不够就再次掐绝 雷灵灯化成一条小银龙 直奔对方头顶将他炸成了爆炸桶 他成功激怒了前辈 让对方忘了还有人在试炼 满脑子都是给老子死去 由于双方实力的差距 叶翘最终还是被抓了的正着 整个人被甩在地上 他习惯性的就地一滚笑道 前辈找谁历练不是历练 他也是有领域的人 要不就找他试炼吧 他摊开双手显现出淡绿色的光 给他展示自己的领域 前辈听到领域两个字立马精神一振 在其凑过来想一探究竟时 他直接用尽全力把对方打飞 被打飞的前辈捂着鼓鼓冒血的鼻子 老瓜子嗡嗡的半天没反应过来 随后就笑了是被活生生气笑的 无耻啊无耻 那小小兔崽子真是什么都敢做呀 成风中老祖见状不由感叹 这简直是见到他心坎里去了 他忙问这是哪宗的弟子竟如此的勇猛 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耍手段 次次还都能成功 是个少有的人才 听他来自常明宗的名叫叶翘 碧水宗老祖发现了个问题疑惑地问 常明宗最近怎么个个都是人才 叶青宗老祖冷哼一声点评 问贱宗的叶青涵轻正且傲慢 成风中的情怀恶毒且残忍 常明宗的叶翘 他沉默半想硬生生憋出一句话 没有素质且无耻 那前辈深知欲知传承的变态 即使两人修为相差很大 他也拿对方没办法 小兔崽子不仅过目不忘还有领域 人还不讲武德手段又多 他声音冷淡地问 这么早就突破领域也不怕失控吗 叶翘握住剑时刻警惕着对方 生怕其下一秒就会动手 嘴上漫不经心地笑道 与其说失控 实际上他从头到尾都不受控 您的担心多虑了 当听到叶翘说他的领域不受控后 原本老神在在眯着眼的常明宗老祖 骤然睁开眼睛 他才想起之前赵长老提过 小女娃早早有了领域 却没办法掌握的那件事 碧水宗老祖看到那抹蛋绿色光芒后 就激动地率先站了起来 那抹光应该是属于治愈系的 很像他们碧水宗衍生出来的领域 很是不可置信地问 那是叶翘的领域 常明宗老祖大方承认了 但他也表示就对领域的掌握而言 叶青涵掌握得最顺手 其次是周行云 最后才是叶翘 正如他所说 他的领域还处于不受控的状态 成风宗老祖对那鬼丫头 一直蛮感兴趣的 那小鬼没少白嫖成风宗的招式 他建议把三人 丢在他们的领域里面历练 这可不是什么戳谋 而是祖师爷们对小辈们的训练 月清宗老祖好奇地问他 想好怎么试炼他们了 成风宗老祖大手一挥 眼前凭空出现一面硕大的黄铜镜 他意味不明地介绍这个叫森罗镜 属于幻象灵气的一种 但与众不同的是 是真的可以拿来杀人的 听说可以进行调控 长明宗老祖便试探地问 这种幻境调多少还原度才合适呢 还原度越高 危险系数也就越高 他不希望有清船在里面受伤 成风宗老祖示意他安心 要是调一半的还原度就够了 又不是奔着杀他们去的 成风宗老祖觉得这一届清船 都是人中龙凤 不像之前那几届蠢货 他在三思虑后 还是不动声色地将难度给加大 叶清寒还原度调到了70% 周行云也是70% 他目光转了转后落到了叶俏身上 这可是个不定因素 他把还原度调成了百分百 他从没对任何一个清船 做出过这样的调整 稍有不慎就很容易出意外的 问剑宗老祖传音给那个剑修前辈 让他提醒清船们 森罗静即将打开 让他们做好准备 长明宗老祖没注意到 试炼难度又被加大了 在他看来武士还原度已经很高了 他笑眯眯地摸了摸胡子 为那几个浑然不知 接下来要面对什么的清船们默哀 在场内惨遭叶俏偷袭的剑修 接到老祖的传音后 他决定不再和小丫头纠缠下去 于是干脆利落地问 武宗有几个开了领域的清船 叶俏见那前辈没有再攻击的意思 很乐意地和他扯皮几句 满打满算就三个 长明宗两个还有问剑宗一个 看着还在不动声色和自己拉开距离的小丫头 那前辈不解地问他 自己都不准备为难他了 躲那么远作甚 叶俏笑着实话实说 这不是怕您搞偷袭吗 那前辈直接白了他一眼 真是的当谁都会像他那么无耻没底线的 剑那前辈真的不打算为难自己 叶俏火速就去找剑灵们会合 那前辈也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正巧他也想看看 选中的继承人们接受传承的进度怎么样 一到目的地 现场的画面让他脸上的表情僵着 三个剑灵站在不同的位置 将接受传承的三人护得死死 其中那个白发小萝莉 不是他们问剑宗的寒霜剑吗 谁知眼前这个小萝莉 对他出手那叫一个毫不客气 有了媳妇忘了娘了 祝优看向醒来后神色还有些迷惘的三人 只觉得他们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叶清涵三人都是各宗的首席弟子 契合的又都是各宗祖师爷的道与意志 接受传承的速度比其他人都要迅速 稍作调整便可以迅速融会贯通 穆仲熙最心急立马问大师兄 怎么样怎么样 咱们宗的传承什么样啊 周行云推开他凑近的脑袋道 回去再给你们看 穆仲熙连忙点头 这里确实不适合展示 各宗火速找好自己的队伍 积极喳喳议论起 关于这次传承之地各自拿到的传承 将问剑宗前辈无视得很彻底 叶翘倒是注意到了对方 他处在那里跟杆子一样 想让人不注意都难 他一脸奇怪地看着对方问 您还不走吗 那前辈欣赏了一番 他们其乐融融的画面后开口 试炼还没结束吗 不会以为他真来这里陪他们玩的吧 之前是在和他们玩 但现在不是了 他的目标本是叶清涵和周行云两人 然而刚才问剑宗老祖传音 让他也带上叶翘 他瞥了一眼毫不知情的臭丫头 笑得逐渐缺德 心想好好享受接下来的试炼吧 小兔崽 祝优同仁动了动不解地问 试炼还没结束吗 还有什么 难道不是拿到传承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吗 那前辈似笑非笑地反问 到现在只有三个清传领悟出来领域 来传承之地可不是单纯让拿个传承就走 都原因期了呀 再不悟出来个领域 黄花菜都要凉了 朱尤文言嘴角抽了抽到 可是这个也要看悟性和缘分的吧 真当领域是大白菜了 难道还想人手一个 这话说得太轻巧了吧 那前辈笑而不答 手一挥就见森罗靖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让大家排好队进去 里面会有三人随机一个人的秘境被复刻出来 多经历几次说不定就有感悟了呢 处刑之盲问有危险吗 他最关心这个问题 长明宗老祖传音安抚他们躁动的情绪 放心吧 只有50%的还原度 危险是有的 但不至于危及生命 叶翘表示了抗议 他问祖师爷 自己的领域为什么要给外人展示 他还是不太习惯给人看到自己的领域 有种被人看透的感觉 长明宗老祖认出了是自家那个最不省心 最喜欢搞事的清传在质疑 他不得不提醒众人道 他们是同门不是敌人 除开比赛外 其他时候他们更需要的是配偶 处刑之文言大声反驳 谁要和他们讲配合呀 叶清涵直接一拳砸在他头顶让他安静 处刑之捂着脑袋 伤心的头也不回地走进森罗境 祝优几人陆陆续续也跟着进去了 等到叶翘时那前辈突然拦住他 让他把划型的剑灵都留下 他提了个主要是针对叶翘专门制定的规则 主要是他的零剑实在是多得吓人 他说完规则后叶翘还没来得及交剑 周行云已经果断将剑丢了过去 头也不回准备进入森罗境 他也被那前辈硬生生给拽了回来 见周行云满是疑惑一脸不解地看向他 那前辈更加不高兴了 质问他怎么能那样对待他的剑呢 对剑修来讲剑可都是他们的孩子 怎么能这样轻易丢掉呢 没看到他师妹都不肯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吗 周行云神色艳烦且冷淡地吐出明白了三个字 孩子 他只是个恶毒的后妈而已 断尘剑自打划型就被他关剑里面许久没出来 他不情不愿地将剑捡了回去 叶翘才不肯交出剑呢 趁着前辈注意力不在他身上 飞快挣脱禁锢一脚迈入森罗境 只要他跑得够快 规则什么的全当聋了没听到 等到众人齐齐步入森罗境当中 或许是灵气还在构造场景 导致眼前一片漆黑 不安涌上祝优的心头 他问大家要不猜猜碰到的第一个领域会是谁的 是大师兄的还是叶翘的 祝优在心里默默许愿希望等下进去的是周行云的领域 毕竟大师兄去过他的领域 对他们而言他的的领域最起码算是知根知底 叶青函冷静地分析着眼前的困境 他觉得叶翘的领域虽最让人摸不透 但从领域名字就可以知道是主治愈系的 便断定他的领域是无害的根本不足微距 叶翘在晚上闲聊时透露过 他的领域需要经历四种颜色变化后才具备杀伤力 那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他都是无害的 叶青函有信心在失控前控制住局势 森罗境很快构造好了画面 入目的是白茫茫的一片 冰天雪地的领域在脚下漫开 叶翘接触地面的瞬间只觉得人都被冻麻木了 他看着叶青函道原来是你的领域啊 楚行之冷的牙关碰撞了两下 话都说不利索了 普曹了一句卧曹好冷啊 叶翘也有同感 在他看来叶青函这个领域简直不讲道理 在人踏入的那一刻 血液仿佛就被凝固住 他打了的冷战 将死活不愿意出来的肯德基给拖拽了出来 肯德基喷了两下火后也粘了 勉强将迅速凝结的冰块融化掉 他表示自己没办法维持太久 如果他们不想办法出去 被领域困死是迟早的事情 叶青函尝试着和自己的领域建立起神石 想将领域的出口打开 毕竟是他的领域 他作为主人是可以控制的 少年闭上眼在飞快尝试打开领域的方法 情怀低咒了一声道 叶青函你的领域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领域内的温度简直低到难以想象 楚行之疯狂哈气试图点燃预火服取暖 他文言立马反驳 骄傲地表示他家大师兄的领域就是强 但不得不说一句真的好冷啊 叶翘为数不多的预火服全分了出去 但起到的作用也甚微 他冷得大脑都仿佛在这一刻被冻结了般 神色变得都有些呆呆的 俗称被冻傻了 寒霜剑林看着自家剑主呆呆的模样 想上来帮他 小萝莉指尖慢开冰霜 试图以毒攻毒来帮助剑主取暖 他仰头望着朝夕剑乖巧地询问 他可以动一下翘翘吗 朝夕剑林按住他毛茸茸的脑袋道 如果想让他快点死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寒霜认真的沉思片刻 因思考伴想都得不出结论 最终还是听劝地将指尖已经慢开的雪花收了回去 现在能指望的只有火系林根的修饰 沐仲熙让指尖本命火亮了起来 一群人围在他指尖那一撮火焰旁边疯狂取暖 在这一刻他简直就是所有人的希望 被冻傻的夜翘冷地哈了一口气 掐绝雷电腾空 击打在从天而降的冰临之上 他布下的阵法在领域中也显得不堪一击 手指冷到麻木 温度的失衡让他产生一种很热的幻觉 沐仲熙比其他人稍微抗动一点 这可能和龙族的传承 还有他本身的极品火系林根有关 看着几个快被冻傻的同门 他急得开始疯狂摇晃叶清涵 然而事实上 叶清涵那边也并不比他们好过 为了阻止自己的领域做出危险举动 他不得不全程神识与之紧密相连 他表示已经在尽量控制 沐仲熙听到他在怀疑领域的威力应该不止50% 就忙让他别琢磨那些了 先打开领域放他们出去 他算是在场唯一一个具备行动能力的 其他的人都被动得僵重 沐仲熙勉强靠着剑林散发的热源维持行动 他提议实在打不开领域 要不就打穿他好了 叶清涵的神识牵制着领域 试图让他停下攻击 文言扭头面无表情地问 谁来打穿 你有这个本事 那是要多弱的领域才会被人给打穿了 对此他嗤之以鼻 沐仲熙耸了耸肩 表示那可是对方的领域 他肯定知道薄落点是在什么位置 叶清涵确实知道 但光凭沐仲熙一个人想打碎领域 显然是异想天开 见他还在犹豫 沐仲熙抓住他一领道 别磨叽了呀 真的会死人的 那群老祖是铁了心的要历练他们 不到最后一刻是不可能出手救人的 叶清涵忍不住拟眉 他还想再试一下 就让沐仲熙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觉得一定可以打开领域的 话音刚落就见他耳间低落血迹 他不得不咬了咬牙道 还是打穿吧 听到他们这个打穿领域的想法 问剑宗老祖也点头表示赞成 觉得倒也是个不错的法子 想让领域服帖听话 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 更别说还是在失控的情况下 叶清涵擦了擦 因为透支神识而溢出来的血 他想到了宗里的一套剑法 但那剑法对灵气和神识都要求很高 他看了一眼神志不清的众人 深吸了口气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他拔剑出窍的那一刻 不管是寒霜剑还是不剑军 都全部回到了剑中 这就是来自天生剑骨的碾压 全场除去慕仲熙的剑未动 其他的剑都不受控地 以他为中心靠拢 顷刻间数以万计的剑影 虚虚实实凝固 下一秒仿佛就会落下 叶清涵脸色苍白钻紧剑柄 断水剑发出嗡鸣 强大的压力之下 让人怀疑纤细的长剑随时都会折断 目中西仰头凝视着眼前的盛狂 不由发出真心的感叹 原来是万剑归宗了 问剑宗的剑法还真是普世无华 周行云也难得的发表了意见 他撑不住的 这个剑爵还不是他这个境界能碰的 问剑宗其他人或许能配合着 将剑爵补充完整 楚行之已经动手去帮忙了 显然他也是冷得不行了 掐剑爵的手都控制不住的僵硬 两人续一个剑爵才勉强撑住 长明宗老祖剑状拉长声音点评 还挺疯的呀 连画神七都没破 一个原因七小鬼竟想用万剑归宗了 问剑宗老祖塑向来淡漠的眼底带了几分笑意 但他成功了不是吗 问剑宗清传合作帮忙续剑爵 叶清涵被自己的领域一通攻击 衣服上嘀嘀哒哒沾上血迹 耳畔传来师弟师妹们担忧的声音 他淡淡开口让他们继续 叶翘甩了甩洞将的手腕 赶在他再次被领域反噬前 伸出手握住他的剑底 刚才技剑绝技的他脑子差点爆炸 他晃了下脑袋摆了白手让他可以下去 在叶清涵将信将疑的目光下 他顺利代替了对方的位置 替其补充完整最后一事 他掐绝飞仙剑翻转 凝成偌大的剑影 整个试炼场都被这股明亮的光所笼罩 在他打穿领域的那一刻 隐约察觉到剑似乎还撞在一处不知名的地方 发出清脆的破裂声音 他动作微僵 心想不会又把什么给弄坏了吧 眼看自己的领域真被他给一剑打穿了 叶清涵深吸了口气咬了咬牙道 走 原本看戏看得激动的祖师爷们 看到森罗竟像宛如蜘蛛结网般一点点破碎 最后在他们眼前裂开 笑容都凝固住 叶清宗老祖嘴角抽了抽问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连镜子都竟然被他们硬生生打穿了 成宗宗老祖站了起来紧紧攥着手里的镜面 说不心疼那是假的 这可是灵气 他心情起起伏伏的 一会儿生气于叶翘打破了他的一面镜子 一会儿又为他的实力感到惊喜 问剑宗老祖声音冷冷淡淡的 捕上最后仪式的那小鬼 手里拿着的是飞仙剑 以精丹后期的实力能毫发无损地记下剑绝 顺道打穿领域 飞仙剑倒是找了个好剑组 竟会信了他的鬼话 看着差点被贯穿的左肩 只怪自己太傻太天真 从叶清涵的领域中逃出来后 青传们差点被巨大的温差给弄得当场去世 眼前的场景是一片鸟语花香 看上去至少比叶清涵的领域正常多了 叶清涵的神识差点被榨干 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声音冷淡地问 这是哪 情怀砍断密密麻麻缠绕上来的折扭 情绪显而易见又开始暴躁 他语气不悦道 这又是谁的领域 赶紧控制好 叶翘默默举手小声表示 这领域应该是他的 叶清涵神色清冷死死扣着腰间的剑 对危险格外敏感的他 此时神经都悄然崩了起来 眼前这个领域绝对不是善茶 他不悦地质问叶翘 你的领域不是治愈系的吗 叶翘文言也惊讶地扭头反问 他什么时候说过他的领域是治愈系了 楚行之立马上前化身成了他大师兄的嘴唄道 不是说你的领域名字叫万物生吗 一听就是治愈系啊 叶翘迅速踩到高点的位置道 别管他叫什么名字了 大家往高一点的地方落脚 别被藤蔓抓住或者被花碰到 他在没人的情况下确实是无害的 在关键时刻也能治愈旧人的 叶翘迅也就听他讲话的时候分神几秒 左肩就差点被贯穿了 这叫无害 这是治愈系 他竟然会信了叶翘的鬼话 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 也不能信叶翘那张嘴 他现在只怪自己太神太天真 叶翘见状摆了摆手道 放心好了前四个场景是不致命的 现在就是谁抢他就会来攻击谁 没看见领域就连他都不放过吗 叶翘迅在自己的领域当中还能如鱼得水 知道他不会被冻伤或者攻击 但现在叶翘的领域是无差别杀人 谁的威胁大他就先杀谁 叶青涵努力维持着面上的平静心 却跳个不停 一半是紧张 另一半是说不出来的不安 祖师爷到底给你的领域调到多少还原度 叶翘不解地问他 祖师们不是说了吗 50%的还原度 叶青涵反问难道他信祖师们的鬼话 50%能这么吓人 说实话叶翘也不太信 他思绪飞快运转 得想办法让领域停下来 不然等四个颜色变换结束 他们这群人怕事都要凉凉了 祖幽望着围绕的花瓣片片如刀指指咽喉 他额头冒出冷汗盲问 有办法控制住领域让他冷静下来吗 目中细闻言觉得他说得很对 确实得让小师妹尽量控制住领域了 这领域的杀伤力一点也不弱于叶青涵的领域 怎么感觉这个更阴险更不好对付呢 叶翘看着眼前已经完全发疯不受控的领域 他感觉这不像是被镜面复刻出来的领域 更趋近于像是真实的领域 眼前这个领域的真实感让他格外不适 祖幽深吸了口气问前面的大师兄 如果和叶翘的领域对手 能有几成的胜算 叶青涵并非是个不服输的人 看着眼前这个诡异的领域如实道 叶翘的领域或许比他的强一点 但解决人的速度有些太慢 要变换四次颜色才能解决掉人 真的很能浪费时间 突然祖幽的声音里都有了颤抖 大师兄快看 他好像真的会变色呀 只见原本淡绿色的领域 已经转变成热烈的火红色 无数枝叶像是回旋标 无差别地朝他们飞旋而来 见枝叶宛如刀子 楚行之就提见一倒 枝叶被砍碎的瞬间在空中爆破 强烈的冲击波浪之下 他被炸得灰头土脸 心情从没这么糟糕过 楚行之愤怒地嘶吼道 叶翘 叶翘转头同样不耐烦地喊回去 吼他做什么 又不是他想杀人的 楚行之一字一句道 你这叫名字诈骗 不然说什么 他们也不会这么快 砸破大师兄领域的 大师兄的领域只是冷一点 叶翘这领域让人感到恐惧 叶翘不服气的杨高声音反问 怎么不说是他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什么都有 是不是都从地面生长出来打他的 谁规定万物生 一定就必须是治愈了 祝幽福额看向在领域中 都能吵起来的两人 他打断他们开口道 领域里好像确实什么都有 万物生该不会是直接涵盖四季吧 他隐约摸索到了领域变化的规律 叶翘给了他一个真聪明的眼神道 恭喜你答对了 楚行之抓着他疯狂摇晃 答对你奶奶个腿啊 快想办法呀 能不能像打穿我大师兄的领域那样 一口气再打穿一次 一旁叶青寒的脸瞬间黑了下来 他的领域被金丹后期的给干穿 这可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情 这个棒锤师弟没事总提那是干嘛 成宗宗老祖神色不明的开口 表示叶翘是打不破领域的 他领域的还原度可是被调到了百分之百 森罗镜已经完美复刻了 他全部的领域功能和体系 长明宗老祖忍不住也遇到 你这个破镜子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事 成宗宗老祖当即白了他也没好气到 那还不是拜你长明宗弟子所赐 第一次被他打穿 第二次被他领域直接给覆盖的镜面 叶翘一直尝试着和领域沟通 但那个逆子却一直不理他 找不到领域的薄弱点也就没办法打穿他 此时的他也烦躁了起来 等四个颜色演变结束后 他们会被全部抹杀掉 冷不丁听到彻底消失这四个字 朱优想起来了大师兄曾信誓旦旦地说过 治愈系不足为据 他忍不住声音颤抖地问 所以你们都管抹杀 叫做治愈系的 沐仲熙也嘖嘖了两声 他总算明白了段长老的良苦用心 为啥当初不让他们进去看待小师妹的领域 这领域简直是恐怖如斯啊 叶翘决定不听话就打到听话为止 他说干就干 一拳头狠狠撞上淡绿色团子身上 他冷笑两声决定不把他打哭跪地求饶叫罢了 都对不住他对自己的特殊关照 楚行之看着领域和他的主人不像是彼此的伙伴 更像是恨不得掐死对方那荫幕直扎舌 沐仲熙诚实开口道 小师妹的领域不受扣 他的领域本身就危险 掌控起来的难度肯定也高 叶翘下手也狠 堪称是对自己领域重拳出击第一人 他看着发狂的领域活动了下拳头 预知戏传承在对峙过程中好用极了 趁着他动弹不得 狠狠一脚落下似要将他给踩爆 祝优见他将一个不明物体利落地踩翻在地上 忙问他那是什么 叶翘往下再次重重一踩后才告诉他 脚下就是他那个叛逆的领域 他控制住将万物生踩爆的想法下令道 立马将领域打开 领域也是倔 任由叶翘将他踩得稀碎就是一动不动 领域内部颜色已经到了最后的蓝色了 死亡的压迫感越来越强烈 伴随着极弹的金光掠过 大不了他就选择在此刻突破 他最后一次和领域倒 把领域打开放大家出去 领域被跨境界的神识碾压后也不得不认错 在他的强势镇压之下 癫狂的领域逐渐趋向于平静 所有攻击性强的物体都消散 劫后余生的祝优控制住身体摇晃 茫然抬眼问大师兄 领域控制住了 想他家大师兄的领域 都是靠着坚决强行打破的 这种不受控的领域 竟然被轻而易举镇压了 躺平睡觉摆烂镜也能通关 想之前一个要靠河里才能通关 一个要靠着他强势镇压才能通关 叶翘恶狠狠地掐住但绿色的领域 然后得意地大声告诉众人 他把逆子控制住 得意于这次的试炼 他大概明白怎么掌控领域了 那就是打一顿 再用神石碾压就好了 他特想知道之前用剑到底撞碎了什么东西 趁着领域还没完全消失 他当即控制着领域内的藤岸 就朝着之前打破叶青寒领域时的位置 砸了过去 领域察觉到主人的意图后 立马毫不客气地狠狠撞上森罗镜 简直狗腿的不要不要的 场外伴随着清脆的破碎声音响起 森罗镜再次被打穿一个窟窿 老祖们看着这个冷布丁贯穿 镜面生长出来的藤岸 眉心狠狠跳动都被害了一跳 心想哪里来的藤岸 乘风中老祖谋色深了深 为了看清楚他们在领域中经历了什么 让森罗镜迅速修补镜面 镜面修补好后 场内画面依旧是被密密麻麻的绿色植物所覆盖 碧水宗老祖一脸猛逼地问 刚才那属于什么情况 是领域跑出来了吗 问剑宗老祖的声音中透着冷冽翻滚的怒意 他看出来了领域的不对劲 先解释领域不是跑出来了而是实体化 然后质问乘风中老祖还原度不是50吗 为什么藤岸会钻出来 长宁宗老祖神色见冷差点一拳头抡上去 藤岸竟然能直接探出镜面 这是50还原度能做到的 让成风中老祖老实说 到底调了多少还原度 成风中老祖被众人盯着看终于也气虚了起来 他耿着脖子面不改色的开口 还原度确实是不止50 但不是说他控制不好吗 那就利用这次的机会一次性让他掌握了 长明宗老祖文言都气笑了 在明知道叶翘领域不受控的情况下 这个老皮肤还真敢调 他气得双手卡住老皮肤的脖子开始疯狂晃动 说到底给调到多少还原度了 成风中老祖这会儿哪里敢说 那可是百分百的还原度 能成功活着跑出来还好说 万一把人家的青船们折腾坏 被事后算账的可是他 叶翘让腾万又撞碎一面森罗镜后 满意地跟着剑修们离开了自己那个危险的领域 接下来他们就来到了周行云的领域中 叶青涵即便已经进来过一次 知道虚无领域只是会让人迷失 还是不受控制地躲闪了几下 生怕和万物生一样 突然冒出不知名的东西杀出来 虚无领域的确明铺其实 只会让人从中迷失 严格意义上并不具备杀伤力 但它是个暗杀的好地方 敌人一旦被笼罩其中便会迷失在虚无当中 任人宰割 叶翘知道这领域需要靠他们自己清醒过来 不像前两个领域 一个靠着暴力通关 一个靠着他强势镇压 他感受着身体的下坠 干脆直接躺下准备睡一觉 目中西剑装立马学着小师妹的样子也躺下了 周行云正尝试着用神石掌控领域 结果扭头发现师弟师妹们齐刷刷躺下了 他捂着刺瞳的太阳穴 想了想后静也跟着躺下了 叶青寒剑都拔出来了 见周行云都不做挣扎了 他也闭了闭眼跟着躺下了 其他人都有样学样的跟着躺下 摩拳擦掌准备考察他们的祖师爷们 这会儿麻木看着一群躺平睡觉的剑修们 这群剑修齐齐睡觉摆大烂 难道都不挣扎挣扎的吗 面对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清传 几个老祖们面面相去片刻后 成风宗老祖第一个开口打破沉默 把他们放出来吧 不然难道还想看他们排排躺睡觉吗 叶翘睁开眼就看到了 自家祖师爷那张笑眯眯的脸 他精神有些疲惫 说是睡了一觉 但其实更像是闭上眼维持着冷静 长久下来人很容易疯掉 长明宗老祖满意地看了看 自家的三个剑修 两个开了领域 另一个是天生剑修 都是天才啊 他猜测这次领域还原度比前几节高 关心地问他们很累吗 叶翘诚实地回答很累 像和自己的领域打了一架那么累 叶青涵抬眼对上 成风宗老祖笑眯眯的目光问 祖师 这次领域的还原度应该不止50吧 还表明他的领域 如果只有50的相似度的话 远远达不到将人冻死的程度 叶青涵是个铁头娃 连掩饰都不懂 毫不留情地戳穿了对方的问题所在 成风宗老祖闻眼脸上的笑 立马挂不住 他质疑的话惹得其他老祖们都收敛了情绪 问剑宗老祖沉声问他是什么意思 叶青涵一点也不畏惧地继续道 他怀疑成风宗老祖针对他们加大了难度 叶翘无脸心想 就算是怀疑也该说得委婉一点 太诚实了这个娃 好在问剑宗老祖是比较看重这个首席弟子的 仔细想想他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 就立马当面质问起成风宗老祖 老实交代到底是多少的还原度 被其他老祖联合起来一顿审问 虚无和冰封轮流折磨的场景 下意识地抱紧胳膊感叹还好还活着 楚行之狗胆包天地呛了一声 不是说好五十的吗 怎么还带忽悠人的 叶翘懒洋洋地举了举手问 老祖他们俩是七十 那么他的领域还原度是多少 成风宗老祖瞥了一眼他微笑反问 你觉得那小姑娘 秦怀见自家老祖不肯透露 他平静地揣测 五十吗 不怪他这么想 全程叶翘冷静且游刃有余的模样 让所有人下意识 以为他掌控起来难度最低 叶翘不满情怀看不起自己强化问 八十吗 成风宗老祖收敛了嬉皮笑脸的神色道 区区八十的还原度 哪里能戳破森罗境 自信点 你可是唯一百分之百的还原度 长冰宗老祖听后表情那叫一个精彩 最后一拳头狠狠沦了上去 就知道你这个老皮肤没啊好心 可这不是你宗的清传你不心疼啊 成风宗老祖的虚影差点给打散开 他赶紧逃窜到一个安全距离 表示这不怪他呀 谁让小丫头的盗忽悠人 认为苍生道比无情道和太上忘情道弱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叶青涵听到百分百还原度时 静止看着叶翘好几秒 在他被盯了险些脱口而出一句 你这是爱上我了吗 才忙开口问 你相信天道酬勤这话吗 叶翘愣了几秒才道 这种话或许有几分道理 但并不适用于任何人 他就是一只纯种的天赋狗 没资格说那些努力的修饰 他时不时投机取巧的行为 让叶青涵的世界观一而再再而三的打 一直很期待以后能和他打上一场 让他明白到底是天赋重要 还是努力重要 在两个天才针尖对麦芒时 问剑宗老祖暗含了几分期待的问他们 经此一遭大家都有什么感悟吗 楚行之第一个发言 他们的领域都好强啊 慕强祖加一 慕仲熙回忆着师妹和师兄的领域 认真的表态他今后会更加努力的 发愤图强祖加一 叶青涵面无表情道 原来领域的名字是用来骗人的 恍然大物祖加一 叶翘拳头锤在守心道 以后他的领域再不听话打一顿就好 打一顿不行就打两顿 直到打听话为止 青涵们总结起来一个比一个不正经 完全不想再听这群人糟糕的发言了 问剑宗老祖不耐烦的挥挥手道 好了都滚吧 拉近首次妖王 只因对方在他面前装逼过头了 老祖们见青涵都出去了 便开始对他们点评了起来 成宗宗老祖率先开口 秦怀手段过于很辣 但天赋属是不错 只要他的剑不对准自己人 那倒也无从指责 碧水宗老祖接着道 炼丹方面这群丹修们也都很不错 他们的心性和天赋都属上加 除了手段有些暴力 其他都挺好 长明宗老祖忧心冲冲道 叶翘那丫头现如今是金丹巅峰 他的实力倒像是欲强则强的那种 完全摸不透那小鬼的极限在哪里 问剑宗老祖淡淡看了他一眼不令夸赞 金丹后期的时候就能对战元英后期的修士 还续上了化神七剑决的最后一事 看来被五个剑林认主也是有道理的 听到自家弟子被认可长明宗老祖与有荣烟 他决定立马安排几个能打的陪小丫头打击场戏 不然走火入魔可就糟了 没过多久老祖们七七现身 长明宗老祖叫叶翘五人跟他去训练场 让他们配合着杀掉五头元英七的妖兽 血鱼神石散开被剑修三人组护在中间 随时给他们包围着 明璇虽嘴里嘀嘀嘀咕咕的说着好烦杀妖兽 但手上掐绝的动作流畅 在他们横冲直撞试图挣扎的跑出来时已经晚了 见光已至 不过半个时辰就被他们轻松搞定 长明宗老祖对他们的表示很是满意 看来这群青传的团队配合很完美 他让周行云 血鱼和穆仲熙三人都跟着 准备亲自指导 然后安排明璇去找扶修高前辈 只有叶翘被留下来打妖兽谢武 老祖觉得既然原因七妖兽不行的话 那就试试化神七够不够用 在叶翘眨眼间脚下就出现了只妖兽 他实在没想到这只妖兽竟还会说话 且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称呼他为卑贱的人类 要知道化神七的妖兽才能通人语 在妖兽界内相当于妖王级别了 老祖竟拿妖王给他来练手也是真实的了 他手里坚决催动了不下五次 才轰开了对方一道伤口 一人一兽打得有来有回 见小师妹躲在树上调整蓄力的灵气 穆仲熙在旁边大声喊道 小师妹加把尽快点打 打赢了师兄奖励给你零食 明璇也觉得他们在这里耗费太长时间了 空头支票开得飞起 承诺赢了的话 他就偷他爹的私房钱给小师妹 叶翘明知道他们俩人多半纯属胡说八道 但身体反应堪称真实 灵根疯狂吸入四周的灵气 刚平静下来的灵气又躁动了 看来他还得再和那个妖王打一架 妖王不管不顾地嘶吼道 卑贱的人族 没有天赋地吓等人类去死吧 看来妖兽对人类的恶意真的很强 还给骑士奋出阶级来了 叶翘抬眼望着他直接无视了他的威压 手里拿着不见军朝他冲去 闪身的瞬间落至他身后 化为数道剑影很快避开他的甩尾戒力回窜 妖兽的身体将树木拦腰撞断 叶翘完美地奉行了趁他病要他命的一贯方针 横派的灵气汇集掌心处 猛地贯穿他腹部 伴随着激烈的惨叫声落下 他竟将妖王撕了 妖王被活撕成两半罪魁祸首阙道 最凡有人在他面前装逼了 反派死于话多 暴死亡于装逼 显然眼前的妖王犯了装逼罪 接下来 不管长明宗老祖派出几只妖王 无一例外结局全是被手撕 见他这么凶残 连老祖都忍不住抽了口冷气 但谁家好人会去手撕妖王的 慕仲熙剑壮连连扎舌 他问一旁的师兄们 他上去和这种状态的小师妹 过两招会怎么样 周行云观察着小师妹 打斗时的场景 文言开始怂恿他 不如现在就去试试 慕仲熙连忙拒绝 他学的都是些 简单杀伤力大的剑决 和小师妹那种一晃 可以变换数十种的剑法 不是一个派系的 薛瑜觉得在这种状态下的小师妹 也就大师兄和慕仲熙敢靠近 前者不怕死后者是抗揍 他好奇地问 为什么让慕仲熙去世 大师兄你怎么不去呢 周行云顿了顿 也朝眼前的师弟露出一抹笑道 因为如果慕仲熙死了 他就不用去了 明玄爱了一声立马表示 大师兄的这个想法不错 他举双手支持 慕仲熙文言 直接一人送了一个大白言给他们 语气不善道 那就谢谢你们了 老祖见他们一边聊着天 还能一边分神留意着周围的情况 暗叹天才倒真的都是 群货真价实的天才 只是这届青传 为何都如此叛逆呢 接下来的时间夜翘 都在和那群妖王斗智斗勇 不知道首次了多少次夭手 他衣服上的颜色都快看不清了 才不止虚拂跟游魂一样 从练习场挑了出来 他见夜清寒和情怀的衣服 破破烂烂的 刚想放声嘲笑他们 低头看了看自己满身是洗 仿佛杀住50年的衣服后 他就沉默了 还是算了吧 何必互相伤害呢 周行云甩了甩玉剪 表示长老们发了信息 似乎有什么急事 但现在在联系 却怎么都联系不上了 听他这么一讲 寺庙言也反应过来忙问 带他们来的长老们呢 按说虽然传承之地 长老们就算进不来 也该在外面守着的吧 这会儿竟全部见人影了 秦怀随手擦了擦 预检提议众人 应该是有事情 大家也回踪吧 反正大家基本上 训练的差不多了 该拿的传承也全拿完了 祝优平没到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听到青传们的对话 成风中老祖略带深意的 挑了挑没问 在试炼之地 外界出事了 楚行之毫不客气地 呛了老祖一声道 开什么玩笑 他们怎么可能不管外面 成踪踪 老祖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心想这小兔崽子 说话太冲了 还是说问剑宗 都一个臭脾气 祝优赶紧死死捂住 楚行之的嘴 挂上笑容道 抱歉师祖 他脑子坏了很久了 老祖们指了条路 示意他们可以离开 临走之前 还送了他们 每人一件能用到的法器 回去的路上 因为没了长老们 复成非洲的零食 只能靠青传们自己凑路费了 轮到叶翘时 他伸出手掏了掏戒子带到 他只有十几个上品零食要吗 宋寒生文言嘴角抽了抽 心想这人脸皮真够厚的 就这点零食 怎么好意思说的出口拿得出手 只能无奈地让他自己收着吧 一旁的明璇 却不要脸的接话 看在宋寒生态度 这么诚恳的分上 小师妹就把零食收起来了 叶翘立马配合的 从善如流道 既然都这么诚心诚意求他了 那他就大发慈悲地 把零食收起来了 宋寒生冷冷垂眼 抱着零食就走 心想他果然和长明宗的人合不来 凑够了让非洲起航的零食后 青传们在非洲上 就消化整理起 各自得到的传承 等看到昔日热闹的街道 变得一片寂寥 主佑担忧地建议大家 先各自回宗门找长老 段横刀文言举了举手 表示他这有个傀儡 可以用他先进宗门探探情况 说完他就分给 其他四宗的首席一人一个傀儡 建成风宗的气休难得大放一次 大家也没跟他们客气 叶翘他们一回到长明宗 就让傀儡跑去探一探宗内的情况 值得庆幸的是宗内很安全 五人跑进长明宗后 才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 叶翘随手扯住一个外门弟子 问出什么事了 对方也很猛逼表示不知道 只知道那门弟子全部被叫走了 五人对视一眼后 当机立断决定 他们分别去主峰找师傅 看看人在不在 还有要去看看长老阁的长老们在不在 打探完消息就来这里会合 穆仲熙粗鲁地踹开长老阁的门 发现里面空荡荡的 好几个长老都不在 最后大家得出结论 除了藏书阁的御管室 其他长老和师傅全都下山了 他们从御管室那里得知 魔族来饭泉去支援了 明玄戳了戳 血雨纳闷地问 之前他们不也来过吗 那时候并没有要开战的意思 魔族和修士达也伪是不自量力了些 不至于让这么多长老带弟子去支援吧 血雨深吸了口气反问 如果加上妖族呢 大概是非我族类齐心弊 虽然妖魔三族从没和谐过一天 但还是头一次看到魔族会和妖族联合起来对付修士 目中吸脑回路转的和正常人不太一样 他与戴兴奋地问大家 在秘境杀了那么久的妖兽 现在终于能出去杀妖兽了吗 周行云想不通的是 妖族无缘无故和魔族联手做什么 血雨猛然想起来了他们去试炼之地时 谢叔雪那时不时忧心忡忡的目光 他捏了捏手指冷静道 小师叔或许一早就知道什么了 但他是不可能告诉他们的 谁也没想到一群去传承之地的青传们提前回来了 这对修真剑来讲绝对是个好消息 现在的问题是青传们该去哪里救人 叶翘提议大家来长明宗会合 你问他谁给他的自信 来第一宗集合不是常识吗 等所有人聚齐后 叶翘便到那大家现在出发一起去救人吧 叶青涵一脸怀疑地问他 已经把握能救到人了 叶翘双手一摊反问 他哪里来得把握 但在他看来最坏的结果也就那一 剑修们带好剑 扶修画好服 丹修揣好丹炉 气修带好法器 打架麻溜地下山 同样赶去支援的谢叔雪 强行用咒术让祖师爷入梦 询问青传们历练的如何了 他担忧地告诉老祖妖族和魔族联手了 妖族出动的都是妖王 为首的是妖族少主 常明宗祖师爷一听是妖王级别 提着的心顿时就放下来了 他看着谢叔雪没眼间化不开的阴郁 甘巴巴地安慰了一句 放心吧 武宗有小翘他们在 出不了事的 得知这群青传要下山时 御管事第一反应是劝住这群人 毕竟他们哪个出点什么意外 对哪个宗门来讲都是不小的损失 叶翘被长老们批斗惯了 根本不怕对方冷下来的脸 他拨弄了下腰间的夺损反问 既然总要有人站出来 那为什么不可以是他们 御管事谋光一瞬间宛如刀刃般锋利 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威严与肃然 既然这样长明宗清传听令 你们和月清宗一组 去营救灵兆城内所有的修士 御管事继续下令道 成宗宗避水宗和问剑宗三组一起行动 听到要和这两个宗门合作 渺渺欲言又只张了张嘴又闭住 最终嘟囔了一声好吧 以前这些清传总被批斗说是群温式的浇花 结果现在却轮到他们扛起担子 御管事心里很不适滋味 叶翘摆了摆手道 那他们走了可别太想他们了 冷不丁听到他插颗打混的话 御管事哭笑不得的让他们赶紧走 宋寒生自立行间是对散修的不屑 他发表意见道 如果想找修士帮忙的话 散修实力太弱 还是找八大家的嫡系吧 他们私底下养的高手也多 明玄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向他 只要八大家肯借人 那么问题确实不大 可问题就在于他们肯借人吗 在这种封建又古老的世家中 想法正常的人实在是不多的 宋寒生所在的宋家准则就是利益为少 再没损害到他们利益前先装死 让武宗多出典力没什么不对的 叶翘在修真界待了一年多 对八大家的尿性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狠狠地拍了拍叶清寒 明玄 宋寒生几人的肩膀道 你们可是八大家的人了 他伸出手摸了一下断辰剑道 大师兄 你是周家未来的家主是吧 断辰剑可是你的呢 四手五入一下你就是未来的家主 周行云没听懂小师妹的意思 茫然地看着他 叶翘一脸怒气不争地指点他 用拳压人会吗 他可是正儿八经的未来家主 谁敢反对他 就直接让断辰和他们说话 断辰剑可是划行了的 虽被大师兄这恶毒后 骂按在剑桥当中不能出来 但如果大师兄真的智冷起来 周家那群老东西还真屁都不敢放一个 周行云支持小师妹的安排 叶翘转头继续笑眯眯地给其他人洗脑 为什么不能找八大家借人 不管是八大家的高手和嫡系 自信点朋友们 大家可以全都要的 全都要 这人可还真敢想 没想到叶青涵却表示可以试试看 断横刀弱弱地开口 可是成风宗没有来自八大家的气修 他和沈紫薇以及另一个师兄 都不是出自八大家的气修 说起气修来 叶翘倒是认识两个 想到齐律和齐玉俩兄妹 就是气修世家的人 到时候可以去找齐家的嫡系聊聊 叶青涵汉手表示赞同道 那么扶修世家就交给宋涵生和明选了 宋涵生促了促眉表示 他也根本调不走太多人 话语权在宋家家主 也就是他爹的身上 叶翘立马蛮得的鼓励道 他可是宋家的希望 随便发挥下魅力 让他们为他卖力很难吗 宋涵生听后契机反问 以为他是搞传销的吗 两人正争论时 叶青涵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直接拿预检给叶家传了消息 让他们带一百个金单七以上的剑修过来支援 作为叶家唯一的天生剑骨 他有着极大的话语权 叶翘见状当即来了精神 不客气地按住宋涵生伯格 示意他看看人家叶青涵的魄力能力和实力 都是首席 都是少家主 都是人 怎么差距那么大 看看人家叶青涵 紧紧一声令下 请客见那群剑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这和传销也没什么两样 看来叶青涵的人格魅力还是有的 毕竟那可是剑道第一啊 并喜欢叶探房间享受做贼的刺激 这就是是青传们的传统嘛 因为急于用人 当天夜里叶翘带着几个师兄 鬼鬼祟祟翻身进入了齐家 他们提前踩好点后 直接在房间里面堵住了齐律 老实说见自己屋子里面冷不丁冒出来几个人 齐律差点被吓个半死 等看清楚来人是谁后 他才放下心来 心中富匪这些人不是有毛病吗 大半夜不睡觉搁这来吓他 夜翘开门见山道 他们有个事情想找他帮忙 齐律倒也猜到了他们前来定是有事 沉思片刻问为什么不递个败帖 然后光明正大的进来 或者在玉检上找他 难道说他们这样夜叹齐家 是在享受做贼的刺激 夜翘朝他露出笑容 一副没想到被他看穿的表情开口 他们就喜欢这种违背道德的刺激 齐律突然想起了月清宗一位长老 也惨遭问剑宗清传夜叹的事情 他深深吸了口气大彻大握 所以说夜叹别人房间 竟然是清传们的传统了 明玄弯了弯唇脚不动声色的怂恿 现在外面很乱 武宗极缺人手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要不他也来参与到这种刺激的事情当中 齐律明显犹豫不决 都才十几岁的少年 谁还没个热血的拯救人的梦呢 可惜齐家不让插手这种事 这是足规 可恶 把大家误他呀 夜翘踩在窗户边时刻准备不对劲就跑 他扣紧边框一脸深沉道 齐律现在拯救世界的人员就缺你了 要一起吗 他们现在缺人手 能忽悠几个嫡妻是几个 齐律沉默了几秒后问 是缺气修吧 有气修在等同于行走的法器供给机 他理性客观地分析道 常明宗因为没有气修 所以才想着拉他入伙 夜翘说话像是恶魔的低语继续捕获他 齐家刚看着外界乱起来 等事情停息后 齐家不会记着他的听话和乖巧 但修真界会记住他在危难时的挺身而出 干不干 齐律一瞬间被怂恿地上了头 他对上夜翘冷静的眼睛 坚定地吐出一个干子 成功策反一位嫡妻后 夜翘把目标立马转移到了齐律身上 齐律一听要找他合作去拯救世人 立马兴奋地表示他愿意 他当即表示要借多少法器 如果缺人的话 他们兄妹可以先留下来 帮大家多策反几个 相信他好吗 他们兄妹在齐家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 齐律看着自家妹妹那幅不值钱的样子 忍不住无脸 夜翘不客气地先收好齐家兄妹赠予的法器 表示等先去解决完妖族那边的事情 再用预检联系找他们集合 现在还用不到气修 和魔族对上使法器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 策反了齐家人后 明玄get到了新的洗脑方式 也有模有样的学着去穿多其他家的嫡系们 但他这个人特别有自己的想法 他准备直接去偷自家宝库里面的服务 他找到名家为数不多的正常人寒暄 拜托这位性格挺好的 哥哥帮他将他爹宝库钥匙给偷过来 等事成之后 他是不会忘记哥哥的付出的 夜翘和月清宗的人会合后 一前一后赶去各自宗门进行支援 领着先就近的人 在商量之下 他们一同掀去了长明宗的位置 宋寒生看着地面上干涸的血迹道 大家得找到长老们的位置才行 因为预检联系不上 他表示可以动用咒术找他们的位置 夜翘见他还真画出来了的静咒 用来指引位置 他不由嘖嘖称其道 没想到你还真的有点本事啊宋寒生 宋寒生满脸傲娇道 不要说的他像云雀那个废物一样无能 段长老看着眼前几乎沦陷的城池 挥剑的动作并未停住 他生怕因为动作太慢而导致有人再次丧命 他抽空问一旁的人 八达家那边怎么说的 另一个长老神色冷凝 掐着剑诀给段长老开路道 八达家死活不肯借人 后来碍于面子 就借了些金丹初七 甚至是助击七的人过来 段长老一早便知道妖族跃跃欲试 似乎在和魔族那边搞事情 但这群横空出世的妖王太让他愕然了 数量之多打了所有人措手不及 段玉冷笑了一声 挥动轻风绝 转瞬出现在其中一个妖王身后 以剑式为中心掀起飓风 砍断妖王之体 他迅速一扑将一个弟子救了下来 然后立马后撤 问剑宗长老让段玉先护着内门弟子撤 他来断后 望着身后那群弟子 段玉没动他苦笑道 带不走啊人数太多了 起码没办法一次性带走 看来只能杀出去 妖族与修士们沉浸在对峙中 谁也没注意到不动声色靠近的两人 看到被抓的两个是他们越青宗的内门弟子 宋寒生第一个坐不住了 他不再犹豫急速飞了上去 手里的符路狠狠捏紧 一张符路精准地打在妖王尾巴上 他冷冷地开口让妖王把人放下 段玉长老剑来人是他愣正片刻 眼里闪过喜色问大家都从传承之地回来 妖王剑是青传来了兴奋的哇哇直叫 传承之地他们也不敢靠近 谁知道竟然会有青传选择自投罗网 明明只是个原因 七伏修 竟能凭一己之力拖住三位妖王且不落下风 妖王见他难缠 立马便冲那群丧尸战斗力的内门弟子下手 见他果然乱了阵脚便得意挤了 宋寒生下意识甩服防御 谁知他刚捏起防御服 妖王迅速换了动作 虚晃一招瞄准他的脖梗 速度之快让人避无可避 就在这时裹挟着破军之势的一剑 朝妖王劈去 瞬间血腥味慢开 这一剑比宋寒生的服录还让妖兽们猛逼 藏在暗处的妖兽全部被活生生劈成两半 妖王迅速扭头同人危险地竖起呵斥道 谁 青松绝催动 剑出 巨风起 雪白的剑光折射下 一少女高声回道 是你爹 长明宗叶翘 妖王劈了劲还是给人家留面子 只应在传承之地都是首次妖王的 段宇还以为自己是幻听了 怎么听到他们宗的宝贝疙瘩叶翘的声音了 叶翘目光冷冷地打量着那几只妖王 估算着双方的战斗力 最后得出结论完全不足为据 紧接着三道巨风席卷 以他为中心 凡事靠近的妖兽竞数被绞碎 问剑宗长老眼睛骤然亮了 他没见过叶翘使过这招就问道 那孩子用的这一招叫什么 段宇也没见过他用这招 只知道他会前四世了 这可是清风绝第五世 看到他行云流水的剑势 紧绷着的心随之松了下来 传承之地看来确实没白去 两个清传一前一后 俘虏与剑影交错 叶翘一剑斩断妖王之体 宋寒生就负责救下内门弟子 两人配合的默契极了 把妖王们都气疯了 一个妖王剑撞咆哮着下令 杀了他们俩 挖了他们的灵根 叶翘手腕一动 使出了一剑清风送 玉知戏传承让他轻易捕捉到了妖王的弱点 他把灵气汇入剑决当中 从正中间将妖王生生劈开 伴随着一只妖王的轰然倒地 宋寒生不敢置信地问他 竟把妖王劈了 叶翘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觉得他够大惊小怪的 不就是一剑把妖王劈了吗 在传承之地他还手撕过妖王呢 他一剑劈开这只妖王 已经算狠给对方面走 两人旁若无人地聊着天 动作毫不含糊 叶翘一个人和妖王正面刚 能打能手的宋寒生负责掩护 这一刻两个长老才意识到 清传们也可以独当一面了 叶翘抽空和断育道 妖兽就交给你们了长老 七个妖王放心交给他们吧 他一脚踢中蝎子妖王的弱点 用力把他踹进宋寒生部下的杀阵里 阵法外只听到惨叫的声音 宋寒生也bet到了新的猎杀方式 月清宗老祖教的也是主攻杀阵 叶翘拽妖王毫不含糊 但凡没能一击打中他 下一秒就会被他找到弱点踹飞出去 剑进入杀阵的妖王就没一个能走出来的 为他们揪心的内门们发现白担心了 那两人都凶残得很 根本不知道害怕为何物 妖王不是被剑砍就是被俘虏轰炸 当叶翘和宋寒生一人持剑一人 捏斧挡在他们面前时 内门们发现之前对清传们的怨言 瞬间化为乌有 他们只觉得清传们真是帅诈 清传们坐清传自有他们的道理 尘埃落定后 配合打爽了的二人组 被内门弟子团团包围住 感性的人说叶翘和宋寒生快把他哭死了 激动的人说叶翘你太帅 叶翘下意识谦虚了两句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了 和他站一起的宋寒生感到久违的窒息 这人是不懂谦虚两个字怎么写的 当听到一个弟子疑惑地问他们 衣服为何都破成那样子 宋寒生心想糟了 着急救人都忘了换衣服了 叶翘的笑容将住片刻后 很快他就冷静地表示这是最新的潮流 师弟还是太小了不懂时尚 他把那那门师弟忽悠的当场 就申请加入潮流当中去 宋寒生和叶翘在人前 努力维持着面不改色的模样 在背对众人的瞬间 二人对视一眼齐齐面容扭曲了 靠他们的仪式英明啊 段宇有些一言难尽地看向宋寒生 心想这些青船终于又封一个了 看着穆仲熙一拳头就解决掉一个妖兽 苏卓望着脑浆都差点被打出来的妖兽 沉默许久后还是忍不住问 穆仲熙你在传承之地拿的是什么传承 穆仲熙疑惑地反问 得到的是龙族传承不是都知道了吗 怎么了 苏卓不动声色远离穆仲熙 生怕惹这个人一不开心 就会一拳头把自己脑袋给开掉 一群青船辗转各地救人 忙碌了整整半个月时间 勉强平定下了武宗附近地界妖族带来的混乱 而八大家打算将装死进行到底 齐齐装死的举动也真够恶心的 段宇心疼地看了一眼泪的 全部趴地上的青船们等 目前的情况就是八大家不肯出人 他们现在人手不够了 楚行之撇了撇嘴问 当初武宗怎么不多招点修士 这半个月差点累死他们 还当什么青船当狗得了 问剑宗长老踢了他一脚呵斥 站好 躺着像什么话 自打和常明宗的青船们待久后 连他们宗宿来站得轻轻正正 像是小白羊的青船们 竟然也全趴地上 赵长老挟了他一眼语气淡淡道 收多了资源不够分 明玄若有所思地问 魔族那边师父他们还没回来吗 听长老们说了那边半天的去情况 叶翘只总结出来一点 那就是说实话宗主和长老们不太行 段宇文言直接无情铁锤砸下去道 小兔崽子怎么跟长老说话的 叶翘熬呜一声捂着额头不服气的开口 只要给他足够的修饰和青船或者嫡系 他就能带他们打回去 说到底还是宗主们不太懂怎么用人 只知道凭武力镇压 正困得迷迷糊糊的渺渺 文言当即条件反射地喊了一嗓子 叶翘英明 段宇也想起来大笔师也是他带着丹修们打回去的 但如今最主要的问题是八大家不接人 他们人手不够了 叶翘听后自信地表示 没关系的长老们放心好了 他们青船能从八大家接到人 没素质的事情尽可以让他们去做 大不了事情结束后他们就去蹲大牢 段宇没想到他都已经做好蹲大牢的准备了 那他这次又准备搞出多大的事情出来 怎么感觉自己那颗老心脏砰砰狂跳呢 自知知名叶翘还是有点的 他就没打算让八大家那群老古董松口 他准备依靠的是八大家的嫡系 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正式犯重二病的年纪 没过多久论坛上修士们开始议论纷纷起来三件大事 都在猜测到底是何人所为 分别是宋家的嫡系之走将近一多半 宁家的宝库神秘被盗 叶家掉走几乎一半嫡系 分与长老看着院子内过来集合的八大家嫡系们 他沉默片刻后 朝清传们竖起大拇指到了一声里面牛 这些嫡系实力都不弱 那可是八大家举家族之力培养出来的天才 叶家的嫡系们是靠叶清涵的人格魅力鼓舞而来的 周家的嫡系们是靠周行云强行用家主令威逼过来的 其家的嫡系们是靠叶翘忽悠和洗脑过来的 另外其他几家的嫡系们 都是靠清传们口才好的发挥口才 口才不行的直接套用叶翘的说辞窜度过来 赵长老看着面前那么多的八大家嫡系们 他发现他们这些老家伙还是低估了这群清传的本事 一共八个世家嫡系被他们几乎带走了一半 段宇神色复杂到 不是清传的本事大 而是叶翘的洗脑力量太强大可怕 周家有位叫周一泽的少年 静止来到长明宗清传们的面前 他与带挑衅道 叶翘不过如此吗 长明宗也不过如此 叶翘心中盘算了一下 他痛揍对方一顿会被关几天禁地 现在正是武宗用人之际 相信长老们多半会选择装瞎 顶天了等所有的事情了结后再罚他 沐仲熙突然扯住了正准备动手的他道 小师妹快看他的剑 是不是在发光 他应该没看错 对方走过十一闪而过的流光 这种状态很像是剑领 叶翘闻言先将拳头放下 和四师兄一起打量起周一泽 最后两人得出结论 确实是剑领化形 看来周家还挺藏龙卧虎的嘛 血鱼望着对方的身影和师弟师妹道 说起来 如果不是当初断臣任主大师兄 周一泽将会是下一任家主 两小只听后瞬间就明白 对方莫名其妙的恶意从何而来了 被血鱼三人组盯着的周一泽顿绝后被发凉 他心想长明宗的青传们看着不太正常 在边界城池里的泄出血 看着眼前苦苦挣扎不愿意离开的修士们道 大家还要继续留下来吗 其实可以选择放弃部分城池的 秦范范无奈叹息道 起码要等到八大家派人来商量后再做决定 其实修士人数也不少 现在缺的是那些擅长不同职业的八大家嫡系们 谢初雪是长明宗唯一造诣高的扶修 没有他那群内门早死八百次 他看向一脸郑重的师兄道 虽然知道你在白日做梦 但人还总是要有梦想 秦范范咬牙切齿道 如果夜翘他们在 这回也轮不到八大家拿巧了 谢初雪摸了摸下巴 开启了老妈子式的担忧 他们应该还在传承之地 他们还那么小 万一不顺利怎么办 万一有人死了怎么办 秦范范听他嘴里就没说出一句好话 直接一脚把人踢到外面示意他去守夜 让他滚出去用神识看看周围的情况 别没事在这里诅咒侵传了 彼时正在赶去魔族支援路上的众人 对乘坐什么飞行工具犯起了呢 非洲目标太大 玉剑同样惹眼 走着又是拒绝 最后夜翘提议射下飞行类妖王 看能不能骑 宋寒生也没墨迹 他拉弓对准妖王的位置 三只明月剑使同时射出 明月剑虽威力大 但却不足以把妖王给射下来 单单激怒对方还是绰绰有余的 顷刻间三只妖王俯冲而下 对准他们尖锐的会狠狠刺了下来 闪烁着冰冷的光 他们嘴里还不屑道 不知死活的修饰 众人闻言心里一乐 会说话那是妖王无疑了 楚行之用力一跺脚 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大坑 连续三下地面上就出现了三个大坑 他自带了龙族传承 天生血脉的压制 让妖王第一时间不是反抗而是发抖 考虑到其妖王的不可控性 比妖兽要强 叶翘思索片刻决定 让肯德基出来拉车 在白鸟之王凤凰的血脉压制下 亮妖王也没胆子 在路上反咬一口 肯德基长得越大越像传说中的凤凰 放出来的那一刹 周易则当即跳出来道 你们长明宗果真私藏了凤凰 明权懒得理他直接回怼 私藏什么私藏 这时机 他们有说过肯德基是凤凰吗 还是小师妹厉害 但凡质疑他们长明宗私藏凤凰的 全都被他们一句机给堵了回去 周易则不服气地继续道 你们竟还让凤凰拉车 周行云一巴掌将他按地上声音咽咽道 都说了是机 不是凤凰了 蠢货快闭嘴吧 谢初雪感受到来自半空强大的威压 心想遭了妖皇来了 手里的福禄不由一点点收紧 他控制住狂跳的心脏 死死凝视着半空 是云雀 还是魔族在搞事情 半空中出现了个不明物体 惊得所有修士都准备要背水一占了 慕仲熙本来睡得正香 忽然被法器和俘虏无情地轰炸了一拓 他大喝一声 谁 是谁在偷袭 叶翘示意他往底下看 只见一群修士全部站成一排严阵以待 粘服的粘服 持剑的持剑 那架势似乎准备等他们一下来就杀了他们 慕仲熙顿时觉得委屈死了 不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也就算了 竟然还有一群修士朝他们动手 周行云指了指身后被妖王们拖着 生拉硬拽差点晃吐的八大家嫡系们道 应该是他们强大豪华的阵容 把人家吓到 想想也是肯德基拽着三个妖王疯狂地往前跑 这场面谁看了不害怕 这波反应也属于人之常情 秦怀抓着叶翘的肩膀用力摇晃道 都说了不要搞这种奇葩的东西 叶青涵看着他很是疑惑地问 搞崩他们的心态 真能让他那么快乐吗 这熟悉的味道 简直是没开二度 叶翘被晃得头晕眼花 他承认第一次吓唬青船们是故意的 但这次他真的没有那么想 毕竟这次他可是带来了一群帮手 怎么说都不能是这种待遇 楚行之看清楚下面亮起的一抹剑光大声道 先别说话了 他师父要用剑砍他们了 问剑宗宗主利落地握住长剑 他心想就算是妖皇来了他们也无所畏惧 他当即下令道 动手 卸出血的神识是在场最强的 大鸟下坠的瞬间飞快扫了那么一下 随后他不敢置信道 那个鸟背上坐了人 啊等等 不要动手是自己人 秦泛泛在一旁呵斥不着调的师弟 住口 谢出血 不要再发出那种奇怪的叫声了 等等来人是小翘他们 快 大家快住手 那是自己人了 正常与不正常之间静止隔了一个夜翘 青船们先是忽悠来大批的嫡系 后又偷自家宝库中的福禄 在问剑宗宗主剑招逼近夜翘几人的瞬间 秦泛泛一剑生剿散了他的剑招 同时谢出血用防御符牢牢护住他们 保证他们能平安落地 在肯德基落地的那一刻 被迫当做齐的妖王们齐齐匍匐在地 坐在妖王身上的八大家嫡系们 全部吐得昏天黑地 齐玉趁不吐的空隙表示 以前在家都是从留影时上反复观看 现在终于能参与进来了 感觉好刺激啊 齐玉同意妹妹的说法 但就是有点费人啊 兄妹俩交流完后又继续去吐 秦泛泛放眼一扫 肯德基拖着三个妖王跑 每只鸟背上都在满了人 他粗略估计骑马要有四百人左右 他无奈地看向爱徒问 小翘啊 你们骑的这是什么呀 差点被自家师傅一剑给制裁的处行之 他从鸟背上翻身下来后立马大声喊道 师傅啊 见下留情啊 宁可不能灭了问剑宗的希望 修士们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 看到清传们前来支援肯定是开心的 只是对方的操作也过于奇葩了 导致他们的心情起起伏伏的都不知该说什么 问剑宗宗主收起了剑 他也被眼前的一幕弄猛了忙问 等等你们怎么回来了 传承之地不是都应该待够三个月的吗 你们怎么只待了半个月就出来了 薛宇耸了耸肩解释道 训练结束的时候 发现武宗的预检都联系不上 他们出来的时候也不见长老们的踪迹 便从传承之地出来了 问剑宗宗主指着他们身后 半死不活的八大家嫡系们颤抖着嘴唇问 那他们又是什么人 他觉得那些孩子都有些面熟 但又说不上来是谁 叶翘指了指那些毫无形象的人介绍道 他们是来拯救修真界的 全都来自八大家嫡系 至于分别是哪几个世家的 暂时还没问清楚 谢出雪文言粗略扫了一眼 目测八大家得有一半嫡系都在这里激起了 他不敢置信地低语道 是嫡系啊 好多好多的嫡系啊 问剑宗宗主的第一反应便是问他们 从哪里劫持来的这么多嫡系 不怪他要这么想 实在是他们有前科呀 连劫狱都做得出来 劫持嫡系对他们而言又算什么 祝幽语带幽怨地问 师父在你眼里 吾尔门就是那种喜欢绑架人的劫匪吗 问剑宗宗主欲言又止 换作以前他肯定不会这样想 但有长明宗的清传在 那么一切皆有可能 被误解的祝幽沉默一会后才开口解释 那些嫡系们不是绑架来的 他们是自愿跟来的 齐律文言也急忙解释道 他们都是自愿来帮忙的 秦范范听到自愿两个自便试探的问 难道是八大家派他们赶来支援的 齐玉恭敬地回话 八大家不许他们前来帮忙 他们都是偷溜出来的 泄出血厅后一边大笑一边鼓掌 精彩 实在是太精彩了 清传们不仅从传承之地提前出来 竟然还策反走了八大家近一半的嫡系 一行人怀着复杂的心情 回到了城池中的府邸内 宗主们意识时把清传们也留了下 问剑宗宗主告诉了他们魔族的打算 然后问他们是怎么想的 是守还是退 朱优点了点桌子道 手是守不过来的 他们数量实在太多了 如果选择应手的话 到时候会是一场血战 坐在椅子上晃来晃去的夜窍接化道 那就直接放弃掉周围的小城池好了 他们如果想继续占领修士的地盘 最终的目标那就是主城 大家可以在主城埋伏 明玄顺着小师妹的思路继续道 至于被放弃的那些城池 可以提前组织修士们撤退 将值钱的东西带好 扶修们在城池周围和内部都布下杀阵 等他们来踩 血鱼继续补充道 另外在组织一波会弓箭的修士 在他们进小城池后远距离射击 带走一个血传 带步走骚扰他们一波也不亏 最后由夜窍总结道 这次主动进攻的是魔族和妖族 大家要做的就是消耗妖族和魔修 如果信得过他的话 他可以亲自教大家怎么因那群魔族和妖族 谢初雪意外地看了清传们一眼 他们成长的速度真是惊人 现在哪个出去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见没人反驳情散散点点头拍板道 那大家就都听夜窍的安排 他们是不太懂什么战略的 毕竟修真借靠拳头天赋狡猾 谁会没事研究怎么因人呢 月清宗宗主云恒开口表示 现在还有个问题 那就是俘禄不太够 和魔族交手的这一个月 俘禄消耗的速度太快了 接下来需要俘禄不振因人 那么就明显不够用了 明玄文言立马拍了拍手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后他大方地表示俘禄有的是 他带了他家不少的俘禄 有阵法服和攻击服 只要他们赶来就能炸死他们 血雨没想到二师兄那么勇 怎么能叫偷呢 他是光明正大拿的 叶翘默默竖起大拇指夸赞 他是好样的 有好东西他是真敢偷啊 真是千房万房家贼男房啊 谢叔学也被他的大手比 惊到宁爷片刻 半赏才悠悠问 还有什么惊喜是师叔不知道的呀 一起说了吧 沐仲西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 那就是妖魔两族联手到底所图为何 魔族尚且还能说是他们野心作祟 妖族图什么呢 秦范范也早就想到了这点 他提醒清传的魔族实力比之前强了一些 虽然不至于到棘手的程度 但这种突如其来的改变 真的很怪异 接下来就只剩下进行部署分组配合了 问剑宗宗主让楚行之和沐仲西两人 去拦魔族少主和他身后的那群魔族 一个傻白甜 一个铁头娃 这组合也不错 他倾格两声后继续道 周行云和叶清涵一起留在主城 到时候别忘了带领其他师兄师妹们 保护好丹修们 在战场上他们可是能给人续命的存在 宁玄和宋寒生 苏卓 宅臣四人去守着主城附近的阵法 阵法刚好有四个 派他们一人守一个再合适不过 叶翘 秦淮 祝忧 三人负责拦战魔族的高手 他忍不住提醒他们 打不过就撤 没必要硬撑 魔族那边本该叫叶清涵和周行云去的 但他们还是更合适留下守主城 最后秦范范清了清嗓子 难得大方地告诉在场所有的清传们 距离下次魔族动手攻城的时间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这次若能大神回宗后给所有人放假 这个大饼画得好啊 叶翘一听立马来的精神 他眼睛亮晶晶问 一言为定 听到师父肯定的回答后 他决定说什么也要在这次 彻底解决掉魔族和妖族这两大隐患 竟然说戒原因期雷杰就戒 有考虑过雷杰的感受吗 见八大家嫡系们开始勤勤恳恳地干活了 叶翘找了个没人的小院子 往自己的领域里随便看了一眼 他顿时傻眼了 小气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 正被寒霜追着看 这场面就很稀奇了 寒霜是个性格较为冷漠的小萝莉 一般的是他都懒得生气 在一鬼一剑准备动真格前 叶翘赶紧一把抓住小气问 他们俩在搞什么鬼 他应该还没吸收完鬼王吧 怎么提前醒来了 提起这个小气也感到很委屈 他声音软绵绵道 有人在不停地召唤他 就把他给吵醒了 谁知他醒过来后就看到那个白毛了 白毛 难道是指寒霜剑 就冲这个称呼也不怪寒霜剑会砍他了 他真是够嘴欠的 叶翘觉得与其说有人在召唤他 还不如说是在召唤原来的鬼王 小七还表示他能感觉到召唤人的大体位置 叶翘一看他指的方向 那不是魔族大本营吗 叶翘眸光微微闪了闪 好嘛又是魔族 虽然依旧有些想不通是谁在叫小七 又为什么要召唤鬼王 但可以肯定这是和魔族有关 也绝不是什么好事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 魔族和妖族都发现一件古怪的事情 原本死守的人族修士突然之间集体消失了 他们担心有诈特意派魔兵前去探查 而事实证明果然有诈 魔族少主见前去探查的魔兵都有去无回 在他命令术队魔兵冲上去当肉盾后 他们终于成功攻下了那座小城池 他们还来不及庆祝 就惨遭各种埋在地下的法器暗算 叶翘记研究出来炸弹后 又研究出了实用的修真版地雷 把气修们看得嘖嘖称奇 他的原话是把地雷买好了 看看会被哪些幸运儿踩中 没想到魔族少主就是那幸运儿之一 一个堪比金丹七一击的爆炸 把他炸得灰头土脸 他从地面上爬起来后就愤怒地问 到底是谁改变了修士们的打法 说好的正面刚呢 魔族少主见修士们有组织有纪律 打完就跑头也不回毫无眷恋 这种剑兮兮的打法 不仅恶心人还消耗了他不少的手下 在拿下第二座城池后 魔族少主非但高兴不起来 甚至有种吐血的冲动 他提心吊胆地准备血战 结果对方竟全都不守了 那还玩什么 这不是搞他们心态吗 魔族损失惨重才拿下五座空城 负责带队的魔族少主险些被弃封 他思来想去觉得这种风格 实在不像是武宗宗主们能干得出来的事情 他便命人去调查 在看到武宗清传这次的字后 他敢肯定绝对是叶俏干的 他恶狠狠地下令 晚上进攻时都给他针对叶俏去 魔族这次分工很明确 绝大部分进攻主城 而和叶俏一组的秦怀 两人先后被五个元英七齐齐围住 准确来讲是叶俏一个人被围住盯着他 秦怀实在是没忍住问他 又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五个元英七这么针对他 叶俏手里灵剑泛着明亮的光 漫不经心跟他平嘴道 怪他怪他都怪他 谁让他太有魅力了 和他被迫成一组的秦怀发现了个弃人的事 只要和他在一起 自己这个元英七连姓名都不配拥有 秦怀让他去守阵法 自己来拦住他们 叶俏也没有墨迹立马他轻风一载 跑去明权他们身边帮忙了 他也意识到了魔族是冲着自己来的 目的就是拖住他 那么其他人的情况一定不乐观 眼看其中一位魔修的长刀 快碰到叶俏的后背了 秦怀的轻风剑冷冷削了下去 顷刻间魔族脚下地面出现一道深深的沟壑 一剑就把五个元英七全部拦截在外 明权手势飞快变换 最后一击落下 连续十几道爆破阵法 激进将眼前场地诈平 这一击短暂震慑住了 一眼身后的魔族大军 只一眼就连说话都有些艰难道 已经尽力了看来是守不住这道阵法 赶过来一起守阵的叶俏 见状低咒了一声 入目全是密密麻麻的妖族与魔族 他伸出手让淡绿色光漫开 他在犹豫要不要打开 领域倒是可以一次性带走许多魔族 宋寒生神色威宁地提醒他 领域一对一打架时确实很管用 但在这种数量的战争下 产生的作用并不大 再说领域一旦开启 他也会被拉进去 叶俏不是一个听不尽劝的人 他非快收拢掌心 其实他还有一个法子 可以杀掉大批的敌人 他扭头看向苏卓和明璇问 你们两个现在可以强行突破吗 明璇眼睛微睁收起拿服录的动作 不敢置信地问小师妹 你是想借他们两人的天雷 然后去炸魔族和妖族 真不愧是他家小师妹啊 没啥是他不敢想的 叶俏看着密密麻麻的魔族 露出抹不怀好意的笑容道 没错 就是突破原因 要一起来试试看吗 被Q的苏卓听到 他竟想要他们强行破原因 就试图和他解释 原因气雷姐少则两天多则三天 到时候扶修肯定缺人手 没有他们俩剩下的阵爪谁来说 叶俏文言笑他太起人忧天了 说他也太瞧不起八大家的嫡系吗 放心好了就算没有他们 明宋两家的嫡系也能顶上来的 明璇打量苏卓一番后声音扬了扬问 难道说你做不到强行突破 不会吧不会吧 已经连突破原因气都不行 男人怎能被说不行 为了男人的尊严 苏卓深吸了口气咬牙表示 谁说他不行的 不就是强行破原因吗 他知道了 他能突破的 他嘴上虽说的硬气 但心里还是很慌 他从没干过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 谁家杜杰会选在魔族压城的时候 叶俏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让他赶紧地别在墨镜 四个扶修骤然少了两个清传 对宋涵生和翟臣两人来讲 压力不可谓不大 明璇还算有点良心 临走时救了两个擅长阵法的明家嫡系官 让两人来替他们守阵 宋涵生心想长明中这伙人 做事情从来都是想一出是一出的 说借原音七雷杰就借 有考虑过雷杰的感受吗 一行三人来到主城一处安静的后山渡劫 叶俏先帮他们布下一个聚灵镇 然后就见灵气顺着阵法 往两人丹田内汇入 两人冲破原音七境界 花了整整两天时间 叶俏准备把魔族聚在一起 等天雷落下的时候一锅端 说一次性解决这件事 就一次性解决掉 谁也别想拦着他回宗放假 把两人安顿好后 他遇见飞到半空当中 示意不见军将妖兽 引到主城的方向来 两族不是喜欢联手吗 既然是好兄弟 那就聚在一起挨雷劈吧 化形后的不见军 自带猫布和属性 迷得妖兽们差点找不着北 短短半天时间 妖兽与魔族齐聚主城 宗主们面面相去 不清楚青传们又在搞什么了 秦范范指了指半空 示意他们看天色 雷云不知何时开始密布 这种雷劫一般只有圆阴气才有 而且这次雷劫与往日有所不同 这次是两片雷云 问剑宗宗主下意识训斥了一声 这是哪两个孩子的雷劫 他们就这么急吗 要在这种时候突破 这时候损失任何一个清传 可能都是要命的事情 秦范范若有所思到 看着倒不像是自然突破的 灵气再往一个地方聚集 这种情况只能是疯狂 往丹田内灌入灵气所导致的 摆明是强行突破的 问剑宗宗主更想不通了 在这种时候强行突破 他们图什么呢 不仅浪费时间 万一魔族破城的话 他们很容易走火入魔的 难道那两个清传的脑子都坏了 云恒发现叶翘丹田内的灵气 想突破圆阴气绰绰有余 但他却一直在压境界 原来对他而言圆阴气是个大坎 没有足够的雷劫帮助他根本无法突破 他想明白缘由后开口道 那两人是在送叶翘突破原因 看来叶翘准备借雷杰 把聚在一起的妖族魔族全部解决掉 云恒紧接着分析 渺渺是个担休 这种风险大的事情 应该不会让他掺和进来 这么看来 那应该是明玄和苏卓两人的雷杰无疑了 他的心情顿时五味杂陈 他记得在月清宗时 苏卓还一直有些看不起 当时身为那门弟子的叶翘 如今却能如此的信任对方 怎么想都有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当主城阵法破碎时 叶翘函和周行云带领着剑修齐齐动手 拦截住那群闯路的模组 他们也早就注意到了天色的不对劲 那明显是原因期的雷杰 叶翘函忍不住促了醋眉冷声道 叶翘那群人又在搞什么 这可不是能让他乱来的时候啊 魔族少主见现场的魔族们 全都被雷杰吓得爆头蹲在地上 他冷静且自信地开口安抚道 大家别怕雷杰方向是固定的 不会殃及到大家的 然后他紧接着下令道 等下杀入主城后 首先要找到那两个杜杰的青船 无论用什么法子都要打断他们杜杰 杜杰一旦被干预 与冷记肃杀的画面格格不入 云雀唇角微弯露出那张熟悉的面容娇笑道 好久不见了 各位老实说青船们 谁都不想在这个时候接他的话茬 但为了把他稳住顺便打探点消息 叶青涵不得不冷着脸站出去和他打招呼 冷冰冰的声音不像要酗酒 更像是要杀人的 云雀下意识地开始抱怨了起来 好久不见了 叶师兄自从离开了武宗后 他的日子就过得特别惨 魔族那里的环境比不上 他在月清宗住的一半 叶青涵神色淡淡地问他 当初为什么要背叛宗们 一个正道弟子竟然转头投奔魔族 自己从没见过如此无耻的操作 云雀当时怕换取灵根的事情败露 因此一直惶惶度日 他眼带殷切地看向叶青涵道 他当初是逼不得已啊 虽然他背叛了武宗 可从没说过要背叛叶师兄你啊 叶青涵听后面无表情淡淡吐出一句话 要这样的话那还不如背叛他呢 云雀文言脸上表情将了片刻 然后他表示如果叶师兄愿意原谅他的话 他可以考虑先休战 毕竟他们也曾有过愉快美好的过往 何必一定要落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叶青涵手腕一动 剑锋顺势划过凌冽的流光 他实在忍不住了 他的脸皮还是不够厚啊 没法再与他虚语尾一下去 他直言道还是打一场吧 别废话了 云雀见他在魔族面前 尽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 便冷笑一声道 那就如你所愿 说完他就回魔族大本营去了 叶青涵神色冷峻的下令不振 剑阵部下的岔麦间万千剑影掠空 连续几道剑阵落下 才看看没让主城被第一时间攻破 他实在想不通那两人为何要选择现在渡戒 不用想都知道这主意是叶翘出的 他只希望这次千万别翻车 魔妖两族可都兵临城下了 主城内还有修士没能安全撤离呢 来帮忙的剑修可不止叶家嫡系 还有周家的剑修 周一则听到叶青涵的命运 他立马听话的拔剑 长剑出窍后就见剑灵显现在所有人前面 叶青涵诧异的看了一眼这个周家嫡系 没想到对方竟有这种本事 他也不在墨迹 在他拔剑的刹内间 断水剑也划行了 周一则一直暗搓搓崇拜和周行云齐名的叶青涵 他看到断水剑划行 更是毫不掩饰眼里的崇拜道 真不愧是叶师兄 剑灵划行的速度如此之快 果然是剑到第一眼 这种熟悉的吹嘘话 让周行云不免想到楚行之 淡淡瞥了一眼他道 等战斗结束后 你可以和楚行之好好聊聊 如果说楚行之是叶青涵的真爱粉 那周一则就是脑残粉 周一则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屑表示 他知道楚行之 要不是当初周家不允许他加入问剑宗 现在能和叶师兄并肩作战的一定是他 区区楚行之 可笑可笑 叶青涵心想一个楚行之就已经很可怕了 大可不必再多一个 如果是因为剑灵化行的缘故 那么叶翘还有两个剑灵呢 真的都别再来崇拜他 被人提到的楚行之 此时正捂着被打伤的胸口 骂骂咧咧道 魔族吃屎长大的吗 原因期近那么多 一个少主身边竟有七个原因期保护 目中心拎着他 手里朝夕剑翻飞 猛地转身划出耀眼的光 先飞追上来的两个原因期 身后的魔族少主下令一定要拦住他们俩 听到原因期高手表示拦不住他们 然后他就让他们去杀主城里的修饰 谁知竟听到他们说进不去主城 魔族少主只能心中暗骂他们一声废物 魔族少主宁愿损失两个原因期高手 也要把两人的灵气消耗光 果然魔族都是群变态 直至两人灵气被耗空 朝夕剑剑剑灵出来替他们挡了下 他们才得以喘息 等灵气耗光后 楚行之捏了捏手道 咱们至少还有龙族的传承吗 无论是剑修还是龙族都是好战分子 就算没有灵气 只靠体术也能拦上一拦 苏卓和明选两人的原因期雷杰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是叶翘让他们强行度的 他就必须接住绝大部分的雷 免得毫无准备的两人被劈死 苏卓牙齿都在打战 原因期的雷杰根本不是金单七能比的 他哆哆嗦嗦地问 现在可以突破了吗 时间已经过半了 他担心主城都快被攻破了 叶翘被劈的也是五官扭曲 雷杰一遍遍洗刷着经脉 让他恨不得蜷缩在地打滚 吐了口黑烟有气无力的 他如果走了的话 剩下的雷就要他们自己抗 只要雷杰给力 他随时都能突破 苏卓和明玄双管旗下的雷杰 比其他清传度结实的都要猛 他能感觉到零根在飞快长大 迅速吸收着体内的雷杰流入体内 明玄颤抖着身体催促道 快去小师妹快去 再不去的话主城可都要没了 他们俩可是堂堂的清传弟子 一点雷杰而已肯定没问题 苏卓也在一旁催他快走 两人看上去状态都没什么大问题 叶翘也不想主动挨劈了 把腿就往主城的方向跑去救人 他看到剑影纷飞打斗的动静 很快就锁定了穆仲熙等人的位置 他脚下踩着飞剑 迅速赶到战场 入目便是一片狼藉 各种残骸 刺师兄和楚行之手里的剑 全部被收了起来 两人手上血淋淋的 全靠毅力撑着一口气 魔族少主看到他来后变道 就兵来了 没想到五个元英七都没拦住你啊 叶翘文言笑眯眯地和对方打着招呼 好久不见那魔族少主 五个元英七当然拦不住他了 那五个废物啊被情怀拦住了呀 目仲熙张了张嘴有气无力道 小师妹这里交给你了 楚行之扯出某弧度咬牙切齿道 叶翘打死他 至于为何敢让金丹巅峰的他去打死元英七 别问 问就是对他盲目的信任 他看着两人快虚脱了的样子 七个元英七全部被斩杀 知道两人已经很努力地在拦截了 就算那七个元英七高手活着也没事 反正天雷之下众生平等 叶翘先将丹药丢给两人 然后手握寒霜剑 浅蓝色剑灵画形挡在他面前 他淡淡开口道 你的命姑奶奶要了 魔族少主也勾纯笑了 掌握清传生死的滋味让他感到很是愉快 刚才两个元英七的生死都是由他掌控的 更不要说一个金丹七了 恩归玩闹归闹 浪浪从不跟人开玩笑 雷杰没来前叫他小甜甜 雷杰要来之后他就成病毒了 叶翘没想到他还挺自信的 他笑着任由丹田内快被撑爆的灵气疯狂涌入体内 然后神奇的一幕来了 他体内的金丹竟逐渐变成人的形态 最后还成为了一个小婴孩 他曾在藏书阁记载中了解过 在金丹过后都会有个小元英取代金丹睡在体内 也就是所谓的元英殿 换句话说 这就是他的本相婴儿了 魔族少主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天色变化 不知为何他的汉毛本能地竖了起来 他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开口问他 想要做什么 叶翘他轻风一踩笑着问 看上去你好像也很喜欢玩雷的样子 既然如此 今天姑奶奶就成全你 让你一次玩个够 他说完就紧握寒霜剑招招逼对方驳狗 魔族少主吃痛之际雷电慢开 打散眼前浅蓝色的剑铃 在寒霜剑冰层被打破的那一刻 叶翘就召唤出了不剑军 魔族少主见黑色剑影化形后 毁天灭地的压迫感袭来 霸道的魔器落在剑铃身上 最后竟然削米鱼无形了 他不敢置信地问不剑军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剑军露出灿烂的笑容声音拉长道 不孝子孙怎么和你太爷爷讲话的 真是太没有礼貌了 他当初可是魔尊的剑 区区一个魔族少主也配合他打 魔族少主发现 比起刚刚那个暴力罗利 这个剑铃更不好惹 既然知道打不过对方了 他便想也不想就往主城的方向跑去 叶翘望着他仓皇而逃的背影 不慌不忙地打开御剑 通知叶青寒等 主城里的每一个清传 都必须应付两个原音器高手 朱优谋光一鸣 落水间利落地斩断对方头颅 他紧接着立马吞下 丹药飞快止住身上流的血 宋寒生一个扶休 在没人保护的情况下只能自保 不仅如此他还要负责救人 他咽下口中的血腥气 紧紧盯着四散的扶指 他需要引人扶路将之前布下的阵法开启 一旁的断横刀眼疾手快扑过去 自爆法器帮他抵住 来自原音器的一击后 立马快速把人拖走 他的声音都在发抖道 宋寒生你可别死 你可是月清宗的首席弟子啊 断横刀捕捉到危险后 马上展开手中的攻击法器 合拢的花刀迅速变成莲花瓣 成功击退了围攻上来的魔祖 太吓人了 他一个气袖为什么要上来和剑袖打呀 暗暗抓住四散的扶路 准备点燃阵法的宋寒生 听到他不绝于耳的哀嚎声脑袋都大 用尽力气一把推开他 飞快掐绝脚下淡蓝色符印漫开 断横刀剑开引爆之前布下的阵法后 掀起了数十米远的爆炸 凡是靠近的魔族无疑信仪 均被各种杀阵所绞杀 不由心生感探阅清宗的杀阵 果然名不虚传 叶清涵看着身边 全部使劲浑身解数抵抗的清传们 再看了眼自己腹部那深可见骨的伤口 听对面的人问主成怎么样了 他选择据实已告 承虽没破但针拦不住 叶翘听后便果断地让他们别手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他来完成了 他提醒叶清涵看天色 直言他的原因期雷结来了 叶清涵反手挂断御剑 握紧断水展开一道白色弧度刀刃 打退眼前的魔族后 立马大声下令 走 大家都别手了 所有人都退到后面 这次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 周一则已经杀红眼了 他越战越勇 恨不得燃烧自己来得到偶像的认可 冷不丁被周行云一把揪住 他扭头神色茫然地问 你干嘛 周行云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到 逃命去 见修士们忙着撤离 魔族当机立断 准备一鼓作气大军压城 魔族少主高声下令道 进攻 进主城后直接屠城 云雀下意识觉得不太对 他试着阻拦了下 这天色给他一种莫名的熟悉和恐惧感 他不安地问魔族少主 那是谁的雷结 当听到是叶翘的雷结后 云雀整个人都被吓傻 他控制不住声音颤抖道 你说什么 那竟是叶翘的雷结 他的金丹雷结 就能将幽灵秘境给劈成两半了 他有心跟对方科普 让其不要去找死 可惜魔族少主哪里听得进去他的劝 他见魔族像打了鸡血一样准备攻城 难道看不出人家是在请军入瓮 而非是溃败撤退呢 站在主城高处的楚行之 看着乌泱泱前进的魔族有感而发道 以为他当初已经很傻逼了 没想到竟有人比他还傻逼 天边雷云翻勇 势必要将整个碧波城所笼罩 暗无天日的气氛 让几个宗主们不约而同分神 看向不远处的天边 秦范范摒摒弃名神道 那就是小翘的雷姐吗 问剑宗宗主声音淡淡地回 除了他恐怕没别人呢 那骇人的气势 仿佛下一秒就有银龙从雷云中 腾空直劈落下一半 谢初雪仰头望着天色笑眯眯的开口 快让大家见识一下天灵根的原因 七雷姐吧 小翘加油 代表天道 劈死他们吧 哇 好期待啊 秦范范被小师弟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一个机灵 狠狠地捶了他脑袋一拳后喝赤道 安静点谢初雪 别再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了 等所有人撤退到了安全的位置 不怕死的沐仲熙 还直接拿刘影师开路 嘴上还念念有词道 这里是避水城边界的主城池 看那人就是叶翘 没错他就是传闻中的叶浪了 叶翘热情地和站在主城高台上的青船们打招呼 结果他们却齐齐后退和他保持距离 他故作伤心道 雷姐没来前叫人家小甜甜 难道雷姐要来之后他就成病毒了 叶青寒不想听这些 就直截了当地问他 雷姐还需要酝酿多久 他雷姐酝酿的速度次次都比其他青船要快 可见天道是多么迫不及待想提他 他算计了一下大概的时间 忽然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后盲问 如果他不小心把主城附近的建筑全部轰停了 那不需要他赔钱的吧 叶青寒淡淡地恩了一声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关心钱的问题 长明宗是虐待他了吗 听到满意的答案后 叶翘头也不回地迅速往魔族群里扎了下去 瞬间七黑地雷云间似乎有银龙一跃而起 没入云层消失不见 他声音轻快到他来了 他也来了 与此同时 魔族少主看到主动送上门的他 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激动的大喊 他来了他来了 这介意是偏爱的女主 到底能不能顶得住天道的雷姐 头可断 血可流 闭格不能丢 他咬牙也得忍着呀 在夜窍俯冲下来的那一刻 空中雷电翻腾 但紫色雷电对准中央飞扑而下的他 快狠准地重重落下 被雷云笼罩之下的黑夜瞬间亮如白昼 魔族少主本身就是雷灵根 他对雷电没有畏惧心理 也觉得天雷不会误批 也就是这种失误的判断 造成了接下来让他意想不到的局面 见小师妹猝不及防地朝魔族冲去 目中西下意识就想去捞他 血于见状也傻了 这么仓促的吗 小师妹都不交代几句 安排安排的吗 就这么下去了 魔族见夜窍跳下来后 立马默契地围了上来 就见半空中的雷姐紧随他而至 雷姐所到之处几乎被炸开了一个巨坑 但凡近距离内的魔族全部无一性命 除却夜窍本人 还有雷灵根的魔族少主 在这一击毁灭性的天雷下 凡是靠他进的魔族全部消失了 在死亡的笼罩下 魔族瞬间溃不成军 魔族少主不得不下令撤退 这种混乱逃窜的情况 更容易被夜窍找到机会 他就像是那地雷一样 所到之处满是焦土 谢出雪一边看戏一边战斗 还不忘点评几句道 第二道雷姐怎么还不下来 小翘杜杰的速度还真是慢 尤其是看到四散逃窜的魔族 他心里就有种难以言说的数 秦泛泛预言又指道 杜杰恐怕是魔族在杜杰吧 魔族少主阴沉沉望着眼前 堪称天灾的场面 脸色铁金的怒吼 唇祸快撤退啊 还有那个该死的夜窍 他定要亲手杀了对方 守好四边阵法的扶修们 不约而同有了动作 翟臣打出扶印平静开口问 想退 现在还退得了吗 可爽死他了 两极反转的局面 让他莫名有种小人得知的快感 魔族不懂修真界修士的扶阵 云雀看出来后他声音急破道 那是四大扶阵之一的四方阵 想冲破这种困顿阵法 每个一盏茶时间破不开 宋寒生冷声下令 拦住他们 今天来此的魔族妖族一个都别想离开 沐仲西好奇地问宋寒生 是什么时候布下的四方阵 听到在明选两人去突破原因期时 宋寒生就带领扶修们提前布下了四方阵 他不得不佩服这群扶修们的脑子 他宁愿拎着剑直接上去干 四方阵开启后不止避水城 所有金光锁处之人都被笼罩其中 等夜窍的第二道天雷落下 被雷电波及到的魔族惨叫一声后 直接消散在天地间 断横刀剑撞咽了咽口水道 要不要这么夸张 他也是度过原因期雷姐的 可没有这么夸张的 寺妙言喃喃自语道 还有更夸张的呢 要知道雷姐是一下比一下强的 现在毕竟才第二下呀 无数魔族你推我几的疯狂逃命 原本被众心拱跃的雲雀 一下子变得孤立无缘情 他恨这群不动脑子的魔族 更恨闹出幺蛾子来的夜窍 夜窍想到这种名场面 雲雀必定会在 既然如此 他想要试试 传说中的世界意识偏爱的女主 到底能不能顶得住天道的雷姐 雲雀见他朝着自己而来 嘴里大叫着别过来 立马启动防御刑法器围绕在身边 他想冲向能庇护自己的男人 结果魔族少主跑得逼狗还快 谁都没料到 夜窍会直接拉着雲雀去挨着第三道雷姐 伴随着众人的惊呼声 雲雀凄烈的惨叫 差点将人耳膜贯穿 夜窍现如今就是看谁不爽 就拉谁一起挨披 沐仲西的天赋仅次于夜窍 雷姐硬生生劈了他整整三天 每一下都疼得他打滚 他见小师妹全程脸上不见痛苦的表情 便疑惑地问大师兄 难道小师妹不疼吗 周行云拎着剑帮小师妹挡下魔族的攻击 很有经验地告诉小师弟道 别看小师妹表面上毫无波澜 实际上已经疼得说不出话了 现在的夜窍全身都疼 但这会主城那么多修士看着 各种留影师掏出来对准他 头可断 血可流 逼格不能丢 他咬牙也得忍着呀 夜清寒拔剑冷声下令 走吧 下去帮他拦住魔族 修真界培养他们这么多年 不是让他们刚看着夜窍一个人应付这种场面的 云雀连滚带爬地躲在魔族少主身后 声音尖锐道 快拦住夜翘啊 他从没被天雷劈过 第一次被劈进是在夜翘的原因期雷杰上 他明显能感觉到境界出现下跌的情况 魔族少主也被劈掉半条小命 同是雷灵根 他的修为比夜翘高一个境界 结果他被劈得半死不活 人家还能活蹦乱跳 他咬牙切齿地回怼云雀 有本事自己拦去 接下来夜翘专门逮着云雀一起挨劈 事实证明气韵之女也怕雷杰 云雀一连被击中好几下后 修为立马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楚行之注意到 在第六道天雷落下后 第七道天雷紧接着下来了 他也忍不住担心道 这夜翘还能活吗 夜翘的雷杰恐怕没个三天结束不了 如果魔族想不出来相应的对策 接下来 等待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团灭 魔族的魔尊 还有妖族的妖皇被武宗的宗主给拖延住了 云雀怕再被抓去挨劈 也不想被魔族舍弃 他只能请鬼王前来帮忙 魔族少主听后也激动了 死死抓住他的胳膊道 有办法召唤他过来吗 那快召唤吧 云雀颤抖着指尖动用上了献祭的法子 他必须敢在第七道天雷落下前召唤出鬼王 不然别说魔族 他自己能不能活命都是问题 夜翘的注意力本来还在集结的雷电上 直到领域当中的小七再次迷迷糊糊地醒来 待他看到魔族那边云雀结印的动作后 他顿时明白原来云雀还和鬼王勾搭上 他突然觉得这件事有意思极了 既然不能一口气劈死女主 那就不停地给对方添堵吧 他要给对方一个专属惊喜 夜翘放开了一直压制着小七的束缚 既然人家这么虔诚地想召唤鬼王 他当然不会拦着 他就是如此人美心善的一个人 云雀瞥了一眼半空中即将到来的第七道雷结 愈发急切地召唤鬼王 许是他的信念感太强烈了 小七在领域当中哼哼了两声后 被强制性地召唤了出来 任谁被接二连三叫醒都会不高兴 更不要说性格本就阴晴不定的鬼物了 魔族少主见黑色浓雾漫开 眼里带着几分狂喜 看来这次召唤是成功的 那也就意味着眼前受制于人的局面会发生改变 黑色浓雾聚集 还不得对方现身 云雀便迫不及待地开口下令 杀了他 只要杀了夜翘 雷结就会消失 这场单方面的IP他是一点都不想忍受 魔族少主看着眼前的黑雾 莫名有种不安 他组织了下语言疑惑地问 是不是哪里不太对 鬼王的身材有这么矮小的吗 看黑雾化型的模样像是个小孩子 从领域当中出来的小七脸色极其阴郁 连续被吵醒好几次 罪魁祸首就在眼前 现在竟还敢命令他去杀了主人 他从没听过如此不知死活的发言 夜翘靠近他们勾了勾唇脚笑问 悠悠 没想到吧 召唤出来的鬼王竟换人了 云雀死死看着那个小鬼 声音猛地尖锐问 怎么是他 为什么是他 这不是夜翘的那个小孩吗 自己召唤的可是鬼王啊 他出来干嘛 好不容易清醒的小七 终于想起来了他们是谁 眸光直勾勾地看着魔族少主 魔族少主想起昔日 被这小鬼穿透胸膛那一幕 直接一把狠狠抓住云雀的衣领 不可置信的大吼 召唤半天的鬼王 结果给大家召唤出来了夜翘的小鬼 小七本来就是杀起没有善恶观念 看夜翘没有阻挠自己的意思 毫不犹豫地就对着魔族少主出手了 毕竟魔族里面他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少主 这一幕把清传们也看得瞠目结舌 目中西忙问道这是什么情况 召唤半天竟召唤出来了小七 害他们严阵以待 亏他们还以为 魔族要动用什么底牌呢 结果搞半天 放的大招就是把小七召唤出来 然后手起刀落杀了自己人 血鱼低声感慨一句道 还得是魔族会玩啊 对说墙中自有墙中手 但同等境界下他无敌 牛逼了他的翘 真不愧是他家带人飞起的浪浪 叶翘的第七道雷杰 无差别地击中了四方阵内所有的生命 确切地讲出了魔族和妖族 也包括清传们 断横道暗骂了一声 几乎将所有压箱底防御型的法器 抛了出来保密 果然是众生平等啊 即便他们的位置靠得远 也不影响杀疯了的雷杰四处批啊 叶翘操控把剑换成了金红剑 他是一把雷属性零剑 用他肚截起码不会被天雷批的嗷嗷直叫 他趁着空隙直接扑到云雀身上 来要互相伤害啊 他不好过女主也别想好过 这一记下来 起码要把对方批回金丹初七 云雀再次被压制的动弹不得 惨叫着陪叶翘一起挨批 他都要疯了 他实在想不明白这又不是他的雷姐 天雷凭什么屁态 魔族这边心态全部崩没了 别说去就云雀了 他们一个个都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 说好的帮手变成了叶翘契约的小鬼 现在少主还不知道被那小鬼拽到什么地方去了 魔尊建在叶翘的天雷之下 数以万计的魔族和妖族倒地不起 更有甚者被劈的连渣都没剩下 他就提议妖皇用分身下去杀了叶翘 只有杀了他所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妖皇看着底下一种恐怖速度快速消失的妖族 他狠下心来割开了一道神石 利用分身去解决叶翘那个大麻烦 谢初雪也没想到这群孩子竟然能将妖皇逼到这种地步 分身相当于分走了本尊十分之一的实力 如果分身死亡 对本体造成的影响可是很大的 情犯犯见妖皇的分身下去了 忙不确定地问一旁的小师弟 孩子们没问题吧 能搞定的吧 谢初雪也不敢打包票 再怎么说人家实力摆在那里 毕竟是妖皇的分身了 叶翘察觉到了有东西在靠近 虽并不知道来的是什么 但给人的感觉很不小 血雨听到有人在靠近 立马将戒子袋内的山河图抛了出去 山河图杀伤力虽然不强 但却是个拦截对手的好东西 提前用来探查对方在合适不过 山河图展开的那一刻 血雨可以从画面当中 看到拦截目标的模样 他认真观察山河图中的画面 然后默默地合上了他 见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楚行之着急地问 到底怎么了 难道对方很强 血雨想了半想才到 对方确实很强 已经具有人的形态 是妖皇级别的 而且模样很丑 他一般不会贬低人的长相 除非实在忍不住 叶翘被劈得浑身疼 听到这番话后 他立马来了精神 利落地站起身 义正言辞地指责血雨 三师兄怎么能歧视别人的样貌 常明宗绝对没有样貌歧视的 血雨见小师妹说着 冠冕堂皇的话 便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亲自去挥挥对方 叶翘一点不带犹豫地 接过山河图 神师往里面探了进去 他才发现妖皇和魔尊 那次一样只是道分身降临 不用想都知道是冲他来的 待看清对方模样后 他也沉默了 血雨关心地问他怎么样了 叶翘这才彻底惊醒 颁将山河图和尚 他连声大喊了好几次好丑 等三师兄把山河图和尚 叶翘才真正意义上松了口气 他其实并不是严控 可能是青传们普遍颜值高 导致他第一时间没能控制住 这种堪称人间真实的匪 他告诉其他人 血雨真的没有半点夸大 据说修为越高的妖族 长得越不堪入目 只是看一眼就让人感到了 强烈的不适感 这种恶心感隔着山河图都能透出来 听得一清二楚的妖皇冷笑道 你真的很敢说呀 长明宗的叶翘 本皇记住你了 听到妖皇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叶翘战术性的后撤几步 望着浑身散发着沙翼的妖皇 他不动声色地钻紧金红剑 一脸诚恳道 谁叫他没什么其他优点 就是很诚实呢 目中西注视着这个从天而降的妖皇 觉得这会有点装得过头了 估计很快会被打脸 果不其然 没意会半空中一道雷狠狠落下 将装逼未遂的妖皇从半空中劈了下来 叶翘传音给一旁的青传们 等会动手的时候 他可以带走妖皇 其他的就要靠他们自己解决了 听到他的话 叶青涵偏头冷静建议他 妖皇实力太强了 还是等宗主们来了再说吧 叶翘笑着道 大家别担心了 他还有底牌没拿出来 塔铃和领域 这两个东西他一个都还没用呢 目中西一听小师妹要独自面对妖皇 还决定要带走妖皇 他立马炸毛道 那样实在太危险了 而且雷杰还没结束了 万一打到一半雷杰劈下来了呢 叶翘一脸无所谓到 那就让他劈 只要妖皇敢靠近 他不介意让对方也跟着一期体验下 被雷杰劈的酸手 叶青涵倒是觉得叶翘不一定会输 那毕竟只是妖皇的一道分身而已 还有一点就是叶翘那个奇葩领域还没开呢 妖皇的气势以一种恐怖的速度上涨 在他的咆哮声中 连元英七十利的青传们都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朝碧波城俯冲而去 妖皇千算万算算漏了一点 叶翘可是有凤皇的主 赶在他冲到碧波城前 叶翘反手往上一抛 但金色塔便大后稳稳地压了下来 把战场上绝大部分的妖兽都给笼罩在内 祝优见到那熟悉的鬼王塔 突然就想明白了 为什么二师兄会被叶翘带出来 原来神秘失踪的鬼王塔竟是被他拿走了 时刻分神观察着战况的长老们 也被这突然浮现出来的塔惊到了 月清宗宗主云恒不确定地问 那是传说中的鬼王塔吗 赵长老这会儿想咆哮都找不到人 只能干看着半空中这一幕急得跳脚道 这群小兔崽子们 他们可真能藏啊 神秘失踪的鬼王塔在必拨持现行 指定和清传们脱不开关系 在塔被丢出来的瞬间 塔玲感应到什么后 吓得尖叫一声问 叶翘 你把什么东西关进来了 叶翘找了的安全的位置躲好后 深吸了口气回答道 妖皇本体实力暂且不详 但至少两个宗主才能把他拦住 你别急丢进来的只是到妖皇分身而已 叶翘不等塔玲说话继续道 还记得规则吗 他还没定呢 那么现在他要制定规则了 第一条规则 所有进入塔妹的修为都压制到原因期 塔玲听他这么说后 也稍稍冷静了点下来 然后又开始担心道 就算这样的话 在塔妹他还是会被压制 叶翘起身闪躲开妖王的攻击 准备利用熟知的地形拖延住妖皇的时间 他一边跑一边回答道 压制什么 他现在也是原因修饰了 虽说强中自有强中手 但同等境界下他是无敌的存在 塔玲也别无选择只能认命道 如你所愿 但你得速度快一点 妖皇如果要冲破禁止 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一人一妖皇消失的那一瞬间 谢初雪被秦范范踹下来帮忙 他显然来晚了一步 战场几乎被青船们所清空 唯独不见妖皇分身的深意 他忙问青船们妖皇呢 紧张的手心里直冒冷汗的薛鱼结结巴巴道 妖皇被小师妹甩出的金色塔给强行带走了 谢初雪发现他还是低估了叶翘 在所有人的潜意识里 这些清传中叶清寒才是最强的 结果好家伙 叶翘现在都能直接和妖皇一换衣了吗 此时的叶翘和妖皇 已经转战到他的万物生领域当中 妖皇正被接连不断冒出来的 流火与藤万岛抓狂 这到底是个什么鬼领域 叶翘试探性的捅了他意见 发现他全然不被影响后 立马失去的收剑头 不好意思 刚刚只是开个玩笑 大家都是好朋友 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有塔林帮忙压制妖皇的修为 还有领域的辅助 妖皇没办法靠近叶翘 反而被他压着打 对于妖皇嘲讽领域杀伤利弱 他表示无所谓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 第四个颜色结束的领域 对于妖皇说他的领域 是适合长眠的好地方 他表示万分赞同 他也没看过领域 最后一个颜色结束后的变化 他一直很想看看 所谓的抹杀到底长什么样 他兴奋地说道 尊敬的妖皇 请让他看看领域 第四个颜色后的威力吧 说完他就一眼不眨地 盯着领域的变化 妖皇惊恐地争大意 他发现自己在消散 化成一点点光芒 散在领域当中 植物们开始疯狂地吞噬着 他消散后的光 那道分身被抹杀掉后 原本和宗主们对峙的妖皇 立马受到了反噬 整个人吐出一口血 谢初雪捕捉到妖皇神石的动荡 他骤然站直身子道 结束了 大家都闪开 谢初雪在确保叶翘 没什么意外后才收回神石 玄机勾纯兴高采烈地宣布 和妖皇一换一后还是赢了 牛逼了他的翘 真不愧是他家带人飞起的浪浪 英雄使人进步 果然是有道理的 叶翘抱着小塔从领域中出来 就冷不丁听到小师叔说的那句 牛逼了我的翘 他面不改色地收下了小师叔 发自内心的夸赞 然后才淡定地问 师父他们那边解决了吗 细心的薛鱼一眼就看出了小师妹的不是 他贴心地塞给了小师妹一颗 上瓶补神的丹药 谢出血摸了摸下巴开心道 本来是要僵持很久的 但现在不太一样了 妖皇分身背回本尊 必会受到反噬 五宗宗主们肯定会抓住这个破绽 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 没过多久 一道强大的灵气 毫无征兆的对准叶翘等人袭来 谢出血徒的笑容一脸 手中的俘虏射出 化成无形的墙壁 挡住了这次的攻击 待危机解除后他挥了挥手 像是迫不及待 想甩掉这群青传一样的 既然事情都处理完了 那么就打到回府哥找个踪吧 魔族和妖族就是不讲究 临走还要来乍上一波 慕仲熙好奇地问小师叔 妖皇怎么跑了 他不管云雀了 谢出血难得好心情就给他解释了 分身被毁神识相当于也缺失了一小块 长时间不补全神识的话 他可能会变成傻子 这会儿哪有时间关心儿女情长那点事 化身为好奇宝宝的慕仲熙 又开始问小师妹了 你怎么做到毁掉妖皇分身的 即使是分身那毕竟也是妖皇啊 小师妹怎么越来越牛了 让他们都望尘莫及了 叶翘表示确切讲的话 妖皇不是他杀的 他的领域略微有些特殊 并不是一击毙命 但如果拖延时间够久的话 可以达到抹杀的结果 楚行之听后也乐了 妖皇一开始装得跟什么似的 阵仗搞那么吓人 结果到头来竟被叶翘的领域给抹杀掉 临走之前还恼羞成怒对他们出手 也真够丢脸的 叶翘觉得可能反派 都掌握了一套特殊的装逼技巧 杀人不留恒 爆炸不回头 能不能引领说 重点是要帅 血鱼听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他不得不提醒小师妹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的雷结可还没结束呢 元英七雷结天赋高的 基本都是三天三夜 三人度元英七雷结 宁玄和苏卓的雷结倒是落个不停 看着半天迟迟不落下的天雷 叶翘凝视着天空 忍不住出言挑衅 还不落吗 再不落 猴子都快进化成人类了 天雷成的是天道意志 但在小七杀了魔族少主后 雷结酝酿的速度就变慢 望着半空中隐隐约约半路不路的金光 他心想天道到底在犹豫什么呢 司妙言拿到过一次天道祝福 对这种意向有几分了解 他看了一眼叶翘然后问 这东西不是你最熟悉的吗 叶翘文言大胆猜测到 天道祝福吗 这是要给谁啊 肯定不是给他的 他的雷结都还没结束吗 现场杜结的只有苏卓和明玄两人 天道现在这么大方的吗 不可能吧 沐仲熙遥望着那两道欲落不落的天道祝福 他觉得那两个应该是顺带的 所以天道还在纠结要不要给 但他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为什么明玄每次都能精准蹭到 周行云开口安慰他 明玄破镜速度最慢 和小师妹境界同等 虽然这次他蹭不到 但下次还是有机会的 周行云不明白他都好言安慰小师弟 怎么他看上去更郁闷了 薛瑜倒是能理解小师弟的心情 他扬了扬眉道 明玄蹭就蹭了毕竟是自家人 月轻松的苏卓凭什么来蹭 谢初雪打断这群小鬼们 喋喋不休地抱怨道 他们俩可也是功臣了 明玄那小兔崽子的运气 看样子是真挺不错的 两次天道祝福都被他给蹭到 天道把两道祝福给了苏卓和明玄后 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夜桥身上 四周一阵电闪雷鸣 碧波城彻底沦为杜结场了 城墙地面被批得七零八落 谢初雪建议他们去找找 有没有落网之余 找到的话清理掉 虽然需要浪费点时间 但交给他们再合适不过了 他试图用人格魅力 鼓励这群小崽子们抛头颅撒热血 可惜周行云面无表情的低头 在那里装聋 记忆中最勤奋的 叶清涵说太开心了 所以低下了头 宋寒生表示他通过低头 来掩饰内心的自卑 谢初雪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 明玄和苏卓一瘸一管回来的时候 他看到血雨后眼睛都亮了 上来就扒了戒子带问有丹药吗 最好是那种吃了能止疼的 这么疼死他了 整整三天的雷杰 血雨扒了了两下翻出来了个瓷瓶 一整瓶丢给他道 天品疗伤的丹药 只能稳定境界 止疼的没有 雷杰披下来的疼痛渗入骨髓和体内 哪里是丹药能止住的 明玄接过瓷瓶真情实义地夸赞了对方一声牛逼 这么多天品丹药啊 他神神秘秘地问 难道你也去打劫薛家宝库了 他倒好把上面摆着的丹药 全给顺手牵羊拿走了 被捆着的云雀 想趁着叶翘在杜杰利用法器逃跑 结果被几个剑林看得死死 跑都没机会跑 他只能厚着脸皮去求那些认识的青传们 他猛地朝叶青涵扑了过去道 叶师兄救救他吧 他愿意被问剑宗处置 带他离开吧 他觉得落在问剑宗手里 总比落在长明宗手里要强 叶青涵语气淡淡倒 那是宗主们的事情 言下之意便是他无权插手 苏卓面对云雀恳求的目光 垂下了眼不作声 他想到了那道天道祝福 他也不傻知道这次天道奖励的到底是谁 可以说他是白占了长明宗的便宜 昔如死灰的云雀崩溃的大声叫喊 在这个天赋至上的修真界 他想变强有什么错 在武宗天赋不够 就像是不配活下来一样 他这样做有什么错 淼淼被他发疯的样子吓了一跳 劝他不如先冷静点 叶翘当初灵根比他还差吧 平平无奇的中品灵根 现在不也靠努力成功了吗 云雀听后情绪更激动了 被叶翘拉着IP的阴影再度蒙上心头 他怒吼道 人家是天灵根 当然不需要担心会不会被赶出去 明玄直接一张符绿贴他身上道 别听他废话 这个叛徒要交给月清宗处置吗 处刑之手里的剑一收嘟囔了起来 交给月清宗 那不行 月清宗的处理能力 让人很担忧啊 问剑宗宗主一回来 就见清传们在那里嘀嘀咕咕的 就让他们去清理漏网之鱼 穆仲西文言摆了白手道 不是还有剑林吗 反正只是清理谁去不一样 剑林还不会感到疲惫呢 情犯犯来的时候 刚好听到他这番言论没好气道 剑林不是来帮你们善后的 不要把什么事都丢给剑林 穆仲西立马反驳道 不是吧师父 他们刚救了这里的人类 现在又要去打扫战场 那群修是吃白饭的吗 不想打扫战场的清传们 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 灵剑们之间也是有鄙视链的 在相性不合的情况下 也特容易打架 不剑军就和飞仙剑对上了 一白一黑打得不可开交 断辰觉得不可以这么对女孩子 便想过去帮飞仙 他不插手还好 一插手朝夕顿时兴奋地问 断辰你很强吗 那不如来打一场吧 随后腾空拦截住断辰的去路 断水和寒霜不知为何也对上了 血雨被眼前的发展给惊呆了 他忙问小师叔 都打起来了 要拦吗 谢出雪一向看热闹不全是大 他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道 打呗 正好看看这群剑林各自的本事 楚行之阴阳怪气道 长明宗放这么多剑林出来 倒是豪混得很 目中兮不客气地回对 毕竟长明宗有四个剑林 问剑宗嘛 懂得自然懂 问剑宗迄今为止 也就叶清寒的剑能做到化形 楚行之直接被捅心窝了 想嘲讽回去 一时间又不知道该怎么嘲讽 周易泽眼睛睁大了一拳 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热闹的场面 说话都有些磕瓣了 打起来了 原来清传们私底下都是这样相处的 一言不合就让彼此剑林互相打一架 明宣大声吆喝了起来 来来来 吓住了吓住了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 六个剑林乱斗 大家准备压谁 一块临时起步 吓住了吓住了他压断尘和不剑军 思妙言语带微笑问 你们戒子带除了正经东西不带 其他什么都装饰吗 他压寒霜剑营 毕竟是在场唯一的女剑林 楚行之毫不犹豫地丢了两块零石 压断水银 他表示不瞎的都能看出来 断水才是最强的 明宣挑了挑没道 让他等着 看断尘接下来削不削他 人的悲喜并不相通 叶翘只觉得他们好吵 他顺势将金红剑抛至半空 他是所有零剑当中唯一的雷袭 他顺手借天雷淬炼金红剑的剑身 成风中剑状低声感叹 叶翘可真是什么资源都想利用一下 这孩子抠抠嗦嗦的精神还真挺值得敬佩 秦泛泛弯了他两眼 心想财大气粗的成风中 当然不懂他们长明宗的苦 能够将资源都利用上 他们修真界就缺这种人才 贫穷使人进步 果然是有道理的 碧水宗宗主开始反思了起来 他觉得是不是对青传们太大方 导致其他青传没有叶翘的脑子赚得快 秦泛泛想了想后建议到 以后谁敢违反门规 就扣他们的零石 反正常明宗没有零石 青传们也将门规当空气 这个建议他提得纯属 站着说话不要疼 问建宗宗主觉得言之有理 点头表示赞成 堪称一举两得 并不知道零石已经被私自扣下的青传们 正在热火朝天的下准 其中断尘和断水的呼声最高 薛玉同情地看了一眼 还在努力挨批的小师妹 最终不见均以他的形态多变 偷袭手段层出不穷 阴险下作且不要脸祸上 听他说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都是跟历代魔尊们学的 几个宗主都面面相去 秦泛泛转头望向弟子问 那个黑色棍子还有这种癌历 薛玉心虚地低头道 大家都以为您是早就知道的 秦泛泛心想他知道的毛线了 这也没人告诉过他呀 叶翘那个黑棍子 竟然是历代魔尊的配件了 根虚是人家的事情 自信是他们应得的 成宗宗宗主开口提出了疑问 魔尊的剑为什么会到叶翘的手里 他倒不是怀疑什么 而是纯粹的好奇 薛玉耸了耸肩 表示关于这个他也不清楚 一旁的穆仲熙激动了 他知道经过呀 立马把当初和小师妹 宋寒生还有断横刀四人 一起困在妖兽肚子里 最后小师妹得到了夺损的事情 巴拉巴拉的全都说了出来 秦泛泛觉得脑子有点不太够用了 他们四个在一个妖兽肚子里待过 难怪大笔石小翘时不时提起这事 他还以为他们有什么不得了的情谊 和这特么是真在一起待过呀 听人问起宋寒生是怎么回事 穆仲熙就得意道 他当时见北 非要招惹妖兽来攻击他们 后面自食其果呗 其实那时候他们蛮像四胞胎的 说完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老实说 他现在特别像是个傻子 周行云嫌他太丢人了 一只手死死捂住他的嘴 强制性让他闭嘴 四个青船被妖兽吞进肚子里面 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吗 明璇意味深长道 原来是四胞胎啊 宋寒生断横刀 这么多年在月清宗和成风宗卧底 委屈你们了 要不考虑一下回归长明宗卫 对于他这阴阳怪气的调侃 宋寒生和断横刀两人都懒得理会 断横刀表示 如果早知道那是魔尊的剑 他也会去拿的 但那时候 这个棍子实在是有点诡异 夜翘三天的雷杰差不多快要结束了 他一直警惕着空中的雷杰 直到冷不丁被非仙剑撞得满怀 才注意到他的不对劲 他想丢开非仙剑 怕非仙剑扛不住雷杰 问剑宗宗主却给他传音 让他握紧非仙剑 虽不理解 但他下意识一眼照做 在最后一道雷杰降下的瞬间 他赶紧将非仙剑揽在怀里 免得这个剑铃直接被雷杰劈散 一旁观看的沐仲熙兴奋地大喊起来 快看快看 小师妹在发光 这会儿半跪在地上的夜翘 整个人快被光裹成一团了 怀里散发着盈盈光点格外明亮耀眼 明玄拿扇子挡了下刺眼的光芒道 笨蛋 那是非仙剑在发光 小师妹发哪门子的光啊 耳畔传来了问剑宗宗主清晰沉稳的话 非仙剑有着欲强则强之称 剑主突破境界后 他也会随之变强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他的状态很不稳定 宋寒生眸光落到那团光运上 猜测他状态不稳定 或许是强行划行的后 楚行之忍不住低咒了声 喃喃自语道 得想个办法 刺激一下这个剑铃 他比谁都希望非仙剑能划行 不管怎么说 当时是因为要救他 非仙剑才强行划行的 谢出血一听就来精神了 想要刺激 那还不简单 他当即指着不远处的不见军道 非仙想暴打不见军吗 只有划行了才可以把他按在地上摩擦 他的话攻击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连其他人听了都有种 分分钟爆起给他一拳的冲动 更别提当事人非仙剑 他的温度变得更加灼热起来 看来这激励的效果很好啊 叶翘等到了天道祝福落下 还是没等到非仙剑划行 总还差一点 他沐浴在祝福当中 这次的祝福是剑法 睁开眼后就见祝福的光芒 与怀里非仙剑的光纠缠成一起 周一则满脸疑惑地问 那是什么剑灵 像是一团灼热的光 楚行之不知道抽的什么风 开始跟着瞎激动 抓着旁边的周一则安利道 快看快看 那是非仙剑了 叶翘的第三个剑灵 当初零剑榜第一剑 可是光属性零剑了 周一则差点被晃晕 他情不自禁地发出灵魂疑问 所以在大笔结束后 问剑宗剑窟就被叶翘一个人给打劫了 连着三把剑 他很难不怀疑问剑宗剑窟到底遭遇了什么 秦范范狠狠拍了拍额头 差点忘了天道祝福那一茬 天道祝福如果能把握住的话 不视为一次大机遇 一道祝福就足够非仙剑化形了 秒秒看着化形后的非仙剑 整个人都惊呆了 比起其他剑灵的实体 它更像是一抹团摸不到的光影 还是一碰集赛 毫无杀伤力的那种 真是好温柔的剑灵啊 谢初雪唇角扬起初起搜竹一岛 非仙要和他们再打一场吗 秦范范文言就准备撸起袖子 垂不靠谱的小诗第一顿 让他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喊杀了 教坏小孩子 叶翘文言也从地上站起来 拍了拍几乎破败的衣服 指责起小诗书的不靠谱来 说他只是想看热闹而已 谢初雪笑盈盈地回望他 表示这只是他身为长辈的诚恳建议 处刑之情不自禁地露出个灿烂笑容 觉得剑灵应该打不起来 非仙剑的性格看着就很温柔 单凭之前他强行画形帮叶翘就看得出来 这个剑灵性格极好 朱优看了他一眼淡淡出声道 那只能证明他对女孩子一无所知 叶翘本就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 之前的热闹他要杜劫没得看 现在机会来了 他看向之前打得不可开交的剑灵们 开始搞起事情来 他笑着道 非仙剑打爆他们 见非仙单挑两个剑灵后还能全身而退 问剑宗宗主微微站直精神抖擞的剑影 要打的话还是分组吧 这么多剑灵总要分出个大小往来 最后寒霜和断水被分到翼子 不剑军和朝夕翼子 非仙剑和好脾气的断成翼子 这个分组就很有意思 生怕这群剑灵们打不起来吗 因还是不剑军最阴 他提议先干掉非仙这个难缠的 然后大家就看到了四个打两个的内阴 两个牵制一个 一前一后的围攻 非仙和断成的行动完全被限制 一旁看戏的叶清涵也不能确定这次谁能赢了 毕竟每个剑灵拎出来都是极其特殊的存在 应该是一场很长的拉锯战 沐仲熙发现了重要的一点和大家分享 小师妹的剑灵都是群好战分子 即使是看起来最温柔的非仙剑也不例外 都说物似主人行 看来这话有道理啊 没多久各色剑灵爆发的剑气 混杂在强烈的白光下 这是直接开始混战了 叶翘张望了两眼一声感叹 好乱了 思索片刻后才开口 非仙确实不计仇啊 毕竟他有仇当场就爆了 住忧欲言又止 二师兄这是又准备粉一个了 二师兄粉人的时候是真的挺可怕的 他想了半天觉得还是随便吧 只要二师兄开心就好 不就粉个剑吗 多大点事 一场乱斗以所有剑灵不分 敌我的同归于境结束 吴建军立马来到叶翘身边委屈巴巴道 好疼啊 翘翘 刚才那一团光里面 他们都欺负弱小的他 实在太过分了 在他说完后 非仙的影子突然就变得愈发透明了 比起他这个嘴上所谓的疼 老实说非仙的状态显得更虚弱 吴建军就知道 那个该死的白连剑又在搞事情 非仙无声地嘲讽了回去 丑东西 叶翘是真看不懂两剑的眼神交流 就选择一个都不搭理 非仙剑弯着眼睛凑近叶翘 声音柔和道 很高兴认识你啊翘翘 吴建军和寒霜文言对视一眼 都开始找剑准备砍死这个壁齿了 叶翘看看这个 没人理会他这种无聊的问题 大家讨论的焦点都在魔族里面 竟有个月轻松清传 八大家嫡系都听令与叶翘 庆功宴将盛大举办 庆功宴的事情 秦范范一早就通知了他们 让他们到时候准时参加就行 据说邀请了不少世家嫡系和高层 除了叶翘是第一次参加 其他人倒是司空见惯 都兴致缺缺的 明选表示庆功宴什么的 都是必备流程没什么意思 因这次事件圆满的解决 想败入宗门的人数翻了一倍 导致长老们很重视 让他们好好准备一下到时候的发言 叶翘不敢真心地问 还要演讲吗 干嘛 难道还要给他们颁个讲什么呢 周行云看向小师妹倾咳了两声 不知道想到什么人笑道 毕波城的城主为了表示谢意 准备送给你一个牌匾 叶翘想象了一下那场面 可以预料到其他几宗到时候 笑得得有多大声了 幸亏他没什么羞耻心 他请教大师兄需要说 得此殊荣不胜荣幸之类的场面话吗 周行云立马纠正道 不对 是殊荣不负你 连向来稳妥的薛鱼都赞同地点头道 谦虚是人家的事情 自信是他们应得的 朋友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没文化不可怕 就怕没文化还出来瞎显办 明轩一想小师妹是头一次参加这种 武宗正儿八经的庆功宴 他就开始传授经验道 到那里就是全程吃吃喝喝 然后回对几句看不顺眼的清传和嫡系就好 薛鱼这次也点头肯定了对方的话 以前每每宴会都是互相攀比与嘲讽 他对小师妹道 也可以理解为八大家和武宗之间 一年一度的吹牛大会 秦泛泛说到做到 对这次的事情做了总结后 就给他们五人放了假 虽说是给放了假 但他们真想摆烂也是不可能的 长老们轮流上阵指点他们的不足之处 叶翘和穆仲熙这两小只最惨 真是天赋越高 承受的也越多呀 他们都想呐喊了 这份沉重的爱他们不需要了 段宇长老见他们竟能和自己打得有来有回的 他表示很满意 特别是叶翘的躲闪能力 和穆仲熙的抗奏能力 都得到了直线上升 在两人的盼望中 终于到了庆功宴那天 素来安静的长明宗也热闹起来 新船们被安排去当了吉祥物 连试图出去躲清静的周行云都被抓了过去 见问见宗叶清寒几人来了 五人立马上去和他们热情地握手 把他们吓了一大跳 以为五人又吃错药了 处行之无比诚恳地建议五人正常点 这个样子他们有点害怕 明权文言就不开心了 立马嫌弃地甩开手 他表示要不是长老们 让他们对大家态度友善一点 当他们愿意这样 穆仲熙也在那里咬文嚼字道 不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吗 朋友自远方来 虽远必诛 没文化不可怕 就怕没文化不自知 还出来瞎显摆 祝悠笑看了他一眼后回怼 那真是谢谢你 一大早上就要来诛了他们 他觉得跟抽风的人没什么好聊的 就不再多言直接进场 等到所有世家全部入场后 叶翘等人才得以解放进入宴会 找到了个偏僻的位置 五人借此往后一躲 观察着这次前来 庆功宴的世家嫡系和清传们 楚行之找了半天 都没看到叶翘他们的人影盲问 常明宗的人呢 朱优指了指最后面的位置道 他们在哪呢 叶青涵也是一脸压一刀 还以为他们会去前面出风头 真没想到他们这次竟会如此的低调 朱优一副了然的样子道 他们窜多走那么多嫡系本就不占领 这个时候出去当出头鸟 是生怕那群老东西不记恨他们吗 他们可精明得很呢 叶翘精准地将筷子戳进铃果后才开口的 如果想知道答案那只能去找云雀了 但他又被小师叔带走了 明玄接话道 小师叔但凡靠得住 母猪都能上述 就他那神神秘密的作风 谁能从他嘴里套出话来 周行云表示事情没那么简单 妖族绝对不可能因为所谓的儿女情长 而选择和修士开战 除非妖皇师兴风 但看他那状态明显是正常的 血雨垂眸低声问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在哪里 修士地界到底有什么值得他们觊觎的呢 叶翘开始回忆起所谓的小说剧情 小说讲得太笼统了 没提过这事 妖族或许想找什么东西 他们之前对修士的地盘可从来没有任何兴趣的 穆仲熙做了最后的总结 妖族不是要找什么东西 就是想搞点什么事情 明玄表示他们分析了半天 不是分析了个寂寞吗 说完他就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 开始叹气了 庆功宴上没人知道 长老们在和八大家家主争执些什么 直至躲在角落里的叶翘突然被叶家主点灵 当他被质问八大家嫡系同时失踪一半的事情 是不是他做的时 他便笑盈盈地站直身子道 这个问题问得实在是好 但还真不是他做的 叶家主明显不相信他的话激动地反问 不是他还能是谁 难道还能是叶家自己人做的吗 长明宗今年拿了大笔第一后 真是愈发的无法无天了 见他还想继续长篇大论地指责下去 叶清涵就站起来承认那是自己做的 场面顿时一静 叶家主愕然地看着这一 清涵有些话不能胡说 这次事情和你无关就不要掺和 叶清涵明显没听懂他的暗示 他一脸正直地表示就是因为和他有关 他才实话实说的 不然他也懒得掺和这事情 他的回话把叶家主噎个半死 叶家主不想和自家嫡系争论这种事 他只能转移话题道 就算叶家人是你带走的 那么其他几个世家总归和长明宗脱不开关系 宋寒生看了叶清涵一眼后 他也站起来大方地承认 宋家人是他带走的 请客间两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叶翘挑了挑没心想 卧槽 没想到都是牛人了 敢正面和八大家这么刚的说话 真是厉害 明玄举手表示明家的人是他带出来的 周行云低头抽掉了剑鞘 断成两个撰客的小字便露了出来 他语气平淡地问 周家的人是他调走了 还有问题吗 薛瑜就顺势提出了解决办法 要不把他们全部关起来以示成见 正好大家在地牢里团聚 这时月清宗宗主站了出来提议道 要不就把他们都关禁地如何 关个半年 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在里面反思毁 问剑宗宗主进第一个出声反对 不行 还是少让他们进境地 这样对大家和境地都好 别再霍霍境地了 再好的境地 都架不住他们时不时进去溜一圈了 赵长老想到什么后当即改口道 既然如此可以把他们关进八大家的地牢里 叶家主既然要惩罚他们 那就没必要关在五宗的境地里 周家主听后立马跳出来表示 不行 他不同意把他们关进八大家的地牢里 这一次 八大家和五宗难得统一了战线 绝对不能再让他们把境地和地牢给霍霍没了 暴脾气的段玉长老冷笑一声问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们想要怎么样 他心知这事的最后结果只能是轻拿轻放 周家主耿着脖子辩驳道 只是妖族和魔族前来进犯而已 五宗都处理不好 最后还是这群清传嫡系们解决的 那是不是可以怀疑一下 五宗的处理能力了 楚行之忍无可忍地回嘴 你瞎了呀 那天毕波城的雷劫没看到吗 光光地往下砸 别说魔族妖族了 就算你们过去也一样 也得被批得连爹妈都不认识 问剑宗宗主冷冷提醒了他一句 楚行之闭嘴 周家主不音不扬地来了句 问剑宗的吗 贵宗向来以门规言苛为准 现在看来传闻有待证实 目中西插了句嘴道 传闻听听就得了 你不会还真信了吧 这玩意又不可信 他们还说常明宗都是群老实人呢 周家主心想夜窍没来之前 你们不就是一群被人欺负的老实人吗 他恨恨地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 别仗着天赋就变目中无人 当时不知天高地厚 武宗的长老们都是互独子的 看着长老们一个骂八个的名场面 明璇突然感慨道 合着叫长老以前没骂他们 对他们已经是真爱了呀 见小师叔过来了 叶翘便好奇地问 云雀那边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杀应该是没杀 不然不会这么风平忘静的 云雀的身份也有些特殊 落水手里都棘手得很 谢初雪笑眯眯地走到他们下手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坐下 他恬不知耻地混入了青船队伍中 他表示已经把人关起来 血雨疑惑地问小师叔 不能直接杀掉吗 留着他像是个变数 还是很危险的那种 谢初雪宣布了个隔音阵 隔绝了那些人想偷听的机会 然后才无奈地开口 现在还不可以 他毕竟是气韵之女 等他的气韵逐渐流逝后 捏死他就简单了 血雨只能压下失望继续打探 妖族是想找什么东西吗 他们已经几百年都没踏足过修士的地界了 没道理会突然脑抽和魔族合作 听谢初雪说 或许可能这种不确定的话 真让人有些抓狂 叶翘就当他老人家是默认了 那么他们要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能透露一下吗 谢初雪本来不想告诉这群人的 想了下后还是决定给他们点暗示 并敢用留影实录他去卖钱 他同意了吗 分成和他商量了吗 谢初雪觉得眼前这五个祸 时而聪明的仅时而又笨得过分 现在又莫名的自信过头了 他只能透露的更多一点 明是他们今天还会有别的客人到场 听小师叔说 还有其他的客人 身为世家子的名权立马坐直了身子 心想能被这么多高层接待 那位客人的身份想必是极高的 忙问客人是哪一组的 谢初雪知道就算他现在不说 等会师兄也会过来通知他们的 所以他不介意地提前告诉他们 是龙族 凤凰一族都快绝后了 龙族依然还是一方霸主 周行云威亚地问 难道是传说中傲慢的龙族 叶翘坐了的类比问师兄们 龙族比宋寒生还看不起人吗 薛鱼沉思了下才道 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 他们虽没和龙族打过交道 但龙族傲慢的传说已深入人心 毕竟无风不起浪漫 谢初雪总结了一下道 没错就是龙 他们有来自上古灵兽一族神秘的味道 秦范范在庆功宴上 没见到小师弟的人影 结果这次竟然和小孩们挤一桌了 他将人给拎起来粗鲁地说道 神秘奶奶的腿 快滚去和八大家交涉 他深知只有无耻才能打败无耻 赵长老几人虽然不落下风 但只有谢初雪这种脸皮厚的 才能打败八大家那群无底线的老东西 秦范范扫了一眼叶翘五人 给他们布置了个任务 等龙族小太子来了后 让他们前去谈判 也正好顺便练一练他们那脆弱的小身板 叶翘明白事情既已定下 便在无更改的余地 就问师父万一遇到危险他们该怎么办 秦范范让他们带好预见 时刻保持联络 明璇不满的撇撇嘴 心想师父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小气 怎么不别点实际的东西 他直接反问道 真遇到了危险 难道你老人家还能从宗门飞到龙族 秦范范却一脸严肃地表示 虽然身体是去不了 但灵魂永远与他们同在 他干咳了两身后又倒 到时候会给他们提供指点的 叶翘从巨大的打击当中略略回神 言辞无比诚恳地告知秦范范 发现他很像是封建社会剥削农民的地主 恨不得将他们往死里压榨 秦范范总觉得听着不是什么好话 一脸迷茫地问他那话是什么意思 明璇立马狠上道地表示 小师妹那话是在夸他们 秦范范点了点头就往上手的位置走去 他还没坐到位子上就听到小师弟在开队 是对清传没有什么不满了 他们能赢就是本事 你们的无耻已经没法掩饰了 叶家主立马提出了质疑 所以是怎么赢的 那日的雷杰到底怎么回事 段宇长老早已经不耐烦了 他本来就不擅长打嘴仗 冷冷地拔剑道 雷杰还能是怎么回事 废话怎么这么多 再避避信不信直接笑你们 叶家主也是个实打实的剑修 当即也冷笑道 起码他们有权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据说当时还出现了消失不见的鬼王塔 这就有意思极了 碧水宗宗主也不耐烦道 这么想知道 当时起到作用的除了清传们 功劳最大的就是叶翘了 八大家非要懒这个功劳的话 那可真是老脸都不要了 谢初雪看他们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便抬手示意双方都别吵 他让他们去修真界论坛看看 有人在卖那天的刘颖石 原本正看戏的叶翘 文言打了个机灵跟弹簧式的站直了身体 这踏马谁录的 刘颖石这玩意儿 录谁谁射死 竟敢录他去卖钱 他同意了吗 分成和他商量了吗 见刘颖石中的画面被清晰地投影了出来 楚行之撇了撇嘴道 早就说过了 那天的雷杰很吓人的 碧波成那碗亮如白昼 每次的雷云都让人怀疑会死在雷杰当中 见那天的女修们大声叫嚷着 叶翘叶翘你最帅 大汉们不甘示弱地大喊着 爱你爱你宋寒生 宋寒生万万没想到射死的还有自己 差点被一口清酒呛死 楚行之站起来拍桌子大声问 凭什么宋寒生有这么多男修表白呀 难道他们不好看吗 叶翘凭的是实力 宋寒生凭什么呀 宋寒生闻言也挠了紧跟着拍案道 要是想要这表白 那就拿去送你了 楚行之想到那疯狂的场面 若无其事地做了回去 表示那倒也不必 他并不想要那么多男修 在那里大喊他的名字 女修们来喊他的名字 还能考虑考虑 叶家主的注意力 都在投影中的鬼王塔上 他不可思议地问五宗长老们 那一日鬼王塔消失 就是叶翘的手柄 别说他们猛了 连赵长老也不知道 小丫头是什么时候拿到的鬼王塔 但他反应极快道 小翘啊 原来那个大好人就是你啊 真是做好事不留名啊 叶翘听后想了想回应了句 还行吧还行吧 也就一般一般 赵长老也被他谦虚地画整了一页 怎么从这兔崽子嘴里吐露出来的话 听着更像是挑衅了 谢初雪突然大声道 哇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 拿走鬼王塔的叶翘啊 明璇也立马附和小师叔道 没错没错 他就是传说中的叶翘 两人默契地一唱一和 见小师叔冲他眨眼 叶翘瞬间领悟到对方的用意 忍不住感慨 没想到看上去不正经的小师叔 还挺会算计 原来人情还有这样的用处啊 碧水宗宗主发出意味不明的感叹 能在历练当中 让这么多世家欠下人情 也是挺厉害的 不过这小崽子的嘴也是真言实啊 叶翘在一片道谢声中 艰难地走了出来 怀里被那些热情的世家们 塞了不少的领 法器和丹药都有 都还挺实用的 待到他从人群里面出来后 沐仲西朝他招招手 示意他快过来听课 血鱼正在给他们普及尝识 龙族通常来讲居于水域当中 里面危险地方 有深渊之地龙侠等 既然是去谈合作成衣要给族 对龙族的小太子要尊敬一点 秦泛泛等庆功宴结束后 无比诚恳地对他们道 这次真不是要压榨他们 到时候会有一场宗门的团队比赛 哪宗实力最强 哪宗就负责保护龙族小太子 谢初雪马上接话道 月清宗那群扶修不足为据 碧水宗更没希望 成峰宗就两个剑修也同样排除 他们的对手就只有问剑宗 加油吧孩子们 看好你们 昏昏欲睡的叶俏反问道 人家五个剑修呢 他们怎么打呀 谢初雪摊摊手表示 那就是他们要思考的事情 他们不是都挺能搞骚操作的吗 加油 小师叔相信你们可以的 这心灵鸡汤是不要钱的给他们灌输啊 叶俏懒懒散散地晃晃手 事宜他知道 第三日清晨 所有清传们都被叫了出来迎接龙族太子 在他们以为会见到一条从天而降的巨龙时 却看到了一个年纪大概在十二三岁的小孩 剑只是个小孩 楚行之刻薄地吐槽了一句就这 他还想再说点什么 被长老们一眼刀子给邓老师了 明璇有些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小太子 偏头问旁边的薛宇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族吗 穆仲熹同样诧异地问 原来他是个人了 还以为他和肯德基一样是兽类呢 叶俏表示很难想象 他竟然真是个人 龙族小太子耳力敏感 目光直勾勾地看向那两个说话最难听的清传问 他们是谁 听到两人都来自长明宗 他便第一时间将长明宗从合作对象里给剔除掉 见清传们对龙族太子都不以为意 周行云冷不丁出声提醒众人 人家的修为是原音后期 楚行之文言目光一转问 真的吗 苏卓也插了句嘴道 就他吗 叶青涵肯定地点头道 是的 他的实力很强 叶俏听后不可置信地指了指自己问 确定是他需要他们的保护 血液用力地晃了晃小师妹 示意他打起精神来 告诉他重点不是这两 谁不想要和龙族交好呢 现在是关面族问题 在自家场地绝不能输给其他宗 赵长老在后山练剑场等清传们全到其后道 所有场地一旦损坏 十倍赔偿 应该没有哪个清传想留下来赔钱 对吧 龙族太子也留下来准备观看他们的比赛 目光落到问剑宗清传们的身上 他更看好这个宗门 比起之前那个奇奇怪怪的宗门 这个显得正常许多 秉着不懂就问 小太子看向正经人叶青涵问 他们是修真界最厉害的修士吗 叶青涵语气淡淡地回道 不是的 毕竟不管怎么看 问剑宗都比常明宗的靠谱 叶青涵点点头表示感谢 他已经开始分析起笛子的实力了 最后发现能和他们宗征一下护送任务 也就只有常明宗了 叶翘试一师兄们将脑袋凑过来 他随后低声说了几句 最后表示叶青涵交给他来搞定 穆仲熙想了想到 他来牵扯助楚行之 除了助优外 还有那两个剑修 配合起来很难搞的 都交给大师兄没问题吧 周行云疑惑地问 不是说他们的实力一般般吗 穆仲熙表示单打独斗确实挺一般的 但他们俩配合得极好 两人联手情况下能完成越境反杀 之前看过他们联手对付妖兽的场面 见他们神神秘秘地在商量着什么 叶青涵错了错没道 大家都小心点叶翘 尽量先解决掉他 助优疑惑地看向大师兄问 就这么讨厌他们 叶青涵表示自己只是从客观角度分析 他很麻烦 不过常明宗有个单修 在这一点上他们就占优势了 对话都被在场修为高地听得一清二楚 段玉笑道 这几个兔崽子 商量半天合着这么不将单修放眼里 看来这次比赛有意思了 这次比试的规则是 剑铃不得出 领域不许开 公平对局 叶青涵看了叶翘一眼后冷冷开口 他一般是不会输的 叶翘勾勾唇漫不惊心道 他一般也不吹牛 在他说出去的时候 一般就已经赢了 莫了还用恶心巴拉的语气来了一句 叶青涵加油压 叶翘发现小太子很喜欢观察修士们的相处模式 便扭头和二师兄道了句 说起来说话时戴上一句鸭 会显得很友好 小太子愣了愣 默默记了下来 欺骗老实人 他就这么快乐吗 小师妹突然转头说 加上的鸭会显得友好 明玄对此感到莫名其妙 心想他这句话是认真的吗 还是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算了想不通就不想了 到最后由于其他三宗选择弃权 龙太子也没想到长明宗 竟有实力能和问剑宗一较高下 他神色复杂地对叶翘五人道 没想到你们还有这等实力 沐仲西听后不悦地扭头纠正他 别一口一个你 他们是长明宗的 他们可是这次的大比第一呢 小太子想起了父王平日的教诲 让他不能与强者为敌 他又想起了刚刚叶翘说的话 为了表达友好 他点头表示他知道呀 明玄文言先是一愣 玄机差点笑趴在地上 他现在可算是明白 小师妹说那句话的用意了 真是想不明白 常明宗竟然将血鱼丢给了明玄保护 常明宗的做法 还真是永远出乎人们的预料 情怀理性地分析道 常明宗这次不占优势 周行云需要一打二 叶翘对上叶清寒 明玄还要拖着的丹修 也只有沐仲西的处境稍微好点 但他和楚行之也就是打个平手 谁都奈何不了谁 断横刀立马反驳他家大师兄 那可不一定哦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弃修和丹修的作用差不多 否认了丹修的作用 那不就等同于否认他们弃修吗 沈子薇摸了摸下巴表示 也不知道常明宗这次的策略是什么 反正他们挺会玩的 希望他们这次还能赢吧 最起码这个机会 不能平白让给问剑宗 宋涵生眉眼垂落思索了起来 把丹修丢给一个扶修保护 难道是在故意挑衅 这是他能想到的常明宗唯一的用影 就知道他们不恶心一下 对手便浑身难受 叶清寒手握断水剑 长剑一落拦住了叶翘声音冷淡道 他的对手是自己 问剑宗剩下的两人组也是很难对付 单论各自实力确实是很平平无奇 但在联手的情况下却能越解答 周行云一打二 也没法做到迅速决出胜负来 明宣一脸苦不堪言地走上台 看到对手是祝优他脸色就更不好 人家不仅实力不弱还冷漠果断 一上来就直接提剑打他要害 随着手里的防御符被落水剑接连砍落 明宣便抽空和薛宇短暂地交流了一番 他诚恳地开口道 你去死吧三师弟 放心吧二师兄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薛宇飞快地回了剧 真的谢谢你 刚开局就让他去死 但他还想挣扎一下 叶清涵真心很想赢 所以上来就没有留守 叶翘一开始就运用了预知系的传承 率先进行防御 剑气灌满手中的不剑军 黑色细丝将剑来的剑气格挡住了 剑决方面两宗队友特点 周行云用的才是最贴合长明宗祖师的剑仪 他的一剑清风明月 轻盈凛冽的剑气将两个剑修打至边缘位置 乘风宗宗主难得好奇地问 有点奇怪啊 长明宗祖师竟没有选择叶翘 这种情况也不知该说叶翘幸运还是不幸 连自家祖师爷的传承都拿不到 祝优并不将血玉放在眼里 只要最麻烦的明璇出局 叶翘这个被划分到剑修阵营的 并不被允许使用俘虏和阵法 那接下来的比赛就会好打许多 血玉左躲右闪规避着戳过来的长剑 长明宗别的不行 躲避技能点满 就见他轻采他轻锋身影飘渺 一连好几下都成功地避开了攻击 祝优见状就果断地转头对准明璇进行攻击 明璇折扇一盏在指尖微晃 转刻的咒印分别射了出去 攻击力强大的咒印四散将祝优打伤 祝优神色微宁静忘了还有咒印这事 这就是他厌恶复休的点 手段简直是层出不穷 他恰好剑绝白色剑影成形 做好一次性送两人一起上路的准备 目光四处乱飘的明璇突然大喊了一声 血玉动手 一个单修动什么手 难道是砸他们吗 祝优立马警惕起周围的动静 以免血玉会猝不及防冲上来砸自己脑袋几下 直到一直平静的神识传来尖锐的刺藤 他才意识到不对 但已经被俘虏劈头盖脸地砸了一脸 锐利的俘虏化为几道藤万猛的收紧缠住他的手 祝优手里的剑断的死死的 爆发出剧烈的光想要挣脱俘虏 等的就是他用剑绝长剑脱手的那一刻 待他意识到情况不对时 鸣玄已经愉快地爆竹落水箭了 祝优立马明白了长明宗这次分组的用意了 降低他们的警惕性 在抢走他们的本命间 他从戒子袋掏出久违的玄剑冷声道 你们死定了 段宇长老亚然道 刚刚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神识攻击 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了 谢珠雪笑了一声道 所以说千万别小瞧丹修嘛 无害的丹修 特别是原音七后的丹修们 神识可是具备极强攻击性的 叶翘一直处在被动防御的状态 叶青涵不准备给他太多操作的空间 将人逼至比赛台边缘 杀起四野 就在此时 鄙视台上冷不丁发生神识动荡 在问剑宗五人动作 齐齐被干扰的那一刻 叶翘当即一击打中叶青涵的腹 灵气灌入下压 清风觉第五式的速度太快 这道剑爵威力过猛 带动断水箭脱手 正和楚行之缠斗的穆仲熙 就见他踏清风一踩 借力踢中楚行之的胸口 一个侧扑就往断水箭的方向去 接着又是一个利落的踢腿后倒 小师妹快接住 叶翘抢到断水箭后 就顺势往低上一堵 一道剑光宛如雷霆霹雳 落下掀起刺眼的寒毛 他手腕一动 断水箭截停住那八道的剑起 失笑一声道 怎么 恼羞成怒了 见断水箭在叶翘的手中格外老实 楚行之的脸都黑了 可恶啊 区区断水箭竟然也敢背叛大师兄 那几个人商量了半天 竟然是打算抢他们的本命剑 龙族小太子表示学到了学到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 他赶紧将这个知识点记在脑子里 团战时要先抢敌人的剑 让敌人无剑可用 唯恐武宗名声在无端被害 问剑宗宗主淡淡解释 事实上武宗也只有长明宗是这样做 听楚行之骂他们无耻 慕重西朝他挑衅的一勾手道 哎呀 本命剑就在小爷手里 抢到就算您 他可得牵制住跟个疯狗一样 不管不顾的楚行之 两个传承相同境界也一样的清传 他们的正面较量 引起了不少长老的注意 两人全权不留情 听着都让人牙酸 小太子诧异 他们竟都得了龙族的传承 叶清涵一直防着叶翘 会对自己下狠手 谁知人家这次选择 和慕重西一起联手抢剑 看着腰间不知所踪的本命剑 他平生第一次生出想骂人的冲动 看着两人纷纷得手后 赶在珠优的剑光抵达之前 血雨火速地举手翻身下台道 认输了 走得内叫一个干脆利用 没了血雨拖后腿 明选脸唇笑道 来来来真当爷爷怕你不成吗 只见他踏青锋一蕴手握四张符路 丢下一道阵法符 带到祝优刚迈开一步 脚下又升起了杀阵 现在不止祝优在抓狂 叶清涵也同样身在被长明宗 反复荼毒的边缘 断水剑不仅被收走了 还被人收服了 这可把他刺激得不轻 他妈的叶翘给他死去 要不是叶翘躲避的 即使险些就被一剑穿心 他立马用断水剑 加上问剑宗的剑爵开始反击 还一脸无所谓地表示 只是觉得好用就顺手用了 看得底下人议论纷纷 都觉得他俩之间打的这一场全是恩怨 叶翘先抢叶清涵的剑 后拿他的剑打他 最后剑兮兮地给他演绎了一遍 问剑宗的剑爵 段宇长老赞赏道 演绎得还不错 连剑气都一分不差 他心想就是有点搞人心态 用人家的剑不仅打人家 还挑衅人家 估计也就他家小翘干得出来了 谢初雪观察着叶清涵的反应 知道小翘已经把人彻底惹毛了 其实和人对战时最好 还是要低调些的好 可小翘那家伙实在是太监了 但却深得他意 朱优想去帮大师兄 但被明玄困到了杀阵里面出不去 他冷声下令道 左翼 夏青 你们俩去帮大师兄 听到他的发话 正与周行云缠斗的两个剑修果断收剑 听到夏青问大师兄的剑去哪里了 楚行之愤愤地回道 被常明宗的土匪抢走了 目中细闻言立马反驳道 这只是战术而已 叶翘的剑就在他手里 有本事也去抢 他的话给予了问剑宗两人足够的灵感 他们对视一眼后 立马飞身去抢夺叶翘手里的剑 叶翘总算明白两人为什么敢和大师兄打了 原来是有底气的 赵长老也没见过两个剑 竟能一起用的这种情况 他很好奇这两个小家伙用的到底是什么剑 一旁的段宇长老给他解惑道 他们的零剑是一对的 一绿一黄应该是碧落剑和黄泉剑 怎么样 听上去牛逼吧 配合起来也是无解一样的存在 在双剑配合之下 叶翘都有些应接不暇了 难怪说两人单独拎出来实力平平 联手情况下却很是难产 哪怕叶翘会不止一种的剑法 也应对得十分吃力 问剑宗双人组 好不容易从叶翘那里抢下了不剑军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见他从戒子带拿出了掠影剑欠别的问 还有四把剑呢 需要一把把的抢吗 真没想到他竟能和叶青涵正面刚 之前只知道他又骚又忙 向来配合默契的问剑宗二人组 就因叶翘的一句话 开始争吵了起来 众人都不敢置信地看向他们 要知道他们俩一直都好得跟连体应而似的 下卿看着手里变成了 平平无奇棍子状的不剑军问 大师兄要用吗 叶青涵心想如果是个普通零剑 他也就顺手用 但那可是历代魔尊的剑 一般人还真不敢轻易去接触 他表示不需要 周行云突然开口道 先一起拿下在那里掐剑决的叶青涵 他当才也尝试着直接做掉对方 但人家用的那几个剑决套闻所未闻 应该是问剑宗祖师爷留下的传场 在台下看到这一幕的薛鱼 顿时感到脑壳痛 他顿时恨铁不成钢道 准确来讲都怪他们四个平时不听课 多听听课也就知道 该怎么快速将传承运用到实战当中了 沐仲西心想小师妹和他的传承 是拿到就能用的 但大师兄和二师兄的传承 则是需要时间去参悟的 大家回来三天时间不到就参悟了 他暗骂叶青涵真是变态 叶青涵顺手接过师弟递过来的碧落剑 剑林对天生剑骨服从性极高 剑光猛地往长明宗的方向一批 就见他稳稳站在那里 四周剑影围绕着他 成一种保护趋势 沐仲西和楚行之当即不再纠缠 互相踹了对方一脚后 便各自回到彼此阵营当中去了 看到无数剑影围绕着叶青涵内荫幕后 明玄桃花眼微睁 无疑地问朱优 那是什么呀 你们的新招数 叶青涵在搞什么幺蛾子 朱优淡淡一挑眉道 此道临头还是别问这么多的好 他的话音刚落就见阵法碎开 落水剑宛如水蛇一样 速度诡决地朝明玄攻去 明玄冷笑回队 说话这么狂 不知道的还以为问剑宗已经赢了呢 然后他就随手甩了一道巴掌扶给对方 就见朱优猛地朝自家二师兄的脸狠狠地拍了下去 可怜的楚行之冷不丁就挨了一个大嘴巴子 他整个人都被打猛逼了 为什么又打他 他又做错什么了吗 他一脸受伤地看向自家小师妹 朱优先是和二师兄说了一声抱歉 然后恨恨地去寻找明玄 该死的扶休给姑奶奶等着 谁知明玄早有准备 隐身符一贴整个人消失在众人面前 聪明的他自然去寻自家小师妹逼佑了 明玄一过来就见叶青涵 整个人被层层剑影所靠落 气势格外骇人 他目测这一剑起码有化神器的威力 他想到了个可以让他们死得有尊严些的阵法 沐仲西弱弱地开口道 其实能感觉得出来 叶青涵主要想打的人不是他们三个 而是他家的宝贝小师妹 他们只是顺带的 明玄赞同他的观点道 看出来了 人家主要是想杀了小师妹 人家急眼的原因 也和小师妹那剑嗖嗖的招惹脱不开关系 周行云突然出声问 小师妹的咒印能炸他吗 能用的话还是快点炸死他吧 炸不死他的话 自己就只能想办法 先将师弟师妹们丢下台去 叶翘呼出一口气 注视着眼前的场景 遗憾地摊手道 长老们不让用啊 而且就算是用了估计也炸不死 台上精神紧绷 台下同样气氛冷凝 段玉长老责怪 赵长老平日里没有多给青传们多步补课 他对自家青传有着迷之自信 他们肯定不会比叶青寒差 赵长老听他这么说 整个人脸色都阴了下来回怼 叶翘和穆仲熙就跟两个野人一样早出晚归 课堂永远来不齐人 让他怎么教 刑犯犯忙打员场道 先别抄抄不一定打不过 小翘的潜力有多少 在于对手的强弱 还没死到临头呢 没看到台上四个一个比一个淡定吗 叶青寒周围形成的剑气带着浓烈的杀意 打出来的气流能将人割伤 鸣玄嘟囔道 杀心这么重 怎么不去修杀路道了 周行云语气平静地提醒他 先别唠嗑了 结阵吧 还有他本来就是那种六亲不认的姓名 穆仲熙看的四周叙事待发的剑影忍不住扎舌 他是想一步登天 和祖事业肩并肩吗 叶翘选择和他正面刚 掠影剑顺着掌心一转 体内的小颜鹰将人暂时保护住 走出二十胸部下的阵法 手腕翻转间接连打散剑影 叶青寒抬手剑直指他问 就这么喜欢找死吗 密密麻麻的剑影形成一个偌大的巨型长剑 下压的那瞬间几乎把人呼吸全部拨斗 叶翘调整了下呼吸 略影剑一侧 哪怕到这个时候还不忘口嗨两句 找死的人不是你吗 他们一人踩在比赛台一边 说好的团队战争成了恩怨局 叶翘掐绝手势很快 几乎是与叶青寒的剑影同时成型 他选择先下手为强 不是想杀他吗 那就来啊对着一起砸剑绝 看看到时候谁先量 谢朱雪就喜欢看问剑宗吃饼 他语气很是欢快道 快看快看 小翘使出来的剑影比叶青寒的大 龙祖小太子也开口道 他感觉那气息有点熟悉 但肯定不是龙祖的 他绝对在哪里感觉到 他有些看不懂这个比赛情况了 就问叶青寒能赢吗 叶翘掌心一转形成圆弧炸开 脚下比赛台尽数裂开消失 成踪踪踪踪瞩了瞇眼 他还是看走眼了呀 他一直知道叶翘这个青船实力是很强的 但现在看来人家水平还在他的判断之上 明璇连忙甩了一道保护罩下去 将叶翘笼罩其中 凡是在比赛台上的青船们全被活满了 叶翘跃起时顺势给了叶青寒一剑 他的灵气被抽离了大板 想躲都躲不开 只能受了那一剑后 再次摔入废墟当中 朱优立马赶去他家大师兄身旁 见他都可出血了 慌乱将戒子袋中的丹药都倒出来 递给对方 叶翘从废墟当中艰难地爬出来 灰头土脸的他被呛地连咳了好几身后 悠悠地问了句 好玩吗 叶青寒不想理他 他现在浑身疼得要命 他一直绷着脸忍着 怕一开口就露现了 问剑宗宗主对他俩是一视同仁的呵斥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种剑爵是能随意用的吗 叶翘耸了耸肩表示 他们只是切磋着玩而已 只是他们的切磋中带了点个人恩怨 全程都在互相伤害 宋寒深望着被打崩他的比赛台感慨道 你们这些剑修啊 可真有意思 切磋一次就毁一次比赛台 这比赛台也是命运多舛 赵长老迫不及待冲出来指着青传门道 留下来 都留下来赔钱 尤其是你叶青寒 叶青寒脸色很不好看 但该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推行 他规规矩矩心里点头到了一声势 叶青寒的时序让赵长老的脸色缓了两分 他表示两个话神七剑局威力确实是大 但使用后灵气神石全部清空 他们也只能任人宰割了 台下的断横刀扎舌评价道 我知道他不仅骚还很忙 但没想到他竟还能和叶青寒正面刚 秦淮看着比赛台上的惨状 也无比庆幸上台鄙视的不是他们 他暗自提醒自己以后少惹叶青 不然下场就和叶青寒一样了 陪了夫人又折兵 叶青火速将身上沾染的灰土全部派干净 走到自己的队伍当中 天头笑眯眯问了一声 爽了吗师兄呢 沐仲西看着小师妹真情实义道 爽了 尤其是看到叶青寒吃瘪的样子 他爽翻天了 赵长老把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 两人打斗 叶翘的伤势这么轻 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吗 他不是剑修 毕竟隔行如隔山吗 一旁的段宇长老给他解了货 小翘那道剑诀打下来的那可 将叶青寒的剑诀一并吞噬掉 所以他所受的只是余波 况且明玄还给他套了个防御符 谢初雪表示他们两个人一个比一个自负 他看得清清楚楚 叶青寒是犹豪衡量过才出手的 小翘却是连考虑都没考虑 拎着掠影剑踩着踏轻风便动手了 秦范范先瞪了不会说话的小师弟一眼后才到 确切来讲他们是自信 事实证明他们都把握得很好 这场比试结果他很是满意 不仅赢了问剑宗 还赢了叶青寒 谢初雪还在纠结另一件事 他在小翘那个剑诀之下 感觉到了大道的气息 他一开始也不敢确定那个剑诀是谁传的 但龙太子的表现却让他有了几分猜想 问剑宗宗主觉得叶翘 能将自家祖师爷的剑诀抵消掉 他恐怕合得真的是天道意志 他不禁暗恨道 秦范范那老贼 到底从哪捡来的弟子 叶青寒被留下来打扫战场 作为他的迷弟 楚行之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来帮忙 他拿着扫帚抱怨个没完 搞什么 竟让尊贵的清传扫地 明璇拄着扫帚身子威胁懒懒散散道 凭什么不扫地 他们五个每次搞完事情都要自己收拾烂摊子 沐仲熙藏不住是扫地扫得心不在焉 他扭头问出了心中疑惑 小师妹那剑绝传承于谁啊 他太好奇了 在传承之地时 好像也没有别的传承给到过小师妹 明璇趁机踹了他一脚 大仇德报后才大发善心 告知这个傻白天道 真笨 就是天道祝福那一次 晋级后白送的祝福 苏卓都跟着蹭过一次 他已经蹭了两次了 叶翘拿着扫帚走到血鱼面前 有一搭没一搭扫着地面 顺道请教道 三师兄 要怎么做才能神识攻击呢 血鱼扫得很认真 一边扫地一边回答小师弟 先感受一下石海的宽度 神识攻击起来是全范围的 为了不伤害自己的同门 这就考验人对神识的控制力了 叶青涵正在认真地扫着地 他是第一次扫 这种体验前所未有 别说他了 周行云也是如此 两人看着一群人在唠嗑 钻井扫帚 对视一眼 他们同时一扬 刹那间尘土飞扬 唠嗑的众人纷纷跳了起来 叶翘打了个喷嚏 耳边就听到了大师兄 古板无波的声音 快过来扫地 聊天被阔中止 他一抬头就看到了 藏在甲山后面的小太子 他虽有些意外 但还是伸出手对其打了个招呼 小太子见被发现了 干脆光明正大走了出来 他忽略掉其他人 静止朝着他走过来道 你叫叶翘是吗 叶翘点了点头 想看看他要做什么 小太子盯着他片刻后才道 你刚才的那道剑橘 让他有种很熟悉的味道 竟然还有他的份吗 打木中吸一个还不够吗 叶翘被龙太子 突如其来的话说的一愣 他很是好奇地问 是什么气息啊 龙太子看着他隐晦的提示 就是那个散发着 淡金色光的气息 听对方那么说 叶翘就明白什么意思 便如是回答道 他传承的是天道意志 这大概是天道奖励的祝福吧 龙太子一会看看叶翘 一会看看叶青涵 此时的他内心无比的纠结 父皇让他来找大气运者合作 他本来都选好叶青涵了 哪成想半路上 突然冒出来了个叶翘 听到龙太子最终决定 让叶翘他们护送回南海 长明宗五人都有些不情愿 但不管是从宗门角度出发 还是从自己利益出发 他们这趟南海还是飞去不可的 楚行之对龙太子的决定 很是不理解 叶翘是赢了没错 可一开始小太子 明显就只对他家大师兄有好感 结果彼氏一结束 立马扭头找叶翘去 祝优听到二师兄的抱怨 忍不住翻白眼 他表示很显然 现在龙太子更喜欢叶翘 没有什么是比合了天道意志的清传 更能博得龙族好感的 确定了去南海谈判的人选 赵长老就给他们提供了地图和丹药 还有服录 以及一些能用得上的法器 血雨检查了一遍他们带的东西 发现就缺避水珠了 因为一般人用不到它 导致修真戒如今很少看到 那东西恐怕得去拍卖会 或是黑市场寻一寻 原本在打瞌睡的明显冷不丁来了 那玩意他加油 不过他想拿到避水珠 估计需要付出点代价 果不其然回家挨了一顿竹笋炒肉后 他带回了五颗避水珠 穆仲熙表示就算是有了避水珠 能在水下自由呼吸 但他还是真心讨厌下水 血雨整个人都是黏黏的 要知道即使是灵活 也无法在南海当中燃起 天巧他们终有三个火灵根修饰 听说他们拿到避水珠了 小太子就屁颠屁颠跑来确认 他直接问五人 他们中有谁是雷灵根的吗 他见没人回答 就自我介绍到他叫熬力 希望大家合作愉快 叶翘点了点头笑着接话道 大家合作愉快 愉不愉快的他不知道 只知道去南海 估计不会太平就对了 谢初雪找到五人 表示在刚刚那场比试当中 他们都表现得很不错 但他认为五人的实力 还能再提一提 段宇长老背着手接话道 如果和其他修士比 毫无疑问他们是最出色的 这次希望他们不要辜负宗门的信任 穆仲熙听出来了他们的弦外之音 他苦着脸问 所以接下来又要来打他们了吗 谢初雪让他别紧张 只是想提升一下他们的体数而已 问他们在没有修为和剑的情况下 打算怎么和人过招呢 穆仲熙满不在乎的接话道 赤手空拳的打呗 还能怎么样 段长老听他这么说便笑道 看来他很有自信嘛 好了 修为封住少废话 叶翘穆仲熙两人先来 被突然点名的叶翘 笑容一宁不解的问 为什么还有他 他全程可一句话都没说呀 打穆仲熙不就够了 竟然还有他的份吗 比起两人的不情愿 小太子倒是气定神闲的 他学着叶翘之前挑衅人的动作 微微一勾手道 来吧 没想到这种剑兮兮的动作 被他做起来还挺可爱的 修为封住后 杀伤力直线下降 连剑也不能用单靠体术 穆仲熙心里就没底了 他想来个先发之人 然而速度还是慢了 被敖利一个过肩摔撂倒在地 两人是一个一个上的 看到穆仲熙十招内就被撂倒 叶翘当机后撤 他躲过龙太子的拳头后 就分外诚恳地要求道 不要打脸好不好 他恬不知耻地表示 他能在修真界有如今的地位 全靠一张脸吃饭 他觉得既然挨打已成定局 那还不如为自己争取点福利 敖利可不理会他 毫不犹豫地给了他眼眶一拳 他力道还是收了的 不然一拳就能把人打飞 叶翘被一拳砸在地上 比了个OK的手势 捂着差点流鼻血的鼻子 躺尸几秒后利落地跳起来 他这下确信敖利是龙足的 他可并不喜欢一味地挨打 他已经试探出来 敖利的神识等级并没有他的高 两人简单地商量了一下 等下还是让四师兄再次出战 叶翘主要负责提醒他 他的神识轻易就能捕捉到小太子的动作 再加上他的预知戏传承 他指挥着慕仲熙对战 见自己的攻击 每次都被拦截得恰到好处 这让小太子很是抓狂 叶翘见此机会脚下划过凛冽的进风 踹在小太子的心窝处 这毫不收力地一下把人砸飞入墙上 他看了看那个被砸出来的大窟窿惊呼道 哦吼 这么大的窟窿 补完得多少钱了 沐仲熙拍了拍他劝慰道 没事没事 一个墙而已 不用小师妹你掏钱 叶翘挑眉不解地问 为什么呀 周行云悠悠地声音传来 因为砸的是他的墙 而且那个窟窿的形状并不是整整齐齐的 沐仲熙见大师兄的脸黑了下来 他艰难地吞了吞口水 拉上小师妹踏轻风一踩飞快地开溜 周行云追了上去 顷刻间三人不见踪影 只留下明璇和薛云面面相识 谢叔学手放在额头上 剑眨眼的功夫三人便消失在了视野当中 他笑着感叹道 这群剑修可真能闹腾 段宇长老看着气呼呼从窟窿里面钻出来的小太子 他象征性地安抚了对方两句 赵长老也暗戳戳地下决定 一定得让他们尽快离走 再待下去长明宗迟早被拆的什么都不剩下